这个女孩被金姐姐挖去凤骨 夺去天赋 像条狗一样被抛下魔剑 可万万没想到她没死成 还成了魔剑怪物们宠在掌心的小妖女 斗兽场上 一只凶残的赤明狗正像一个浑身是血的女孩刺牙咧嘴 一群衣着华美的少男少女正坐在高台上 满眼兴奋地盯着下面的广场 少女拼命地跑着 赤明狗紧追不放 这时只听到台上一个叫白露的女子激动地叫着 崽崽 快跑啊 把她的皮撕下来 咬断她的手脚 这时赤明狗像听懂了主人的命令一般 一下像场上的女孩猛扑了上去 女孩来不及躲闪 一下被扑倒在地 被这凶猛的狗生生咬下一块肉来 看到眼前的一幕 白露忍不住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好乖乖 大胆地吃 反正过不了多久 她这个怪物还能长出新的血肉 白露身边坐着和她差不多年纪 有男的有女的 正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皇室怎么出了这么个怪物 这个怪物和魔族一样晦气 就该把她也丢到魔剑里去 白露文言面路不快 什么皇室 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剑筹 让我地后姑姑蒙凶 我要折磨她到死为止 这时赤明狗又咬掉了女孩的一根手指 白露兴奋地站起身 抬抬手对在场的人说道 大家的灵兽一起上啊 今天是我表妹十八岁的生辰 也是她受缘觉醒的日子 要好好庆祝一番 这时一个身着华服的少女 一脸高傲地走到了高台上 那个白露几个慌了神 连连上前打着招呼 地基 您怎么来了 可别让这剑肿脏了您的眼睛 地基俯视了一下台下的女孩 装出同情的样子 假惺惺地表示她也怪可怜的 你们别折磨她了 那女孩早已倒在了血泊中 奄奄一息 原来台下的女孩是一个 侍女和帝君所生的孩子 所以不受待见 受尽欺辱 地基其实心里恨不得她死得越惨越好 在每次教训完那女孩后 她都会装出同情的样子 台下的女孩听着那些人的话 不免咬紧牙关 心里暗暗骂着 一群恶心伪善的人 今天是我18岁生日 只要我觉醒的兽缘够强 就能有机会杀出去 只听着啪的一声 一个丫鬟一巴掌重重地 打在了女孩的脸上 怎么 还想着觉醒兽缘跑出去呢 嘿 做梦 正在这十万兽国的地后来了 一脸嫌弃地吩咐人将女孩带下去 女孩此时已处于昏迷之中 几股好热 我的兽缘要觉醒了吗 这个女孩居然生出了一颗金黄色的兽蛋 兽蛋刚生出来 就被人抢走 她从斗兽场被人带走 就被绑在了地后的专用密室 地基对她的母亲说道 母亲 杀了她也未免太便宜她 不如将她的手脚都砍断 再拔了舌头塞进大瓶子里 地后掩露凶光 表示斩草要除根 过了18岁 就不能留她了 然后提醒地基道 倒是你 今天也是你觉醒兽缘的日子 还不快去准备 兽缘是依附在人身体的体骨上 那根骨头被称为兽 而由骨髓凝结而出的就是兽缘 地后接着说道 母亲给你准备了最好的灵药池 快去泡着 地基满怀信心地打道 好的母亲 我一定会觉醒出最优秀的兽缘的 这时女主浑身被吃红色的火焰包围着 发出阵阵惊恐的叫声 一旁的丫鬟惊叉不已 用手指着少女 地后娘娘 这是凤骨生凤缘了 地后看着少女也快惊掉了下巴 凤骨千年一出 育育出凤缘更是万年一次 只有万寿国皇室 最尊贵的气韵之女才能得到的 地后愤愤不平 这凤骨怎么会出在这件人身上 要有也应该是她的亲生女儿才有资格 她的话戛然而止 因为那真的是凤缘 少女的一整根脊骨都在啄啄发亮 正是凤骨没错 里面正在孕育最重要的凤缘 地后气得脸都扭曲了 凤缘是我样的 也只能是我样的 把她的脊骨给我挖出来 换给我的样 一把尖刀深深刺进少女的体内 少女一双血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地后 我一定会杀了你 给我和我阿娘报仇 地后锋利的指尖点在少女的额头上 你阿娘可比你死得轻松多了 她生完你 我就把她丢进了军营里 军营里那些男人立马如豺狼般扑向你阿娘 你阿娘死前也算尽兴了 一个不注意 少女竟生生咬断了地后的一根手指 地后的脸都漆黑了 剑中 可能连她也没想到 少女被折磨成这样竟还有力气咬人 地后一巴掌就狠狠地扇了过去 与此同时 一颗金色的兽蛋从少女的身上掉落下去 原来这是凤凰兽 女孩被抽了骨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丫鬟们拿走自己的兽蛋 地后咬牙骂着 肮脏的东西 把她给我丢进深渊魔剑里 让那些魔物分饰她的身体 我要让她死无全尸 几个丫鬟抬着掩掩一息的她 来到一处吹刮着阴森魔器的深渊狗 丫鬟们大气都不敢出 她这血肉之躯 丢下去肯定很快会被那些魔物吞噬掉 去死吧 两人合力将她抛了下去 这个十八岁的少女竟生了两颗蛋 话说这两蛋可以孵化出神兽 先生的金黄色的蛋被同父一母姐姐抢走 而她被抛下魔剑后又生了颗黑蛋蛋 魔剑里的怪物还想吃她的肉 把黑蛋蛋做成咸鸭蛋 当身体落到魔剑深渊底部的时候 她一感觉不到痛 这时有几个怪物正围着她 魔剑这里好久没有出现新人了 怪物一看这是个小娃娃 而且小娃娃的肉最鲜的 大家兴奋不已 忽然发现了小女孩旁边有颗黑色的蛋 正在这时走过来一个带着黑色披风的人 怪物们连忙说道 英女大人 这个小丫头会吓蛋 你不是最喜欢吃烟咸蛋吗 黑医人怒斥道 蠢货 那是万寿博的人 然后她用手在女孩的身上按压了一下 有意思 竟是天生奉原 这小家伙本就怨气难消恨不平 如今又被咱镇魔剑的魔杖影响 竟成了正邪一体 养养吧 说不定能养出一个小怪物 三个月后 万寿博的皇宫之中 地鸡正尖叫着 那颗抢来的金黄色的兽蛋 她孵了很久也没孵化出来 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然后她将那颗蛋丢了出去 这时她的母亲地后正赶了过来 赶忙捡起那颗蛋 像珍宝一样搂在胸前 然后将蛋递给地鸡 叶儿 你在发什么疯 这可是神兽 地鸡捂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 都三个月了 她还是不愿意出来 要是那些贱民知道 我是一个孵化不出神兽的皇女 他们一定会嘲笑我 风寻也足足等了我三个月了 可若这蛋孵不出 和风家的婚约怎么办 风哥哥会不会不要我 地后扶着地鸡的肩膀 安慰着并告诉她 风寻为了让你能孵出兽胆 她和白鹿现在在白头山 为你寻龙灵草呢 地鸡听母亲这样一说 眼冒星光 因为这龙灵草是最好的催生利器 有助于早日孵化出兽胆 白头山上 一行人正十分警惕地往深处走去 白鹿感觉这白头山 也不像传闻中的那么威胁 为何会成为禁区呢 他们继续向前走着 浓雾之中忽然出现一道清脆的铃铛声 风寻问道 谁在那里 溺入眼帘的是个穿着红裙 18岁左右的少女 脸上戴着银色面具 正伸手采摘着一株药草 白鹿看到少女手上的东西 用手拉了下风寻的衣角 循哥哥 你看 是龙灵草 然后他又很没礼貌地对着少女喊道 喂 剑民 你快把龙灵草给我们 少女转过身 白鹿微微一震 这人的身形怎么这么像那个剑种 应该不可能 那个剑种早就死透了 少女被他们百般折磨 没有一天淡忘 他要抱着血海深仇 真是冤家路窄 居然在这碰上了 那今天他们一个都别想跑 白头山下岩浆翻滚 竟然露出一口石棺 棺材里的男人手指微微一动 天地都为之震动 原来少女为了早日孵化出神兽 上山采摘到一株龙灵草来催生用 结果被白鹿一行人看到 白鹿要他将灵草献出 他轻笑一声 给你 凭什么 一个丫鬟插着腰上前叫嚣着 让少女交出龙灵草 白鹿一看少女无动于衷 于是一挥手 一旁的赤鸣狗冲了出来 乖乖 去把那剑鸣给我抓来 赤鸣狗听到主人的号令 对着少女猛扑了过去 少女不慌不忙 挥动着鞭子就向那狗甩了过去 忽然那鞭子竟然变成了蛇 直接搅住了赤鸣狗的脖子 白鹿一看 大惊失色 那是他的本命灵兽啊 只见那狗趴在地上痛苦地悲鸣着 少女学着白鹿以前折磨他的口吻 对那灵蛇说道 好乖乖 快去把他的牙齿一颗颗拔下来 本姑娘要串成项链戴着 白鹿捂着胸口 助手助手 本命的灵兽的痛苦源源不断地传到他身上 看着自己的灵兽要被拔牙 连忙看向身后的人 你们还不给我 一句话没说完 少女已来到他身旁 一只手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 直掐得白鹿快要断气 这时风寻用剑指向了少女 他已经输了 你却不依不饶 竟如此凶残 随后少女一掌将白鹿推飞了出去 白鹿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风寻带着士兵上前说道 你的武器很特别 但是如果你杀了白鹿的本命灵兽 你会死无葬身之地 少女仔细打量着这人 这人看起来邻里不俗 而且他们人多势众 硬碰硬事情不通的 然后风寻询问少女的名字 并让少女交出龙龄草 并和他们一起回万寿国 少女告诉他自己叫鹰念 风寻想带他回去 就是因为少女的灵力十分强大 但他却感受不到 想带回去研究研究 鹰念手一收 那灵蛇就变成了鞭子 回到了他手中 风寻露出满意的表情 挥手让士兵放下武器 他们人多势众 鹰念暂时试用了缓兵之计 后面再用别的办法 然后他一手握住 一脸惊恐的白鹿的肩膀 故作轻易地说道 接下来还有一路要走呢 让我们好好相处吧 白鹿用手推开少女的手 朝前方走去 白鹿只觉脖子处夕养难耐 挠得不停 还以为是被蚊子咬了 其实就是刚才鹰念 拍他肩膀之时 放了一只虫子 钻进了白鹿体内 鹰念在他身后露出 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来到一处断崖前 在一个寸草不生的空地上 竟有一株淋漓浓郁的七草 风寻看到就要伸手采摘 鹰念这时面色大变 不能动 因为老妖女说过 白头山有个绝对不能动的东西 风寻还就不信邪 不能动的 他就偏要动 霸气十足的一板 要将灵草连根拔起 鹰念大惊 在心里骂着 闯破 草要连根拔起的那一瞬间 只听了轰轰的声音 天地都在抖动 白头山底下 无尽的岩浆哗哗哗的向外翻滚 最终一个石棺显露了出来 棺里躺着一个男人 只是静静地闭着双眼 都能从他身上感受到 一种可破天地的威压感 正在这时 男人的手指动了洞 就是这一洞 整座山脉就在开始摇动 风寻所在地方都被炸开 在场的所有人 都被这恐怖气息笼罩住 什么圣体九重 在这份力量面前 完全不堪一击 白头山天崩地裂 不逃出去就只有死 风寻从腰间拿出一块玉牌 只将它捏碎 然后一股强大的气流冲天而起 一个光圈独独将风寻 白鹿因面三人笼罩住 原来这玉牌 是风寻的老师给的空间玉牌 撑不了多久 最多只能走两个人 白鹿涕泪横流 带我走 带我走 寻哥哥 我不想死 风寻看向鹰面 他不想浪费空间玉 鹰面相对于白鹿更有利用价值 于是他表示要鹰面跟他走 而且以后可以成为他的贴身毕密 鹰面才不在乎这些 一把甩开风寻的手 表示不病 然后他用空间传音给白鹿 你已中毒 雾出半月就会整张脸 会大而死 只有我能解毒 若想要解药 三日后 再来白头山找我 白鹿不仅吓得面如死灰 什么 你这个死丫头在说什么胡话 他就变成了空间漩涡里去了 鹰面的面具被气浪裂开了一部分 这时白鹿才探清这丫头就是那个剑种 风寻不免诧异 竟然还有人把生的机会留给了别人 然后风寻准备进入传送空间 走势他让鹰面一定要好好地活下来 随后风寻一脚迈进了空间漩涡中 鹰面自然有逃走的办法 他解开脚上的法器铃铛 一团透着紫气的漩涡将鹰面吸了进去 瞬间被召回魔剑 万寿国皇宫之中 地后正看着摇摇的白头衫都在震动 满脸惊讶 怎么可能 难道是那人还活着 这时地基走了过来 看着白头衫的方向 担心不已 要是风寻回不来 龙鳞草就没着落了 地基想得的只有他自己 而地后这时正想得要是风寻回不来 怎么和风家交代 正在这时 一阵疾风掠过 风寻和白鹿狼狈地出现在了他们身后 地基看到风寻 迫不及待地迎上去握住风寻的手 一个劲地关心他要的龙鳞草巡回来没 风寻一脸嫌弃地甩开他的手 他的这个未婚妻居然不问自己的安危 倒是先问龙鳞草 看着风寻的脸逐渐变得阴沉 地后不免大惊 风寻是九州之人 帝王之家都要里扬三分 他批评地基太不像话了 风寻这时仔细打量起这个天生凤原的地基 不免有些怀疑 这地基若真是天赋绝佳 又有凤原加深 没有那催生草 也应该能将神兽孵化出来 难道这个地基有什么秘密 风寻那可以洞察一切的眼神 只看得地基心里发麻 连忙笑着向风寻为刚才的施礼道歉 而现在没有一人在意那个白鹿的死活 白鹿愤怒地看着这些人 这时候毒虫已开始在他身上思念 他又痛又怕 心里恨得咬牙切齿 都是那件肿害他的 等他碰到他 一定要扒了他的皮 女孩的黑蛋蛋居然孵化出了一只虫兽 随后虫兽竟变成了一个软萌可爱的小孩 魔剑中一群怪物们争聚在一起 神情凝重地看着不远处的白头山 他们的念念去白头山还没回来 不免让他们担心不已 自从念念来到魔剑 就被鹰女大人收养了 念念现在身处危险之中 这鹰女大人连面都没弄 怪物们不仅胜怪起来 这时一群乌鸦飞了过来 惨叫不已 怪物们想着这定时鹰女大人听到他们说的生气了 正在这时鹰女大人走了过来 询问道 这么久了 小讨厌还没回来吗 一个怪物挠着头焦急地说 没有 怎么说念念也是鹰大人的养女 她也不能见死不救 然后她正要用手触碰魔剑结界 这时小魔怪提醒道 鹰女 小心头顶 这时只听得咚的一声 鹰念就摔了下来 刚要说摔得好痛 结果还没说完发现落在了什么上面 一点也没有痛的 念 念念 小魔怪颤抖地用手指着鹰念屁股底下 鹰念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她居然骑在老妖婆的身上 顿时吓得胀红了脸 那啥 别激动 我可以解释的 下一刻 鹰念便被鹰女甩飞了出去 小魔怪们发出一阵阵暴笑 念念一天不打都不行了 我的小念念没有伤着吧 鹰念拍了拍身上的土 走到鹰女的身旁 看着白头山的方向 那到底是什么 鹰女若有所思 白头山下压着一个不允许被容于世的人 而她快要醒了 鹰女质疑念念是不是动了不该动的东西 念念连忙解释道 不是我 是一个叫做风寻的蠢男人 鹰女一把激动地抓住念念的手臂 你说 那个蠢男人姓风 念念一愣 是啊 怎么了呀 鹰女刚要进一步追问 忽然听到怪物们兴奋地叫着 念念快来看 你的兽弹动了 这是那个黑蛋正在颤动 一会弹壳被顶开的一个洞 一截黑乎乎的尾巴从里面探了出来 鹰念心跳猛地加快 那是她的本命兽弹了 这时只见那尾巴刺溜一下 卷着弹壳收了回去 里面居然传出了咀嚼弹壳的声音 随后大家上前一看 弹壳里躺着一只虫兽 所有灵兽里虫兽是最没有前途和价值的 魔怪们诧异地问 念念你怎么生出个小耸虫 虫兽好像听懂了嘲笑声 有些伤心眼泪汪汪的 念念一把将它抱在了怀里 哎呦 我的乖仔仔 不哭不哭 只听得砰的一声 虫兽竟然变成了一个软萌可爱的两岁小孩 身上肉糊糊的 乃气石子 他一眼就认出了主人 怪物们让这个小孩下来 没想到念念的本命灵兽竟是个 小孩 这要怎么保护念念 小孩握紧了那肉糊糊的小圈圈 我会保护主人的 念念安慰道 没关系 实力差也没事 主人会保护你的 小孩开心不已 用小脑袋蹭着念念的脸 主人你真好 念念被蹭得心都萌化了 然后他爱怜地摸了摸小孩的头 我给你起个名字吧 他是天生的凤圆之躯 罕见地产下了一黑一黄两颗兽蛋 黑蛋蛋破壳而出一个又黑又丑的虫子 然后虫子竟然变成了一个小萌宝 那另一颗被抢走的兽蛋有没有孵化出来 是不是会受委屈呢 念念想到这不免担心不已 他要快点出去找回那颗蛋 然后他抱着小孩来到英女面前 询问换魂丹炼制情况 英女表示老毒是已在炼了 但要找到合适的躯壳 念念告诉他 躯壳一找到 想把另外的一颗兽蛋找回来 还要去报仇 英女也很支持他的决定 但也是有要求的 一是去寻找能破开魔戒封印的那间质堡 二是提纳武洲风家家主的头来见他 念念爽快地一一答应下 万寿国的皇宫中 那个金黄色的兽蛋正在动个不停 而且蛋壳有了裂纹 只听得咔嚓一声 蛋壳破了一个洞 一只金黄色的翅膀伸了出来 然后又伸出了一只爪子 蛋壳里的小东西抖动了下 里面一只小凤凰破壳而出 浑身都散发着金黄色的火焰一样的光芒 地后兴奋不已 叶儿 快看 是火凤 果然是火凤 小凤凰扑扑着小翅膀 一会竟变成了 扎着两个啾啾的两岁大的女娃娃 女娃娃的眉心有火在燃烧 手上还有一团燃烧着的火球 女娃娃美好气地质问道 你俩谁啊 地后连忙把地基推了出去 这是你的主人 地基表示要给娃娃取个名字 女娃娃鼻翼地看了她一眼 叫我辣辣 我不是火凤 而且你好丑 你不是我主人 本命灵兽是能感应到主人的 而眼前的这个长得像土鸡一样的女人 哪是她的主人 地基气得面如死灰 怒火中烧 身上的凤原亮起 而辣辣的脚下亮起了一个阵法 那是主从阵法 面前的女人不是她的主人 但不知道怎么又和她有主从契约 辣辣又不能违抗阵法 只好趴在了地上 地基恶狠狠地说道 我是你主人 我是天生凤原 你自凤原而生 你就是我的灵兽 你敢不听话 我打死你 辣辣无力抵抗 只好乖乖地说 好 你是辣辣的主人 辣辣不闹了 地基得意地说 哼 我看你还闹不闹 带地基撤了阵法 辣辣猛地原地跳起 变成一只小火缝 猛地对着四周喷出滚滚烈火 不闹个屁 烧了你这草鸡窝 我要去找我的主人 地后一伸手 那火焰就消散了 然后用绳子 逮住了火缝的脖子 燕儿记住 小宠物不听话 往死里打 就会听话了 金蛋仔仔自出生 就没有亲妈在身边呵护 遭到后妈百般的折磨 主人念念感同身手 胸口疼痛不已 晕了过去 等再次醒来 念念想着不能再等了 得赶紧拿到换魂丹 去把宅宅找回来 于是去找千岁老毒师 去拿换魂丹 换魂丹共有两颗 念念要和被换的一人一颗 别看老毒师长得像个少年 其实他非常非常老了 也有几千岁了 这时怪物们纷纷扛着法器 来送给念念 作为防身用 魔剑最小的魔物 也有三百岁了 他们就是爷爷看孙女的心态 有什么都往念念这里塞 夜飞风高 白头山上偶尔传来 几声鬼哭狼嚎的声音 白露带着他的灵兽赤鸣口 悄悄地来到了白头山 一股恐怖的气息席卷而来 令白露心惊胆战 这是什么鬼地方 等我拿到解药 我一定要扒了那个女人的皮 这时赤鸣狗正对一个地方 发出满是威胁的咆哮声 白露定睛望去 念念和一个小孩 正坐在一棵树之上 赤鸣狗在一旁狂吠着 白露正想开骂 正在这时小孩 赤金色的眼眸微光赏获 赤鸣狗感到 振振威压力马耸了 夹着尾巴连忙 躲到了他主人的身后 再也不肯出来 白露这几日被骨毒折磨得痛苦不堪 他虽然对眼前的人恨之入骨 但又怕不给他解药 只好小声说 你说我来了 就把解药给我的 一念居高而下地看着他 声音里透着激笑 跪下来求我 白露不免咬紧牙关 强压怒火 但他这独连万寿国的灵医们都束手无策 只好乖乖地双膝跪倒在地 对 对不起 之前是我不好 你饶我一次吧 就在不久前 英念也是跪在他脚下的一个人 他又何尝有半点怜悯之心 然后英念抛给白露一颗药丸 并让他吃了它 白露拿着药丸迟迟不敢下口 英念一看着你的不上钩 并说道 你死了对我没有好处 我还指望你给我弄一个万寿国的身份呢 白露顿时眼前一亮 没错 他明明能杀了他 但却让他活着 他一定是有求于他的 英念见他还不吃 想打消他的故意 并说道 放心 毒不死你 然后就拿着一模一样的药丸 丢进了自己嘴里 白露看对方自己都吃了 瞬间就信了 然后也将药丸吞了下去 英念不仅笑出声来 白露顿觉上当了 还来不及多想 这时身上传来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他痛苦地捂着腹部 不 你骗我 你要杀了我 一个贱人 此时 英念也很难受 灵魂的玻璃感让他觉得十分痛苦 但这点痛他还忍得住 随后英念和百变从树上跳了下来 他上前捏住白露的脸 你怎么会真的以为我会放过你 你太蠢了 白露此时以全身无力 痛苦地发出声音声 然后直直地朝地上道去 与此同时英念也跟着倒了下去 这两个女人正在进行幻魂术 英念找的幻魂用的躯体 原来就是白露的 白露在英念的利诱下服下幻魂丹 英念成功地占据了白露的身体 睁开了双眸 坐起身来 百变试探地叫了一声 主人 英念摸了摸那张陌生的脸 是我 随后他又看了看旁边的赤明狗 早已搭了着脑袋 这时白露的神魂已经消散 作为本命灵兽也难逃一劫 占据白露身体的英念又泛起仇来 因为白露一直是带着赤明狗形领不离的 没有狗会被人怀疑 怎么弄指赤明狗 小崽崽百变让他别急 转眼就变成了一只凶猫的赤明狗 然后轻易地用头蹭着小主人的腿 念念不仅欣喜不已 这是你的能力 那属性和招式也能一样吗 百变傲娇地答道 当然了 只要不是实力强我太多的灵兽 我都能变 然后百变轻易地舔着小主人的脸蛋 念念被舔得痒痒的 但还不忘夸夸崽崽 真棒 接下来就是要把另一只崽崽找回来 只听得砰的一声 小崽崽又变回了原形 然后英念吃下真的解药 弄死了这个身体里在作祟的那条毒虫 随后拍了拍地面 很快两只魔影兽从地面钻了出来 魔剑里只有魔影兽可以随意出入 但攻击力为零 英念想让魔影兽 把自己原来的身体抬回去保存 于是魔影兽便抬着念念的身体向魔剑走去 英念看着魔影兽远去的身影 如是重负地摸了摸小崽崽的头 走吧 我们也该出发回家了 魔影兽扛着念念的身体路过白头山山顶之时 竟然惊动了山下关中沉睡的男人 男人的眼睫抖动起来 整座山都在震动 然后睁开了那迷死人的双眸 男人摸了摸僵硬的石棺 睡眼惺忪的那张脸令人忘记呼吸 嘶 睡得好硬 想要枕头 男人抬起头往顶上探去 视线轻易地穿透那层层束缚 看到了在最顶上 正有两个魔影怪抬着一个女人 男人伸手打了个响指 下一刻整座山就裂看 魔影怪和英念的身体直接向下坠去 只听得砰的一声 三人砸在了男人的关内 等魔影怪们反应过来 却看到男人正枕在他们念念的腿上 下一秒两个魔影怪被抛了出去 随后刚才裂胎的山体 居然完好的闭合在了一起 关内的男人打了个哈欠 他面前的女人气息全无 应该是死了 但这软硬是中当个肉枕 还是不错的 男人便凝聚起无数的灵力 覆盖在他身上保持不服 会议再次袭来 男人枕在了英念的身上 沉沉睡去 英念的身躯竟被石棺中的男人抢走 并被施了防腐术 当了他的枕头 这是英念万万没料到的 被英念占据身体的白鹿 带着自己的灵兽回到了白府 这时妹妹白家二小姐白浅浅走了过来 说起了风凉话 顶着这么一张脸你也好意思出去 英念占了白鹿身躯 也有了原主的记忆 这白鹿和白浅浅本是亲姐妹 但从小就关系不好 为了抢夺好资源早就撕破了脸 这妹妹也是蛇蟹心肠 想让她这个姐姐出丑 便伸出手去想摘她的面纱 白鹿一鞭子就甩了过去 白浅浅威胁道 你敢打我 我要把这件事告诉白家长老呢 正在这时一个声音传来 吵什么呢 原来是苏灵艳走了过来 她已经感应到白鹿身上的灵力 因为白鹿之前是没有的 一股恨意涌上白鹿的心头 这让她不得不低下头掩盖住自己眼中的杀意 苏灵艳震惊地看着她 白鹿 你身上的灵力波动是怎么回事 白鹿强装镇定 故意说道 我也不知道 可能因为那个莫名其妙的毒 反而因祸得福了 苏灵艳笑着握住鹰鹿的手 假装关心着 要叫灵力来帮她看看身体 实际苏灵艳是容不下比自己强的人 怕别人超越她 所以她不想身边再有寿灵双修的人 这时苏灵艳正在询问事后白鹿的丫鬟 白鹿灵力觉醒是怎么回事 丫鬟低着头答道 是的 但灵力们说毒已经解了 而且确实是觉醒了灵体 风群在一旁品着茶 早间她是知道白鹿中毒了的 但又为什么会这样 她觉得这真是个奇葩事 闻所未闻过 想找白鹿一探究竟 苏灵艳只感觉一种危机感袭来 要是白鹿那么强 是会威胁到她的地位的 随后风群便来到了白鹿的房间 看到白鹿那张脸早已恢复原样 风群原来就对白鹿没什么好感 然后取笑道 你还是这样顺眼一点 但她不知道眼前的早已不是以前的白鹿 只见白鹿反唇相机 你可不太顺眼 风群一下就怒火中烧 她一直是个自命不凡的人 还从没听过这样嘲笑她的话 手一下就拍在了桌子上 大有要和白鹿干架的架势 以这灵体来的莫名其妙 我倒要看看明天的斗兽宴 你要如何收场 白鹿采懒得理他 风群背弃的灰头涂脸转身要走 这风家也真是傲慢无礼 白鹿刚才也是一下没忍住 扰闹了风群 这时白鹿想出去办点事 便问百变小仔 能不能变成白鹿的样子 这个肯定难不倒这小仔仔 白鹿抱着小仔仔轻了又轻 宝贝你真是太棒了 接着白鹿换了一身黑衣 或有武侠风范 百变一看就以为 他是要出去打架 还要他带上自己 白鹿笑着摸着仔仔的头 百变乖 你帮我在这装白鹿 别露线了 等我把大仔仔找回来 咱们再一起出去 然后白鹿便飞奔而去 这个女人被换了灵魂 不但具有了原主的记忆 还拥有了绝世灵力 为了找回自己的金蛋仔仔 乔装改办 轻车熟路避开巡逻 把皇宫溜了个遍 也没有发现金蛋仔仔的踪影 剩下就只有皇后寝宫 和地牢没有去了 而那里戒备森严 看来只能等明天的 斗兽国宴了 那只好先回去了 这时风群忽然走了出来 而在魔界生活过的白鹿 也吸入了魔界里的魔气 对仇敌一方的人 都具有挑衅性 风群正望着明月 想着白头山上的 那个善良过头的女人 是不是还活着 白鹿一见就刺了过来 风群毫无准备 第一时间避开了 但紧接着一条长腿 就扫了过来 啪的一下正中她的脸颊 那俊俏的脸上 顿时轻子了一块 身为男人的 她顿时羞愤难当 拿出法器就要发起攻击 而白鹿一下 拿出了三个法器 只听轰轰轰的一声巨响 三个法器将风群 炸得鼻青脸肿 风群满脸愤怒 哪鹿仇家抱上林来 躲躲藏藏 与鹰沟老鼠有何两样 白鹿比一笑 巧了 就是鹰沟里出来的 正在这时一群士兵追了过来 白鹿一见那边人多势重 准备先回去 然后转身又掏出五个法器 风群脸色巨变 冲着士兵们喊道 躲开 她的话音随着猛个炸开的气了 被吞没了 一会士兵们便被熊熊大火包围了 魔剑中的怪物们此时也看到 皇城中的一脚被法器炸得火光冲天 这正是他们送给念念的法器 终于派上了用场 几个魔怪T类横流 因为自他们魔族被封印后 外面已经好久没有魔元素动弹 他们完全被外面的世界所遗忘 这一炸也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这是有怪物焦急的来向英女大人汇报 念念的身体被白头山下 献毒唯一留下的血脉抢走了 而那白头山到处都是岩浆 就怕念念的身体有个闪失 英女大人让老毒师把千里阴镜拿出来 老毒师不免担心地看着英女 因为动用那面镜子会损耗百年的修为 英女表示 我都活了这么久 区区百年对我来说算得了什么 更何况 现在是关系到她养女的性命 这千里阴镜可以突破任何风景 将使用者声音传至万里之外 千里阴镜只有巴掌大小 英女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修为 源源不断地注入境内 然后她与另一段的圆心碎 开启了语音聊天模式 起来 睁开你的眼睛 白头山下 男人还在睡觉 一阵夹着愤怒的声音突破风镜传了过来 给我睁开 圆心碎 男人猛地睁开双眸 坐起身来 这时那声音继续响起 你抢走的不是死尸 是我们魔剑的孩子 把那孩子还给我 然后男人用手指轻轻戳了戳英年的脸 肉呼呼的还很有弹性 而且还长得赏心悦目 这白头山难得见的活物 她怎么会轻易交出来 接着她霸道地说道 不要 我抢到了就是我的 英女不仅大怒 一掌就拍碎了一座山脉 但念念又在圆心碎手上 她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圆心碎 不如这样 我们做个交易 你把那孩子给我 我帮你解除你们陷阻封印 在一旁的魔怪们已经差不多 英女可以破陷阻的封印 为什么从来没有听她说起过 而在另一段的圆心碎 此时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这个千岁魔女竟耗尽百年修为 只为何抢了爱女的男人 开通语音通话 找男人讨回爱女的躯体 可能抢的就是香吧 男人哪肯就反 因此无奈的魔女 提出帮男人解除千年封印 白露正悠闲地喝着茶 管家带着一群女奴来到她的房间 告诉她这是白家送给她的 觉醒了灵力的白露 在白家的地位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白家还请白露代表 白家出战斗兽国宴 白露欣喜地接过令牌 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给白家人丢脸的 白露正带着灵兽 正准备自己去斗兽宴那边 这时被两个侍女拦下去路 大小姐怎么能自己过去 这样岂不是丢了白家的脸 白家的兽车到了 大小姐请 侍女让开了身子 白露竟看到几人 牵着通体雪白长着翅膀的天马 这不是大祖老的宝贝天马吗 白浅浅之师走了过来 这次选了白露参加兽宴 她心里满是怨气 这天马极难饲养 咱白家也就只有八匹 如今竟然要给你用 旁边的领头的女奴斥责道 放肆 大小姐是要替白家出战的 这是白家的脸面 轮不到浅浅小姐在这指手画脚 这几个女奴原本是在大祖老手下坐视的 地位比一般的女奴要高 自然她们也不怕这没有受苦的白浅浅 白浅浅被那一声喝吃 两眼泛起泪花 整个人都轮在了原地 白露正打算上车 天马一声嘶鸣 对着白露就冲了过去 马奴们拉都拉不住 这天马虽然性格温顺 但却骄傲 不主动攻击人 但也不是什么人都在的 天马的仆人也是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 大小姐小心 在一旁的白浅浅 见状不禁高兴地笑出声来 心想撞死她才好呢 但下一幕直接让她惊掉了下巴 天马不仅没有冲撞白露 而且还变得十分温顺 用脑袋不断地蹭着白露的手 白露也是吓了一跳 她还从来没有测过自己对灵兽的亲和力 两个女奴在一旁惊诧不已 大小姐之前测出的灵兽亲和度只有四级 如今看来亲和度有所提升 白露觉醒明体后 也是感觉自己的亲和度高了一些 但还没测过 女奴们也是欣喜不已 看来大小姐是因祸得福了 这时女奴给挑起车帘 白露正要进去 却不料天马们不乐意 不断地撅起皮子 啪出阵阵丝鸣声 然后一只天马向白露抛了个魅眼 白露小脸一红 她也是一脸猛逼 难道这天马是让她直接坐在她的背上 这个美女呈着青丸神鸟一飞冲天 随后放出凤云威丫 惊艳了在场的所有人 那骑着天马出场的白露 是不是更让人期待呢 斗兽国宴上 已经坐了不少的客人 第一个到的是武周丰家的人 非常气派 连女奴们穿得都价值连城 不过就是还没看到风雪 接着到的是周家小天才周少玉 还有吴家明珠吴雪 今日这斗兽宴可真是热闹 应该都是冲着地基千年一出的凤云来的 每次凤云出来的时候 万寿国都会一飞冲天 变成和五大家齐鸣的存在 吴雪说道 凤云是真的 但我听说他孵不出那颗神兽袋 说不准今天有好戏看 正说着 又听见一阵喧哗 天 大家快看 圣山宗的人来了 只见几个俊美异常的少年从天而降 然后临天学院的人也来 还有赤鬼谷的人 一宗一谷一学院 全部到齐了 这三队就是整个武周培育人才的地方 苏灵燕远远地看着斗兽场上 心里有些紧张 但也有些激动 地后问道 叶儿 你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就开启了入场模式 突然天空中一声声售鸣声响起 众人定睛望去 一个穿着华服的少女坐在一只青鸾鸟身上 气质飘渺脱俗 众人奇叫道是那位地基 青鸾鸟稳稳地落到地面 苏灵燕直接站在了斗兽场的中央 他座椅朝着大家一拜 声音清脆悦耳 欢迎诸位来到我万寿国 在场的男人投来轻默的目光 这地基 果然是美啊 苏灵燕一听高兴地差点笑出声来 与此同时 身后凤云微压放出 一道火红的绚丽光彩营绕在他身后 在场的人都震惊不露 这 果然是凤云 场上的气氛越发欢腾起来 众人欢呼雀跃 而在场的只有白家长老满面丑容 他们的代表白鹿迟迟没有现身 说曹操 曹操就到 天边响起了好听的嘶鸣声 一声比一声高昂 苏灵燕也好奇地向天空望去 天空中出现了长着翅膀天马的身影 而且天马背上还坐着一个哨鸣 众人议论纷纷 你们看 这天马背上的是谁 却面孔好陌生 苏灵燕也是未知一正 气氛不已 之前他母后还和白家借过天马 想让他入场使其用 其料不仅不肯借 如今竟然还给白鹿其用 而这时苏灵燕竟感到了身体凤云的波动 凤云的威压正向天马上白鹿扩散而去 这也太奇怪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白鹿惊讶不已 早前的凤骨被苏灵燕抢走 而这凤云居然是认主人的 所以才会有凤云的波动 这时他腰间的法器微微一亮 将这层威压掩盖了下来 白鹿虚惊一场 若不是有这法器护体 刚刚差点就暴露身份 正在这市场上的灵兽也躁动起来 冲着白鹿的方向嗷嗷地叫着 拼命向白鹿那边靠过去 拉着灵兽的人拼命喊着 你给我回来 你主人在这儿 然后他们一起抬头望去 天马是白鹿的 上面坐的也应是白鹿的人 代表白鹿出站的人不是地鸡吗 这时白府长老让白鹿丢令牌 白鹿直接将令牌丢下去 令牌射入白鹿的祭坛上 轰的一声炸开火花 那火焰熊熊燃起 在半空中凝聚成一个白子 白鹿骑着最顶级的天马 坐骑闪耀全场 他丢下令牌直射入白鹿祭坛 顿时燃起的熊熊火苗 在天空中凝聚成一个白子 这样的出场可谓是惊天动地 只把地鸡给比了下来 白鹿从马背上缓缓走下身来 一时风光不现 他还不忘用手摸摸天马 这也是对天马出力的慰劳吧 天马不住地蹭着他的小手 这亲和力实在是高啊 这时苏林燕走了过来 这次丫头居然抢了他的风头 心里窝了一肚子 阴阳怪气地说道 表姐你今天可真是 大出风头啊 白鹿反唇相机 比不上地鸡鸣 白家长老们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次白鹿的出场给他们挣了脸 而白鹿早已认出对面这些白家人 一股恨意涌上心头 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善美 他和他的娘亲从小就受到他们的百般欺辱 他暗暗下定决心 你们对我和母亲所谓 我一定会加倍奉还 白鹿强压住心中怒火 乖巧地向祖老们做礼 解释自己来迟了 是因为天马一开始有些不听话 大祖老现在对白鹿是刮目相看 天马在他们面前从来没有这么顺从过 刚才对白鹿居然像一只小田狗 这不免让他也有些吃惊 你太谦虚了 刚刚天马对你可真是顺从至极 白鹿不好意思笑着 随后大长老让白鹿就坐在他身边 另一长老问白鹿 星河度是不是没有重新测过 白鹿想似机挑拨帝后和白家的关系 于是说道 姑姑没管过我 帝基看见我好像不太高兴 我也没好意思提这事 大长老吃惊地说 你都展露如此惊人的天赋 帝后竟然对你还如此不上心 白鹿若有所思地答道 可能姑姑觉得我并不真正属于万寿国吧 大长老纷纷不平地表示 这地后对白鹿是一年不如一年上心了 白鹿看出来这地后和白鹿早已心存戒定 正好可以利用白鹿扳倒地后 被冷落一边的地基 脸色难看地看着白鹿 他早已对白鹿恨得咬扬切齿 心里一直盘算着要怎么教训教训他 正在这时苏林燕一声号角吹响 听得一声嘶叫声 众人纷纷向天空中望去 那是什么 好像是一个火团 我好像听到了凤鸣声 天空中一个火团正向斗兽场飞过来 距离越来越近 那一团金色的光芒明亮的刺人眼 待看清楚原来是一只金色的火凤凰 强大的威压感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未知一阵 是凤兽 凤兽出来了 凤兽是最顶级的灵兽 而白鹿这时心里一阵悸动 惊讶地望着天空 百变发出阵阵嘶吼声 他觉得自己比那只凤凰强过百倍 此时只见天空中有密密麻麻的 血红色的珠子砸落下来 众人皆惊呼不已 这种东西他们也是平身第一次见 然后都伸手去接 血珠子落在每一人的手上 浓郁的生机和灵力在那珠子上散发出来 这个后妈心真歹毒 逼着火凤凰下起血珠雨 那是崽崽辣辣的血 白鹿也拿到了一颗 待他看清楚是什么东西之时 心里一阵剧痛起来 这是凤凰血啊 这么多的血 得多伤身体啊 这凤凰血不管是直接吃还是入药 都是大有益处的 白鹿只觉浑身发凉 看着在场的所有人都兴奋地抢夺着那些珠子 这帝后还真大方 白鹿瞬间对帝后的恨意又加深了 帝后这时来到了斗兽场中 清脆于耳的声音响起 诸位远道而来 这凤凰凝路算是我们万寿国的一点小小心意 场上一片掌声光呼声响起 感谢帝后的声音布局于耳 帝后得意地摊开双手 会有王者风范 那么我宣布 斗兽国宴正式开始 凤凰完成使命后 飞了一圈就回到了宫殿里 当到宫殿 喇喇就整个人从办公中掉下来 他肚子被开了一个血口 痛得浑身全去缩在角落 浑身颤抖着 他刚刚好像感受到了主人的气息 他想的肯定是主人来救他了 这时大长老拿着他的一颗凤凰血递给白鹿 他让白鹿喂给灵兽吃 争取这次为白家争光 白鹿听了心里发紧 拽紧了拳头 他默不作声地接过凤凰血 长老 今日出事是抽签 明日的比武就是自己选对手是吧 白长老微微点头 白鹿看着场上的地鸡恨之入 他早已确定那只凤凰就是他的宰子 今日若是抽签不成 明日我也定要让你流进和宰宰一样的心 正在他努力压制自己的心情 一只手竟拍上了他的肩膀 他猛地一惊回头看去 一个长相俊朗的少年正笑着对他说 小丫头 你刚刚是怎么让那些灵兽如此亲近你的 大长老打量着这个周家的公子 心里也打起了小算盘 周家也是非常有实力的家子 若这周绍玉和白鹿能成 白鹿就将多一助力 白鹿看了周绍玉一眼 不假思索地表示是天生的 周绍玉吃惊地看着白鹿 天生的 像凤园那般 然后他拿着短笛猛地从座位上坛跳下来 指着白鹿 既然是天生的 那便让我瞧瞧你这天生的到底有多厉害 我们决斗吧 白鹿对这少年不感兴趣 冷冷地看着他 刚要说点什么 只见长老凝聚伶俐 微微一点 周绍玉便被钉在半空中 两只手不断地扑腾着 大长老 放开我 然后长老手指一点 周绍玉又被牢牢地摁在了椅上 并让周绍玉别闹头 正在这时长老身后的女奴兴奋地叫道 看 递机出场了 第一场自然是苏林燕来 皇室开场是惯例 白鹿看向斗兽场上 不免一惊 苏林燕带着一个穿着红兜兜的赤脚小女孩走了出来 小女孩脸上一片苍白 跟在苏林燕身后一直东张西望 白鹿顿绝心跳加速 那是他的宰宰呀 拉拉看向那乌鸦鸦的一片人 内心激荡不已 主人一定在这里 可怜的金蛋仔仔刚流了很多血 血被当作礼物送给了在场的观众 还被恶毒后妈带去参加比赛 一个裁判员拿着一张纸宣读着 地基 对战万寿国李嘉里可 金蛋仔仔的威压 让在场的所有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生怕选到他们 这回一看没选到的人都放下心来 白鹿想早点能够上台 才有机会让百便给拉拉送龙林草疗伤 龙林草不但可以催生用 还可以帮助愈合伤口 但是遗憾自己没有被选中 于是他摸着百便的头安慰着 没关系 明天我们自己选 这时场上的遗兽仔躲在主人身后 可能被拉拉的气势给震慑到了 只听到看台上的观众议论纷纷 哟 是韩元郎 哈哈 好好的一个肉食器强攻灵兽 本来可以打败这场上的一大片人 却偏偏运气不好 被地基挑中了 场上的拉拉正心愿一马 他嗅到了主人的气息 拉拉正向观众席搜寻着主人的身影 韩元郎在主人的催促下挡在了拉拉的面前 小嘴裂开尖牙嗷嗷的叫着 看起来还挺凶 拉拉拧紧了眉 两只手猛的插腰 小亚 你挡我眼睛了 韩元郎被激怒伸出爪子就向拉拉发起了攻击 拉拉瞬间变成了一个火娃 只见一团火球向韩元郎飞扑过去 韩元郎立马被火盘包围 发出阵阵惨叫 他的主人都吓傻了 这也太强了吧 都还没有使出真正的招式 不仅感叹道 不愧是地基啊 苏林燕得意的看向白露 原来是白露坐在看台上郑部长叫好 白露也是看到自己的宰宰影了 才会一时高兴忘了形 而一旁的百变只冷起毛茸茸的蹄子 啪啪啪地拍着 全场的人都愕然地看着白露 场上的火缝循着掌声也看到了 那是他心心恋恋的主人 高兴地向白露这边挥手打着招 台上的众人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地基的灵兽在向白露示好 我去 白家那位这么厉害的吗 这时白露的手被长老拿了下来 白露不仅一惊 你这挑衅也太明目张胆了 这么多人呢 另一个长老也说道 对啊 你要挑衅也不是现在啊 他们白家还是要给地基留点面子 白露却不以为然地表示 知道了 我等会再挑衅 大长老气的话都说不出来 没想到这丫头胆子居然这么大 敢明面挑衅地基 而就在这时 大家忽然听见一声震动 纷纷抬起头像远处望去 好像是白头山那边发出的声音 难不成是魔剑那边出了什么事 金蛋仔仔到底有多厉害 还没开场一团火就把寒冤狼烧得惨不忍睹 白露正为自家宰宰出色的表现欢呼鼓掌 遭到白家祖老得狠批 正在这时白头山巷发生地震一样 另在场的人都紧张起来 但过了一会又没动静 大家才放下心来 明天学院的老师说道 是乃至凶兽闯进去了 行了行了 别自己吓自己 咱们这边继续 然后他看向白露的方向 对身旁的学生意味深长地交代着 那个女孩你多留意一下 别让那些老鬼给抢先了 白露的经验出场早引起了个大门派的关注 都想将他内入自己门下 正在这时第二场比试开始了 场上比试的双方各带的零售普通致敬 吴雪感觉没有看点 拿着自己的蒲扇半遮面 满脸笔意地说道 这比试的等级也太低了吧 我们不走吗 白家祖老看向白露 表示要看白家那个丫头在走 吴雪的目光在白露脸上扫过 嘲讽道 他的赤鸣狗还不如那韩元郎呢 而这时场上的裁判员正在播报下一场比赛 下一场 白家白露 对战万寿国百草山庄 庄贤 这时场上议论纷纷地声音不住地向白露传来 百草山庄参加了 不是说这百草山庄已经连续两年放弃参赛了吗 想当年也是和白家齐名的存在 如今却凋零成这般 白露第一个上台 百变慢悠悠地跟在身后 啊呜啊呜地叫着 摆出了迎战的架势 白露看着一个走一步壳三壳的病殃殃的男人 步履蹒跚地走到赛场上 他皮肤有种病态的苍莱 眼眸有温和的光芒闪过 这应该就是庄贤 万寿国百草山庄二公子 白露惊意地发现这人没带灵兽 庄贤微笑着 他有些认识 我现在把他照出来 场上一片哄笑声响起 这是不好意思把灵兽拉出来的 这看着就是个妖罐子啊 男人这样怎么能行 白露听着这些话 皱了皱眉 人是不可冒相的 在场上就是外表最弱的对手 也不能轻看 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个白露是最清楚的 他一本正经地盯着这个对手 庄贤一直身体狠用 都是被人嘲笑 但这是头一次 有人用看待对手的目光来看他 只见他单手一划 一个召唤阵法就出来了 而就在这一刻 龙玉的灵兽威压伴随着吼叫 从阵法中翻过而出 白色的光芒将整个斗兽场都笼罩住 一只灵甲闪闪发亮 气势强横的灵兽 从内法阵之中脉步走出来 张着血盆大口 只听得乌熬的一声吼叫 让在场的人寒毛都竖起来了 场上的人正交头接耳议论着 是我眼瞎了吗 那是麒麟兽 这个药罐子居然觉醒了一只圣麒麟 众人不仅为白露捏了一把汗 看来白家那位这次是遇到对手了 谁能想到百变的劲敌居然是只圣麒麟 只见他灵甲闪闪发光 气势强横 熬的一声吼叫 只把在场的人震得平住了呼吸 白露也被眼前的麒麟兽给震惊到了 但还是非常友好的看着装衔 没想到这大赛上还能看到麒麟 百草山庄不可小觑 装衔礼貌地坐着衣 请自叫 下一刻麒麟兽身上圣光大显 那光芒带起灼烧动 对着百变嗷嗷地吼叫着 强烈的威压带麒麟烈的风 压得白露身上的衣裙整个往后翻飞 白露不免心里有些担心 对手是一只圣麒兽 不知道百变行不行 百变哪是真正的赤鸣狗 纵身一蕴 气势倾泻而出 下一刻 空气里的灵力开始沸腾 一道火红的光芒直照亮了全场 随着发出一声嘶吼 只见整个赤鸣狗的身躯越变越大 气势不舒胜麒麟 众人都微微一正 正在这时晴空万里的天空 忽然变天竟然黑了下来 众人都在奇怪 怎么还突然变天了 与此同时 白头山下 岩浆发了风一样的沸腾 元心碎抱着念念从关中腾空而起 他望向了山顶外 那个他时时凝望却出不去的地方 那个承载了他们现足全足血肉灵魂的世界 还真如英语所说 这封印把九重灵力当作他给困住 他只要包去了九重灵力 这个封印枷锁就不再束缚他了 他抱着念念来到了魔剑中 无数的魔物都挤在魔剑封印前 魔物们看到是念念激动不已 是念念 快抱过来 哎呦 念念在外面肯定吃谱 他那小脸瘦的 不过好像气色比以前还好 大家诡异地看着元心碎 这人不会天天用灵力瘟养着 他们念念的身去吧 但这人也长得太美了 简直美翻天了 英女大人一看元心碎将念念送回来 笑意隐隐地说道 把念念给我吧 元心碎生怕他们来抢 身子往后缩了缩 不行 我带过来只是让你们看一眼 他是我 一个魔怪说道 英女叫了你出来的办法 你要信守承诺呀 英女想着这家伙一出生就被关在那山下 秉星应该和小孩子差不多 得温柔点 于是英女大人像哄小孩一样哄道 好孩子 答应了别人的事情要做到 快把他给我 元心碎不仅低头看了看念念 这丫头漂亮地向外面生机勃勃的花 他要一直和他一起睡 此时 他只有一个念头 他捡的就是他的 于是说道 嗯 我不是乖孩子 而且我一开始就没答应过你 说着他还当着魔怪们的面 情不自禁在念念的额头亲了一下 我的小娃娃 我带你走 英女看着元心碎转身就要走 废都气炸了 隔着封印都能感受到他心里的怒 英女还是没有放弃 元心碎 你要去哪 你不能去外面 你忘了你的族人们都是怎么死的吗 随后元心碎停下脚步 转头说道 我怎么会忘 你帮了我 我出去后自会帮你找到破除魔剑封印之法 元心碎也想知道他怀里的人魂迫在哪 此时他已不想要不会动的了 他想要活得有灵魂的念念 那应该更有意思 只见他的脚下起了一个算卦阵 阵法直指万寿国的方向 英女面色一尘 他叫他剥离了九成的灵力居然还这么强 这至少是天灵者的实力 可是明明没人教导他修炼 他在那封印之地里到底做了什么 这个男人包去自身的九重灵力 解除了千年封印 亮起算卦阵直指万寿国方向 他只想要一个活的念念陪伴他 然后他抱着念念朝着万寿国腾空而去 我见的怪物们在封印的结界里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元心碎远去的背影 伤心不已 念念 我们的念念就这样被他给带走了 英女大人只希望元心碎能照顾好念念 此时斗兽场上的白鹿 根本不知道有人朝着他的方向来了 他正站在逆风方向 看着百变一变得无比高大 背上的毛根根直刺如炸雷 在这样的冲击下 对手庄贤都有些站不稳了 只听着台上的众人发出振振感叹声 这是变异了 当开始白族长老看到那庞大的圣麒麟时 心里早就捏了一把汗 他也没想到百变居然会变得这么高大 微弩无比 兴奋异常 变异 变异好啊 白鹿笑着说道 那我们开始吧 庄贤一开始就觉得他不简单 圣麒麟 收到命令的圣麒麟鸣叫了一声 猛地向百变冲了过去 下一刻金色的圣光和蓝色的烈火交织在一起 赛场上顿时炸开浓烟 适量的光线将白鹿和庄贤都吞没进去 赤鬼队的领队露出诧异的目光 幼崽灵兽居然能制造出这样的能量冲击 这实力好比人灵敬强者吗 台上的人猜着 是圣麒麟赢了吗 万兽国的异兽师嫁异兽师厉害 但是他们本身无法修炼灵力 大家看得泰国入迷都忘记了 这是赤鬼谷和灵天学院的最早反应过来 他们担心白鹿会不会有危险 场上的滚滚浓烟在一瞬间散开 庞大的麒麟兽已倒在了地上 晕死了过去 而庄贤受到余波的波及 来不及避开喷了一口血出来 本来就凝弱的人这事看起来更摇摇欲坠了 台上所有人都看向白鹿的方向 此刻他身上覆盖了一层淡淡的乳白色光运 那光运形成了一个半透明铠甲的模样 将那些余波全都挡下来了 这事有人激动地发声 灵 灵体 那是灵力吧 居然是灵力双修 异兽师本就比别人想有一份异兽的天赋 再加上能修炼灵力 那不管在哪都是让人羡慕的存在 白族长老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不住地叫着好 好 苏灵燕这事怪白鹿抢了他的风头 心里都要气疯了 看着场上的白鹿 心里暗暗骂着 混账混账 那个剑人和白家人眼里还有我这个地鸡吗 站在远处的地后 有一根手指带着一截黄金护脚 他这时取了下来 露出一个半截手指 那是阴念在牢里咬掉的 一直被掩盖在华美的护甲下 那个白鹿 怎么越看越发觉得和那个剑种一样讨厌爱事呢 地后恨得咬牙裂齿 眼里透出浓郁的杀气 凡是挡了他焰而露的 他会一并铲除 这时斗兽场上裁判员走过来 他抬手指向公示篮 娓娓道来 今日出示通过者名单如下 明日比赛分为攻方和守方 由攻方选择守方 现在进行攻方抽签 白族长老孝竹颜开 挥手向白鹿说道 漏不用担心 除了地鸡 你可以随便选 准赢 哈哈 然后听到裁判员说道 下一位攻方 白家白鹿 现在请自行选择守方 白鹿这时一眼就看中了一个名字 百变变身成高大威猛无比的赤鸣狗 将灵兽胜麒麟打败 白鹿用灵力挡住渔波 未被伤及分毫 一兽是只有一兽的天赋 但白鹿却是灵力双雄 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这时场上裁判员问道 剩下这些你学哪个 白鹿一眼就看中了那个名字 但是他没有说什么 直接抬手 灵力在他手上凝聚 飞快地化为一柄长枪的模样 灵天学院的老师猛地知情呗 居然是灵力凝气 这个小姑娘看来不简单啊 可更为惊讶地还在后面 白鹿眼里带着一丝杀意 手上长枪猛地飞至 在众人不敢置信的目光中 狠狠地扎在了一个名字上 地鸡 苏灵燕 白族族老一口刚灌进去的 茶水金属喷了出来 刚刚还叫他不要选地鸡 这可怎么办 周绍玉猛地来了精神 看来一场好戏要上你 他看着台上的白鹿笑着露出了五牙 哎哟 漂亮 就不爱看那种挑软柿子捏的 苏灵燕冷笑一声 对自己的实力相当自信 母后 你看这个贱丫头 居然敢和我比高低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帝后却满脸凝重 也让你自己小心点 我总觉得这个小丫头不简单 白鹿居然已经选了 白族长老也只好接受这个现实 长老深思熟虑之后说道 漏 今后你就回白家主 别住宫里了 白鹿犹豫了一瞬 如果不在宫里 他就见不到辣辣了 但是这身躯原主从小在宫中长大 继续待在这里肯定会露出马脚 而且现在帝后一定盯上他了 长老见他无动于衷疑惑地问道 鹿是不愿回白家吗 白鹿回过神来 笑盈盈 没有啊祖老 漏也好久没回家了 我也想回去住了 白族长老连连点头 好好好 旁边的人看着白鹿和白长老的身影 思索着这白家是要复兴了呀 白长老和白鹿一起坐在了回白家的售车上 白长老又做了一个决定 准备晚上劝服其他祖老将白鹿的实力再提一提 白鹿也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事 连声谢谢 白长老向又想起了什么 不过 这封家风巡今天怎么没来 白鹿表面答着不知道 心里却在偷笑着 赶出来才怪了 现在估计还躺着养伤吧 只见售车来到了万寿国的中心地带 在一处高门前停了下来 门边上写着大大的白字 门外是两只浑身金甲燃着浓浓火焰的火甲龟手 身上气势惊人 一排家奴们早在门外等着 见白鹿想 立刻坐着衣 声音里透着敬畏 恭迎大小姐回府 正要进去 忽然听见了旁边有一阵嘈杂声 白鹿定惊望去 那是怎么了 旁边丫头低头答道 是 室内红颜楼的楼主看上了一个男人 红颜楼那楼主是个女中恶霸 他就爱管那些没有实力背景又好看的男人 拖进红楼成为他赚钱的工具 白族长老满脸底 那人呢 别管他 免得惹了一身骚 罗 我们回家 这时只听着一阵鞭子猛拍地面的声音 在巷子中回答 原来是穿着红色长裙的女人手持一条刺骨鞭 此人正是红颜楼主红颜 正在避问一个怀抱女人的男 我再问你一遍 你是哪家的 旁边的路人纷纷驻足观看 都觉得很奇怪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男人可真好看 难怪会被楼主看中 不过那个男人抱着的是谁 连心碎眼底含着双血 他对眼前吵闹的女人不感兴趣 此时只想找回念念的魂魄 低头看着怀里的念念 满脸疑惑 正法挂上显示是这里没错呀 这个爵士美男要帮怀里的女人找回魂魄 因为长得太俊美 近半路遇到女土匪劫色 要将她抢回战尾己用 女土匪红颜楼主脸色阴沉 恶狠狠地说 喂 我问你你是哪家的 你是哑巴吗 然后她手上的刺骨鞭重重地摔在地上 啪啪作响 威胁性十足 原心碎面无表情 忠于抬眸看向这个吵闹的女人 不是哪家的 孤身一人 红颜被那双迷人的双眸盯住 顿时感到一种窒息的惊艳 脸上泛起了红韵 她有了一种无处躲藏的浓烈的自卑感 但此刻她见这张俊美绝伦的脸 心底有了一种像清了毒一样的战友 与攀爬缠绕起来 于是问原心碎怀里抱着的是谁 还让原心碎把她扔了 直接跟着她回红颜楼 原心碎眼里凶光微露 根本懒得理她这种虎脚蛮缠的人 静止抱着念念朝前走去 红颜哪肯放过这种角色 一只手就要抓上去 你没有听清我说的话吗 但是就在她伸出手的那一刻 一个阵法忽然将她整只手都笼罩住了 请客间 无数血色细丝从里面钻出来 眨眼就将红颜的手给捆住了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那只不能动弹的手 鲜血淋漓 一种钻心刺骨的痛惜卷而来 大喊着救命 旁边的人也惊诧不已 是阵法师 不对 是小神镜 阵法师那真是只看重天赋的 小神镜的阵法师论起战斗力 绝对比单纯的小神镜更强 红颜早已没有了刚才的威风淋漓 狼狈的满脸苍白涕泪横流地跪在地上 再没有刚才那副要将这男人招入自己后院的想法 抓住圆心碎的衣角哭哭啼啼地叫着 大人 大人饶命啊大人 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 圆心碎顿了顿脚步 心里满是嫌弃 觉得这女人有种很脏的感觉 然后垂下眼眸看向那个女人 没事的 女人顿时止住哭声 露出狂喜的表情 忽然衣服有种撕裂的声音 那块衣角被撕掉了下来 这是圆心碎的下一句话 足以吓死这个女人 你死了我就不怪你了 瞬间一个阵法突兀地出现在红颜的头顶 红颜浑身发抖 头猛地磕向地面如岛丛 嘴里一直求饶 不不不 大人我 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做 只要你饶我不死 求求你了大人 这时已经开始凝聚力量的阵法骤然停住 廉心碎慢悠悠地说道 是吗 声音虽然轻 但在红颜眼里那就是圣旨一样的存在 红颜握着那只血肉模糊的手 声音里充满虔诚 像一个信徒 是的大人 只要大人您想要的 红颜都可以帮你夺过来 连心碎背对着他 若有所思地说道 你帮我找个人 那人应该就在附近 我要你想办法 把附近所有的人都召集过来 红颜巷抓住了救命稻草 拼命点头 我想办法 大人您留着我 留着我一定有用的 这天下午 白鹿在房间里修炼完之后往外面走 结果就看见那些祖老们还在商议 不断地有争吵声从里面传出来 百变在一旁说道 主人 他们在争论要不要让你敬家此 白鹿一脸默然 笑着说 让他们争取吧 正好我对白家家慈和白家的换骨秘法 还蛮感兴趣的 当初他们利用这个秘法 抢了我的奉原 那这里说不定有切断苏林燕 和我宰宰关系的方法 白鹿眼神沉了沉 想起喇喇依然觉得心口一阵阵揪着疼 正在这时听见几个女奴 正在悄悄地焦头接耳的 隔壁红颜楼出大事了 我当时就在场了 你是没看到那楼柱下成什么样了 不过那个男人是真的好看 好羡慕他怀里的那个女人 好像一直是那位大人抱着他走的 听到这里 白鹿一脸嫌弃地皱了皱眉 这世上还有这种 自己鹿都不愿意走要男人抱着的娇气女人 这个女土匪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在大街上强强美男 但这爵士美男可不是好惹的 一个阵法就让他的手血肉模糊 指引得鹿人皆知 白府中的女奴对着是津津乐道 白鹿对这些八卦新闻不感兴趣 他打算去外面逛逛去 于是对百变说道 百变 我带你出去逛逛吧 百变高兴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正要出门忽然被一个声音叫住 喂 白家的 白鹿顺着声音看去 原来是那喜欢纠缠他的周少豫靠在墙根 正好我要进去 你出来的也一样 看见这个好战阴魂不散的家伙 白鹿也很偷偷 不耐烦地问他 你来干什么 周少豫脸露笑意 拐人啊 那些老家伙都去看地基了 就我不一样 我还来找你 你应该很感动吧 白鹿看着眼前这个稚嫩略带调皮的少年 都不想和他过多交流 周少豫继续说道 你要不来我周家吧 我保证我周家给你的资源不比白家少 怎么样 考虑吗 百变这时已缩成小小狗 看着这个少年对自家主人纠缠不休 不仅对周少豫翻起了白眼 周少豫皱了皱眉 你这灵兽很无理啊 白鹿下意识地侧过脸看了看自家宰宰 百变瞪着圆溜溜的眼睛萌萌的 还奶生奶气地熬了一声 用脑袋蹭了蹭白鹿的脖梗 无害地像一只小兔子 白鹿用手抚摸着百变的头 你少胡说 没有比我家百变更有礼貌的宰宰了 周少豫被他这一番变脸真的目瞪口呆 这女人眼睛是瞎了吗 还有这个小不点真会伪装 白鹿带着百变正要绕过周少豫出去 周少豫却像个根屁虫 甩都甩不掉 直接拦住白鹿的去路 你要去哪 和我回周家吧 看来他今儿都还非要把白鹿拉到周家不可 而这一切都被白家大佬尽收眼底 大长佬对旁边的二祖佬说道 你看看人家 抢人都抢到我们地盘上 二祖佬若有所思 可是我们那家瓷藏着的东西 大祖佬意味深长地看着白鹿 路而迟早会成为白家的家主 家瓷的事他早晚会知道 在热闹繁华的大街上 各种叫卖声不绝于耳 桂花糕 好吃的桂花糕 姑娘 要不要看下发簪 而在白鹿身后 周少豫这条尾巴一直跟着他 你们万寿国有什么特产吗 你怎么不说话 白鹿心里烦透着人 想清静点都不行 忽然他停下脚步 周少豫调皮地看着他 怎么 想通了 准备和我回周家了吗 白鹿直直地盯着前方 并未理睬他 周少豫也循着白鹿的方向探去 你在看什么呢 原来是白鹿看见那吴家的吴雪 还有苏灵燕 风巡竟然一起走了过来 吴雪阁老远都在嘲笑 呦 周少豫 你又来馋姑娘了 周少豫看着鼻青脸肿的风巡 不免扑斥一声 随后便捧腹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风巡你这是被谁做成这个样子 快告诉我 我好去认识人家 我肯定和那人特别投缘 风巡羞愤难堪 是苏灵燕和吴雪飞拽着他来的 他本来根本就不想出来 他发出了一声冷笑 投缘 那可是魔族愚孽 周少豫 你想认识魔族的崽子 我可没意见 周少豫笑容一手 魔族 一听魔族他又来了兴趣 只听说过但还真没见过 还真想回一会儿 吴雪插着腰上前警告道 你还没听说这事吧 有魔族愚孽现实了 就藏在人群里呢 说不定哪一天那人就会找上你 周少豫这好战的性格 在哪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正好 打一架没 当我怕过谁不成 白鹿刚想悄悄溜走 谁成想他眼睛到很尖 立刻向白鹿叫道 哎 白家的 你等等我 这是苏灵燕阴阳怪气的声音传来 表姐就这么讨厌我 不想见我吗 以至于今日竞选了我对战 还是说 是因为寻哥哥 其实我知道姐姐你也很喜欢寻哥哥 苏灵燕并没有将辣辣带出来 白鹿既不能在这里就杀了他 可他对苏灵燕的厌恶 还是控制不住的要从眼底流淌出来 然后苏灵燕故作小鸟一人装 抓住风寻的手 羞怯地望着那个肿成肉包子的脸 我们寻哥哥是五周公认天赋最好样貌最佳的男子 白鹿和吴雪都感觉很无语 只有周少玉在心里笑着这人还不如他呢 白鹿忽然回转身笑道 哈 容貌最佳 说不定还没有红颜楼那位好看呢 风寻顶着一个包子脸扑街 被白鹿嘲笑比不上压楼里的人 随即恼羞成怒 你敢把我和那些肮脏东西比 你活得不耐烦了 白鹿的小跟班周少玉看不过挑眉说道 人家只说容貌啊 红颜楼里的人就不是人了 眼看着这又要吵起来 哪边都不帮得吴雪轻笑了一声说 那我们去红颜楼看看不就知道了 周少玉兴奋地一把拉住白鹿 我们也过去瞧瞧 话说你见过了红颜楼的那位 白鹿不想和周少玉走得太近 一脸嫌弃 让他别拉他 此刻的红颜楼里 原心碎将念念的身躯 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床上 红颜以为男人都是一个样 还专门挑了四个花枝招展的姑娘 送到原心碎面前 大人 这四位是我们红颜楼里最漂亮的姑娘 您看看今天让谁伺候你 红颜自信一笑 虽然不知道那个意志不醒的女人是谁 但是他就不信这世上 有男人会推去送上门的女人 果然 原心碎看了一圈之后 突然对着其中一个子群女人招了招手 你过来 女人心里一颤 小脸顿时一红 不可置信地看着面前的美男 心跳如鸡骨 我 真的是我吗 红颜在旁边偷笑着 果然 男人都是一个样 大人 女人一步步地朝着原心碎的方向走去 媚眼如丝声音像是要融化了一样 话都还没说完 就看见原心碎朝着他伸出了手 女人心跳加速 面色朝红 还以为美男是要摸他的小脸 旁边一群女人投来了妒忌的眼神 哪知道原心碎的手在他头上掠过 下一刻那女人头上最漂亮的一只簪子就被他拔了下来 女人满脸疑惑 这 这是什么意思 红颜立马呆住实话了 这怎么可能 他又失算了 旁边的女人不禁偷笑出声 原心碎将发簪拿到了阴念的头上 或许再看这黄色的簪子和他是不是很大 然而下一秒原心碎露出了不满意的表情 起身将簪子重重地甩在了地上 簪子瞬间断成了几节 红颜早下的魂不附体 双膝跪倒在地 声音里满是恐惧 大 大人 怎么了 原心碎面无表情 簪子不够好看 配不上他 声音里透着冷漠 红颜像收到圣旨一样 立马扭转头对另几个女人命令的 去 去找 几个女人哪敢迟疑 慌慌张张地答应着 这是原心碎冷落的目光落在红颜身上 让红颜不仅打了个冷战 只听到原心碎内如泉水般动听的声音传来 算了 人都到齐了吗 我要去找人了 红颜跪倒在地 眼神都不敢直视面前像圣人一般的男人 生怕哪做的不对 声音哆哆嗦嗦嗦的 到 到齐了 我这就带您出去 此时的红颜楼阁楼上 花魁和南军两人像一个木偶一样坐着 绷别人观赏 两人长得很美 却美得空洞 他们一开始也是有反抗过的 但他们修炼天赋不好 又没有强横的背景 被红颜牢牢地捏在掌心 这时红颜楼门前已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人 大家都议论纷纷 嘖嘖 真是可惜了 长得这么好看却落到了那个女人手上 周少玉这时探出头 真热闹啊 怎么聚集了这么多人 白鹿一行人站在外围 抬头就看见了那红颜楼上的一男一女 苏林燕刚才还担心呢 这会儿看见的男人立刻就笑着说 哟 就这儿 真没想到表姐原来喜欢这种男人了 连寻哥哥的十分之一都比不上 苏林燕迫不及待地要向风巡展露一步好 她最近明显感觉到从白头扇回来之后 风巡对她的态度就冷淡了许多 风巡对白鹿拿她跟这张地方的人比早就耿耿于怀 她满脸怒气地抓住白鹿的衣领 你胆敢拿这种人和我比 信不信我能让你登不上明天的斗兽场 正在这时人群中几道兴奋的声音传来 哇 这位大人也太好看了吧 我还从没见过如此美丽的男人 风巡和白鹿寻声望去 就看见周围所有人都痴迷地看着阁楼之上 那花魁和男君不知什么时候被扯下去 阁楼上那平常十分嚣张的红颜楼主 像只狗一样点头哈腰 这红颜楼主也当得太悲催了 一个男人坐在了那边椅子上 旁边的小椅上则是坐着一个女人 女人好像睡着了 靠在那男人身上 墨发遮挡看不清全脸 男人乌黑地发梭了起来 眼尾一扫便让人觉得心惊肉跳 多看一眼都是亵渎 众人都在疑惑 他一旁睡着的女子又是谁呢 这个爵士美男一眼就认出了 那个他要找的灵魂 眼里满是星星 终于找到你了 我的偶娃娃 由现足特有阵法加持过的双眼 可穿破各种遮掩窥视万物本质 他一眼就看见那只是一个躯窍 而躯窍里 是他要找的昏破 一开始原心碎睡猛了 随手抓了他当枕头 后来又觉得他其实也可以当他的偶娃娃 偶娃娃是用来配合他们现足特有的阵法 战力非常强大 一人一生只会有一个偶娃娃 原心碎冲白露弯唇一笑 那一笑让众人都觉得眼前一慌 久久都会不过神来 苏林燕和吴雪同为女人 都被震得说不出话来 吴雪直觉喉咙发迹 春心荡漾 双颊飞红 他 他在看我们 苏林燕正正地看着原心碎 和他一比 他刚才还喜欢的不行的风巡 突然就变得平平无奇起来 这个男人笑起来好漂亮 风巡这时还抓着白露的衣领 两人正正地看着台上的男人 白露还在奇怪 这个男人为什么会对他笑 原心碎笑容消失 突然伸出了一根手指摇摇一指 一个巨大的阵法出现在半空 巨大的威压轰的一声将所有人都摁倒 这时所有人的目光中都充满了恐惧 什么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不受控制了 吴雪面色苍白 被吓得魂不附体 随即向大家叫道 是小神镜的阵法师 低头 不要和他对视 真是见鬼了 他们的长辈们都没有跟出来 这要是撞见一个什么都不管的强者疯子 突然发疯杀了他们怎么办 其他人纷纷将头低了下来 苏灵燕吓得浑身发抖 巡哥哥 怎么办 这时苏灵燕惊诧地发现 风巡早已趴在了地上 可偏偏这么多人 只有白露一人毫无感觉 白露脸上写满了疑惑 为什么我身上一点威压都没感受到 百变神情紧绷 警惕地看着这一切 主人 这人很危险 白露当机立断 不行 我也要跪 不然太眨眼了 愣是把两条膝盖给他弄直了 鹰面低着头 紧张得冷汗直冒 怎么回事 这股强大的力 这人难不成知道我是魔族那边过来的 怎么办 不然怎么会对他这样 原心碎见白露都不抬头 他不满地皱眉 打了个响指 下一刻鹰面不受控制地抬起了头 所有人被迫低着头 白露快惊掉了下来 怎 怎么回事 这时四目相对 只有他看见了他的笑 白露只觉整个身体都动不了 心底惊骇如海涛冲撞 完蛋了 我的法器也没办法炸死这个小神经的强者 下一刻鹰面就觉得身体一轻 橫空飘了起来 整个人被直接拽到了阁楼上 他眼看着原心碎那张脸越来越紧 可他真是半点想要欣赏每次的意思都没有 原心碎伸手一把搂住了他 白露感到一阵窒息 尤其是在原心碎对着他伸出手之后 白露更是一阵绝望 完了 老魔们 你们的念念就要夭折在这儿了 可下一刻 白露就感觉到自己的脑袋被人捧住 但又无法反抗 他轻易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这人要干什么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男人温热地唇落在了他的额头上 空气中充满着暧昧的气息 白露顿时小脸一红 整个人僵着 然后正正地打量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 看来他并没有想杀我 也没有发现我的身份 原心碎小时候就很爱惜自己的偶娃娃 每次在睡觉前 都要用脸贴一贴偶娃娃的脸 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的 随后他又向白露伸出了手 白露也顾不上刚才被轻薄的事 下意识地用手一挡 强装镇定地说道 你认识我 原心碎将旁边一直看不清楚脸的躯体 剥开了头发 让他看 这一看差点把一念的三魂六魄都吓飞了 这 这不是他的身体吗 这个爵士美男将美女的躯体占为己有 带着躯体找到了他的魂魄 但美女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随即他剥开念念躯体的头发 这一看差点把白露的三魂六魄都吓飞了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身体会落在这家伙手里 白露来不及细想立马就要去抢他的身体 而原心碎抱起他的躯体一下就躲开了 他一下扑了个空 摔得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他步不上什么危险不危险了 上去一把抓住了原心碎的衣服 你和我过来 然后拉着原心碎就往披静的地方走去 两人离开了阁楼 现场的威压才跟着消失 众人身体一松 都议论纷纷起来 刚刚发生了什么 那位大人不仅长得美 法力也这么强 周绍玉看都没看 心里只记挂着白露 神发现旁边早已空空如影 白露也不知所踪 周绍玉诧异地问吴雪 白家的去哪了 吴雪纯色一片苍白 冷汗直冒 被那位大人带走了 现在怕是凶多吉少了 周绍玉怕白露被那个凶残的阵法师弄死了 转身就飞奔而去 抛下一句话 我去找人来救白家的 你们先回去 原心碎拿出了一个灵气充裕的果子递给白露 吃吗 白露只觉这人很天真可笑 你看我现在是有心情吃东西的样子 原心碎不解地看着他 那你想要什么 白露看他并没有恶意 是探着说 我想要回我的躯体 原心碎一下挡在了念念躯体的身前 生怕白露去抢 不行 是我捡到的 白露很无语 他的躯体居然被别人占为己有了 但他想弄明白这躯体怎么跑到他那去了 于是问道 你从哪找到我的躯体的 原心碎告诉他 白头山 我住那 白露这是双眸圆争 惊诧不已 老妖婆说的那个被困在那里的就是你 他已经想象不到当时的场景了 真是倒了血霉 魔影兽们为什么要从白头山走啊 白露无比头痛地开始扒了自己的脑袋 那你要怎样才能把躯体还给我 原心碎霸气地说道 你是我的偶娃娃 我为什么要还 这一句差点让白露吐血 天呐 我娃娃又是个什么东西 白露很想放狠话 但问题就是他现在没有可以朝着他放狠话的实力 悄悄地看了一眼自己的躯体 问原心碎 你出白头山打算做什么 而他此时只有一个念头 要怎么做才能把我的躯体带走了 原心碎的脸不然阴云密密 令人不寒而栗 杀人吧 他说得很轻飘 但极具杀伤力 冲着白露露出了笑容 内笑非常勾人 却无端让人遍体深寒 白露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这小子难道和谁有仇 于是问道 杀谁 只见原心碎眼里闪过一丝杀意 目光所及之处 所有的人 我想把他们统统杀了 这话让白露震惊不已 他只觉得一阵寒意爬上几股 他觉得这位镇爽师 看起来偶尔会像 特别单纯的孩童一样 喜怒无常 行为也很直接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他骨子里带着一种 嗜血的残暴感 原心碎捧起白露的小脸 你别怕 我不会杀我的偶娃娃 我挺喜欢你的 他的声音很轻很好听 白露被他一摸 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原心碎拉了下念念躯体的衣领 脖梗下方靠近胸口处 是一个黑色的印记 那是魔剑的封印 因为有这个封印在 念念的灵魂回到身体后 还是会被封在魔剑里 原心碎说到 你这个爱事儿的封印 我能给你抹掉 白露在一旁 不可置信地问道 真的 你能抹掉这个封印 他很肯定地告诉他 嗯 能抹掉 随即就要伸手 去摸那个印记 白露看着自己身体 有了一种被轻薄的感觉 忍不住在一旁大叫 你这样摸哪呢 绝世美男想让美女的魂魄 回到她的身体里 遭到美女的断然拒绝 而她的身躯 还有魔族的封印 如果不去掉灵魂 回到身体后 就会被封在魔剑 原心碎在石棺中 没睡着的时候 早把祖老们留下来的书 看完了 据书中记载 魔剑的封印 主要是针对魔族下的 而白露不是魔族血脉 这个封印的威力不大 只要他努努力的话 就可以抹掉 明明能一脸无味地说出 想把所有人都杀了的话 但是这会儿分析起 这种事情来 倒是莫名地认真 白露觉得原心碎 这人真是一人千面 原心碎一本正经地 指着念念的身躯 你打算什么时候 回到自己的身体里 你现在的这个身体很丑啊 白露当然想回到 自己的身体里 只是他的火凤宰宰 还没有找回来 而这件事 只能借由白露的身体去做 所以他若有所思地说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 他刚在劝说原心碎 不要想着杀了所有人 因为有很多实力比他强的 也不能乱杀无辜 而且冤有头债有主 迁怒并不是理智的做法 露儿 外面已经响起了 白家祖老的声音 英年立刻对着原心碎说 你把我的躯体先收起来 等会儿人进来了我来说 你就直观点头就行 知道了吗 原心碎还没有这样被人说叫过 脸上有些不高兴 白露双手坐着衣 恳求道 拜托了 原心碎不乐意 但他的偶娃娃这样说了 也只能听话赵左 然后他摸着白露的头 行吧 听你的 谁让你是我的偶娃娃 他随后将躯体放进了 他的空间灵宝 像他这样的阵法师 都有可以收奈的内戒空间 这时白露直接打开了门 看见了白家一群人都来了 大祖老是八星天灵境强者 听闻白露被凶残阵法师带走了 怕有什么不测 白家这会儿能叫上的 天灵境强者都来了 祖老 我在这儿 两个祖老看到白露眼里满是关切 路儿 你没事吧 对啊 你没事吧 明天的比赛还指望你呢 两个祖老见人没事猛地松了一口气 这要是白露没了 之后的大赛水上 白露看着这两祖老担心的样子 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没什么事 害两位祖老担心了 然后两位祖老发现在了白露身旁的圆心碎 路儿 这位是 白露用手指向圆心碎 这位大人是小神镜阵法师 大人看我有阵法师上的造语 想说我为徒才照我上来的 边说着还边向圆心碎使劲地眨巴着眼睛 暗示圆心碎配合演戏 圆心碎纵容地看着他 他的娃娃不仅会骂人 还会骗人 但这样的灵魂貌似很有意思 祖老本想着来救白露还有一场恶战要打 这样看来不仅不用打了 还天上砸下一块馅饼 声音里透着惊喜 这是真的吗 我们漏真的有阵法天赋 圆心碎横给面子地应了一声 嗯 白露见他十分配合 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 但要不回他的躯体 也怕圆心碎一个不高兴把他毁尸灭几 所以要把这男人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着 哪怕这就像在尖刀上跳舞 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 于是对白祖老说道 大人今天很累了 请大人去咱们白府休息吧 白祖老巴结不得这个小神镜强者能去白府坐镇 脸上都笑成了一朵花 还是鹿儿想的周到 老夫我太高兴都忘了这茬 白祖长老以前都没看出白露有阵法师的天赋 令他十分疑惑 这位大人 您是如何看出我们家鹿儿有天赋的呀 然后又忽然想起了什么 老二 你带这位大人去客房好生休息一下 我和鹿儿还有话说 白露使劲地像圆心碎使眼色 眼里都写满了拜托了 圆心碎顿时无语 只好随二长老而去 这时只留下了白露和大祖老 大祖老提醒道 鹿儿已被这位大人收头的事情千万不可声张 免得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白露连连答应 这是怕引来逼后的注意 而他也正有此意 然后白露跟着祖老向前走着 他不知道祖老要带他去干嘛 因此不解地问道 祖老 我们这是要去哪 大祖老告诉他是去白家宗祠 走了一回 赫然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两层阁楼的房屋 白露刚走到门口 也不知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他好像听到了女人的哭声 这个祠堂里竟然传出女人哭泣的声音 白露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白家祖老推开祠堂的大门 让白露进去 白露扫视了一眼祠堂里面 那声音并未消失 满满一屋子的佛像 并没有其他的东西 白露也被眼前的景象震慑到了 祠堂好大 这里容纳千人也不成问题 白长老得意地捋了捋自己的胡须 那当然 这里可是加持了空间领保的 上万人都不成问题 对了 刚那位大人在不好问你 他是真的要收你为徒 白祖长老想再确认一下 毕竟那可是小神经的阵法师 白露为了打消大祖老的顾虑 立马答复道 是的 在魔剑的时候 他就学过魔族的阵法 阵法是通用的 到时候他也不怕露险 大祖老随即笑逐掩开 那就好 那就好 然后他神情凝重地吩咐白露盘腿坐下 白露立刻听话照办 祖老向佛像伸出手 立声说道 启 下一刻音念猛地看见面前那些佛像开始震战 一颗颗的乳白色明珠从佛像身上汲取出来 只听到那佛像居然发出呜呜的声响 而且声音越来越重 阴森森令人有种不舒服的感觉 白露还来不及细想 就看见大祖老已经将那些乳白色的明珠合在了一起 掌心火焰熊熊燃烧 凝联而成了一滴散发着惊人灵力威压的的珠子 随即白祖长老将那颗珠子递给白露 露儿 将它涂抹于你的眉心 念念点头将这奇特的珠子抹上眉心 下一颗一补精纯的灵力在他身上炸开 一瞬间经脉和肺腑都在隐隐作痛 一会额头上有大颗大颗的汗跟着滴落下来 他身上有灵力也有魔力 这玩意儿吃下去那魔元素竟然也跟着要往他身上钻 这可不行 白露急得立刻将体内那些魔元素压制起来 周围的灵力顿时翻滚了起来 白露心头涌上一阵狂喜 要突破了 好在突破人灵境的动静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不然还真瞒不过这个老头子 随后白露一脸镇静地睁开眼睛 我现在已经突破这一心人灵境了 等会儿回去再试试突破人魔镜 白祖长老连忙问 怎么样 这可是咱们白家的智宝 你第一次用效果应该是最好的 当年地基用完直接从一重灵体变成四重 原来苏灵燕也用了这东西 怪不得一下子就跳到四重灵体里 现在可不能 让老头子知道我的真实境界 白露冲着祖老露出一个笑容 我如今是九重灵体 这话一出指引的大长老哈哈大笑起来 他压根都不相信这小丫头是九重灵体之身 行了露儿 别强称念子说谎了 第一次使用 也不至于一下子就到了九重灵体 所以 到底是多少 白露见长老不信 然后拿出一把匕首 就准备往手上刺 并说到只要是九重灵体 倒是刺不进去肉里的 复杂不烂 他一心人灵境装个九重灵体完全没问题 大长老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白露右手拿着尖刀猛地刺向自己的手 果然 刺不尽 大长老激动的声音有些颤动 真 真是九重灵体 随后大长老疯狂大笑起来 哈哈 什么麒麟胜兽 我们鹿儿才是天赋第一的孩子 他开始做起未来白家称霸五周的梦了 白露好奇地问道 不过刚刚祖老给我用的东西是什么 这些佛像是法器 大祖老的神情突然就变得很怪异 他似笑非笑地盯着面前的佛像 自然是法器 是当年我白家鼎盛时期 咱们的家主请了非常厉害的练器师和正法师 一起来做出的至宝 白露一听来了兴致 祖老继续说道 鹿儿 这白家迟早要交给你 今日带你来 其一是为提升你的实力 其二便是要告知你 咱们白家长青不衰的秘密 这白家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这个祠堂的佛像竟渗透出乳白色的宁珠 大祖老将这些宁珠汇聚炼化成了一颗珠子 随后将宁珠给白露提升灵力 白露只觉灵力大增 过了一会 大祖老又拿出了一块令牌 灵力在他手中凝聚 随后他低声喝倒 开 金色的佛像前半身突然就像一扇门一样打开了 哎呀呀呀 好痛啊 放过我吧 干脆让我去死吧 救救我 锐利的哭声 叫声 和浓郁的血腥为一口气乍响 那一瞬间白露耳朵里像是扎进了一根又细又长的针 可白露甚至都没顾得上五珠耳朵 待他在看清楚里面场景的时候 双眼已经变得血红一片 他只觉得胸口闷得慌 几乎无法呼吸 竟然有这么多人 那些佛像是空心的 里面定满了一个个死人 隔一段时间那佛像中就会有一根长刺 扎穿他们的身躯 鲜血源源不断地流下来 却落在了他们脚下的阵法中 将血液里精纯的灵力提取出来 若是里面的人快死了 旁边还有一个治愈阵法 能让他们多活一段时间 有男有女 他们死死地瞪着自己的眼睛 被折磨到绝望的空洞眼神就像是一张巨网 将白露整个笼罩住 他刚才竟然用了这种东西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反胃 惊恐 还有马上随之涌上来压都压不住的怒 在外衣观楚楚的白家 背地里居然这么肮脏没有底线 他强力压制心中的怒火 他得弄清楚一些事 然后强装镇定地问大祖老 这些人都是从哪来的 大祖老不无得意地说道 有万寿国的 也有五周的 人太多了不计得 路儿你放心 用这些人绝对不会有后顾之忧的 白露看着离他最近的那尊佛像 里面有个女孩 她的嘴唇如动 无声地在说帮帮我 杀了我 所有人都用祈求的目光看着她 他们在求她救救他们 哪怕就不出 杀了他们也好过受这样的折磨 这漫长又痛苦的折磨 让他们所有人都生不如死 白露诧异地问道 就没人逃出去吗 大祖老一脸得意 这里的阵法可不是白布的 佛像就是他们的身体 一旦离开佛像 他们也活不成 然后只见大祖老眼睛都笑成了一条缝 拍了拍白露的肩膀 这可都是咱们祖宗给咱们留下来的余音呢 要懂得感激知道吗 宁愿看着面前这炼狱一样的场景 僵硬地扯了扯唇角 嗯 知道了 并嘱咐 白露道 行了好孩子 你去睡吧 明天还有比试呢 那些哭声尖叫声瞬间消失了 白露此时只觉浑身冰凉 他望着那些佛像 眼里充满了恨 佛像慈悲 真是可笑至极 随后白露和大祖老便离开了这个阴森恐怖的祠堂 白露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房间的 百变 你说那些人是想那么活着 还是想去死呢 百变瞬间变成了人 他肉嘟嘟的小脸上也是一片愤怒 拽紧了小拳头 如果是我的话 肯定觉得不如去死 白露猛地想起了什么 死阵 对了 可以去找他 找谁 身后突然传来原心碎的声音 转过身材发现这人不知什么时候躺在了他房间的床上 一惊松松垮垮地散开 墨发缠绕在他的肩膀上 和紧背上的绣花纠缠在一起 白露和百变都被吓了一跳 你怎么在我的房间 转顺白露眼前一亮 急忙上前抓住原心碎的手 等一下 你那么厉害 一定可以破死阵吗 白家的今天大秘密 居然是从活人血液中提取灵力 因此还不下一个死阵 那些被用于提取灵力的人插翅也难逃 白露看着那些人生不如死 想帮这些人脱离古海 于是想让原心碎去帮忙破除死阵 原心碎惊愕地看着白露 死阵只能毁 活阵能解 白露一听死阵只能毁顿时下猛了 转而又是满脸的失望 他还以为能救那些人 难道那些人只能在里面等死 面前的男人他都不知道是谁 却和他又走得这么近 于是他问道 对啊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原来他叫原心碎 白露像没听清一样 什么 原睡睡 真是个奇怪的人 奇怪的名字 百变也觉得这人名字挺特别 什么 碎碎 那和我家主人不就是碎碎年年了 这是原心碎眼底浮现出一个细小的镇子 清楚地看见白露现在的状况其实很不稳定 你身上的魔元素快要溢出来了 白露吓了一跳 这你都看得见 原心碎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告诉他 你要开街了 然后他又摸着白露的头 哦娃娃 你该升级了压太久对身体不好 谁知道他下一步惊爆起白露向床上走去 我们去睡觉吧 睡着睡着就会升级的 白露背着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得不知所措 以为他要和他做什么深度交流 你干嘛呢放我下来 百变在一旁也慌了神 拉着原心碎的衣角 快放了我家主人 白露在原心碎怀里拼命地挣扎着 原心碎只好将他放了下来 白露连忙后退紧 你干嘛呢 没听过男女受受不清吗 原心碎一脸纯真 我只是想让我娃娃你快点升级而已 我睡着睡着就会自动升级的 白露从来没听过这样升级的 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你睡着还能升级 大家都是很辛苦地修炼的好吗 原心碎小时候就没接触过族人以外的人 后来更是一个人被关着 别人是怎么修炼的他怎么会懂 原心碎以后不已 为什么要修炼 灵力不是会自己钻到身体里吗 白露回想起了自己为了提升一点实力 被老妖婆抓着鞭打的日子 悲痛兴起 你说的是人话吗 原心碎一抬手 在白露周围直接布下一个阵法 先别管这个 你还是先突破吧 我设定了结界 外面的人感受不到魔元素的 放心吧 白露立刻盘腿坐下 捉摸着这人还真够细心的 你倒还知道不能让人发现我的魔元素 原心碎答道 你家那些丑八怪说的 那些魔怪们带白露如同自己的孙子 白露一听就有些不高兴 咬咬牙强压心中的怒火 这小子完全是个直男 而且还这么毒蛇 不过看在你帮我设阵的份上 暂且不计较了 他也确实要压不住体内的魔元素 一放开 整个屋子的魔元素肉眼可见地暴躁起来 都不用白露招呼 他们成群结队地就轰的一声向着白露冲了管 把他人都冲傻了 这魔剑外面的魔元素 这是几万年没见过魔族人了是吧 这么热情的吗 原心碎朦朦朦胧的看了一眼 笑着说 看吧 就是自己动的 白露觉得比刚才突破人灵境简单多了 不费吹灰之力 过了一会 他木然睁开双眼 高兴地看了看自己的手 他想着他能突破 完全是受那些被困佛像的人恩会 而他却什么都没为他们做 白露的目光落在了原心碎身上 能教我怎么破死阵吗 原心碎想也不想就否决了 你实力太差破不了死阵 但是 我不仅可以破死阵 还能带你自由出入很多地方 白露不仅喜出望外 急切地说道 真的 那你能带我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皇宫吗 如果可以的话 那他现在就可以救出火凤仔仔了 另外死阵也可以解决吗 谁能想到火凤仔仔过得惨不忍睹 被狠毒的后妈折磨的遍体鳞伤 还要割了他的舌头 白露想救出死阵的人 也想救出火凤仔仔 让原心碎带他进入皇宫 原心碎诧异地问道 你进皇宫干什么 白露对苏林燕恨之入骨 于是冷笑道 去给人放血 刚才还一脸困倦的原心碎顿 是来的兴致 他似乎闻到了血的香味 伸出舌尖舔了舔烟红的唇角 放血这个我喜欢 白露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他想让他帮忙来着 但一听是这个 他就自己上钩了 这也太配合了吧 白露转而对白露说道 白露 你和先前一样 变成我的样子留在这里 以防万一 白露虽然也想跟着出去 但面上还是说着 主人你注意安全 然后白露就和原心碎向外走去 白露在后面脸拉得老长 满是敌意地看着原心碎的背影 想着他要变得足够强大 这样主人就不用找别人帮忙了 白露第一次体会到了 高等灵阵的威力 阵法又分灵阵和魔阵 他见过魔阵的人用高等魔阵的 要结阴化阵挺麻烦的 但原心碎这人抬手间就完成了 简直可怕 前一秒他还在白家门口 后一秒他竟然已经来到了皇宫的屋顶上 然后只见原心碎又抬手亮出一个阵法 直指向白露 白露身体瞬间被蓝色光芒罩住 随后原心碎说道 掩盖气息的阵法只能维持一炷香的时间 白露认真打量着眼前的男人 这家伙认真起来还挺帅 忽然有声音传了过来 一声声惨叫声不绝于耳 令他的心猛地揪了起来 他神情凝重地蹲下身揭开瓦片 结果就看见了让他心肩发抖的荧幕 辣辣被苏灵燕掐住了脖子 他痛的声音发抖 我主人一定会回来的 他会把你现在对我所做的一切都还给你 苏灵燕狠狠摁着他的头往桌子尖角上一次次的装 血液飞溅 冷笑着骂道 哈哈 还盼着那个贱人呢 你知不知道 你的主人早就死的骨头都烂了 他呼地拔出旁边的匕首 也因为兴奋变得扭曲 这么喜欢叫唤是吧 然后用匕首抵着辣辣的嘴 满眼星红地骂道 割了你的舌头 我看你还怎么说 辣辣拼命挣扎着 说着他就要狠狠一刀捅进去 目睹了全程的白露 根本没法控制自己的滔天怨恨 本就比灵力暴躁的魔元素轰然炸开 苏灵燕感觉到一样 下意识地抬起头 然后大喝道 谁 白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士 从房顶跳了下 他马上给自己蒙上一层面纱 不等苏灵燕发声 一心人魔镜的气势 直接将苏灵燕压趴在了地上 白露来到辣辣的身前 心疼地看着他的宰子 别怕 我来了 辣辣浑身上下被打得没有一块好肉 见到主人忍不住地就红了眼睛 呜呜地哭了起来 他哭得连主人都叫不出 白露直恨地咬牙切齿 他走到趴在地上的苏灵燕身前 一把拽住了苏灵燕的头发 只见他脸上一片青紫哇哇叫着 你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白露直接将他的头像磕啦啦一样 狠狠地往地面上撞 咚咚咚猛砸了几下 你刚刚不是很得意吗 白露压低声音 右手去捡那把鼻声 一刀直接捅进了苏灵燕的肚 瞬间鲜血四溅 苏灵燕早被撞得头破血流 又经这一刀 痛得压压压地叫着 白露死掐住他的脖子 虽然很想现在就杀了他 但他死了辣辣也会死 要不是仔仔的命和你绑在一起 我真想现在就掐死你 这是原心碎的声音传了过来 快上来 有人朝这边过来了 白露一下甩他已经晕死过去的苏灵燕 一把抱住了辣辣 我带你回家 辣辣乖巧地躺在那渴望已久的怀里 随后白露抱着辣辣飞伸上了屋顶 下一刻他们一起消失在了原地 地后一把暴气倒在血泊中的苏灵燕 只听了他一声咆哮 悲痛欲绝的声音响彻整个皇城 哎呀呀 叶儿 魔族杂种 我和你势不两立 火凤仔仔拉拉身受重伤 地后的法器勒进他的骨头里 痛得生不如死 原心碎使用灵力终将法器解开 白露抱着辣辣被原心碎带到了最远的一处山林中 辣辣痛得神志不清 白露只能紧紧抱着他 原心碎说道 你把他放下来 然后白露将浑身是伤的辣辣放到了一棵大树下 那尖锐的足连勒进辣辣的骨头里 只见原心碎手中凝聚灵力 辣辣这时痛得浑身抽搐 白露担心地看着辣辣 原心碎狠狠一转 那被地后操控着的法器咔嚓一声碎裂 很快辣辣没了那个束缚 身上都不那么痛 白露心疼的一把抱起了清醒的辣辣 双眸饮满泪水 辣辣苍白着小脸 用手抚摸着白露的脸安慰道 主人 辣辣不疼啊 你不要哭 白露愧疚地看着辣辣 他无法想象辣辣到底受了地后两亩女多少折磨 我应该早点想办法救你出来的 他将自己的头靠近辣辣的头 对苏灵燕恨得咬牙切齿 主人一定会想办法 解开你和苏灵燕之间的契约还你自由的 随后他将早已准备好的龙灵草掏出来一边哄辣辣说 来 吃掉这个你的伤能快点好 龙灵草不但可以催生用 还可以用于疗伤 辣辣毫不犹豫地一口吞了 白露是知恩图报 转头用手指着圆心碎 辣辣快谢谢这位大人 要是没有这位大人我也就不良 辣辣这会一点都不辣了 像个小面团一样乖巧 两眼炯炯有神地看着这个帅得一躺不吐的男人 心里满是感激 谢谢哥哥 圆心碎善意地应了一声 然后问白露道 回去吗 白露抱着辣辣就跟着圆心碎一起消失在了树林 苏灵燕被刺受重伤的消息 整个皇城已经快闹翻天了 白祖老都要睡着了才听闻了这个噩耗 他目瞪口呆 什么 地基被刺 血缝被偷 再怎么和白家不合 苏灵燕到底也有白家血脉 而且皇室和白家是绑在一块 大祖老立刻从床上起来一边穿鞋一边说 快 我们进宫 去把鹿儿也叫出来 他身后的女奴连连硬着 是 大人 白祖老生怕自己家唯一的一个好苗子 也着了那魔族人的手 随后女奴就去通知了白露 这时的白露是由百变变化而成的 百变见大祖老喊他一起去 惊讶不已 什么 叫我一起进宫 他也正无聊呢 然后立刻站起身 兴奋的就往外走 但心里却在担忧 主人啊 你可千万要再变身十线前回来啊 白家人都走了之后 没过多久 原心碎就带着白露回到了白家 而白家这时都没什么人 白露感觉有些奇怪 刚送拉拉回房间休息 一路上都没看到白家人 原心碎猜到 肯定是宫里的消息传过来了 白露一把拽住了原心碎 刚好 我带你去祠堂 然后二人一会就来到了那个阴森恐怖的祠堂 原心碎一进来就盯着那些火箱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死阵 好浓郁的血腥味 绝世美男带着白露到皇宫 救出了火凤仔仔 还帮拉拉解除了勒紧骨头的法器 然后又去解救那些佛像死阵里的人 白露拽着原心碎来到了那个食人血肉的祠堂 原心碎发现这些佛像渗透着血腥味 白露满眼期待地看着原心碎 能弄开这些佛像吗 他倒是想把那控制佛像开合的令牌偷出来 可那东西是大祖老随身携带的 根本没有下手的可能 只见原心碎抬起手 到我们脚下覆盖整个空间的死阵无解 这时白露随手给原心碎和自己各戴上了一个面具 虽然里面这些人都是可怜人 但是也要以防万一 怕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如果他们看见了他和原心碎的脸 不接受他们的帮忙最后还反咬他们一口 去讨好白家求生 那他岂不是白做了功夫 随后原心碎手指朝着佛像的方向轻轻一点 一道金光飞向那些佛像 咔嚓一声 很轻地脆响 佛像就被打开了 里面那些人纷纷抬起了头 见到白露的脸后他们一了好诡异的面具 其中一个睁着浑浊的双眼 是 是来救我们的吗 什么救我们的 看他身上穿着的就是白家弟子的衣服 白家人 你们都不得好死 有女人已经开始冲着白露脱口水尖叫了 你们白家人都该去死 你们就是一群嚼人血肉的恶魔 你们会遭报应的 所有人都用怨恨至极的眼神看着白露 像地狱里涌过的超伤的利鬼 白露太熟悉这样的眼神了 因为他自己就是戴着这样的眼神被抛下魔剑的 窝燥 原心碎皱紧眉头 一抬手那个骂人的女孩就直接从佛像上被撕了下来 狠狠摔在了地上 随后那些骂人的声音消失了 女孩跪倒在白露他们面前 不可置信地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 我 我出来了 然后原心碎再次一抬手 其他的人也从佛像上被分离出来 他们拖着这腐败不堪的身体像一句句行尸走肉 那个最早开骂的女孩 眼里满是疑惑地看着白露 声音颤抖地说道 你不是白家人吗 为什么 白露知道他是想问为什么救他们 直接打断他的话告诉他 我不是白家的人 我也没办法救你们 而这时原心碎发现白露居然将他护在了身后 不让原心碎抬口说话 尽量让这些人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 原心碎眼里略过一丝惊喜 我娃娃在保护我 白露继续说道 现在你们有两个选择 要么现在去死 要么回到佛像里继续受折磨 没有人想死 这是白露的认知 这些人或许会骂他 也或许会和白家人告状以此来邀功换取自由 所以他提前安排好了一个假白露 不管祖老们再怎么怀疑 也不会怀疑到他身上 而原心碎 等会儿他自然有办法彻底的撇干净他 白露深吸了一口气 他已经做好了被这些人埋怨和背叛的准备 扑通一声 一个男人突然对着白露跪了下来 扑通扑通 接二连三的有人对着他跪了下来 有些人伤得很重 膝带已经不能弯曲了 与其说跪 不如说是生生将自己已经扭曲的腿再一次掰断 狠狠地砸向地面 白露无比震惊 下意识地往后退去差点摔倒 身后的原心碎一把搂住了他的腰 下一刻那些跪着的人齐声说道 姑娘 请帮我们解脱吧 请姑娘毁了这个该死的地方 拜托了 这些在死阵中备受折磨的人 宁愿去死也不愿再回佛像受折磨 随后他们栖栖跪倒在地 要求白露帮他们解脱 毁了这个死阵 令白露震惊不已 他上前扶起跪着的绿衣女孩说道 不用跪我 是我先受了你们的恩惠 他们彼此间对视了一眼 绿衣女孩认出面前的恩惠 居然是白家大祖佬上次带来的姑娘 女孩上前对着白露和原心碎做着衣 两位的恩情无以为报 只希望两位恩惠能够一生顺住 他转而脸上露出一丝愤怒的表情 可以看出对这个刺堂深恶痛绝 恩惠 可以毁掉这个阵法吗 只要这个根源还在 还是会有人受气毒害 白露转头看向原心碎 原心碎心领神会 随手搭在白露的肩膀上 指尖在他的耳垂上黏了黏 有些不太乐意地说 获死症很累的 白露也知道自己今天提的要求有些太多 是不是要给这男人一点额外奖赏 于是问道 你有什么想要的吗 一个小神经的强者 一直徘徊在他身边 一定是需要他做什么 原心碎还真的认真地思索了一下 这个吗 然后他看着白露笑了笑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 你先欠着吧 下一刻他的手摁在了阵法上 那巨大的阵法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崩溃 那些将死的人看着眼前的一幕 好像松了一口气 终于要解脱了 而正在这时 绿鹰女孩忽然抬起头 颤抖着手递给白露一个令牌 女人 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 其实我并非是无父无母 没有依靠的孩子 我自小娇生惯养 只是和家里人吵嘴了我猜出来的 帮我把这个令牌 和这封信给百草山庄的庄主 白露几乎没有迟疑地 就接过了他的东西 惊异地看着令牌 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他看着这女孩 总觉得眼熟了 原来是那个败洛家族的孩子 他哥哥就是那个圣麒麟的主人 他和他哥哥真是向了八分 你哥哥是不是叫庄贤 女孩猛地眼前一亮 激动地握住白露的手 你见过我哥哥 他 他身体还好吗 白露看着面前的女孩 正在一点点消失 眼里满是悲伤 你哥哥很好 他觉醒了圣麒麟 你们百草山庄未来会好的 女孩这时声音里透着惊喜 那就好 那就好 恩人 感谢您 再见了 女孩留下最后一句话 阵法轰得一声崩溃了 在彻底消散之前 白露心里五味杂陈 他有遗憾没有救活他们 但能帮他们解除痛 也总算安心了点 他想着一定会为他们讨回公道 不会让他们白死 白露随即凝聚灵力 狠狠砸向了整座祠堂 然后整个空间都开始崩溃 最后露出了加词原本的样子 一切恢复了平静 但白露的内心久久不能平息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先杀地基 再破百家 魔族必出 血债必清 绝世美男想和美女一起睡 遭到美女无情的拒绝 就在刚刚他还是帮了的大忙 破除了那折磨人的死阵 中邦死阵里的人解脱 白露用灵力将整座祠堂恢复原貌 并在祠堂留下魔元素印记 让白族那些人以为是魔族余孽干的 绑玩这些天色也不早了 于是他对袁心碎说道 你先去红颜楼睡会儿 免得他们觉得你一个小神镜的阵法事 在白家还抓不到魔族人 我去皇宫把百变换回来 袁心碎皱眉 你不陪我睡 谁家偶娃娃天天往外面跑的 白露一听立马害羞的满脸红霞飞 诧异地问 睡觉 为什么要陪你睡 袁心碎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 那双绝色的眼睛阴沉压下 逼近白露说道 你是我的偶娃娃 当然要陪我睡 不是一直都这样的吗 白露用手挡住他 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等会 你之前也是和我的躯体一起睡觉的 袁心碎不仅想起了和枕头一起的美好时光 眼里有了一丝笑意 是啊 白露急切地问道 并纯真的用手指向眼睛 睡觉还能怎么睡 闭眼睛啊 白露想起自己的躯体和这男人睡过 有了一种被轻薄的感觉 忽然抱紧自己 那我呢 就是你睡觉 给不给我脱衣服的 只见袁心碎抬手点了点白露的额头 他觉得眼前的偶娃娃太可爱了 好好的睡觉为什么要脱衣服 你说什么胡话呢 白露看他一脸纯真的样子 在想到他是被常年封在关中 哪会懂那些男女之事 肯定是自己想多了 然后他提着的心终于放下来 立马恢复了平静 袁心碎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一会就变脸了 但他是他的偶娃娃 必须对他好 于是说道 我等会回红炎楼 那那我会帮你照顾好 我现在送你去皇宫 只见袁心碎手指轻轻一点 一个阵法出现在白露的脚下 白露腾空飞了起来 瞬间阵法将他传送了出去 他露出欣慰的表情 这家伙还挺厉害 转瞬之间 他就到了皇宫的一处庭院中 轻声呼叫着 百变 忽然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主人 令白露心头一阵狂喜 百变立刻变成了赤鸣狗的样子 朝着他跑过来 然后白露开心地将他抱了起来 百变像小孩子一样撒着叫 主人 你来得好晚 呜呜 百变差点就要撑不下去了 百变有点愧疚 差点让百变射险 道歉宰宰 现在两只宰宰已经都回到了他身边 就像是一颗星被补满了一样 这时百变准备带路 让主人去看看那个苏灵燕 一个人带着一堆灵药走过来 白露一愣 看那人身形象百叉山庄的庄贤 顿时想到了那绿衣女孩 交给自己的东西 试探性地叫了一声庄贤 随后那男人听到叫声顿下脚步 白露走上前来 庄公子 庄贤顿时笑了笑 打着招呼 白小姐 白露指着他手中提的东西 问道 这些灵药是给苏灵燕准备的 美女乔装改办将地击打得昏死过去 白露进攻挑衅地后 地后勃然大怒一掌将他击飞 且说百变带白露进攻打探情况 在半路遇到了百草山庄的庄贤 庄贤对白露的印象很好 脸上洋溢着温暖的笑容 是地后下的令 你也是来看地击的吗 庄贤看起来还是那副脸色苍白的样子 但宫里的女奴们再没有一个敢怠慢他的 白露还没好好欣赏过苏灵燕那副模样呢 于是说道 一起吧 同时白露也在想 他要怎么样把女人留给他的信件交给这庄贤呢 这庄贤又真的值得信任吗 随后两人结伴而行 没走两步就撞见了风寻 他的脸已往好如初 坐在轿子上还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样子 他眯起眼睛打亮起结伴而来的两人 轻壳了几声 表示他在这 等着白露他们打招呼 结果白露和庄贤当作没看见 从他身边擦肩而过 风寻被这样无视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于是喊道 白露 白露听到叫声顿时停下脚步 侧过深神情带着几分不耐烦 有事 风寻一冷 白露还在他面前一口一个寻哥哥的喊着 现在居然完全变了一个人 没有了当初的亲热镜 他完全不理解 怎么现在会对他态度这么冷淡 白露见他不说话 更不耐烦了 喊了人又不说话 什么毛病 风寻只觉一种无名之火向上窜了解 戏的话都说不全 你 而这是他身边跟着的一个随从小亲问道 公子 地基那边怎么办 咱们两家可还有婚约呢 风寻的脸阴沉沉的 他本来就不喜欢那个苏灵燕 要不是苏灵燕是凤原之躯能觉醒出神兽 他压根就不想要他 于是冷冷地说道 你觉得我会取一个没了神兽的废物 更何况他那张脸 如今着实令人作偶 是时候找个油 投退了这门婚事了 废物 随从看着自家公子大发雷霆 吓得连连后退差点摔倒 白露和庄贤赶忙上前扶住了他 只见白露这时掩路凶光 虽说苏灵燕可恶 但他也看不惯风寻这些自私自利的人 然后白露和庄贤则是进了那有只虫 虫防守的电雨里 白露一眼就瞧见了那阵暴怒的地后 几个灵一阵跪倒在地抖入筛坑 地上一片狼藉有杂碎的药灌 地后阴冷的声音如针刺一样 扎进在场的每一个人耳中 要是我燕尔醒不过来 你们这群没用的灵一脑子一个也别想流 他转而看向白露他们这边 庄贤来了 地后声音森恶 目光落在白露身上 像是脆了毒一样 你也来了 白露看着眼前的一幕 眼中闪过一抹厌恶 他将表情演示得很好 然后白露装出很难过的样子 表妹会好起来的 姑姑您别太难过了 白露上前一步 走到地后面前 唇角翘起带着几分刻意的挑衅 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 白家那边姑姑不用担心 白家有武 就让表妹好好疗伤吧 意思就是 您老就歇着吧 白家未来的家主 是我不是你那个病歪歪的女儿 这话顿时就让神经 已经紧绷到不正常的地后发狂了 恨得咬牙切齿 猖狂 我白家什么时候 有你个小丫头骗子说了算了 地后根本压不住自己的怒骨 在众人目瞪口呆的眼神 下一掌就将白露拍了出去 装弦大惊失色 白小姐 白露早有准备 用防御型的法器 悄悄抵挡了五分力 剩下的五分 结结实实地打在了她身上 白露惨叫一声 整个人如断了线的风筝 一般飞了出去 砸破木门摔在了外面的地面上 嘴角有鲜血渗出 她眼底掠过几分算计 很快仰起头对着外面大喊 救命啊 祖老 姑姑发疯了 姑姑要杀了我 白露想要解除自己灵兽和苏林燕的契约 通过向大祖老套话得知需要神兽果明露 到哪里去寻这么珍贵的东西呢 白露想挑拨地后和白家的关系 向地后故意挑衅 遭地后一掌鸡飞 地后因暴怒脸都变得扭曲 见人胡说八道讨拨是非 看我今天不撕烂你的嘴 然后向白露伸出手 准备置白露于死地 正在这时一股外力啪的一下打在了她的手上 她连连缩回手后退几步 几位祖老瞬间就出现在了白露面前 一见他们过来 刚才还好得声音贼响的白露顿时脑袋一歪 口吐鲜血 二祖老连忙扶起了白露 大祖老双眼血红地挡在了白露身前 二祖老赶忙从怀里取出一颗药丸 让白露扶下 露儿 吃了这个灵珠 地后还没反应过来 大祖老满眼失望地怒耻他道 地后 你今日所作所为当真让人心寒 地基出事是露儿造成的吗 何必迁怒旁人 难道自己女儿死了就要让其他人都陪葬 地后气得浑身发抖 你们都被这个丫头骗了 分明是他挑衅我在先 一听这话 白露躲在二祖老身后 泪流满面 一脸痛心地辩驳道 不知是哪句话挑衅了姑姑 我说让姑姑不要伤心 不要为白家太费心 这也有错吗 白露一脸悲怅 演技爆棚 这回他把头低下来 人完全躲在了二祖老身后 难不成要我说表妹醒不过来 姑姑才高兴吗 地后眼底一片争鸣心红 孽障住嘴 眼见他上来就又要动手 大祖老怒喝地后你太放肆了 那眼神锐利无比 像是要直接将面前的地后给刺穿一般 这两天白家和地后你来我往的互相试探忌惮 白家想跑白露 地后只想自己女儿出风头 掌控白家和皇室 但谁都没挑明 可就因为白露这一出即将法 这一层短来就轻薄的遮羞布终于被暴力扯开 鹿儿我们走 大祖老冷哼了一声 到底没有和地后再多说 不好彻底撕破脸 二祖老扶着白露和大祖老一起向门外走去 在路上白露忽然抓住大祖老的衣袖 我是不是要死了 祖老 如果我死了 能不能帮我把我和赤民狗的契约断开 至少让赤民狗继续为白家效力 这 一番话只把大祖老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一边轻开他的手安慰他 好孩子 别胡说 执着地问 若我真有那么一天 能断开契约吗 要怎么做 如果我今后真遇到什么不测 也好留下赤民狗 他的心砰砰地跳着 没错 他在套话 大祖老显然是被他一片心意感动 叹了一口气 鹿儿我问你 除了本命灵兽外 咱们要和其他的灵兽千奇需要什么 白露答道 需要咱们万兽国特有的兽神 我与灵兽各吃一颗 灵兽再将自己的一滴心头血融入咱们的兽源中 气就成了 大祖老神情凝重的点头 对 就是兽神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 神兽果树也有千之一的可能不结果 只开一种行如尖锥的黑色花 白露急忙问 是那黑色花 大祖老露出一个笑 飞也飞也 那黑色的花基本上活不过百月 但是万朵里还是会有一朵活下来 花里会凝出一滴露 要那凝露才行 白露越听心越沉 这么苛刻的要求 得找到什么时候去 但不管怎么样 有方法他就不会放弃的 那白家有吗 大祖老笑出声 哈哈 傻孩子 这么珍贵的东西我们哪能有 就这方法也还是咱们白家一位祖先 偶然间得到了这凝露不知道是什么 就喝了 结果直接和本命灵兽断了器材后悔不迭 白露想着终于知道解除的方法 真是太好了 我一定要断了辣辣和苏林燕之间的契约 随后一行人就已经到了白家 两个祖老扶着受伤的白露 二祖老建议道 大祖老 不如我们去祠堂提点纯露来给露儿疗伤 纯露是什么 自然是他们宗祠里的好东西了 大祖老露出一丝笑 对 倒是我疏忽了 来露儿跟我走 我们带你去祠堂疗伤 白露闻言 脸上浮现了发自内心的欣喜 就让这些人看看 他们的根基轰然倒塌的时刻 是什么表情 这两个灵兽宰宰为了一颗肉丸差点打架 白露感叹羊宰真难 原心遂帮助教育宰宰们做人 推开宗祠的大门 大祖老还以为会像正常时候一样 看见那些华丽的佛像 但没有 里面什么都没了 只有一个空空荡荡的房间 还有一排用魔元素拧起来的字 那字还猖狂地在祖老们面前一扭一扭 大祖老激怒之下 发出了一声发自肺腑的惨叫 我白家 我白家的根基全没了 该死的魔族人 二族老激火攻心跪倒在地 喉咙像是被人捏住了一样 说不出半句话 这对他们的打击是致命的 就该让这些狗砸碎生不如死才是 这才是对那些饱受折磨的 无辜民众最好的赔罪 看到他们难过的表情 白露心里十分愉悦 他又要开始演戏了 脸上竟然爬满了泪痕 危败得如同一瞬间老了五十岁 他用手捂着嘴 装着很悲痛的样子气不成声 魔族愚孽太过分了 竟然做出如此卑鄙无耻之事 我白家 我白家 他灵力一阵又不要前世地吐出一口血来 双眼一翻竟然是被直接气晕了过去 现场顿时又是一阵兵荒马乱 快 快请小神进阵法师大人 这回红颜楼里一间房间桌上摆满了首饰 原来是原心碎要给念念的躯体寻一根好看的发簪 他拿着发簪笔划着 满脸失望 不好看 不然 原心碎像是想到了什么 一脸严肃地转过头问红颜楼主 你睡觉脱衣服吗 楼主一愣 紧张地舌头打结 什么 若 若是自己睡 外衣 是 是要脱的吧 原心碎宁眉 又继续问道 那如果和别人一起睡呢 红颜楼就是个封城楼 他还以为原心碎在问那档子事呢 楼主下意识地说 若是在我这楼里 男女情义相合 你请我愿的话自然是全脱的呀 原心碎盯着床上念念身上的衣服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要脱 楼主下的魂魄都要没了 就在原心碎犹豫着的时候 好在白家派了人过来请他 那女奴惊慌失措地叫着 大人 我们大小姐晕过去了 大人您能回去看看吗 原心碎并没有理睬 直接抱起念念的躯体 一脸阴沉地向外走去 那女奴一脸惊恐地望着原心碎 他也害怕这个反手就能捏死他的大人物 大人 等等奴婢 但等他走出房间 发现外面空无一人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眨眼的功夫 人居然不见了 原心碎抱着念念的躯体 本还以为会看见白鹿 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场景 却没想到打开门之后 闻到了扑鼻的饭箱 白鹿和两个仔仔正坐在桌子旁 桌子 上面还摆着各种各样的肉 还有饱含灵力可以食用的菜 十分丰盛 白鹿叫道 快进来 别被那些女奴看见了 然后只听到砰的一声门就关上了 白鹿扶着原心碎坐在了饭桌旁的椅子上 并兴奋地告诉原心碎 这些都是我从魔剑带出来的特产 保证你没吃过 白鹿也伸着筷子在里面抢 两根筷子在盆里胡乱地翻紧 这是我的肉丸 辣辣也不甘示弱 明明是我看到的 白鹿无比头痛 这两个仔老是吵架了 只听他嘀咕道 羊仔真是心累 原心碎脸上没什么表情 打起木勺 轻轻往盆里一敲 轰的一下仿佛有无形的气浪子 两个小家伙身上扫过 辣辣和白鹿顿时浑身一僵 快要扭打在一起的两个身子 同时安静了下来 刚才那是什么感觉 百变和辣辣同时咽了一口口水 就好像有人拿着刀黄缓 抵在他们的命门一样 原心碎加了一个绿色的圆球 看向白鹿说 不会 挺好戴的 若不知家人惨死 而无仇可报才是可怜 白鹿为了要帮惨死的人完成心愿 乔装改办去给他家人送信 就在刚刚两个调皮的仔仔 被原心碎制得服服贴贴的 吃饱喝足后呼呼地睡着了 辣辣嘴角还留着哈辣子 可爱至极 白鹿好奇地向原心碎问道 你多大了 原心碎一脸茫然 忘记了 我本来还在底下墙壁上 刻日子计时间的 后来墙壁刻不下来了 我也就不记了 白鹿知道 有一些有实力的人 强大到一定的地步 容颜不变 肉身不服都是常识 但他想到这男人 是被封印在关中的 于是问道 那你是怎么出来的 说完又觉得自己问多了 我没有想要打探你的意思 你不想说的话可以不说的 原心碎一脸认真的说道 我把九成的力量引出来 封印以为那是我的本体 就把我气了困住了那九成力 白鹿完全被震惊到 什么分出了九成的实力 他的十分之一 就是如今五周的 战力巅峰小神经 这家伙也太厉害了吧 原心碎紧盯着白鹿 眼里有了一丝笑意 下次有想问的都可以问我 念念 我与你该是亲密无间的 白鹿一愣 没反应过来 什么亲密无间 是怎么能一本正经的 胡说八道的 这会原心碎眼里满是温柔 半点没有之前 别人死在他面前 他也一动不动的样子 他们现族人 与偶娃娃之间都是亲密无间的 然后白鹿站起身来 对原心碎说道 我出去一趟 百变和拉拉拜托你照顾 原心碎本想陪白鹿一起去的 但白鹿这样说只好放弃 他去哪他都想陪他 并关心地问道 你去哪 白鹿表示 是去给百草山庄的人家带信 然后他推门而去 原心碎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有些不舍 忽然感觉到一阵莫名的刺痛 然后他推开窗户 向着东边望去 东边方向 万里之外 白鹿早就知道百草山庄没落了 但是没想到竟然会没落到如此地步 那空空荡荡的没几个人守着的山庄 他不费吹灰之力就翻了进去 这时他躲在墙角 听到有人在说话 父亲 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圣山庄 我不去 是庄贤的声音 看见庄贤和一个中年男人一起往这边走过来 那中年男人只是一位地灵境强者 而且看起来灵力很虚浮 像是以前受过重伤毁了根基的 这个就是百草山庄的庄主 庄天问 只见庄天问暴怒 一张中年发福的脸爹的通红 你不去圣山庄 你是想和我一样老死在这山庄里吗 圣山庄和我保证了 他们的宗主会亲自收你为关门弟子 圣山庄能给你的 比我这个没用的爹不知道多多少 庄贤那张温润的脸上此刻爬满了讥讽 关门弟子 说是收我 其实是逼我 不过是一群强盗看中了我们山庄的灵样 打算强强而已 庄贤一把握住父亲的手 一双眼睛里遍布心红血丝 爹 这可是咱们祖祖辈辈一生的心血 你舍得拱手让人 自那次斗兽场上 庄贤觉醒了圣麒麟 圣山庄的人便指名要他 还要他父亲拱手献上山庄 或于圣山庄的威压 庄天问也无可奈何 一脸颓丧 又有什么办法 我一个废人 根本就没有能力护住山庄 我现在只想将你好好的送入大宗门之中 以后也不至于被人害了 多少仇家想把这个少年 英才扼杀在摇篮 庄贤恨得咬牙切齿 他们为了灵药 杀了我们家多少人 还有妹妹 听到这里躲在暗处的白鹿不仅浑身一阵 果然庄贤有个妹妹 庄贤紧紧地攥紧拳头 若是山庄没了 妹妹会找不到回家的母 我们不等妹妹了吗 庄天问眼圈一红 你妹妹 你妹妹说不定已经 庄贤因为激动骤然拔高了声音 不可能 妹妹肯定还好好的 白鹿听到这里有种揪心的疼 叹了口气 哎 可怜他们的家人死了呀 但是不让他们知道家人惨死 无仇可报才是可怜 然后白鹿抛出信物和信件 这些东西趴得砸在庄贤面前的地上 庄贤不仅大惊 谁 白鹿竟凝差阳错地得到了能解开契约的宁路 终于可以解开辣辣和苏林燕的契约了 就在刚刚他帮惨死的人的信件送给家人后 心里顿感轻松了许多 别人的遗愿完成了 随后白鹿飞速后退要跑了 庄贤看着白鹿的背影喊道 等等 请留步 我们不过去 就站这儿问几个问题 然后他捡起地上的信件 激动地问 这是我妹妹的东西 他还好吗 白鹿顿住了脚步 他沉默了一瞬压低声音道 你们看信就知道 庄贤一脸欣喜地打开信 却在看见里面的内容是僵住了 他的手开始微微发动 里面的字就好像刀一样 一下下凌迟着他的内心 心里一阵剧痛起来 眼里饮满泪水 一旁庄天问看他难过的表情 连忙凑不来看信 怎么了 玉儿在信里怎么说 这一看还差点要了庄天问的老命 开始还以为得到女儿的消息 很很快见面了 哪知道却是噩耗 庄天问猛地捂住胸口 急怒攻心之下 呕出一口血 白家 白家怎么敢 庄贤连忙扶住自己父亲 他满脸苍白 父亲 声音里满是悲凉 庄天问伤心过度 直接晕了过去 庄贤让人把父亲带去房间休息 之后他走向白鹿 想再次确认一下 信里的真实性 姑娘 信里说的都是真的吗 白鹿顿了顿说道 他的字迹 你们应当认得出来 庄贤双眼血红 紧紧地握着妹妹的信物 额头清净一根根地抱起 白家 我庄贤 此生与你势不两立 他转而强装冷静 姑娘 小妹说您是他这辈子 都无法偿还人情的恩人 但凡我们白草山庄有的 您都可以拿去 白鹿心思一动 这地方灵要众多 说不定 他没抱多大希望的问道 你可有受神果之花宁出的路 庄贤一脸惊恶 姑娘怎知我们白草山庄有 白鹿急切地问 此话当真 庄贤心底悲痛未消 但不敢怠慢恩人 非常爽快地说 当真 姑娘请随我来 然后他们一起来到了 白草山庄的库房 守着库房的是一位 地灵境强者 名字叫木头 按庄贤的要求他 找出庄宁禄的盒子 这是姑娘要的宁禄 白鹿接过宁禄 心底一片滚烫 原本他已经做好了 未来余生 都要为这东西 寻找奔波的准备 可没想到 转头这东西 就被送到了他手上 这真叫好人有好报啊 庄贤又说道 木头 把腰牌给我 然后庄贤手捧着腰牌 地向白鹿 还有这个腰牌 有了这个腰牌 您就能自由出入我家山庄了 白鹿接过腰牌 心里十分感激 多谢 一个势力的腰牌 完全可以抵身份牌用 白鹿在万寿国 可没有身份牌 到时候他回到 自己的身体里时 就妥妥地成了一个黑户了 白鹿还想安慰下庄贤 你妹妹走之前 还念着你的身体 希望你和白草山庄 好好的 庄贤压制着心里的悲伤 我定会将山庄 恢复以往盛况 让妹妹不失所望 白鹿拱手坐着椅 那我先走了 有缘再会 庄贤回礼道 姑娘慢走 她望着白鹿远去的背影 陷入了沉思 这姑娘给我的感觉 为什么这么熟悉呢 白鹿回到了白家 进去房间 马上关上门 她连忙跑到床前叫着 辣辣 醒醒 正在这时睡得正香的辣辣 和百变揉着眼睛 打着哈欣的醒过来 主人 主人你回来了 白鹿打开盒子给辣辣看 辣辣 来 然后辣辣拿起里面的一颗凝鹿吞了下去 白鹿紧张地问 有什么感觉 辣辣砸巴了一下嘴巴 小肉脸紧绷地说 没什么感觉啊 话音刚落 辣辣身上的兽缘猛地撕扯了起来 辣辣浑身抽搐 像是有什么东西 从她身上被锅离开了一样 啊 主人 好痛 我身上好痛 白鹿终于斩断了辣辣和苏林燕的契约 灵兽辣辣也重获了自由 就在刚刚辣辣吞下凝鹿后 浑身像撕扯般的疼痛 白鹿看着心疼不已 一把抱起了辣辣 极力安抚着她的仔仔 辣辣别怕 我一直都在 可下一刻她身上的凤原竟然开始发热发烫 一个巨大的阵法出现在了她和辣辣的身下 白鹿能感觉到凤原的喜悦之情 同时她的心脏好似被一点点的填满 像是被人挖走的一块肉终于在这一刻 慢慢地填补回来了 与此同时 在皇宫里还昏迷的苏灵燕猛地睁开了眼睛 啊 她发出了一声淒厉的惨叫 翻滚着扑通一声从床上滚下来 立后听见声音第一时间冲了过来 燕儿 看见的就是苏灵燕不断地伸出手 往后疯狂抓着自己的几股的魔风样子 她身上的伤口尽数裂开 浑身抽出的大 好痛啊 母后 我的背好痛 好像有人在挖我的骨头 她仿佛感觉自己背后的几股被人生生地抽离 因恋当时体会的痛感 她如今也终于承受了十分之一 这区区十分之一 就已经要让苏灵燕彻底发疯了 母后 我的神兽没了 我能感觉到我和神兽的契约断了 地后大惊失色 她紧紧抱着自己最爱的女儿 不敢相信地嘀咕着 应该没人能断了契约 怎么可能 这时苏灵燕快疯了 她一把甩开地后 两只手在空中乱晃 几重打击下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嘴 抖着身去说 一定是那剑种回来了 我抢走了她的凤原和兽带 她现在要从我手上夺走了 地后看着她激进疯狂的样子心疼不已 叶儿 然后又上前一把抱住了她的女儿 不断地安抚着 叶儿乖 别怕了 那个女人早就死了 那只不听话的凤凰没了就没了 母后会为你寻来更优秀的灵兽 她这时在心里已经打起了别人灵兽的主意 忽然想到了斗兽场上的圣麒麟也不错 于是问道 圣麒麟怎么样 装弦的那块捕头你喜欢不喜欢 实在不行 或者白鹿那丫头的变异兽 而此刻风寻正好走了过来 站在外面听完了刚才地后和苏灵燕所有的对话 令她震惊不已 脸上神情都僵住了 杀人 夺骨 竟还有这种秘法 风寻嫌弃地看了一眼苏灵燕的方向 万寿伯果然好胆量 竟然敢拿这种艳品女人糊弄她 不过了 那眼中算计的光芒一闪过 那换骨秘法她很感兴趣 若是我也能得到那秘法 也能决心本命灵兽 这秘法 我一定要得到 而就在这时 蜡蜡已经不痛了 兴奋地点着脚尖转了一个圈 主人 你看 我身上的伤口都没了 白露斩断了蜡蜡和苏灵燕的契约 她明显地感觉到蜡蜡的神魂 自发地和她身上的凤圆缠绕在了一起 她一把兴奋地抱起蜡蜡 太好了 蜡蜡 你终于真正自由了 这时坐在床上的摆便像打翻了醋毯子 张开双手 主人 我也要抱抱 然后白露一把抱起摆便 好好 一起抱 两个仔仔在她怀里高兴地笑得不停 忽然白露想起了袁心碎 那个家伙呢 东边的一处密林之中 袁心碎的长袍唾液在地上 她紧紧地看着面前乌泱泱的一片黑袍人 跪倒在她身前 你们身上的气息 我很熟悉 袁心碎抬起眼 里面是一片枯茫的冷漠 而那些黑袍人因为找到了他们的少主激动地浑身发抖 领头的黑袍人静着李生英颤抖地叫着 少主 袁心碎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原本以为 那黑袍人声音悲切地说道 当年我们献族人是何等风光 若不是五周的那些人贪得无厌 我族又怎会全灭 当初我们也是外出做任务被困才得以脱袭 然后他向袁心碎拱手坐着衣 恨声道 少主 献族大仇未报 我们死不甘心啊 袁心碎垂着眼 叹了一口气 都杀了就行了吧 那领头的黑袍人支起身子 看向袁心碎 少主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暗中扩展势力 五周赤鬼谷就是属下们创办起来的 谷主的位置一直都为少主空着 这时所有的黑衣人都顶礼膜拜起来 一起高呼着 请少主和我们一起回吃鬼谷 白鹿准备要回到自己的身躯了 但他还要现在的躯体去做最后一件事 而就在刚刚大难不死的县族人找到了他们的少主 急于让这个少主回去主持大局 袁心碎看着面前这些陌生的族人 听他们说起五周 他蛮唇冷吃了一声 好 领头的黑袍人内心欣喜故隐 那少主 我们现在就走吧 谁料袁心碎突然说 不行 我要和我的偶娃娃一起走 你们自己先走吧 黑袍人一愣 偶娃娃 少主可以带着他一起走 袁心碎一脸认真 他去处理事情去了 我要等他回来 黑袍人一下满圈了 这娃娃还能处理事情 不都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吗 袁心碎望着白家的方向 他应该回来了 我得走 黑袍人急忙说道 属下和少主一起走 他说什么都不愿意再让袁心碎自己一个人了 他们得好好护着少主 袁心碎面无表情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随你们 然后他一挥手 阵法闪过 他人就消失在了原地 黑袍人惊诧不已 一脸失落 忘了问少主现在的落脚处了 袁心碎一转眼就回到了白家 白露喊道 袁睡睡 袁心碎皱眉纠正他 是袁心碎 不过很快他又松开了紧皱的眉头 他想怎么喊就怎么喊吧 都没关系 断了拉拉的契约之后 白露整个人看起来都神采飞扬的 袁心碎一看他的表情瞬间就明白了 拉拉彻底就回来了 白露连连点头 正在这时听到咚咚咚的敲门声 白露和袁心碎立马寻声望去 大小姐 宫里来人了 说让白家这边的人过去一趟 白露问道 祖老现在是不是还在休息 外边传话的女奴答道 是的 白露眼里含笑 祖老们身体抱养 地后不过是需要一个问话的人 我去就好了 不必惊扰祖老们 现在祖老们躺下了 家里就只有这位天赋一顶的大小姐地位最高 女奴哪里敢说不行 好的 奴婢这就去背车 袁心碎看向白露不解的问 你想做什么 白露不准备继续用白露这个身体 她要用回自己的身体 于是说道 我要用这个身体去做最后一件事 随后她看向袁心碎 想着她自己原有的躯体上还有魔戒封印 若是不解开 她一回到身体就会被封在魔戒 因此问道 我身上的那道封印可以解开了吧 袁心碎表示 已经把封印给你抹了 白露心里十分感激 谢了 露出三个时辰 我就会回到我自己的身躯 袁心碎魔光一亮 她也不喜欢白露这个壳子 白露忽然跑过来 拉住袁心碎的衣角 主人 我要和碎碎哥哥一起走 拉拉也 跑了过来 和白露并排站在了一起 也随身附和着 我也是 拉拉也要和碎碎哥哥一起 白露笑着摸着两个小小家伙的头 也行 我这次进攻也有一定风险 你们跟着碎碎哥哥我也放心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接触 她早已把袁心碎当做了自家人 两个仔仔交给她照顾放心的狠 白露看着袁心碎 她也没想到这个面上冷冰冰的人 居然还这么受宰咱们欢迎 笑着调坎道 不过 看不出来啊 你竟然这么有孩子呀 帝后想夺取庄贤的灵兽圣麒麟 并想把庄贤的兽员换给苏灵艳 而白露进攻正好撞见了庄贤 她一下就猜透了帝后的心思 尽力阻止庄贤进攻 想搅乱帝后的计划 袁心碎和两个仔仔一起送即将进攻的白露 她看着来接白露的兽春没说话 两个仔仔却敌视着她 很快就跑没影了 她一走 这边的气氛就变得不怪 两个仔仔气气往后退了一步 小肉手举气警惕地和袁心碎隔开好长一段距离 两个仔仔感受着对面袁心碎恐怖的气息还逞强说 我会好好守护我主人的身躯的 警告你 休想打坏主意 对我盯着你呢 袁心碎眼神冷漠地盯着他们 那毫无波动甚至带着几分烦躁的眼神 她烦躁地动了动手指 准备教训两个小家伙 只让两个小仔仔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面前好像出现了一只一巴掌就能拍死他们的巨兽 而这只巨兽抬起手 在犹豫要不要终结他们的生命 但两个仔仔还是一步都没有后退 要保护好主人的身躯 这时袁心碎转念一想 算了 动了这两个讨人厌的小东西 念念会生气 她压着杀气 转身往外面走 白鹿的售车一路急迟来到了皇宫附近 正要进去的那一刻 售车砰的一声和什么东西撞在了一起 正在闭目养神的白鹿被撞惊醒过来 掀开叫帘 怎么了 发现两辆售车撞在一块 另一辆售车里传来一个清朗的声音 对不住 是我售车太快 然后从售车里走下一个人 白鹿定静一看是庄贤 庄贤也惊诧不已 白家 大小姐 真是有缘了 又是我们俩撞一起了 庄贤虽然笑着 但脸色看着不好看 毕竟刚接到妹妹的噩耗 她努力压下眼底的寒意 不让对面的女人发现自己 现在看到白家人就想动手杀了她 但是她怎么都想不到 面前的白鹿会是刚受了她一跪的恩人 随后白鹿由女母扶着走下了售车来到庄贤面前 她看着那两匹一样的售车 这个点 庄贤这个无关人员为什么会出现在黄宫里 她猜测着 是帝后照你进宫的 庄贤一棱 是的 白鹿顿时有了一种故乡的预感 帝后找白家人是为了问断契约的事 只有白家人知道法了 可找庄贤 白鹿继续问道 叫你拿灵药 白鹿心底顿时一寒 虽然她断了那契约 但是那白家秘书还在 现在苏灵燕那恶毒的女人失了本命灵兽 虽然还留有凤云但地后怎么 会甘心女儿一对羽一被折 她为了解开心里的谜团 又问道 就找你一人进宫 没找你父亲 她心里想着 庄贤的圣其林音是最好的替代品 不能让庄贤进宫 庄贤让开一步想让白鹿先进 大小姐 我们一起进群 可谁料白鹿脸色变了变之后 直接抬起手一把就将庄贤给推开 什么东西敢和我套近 庄贤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一下棱在了原地 女奴们也挣住了 你把我的裙子都弄脏了 白鹿使劲地拍打着自己的裙脚 一脸蛮横的道 你陪我的裙子 女奴们悄悄地看了一眼 哪里脏了 明明是雪白的裙子好吗 庄贤还是没当一回事 好脾气地笑了笑了 好 等我见完地后 偏偏白鹿就是不依不饶的 她手上出现了一根法器长边 长边重重往地上一甩 我要你 现在就去给我买一条全新的裙子 女奴们吓得连连捂着脸背过身去 庄贤脸色沉了下来 白家女人 欺人太甚 白鹿狠狠地甩着鞭子阻止庄贤进攻 并蛮横地找庄贤的茶 让人看起来是欺负庄贤 谁能想她却是在救人 只见白鹿拿着鞭子 冷笑道 怎么 还想和我打一架吗 手下败将 献你两个时辰内 买来一模一样的裙子 不然你今天别想活着回山庄 女奴慌忙劝说道 这大小姐 这不好吧 但白鹿鞭子朝地面狠狠一甩 他们半个屁都放不出来了 白鹿眼眸带着嘲笑地盯着面前的庄贤 一个破落山庄的人 我白鹿想杀就杀 庄贤怒意涌上肺腑 脸色涨得通红 他也不明白为何往日还十分友好的白鹿 却一下就变了脸 他几乎是咬着牙 白家真是了不起啊 白鹿立刻一声 指着城门外的方向 还不管 女奴们不敢劝如金家大师大的白鹿 只能劝说庄贤 庄公子 这白大小姐咱们惹不起 一条裙子而已 我们快去快回 庄贤只得忍气吞声地转身大步离开 只是走出一段路之后 他转头看了一眼宫门的方向 却发现那女人还是站在远处静静地盯着他 只是脸上再没有刚才那夸张的猖狂 反倒是平静得很 他背后的身躬黑曲曲的 像是一个看不见镜头的无尽洞窟 庄贤看着他愣在了原地 他隐约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 抬脚想往回走 然而就在这事工门被彻底地关上了 而此时在苏灵燕的房间里 帝后正一下下地摸着自己女儿的脑袋安抚他 叶儿莫哭 今日母后先帮你拿了那圣麒麟的寿源 苏灵燕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服务般疯狂 真的吗 母后 我要圣麒麟 我也要那只便衣痴明狗 然后他又颤抖着手摸着他那张毁龙的脸 痛苦地说 还有我的脸被毁了 寻哥哥会不会不要我 我要被退清 就会成为整个五周的笑话 帝后一脸狠辣地说 放心 母后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他转头猛地对手在门外的女奴喊 庄贤还没到吗 那女奴显然已经得到了消息 犹豫地说 倒是到了可 可在宫门口弄脏了大小姐的裙子 被大小姐轰出去买裙子了 帝后不仅暴闷 拿起一个杯子就朝女奴的方向甩了出去 那杯子瞬间碎成了渣 女奴跪在地上吓得瑟瑟发抖 帝后近乎发狂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 混账 谁给他的胆子 我要面见的人 他胆随意打发出去 转而帝后又像想起了什么 等等 你说白家人来的是白鹿 女奴声音发抖的说是的 帝后满心烦躁 我要见的是祖老 谁要见他了 谁料苏林燕却激动地拉起帝后的衣角 母后 我要他的寿元 他的比装闲的还厉害 要动白鹿的寿元 帝后还是有顾虑的 于是安慰道 目前需要白家为你效力 现在还不能动他 燕儿你放心 等我安抚好祖老呢 就杀了他为我燕儿所用 这个阴险狠毒的帝后 竟想用幻谷术掠夺装闲的寿元 遭白鹿阻止打乱了计划 只让他恨得咬牙烈齿 而且幻谷秘术 五周禁术之一 必须有小神镜强者操控 且幻谷人不能超过18岁 一个人身上最多只能接三次寿元 比如帝后自己身上就有三颗寿元 但是明面上他是只有一块 所以帝后的实际实力 远比他明面上的实力强很多 而白家那些祖老也是 帝后听到是白鹿代替祖老们来的 不仅勃然大怒 让白鹿滚 换祖老 而就在这时白鹿已经走了进来 帝后有什么事 找我问便是 祖老们如今卧病在床 怕是听不了帝后的死亡 苏灵燕一听白鹿来 脸上顿时乌云密布 情绪激动起来 帝后不想再让苏灵燕生气消耗元气 索性在女儿后警一恩 苏灵燕就昏睡了过去 白鹿 你如今是觉得一定能得到白鹿 所以在我这猖狂是吗 帝后目光漠然 缓缓起身 下一刻薇鸭轰然放开 鸭的白鹿只想往地上爬 小神镜强者的薇鸭 哪里是他这个出击人灵静能招架的 帝后眼露凶光 还不跪 呵呵 你以为还能像上次一样 激怒我打伤你 好让祖老们帮你 别痴心妄想了 见丫头 只要我还是白鹿唯一的小神镜强者 白鹿就与我不可分裂 受我驱使 一样的招数 用第二次就不好使了 给我跪下 只听得咔嚓一声 白鹿只觉得剧痛传遍全身 一番折磨 是他早就预料到了 只要他入宫 帝后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 但 这也是他想要的 白鹿被威压压制地吐出一大口鲜血来 痛得浑身筋骨像是凝在了一起 可他却突然抬起那张血淋淋的脸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帝后不知道怎么办 盯着他这张脸觉得分外熟悉 白鹿笑得他心慌 明明这人对高高在上的他来说 弱得和一只水手就可以碾死的蚂蚁一样 但这人却一点不害怕他 鲜血顺着白鹿的嘴角流下来 可他却笑得肆意唱过 你怎么不问问祖老鹿为何卧病在床 你只关心你女儿 还不知道白鹿遭遇了什么吧 他的眼神 在这一刻 变得无比陌生 陌生地让帝后的心跳都变得急速起来 白鹿怎么了 帝后感觉自己在背面前 这个小小的蝼蚁牵着鼻子走 可真是荒唐 他一把掐住了白鹿的脖子 缓缓用力 眼神凶狠说 别想给我耍花招 快说 白鹿被掐得透不过气来 可身上越是难受 他脸上的笑就越灿烂 竟让帝后有种恐惧渗透骨髓的感觉 白鹿缓缓开口 轻轻吐出四个字 白 家 祠堂 四字一出 帝后心境顿时大乱 手下意识的一疯 白鹿咳嗽着摔倒在了地上 他捂着脖子仰起头看着他 满是嘲讽说 祠堂里有什么 再清楚不过了 刚才还一脸泰山蹦于前而色不变的 帝后双眼赤红 他一把抓住了白鹿立声吼 说 白家祠堂怎么了 那可是白家的命脉 而且帝后已经用习惯了那些精纯的能量物 甚至苏灵燕也没少用 若是那些能量也没了 他的燕儿还怎么在同期拧压众人 白鹿看到帝后震惊的表情 得意地笑了 祠堂没了 白鹿马上就要神魂离体了 为了挑拨帝后和白家祖老的关系 利用现在的身躯使出苦肉计 让老谋深算很毒的帝后也入了他的坑 就在刚刚 白鹿被帝后的威压上的口吐鲜血 然后却安安静静地笑了 祠堂没了 短短四个字却在帝后的心里翻起了滔天巨浪 什么祠堂没了你胡说 帝后几乎都要站不稳 他要亲自去白家看看 那可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基业 怎么说没就没了 就在他转身往外走的时候 却听到了身后白鹿的呵呵的笑声 帝后转过头猛地看向白鹿 白家鸡也毁了 你为什么在笑 他这个侄女 以前一直都是喊他姑姑 很亲热地喊 可他有多久没喊过了 即便喊 也都是阴阳怪气的 性格也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只是天赋好了 会变化这么大吗 帝后脑子里忽然一个念头疯狂地闪过 你不是白鹿 而就在此时 白家的几位祖老正飞快地往皇宫里赶来 他们一醒来就发现白鹿不在了 一听外面的奴仆说 白鹿往宫里去了顿时下的三魂六魄都没了 二祖老一边往皇宫的方向赶一边说 大祖老 你说这白鹿怎能独自去见帝后啊 大祖老这回心里早急的发慌 帝后还不知道白家祠堂的是吧 他心里只有他那个受伤的女儿 哪还有心思管白家的死活 在发现白家根基毁掉的时候 大祖老从绝望到如今的接受现实 胸中一股怒火无处发现 自然会迁怒到对白家不闻不问的帝后身上 二祖老也对帝后意见颇深 这些年帝后没有为我们白家付出 每次的精纯叶却又数他拿的最多 大祖老养牙 好了 不就是精纯叶吗 白家家大业大 是损伤了元气但不是致命打击 他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如今只要咱们好好培养鹿儿 未必不能重现白家最惠煌的时候 大祖老想到白鹿就觉得心里舒服了很多 也是老天不枉我白家 给了咱们一位绝世天才 二祖老此时还是担心不已 可鹿儿先行一步进攻 万一帝后又发疯 鹿儿要是出事 我们真不能再放任帝后了 大祖老摇头 心里却有些不安 他到底还是白家家主 我只是担忧帝后看中了鹿儿的便衣吃鸣狗 要强行驱给苏林燕 二祖老听了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 顿时脸色变了变 大祖老急的额头冒着汗 快 咱们快点过去 房间里 白鹿已经痛得麻木了 可他心里却前所未有的爽快 你到底是谁 帝后盯着白鹿 只觉得毛骨悚然 纵然他有小神经的实力 可看气息茶血骨就是白鹿本人没错了 为何看不透他的真身呢 这世上竟然有这么诡异的事情 白鹿的目光落到了地后的那只断纸上 那是他当日咬掉的 白鹿缓缓露出一个笑 轻声说 我是谁 很好奇是吧 我是来取你命的人 他就不告诉这独妇自己是谁 他要让他以后每一日都在恐慌中度过 让他想起今天这一日 就觉得有利刃悬在他头上 白鹿看着地后急迫的样子 笑得越发灿烂 我会一次一次 拿走你最重视的东西 上次他拼死咬掉了地后的一几手指头 这次他要拿走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地后气得浑身发抖 这小小蝼蚁竟然胆敢算计呢 就凭你 我只要告诉白家祖老 你不是白鹿的事 倒是自有千百种方法让你开口说真话 白鹿抹掉嘴角的血迹 轻烈地笑着 你刚才说 一样的招式不能用两次对吧 我告诉你 这句话是错的 不等地后反应过来 白鹿反手抓住了地后的胳膊 那张只能撑得上清秀的脸上 竟然有了几分妖异的感觉 话音落下 还不等地后讥讽 一柄匕首就被白鹿自己抓着插进了肩膀 那是他的左臂部 同时也是真正的白鹿受缘所在之处 地后吓了一跳 惊诧不已 你干什么 白鹿根本不搭理他 他像是感觉不到痛 拔出匕首 眼睛眨都不眨地刺入了自己的心脏 地后瞬间傻眼了 老魔深算的他也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到 白鹿缓缓地往后仰倒 直到倒下去的那一刻 他的眼睛还死死盯着地后 看到地后那失魂落魄的样子 有一种很畅快的感觉 这一次 我要从你手上拿走白鹿 白鹿扯了扯唇角 期待我醒来的局面 话音刚落 白鹿眼前一黑 神魂立刻离体 念念的魂魄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身躯 原心最欣喜地将附生的念念抱在了怀里 就在刚刚 白鹿用了近乎自残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然后眼前一黑 神魂立刻离体 念念的魂魄正飞向百里之外 但地后不知道啊 在他看来 这女人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之后 他竟然自尽了 他是不是疯了 有谁会把自己的命拿出来做堵住的 而且 这女人竟然十分诡异地说下次还能再见 地后就像是被用一盆刺骨寒水从头浇到尾 而此时沉重的大门被大祖老一脚登开 两个祖老几乎同时急迫地叫着 鹿尔 与此同时 他们近乎绝望地看到了 躺在一片血泊中的尸体 心中最后一点希望破灭在眼前 大祖老不死心地蹲下身子探了探白鹿的鼻息 人早已气绝身亡 而且还发现这具尸体上不仅有致命一击的伤口 身上的骨头 膝盖全碎了 血脉逆流 七窍流血 显然死之前遭受了非人的虐待 寿原所在的位置被人弯开 但没来得及拿出来 大祖老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 脸上阴沉沉的 他再也承受不住 轰的一声 整个房间都炸裂开来 大祖老也是天灵境强者 虽然不及小神境 但也是绝对的强者了 帝后慌忙护住苏灵燕 你疯了 随即向大祖老释放出阵阵威压 二祖老气氛不已双眼血红 这是我们白家天赋最好的孩子 白鹿你都做了什么 然后大祖老抱起地上的白鹿 眼神很利 对帝后失望至极 丧心病狂的东西 你连亲侄女的兽缘都要挖 你不配再做我们白家的家主 大祖老眼神阴沉的可怕 他死死地盯着帝后说 我们白家 不需要一个只为自己女儿考虑 却不考虑家族的毒妇 帝后浑身一震 他此刻 终于明白白鹿闭眼之前 那句我会一次一次 拿走你最重视的东西的意思 包括故意承受小神境的威压 让躯体看起来饱受虐待也是 他是计划好的 帝后纵是有千张嘴也说不清道不明 完完全全被那丫头给算计 这时天灵境强者的威压散开 整个屋子都炸开了 几个女奴们害怕被战斗波及 纷纷从里面跑了出来 正好让拿着一群匆匆赶过来的 庄贤给撞见了 他随便扯了个人诧异地问道 怎么了这是 女奴面色惨白 声音里充满恐惧 他们说 说地后杀了大小姐 这句话如平地惊天地雷乍响一般 庄贤瞬间明白了什么 几乎站不稳 然后手一松 那洁白的裙子掉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脸在百里外的一处寿车上 靠在原心碎肩膀上那具 毫无气息的躯体 猛地睁开了眼睛 他回来了 原心碎欣喜地看着怀里的念念 两个仔仔兴奋地叫了一声主人 然后直接扑到了他怀里 宁念许久不用自己的身体 本来还以为回来之后 浑身肌肉都会很僵硬 他伸了伸自己的手臂 惊气不已 我的肩膀之前没这么舒服 还有这肉体强度 他扭头看向了坐在旁边的原心碎 诧异地不行 你对我做了什么 原心碎眨了眨眼睛 只是为保持你躯体不服 每日用灵力温养而已 宁念猛地瞪大了眼睛 怎么可能 没有人可以直接帮他人引灵力温养身体 原心碎其实有点困了 他自从离开白头山之后 就没睡过一个整觉 见音念一脸不敢置信地盯着他 你不信 他又懒得开口说话 直接将人往自己面前一拉 音念触不及防下就被他拉进了怀里 音念顿是小脸胀的通红 凑近了他就闻到了原心碎身上的 一股鸡蛋的异香 不难闻 却让人觉得晕晕乎乎的 有点痴迷有点沉醉 念念还魂后身体竟然比以前还好 原来他的身躯一直是 原心碎用灵力在滋养 所以不服不滥 原心碎欣喜地一把将念念抱在怀里 但是下一刻念念就感觉 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脖梗上 那手冰凉 刺得音念浑身一抖 可还没等音念说什么呢 无数的灵力就像疯了一样 往音念身上钻 念念浑身的筋骨都开始刺痛起来 他连忙喊 够了够了 强行塞进来的灵力 让他觉得又胀又痛 但确实是能为他所用的 这 这难道是你们线族的能力 他都不清楚 原心碎没有回答 他只是满脸困倦地打了个哈欠 然后非常自然地摁了摁念念的大肚 念念不仅浑身一抖 满面通红 他 他亲过他 你 念念经的半天才吐出一个字 原心碎有些撑不住了 直接枕在了他的腿上 原本往日里烟红的唇都失去了血色 看起来状态不是很好 我睡一会 原心碎说完这话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念念顿时手足无措 冷冷地探着原心碎 原来他并没有恶意 他是把他当成了枕头了呀 百变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盲解释道 主人 外面爷爷说 他是为了给你抹掉那封印才这样的 英念这才反应过来这是在售车上 百变指的应该是外面驾车的人吧 英念立刻掀开帘子 外面有几十位黑袍人 骑骑地护着马车向前走去 大长老转过身 见那被他们少主捧在手心里 小心护着的姑娘醒过来了 他也不敢怠慢 关心地问道 英念姑娘 您觉得身体如何 英念吓了一跳 这些人又是哪来的 骑士上热闹非凡 人来人往 马车缓缓向前驶去 英念看见了不少从皇宫里出来的人 正在各处巡逻 念念不免有些担心 皱了皱眉 这里面说不定有见过我的 又不能戴面具 自魔族余孽用了面具之后 万寿国明令禁止不许国民再戴任何面具 大长老一下看清了念念的疑惑 从怀里掏出一个药瓶 姑娘 这个给你 毕容丸 立刻可以维持八个时辰 毕容丸可是稀罕药 这东西的珍惜程度也就比换魂丸差一些 正好他和辣辣都需要这个 百变倒是可以自己控制着便利 不必吃这个 念念诧意不已 你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个 大 长老继续说道 少主说过最好别让姑娘露脸 我们是服侍少主的人 五周吃鬼谷 不知道姑娘听说过吗 念念有些警惕地看着大长老 原心碎是吃鬼谷的人 他不是现族人吗 难不成这些人是知道了原心碎的身份 见一念眼中的戒备 大长老瞬间明白 然后笑了笑说道 姑娘不用担心 少主献族人的身份我们都知道 我们吃鬼谷就是为了等待少主的出现 才延续至今 宁宁闻言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松了一口气 然后他又有些着急地说 我们现在是去哪 他还想看看地后那边的事情发展情况 现在还不能离开万寿国 大长老一听 就知道念念还不想离开这里 于是说道 姑娘放心 少主交代我 没等姑娘开口说走我们才能走 现在是去我们吃鬼谷暂时的落脚处 吃鬼谷作为五周拔尖的大势力之一 落脚处自然是在万寿国最好的地段 过了片刻 马车停了下来 大长老礼貌地摊开手 满脸堆笑 来 姑娘请下车 英念倒是想下车呢 可谁让某人还躺在他腿上呢 英念拍了拍他那张清澄绝色的脸 拍得大长老心疼得不行 原心碎 醒醒 谁能想到小小的药丸 竟让美女换了一张脸 硬是让熟人都没认出来 就在刚刚到了赤鬼谷的大门前 念念使劲拍打着原心碎的脸 但原心碎碎的很沉没有醒过来 赤鬼谷的马车在路口停留的有一回 几大势力的人都瞧见了 周少玉宁没看向路口的方向问 赤鬼谷那群人搞什么呢 旁边的无血满眼都是震惊 他看着叫旁的黑衣人猜测着 那是他们大长老 赤鬼谷谷主从来不曾出现过 一直都是大长老掌权 可他为何这般卑躬屈膝 他们两人齐齐往马车上看去 下一刻 一脚红裙从里面样出 一只纤细的手撩开帘子 那红裙如虎 一个女人从教中缓缓走出来 周少玉没看裙子 倒是挑了挑眉 是个女人 无血可看的比男人仔细多了 赤沙 随后震惊地捂住下巴 那女人身上穿的是 千年前就彻底消失的赤沙 难不成阴恋身上穿的是件古董 赤沙 只需要穿戴一小片 就可以加强火灵和自身的契合度 而念念却穿了这么大一块 这是有多豪横 这可谓是难得一见的西式珍宝 而她身上这件赤沙的来源 却是魔剑里老妖婆擦桌子用的布 当时老妖婆随手就丢给她 她还嫌弃来着 周少玉感叹道 她是火灵系吗 看着很厉害的样子 好想和她打一架 而英念智慧正和那大长老说着什么 大长老死命白手 抵死不从 英念吃了药后五官就出现了点变化 还有从前的五分模样 虽然不及原本经验 但依然很漂亮 随后她钻进了售车里 她竟然从车里抱了一个男人下来 这一幕只让周少玉和五血木蹬口袋 她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 有不少女强者底下男宠都一窝一窝的样 但很少会出现喜欢男宠到当众抱她的样子 这是真宠啊 五血猛地看见了男宠的脸 声音几近颤统 是 是那个阵法师 那天云心碎的威压逼迫的他们这些天骄 不得不低头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英念和赤鬼谷的人静止进入了院内 这院落非常大 从里到外守卫都极其森严 周少玉看着女人被赤鬼谷的人簇拥着上前 感觉这女人肯定不简单 诧异不已 这女人什么来头 英恋小心翼翼地将圆心碎放在了床上 然后才放心地舒展了自己的身体 这个大长老连自家少主都不敢排 非得让我来 百变有些蠢蠢欲动地从她袖口里 探出自己圆溜溜的脑袋 主人 我们抓紧出去看戏了 英恋惊奇地发现 百变圆溜溜的脑袋上拱起了两个小包包 摸着手感还挺好的 谈谈得软软的 念念有些不解 百变 你脑袋怎么长刀了 百变兴奋地告诉主人 我要进阶了 出生灵兽称为初元兽 之后便是灵元兽 神元兽 离器等级 灵兽更看重血脉压制 这时辣辣不甘示弱的 抖了抖自己身上的蕴蜂 哼 我也要进阶了 肯定比你这条虫子快 眼看两个仔又要吵起来 英恋立刻说 别吵架 走 我带你们看热闹去 地后的热闹 白家的热闹 他都不能错过 英恋带上两个仔就往外面走 才走出一段路呢 拐过脚就撞上了一个人 抱歉 对面那人脸色苍白 英恋看清楚那人的容貌后 下意识地开口 庄贤 小女子这是有多豪横 在众目睽睽之下 凌空横抱起一个男人 还将男人一路抱到了床上 随后英恋带着两个仔仔 去皇宫看热闹 正好撞见了熟人庄贤 一时忘了自己变了脸 立马打起了招呼 庄贤 庄贤听见声音定睛看去 对上了一张完全陌生的脸 他露出疑惑神情 姑娘 你认识我 英恋这才想起 自己用的不是白鹿的身体了 但是他也不慌 不疾不虚地说 庄贤公子在斗兽国宴一战成名 那天去看了比赛的人 谁不知道呢 说起斗兽国宴 就让庄贤想起了死去了的白鹿 斗兽场上白鹿一直都对他十分友善 可现在他死了 还是被帝后杀死了 想到这里庄贤不仅心里发了 而那天被逼出宫 他原本以为他是要故意欺辱他 才抓着那点小事 让他去给他买裙子 当日来人特意说明 帝后只传唤我一人 就十分可疑 还有那天在深宫最后一眼 白鹿最后的眼神 细想来更像在警示我 如果当日我也前去 是不是也会死 想到这里庄贤浑身一颤 不行 我得赶快回山庄 如果帝后真要杀我 一定还会再出手 英恋看着他的脸色变来变去 主人我们快去皇宫啊 百遍迫不及待的小声催促 他好久没跟着主人一起搞过事了 好激动啊 念念牵着两个仔仔便转身要走 却突然感觉周围多了数道 地灵境巅峰强者的气息 百遍和拉拉第一时间 挡在了念念身前 拉拉小小的脸蛋上 竟是戒备的神情 主人小心 庄贤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就有十几号黑衣人一起 将他和念念他们围了起来 庄贤眼瞳狠狠一缩 地灵境强者 你们是地后派来的人 黑衣人们眯起了眼睛 小子挺聪明 既然都知道了 就乖乖地跟我去皇宫 免得受皮肉之苦 可这么聪明的小天才 也不过是他们地基的垫脚师而已 要知道地后 可是在皇宫里歇斯底里的发疯 任务要是完不成 他们也别想活了 庄贤瞥了一眼阴念 他不想连累他 我跟你们走 别伤及无辜 黑衣人冷笑着 抽出自己的法器长刀 被他看见了 那就不能算无辜了 而此时地灵境强者的威压 正向念念袭来 念念下意识地 就释放出了灵力 顾住自己的精 不然又要捕猎了 那黑衣人吃了一惊 这女人看起来 不过才18岁左右的样子 小小年纪 竟然已是二星人临近 又是哪个大家族的 动了他会不会有影响 这个念头才出 黑衣人却感觉脖子一样 下一刻鲜血 从他被割开的喉咙里喷射而出 黑衣人瞪大眼睛 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一秒就失去了气息 旁边的黑衣人 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老大 阴面也吓了一跳 谁 然后听到了身后素素的声响 他转身对上了一个 缺了大门牙满头 乱发一只脚穿鞋 另一只脚光着的老乞丐 老乞丐看着仿佛一只手 就能问到 那双眼睛却亮得出奇 庄天问也真是 自己儿子都被围起来打 也不来管管 还用上了唯一的人情 要我这个老头子帮他 他打了个格 说着庄家人 眼睛却死死地盯着阴面 庄贤见这人的庄术 就知道是父亲 用那床话令牌叫来的人了 这位应当就是 当年庄天问的那位神秘师父 庄贤小心翼翼地问道 是施工吗 老乞丐却朝着他嫌弃地摆了白手 离血站边上等等 一扭头 他就无视了那些怒视着他的黑衣人 一脸从容看向 一面笑眯眯地问 小姑娘爱 有师父没来 庄贤的圣麒麟让他一鸣惊人 但也给他惹来了麻烦 帝后为了得到他的兽缘和圣麒麟 竟派宫中高手来抓庄贤 但他们连一面也不肯放不 正当念念遇到危险之时 杀手的头头竟被一根红线割开了咽喉 原来是一个老乞丐所为 这老乞丐看到念念就两眼放光 音念警惕地盯着这老头 拉拉和百变一看这老头来者不善 雇主心切 两人立马挡在了音念前面 满脸的戒备 则 你这矮蹲子 老乞丐盯着这两小不点 说着说着脸色就变了 他的眼神就像利剑一样直穿透对面的人 音念立马感觉到危险 立刻就将拉拉和百变拉到了自己身后 自己挡在了最前面 老乞丐盯着音念的目光灼热又明亮 都说这玩寿国出了个天赋异禀的地基 那地基老头我也远远瞧过一眼 可哪比得上你这小丫头的十分之一啊 站在一旁的那些黑衣人 见他根本就没注意到他们 于是对视了一眼 把腿就往外面跑去 笑话 他们老大已经被人割喉了 这会儿要是还往上冲那就是找死 见他们要跑 音念连忙用手指着他们的方向 下意识地喊 别让 话都没说完 只见那些人维持着那往外奔跑的姿势 可上半身却被丝线完全地切割开 那些人全都砸在了地上 砸出一个个血色的坑洞 而所有的丝线都被这老乞丐抓在手上 竟然没有沾一滴血 而周围浓郁的血腥味刺激的人的眼睛都变得酸痛了 可老乞丐还是若无其事那副笑眯眯的样子 咋样小娃娃 要不要认我做师父啊 看来这老头是看上念念这徒弟了 还非要自建做他的师父 我见所有魔都是音念的师父家人 他又怎么会再要一个师父 而且还是这种十分怪异不知底细的人 抱歉 一句话还没说完 音念觉得脖梗一痛 整个人直接就揽了下去 直直地倒在了地上不省人事 老乞丐一招手 音念就被他一把抓了过去 扛在了肩上 嘿嘿 你不说话 那老头子就当你同意了呀 辣辣和百变怒吼了一声 直接朝着老乞丐扑了过去 啊 放开主人 但下一刻 辣辣和百变就被他直接敲晕了过去 然后老乞丐将他俩扛在了另一个尖头 两个尖头都扛得满满当当的 直见他黑黑笑了两声 不愧是神兽啊 收一赠二 划算划算 快看念念一家要被老乞丐掳走了 庄贤目睹了这一切 这时候要是还看不出 他这师公是小神经强者的话 那真是白长了一双眼睛了 他看得心惊肉跳 他知道这位师公做事情十分随心所欲 但也没想到人家说都没说就把姑娘打晕了 便上前劝说道 师公 这位姑娘是无辜的 那老头不以为然 笑嘻嘻地说 什么无辜的 你没见人家答应做我徒弟了吗 庄贤很无语 这个师公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 明明是人家刚要拒绝就被泥犬打晕了好吗 庄贤语重心长地继续说道 师公 你这样是不行的 收徒讲究你情我愿 而且人家说不定有师父了 刚说完 老乞丐不耐烦的一挥手 啪的一下 庄贤也软软地倒不下去 而他这一仰手 百变和辣辣也掉到了地上 他看着地上的庄贤 没好气地说 小娃娃推能唠叨 和他父亲年轻的时候一个德行 不好不好 老乞丐将装衔往自己的右嘎吱窝上一架 左肩上又扛着阴面 老头子我还缺个关门弟子呢 就你俩了 庄贤问那臭小子年轻的时候 不懂事做了错事毁了根基 没想到生出来的孩子还挺争气的 这回老头子扛的扛 抱的抱 一拖四 搞得个满满当当 心满意足 出门就个人还收了俩徒弟 不错不错 老乞丐一步三抖地往外面走 没走一步 他的距离竟然就往外窜出了好远 然后忽然蹲下脚步 像想起了什么 皱了皱眉 不对啊 刚才那些黑衣人 说是皇宫里那个丑婆娘派来的吧 他摇头晃脑 匆匆癫地自说自话后还生气了 老乞丐脸色越来越沉 就和六月皱变得天似的 动我徒弟 一动就是两个 这不是打我老头的脸吗 反了他 这老乞丐还真有趣 自顾自认了两徒弟 还要替徒弟出头 随后老乞丐顺行千里 直接来到了百草山庄 庄天问早就在外面眼巴巴地等着 一下看见老乞丐那熟悉的身影 欣喜不已 老师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哼哼哼 几人兜头就砸在了他身上 接着 我心收的徒弟 老乞丐冷哼了一声说道 庄天问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被惊得目瞪口袋 只好照做连连去接这几个昏睡的娃 哪知道下一刻 老乞丐不客气地一拳就奏向了庄天问 别乱叫 我和你的师徒缘分在你不听我劝道 非要逆天而行的时候就已经断了 只见他活动着刚打人的手腕 看着面前的庄天问 心里还有些怨气 这次你把咱们最后一点人情也用掉了 我以后都不会再见你了 庄天问红了眼圈 哽咽着说 是 徒 我知道了 老乞丐满脸严肃地往外走了两步 却又猛地回来戳着庄天问说 那虽然我和你师徒缘分没了 但你儿子我还是要带走的 庄天问心里惭愧不已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然后老乞丐转身就往外移 帮我照顾好我的徒儿们 我去教训教训贼婆娘 庄天问目送的这个看起来有点神经兮兮的师父 但心里又满是敬畏 不知道这师父又要搞出什么事来 你见过用细线就能将人腰斩了吗 这个看着有点神经兮兮的老乞丐竟不费吹灰之力 让来抓庄贤的人全部领了盒饭 老头并强势把阴念和庄贤收为足地 还是要为徒儿们讨回公道 此时的皇宫里 帝后正傲慢的一脸阴沉的坐在大殿之上 此时们还没回来吗 一个侍卫战战兢兢的打倒 没有 随后他便大发雷霆 真是废物 带个连灵体都没有的废物少爷吗 竟然这么慢 可他哪知道 自己的死事已经变成了死尸了吗 帝后烦躁的满脸阴郁的捏了捏自己的眉心 自他的女儿苏林燕受伤 白露又来脚的天翻地覆 和祖老们关系也逐渐恶化 都让他头痛不已 他这两天连睡都睡不安稳 一闭上眼睛就是那狡诈的女人满脸血地瞪着他 音笑着冲他喊 我会夺走你的一切 等着我 明明他都已经是小神劲强者 可睁开眼睛时他还是会觉得一身冷汗 自从他成了白家家主之后 还没遇到过一件不称心的事 可如今这几二连三的是直角的他心神不宁 白家族老也不听我的 然后他愤怒地一把扫掉了面前桌案上摆着的所有东西 脸都变得扭曲令人毛骨悚然 只见他破口大骂道 伺候的女奴们瑟瑟发动 生怕他一个不高兴就要拿他们出气 随后帝后发了疯的怒斥道 再派人去找 不就是找个装贤吗 这么费劲 可谁料还没等下一拨人出去呢 整个皇宫猛的一阵 轰的一声巨响 一阵骂人声如雷贯耳的传来 瓜婆娘找人暗算我徒儿们 给我滚出来受死 帝后寻着声音出去就看见了一个巨大的人形 小神镜强者 巨人族 那人形高大的像是要窜上天空 他一只手还拿着酒壶吞吞吞的往里灌了两口酒 原来是一个酒疯子来砸场子了 帝后眼瞳狠狠一缩 惊诧不已 巨人族不是早在两百年前就消失了吗 怎么又出现了 他不敢轻敌 深吸了一口气 下一刻一个巨大光阵从他脚下伸展而出 哄 光阵里传来了灵兽的怒吼声 堪比小神镜强者的神元兽怒吼声 巨大的身躯直接从光阵挤了出来 他背上长着长长的疾刺 四肢粗壮宛如晴天巨著 一双显红色的眼睛毫不畏惧地盯着老乞丐 准备随时对老乞丐发动致命攻击 与此同时 一道道强横的天灵境气息也从皇宫深处冲天而起 他们悬促于空中 带着自己的灵兽汇聚到帝后这边过来 满脸疑惑地询问道 帝后这是怎么回事 巨人族不是早就消失了吗 帝后宁神看着面前还在灌酒看起来醉醺醺的老头 没有消失 一些血脉特殊的种族只是血脉凋零 但不代表他们一人都不存在了 巨人族也算是得天独厚擅长战斗的强大的种族了 这是帝后旁边一个勾搂着身躯的老婆婆 有些生气地质问道 不知我万寿皇室是怎么招惹到你了 竟然公然打到我们皇室中来 难不成巨人族就这么不将我们皇室放在眼里吗 话音刚落 只见老乞丐就猛地伸出巨大的脚 一脚踹翻了离得最近的一个宫殿 老头怒视着帝后 还是那副最熏熏的样子 放在眼里 踩在脚下老头我都觉得不紧气 瓜婆娘我问你 为何伤我徒儿们 帝后顿时就想到了庄贤 他今天只抓庄贤了呀 可哪里来的吗呢 难道是有什么误会 于是帝后还算镇定地说 我并未伤您的徒儿 你徒儿姓是名谁 家住何方 这个极其恶毒的帝后召唤出无比强大的神兽 对付耍酒疯的巨人族老乞丐 竟然不堪老乞丐一拳头一击 被揍得趴在了地上 就在刚刚这个老乞丐瞬间变身成比天高的巨人 人站在他面前就像一只蚂蚁 他是要把欺负徒儿的人碎丝万段 脚轻轻一身就踩翻一座宫殿 直让在场的人都吓出一身冷汗 地基看到如此强大的对手 也心生畏惧 他还不知道是得罪了什么人 正在这时老头本来是要勇猛地喝一口酒的 谁知道一下灌得太急 被耐烈酒呛了一下 老乞丐被呛的泪花都飙出来了 只见从他嘴里喷出一口酒来 一路之下又踹翻了一个宫殿 怒骂说这是什么酒 一点都不懂事 地后还没受过这种气 满眼血红 你这老头被酒呛到管我皇族什么事 完全是胡闹的一个酒疯子 随后他愤怒用手指着那老头 恶狠狠地说 气人太甚 战神 杀了他 他的灵兽名为战神 主人一声令下 那巨大的四角兽猛地就对着老乞丐冲了过去 老乞丐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 只见他大喝一声 来得好 然后直接握拳迎了上去 战神是以力量为主的 可他那颗巨大的脑袋 碰上那只比他脑袋远不如的拳头时 战神突然哀嚎了一声 轰的一声 他直接被砸飞了出去 倒在离地后不远的地方 鲜血直溜 围观的人全部都被吓了一跳 连忙提醒道 好强 地后小心 早知道巨人族的人能打 却没想到竟然连体质比人族都要强大的灵兽 都奈何不了他 那些天灵境强者可不夸丢人 剑壮立刻上前劝说 这位前辈 说不定是场误会 劝您及时收手 不然等我们整个皇族都出手 前辈可就与我们结下死仇了 老头插着腰 怒视着他们 什么误会 我还能弄错了不成 都给我听好 我那徒儿叫 他忽然顿了顿 那小丫头叫啥来着 庄天问的儿子又叫啥名 他混混顿顿的脑袋一时之间想不起来 一见眼前这些人还都眼巴巴地盯着他 听他训话 但他却说不出个所以然 一时之间脸色难看 面上一点都挂不住 他手一仰眼睛一瞪 怒骂说 咋 我说打就是要打 谁给你们的脸皮子问东问西 众人一脸猛逼 对这爱发脾气不讲道理的老顽童也真是无语 带划过神来 地后看着老顽童没有罢休的意思 看来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于是他对一旁的灵兽命令到 战神 给我杀了他 战神领命立刻满血复活跳起 和自己主人一块冲了上去 两方顿时如星云相撞 天崩地裂 火花四剑 谁也不让谁 小神境强者对战 那可和之前因恋恋小打小闹完全不一样 圣山宗也好 明天学院也好 这些强大实力这次带队出来的负责人 都一脸震惊地看着面前的一幕 程山宗的人皱紧眉头 惊叉不 这皇宫最近真是个多事之秋 接二连三的出事 于是问道 这是怎么了 又是皇宫 旁边圣山宗的一个人犹豫着说 长老 咱们去看看吧 毕竟帝基已经确定了以后要入我圣山宗修行 他们还是很看重帝基的天赋 地场惊天动地的恶战正在上演 帝后和老乞丐打得不可开交 引来了拥护皇室的一些强大势力的关注 站在不远处的圣山宗的长老 咒咒梅灰手势一刀 去吧 他们还是很看重帝基的天赋的 虽然神兽被偷 但圣山宗的人认为这只是暂时的事 竹宠契约可不是那么容易断掉的 而且凤云难求 以后还能找到不少厉害的灵兽 潜力尤在 正在这时灵天学院的长老 也明媒对弟子们说道 走 我们也去看看 这时周少玉和吴雪也带了一帮人 向帝后他们这边走过来 周少玉还是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看热闹去了 小神静强者的交锋 对他们这些小辈来说 哪怕只是站着看看 都能觉得兽益无穷 只听了轰的一声巨响 皇宫已被废了一半 老乞丐和帝后瞬间交战了几百回合 帝后受了轻伤 老乞丐也挺狼狈的 皇宫里还有其他强者 也都招来了自己的灵兽 将老乞丐团团围住 老乞丐见路颓势 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只听到一声 气人太甚 接个托死他 老乞丐猛的一声力喝 就凭你们 大家提起十二万分的小心 结果嗖的一声 老乞丐脚底抹油直接开溜 哈哈哈哈 不陪你们玩了 老头子我要吃饭去了 帝后感觉被这九疯子耍弄了一回 他几时受过这种气 直气地呕出一口血来 太贱了 这老东西太贱了 老乞丐回到山庄 还不等庄天问说什么呢 直接又将还昏着的两人一把夹住 我走了 这两个娃武会好好照顾 庄天问对这随心所欲的师父表示很无语 而与此同时 在吃鬼谷住所中 晨晨睡着的原心碎终于睁开了眼睛 他被小神镜强者打架的威势波动震醒了 睁开眼睛的时候满眼都是烦躁 大长老健壮立刻凑上前来 少主 阴醒了 原心碎没回答他 而是习惯性地往床铺旁边一摸 摸到了一手空 他瞬间清醒了 猛地从床铺上直起了身子 闭脸阴沉地问 念念呢 大长老随口说道 姑娘他出去看热闹 他这才想到好像阴念出去的时间有点长了呀 半天都没回来 希望没有出什么事 原心碎 闭听他道娃娃不在 只觉得头隐隐作痛 不假思索地说 去找 大长老不敢耽误 立刻派人去找 可两个时辰过去了 他们找遍了万寿国也没发现阴念的人影 大长老都快急哭了 这可是他们少主放在心肩上的人 要是不见了不知道少主会怎么样 于是他哭丧着脸声音哆嗦着说 少主 找不到啊 原心碎脸色平静地让人觉得可怕 他之前说他去哪了 大长老低着头 不敢看原心碎 他明明先前就已回答过这个问题 而这时他也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声音激进颤抖着重复着那句话 去 去皇宫看热闹去了 原心碎缓缓吐出一口气 抬起眼眸 里面一片冰霜里面 他一下就想到了那阴险的地后 他与那地后有仇 随即他站起身来 静止往外走去 去问问地后就知道了 他觉得念念是被地后给抓住了 大长老知道这地后狡诈的 他说出心里的疑惑 地后能说实话吗 原心碎笑了笑 眼底却一点笑意都没有 没事 打之半死 总能说实话呢 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强 他手一抬一个巨大的阵法笼罩在所有人的头上 从阵法里巨势倾斜而下 是要把皇宫移为平地 就在刚刚乞丐打完之后 地后看着这一片狼藉的地面 手指尖都在发抖 他真想杀了那个九疯子 见皇宫这样子 一些护国大将也忍不住跑上前来 那巨人族的人为何说您伤了他的徒儿 为何会得罪如此强大的隐士强者 地后 这是你是不是得给我们一个交代 刚刚赶到支援的其余皇室分支也来了 他们气得更狠了 这些年地后就只手遮铁 越来越削弱他们这些旁支的势力了 如今看皇宫被毁坏成这样 皇室颜面何存 这让他们在万寿国还有什么面子可言 地后面色铁青 声音的冷冷的 我怎么知道 他的九疯子来耍九疯罢了 我只去抓了庄贤 他心里在想着 可明明他只针对庄贤 为何听那九疯子的意思是还有别人 战神被老乞丐打的身上都躺着血 他满身烦躁 地后都有些控制不住他 连忙将他召回了自己的灵兽空间里 几大势力的人在这时也终于赶到了 圣山宗那位长老走在最前面 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地基怎么样了 见圣山宗果然看中自家女儿 地后的脸色这才好了一些 笑着说 燕儿并不在宫中 我让他去别宫休养了 所以无碍 辛苦诸位来一趟了 虽然地后一开始看中的势力是赤鬼谷 因为几大势力中 赤鬼谷里的阵法是很多 各方面的人才都有 实力深不可测 可赤鬼谷的那些人来是来了 可他们对燕儿过于冷淡 地后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自然不会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 眼看那些分支的皇族们都不满地看着他 却又在他和这些大家族的人交谈时 露出难以自制的羡慕神情 地后心底的烦躁稍稍平复了一些 这些老不死的心里有想法又如何 现在万寿国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他女儿是天生奉原 在这些大势力面前也得脸 临天学院的人看了这只剩下一半的皇宫 他们的大长老忍不住问 你到底做了什么呀 让人家这么不管不顾地打上门来 另一个长老对地后摇了摇头说 真是没想到巨人族 竟然不是消失只是隐士 这隐士家族可不好得罪 虽然你也是小神镜强者 但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当是一星小神镜 大长老转而说道 那位巨人族 至少得是五星小神镜了 这样的人可不好得罪 他们心里清楚 要不是皇宫里人多 老乞丐就孤身一人 还真能给他一锅端了 地后被他们说得 脸清一阵白一阵的 可这些人可不是分支皇室 他们说得他不敢反我 地后却还是牙将嘴硬 我皇室也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 而且让他也不敢反 再来 我必定杀之 话音刚落 只听了轰的一声巨响地动山摇 地后他们个个瞪大了双影 寻声看去 一个巨大阵法直接笼罩在了众人头上 黑色阵法里散发着恐怖的威压波动 在地后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无数的巨石从内阵法里轰隆落下 烈焰将周围空气都扭曲成颤抖的模样 直接砸向了还剩下一半的宫典 圣山宗的人大喝一声 躲 躲开 一群人齐齐往外面退 皇宫里的人浑身发抖地往外面退 是谁 这次又是谁 地后尖叫的喊声中 隐约有几分崩溃的滋味 周绍玉和吴雪这两个少年英才 被自家长辈像林小姬一样拎在手上 心里是又秀又精 周绍玉很快就看见了 在那阵法之上一个男人 那 那是 那位阵法师大人 男人没竖关 站在那阵法之上垂眸扫下 好似在俯视众生 众人吓了一跳 抬起头果然看见了最上面站着的圆心碎 皇室分支的一个人不紧大脚 堪比小神经的阵法师 皇族分支的人彻底疯了 不管不顾地朝着地后咆哮 白玲 你到底做了什么 这个男人比老乞丐还过分 不分青红皂白 直接先动手打死再说 地后已被打得狼狈不堪 圆心碎手一挥 那阵法里的无数位落巨石 就又要对着地后兜头撒管 就在刚刚 围观的众人见阵法上的人太强 都想要撤退保存实力 周家和吴家的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为什么这些人一个两个地 摁着地后的头打 阵法最是几手 然后他们默默地带着自家人往后撤 周家人低声说 这女人一定在外面得罪了什么不该得罪的 现在全打上门来了 吴家人也点头 好在地基和咱们没有关系 不烫这趟浑水 不只是他们 灵天学院的人也带着自家师生往后面推 这时候要是冲上去给这女人当枪使 那谁上谁蠢率 他们可不蠢 甚至灵天学院的人乐得看热浪 冲着抢到了地基的圣山宗调笑说 快上啊 不就是小神经的阵法师吗 你们圣山宗几下就解决了吧 圣山宗长老烦躁不已 你闭嘴 地后这女人怎么就这么能忍麻烦呢 随后她对弟子们说道 如今咱们与皇室 风家联手 不怕她的单枪匹马的阵法师 上 就在他们冲向了地基身边 可一直在旁边没吱声的风家人 却阴沉着一张脸 风寻一摆手 在地后惊骇的目光中说 对 可话音刚落下 就见风寻整个人 如同一只千年老王八一样 被狠狠地摁进了地里 风寻抬起头 狼狈不已 这阵法师为什么就针对我一个人 连心碎冷眼看着她 她可还记得这男人扯念念衣领的事情 她抬手下压 正要将风寻给一巴掌压死 风家长老联手抵住了她的攻击 脸色黑沉的 欺人太甚 当我风家是路边的阿猫阿狗竟很欺吗 喂快看 吃鬼谷的人来了 风家有人眼尖大喊 吃鬼谷的人精通阵法 一阵破阵是最有效果的 这男人死期将至了 可吃鬼谷的人是来了 他们的脸笼罩在黑袍中 浑身带着煞棋 地后喜出望外 这下她有救兵不怕 一而再再而三地有人挑衅她 她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了 今天必须将这个阵法式斩杀于此 地后自信地上前和吃鬼谷的人说道 吃鬼谷的诸位 随我将这人拿下 事后必有重谢 可话刚说完 就看见吃鬼谷大长老 一把抽出了她那柄 已经数百年没出的宝贝法器 无双含剑 剑气一圈荡开 震得地后连连后退 大长老开口 语气里带着愤怒与阴沉 白玲 趁我主还没动真格的 赶紧把我们念姑娘交出来 不然便将你这皇宫脚的天翻地覆 这一遍固执让众人都快惊掉了下来 吴雪更是不敢置信地看着圆心碎 不免春心荡漾 双甲飞红 内的男人竟然是吃鬼谷的 那位从来不曾露面的谷主 竟然如此年轻俊美 吴雪自认为这世间极少有男人配得上自己 不是太老便是实力不够 可若是圆心碎这样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地后被这长剑指着 脸上的自信仿佛被这些剑气一点点切开锅落下 什么念姑娘 我根本就没见过你说的什么念念 还有 这还叫没动真格的 地后看着彻底被毁的皇宫 只觉得胸腔中有一股血气在横冲直撞 气得他想要双腿一身直接晕死过去 圆心碎一挥手 那阵法里的无数位落巨石就要对着地后兜头砸过来 他比那老乞丐还要过分 他甚至问都不想问 先动手 打个半死再说 地后意识到他是真的直接想动手 要是平时地后也不拒他 但刚才才恶战过一场 战神还没有恢复过来 而且赤鬼谷实力深不可测 暂时不能与其交恶 地后也顾不上颜面了 放低姿态解释道 大长老 这其中一定有误会 我根本没动什么念念姑娘 我敢对天启示 大长老不是会不真言正法吗 你可以给我试试 临天学院的长老对弟子们说道 那真言正法 整个五周只有赤鬼谷大长老一个人会不 站在那正法之上只要开口 便说不出假话 大长老觉得地后这回说得可惜 随即看向袁心碎 少主 那女人恐怕真没见过姑娘 而且咱们这次带的人不够多 继续纠缠的话 说不定念姑娘就真的要危险了 袁心碎死死地盯着地后 似要将地后看穿一样 直盯得地后浑身发毛 然后袁心碎冷冷地说道 去找念念 这个男人差点把皇宫一拨端掉 地后做梦都没想到男人居然是赤鬼谷少主 还差点被赤鬼谷长老一见封喉 迫于无奈让长老用测谎仪 验证他的话的真伪 就在刚刚赤鬼谷的人走了 地后心底一松 才发现自己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循儿 你没事吧 风寻这时才能被风家长老从地里拉出来 这次有家里长辈护着 伤到是没伤 可怜都丢光了 地后缓了缓神 最后缓缓看向了风寻 神情阴沉扭曲地质问道 风寻 你刚才让风家人退 你难道忘了你和我燕儿的婚约了吗 可真是厉害 风寻早就对苏灵燕那个丑八怪厌烦了 那没了一只眼睛的样子 风寻冷笑一声 婚约又不是已经成婚了 这婚约吗 可以定那边可以退 你说是不是 风寻办事威胁地逼近地后 而且你和苏灵燕 当真没有事情瞒着我 地后心头突然一跳 盯着这样的眼神 她有些不安 难道风寻是知道什么了 地后强装镇定 婚约这是私事 我们去里面谈 她怕这风寻说出什么来 圣山宗的人可都在这里 不能让风寻乱说话 风寻也不想撕破脸 于是答应下来 带着风家人就浩浩荡荡地往皇宫里走 结果走了才两步就愣住了 路边一地的废墟 这要在哪里谈 好不容易来到一处完好的皇宫中 风寻正经微作 一脸认真的说道 我风寻不会要一个容貌敬毁的女人 若神兽还在 倒还可以考虑 但现在 地后阴沉拙脸 听着她最不喜欢听的话 心里气得牙痒痒的 凤云啊 神兽被偷走了 但不是还找得回来吗 毕竟契约是绝对断不掉的 想到这封家长老便劝说道 寻儿 其实容貌并不是一个女子一等于重要的 风寻的下一句话 如凭地起了惊天地雷样炸开 我亲耳听见那女人说的 契约已经断掉 神兽血缝已经回不来了 风家长老一脸的惊讶 不可置信地指着地后问道 什么 白灵 这是真的吗 地后也猛啊 这封寻是怎么会知道这件事的 难不成她装了监控 要如何把这件事原说过去 她难为情地笑着连连摆手 说出她自己都不信的话 当然不是真的 这笑笔哭居然还难看 风寻忽然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冷笑一声 呵 别狡辩了 你和你那宝贝女儿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她便说便逼向地后 死死地盯着地后 地后直被盯得心里发毛 风寻得意地说道 要不要我再说几个秘密 比如白家秘法 那可是好东西啊 连我都心动 又或是你女儿身上的凤原 是从别人的绳挖来的 地后像被人捏住了咽喉样 一口气快上不来 此时不仅大惊失色 嘴里还是在狡辩 信口胡言 风家长老见地后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狗被逼急了都要跳墙 何况地后还是这么厉害的人 她生怕地后会伤害风寻 连忙拉住风寻的胳膊 寻而小心 然后她走向前挡在了风寻身前 大声说道 还不快快解除婚约 一个半费的御寿师 怎么配得上我们寻而 许回来也只会辱没我风家门楣 地后背对的哑口无言 气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风家竟然敢如此欺辱燕尔 若是在这种结果眼上被推清 那燕尔不是成了五周的笑话 这时风寻完全猜透了地后的心思 露出阴险一笑 白灵地后 这样 不如我们做个交易 只要你能拿出让我满意的东西 我就过三个月再与这女人推清如何 而且我也不会告诉圣山宗的人 神兽已经彻底不属于苏林燕了 不然她怕是连圣山宗的门都进不去吧 地后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曾经的女婿 这人心机可真深 她几时被人这样算计威胁过 风寻的话如一根根刺样直刺进她耳中 我提出的建议 你好好考虑考虑 地后这么聪明 一定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对吗 地后遭老乞丐和原心碎打击受重创 风寻因地基变丑又没有受缘而要退婚 还威胁地后要交出荒母术 地后怕风寻马上退婚让别人知道会丢脸 只能面上委屈求全 风寻提出交换条件 只要地后拿出她想要的东西 退婚就延缓到三个月 地后死死地盯着风寻 毛都没长齐的男人想威胁她 她此时真想直接杀了她 但这样肯定是会和风家结成死仇 地后哪里受过这种窝囊气 她强制压着涌上猴头的屈辱感 说道 好 那就三个月 你且回去等着 乃至风寻冷哼了一声 眉眼间含着得意一脸霸气的就要拂袖离开 威胁地后道 我只会停留两天 你快些 地后满脸愤怒地看着风寻他们离去的背影 但她现在被风寻掐住了脖子 不能轻举妄动 等风寻走了之后 地后再也忍不住 捂着心口背弃地呕出一口血来 本就被原心碎和老乞丐两人弄得受了伤 这会儿更是急怒攻心 她的亲信面色大变 连忙上前扶住了她 你没事吧 我去叫灵一 地后满眼很利 没时间了 你去把叶儿带过来 他们都看不上我叶儿是吧 好 那我拼了命也会让我叶儿重拾天赋 亲信愣了一下 随后像是猛地想到了什么 难道地后是想牺牲自己的修为 邦地基提升 她惊诧不宜满面苍白地说 地后 你应该不会是想 一句话没说完 地后怒喝道 别废话 快去带地基过来 随后苏灵燕被扶着走进来 她已经听说了所有事情 戏愤不宜激动地说 母后 我不要嫁给风寻那种伪君子 地后这个处女儿入骨的母亲 哪里愿意让她受半点委屈 于是冲着女儿露出一个笑容 安慰道 母后当然不会让你嫁给她 一切只是缓兵之计而已 苏灵燕此时对风寻的所作所为恨得咬牙切齿 一脸悲愤地说道 也千万不能将密法给她 待我日后成才 必定将这个男人碎尸万段 大带这样才能解她心头之恨 地后扶着苏灵燕坐下 燕儿 你躺下 那庄贤恐怕就是巨人族疯子的弟子 她的兽缘咱们暂时是拿不到 苏灵燕一听极了 那 地后怕她太激动连忙安慰 除了那剑种的凤缘之外 你自身其实还可以再觉醒一次兽缘 但你身上的兽缘并不算好 甚至是很差 因为是在祖骨上 原计划暂时封住她 准备之后让你的凤缘养缘 可谁知神兽没了 连接神兽的凤缘也大打折扣 再孕育出好兽缘的几率微乎其微 苏灵燕一脸的不甘心 这种兽骨怎么配得上她尊贵的地基身份 地后爱怜地抚摸着苏灵燕的头 但母后用精血帮你育你 便能将你的兽缘移到头骨上 头骨有多重要 想必你应该知道 苏灵燕不无担忧地看着母后 她知道她的母后这样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于是说道 可这样 母后你一生都不会再境界 永远是一星小神境 说不定还会后退到天灵境 可为了自己女儿 地后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她定要送女儿上五周 晋升山踪 成为一代天骄 随后地后毫不犹豫地摁住了苏灵燕的头 我们开始吧 灵燕一家被老乞丐掳走又去了哪里呢 在巨人族的巨人山上 灵燕和灵兽仔仔还有装弦正躺在一处草地上 而此刻 被敲晕过去的灵燕也终于缓缓清醒了过来 结果一醒来 她就看见一张老脸对在自己面前 那一条条深深的老树皮一样的皱肘下的灵燕立刻跳了起来 百变就躺在灵燕身边 灵燕慌乱之间踩了一下她的尾巴 痛得百变立刻惊醒抬起了头 结果百变抬头又狠狠地撞到了辣辣的下巴 两个小不点顿时慌作一团 看到这个像人贩子的老乞丐 灵燕和仔仔们把腿就要跑 结果三人乱地滚坐了一团 老乞丐捧着肚子笑出声 哈哈哈哈 乖托儿你在干什么呢 这是在逗师傅我开心吗 灵燕身旁一边一个仔仔 都满眼警惕地看着对面的老乞丐 灵燕随口之问道 你是谁 老乞丐捧着脸 飞飞笑着盯着她 我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师傅了 你叫什么呀 灵燕想起至今还被困在那魔剑里那老妖婆 她虽然有些口是心非 总爱对着她黑着脸 但她觉得老妖婆与她便是再生父母 你是师傅 她也和老妖婆启示过 绝对不认其他人做师傅 于是辩解道 我有师傅传授我功法 叫我为人知道 老乞丐哪听得进去 五着耳朵调皮地说 哼 不管不管 我认徒弟从来都不管别人愿不愿意 我敢打赌 你肯定会喜欢老头子的家的 到时候敢你走都不会走 念念气急 不知道原心碎有没有发现她消失 念念美好气地说 谁要去你家 少在那自说自话了 碰到这种无赖 念念也真的是很无语 老乞丐却并不生气 笑嘻嘻地摊开双手 你现在就在我家呀 这老头从英念眼前闪开 露出了背后的景致 英念这才注意到周围的情况 此处是一个巨大的盆地 群山环绕 一座座山头上都笼罩着浓郁的迷雾 充沛的灵力 即便英念不用都能感觉到 这时庄贤还躺在一旁眉醒 英念踹了她一脚 庄贤才迷糊着坐起来 一睁开眼睛就愣住了 怎么觉得刚刚被人踹了一脚 然后她又打量了一下四周 这是哪 正在这时老乞丐猛地对着山头大叫道 臭小子们 来见见你们的小师妹了 声音震耳欲聋 响彻山谷 老头身后的四个宝连连捂住自己的耳朵 话音刚落 整座山都在颤抖 随后就听见了漫山变影师傅施工师祖父 一个个身影从那山上奔跑而下 密密麻麻霸占着山头 英念人都傻了 这这老乞丐的徒弟们手拉手都能站满整个山头了 老乞丐是个收徒狂魔 收的徒弟居然站满了整个山头 还没等英念反应过来 身边就已经围上了一大圈的人 这就是小师妹啊 小师妹长得好漂亮 师傅你这次挑选的都不错吗 比上次带回来的二伯好多了 一个脸上长满了落腮胡子的男人不服气地说 你骂谁二狗了 老子叫王尔够 一个同样穿的一身破破烂烂的姑娘 这姑娘眼睛和黑葡萄一样 眨巴眨巴 脸上还有两个可爱的酒窝 知道了知道了 二狗 这话指引得一群人疯堂大笑 他看了装显一眼 很快就收回了目光 转而看向英念说 小师妹 我叫孟小七 师傅是老乞丐 我师兄小乞丐 嘻嘻 咱们整个山头就我一个女弟子 以后可好了 有你了 这满山的臭男人看得他头晕脑胀 终于来了个养眼的小师妹了 再也不用孤零零的自己一个人睡觉了 庄贤则是被旁边的王尔够一把抓起 王尔够一身雄壮的肌肉 他不太满意地拍了拍庄贤的身子 小师弟 你这也太瘦小了 看歌 他用力地展示着自己的肌肉 羡慕不 从小就是要罐子走如玉公子那一派的庄贤 还见不惯这样的肌肉男 感觉好丑 庄贤从王尔够手上挣脱出来朝着老乞丐行为一 师公 话还没说完脑袋上就被老乞丐重重地敲了一下 谁是你师公了 我是你师弟 你爹那小崽子和老头子走就没关系了 别以为我收了你做徒弟 你就能帮你爹求情了呀 提起庄贤问 刚才还在笑着的王尔够笑容顿了顿 但很快他就调整了过来拍了拍庄贤的肩膀 师父带你来了咱们巨人山 那就好好待着 你爹肯定是姻人了的 来来 输给你练练肌肉 庄贤小声地说 不用了 转而庄贤的声音 马上就被淹没在了一群肌肉叔叔的哄笑声中 肌肉男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庄贤一下扛在了肩上 众人纷纷簇拥着他们往一边走去 巨人族的人崇尚力量 就算本不是巨人族的人 跟老乞丐跟久了也会被逐渐同化 念念一手拉着辣辣 一手拉着百变 面色冰冷地对老乞丐说 我可没有同意要到这里来 然后冲着老乞丐大叫道 我要出去 老乞丐生气地转身就要拂袖而去 或有些生气 哼 没门儿 进了我老乞丐的眼那就得到我头地 他分外不讲道理 形势随心所欲惯了 人家的怪癖顶多就是爱喝酒啊 或者喜欢养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老乞丐就厉害了 他爱收图 看见有潜力的人就往自己的山里拐一拐 我不 音念再一次要拒绝 可一个圆溜溜的东西就被塞进了音念的嘴巴 什么东西 音念吓了一跳 那东西入口即化还不等他吐出来 就已经化成一缕微凉的烟 顺着他的喉咙直接下去了 孟小七笑嘻嘻地看着念念 别怕小师妹 这是我们巨人山才有的灵果 飞烟果 里面都是很精诚的灵力 你感受下 音念赶紧检查身体 果然体内那颗白色的灵球球正在高兴地蹦满 灵中的灵力正在被白灵球吸收 孟小七亲热地勾着音念的肩膀 惑不及待地告诉他 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好东西 而且完全不会拔苗助长 师父虽然脾气古怪了你 但是对徒弟那是一等一的好 然后小七附近念念的耳边继续说道 一开始有很多人来了也冒着要走 但最后都对师父心腹口服了 抢着要留下来呢 英恋眼巴巴地看着孟小七 手上拿着的那些灵力含量丰富的果子 有些不争气的动摇 但很快就被他一把摁了下去 我是有事要办 我不能一直留在这个山里 谁知孟小七扑斥一声就笑了起来 谁说我们会一直在这个山里啊 出入都很自由 只是隐藏身份而已 师父说你是万寿国来的 那对五周不熟吧 就先住下好了 英恋猛的惊道 等等 你说这里是五周 我这是晕了多久啊 竟然到了五周 英恋打死也不做老乞丐徒弟 哪知道这居然山上物产丰富 有很多奇珍异果 可以说是一座宝山 而且他亲自品尝了灵力十足的飞烟 周身灵力不仅大增 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灵力丰富的果子 英恋忍不住被吸引 这里却是个修炼的好地方 心里有些动摇 听说这里是五周后 他猛的大惊 我这是晕了多久啊 竟然到了五周 要想五周和万寿国 可是有十万八千里哦 孟小七一边说一边 拉着念念的手往前走 兴奋地说 师父速度快 一会儿就到了 这老乞丐难道是孙猴子 一个跟头就到了 也太厉害了吧 来到了一个黑区 去长满藤蔓的洞口前 小七指着前面的洞口 你就住这里吧 我就住你隔壁的洞 英恋一看傻眼了 即便是在魔剑的时候 他都没有住过山洞 大魔们给他弄了屋子 孟小七一见他这样子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于是说道 这可不是普通的山洞 你看 然后他伸出手 挠了挠一种绿藤中的 那根紫藤 藤藤开门哦 那紫藤竟然发出了 古怪笑声 嘻嘻嘻 吓了英恋一跳 下一刻那些藤蔓 全都翻卷着往上跳 露出了里面一个 巨大的空间 咯噔咯噔几声 英恋看见 几株矮角木甩了甩身子 他们身上的果子 便猛地亮了起来 照得整个洞穴 都无比明亮 不过里面空间虽然大 但是只有一张床 孟小七拉着英恋 往里面走 别的桌子椅子 什么的可以让师兄们给你 但是咱们用的一些 修炼用的东西 就得去外面置办了 还有吃的也是 随后他又接着介绍道 刚才那紫藤 便是看门腰疼了 你等会儿 在看门藤上滴一滴血 他便认识你了 以后只会为你开门 别人要闯进来 首先就得过他那一关 你别看他长得丑 人家可是堪比五星人 临近强者的 一面一脸新奇地 看着这一起 孟姑娘 那看门藤是 幽草兽的一种吧 幽草兽也能被驯化 而且这一个山洞里 就不止一种幽草兽了 五周大地上 有人族 还有别的类似 巨人族和献族 这样的奇特种族 而兽类中 又分为动物系的灵兽 与植物系的幽草兽 灵兽又分为 被人驱使的七月兽 和不能驯服的野灵兽 而幽草兽 驯服成功的几率 微乎其微 小七接着兴奋地介绍道 这便是我们巨人族的能力了 只要你还在巨人山之中 是我们巨人族认定的朋友 和我们一族 同气联知的妖草兽 便不会伤害你 孟小七猛地 一拍自己的脑袋 对了 我突然想起来 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她拉着阴念 来到了山洞最里面 七拐八拐的 到最后阴念 竟然看见了五条路 分别通向更大的洞窟 五个洞窟 是专门给各种 属性的灵体修炼用 水火木雷土 你不是有灵兽吗 你的两个灵兽 是什么属性的 也可以进去的 说着孟小七热情地 拖着拉拉走进了 那火属性的路 来拉拉 我带你进火属性看看 里面竟然是一片 巨大的岩浆湖 滚滚岩浆 散发着惊人的郭总 拉拉瞪大双眼 惊讶地看着这一切 这种地方 真是太适合她修炼了 念念一家真是大开眼界 巨人山不仅有各种灵路 还有适合各种属性 灵体修炼的洞窟 来到火属性的洞窟 湖水岩浆翻滚 拉拉眼睛猛地瞪大 这种地方真是太适合 她修炼了 她立刻跑上前 扑通一声就跳下了 那岩浆湖 她憋了一口气 整个人就往湖底下钻 没到一会儿 她就从里面冒出头 头发上还蓬蓬地 燃烧着两次火苗 火苗像两个害羞的包包 正在羞怯地冲婴 打招呼 主人你看 我抓到鱼了 辣辣猛地将怀里抱着的 半人高的一只浑身黑铃 牙齿尖锐的乌鱼给丢上来 那乌鱼挣扎着蹦打 要去咬一念的脚趾 被百鱼捏着小拳头一下 给砸死 念念看着梦想七 惊讶地问她 岩浆里居然还有野灵兽 只不过这种是最低级的野灵兽 没什么神志 和野兽无意 但身上带有极旦的灵力 修行之人最喜欢的 就是这种未开化的野灵兽 小气得意地告诉念念 有了很多呢 这种无鱼的肉挺好吃的 来咱们把它煮吧 对了 百鱼是什么属性的 百鱼不支声 正在玩弄着鱼尾 音念突然想到 百鱼是在它跌下魔剑之后 凤圆涅盘融合了 魔元素变异的兽弹 顿时笑着说 百鱼受魔剑影响 是灵力和魔元素一体的 百鱼是什么都行 比较平均 百鱼也笑着点了点头 虽然它修炼起来没辣辣快 但只要能全盘跟上掌握 未来成就绝对不会比辣辣低 小七满脸笑意 这样啊 那你哪个都可以去 两个在这下有修炼的地方 兴奋不已 主人 我去修炼一会 主人 我也去了 小七和念念准备去煮鱼汤了 两人生起了火 蹲坐在地上 小七提醒道 小师妹 五周外面还是挺凶险的 龙蛇混杂 你天赋虽然不错 可如今还未长成 实力不高 你可千万不能悄悄跑出去 知道了吗 这个不用梦小七提醒念念也知道 五周他不熟悉 确实不能乱跑 待他摸清楚周围的情况了再跑 而且这地方的人看起来都有善 至少安全这方面不用担心 英念一向来知道要谋而后动 而不是一股脑地往前冲 不把眼光放长远 做事基本是要倒 梦小七怕这位新来的小师妹 不知道怎么照顾自己 热情的像个便宜娘似的 帮英念生 又把乌鱼给清理出来 咱们这儿灵药什么的一点不缺 但是就是平常用的东西太少 你看连个锅都没有 锅吗 英念将手伸进自己的空间 灵宝里掏了掏 他掏出一个黑须须的看起来 像是生锈了的铁锅 有的 诺 用这个 就是长得比较丑 梦小七没过气看那锅就随口说道 这有什么 我给你炖 待他仔细打量后 不仅大吃一惊 嗯 这不是上等法器吗 那上面凹住不平的哪里是铁锈啊 那是雕刻的万寿图 这可是上等的防御系法器啊 英念抓着这个丑锅上下看了两眼 啊 是吗 我家中长辈给我的 说让我兜水煮汤喝 具体什么用我也不知道 用大魔们的话来说 上等法器反正现在的念念还用不了 除了给他炸着玩还能有什么用 这丑得不行的玩意而能当个锅 还是比其他只能用来炸的上等好用一些的 于是就给他塞进了空间里 没事 就用这个煮吧 英念毫不在意 这种他空间里还有许多呢 梦小七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原本以为师父不知从哪 捡了个小可怜回家的吧 结果这么一对比 他们这些山里的娃娃才是小可怜 这座大山竟然伸出了岩石手 还往自己的肚子里不断地向往掏着 给念念他们挖出去的通道呢 就在刚刚 算得上土豪的念念拿个锅煮鱼汤 竟然是上等的法器 小七差点惊掉了下巴 不一会念念和小七用法器锅煮了一大锅乌鱼汤 乌鱼的肉确实鲜美得很 再加上英念一路来都没吃什么东西 一大锅的肉几乎都是他解决掉的 念念不仅感叹道 香 好香啊 小七想着念念房里还有些东西得去买 于是说道 走 我们现在出去置办东西 辣辣和百便也在喝着这美味的鱼汤 刚吃完 大家就随小七一起来到了一处山脚下 他随手指着一处山 看好 这里是出入咱们巨人山的唯一通道 要有令牌才能进 念念看了看这座高耸露云的大山 前面全部是障碍哪里有什么通道 满脸疑惑不已 小七继续说道 不过小师妹你还不愿意当我们的师妹 所以令牌先不给你哦 辣辣在旁边插着腰 他是可以化作凤凰展翅高飞的 想去哪就去哪 对小七说的不屑一顾 不用你的令牌 我能载着主人飞出去 弄小七得意的挑眉 哦 那你试试看 辣辣偏不信邪 刷的一下 直接冲天而起 还没飞出多远 结果砰的一声 仿佛撞在了一个无形的屏障上一样 撞得他浑身骨头都要碎了 还掉了好几根柔软的毛毛 气死我了 啊 好疼 辣辣跌下来之后就在地上打了个滚 然后好不容易站起身来 此事已摔得灰头土脸狼狈不已 但还是不服气嘴硬地说 我就不信了 眼看着暴躁辣辣又要往上冲 结果就被阴念一下拉住抱在了怀里 行了行了 下次再试 我们先出去 一向自认不凡的辣辣 忍不住委屈地掉起了眼泪 小孩必定是小孩啊 哭鼻子是分分钟的事 这时只见孟小七拿出了一个令牌 令牌的周围马上泛起一圈 水波一样的波纹荡漾开来 小七对着前面的大山大叫道 山爷爷 开开门 随后阴念就见到了让他目瞪口呆的一幕 整座山就像听到了呼唤突然动了起来 两只巨大的岩石手从山体里缓缓伸出 恐怖的气息压的阴念都要喘不过气来 念念不仅惊呼 这 这是 然后看见两只岩石手往自己的肚子里不断地向外套着头 小七得意地笑了笑 哈哈 厉害吧 山爷爷和师父一样 都是巨人山的守护神 另外 山爷爷可是堪比一星小神经的妖草兽 这地方四面环山 阴念闻言顿时看向了四周 那 那这剩下的三座山 孟小气调皮地眨挖着眼睛 眼里满是骄傲 是哦 都是山爷爷 大山爷爷 二山爷爷 三山和四山爷爷 小师妹 虽然我们是影视势力 但 我们很强 与此同时 在距离极远的万寿国白家 白家这段时间十分地死气沉沉 白露的死让大家都有些提不起劲 而且白家还在河地后闹分裂 但这和被白家众人们当祖宗饲养着的天马 都没有关系 天马们却提不起劲 好想那个浑身上下挂满了清和力的小姑娘 天马老大烦躁地打了个圈 忽然眼神一狠 冲着天马小弟们哼斥了一声 绝了绝蹄子 天马老大和小弟们交流道 要不我们去找他吧 让他做我们的主人 小弟们 赶不赶走 这一群天马老爷们胆子大的不得了 竟然想自己换主子 天马老大提议去找清和力高的那个小姑娘 想让他做他们的主人 然后天马们互相打了个响笛 玛雅一对彼此都心照不宣 一支支的都跑到了门口 他们点起蹄子 轻手轻脚地往外面走 然后猛地煽动翅膀 一起飞向了天空 天天因为白家和地后闹矛盾的时候 愣是没人顾得上天马这边 等女奴们端着好吃的过来的时候 才发现天马大爷们都没了 手上的东西一松 摔了一地 顿时捧着脸发出尖叫 祖老 不好了 天马们都跑了 这天马们可是祖老们的宝贝 要是没了不知道又会气成了什么样 白家真是多灾多难了 与此同时 英念面前的那座大山 已经将自己的肚子掏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念念不仅看呆了 他向里面探了探脑袋 一道悠长的小道一直向前伸展开去 梦小气扯着英念就往外走 通道挖好了 咱们走吧 念念想着这大山的肚子难道就一直这样子了 于是问道 那这通道 梦小气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 忍不住地笑出声 让念念不用担心 大山爷爷会把通道重新埋起来 梦小气话音刚落 就听见轰隆隆的巨响 英念惊奇地发现那两只巨大的岩石手 果然开始捞土填肚子 他面上装得若无其事 心底却感慨万分 果然 五周和小小的万寿国根本不同 五周能人多 危机也多 小神境强者更是不算稀奇 英念只觉自己的实力还不够 显白只会在这里惹来笑话 不免轻声低语道 看来以后还是要小心行事 低调为妙 梦小气听了这话悄悄地笑了起来 稀奇小师妹真可爱 还小心翼翼地说要低调呢 然后他们一起往外走去 轰隆隆的巨响一直不断 大山爷爷在他们身后正在加油干着活 身后的路不一会就消失不见 他们两人才穿过一片密林 辣辣和百变跟在身后 一边走一边背着英念悄悄地在身后过招 辣辣揍百变一拳 怒斥道 你比我离主人要近 你后退 我们得保持一样的距离 百变踹辣辣一脚 冷哼道 你呢 你悄悄伸出手去勾主人的一脚 别以为我不知道 两人谁都不服谁 可等英念转过头盯着他们看的时候 却又装模作样笑眯眯地粘在了一块 辣辣亲热地搂着百变的肩膀 满脸堆笑 我们没吵架主人 英念很无语瞪了两个调皮蛋一眼 这时候却也顾不上他们 因为他们穿出小树林的那一刻 就听到了人声 小气警惕地说道 前面好像有人打架 这个拿着砍刀的娇小女人不得了 竟然在欺负一群人高马大的飙形大汉 就在刚刚念念和小气听到有人呻吟的声音 连忙前去查看 就看见了一群壮硕的男人像死鱼一样被麻绳捆着 在地上像只大虫子一样扭动 嘴里还发出嗡嗡嗡的声音 接下来念念看到了令他惊奇的一幕 一个扛着大刀 可个子却指到英念肩膀的娇小女孩 一边踹着那些男人的肩膀 一边恶声恶气的 笑什么 还想被打是不是 这些镖形大汉显然是这个娇小女人的俘虏 而这个娇小女人对面 站着一群身着青色衣袍的人 看起来像是出自同一个势力 孟小七夫尔在英念身边悄悄说 那些轻衣服的是圣山宗的 看见站在最前面的女人没 圣山宗宗主的女儿 也是今年圣山宗新弟子里排位第一的 有仙灵子之称 名叫圣仙仙 她等小师妹女年龄一样大 已是九重灵体 说到这里孟小七还看了英念一眼 这小师妹身上应当是用了隔绝窥视的法器 除非是像师父那样厉害的人 像她这样的根本看不出小师妹是什么等级的 现在显然是圣仙仙那一方在和那娇小女人对峙 但娇小女人猛地伸出手指着英念鼻子说 你们俩嘀嘀咕咕什么 怎么 你们也是圣仙仙那一派的 想来我手上抢人 孟小七见这女人上来就用手指着小师妹 顿时就不高兴了正要说话 却听见英念面无表情的说 不是那一派的 但你要是在用手指指着我 你的手就要没了 小七惊恶地看着霸气的小师妹 好家伙 所以这就是你说的要低调 他们对低调的理解是不是有所不同 她还担心小师妹性格太软孤恼 想说咱们巨人族就没怕过谁 可谁知道 小师妹比她凶多了 那娇小女人反倒笑了起来 又喝 好大的口气 老娘就喜欢啃硬骨头 你等着 我收拾了圣仙仙那女人 我就来和你打一场 她这口吻英念突然就觉得 有些莫名的熟悉感了 小个子女人一只脚踩着 那地上的男人 地上被捆着的几个镖形 大汉拼命地扭动身躯 圣仙仙旁边的弟子健壮 黑着脸说 周少柔 你仗着自己是周家人 欺负人有意思吗 还不快快放人 要不是我们凑巧路过 发现你在欺负他们 这几人怕不是要 悄无声息地被你杀了 周少柔 英念顿时就想到了 那个爱打架的周少宇 圣山宗弟子们 将周少柔给围了起来 同时 还看向了站在一旁的 孟小妻和英念 喂 那边那两个女的 来帮忙啊 愣着干什么 圣仙仙对一旁的弟子说道 不必强求 又不是每个人都有良知良心 孟小妻显然有些不高兴了 皱了皱眉 我们什么都没说 这两人在自说自话什么呢 圣山宗的人惯会装腔做事 圣仙仙抽出了自己的法器 是一柄青色的折扇 她高高在上地 看着面前的周少柔 固体你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我们今日人多 你插翅难逃 周少柔冷笑道 呸 这几人死有余辜 你少来搅和老娘的事情 那边人虽然多 但周少柔也不害怕 像捆得像粽子的男人踢了一脚 然后抡着自己的大砍刀就伤了 圣仙仙指着她呵斥道 我今日倒要看看 你如何走出这里 话音刚落 那周少柔提着大刀就砍了上去 小七还在一旁担心地摇了摇头 这周少柔是八重灵体 走 要吃亏呀 辣辣这小崽子是有多护主 一道见光就要砍向主人 她却挡在了主人身前 就在刚刚念念和小七 准备去置办理生活用地 结果穿过密林就碰到了有人在打架 一个小个子女人绑了一群人高马大的壮汉 辣辣突然扯了扯音念的袖子 富尔在她身边说 主人 那被绑着的男人 身上好臭啊 音念皱眉赶紧名声秀了秀周围的空气 是吗 我怎么什么都没闻到 辣辣是血脉纯正的灵兽 而且是致正致纯的血风 她已经感觉到地上的那群男人并非善怒 她忍不住对那几个男人露出厌恶的神情 几乎是下意识地说 就是让人很讨厌的味道 孟小七不想管这两个大势力吵架的事情 免得惹祸上身 而且他们还有事情要办 随即笑着对念念说道 小师妹我们走吧 可下一刻几个成山宗的弟子 气势汹汹的顿时将他们围了起来 恶狠狠地说 不许走 谁知道你们和周家的事不是一伙的 回去给周家人通风报信 给我们站在这里 这也太欺负人了 人家没站他们没惹他们 他们竟然仗着自己人多敢这样 孟小七是彻底怒了 她也不是好人 不会任人欺负 于是大步上前就准备动手 你们怕是找死 可就在这时 圣仙仙和周少柔打了起来 圣仙仙拿出折扇法 记一下就向周少柔扫过去 而与此同时 周少柔挥动着大砍刀赢了上去 只见一道巨大的剑光 居然猛地对着音念斩过来 竟然是那圣仙仙砍偏了 念念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一脸漠然 根本就没把即将砍到她的剑光 当一回事 而一旁孟小七一看念念有危险 吓得三魂六魄都没了 赶忙向念念跑过来想拉开她 小师妹 周少柔见那剑光药 直接对着音念脖子砍去 大发雷霆 圣仙仙你疯了 你打她做什么 我们打架你便冲我来 圣仙仙脸色十分难看 室内女人自己没长眼睛 怎么站在那了 真是死了也活该 周少柔瞪大眼睛 看着一动不动的念念 因为她并不知道念念的实力 所以怕会因为他们打架伤计无辜 于是扯着嗓子几乎是吼出来的 你找死吗 快躲开啊 那一道剑光斩来 音念连脚步都没动一下 而这时就见面前红光一闪 拉拉直接闪身来到音念面前 叫什么 这点程度哪里需要我主人出手 她张开双臂挺起肚子 看我的 那剑光猛地劈在她肚子上 结果 圣仙仙全力一击的剑光 根本砍不破辣辣白嫩的小肚皮 辣辣猛地一挺 那剑光直直居然被反弹了回去 而且是以更快的速度 咻的一声 那剑光猛地对着圣仙仙的脑袋就削了过去 圣仙仙躲避得很快 但还是被削到了音笔 她只觉得受了七尺大咬 恼羞成怒 对着念念他们骂骂咧咧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敢对我出手 她还没意识到什么 但辣辣却猛地捧着肚子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啊哈哈 辣辣指着成仙仙头顶中间那块巴掌大的雪白头皮 我天哪个头发被削了 她秃了 这个女人出大丑了 头皮被削了一半 自己还不知道呢 把辣辣的肚子都笑疼了 圣仙仙听了辣辣的话后猛地往头上一摸 触手温热 但头皮却感受到了手的冰凉 啊 圣仙仙猛地惨叫了一声 那张一直保持着高高在上的姿态 顷刻间出现了肉眼可见的崩溃神情 你敢动我的头发 我要杀了你 圣仙仙捂都捂不住自己那块头皮 羞愤欲死 圣山宗的弟子们不可置信地张大了嘴巴 仙仙可是离人临近只差一步之遥 这小孩怎么这么强 他们到底是谁 这是传来圣仙仙歇斯底里的吼叫声 还愣着干什么 把那女人给我抓起来啊 孟小七连忙上前询问念念 小师妹 没事吧 念念表示没事 小七目光冷立地看着面前这些圣山宗弟子 抬手一招 一柄巨大的流星锤法器就出现在了她手上 流星锤重重地堕地 轰得一声将面前这片地面整个砸得凹陷下去 五星帝临近强者的气息请客间碾爆全场 孟小七怒吓一声 我看谁敢动我小师妹 别以为你们是圣山宗的我便怕了你 今日谁敢动我小师妹一根寒毛 明日我族便带着所有人 踏平你们那不堪一击的矮头衫 这话是绝对认真的 巨人族还真能做出这事了 在老乞丐的带领下 所有族人都有两个不可动摇的信念 我家的宰和别家打架 打赢了我们鼓掌 被打了我们上场 总之就是副主 尤其是族中年纪越小的就越是被护着 念念则是震惊于孟小七的实力 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个小师姐 古星帝临近 要知道孟小七看起来也不过25左右的年纪 就有这么高的修为 果然能被那老乞丐看中带回山上当投地 都不是天赋差的 圣山宗的弟子们立马损了 没了刚才的那圣气凌人的气势 他们其实都只是这一年的新入弟子 实力还不如圣仙仙呢 尤其是灵体的修炼速度是十分缓慢的 圣仙仙都没破那人灵境的大观 更何况他们呢 一个弟子吓得头貌薛汗胆怯地说 居然是地灵境强者 还有个也附和道 这恐怕来头不小 也不知是哪家的 仙仙 要不咱们就算了吧 圣仙仙挡住自己的头皮 气得浑身发抖 怒吼道 不要 他旁边的弟子瞪大了双眸 有些犹犹豫豫豫地说道 什么 仙仙 那可是在遇到生死危机时才能使用的 咱们是不是 话都没说完 这人就被怒火中烧的圣仙仙一巴掌打到了一旁 没用的东西 然后圣仙仙自己从怀中取出了暴性欲 往得一捏 一束青色的光芒直升天空 轰然炸开 这是圣山宗弟子们才会有的暴性欲 代表弟子们遇险了 欲排一岁 只要离这里近的弟子都会在第一时间赶过来 而且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用的 圣仙仙露视着阴念 气得火冒三丈 你等着 你恶意伤我的事 火城山宗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阴念倒是不怕 虽然天灵境强者才能欲空飞行 但他可以让辣辣带着跑路 孟小七也不是趴时的性格 他冷笑着 你故意朝我小师妹攻击我还没算账吗 让你圣山宗的人来 然后他悄悄地弯腰低声说 咱们还没走出大山爷爷的保护范围 任凭小神经的人来你也别怕 大山爷爷的根须就在咱们脚下呢 阴念低头一看 他脚边的一小块土壤悄悄地被拱起一块 一根手指粗细的根须朝着阴念摆了摆尖 然后安抚地摸了摸他的脚踝让他别害怕 阴念竟当众变了一张领 因为他忘吃一容完了 意识变回了以前的样子 清国清城的容貌不仅惊艳了众人 就在刚刚圣仙仙打架技术太差 凯人进口天了 雷想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被火缝拉拉轻易打脸 恼羞成怒就要搬救兵来教训阴念 眼看阴念他们就要被围攻 大山爷爷这时却做出了回应 那根须温柔地摸了摸念念之后 又当着阴念的面指了指对面圣山踪的人 圣仙仙捂着脸羞愤难当 旁边的弟子们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然后那根须直接做出了一个抹脖子的霸气动作 大抵意思就是 小宝贝别怕 他敢弄你 爷爷就弄他 阴念忍不住笑了笑 这巨人族的不管是老的还是小的 都好可爱 哪想这圣仙仙过于敏感 觉得阴念是在笑他 气得浑身发抖 你敢嘲笑我 这时一旁的喇喇也唯恐天下不乱 你都没毛了 不笑你笑谁哈哈哈哈 光头女 铺顶女嘿嘿嘿 圣仙仙气地要过来杀了这小崽子 可又被人死死拉住 冷静啊仙仙 你打不过他呀仙仙 圣仙仙气地差点被过气 说不出一句话 这女人乱打包不平 又傻不拉击的 阴念才懒得和他说话 被冷在一旁的周少柔却忍不住了 魏圣仙仙你什么意思 你不是和我打的吗 还打不打吗 真是一出一家 周家都这么好战 小辈们走哪都爱打一家 那几个被绑成粽子 被忽视了好久的男人 看圣仙仙是帮他们的 猛地朝着圣仙仙哼哼起来 恩救 救 圣仙仙一脸烦躁 他用青纱裹在了头上 光想着头发去 哪还能想着这些男人 但这么多人看着 圣仙仙又耗面子 只好对旁边的弟子说 你去给他们松绑 这时一旁的周少柔 哪会轻易让他们放人 立刻提着大刀横在面前 怒目言争 不许 我说了这几个人死有余辜 不许你乱做好人 眼看着这又要打起来 就在这时 无数的破风声响起 还有密集的脚步声 圣仙宗的弟子不仅喜出望外 太好了仙仙 是咱们宗门的人来了 很快一群穿着青色衣袍的人 就赶到了 这速度也太快了 就说了几句话的时间就赶到了 为首的是一个面容十分俊美的男人 以为这里出了什么大事 连忙上前询问他 仙仙 你怎么了 圣仙仙见到这人像是找到了靠山 立刻就委屈上了 三师兄 他们伤我 还 还剃了我的头发 羞辱我 他心里恨因恋恨得要死 平时都是他欺负别人欺负官 但这女人竟然没有乖乖站在原地 等着被打竟然敢还手还伤了他 简直该死 三师兄名叫袁尚 也是五星帝临近强者 袁尚本就喜欢圣仙仙 闻言更是怒不可恶地看向阴念 可话说到一半袁尚的眼中 猛地迸发出了惊艳的神情 棱在了原地 圣仙仙不解地刚要问什么 他顺着袁尚的目光看去 却看见了阴念一张脸 怎么阴念的样子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之前明明只是比较好看的一个女人 此刻却惊艳到让人忘记了呼吸 阴念顶着他们怀疑的目光 下意识地往自己脸上一摸 最后猛地一愣 糟了 忘记吃便换容帽的药了 周少柔抓的原来是一群取人精确的败类 人人可以杀而诛之 就在刚刚念念望吃一绒完 导致当众变了一张脸 不过很快念念就想起这里可不是万寿国了 不必再遮遮掩掩掩的 也就坦然起来 周少柔瞪大了眼睛直呼 这女人长得也太好看了 他仔仔细细地看了一下阴念的脸 看着看着就有些吃了 但很快他就用力地摇摇头问 你也不是五周冲击榜上那些家伙 你做什么要一绒啊 周少柔从小就喜欢长得好的人 刚才还指着阴念你爱你的呢 这会说话要多软眠有多软眠 阴念觉得这个有些粗鲁的小妹妹心眼倒不坏 还有点可爱 想多逗他 于是说道 人长得太漂亮 怕别人看见我走不动路 两个仔仔也做出一副很得意的表情 像在说 我主人最美最漂亮 本来只是调笑的一句话 却没想到周少柔一本正经的点头 你说得对 看来长得美还是好处多多 圣仙仙看着无动于衷的师兄 都要气死了 大叫着 师兄 意思就是让师兄袁上帮他出奇 置之削了他头皮的女人 袁上被吓了一跳 他倒是不像之前那样咄咄逼人了 他仔细地盯着阴念 像是在姑娘他到底有什么背景 你伤我师妹的事情 总要给我圣山踪一个交代 袁上声音平和了许多 不过我先给这几人松绑 解决了他们的事再说我们的事 他拿出长剑就要帮那几个 绑在地上的男人松绑 周少柔忍不住就要冲上去 脸气的都变了心 可恶 真是气煞人 英念怕他又要去打架 连忙上前拉住他 然后心平气和地对袁上说道 你们两家可真有意思 一家是我不听我只要做我认为的好事 另一家则是我就是不说 上去打就完事 这几人到底是不是无辜的 你们听完周少柔说的在判断也不迟 英念看向了周少柔 你把事情讲清楚 这几人真要是作恶多端 那他们便是不站理的那一方了 孟小气在旁边把玩着自己的重锤 他眼睛盯着那圣山踪的袁上 这人也是五星帝临近啊 等会儿锤他哪好呢 还敢让小师妹给他一个交代 他垂了他的脑袋才是真的 周少柔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圣仙仙 再加上他自己性格复告 不愿意和自己不喜欢的人多说 但既然每人这么说嘛 就给每人一个面子 我路过东边石家村的时候 闻到了很重的血腥味 那个村的人全都死光了 周少柔厌恶地盯着地上的几人说 我到的时候这几人正在杀人取血 地上还有奇怪的阵子 说到这里 别说 是袁上 就连圣仙仙都面露震惊 袁上忍不住问 这几人竟然是修协师 修协师的话 都是取他人精确用静震强行 提升自己的实力的败类 人人皆可杀 周少柔翻了个白眼 指着李亏的圣仙仙和袁上一方 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保他们 我这是要带他们回周家 逼问出这群臭老鼠的老巢在哪 清楚了吗 你们割开他们的血文一文 就知道是不是修协师了 修协师的血是恶臭的 但是不割开闻不到 拉拉是顶级神兽 嗅觉更灵敏 所以一下子就闻到了 但他不知道那臭味的来源是什么 圣仙仙气气道 那你不早说 周少柔真懒得理这种无脑的人 不耐烦地说道 你让我说了吗 你不一上来就指着我的鼻子骂了吗 两拨人又要吵起来 那几个修协师已经满脸绝望地低下了头 冰念已经没兴趣接着看下去了 转身对小气说 我们走了 谁料圣仙仙还不依不饶的 等等 你不许走 你把我的头发弄成这样了 你还想去呢 圣仙仙咬牙切齿地看向一旁的圆上 师兄帮我问住他 修协师的事我不管了 但是我今天要拔光他所有头发 大山爷爷真厉害 一下将圣仙仙给拔成光头了 就在刚刚念念他们要走 圣仙仙却不依不饶 让师兄出手教训念念 快啊 不然被我爹爹知道了 有你好补 圣仙仙见圆上竟然犹豫了 顿时气得不管不顾地将自己的宗主爹搬出来了 但圆上还没动手 应念脚下那本就蠢蠢欲动的大山根绪忍不住了 圆上犹豫 大山爷爷可不会犹豫 他实在是忍不住了 他要替自家小辈狠狠叫去这些个没脸没皮的 轰的一声巨响 那根刚才还和英念手指一样大的根绪竟然变得一人那么粗 直接跃过英念一巴掌抽在了那圣仙仙的身上 根绪缓缓如动 释放出的威压让那些只有灵体实力的弟子 全都趴下洞都动不了了 妖草兽 是小神镜的妖草兽 圆上满头大汗 眼看着这根绪将圣仙仙整个人直接拎了起来 他却动弹不得 圣仙仙的整个人都被根绪缠得死死 啪啪啪 那根绪把圣仙仙的脸打得通红 他痛苦地呻吟着 圆上声嘶力竭地祈求道 前辈 我们错了 请放过我师妹 我师妹年幼不懂事得罪了这位姑娘 我愿意替我师妹 圆上的嘴顿时就被另一只根绪 狠狠地搅住不让他说话 大山爷爷很生气 这家伙激励派了他让他烦死 圣仙仙鼓着两个红肿的腮帮子 整个人吓得花容失色 然后就见那根绪直接扯掉了 他头上戴着的纱巾 啊 师兄 师兄救我呀 下一刻 根绪将他剩下的那些头发 全都盘缴在了一块 不 你想干什么 圣仙仙泪水忍不住挂满了整张力 不要 你要是敢对我怎么样 我爹爹不会放过来 随着一声痛哭 碧缕缕黑色的头发 就像是死鸡拔毛一样 被羞羞羞地拔下来 圣仙仙的尖叫声瓷起鼎服 一声高过一声 听得孟小七都忍不住捂住了自己的头发 生气得善言也好可怕 看着就好痛 所以啊 早安静地让咱们走不就什么事都没了 圣山宗的弟子们个个被吓得目瞪口呆 孟小七冷哼了一声 真以为这世上只有他一人是金屋卧里生下的金蛋 谁都碰不得谁都骂不得不成 要不是小师妹灵受力了 换个不如圣仙仙的人站在那 肯定当场就死了 很快 圣仙仙一头黑色的头发就真的一根都不剩了 他光秃秃的脑袋就像是一颗搞笑的鸡蛋 英念张了张嘴正要说话 耳旁却冷不丁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小讨厌鬼 听得见吗 英念猛的一个机灵 这是老妖婆英女的声音 难不成老妖婆动用那个耗费修为的千里英镜 英念太激动了 顿时喊出了自己给英女起的外号 他脑内传音道 老妖婆 你怎么用千里英镜啊 那万一多浪费修为啊 英女愣了一会儿后暴怒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你个小兔崽子喊我老妖婆 找死吗 英念嘿嘿一笑 趁着大山爷爷在教训人 孟小七只顾着看大山爷爷 英念往后退了两步 悄悄回应他道 老妖婆我没事 你们放心吧 我也把宅宅抢回来了 就是还没收拾掉那对母女 等我后面再慢慢收拾 我见李 无数的魔物们围着那千里英镜围坐了一圈又一圈 他们平住呼吸听着念念抱着喜讯 高兴地顿时举起手欢呼起来 我就知道我们念念是最棒的 念念你发气够不够用啊 乱七八糟的声音混杂在一起 但因念下一句话传过来的时候 大家就愣住了 可我现在被巨人族的一个老头 给抓过来飞说要让我做他的弟子 不过大家放心 我宁死不从 这个老妖婆耗费千年修为 给爱女打通了语音电话 念念真的走了狗屎 走到哪都有人护着 圣仙先想欺负念念 却被大山爷爷狠狠地教训 正在这时念念就接到了老妖婆的来电 她将老乞丐要收她为徒的事 一五一十地讲给他们听了 念念认为师父只能有一个 怕他们会生气 表示坚决拒绝了老妖婆 而在魔剑里的怪物们彼此对视了一眼 不仅惊恶不已 巨人族 那可是十分厉害的大族啊 做他们的徒弟可是求之不得的事 下一刻大家一致地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海声 从 傻孩子快从了她 念念怎么也没想到 魔怪师父们会说出这样的话 真是出乎她的意料 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什么 她一时之间没能反应过来 英女狠狠瞪了神情激动的大魔门 闭嘴 等完全安静下来 英女才对英念神情平静地说 你是不是傻 人家要给你传探家本领 为什么不学 我就是这么教你的吗 英念皱了皱眉 可师父只能一个呀 英女表情有些不自然地骂道 谁说师父只能是一个 还有 要我说多少次 我不是你师父 你就是我捡回来的一个小玩意 学 英女为了打消念念的顾虑 虽然嘴上说得很 但心里却是一心为她做起 巨人族在魔族还没被封印的时候 也是非常厉害的大族 大魔们觉得这对念念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恨不得摁着英念的脑袋让她上 是啊念念 有便宜不占这不符合咱们魔族作风 上上上 榨干巨人族的绝学 竟然他们都这么说了 英念顿时就露出了笑容 早说呀 我还以为你们会生气呢 放心 我肯定学好 不给你们丢人 不过我现在在五周 我想找怎么解开魔剑封印的法 哪里才有可能找到 大魔们脸上的笑顿石没了 其实对于出去这件事 大家已经都不抱期待了 不过不忍心让孩子也跟着失望 大家想了想说到 以前五周有个圣山宗 那宗门有一个藏书阁 人族所有势力里 他家古怪的功法和各种阵法 破阵破风印之法最多 英念不可置信地问道 圣山宗 英女知道他没事之后 也是松了一口气 但他绝对不会在脸上表现出来 反倒是一脸不耐烦地说 是的 你要是能想办法混进去 那就混进去找找 行了不聊了 浪费我修为你自己看着办吧 英女一挥手 单方面切断了和英念的传音 一旁的大魔们 还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他们有太久没看到命名 有太多的话想对他说 英念听完后 沉默地看向了面前 一堆瑟瑟发抖的圣山宗弟子 他们被大山爷爷 制得服服贴贴 都趴在地上 个个抖得和被拖出来的小老鼠一样 而那位三师兄则一脸的忍辱 最关键的是 圣山宗最宝贝的圣仙仙 此刻正被拽着脚拐 整个人悬空挂着 大山爷爷把他从东边 被荡到西边 声音不断地哀嚎着 英念不仅皱起了眉头 心里直犯嘀咕 哪个宗门不好 却偏偏是这圣山宗 这下他们的大小姐 被弄成了这样 这下麻烦了 该怎么混进圣山宗呢 他想了想 转而试探性地对那树根喊道 大山爷爷 您把他放下来吧 我有试问他们 终于 那根须停止了 对圣仙仙的教训 圣仙仙一下就摸到了 自己彻底光了的脑袋 受刺即使在泰国 两眼一番直接晕死了过去 那个一直忽着念念的 原心碎又在哪 念念出来太久 巨人山的一切都让念念十分感兴趣 又想跟着老乞丐学一心里 也是痒痒的 但在拜师又怕魔怪的生气 哪知怪物们真心为他着想 让他不要有任何顾虑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 在评论区打出三个点赞或鼓掌 会有小惊喜哦 不信你试试 念念想要解除魔剑封印 原来只有圣山宗才有破阵之法 于是念念让大山爷爷放了圣仙仙 那根须停止了对圣仙仙的教训 将圣仙仙放了下来 圣上连忙上前接住了圣仙仙 圣仙仙一下来就摸到了自己彻底光了的脑袋 痛苦流涕绝望地叫道 我的 我的头发 而这时就连周少柔都忍不住同情地摸了摸自己的头发 这也太狠了吧 圣仙仙犹豫一下受刺激势在泰国 两眼一番直接晕死了过去 圣上不仅吓得大惊失色 他紧紧地抱着圣仙仙 却不敢轻举妄动 满眼戒备地看着音念 见音念眉头紧锁 圣上不由得心里一阵阵地打鼓 这女人到底还想做什么 他叫什么来着 算了 音念想不起这人的名字了 就讨好般地笑着随口叫了声 三师兄 圣上被他喊得浑身一抖 差点脱口而出球你别那么叫我 但好在他稳住了 这位姑娘 可否让我们离去了 音念不好意思地眨巴着眼睛 可以 不过妈 问你个事 你觉得我能不能进你们圣山踪云溜打两圈 圣山踪所有弟子们顿时实话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说什么 圣上笑容勉强 姑娘莫要与我打去 你又不是宗门弟子 如何进去 心里却在疯狂打鼓 他想干什么 难道他要带着这古怪的腰草兽打进宗门 不过我圣山踪小神经强者可同样不少 音念也觉得这些人大抵是不愿意的 挥挥手让他们走人 算了 我就是随口一问 你们走吧 看来还得再想想办法 脸上提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多谢姑娘手下留情 那我等就告辞了 圣山踪的弟子们飞快地跑了 生怕多留一分钟 都要被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拔光了头 周少柔也拖着这些休闲师善善地笑 那什么 那我也走了 美人再好 那也得有命看不适 更何况那妖草兽还在捧事单单 念念礼貌地打道 有缘再见了 见人都走了 孟小气在一旁都看累了 只见她伸了伸懒腰打了哈欠 扶着念念的肩膀说 走小师妹 前面五周之一的天一周的中心小城了 里面东西可多了 五周是五块大陆的联合在一块的统城 以天字为开头 划分为一二三四五 一共五个周 而离聚人族隐居的地方 最近的便是天一周的城中心 万寿国也是归在天一周的境内 不一会孟小气带着念念来到城门口 刚走进城门 念念就突然想到了原心碎 她转头问孟小气 师姐 是鬼谷是不是在五周呀 如果不是很远 倒是可以去找找原心碎 老乞丐要带念念去会小情郎了 而念念终于愿意拜老乞丐为师 这让老乞丐欣喜不已 她还想去圣山宗查找 获除魔剑封印之法 但这下却和圣山宗结下了梁子 该怎么办 但老乞丐却不当回事 一口答应去给她帮忙找宗主去走后门 这么难办的事这师父都懒下来 这可是妥妥的偏爱呀 就在刚刚念念和小气刚进入五周城内 念念就问师姐是鬼谷是不是在五周 孟小气猛地转过头抓住了重点 她兴奋地一把抓住了阴念 问小师妹 你喊我师姐了 你愿意留在巨人族和师父学本事了 阴念有点不好意思地微微点着头 嗯 如果师父还要我的话 呀 老头子怎么不要 一道声音突然就在阴念耳旁乍响 阴念和孟小气气骑下了一跳 转身就对上了老乞丐那张笑嘻嘻的脸 老乞丐满脸欣喜地拍着阴念的肩膀 想通就好 哈哈哈哈 孟小气气鼓鼓的 师父你沿路悄悄跟着我们呢 那刚才你怎么不出来 没想到老乞丐听到这话一脸的不高兴 用手指着小气鼠落叨 你还有脸皮 刚才那种时候就要提着你的锤子上 还让大山出手 这么好的打架机会怎么不上呢 师父说什么来着 多打打才能进步 那咱们自家人平时打不得 那刚才那些送上门的菜你们咋不吃 小气被劈得嘴巴噘得老高 阴念看他这模样有点可爱 忍不住想笑 老乞丐对着阴念严肃地说 新徒弟 下次再有这种事情都不用和他们废话的 如果实力差不多你就直接上去打 打不赢的就跑 回家找师父来给你撑腰 明白了吗 阴念连连点头 明白了 老乞丐和阴念一拍即合 上道 然后又接着问道 你刚才打听赤鬼谷干啥 怎么 有小禽郎在赤鬼谷啊 阴念无奈地表示 不是 只是认识的人在 而老乞丐却自顾自地继续说道 成 等为是有空的时候 带你去武州咱们浪一圈 带你去会你的小禽郎 阴念无语 都说了不是小禽郎了 对了师父 阴念喊得极为顺口 我想进圣山宗藏书阁查点东西 有什么办法能进去吗 他也就是问问看 没抱任何指望 却没想到老乞丐皱紧眉头沉思了一份后说 倒也不是不可以 阴念吃惊 这都可以 可刚才 他刚想说刚才圣山宗弟子们 因为他被吊起来打了呀 话没说完就被老乞丐打断了 只见老乞丐扣了扣鼻子 没事 只要不是把圣山宗宗主打了就行 师父去和圣山宗的宗主说说 阴念一脸愕然 您还认识圣山宗的宗主 老乞丐抠出一大块鼻尺往外面一弹 特不要脸的说 不认识 我去唠两句不就认识 乖徒弟你等着 师父先去和人家唠两句 阴念刚想说点什么 老乞丐就消失在原地了 这师父也太厉害了 真是来无踪去无影了 孟小七笑着好意地在一旁劝道 行了小师妹 你追不上她的脚步的 师姐先带你去把该买的东西买了 地基苏灵燕竟然觉醒了头骨 而且还要进入圣山宗 这下冤家露诊 念念和她又要碰上了 就在刚刚孟小七带着阴念买完了生活必需品 两人便来到了一个特别有名的饭馆子 小七豪爽地说 小师妹 今天师姐做东 随便点 这家的食物都是用野灵兽的肉做的 味道可好了 孟小七看着阴念 是觉得怎么看怎么喜欢 小师妹脾气对他们巨人族的胃口 天猪又好 人还漂亮 谁会不喜欢呢 念念的两个仔仔都是个小吃货 一听说有好吃的 百变连忙捧着自己的小肉脸说 主人我要吃鱼 辣辣也不甘示弱 我也要吃鱼 多放辣椒 辣辣喜欢吃辣 念念看着这两个小吃货忍不住笑了起来 好好好 想吃什么都给你们点 孟小七的目光就忍不住落在这两个小家伙身上 谁会想到这俩仔竟然是灵兽 只是出猿兽就能化成人形 这可是至少神猿兽才能办成的事情 于是她笑着说道 小师妹 我们巨人族还没有出现过玉兽师呢 你还是第一个 宁念也觉得自己很幸运 眼睛都笑成了一条缝 我也有幸能够遇到百变跟辣辣呀 一会小七又想想起了什么 好心提醒道 不过我听说玉兽师自己实力都很脆弱 战斗的时候你自己要小心一些知道吗 英念点头 但还是说 放心 我肉身没那么差 谁叫孟小七边倒茶边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小师妹你就不要逞强了 师姐又不会因为这个看不起你 英念也笑了笑 心里想着现在要低调 她的实力等以后慢慢就知道了 随后她突然听见了旁边几个人的笑谈声 哎你们听说了吗 那位天生凤原的地鸡要加入圣山宗了 不是说地鸡的神兽被人偷走了吗 英念端着杯子晃了晃 眼底一片冰冷浮冻 这是在说苏林燕 原来苏林燕要去的是圣山宗啊 那这就更有意思了 圣山宗这地方她就更想去 鱼端了上来 英念接着听对面的聊天 是偷走的呀 那人可激动了 一只手捏着筷子在空中飞舞 但是你们绝对想不到 那位地鸡啊除了有凤骨之外 还觉醒了头骨呢 周围一片人都震惊了 纷纷加入讨论 什么 双骨 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事 另一个问道 头骨 咱们五周最出名的那位御寿师 就是头骨 头骨 可不是 而且人家的双骨的寿蛋 已经诱出来了 但是头骨孕育出了寿元寿 念念听得不仅一惊 这件事她心里已猜到了几分 头骨 苏林燕能有这么好的运气 怕是那地后又做了什么吧 这时念念他们的菜已上来了 小气连忙说道 小师妹 来 吃饭 圣山宗的是你别急 然后她又热心地给英念夹着菜 她心里还怕英念未进圣山宗着急 还安慰英念道 咱们师父虽然看起来不靠谱 但她说能让你进去应当就能进的 英念笑了笑 心底已经有了几分期待 嗯 知道了师姐 而她不知道的是 此刻在五周吃鬼谷的本家 元心碎为找她正极的像热锅上的麻 元心碎是有多离不开念念 此时为找念念都快即疯了 要把念念一容后的画像贴满整个五周 非找出她不可 而念念却并不知道元心碎这么紧张她 此刻在五周吃鬼谷的本家 元心碎正垂手坐在高椅上 脸色阴沉得能滴出莫来 去找 三天内 必须把人给我找到 画出她一容后的画像 其高五周 将画像贴到五周的每个角落 大长老见她的脸色实在难看 叹了一口气宽味道 是 少主 咱们一定能找到念姑娘的 元心碎半合着眼 呼吸声都没有 看着十分圣人 只是她藏在宽大袖袍里的那只手 却紧紧地握着 看起来像是在忍耐着什么 是鬼谷其他人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元心碎 分下的头都不敢抬 他们身上多多少少都流着县族的血 县族这个种族 血脉威压是非常强的 只有他们本族人能感受到的威压 元心碎还一句话都没说呢 光是呼吸间 就已经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压力 让他们觉得透不过气来 大长老轻轻叹了一口气 咱们出去吧 少主喜劲 便将人都带走了 心底却在感慨 少主常年见不到人 在出来之后身边就只有英念姑娘陪着 此刻怕是要急得发疯了 而小七和英念从饭馆走了出来 此时念念还不知道她要出名了 自己一容后的脸 要被做成一张张的告示 贴满五周的大街小巷 随后她将所买的所有东西 都收进了自己的空间法器里面 一旁的两个吃货宰宰吃的肚子都鼓起来了 走路颠着肚子像两只小企鹅 样子十分可爱 念念忽然停下脚步 问道 对了师姐 我记得圣山宗就在天一周吧 孟小七见音念对圣山宗这么感兴趣 笑着说道 是的呀 反正师父也过去了 走 师姐带你过去瞧瞧热闹 也带你认认门 然后孟小七又担忧地问道 小师妹啊 你不会进了圣山宗就不认咱们剧足了吧 念念想着她怎么会是那种随意建议四千的人 为了打消师姐的顾虑 肯定地打道 不会呀 小七继续半开玩笑地说道 那就好 你好好地当我的师妹 我们师兄 师姐疼你到心里 可你要是敢利用师父 那师姐就要对你亮锤 说着小七还做出轮锤的动作 逗得念念忍不住笑了起来 然后她拉着小七亲热地说道 放心吧师姐 我与那圣山宗 是绝对不可能有良缘的 不提那圣仙仙的事 光光的苏灵燕要进入圣山宗这一点 就足够让阴念觉得恶心了 她怎么可能会败入圣山宗的门下 阴念翘起唇角 扎巴着 眼睛对着师姐调笑道 但是师姐啊 再给我一点修炼的时间 咱们谁锤谁还不一定呢 拉拉牵着阴念的右手握着自己的小拳头 笑呵呵的 就是拉拉会努力竞技的 百变也不甘示弱冷哼了一声 哼 靠你 主人得等到什么时候 一定是我先 一瞬间火药味十足 两个可爱的仔仔一路吵吵闹闹的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圣山宗门口 这个小孩因为圣山宗的弟子 差点摔得头破血流 幸好阴念出手一把接住了他 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就在刚刚阴念他们终于来到了 圣山宗的大门前 圣山宗不愧是五周大势力之一 阴念挑没道 光是一道门便如此气派 这话还真不是阴念没见识 因为连拉拉和百变都看了 他这头大门 怎么能从那座巨山的一边 一直延伸到另一边 拉拉伸出自己的小胖哥脖凉了凉 好宽哦 等我变成灵源兽变身之后 不知道能不能有这么大 百变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 肯定的说 你肯定不行 但是我可以 你的两只鸟翅膀打开都不够宽 拉拉被气得恼羞成 扬起自己的拳头 做出干架的姿势 百变宠你是不是找他 百变把头调向一边布里拉拉 而旁边的孟小七 则是一脸惊讶地 看着这两个小崽子 他刚才听见了什么了不得的事 出元兽本体要和这达天门一样大 哈哈哈哈 小师妹你这两个崽崽可真可爱 但是凌元兽是长不到那么大 有空你和他们说说 免得他们到时候失望 英面不仅笑了笑 师姐 我的灵兽没说错 他们到了凌元兽的等级 本体只会比这个门更大 孟小七脸上的笑容一点点消失了 感觉这师妹有点睁眼说瞎话 小师妹知道这达天门多大吗 就在你眼前看不见吗 小七有些不敢苟同地说道 凌元兽等级要是能到这门这么大 那至少得是神兽 等等 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然后猛地回过神来 难 难道小师妹你的灵兽 都是神兽不成 念念连连笑着点点头 孟小七脚下都有些打挑了 不可置信地说道 神兽 还是两只 这两神兽在长长 那到时候和我比 真指不定谁捶谁呢 旁边有个小摊贩的儿子 看起来大概有三岁 他爹在忙着给人家客人 把东西装进包裹里 一不留神 这小孩就来到了 圣山宗的宗门旁边 啃着自己的肉手一脸 向往地盯着圣山宗的大门看 守门的是一群人临近的弟子 见到这小孩吃着手过来 脸上就露出了几分 不耐烦的神情 一个弟子上前插着腰 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没好气地骂道 小崽子滚开些 孟小七和英念听见声音一起 转过身寻身忘却 就看见其中一个弟子 似乎是嫌弃这孩子 他想让孩子走 一把就向孩子推了过去 孩子还懵懵懂懂 只觉得这门高大漂亮 想见识见识 这回吓得冷不丁地摔坐在了地上 这屁股都差点摔开滑 英念他们都看着觉得心疼 然而孩子懂事得很 哄得眼泪都打转了 还自己慢吞吞地爬起来 一边站起来一边朝着几人鞠躬 对不起大哥哥 可这还没完 那弟子还是一脸嫌弃 有点欺负人 握紧了拳头做出打人的动作 赶紧走 我们的大门不是你能进的 然后又向孩子推了过去 这一下根本没站稳 眼看着就要从那高高的台阶上摔下去 这一下肯定会摔得头破血流 孟小七心头一锦立刻要去接 但有个人比他速度更快 孟小七只看见旁边缘影闪过 下一刻那从高高的台阶上落下的孩子 就直接进了他的怀疑 原来是英念接住了孩子 只见他恶狠狠地盯着那个推孩子的坏蛋 一股怒意涌上心头 这圣山宗的弟子欺人太盛 被喇喇狠狠狠教训了一顿 就在刚刚念念一把接住了孩子 孩子才不至于被摔死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 在评论区打出抱抱会有小惊喜哦 不信你试试 那弟子也吓了一听 但见那传孩子被人接住 顿时气焰又嚣张起来 冰练静静地盯着他 他被盯得心里怪怪的 忍不住骂道 怎么 你看什么看 不知道我们圣山宗的答天门 其实是一件高等法器吗 如若不是圣山宗的弟子 寻常人实力不到人灵静地根本进不去 会被直接绞杀在法器中 呵 英念听了都忍不住笑了 这就是圣山宗的弟子 可真是长见识了 另一个守门的弟子说道 要不是白师弟这孩子早死了 我们答天门是你们能随便碰的吗 他们说着这样的话 却没想过 如果英念没接住孩子 这么高的高度 那孩子若是投落地还能活 而且孩子都道歉了 你等孩子自己走便行了 非要去推 见孩子侥幸没事便都成了他们的功劳了 这世上竟然还有这样的道理 那弟子话音刚落 就听见了一道稚嫩的声音 哎呀 这就是打天门了 拉拉走到了那门柱的旁边 插腰用自己的脚脚踹了踹打天门的门柱 长得丑 摸着操 拉拉扬起自己的小眉毛 大步往前 一脚迈入 我进来了 然后又在弟子们目瞪口呆的目光中 蹬蹬蹬地跑出来 我又出来了 那位姓白的师弟脸都绿了 走着手不敢置信地道 你 你你怎么能 这么屁大顶的孩子 竟然有人临近的实力了 拉拉是出院等级的神兽 实力堪比五星人临近 以后随着实力增加 连九星人临近都能在出院等级里随便打得好吗 拉拉指着那两个弟子大声地说道 这门可真有意思 极不为挡住汉匪 也不是抵御外敌 只阻挡不到人临近的普通人 难道你们圣山宗是害怕这些实力差的普通人 进去拆了你们的老巢吗 拉拉拍着自己的胸口 闭脸童真的眨巴着眼睛问 那你们圣山宗是有多怂的 说完拉拉便哈哈大笑起来 周围民众一听这话顿时气气喷笑出声 没办法 他们刚才看见那白姓弟子推孩子的时候 也实在是气得慌 但又不敢得罪圣山宗 这会儿这孩子说了 他们当然要可着劲地笑了 这么多人笑了 即便是圣山宗也不能把人都杀了 那圣山宗的弟子们被笑得脸都绿了 那白师弟急得抽出自己的法器 就要对着拉拉坎拳 以住嘴 旁边的弟子吓了一条 这毕竟只是个孩子 保不准是达天门出了什么插走 连忙上前阻止 白师弟不可 若是当众杀了一个孩子 那圣山宗的恶名就丹定 而这白弟子早就红着眼斩过去 可就在大家以为这孩子要血剑当场的时候 拉拉冷哼了一声 举起自己的小拳头 速度极快地绕过他斩来的剑 然后一拳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肚子上 这弟子惨叫了一声 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 重重地砸在他引以为傲的打天门上 拉拉得意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转头见那孩子依恋地抓着自己的主人 还搂着他的脖子 顿时就吃起醋来 哼 那是我的主人 他蹬蹬蹬地走过去伸开了自己的双臂 主人你快夸夸我嘛 拉拉做得棒不棒 主人你抱抱拉拉呀 英念笑了笑 将孩子放下 轻轻摸了摸他的头笑着说 小家伙别乱跑 去找你爹爹娘亲吧 小孩一步三回头地看着他 眼神很是依恋 英念没看见 但百变看见了 那孩子看了看百变瑞丽的目光 抬脚就跑了 百变紧周的眉头松下来 管你是谁 只要别纠缠我主人就好 英念已经走到了拉拉身边 抬手将拉拉抱起来 真棒 我们拉拉保护了我 这下圣山宗有大麻烦了 宠徒狂魔老乞丐为了爱徒 这下找上了圣山宗 耍横耍赖也要让徒儿进去溜达 圣山宗宗主被搅得头疼脑胀 就在刚刚 那被拉拉打了的圣山宗白弟子 气焰还十分嚣张 你知道我是谁吗 那白师弟还在叫嚣 他肚子里仿佛起了火 满脸猙獰地对着英念骂道 古舟白家地后的同族 那白师弟大概是觉得自己还能行 见英念愣住 便推开旁边揽着他的人 走上前冷笑说 我是白家的孩子 又是圣山宗长老的清传弟子 我师父可是天灵敬强者 等我师父到了 你便是 话都没说完 他整个人又被踹飞了出去 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英念灵力全开重重一脚 踢在了他的胸口 将人狠狠踹了出去 这一脚可比拉拉凶多了 只见白弟子被踹飞到了台阶上 鲜血四溅 痛苦地哀嚎着 白家人 英念最痛恨这个家族 他冷笑着 那你就更得挨打 与此同时 在圣山宗里 关门弟子们看着 站在宗主面前的老乞乖 冷汗一滴滴地低落下来 这人是什么时候 出现在他们宗门里的 圣山宗宗主圣红紧皱着眉头 看着面前的老乞乖 红是眼底有深深的忌惮 老乞乖一边用手指甲 剔牙一边自不自地说 啊 那个 你就是那圣山宗宗主吧 圣山宗宗主圣红心里十分不悦 但面上还是毕恭毕敬地坐着医岛 正是在想 敢问前辈造访毕宗有何贵干 老乞乖嘻笑着 哈哈 找你也没别的事 就 我有个小徒弟 觉得你们圣山宗挺好玩的 你能不能让他进来溜达个两个月 圣红想着我这又不是菜园子门 不是阿猫阿狗都能随便进的 因此有些不乐意的冷声道 我圣山宗只有宗门弟子可敬 这位前辈请回 老乞乖不以为人 啥 弟子夸下海口了 圣红继续面无表情地说道 那是前辈的事情 恕我圣山宗无能为力 老乞乖斜了他一 你说 怎么样才能同意让他进来 然后又夸赞道 我们徒弟可是又乖又聪明 思思文文 白白净净 绝对不会给贵宗添麻烦的 圣红要逐渐失去耐心了 他握紧了拳头 灵力在一瞬间奔涌全身 开始对老乞乖施加压力 这不是弟子乖不乖的问题 我看你头发花白叫你一声前辈 但若你不依不饶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老乞乖并未生气 拍着手说道 哎呀有话好好商量吗 这样 咱们学生互换 你也弄两个弟子到我们山里去学习咋样 我们那山可不是随便让别人进了 你转了小后生 山 圣红听他这么说倒是突然平静了下来了 什么山 五周有许多隐士大族 莫非这老头也是其中之一 哎呀就是 老乞乖还未说完 外面一个弟子就匆匆跑进来红着脸喊人 师兄师姐们不好了 白师弟被一个女人和小孩打了 在场的所有圣山宗弟子们都怒 什么 还能让自家人在自家门口被打了 可小孩是怎么回事 白师弟还打不过一个孩子 圣红对着弟子们吩咐道 你们先出去看看 我与这位前辈还有事商议 老乞乖的宝贝弟子是有多牛逼 在圣山宗的门口竟然还把圣山宗弟子给打了 就在刚刚老乞乖想让弟子进去圣山宗溜达 结果圣山宗的宗主不乐意 老乞乖提议交换弟子互相学习 只见他一本正经地笑着说道 你小子是不是想知道老头子我是什么人 背后什么势力值不值得 你让外人的弟子进来学习 那小子 你看好了 老乞乖不想浪费时间了 是该展现下自己的实力了 然后他直接伸出了自己的手握成一个拳头 下一刻圣红就看见 那拳头像是灌了水一样膨胀的越来越大 圣红惊讶地瞪大了双眼 你是巨人族 可 巨人族不是早就消失了吗 圣红难言脸上吃惊的神情 毕竟万寿国那边那些个见过老乞丐的圣山宗长老 还没回来呢 圣红自然不知道老乞丐早就在万寿国闹腾过一次了 反正闹腾过了 不出半个月整个五周都会知道巨人族出事的事情 老乞丐也就不遮遮掩掩 他山上最早的那批弟子生的娃娃都比一年大了 也该让他们都出事来闯闯 我们巨人族可没那么容易消失 你就说换不换和我互换弟子互相学习吧 老乞丐有点不耐烦了 我这边出四个弟子 你这边也可出四个弟子 要两个人临近两个弟临近 不用刻意去教 就让他们在旁边站着看 能学多少 学到什么 全看弟子们自己悟行 怎么样 巨人族放在百年前那是十分擅长战斗的种子 他们的看家本事自然是不会少 圣红很心动 立马答应下来 好 换换换 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女王 有如此修炼的机会 我一定要把仙仙送过去好好历练一份 影视大族的修炼方式 能学多少都是好了 老乞丐使劲地揉搓了一下自己的鼻子 嘿嘿 一言为定 明日我就把弟子带过来 你也准备一下吧 老乞丐还特别想去外边 渐渐敢打上山踪弟子的牛人 心里有些蠢蠢欲动地说的 咱们也去凑凑热闹吧 圣红皱起眉头打了个哈欠 都是小辈的事情 我就不去了 老乞丐可不管这么多 直接奔着门口走去 这边英恋和孟小七正打算走呢 却听见那白师弟气急败坏的一个劲儿的叫 你们一个都不许走 伤了我就想这么走了 他刚才被打得浑身的骨头都要散架了 孟小七有些不耐烦地握紧了拳头 吵死了 这时几个圣山踪的弟子 迅速地朝着两人围攻了过来 不知是谁猛地高喊了一声 袁上师兄来了 太好了 师兄来了 孟小七小声对英恋说 这袁上这两字有点耳熟啊 仿佛在哪里听见过 英恋想起这是哪好了不起的人物了 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耐人寻味的笑 别担心是咱们老熟人了 袁上被诸位师兄弟们簇拥着 微微扬着下巴露出一贯来的高傲姿态 他站在高高的台阶上 视线缓缓下意 是谁 胆敢在我圣山踪门口 撒野 袁上的话说到一半 他脸上的骄傲一瞬间被粉碎 怯怯地看着那两个熟悉的人 小七热情地叫着 是你啊 好久不见 袁上这回都变得语无伦次 有点结巴了 你你们怎么 旁边的弟子们就更是一脸惊议了 三师兄 袁上这回眼神僵直 好像看见了师妹那颗光脑袋 还在自己面前晃了 老乞丐便是这时候冲出来的 他本来是看热闹的 结果发现热闹的是他的两个宝贝徒弟 老乞丐顿时就闷了 嘿 我倒是什么热闹 原来是你们这些小崽子 围攻我老头子的两个宝贝徒弟 找打呀 这个老乞丐不得了 一个拳头伸出来立马膨胀到之前的上千倍之打 圣山宗宗主折服于老乞丐的实力 爽快答应学生互换学习 老乞丐随后去看是谁在闯圣山宗的山门 结果发现是自己的两个爱 他看见自己的两个徒儿要被圣山宗的弟子围攻 立马变了脸 他才不管什么欺负不欺负 拽紧拳头就要帮忙 念念 小七 你们俩个没吃亏吧 小七看见师父来了 立马兴奋地报告着 放心吧师父 我们才不会吃亏呢 他老乞丐的徒弟还能差到哪去 于是他撵着胡须得意地不仅笑出了声 那就好 不愧是我的徒弟 哈哈哈哈 随后老乞丐激动地和阴念邀功 小徒弟 师父给你把事情办懂了 真的 阴念吃了一惊 他把人家千斤都拔成秃头了 这样他都能同意 老乞丐眼珠子转了一圈 没告诉阴念 人家同意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和弟子被他们揍了 反正圣山宗宗主已经答应了 要是敢反悔 嘿嘿 那就有他的好果子吃了 他就有理由带着徒弟们出来动动筋骨 只见他拍着胸脯说着 师父出马 哪有办不成的事 阴念没想到这么难办的事 师父可以办成 瞬间对着师父简直佩服的五体投递 老乞丐洋洋得意地转身挥了挥声 既然事情办妥了 那就先跟师父回家吧 阴念文言立刻露出了一个笑容 他转过身 对着依然十分警惕的袁上和愤怒的圣山宗弟子 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诸位 那咱们明天见了 圣山宗的弟子们立马猛了 谁 谁要和他明天见了 但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阴念已经被老乞丐拽着消失在原地了 袁上提着的心好不容易放了下来 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 他不仅敢叹道 终于走了 弟子们不高兴地看向袁上了 真不知道这师兄为什么这么怕那女人 就算是后面那个大锤女人 也不过是五星帝临近 我们一起上也不会斗不过 这下倒好 打都没打就甘拜下风 圣山宗的面子都丢光了 圣山想起那仙仙被拔毛的荧物还是心有余悸 不仅咬牙怒斥道 你们懂什么 那两个女人 可是有小神静的妖草兽在呼着他们 要不是我拦着你 你们早就死了 真是一点不懂他的苦心 这圣山也真够傻的 还以为一念他们走到哪 妖草兽就会跟到哪 弟子们不仅震惊道 啊 小 小神静 还有那老乞丐 圣山好歹也是五星帝临近 又是宗门牌的上号的天才 感知比普通弟子敏锐多了 他神情凝重的道 那也不是个简单的人 弟子们奄奄的 可这样咱们面子都没了 弟姬明天就要过来 是啊 人家过来 如果听说咱们这么多弟子 都没能教训两个闹事的人 该怎么想咱们 见眉热闹好瞧了 周围的看客也都散开了去 一个男人一手拿着糖葫芦 一手牵着那个被念念旧了的男孩 哎呀 儿子 你跑到哪里去了 急死爹了 等到旁边一个人都没了 小娃娃才松开地牵着男人的手 爹 我就在附近转悠了一下 没事的 男人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容 走吧儿子 我们回家 娃娃牵着这男人的手 来到了一处身相之中 男人满脸疑惑地问道 怎么了儿子 男孩转过身 对着男人笑了笑 父子游戏我玩腻了 本来想装作炸死的样子 整一整圣山踪那些不讲道理的人 但是没成功 随后他两眼放光 笑嘻嘻地说道 不过这也没关系 拖着式的服务 我找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了 别看这个小男孩纸屁大底 竟想炸掉那笔 他的人要大几千上万倍的圣山踪的宗门 而且他能够控制人的意念为他所用 就在刚刚小男孩拉着男人的手 在无人的巷子里停了下来 小孩笑嘻嘻地将自己的手掌 在男人身上贴了一下 小孩眼中有金色光芒一闪而过 他声音轻轻地道 你醒过来吧 我不需要你了 那男人激动地说 儿子 你在说什么呀 只见那小孩又用手指轻轻一点 那男人像有一种电波闪过一样 下一刻他有些浑浊的眼睛猛地清醒过来 男人看着面前的这小娃娃 皱着眉头道 你是谁家小孩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孩子笑着将一个沉甸甸的袋子递给男人 大叔 这些天的游戏我玩得很开心哦 报手给你 男人接过袋子 一脸猛逼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说完小孩转过身就要跑开 小孩想起那个救了他的漂亮女人 他太喜欢那女人身上的味道 不仅两眼放光 现在我要去找那个更有意思的人了 那男人下意识一看就傻了 满满一袋子的灵精啊 不行这男人抬起头就要拒绝 却发现 小男孩已经不见了 而与此同时 音念和师傅还有梦小气 已经回到了巨人山里 音念走到山爷爷的肚子通道里的时候 还摸了摸旁边坚硬的山壁 满是感激地说 大山爷爷 谢谢您刚才出手相助 大山爷爷两只岩石手欢快地摆弄起来 无数根须从音念脚旁的土地上钻出 拍拍音念的手还摸摸他的头 老乞丐忍不住地说道 好了好了老伙计 知道你和我一样喜欢念念 这时那根须更是欢喜地缠着音念 老乞丐连忙用手去拉扯 不高兴地说道 但你不要太激动了 上次你用根须缠着一个小徒弟的孩子不放 把人孩子吓得哇哇哭 大山爷爷似乎是生气了 根须如鞭条一样噼里啪啦地往老乞丐身上抽 老乞丐满脸兴奋地就对着根须迎了上去 悠喝 打架势吧 来啊 怕你我是狗 在音念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孟小七就一把拉住了音念 天呐 师傅又抽风了 小师妹咱们快跑 他们又打起来了 然后他拉着念念猛地向外夺路狂奔 好不容易两人从洞口一跃而出 就听见大山爷爷的肚子里 就好像炸了一样发出了轰轰轰的剧响 太险了太险了 还好我眼急手快 不然咱们俩肯定要被 炸伤了 小七额头冒着冷汗 师傅每次都这样 打架的时候就不能顾忌一下旁边还有人呢 孟小七大口大口地喘气 小师妹你怎么什么都不说 音念一点不吃惊 甚至还有余力 去回头看师傅和大山爷爷打架的样子 音念不仅想起了魔剑里的魔怪们 平日也是这样打打闹闹 他一脸淡然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在我家 那些大人们也都是这样的 大魔门前一秒还咯咯咯咯咯的亲热得很 后一秒就因为一句话说不对 直接拎着瓶子上了 音念摇了摇头 转头却吓了一跳 只见面前站了好多的人 成了一片人海 然后他就听见有人在说 哟 小师妹回来了 巨人族的所有师兄师叔师伯们 都放下修炼的事过来看老乞丐打架 来来 多看看小神经强者怎么打架的 对咱们有好处 大家都兴致颇高 辣辣和百变都高兴地蹲到了那说话的师兄旁边 辣辣要看 辣辣要学 这个18岁的少女是有多厉害 带着千斤重的天玄铁径行走自如 要想庄贤带着这个可是寸步难行的 这不仅让一旁的庄贤和肌肉师兄快惊掉了下巴 就在刚刚 老乞丐和大山爷爷干起价了 巨人山的弟子们为了学习都纷纷围了上来 好 学的百变和辣辣也要去凑热闹 音念无奈地笑了笑 那你们两个就在这里看 辣辣疯狂点头 音念在围着看热闹的师兄中扫了一圈 终于扫到了轻瘦如风 在一堆肌肉难中一只独秀的庄贤 庄师兄 有空吗 和我聊两句 庄贤脚上被破绑了两个锻炼肌肉的天玄铁 正戴在耳垢师兄旁边一脸哭刺 好好好 师妹我们旁边聊 他蹲下身去卸那个天玄铁 嘴里还在如是重负地说 终于能卸下这玩意儿了 音念见他开口就是师妹 真是喊得十分顺口 只听到他的一声 那天玄铁变开了 师妹你是不知道 这东西真的太沉了 根本迈不动腿 而这刚好被旁边的肌肉难师兄耳过听到了 他连连摇了摇头 臭小子你懂什么 这天玄铁可是中等法器 带着他 修炼咱们独有的神行布施半功倍 而且还能练体 一举多的 装弦无奈地摇头 可我是御寿师啊 并不想走练体这条路 两人正要掰成了 而够眼尾的余光 就扫到了英念将那天玄铁的脚扣 咔大一声扣在了自己的脚上 他试着走了两步 正如庄贤所说 果然很沉啊 英念将一部分灵力运到了脚上 这才能恢复正常的走路水平 而够看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庄贤也看呆了 不仅问道 二狗师兄 带这天玄铁的人 没有人临近实力的话 应该是寸步难移的吗 可小师妹看着也不过十八岁 十八岁的人临近强者 哪怕是一星人临近 圣山宗那位天赋最好的大弟子 当年有着实力吗 可英念不仅走得动 竟然还跑了起来 甚至开始高抬腿 踢跳自如 身轻如燕 庄贤都看猛了 这可比他强多了呀 英念在原地使劲折腾几下后 冲着傻眼了的耳垢露出一个笑 二狗师兄 天玄铁还有吗 我手上还想再带两个 王耳垢不可置信地看着念念 有 这就去给小师妹拿 然后呆呆地转身去拿去了 因为太过吃惊了 连小师妹学坏了喊他二狗 他都没在意 接二狗走了 英念才走到看傻了的 庄贤身边直接问 能借一步说话吗 庄贤看他就和看怪物一样 同时 也理解为什么师父 对小师妹的关注比他更多了 但这么看来 小师妹确实更厉害 两人来到了僻静处 庄贤才问道 小师妹 什么事 英念不说话 直接从怀中在掏着什么 一会便拿出了那颗 有庄字的身份牌 看见这身份牌的那一颗 庄贤身体微微一颤 似乎明白了什么 试探性地问道 你是救了我妹妹的那位神秘人 其实他还是救了他的恩人 更是让万寿国动荡的魔戒于念 但这些英念怎么都不会告诉他 英念肯定地笑了笑 是的 这是一张奇特的身份证牌 必须低血才能认住 以后这个令牌就可以为念念所有 就在刚刚英念拿出庄贤以前 送给他的临时身份证 庄贤这才明白这师妹 就是救了他妹妹的人 震惊之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并礼貌地坐着一 眼里满是感激 还是要多谢师妹当日能够帮小妹走过 英念连忙笑着去服庄贤 庄师兄哪里的话 那本就是师妹该做的 何况我还有事需要庄师兄弟帮忙 庄贤都感觉欠了英念好多 正愁没有机会报答 随后他眼里闪过一丝坚定的目光 什么是师妹尽管说就是 我肯定的 念念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要一个能彻底不让人起一心的身份牌 身份牌是一个人的身份证明 是用特殊材料制成 但身份牌是每个五岁的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就会有的 超过十岁便再也不能有 没有身份牌的黑户简直就是寸步难行 苏林燕马上就要来了 他可以用这张脸去面对苏林燕 毕竟挖了别人凤原的事情 苏林燕但凡是有点脑子就不敢瞎嚷嚷 但他却不能以建筑的身份 若是苏林燕因为他没有身份的事情让人盘查他 然后再牵扯出魔剑的事情便不好了 还有圣山宗那边一定会仔细地查每个人的身份牌 只是单纯的势力身份牌是进不去的 必须得是个人身份牌才行 念念想到了庄贤的妹妹的身份牌 于是问道 你妹妹还没网上申报已经去世了吧 庄贤一脸沉重 还没有 然后连忙从自己的兜里掏出了一个绿色的玉牌 上面印着一个巨大的烫金数字 但是每个人的编号 这玉牌本身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特别的是这编号 是专门的人用特殊法子印刻上去的 造不了价 庄贤接着说道 这身份牌是我不愿意销毁 故意留下来的 全当他还在了 庄贤的声音低下去 但是如果是给你用 想必妹妹也会同意的 寄回来的那封遗书里 除了对父亲兄长的愧疚之外 便是对救了自己的因念深深的感激 庄贤的妹妹也是一个十分善良的女子 可这样的女子却受尽折磨而死 因念郑重地拿过这身份牌 认真的道 我可以向你启示 必定不会用这身份做任何伤天害理 有为天道的事情 绝不给你妹妹蒙羞的 庄贤眼底闪过一丝笑意连连白手 不必启示 我怎会信不过师妹 我不会放过白家的 被一拳都化成了恨意和杀意 这笔账 以后总要一点点清算 我与白家也有血海深仇 因念将血液滴在了那身份牌上 按理来说人死了 这牌便要被回收上去毁了 但庄家并未上报他的死讯 如今这身份牌便可重新滴血认住 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因念看着庄贤道 庄贤连连点头 我会传信回家同一口径 以后你便是庄家的二小姐了 小妹自小便很少出门 只要我和父亲咬定了侍女 相信不会有人认出来的 因念感激地说道 多谢 他刚说完 远处的天边突然燃起一片火红 哗啦啦的像是有誓言在翻滚 自下而上飞窜 然后炸开鲜红如血的明亮 因念不仅微微皱眉 那是什么 那火红照耀炸开的地方 应当还在很远的地方 只不过飞得够高 够明亮 他们看得见而已 而够师兄带着两个手上 带的天玄铁扣子走过来 正好听见念念说的 哦那脸 就那个圣山宗搞出来的呗 他撇了撇嘴 抬头望向那个炸开的底 这个宗门爱出风头奖排场 每年开宗收弟子大典上 就要放这东西 那他现在放什么 孟小气从旁边走过来 皱着眉头说 这圣山宗的人是不是有病 无缘无故还要放一跑 鹰链盯着炸开的血红色云团 眼底有浊浊而起的战役和冷意 呵呵 他们可不是有病 而是在宣告圣山宗魄力 收到了一位了不起的弟子 圣山宗是要给族这位弟子排场 这个乞丐师父是有多狡猾 居然教徒弟逃跑的功法 巨人族的绝学神行步 学了这个可以日行万里 别人想追都追不上 老乞丐怕念念到圣山宗会被群殴 让他打不赢就跑 老乞丐轻点念念的额头 就把功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 就在刚刚圣山宗在放眼花 炫耀收了一位了不起的弟子 这时老乞丐也走了过来 几个弟子一口同声地问道 师父 咦 师父你和大山爷爷打完了 他走到阴念身边 也看着那炸王后逐渐膨胀的云团 无懈道 这是作戏的作戏 竟整这些没用呢 看那距离 比他们的速度至少要明天早上才能到 这会儿就开始嘚瑟了 老乞丐说完低头看了阴念一眼 突然道 小徒弟 明月你便要去圣山宗了 这也是你自己要求的 不会让庄贤 小七和二狗陪你一起去 以防万一 我先教你一招巨人族的必学功法神行步 二狗和孟小七不仅惊呼 想当初 我们刚来的第一天可没资格学这部 师父果然看重小师妹 却没想到老乞丐 咋了咋嘴对念念说的 你爸 已经把圣山宗那些个弟子给得罪干净了 既然是交换弟子的话 那师父也不好总去帮你们打架 你就这两个师兄师姐的 也扛不住那么多人的揍 他们估摸着都排队等着打你 学了这个 咱们打不过的时候至少还能跑是不是 念念连忙感激地低头作着一 谢谢师父 这种绝学老乞丐愿意教他 是真的拿他当徒弟对待他 老乞丐点点阴念的额头 当然 指点什么的 你就别想了 我老头子只负责收图不负责指点 不到瓶颈别来找我 自己看着功法练吧 这功法是来自巨人族族人的传承记忆 根本没法拖映出来 所以才成了绝学 而且阴念只能自己学 无法传给别人 一瞬间阴念就觉得脑子像要炸了一样 痛得他下意识地抱着头 老乞丐又对庄贤招手道 哎呀 还有你 你也来一下 阴念缓了好一会儿才逐渐恢复清醒 但为何我查阅不到与这功法匹配的用法 而是只有一团灵气 而且这气直接进入了阴念的身体里 缠绕进每一寸经脉之中 然后往足下灌取 孟小七终于等到阴念疑惑的那一瞬间 顿时爆笑出声 哈哈哈哈 那团气你得用你的灵气来养着他 再驱动咱们的双足 便是神步了 一旁耳垢师兄也哈哈大笑起来 所以圣山东的就算来也学不走咱们的 神行步 不过咱们可以找他们练练招啊 老乞丐灌了一口酒看了他一眼 突然道 小徒弟 师父别的要求一个都没有 突然 他指向了天边那朵云 看见那玩意儿没 你师父我最讨厌那些搞些虚头八脑的排场 我不管那地基的天赋有多好 你必须得比圣山东那些新弟子都出色 知道了吗 不然你师父我这老脸没地方放了知道吗 阴念神行气运完全身经脉 文言弯唇一笑道 师父尽管放心 我放过谁都不会放过他的 与此同时 那与阴念有过一面之缘的古怪孩子 这小孩真是神了 竟然找到了阴念所在的巨人族位置 这孩子歪着头盯着大山看了一会儿 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道 哎呀 里面有好多好强的气息 我在外面等着你出来吧 念念现在可谓是万千宠爱 急于一身 巨人族的师兄师姐们都对她照顾永迦 连大山爷爷都对她额外偏爱 就在刚刚念念曾救过的那个小男孩 凭着敏锐的嗅觉找到了念念所在的巨人山 而这一晚就在阴念和小孩的期待和等待中 像龟爬一样缓缓过去 第二天清晨的一缕光线猛的刺破苍穹 躺在床上的阴念猛的睁开了双眼 揉了揉眼睛 站到窗口 迎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嗯 睡得好像 忽然一只美丽的蝴蝶停在了念念的掌心 念念若有所思 苏灵燕 很期待与你的再次相遇 而这时尔垢和孟小琪一起走过来 念念 咱们准备出发了 念念兴奋地说 我去叫拉拉和百变 临走时 拉拉还满脸不舍 啊 我的修炼洞穴 我的小岩浆 我舍不得呀 百变倒没这么夸张 不过看得出来她也很喜欢自己的修炼事 念念不仅笑出声 走吧 又不是不回来了 一个让人舒服的地方 哪怕只住上一两天也会舍不得 然后念念牵着百变和拉拉去和师姐们会合 耳垢看到他们来了 发号施令道 都齐了 那就出发吧 满身肌肉的耳垢师兄拿着一对裙套 笑着说 念念给 这是咱们每一个新来的弟子 在人灵境都会用到的法器 随后耳垢又看向了庄贤 庄贤 这次去念念才是火把 而且你也没到人灵境 这玩意儿你也用不了 先得念念你没意见吧 庄贤表示理解连连摇摇头 他怎么会有意见 虽然音念已经有很多法器了 但是基本都是魔族用的多一些 需要魔元素驱动 如今魔族未出 他的身份还不能泄露 孟小七热情地笑着解释道 这拳套名叫照火 是中等法器里数一数二的 而且还是咱师父亲自打造 师父还是个练器师哦 闭旁的耳垢笑着扶着念念的肩膀 你收好 这次争取让这照火在圣山中发挥他应有的实力 音念眼里满是感激 过去十八年他过得气苦惨痛 如今却遇到的所有人都是好人 都像亲人一样对他特别好 老乞丐白白手 满脸笑容 出发吧 师父有空会去看你们了 大家对这次下山历练充满了期待 都兴奋地点点头 是 师父 然后不约而同地一起向山外走去 走到大山通道那时 念念在最后面 往前一抬脚却发现有东西缠住了他的脚 音念低头一看 却发现是大山爷爷的树根 还没等他问一句怎么了 那树根连忙卷着一样东西塞进了他的怀里 然后拍了拍音念的肩膀 抵住了他的唇做了一个虚的动作 生怕别人看到 好像长辈偷偷给自己最喜欢的孩子塞糖果一样 音念冲着树根点了点头 感激不已 谢谢大山爷爷 树根摸了摸他的脑袋 高兴地在音念面前扭了三扭才钻回去 音念疑惑不已 大山爷爷给的什么呢 他这回还怕掉队了 连忙跟了上去 还是出去了再看吧 四人从山中走出来 一直蹲在树下的小男孩就站了起来 他试图往音念那边靠 目光却定在了 左右两边一人拉一只手的摆便和拉拉身上 拉拉感知很敏锐 他猛地扫射了过来 在看见小男孩的那一瞬间 他眼底有金光闪光 地基苏灵燕排场是有多大 一整只灵兽队伍为他开路 做起也是一只威风凛凛的独角灵兽 而且竟然还孵化出了顶级神兽龙 震慑了所有在场的人 就在刚刚拉拉凭着敏锐的嗅觉 发现了跟踪他们的小男孩 小男孩顿时脸色一沉 那只兽发现他了 而且他的血脉纯净度比自己强 刚才那一下压制就已经让他腿脚发软了 拉拉指向小男孩的方向 对摆便说道 你看那边 那是一只幼兽子 他之前的感知果然没出错 之前他就觉得那圣山宗门口的小孩怪怪的 摆便差点眼睛珠子都瞪出来 呦呵 主人这么香喷喷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心机兽来了 拉拉不高兴地轻哼了一声 又冷声对着小男孩说道 你走开你不许过来 有一个百遍分享主人的爱已经够让他难受了 小男孩眼底闪过一目不甘 眼见英恋他们走得越来越远 他眯着眼睛露出一个脚狭的笑 你们不让我跟我就不跟了吗 哼 我悄悄地跟 总能找到女神落单的时候粘上去的 英恋和尔沟他们来到天一周的时候 感觉很奇怪 发现街道上近空无一人 小气古怪地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 也不是晚上啊 怎么就没人了呢 旁边正好跑过来一个大婶 一脸兴奋 年轻人 你们不去看热闹啊 孟小气满脸疑惑 什么热闹 难不成是圣山宗那位弟子回来了 胖婶子为人热情的很 笑着说道 什么弟子啊 我说的是咱们天一周赏金墙上贴了的新的寻人启示 赏金可丰厚了 听说找到人的话 功法 灵精 还有法器都有许多 真要找到了那就发了呀 你们去不去 不去我可去了 胖婶子匆匆跑走 生怕人多了几步进去 孟小气诧异 找人 找谁啊 要不咱们也去看看吧 孟小气也有些蠢蠢欲动 但是旁边耳勾动了他一眼 先去圣山宗办正事 英念忍不住笑了起来 小气不高兴地撇了撇嘴 刚走到圣山宗附近呢 英念就听见了不远处传来 重重地灵兽四鸣声和吼叫声 轰的一声 圣山宗宗门的位置又像上次一样 那熟悉的金红色光茫茫地窜上了天空 孟小气双手还胸 似笑非笑地冷声道 呵 看来是那位帝鸡来了呢 好大的排场 那帝鸡不愧是万寿国的 帝后也给足了这位帝鸡排场 派遣了一整支的灵兽军队来给帝鸡开路 虽然都是出圆兽 但要知道 古周的御兽师其实并不多 这么多而整齐的灵兽一排头地为他开路 都是十分吸引人眼球的 苏灵燕就坐在最大的一只独角 兽的背上 他那毁容的半张脸上戴了面具 只留下另一半还完好的脸 而他肩膀上还蹲着一只金黄色的四蛇一样的东西 脚生四肢 额头有两个小脚 围观的人不仅微微一震 用手指着那小龙的方向 竟然是龙 他竟然孵化出了龙 难怪排场这么大 又是一只神兽啊 真是好命啊 幼龙的胃压压制着那些出圆兽 让他们连头都不敢拍 看着天空上为他而起的红云 苏灵燕眼底闪过一抹满意的神情 轰轰轰的脚步声正在往他这边靠近过来 一个胖婶子带着一帮人往这边凶猛地冲过来 苏灵燕已经见怪不怪了 他轻厉地笑了笑 哼 一群凡人 苏灵燕高傲地仰起头准备接受这群凡人的称赞 仇人相见是不是分外眼红 鹰压和地鸡终于又见面了 地鸡见到鹰压就像见了鬼一样 就在刚刚地鸡为自己天大的排场正洋洋得意 想着可以接受万人朝拜 却不料那群人直接冲了过来 在苏灵燕目瞪口呆的目光中绕过兽群 直接无视了他 胖婶子指着前面的鹰压大喊 他 就是他 他和那画像中的人至少有五层像 说不定他就是赤鬼谷要找的人 赤鬼谷那边贴出来的是鹰压吃了一绒丸之后的脸 万万没想到 鹰压在第一次掉了马甲后 便用回了自己的脸 可就算是吃了一绒丸 容貌至少还是有五分相似的 他现在有了新的身份证 也不怕暴露自己 随后胖婶子兴奋地问他 小姑娘来来 大婶问你个事啊 苏灵燕就算这会儿牛气冲天 他们也不带看一眼了 苏灵燕就眼睁睁地看着 这些他眼中的愚蠢烦人越过他 对他不屑一顾 反倒是另一个女人成了全场交底 圣山宗的弟子们也有些不高兴了 他们弄这么大的排场 就是为了博取大家的眼球 却没想到风头被另一人所抢 圣山宗长老英臣的脸 前面是什么 把路都堵住了像什么样子 真是没有教养 苏灵燕压下眼底的不悦 怕是那个华众驱宠的人吧 只是这里是咱们圣山宗的门口 他如此无礼 长老定要好好教训他 英念被层层人围在中间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的混乱 但英念还是抓住了重点 你们说是天舞周的赤鬼骨发告示找人 大家连连点头 是啊是啊 而且还听说赤鬼骨每个周都发 那人是你吗 英念也是吃了一惊 他有想过 但没想到元帅帅会花这么多的赏金大肆找他 大家眼巴巴呀的 都等着英念点头拿赏金呢 英念皱眉正要说话 却突然听见了一道交合声 都挡在我圣山宗前面做什么 还有没有点廉耻教养啊 人群纷纷散开 大家一脸诧异的 看向说话的那圣山宗女弟子 这女弟子是想讨好苏林燕 简直就成了苏林燕的狗腿 英念脸色一寒 抬起头去 也就是这一台眼 让已经距离英念很近的苏林燕一眼就看见了他 那一瞬 苏林燕盯着那张熟悉的脸 觉得浑身血液都仿佛开始逆行 英念这时很想笑 他紧盯着苏林燕脸上的半块面具 只觉得讽刺至极 就在几个月之前 他才是该在苏林燕面前遮住你 不能抬头的那个 小可怜 可如今 轮到苏林燕在他面前戴面具 不能以真面目视人了 天空还是一片红色 在一片血红色的笼罩中 英念朝着苏林燕弯唇一笑 那一笑就仿佛是从无边炼狱里爬出来的恶鬼 连牵动唇角这一个动作都透着浓郁的杀意和恨意 苏林燕像见了鬼一样 忍不住地尖叫着 啊 鬼 是鬼呀 苏林燕像着了魔 疯了一样对着前面猛地扑腾着自己的手 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 你是不是来锁魂的 鬼 剑种你是来锁命的是不是 拉拉还看了一眼那所谓的神兽 吻哼了一声 就这玩意儿也配叫神兽 眼见苏林燕从神兽身上就要跌落下来 大仗老连忙上前抓住他不断乱晃的手 燕儿你怎么 你清醒点 苏林燕这才清醒过来 转而对着英念问道 你没死 你不是被丢进魔剑 你怎么 然后像忽然明白了什么 原来是你 然后情绪激动地指着英念 一切都是你做的 你没死你还抢走了我的神兽 你成魔了 你是魔族 念念被踢凤骨被抛魔剑涅槃重生 成为巨人族的团主 眼见地基要欺负念念 师兄师姐们站出来奋力维护 就在刚刚苏林燕再见 念念就血脉喷张几近疯狂 那些本来围着英念的人 一听说他是魔剑的 瞬间散开 满脸惊恐地远离了他 魔族 那个脚乱万寿国的妖女吗 圣山宗长老几乎是立刻就拿出了法器 此话当真 苏林燕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音 听起来疯疯癫癫的 是真的是真的 长老你快处死他 孟小七和尔垢第一时间就互助了英念 立声吼道 你敢 你们今日要是动了我小师妹 我足定与圣山宗开战 尔垢和孟小七的舍身相互 让英念正在了原地 就在这时 自从苏林燕出现之后 庄贤猛地站了出来 他狠立的目光直射苏林燕 呵呵 笑话 简直是胡扯 你万寿国地基势生来尊贵 但尊贵便可以空口白牙污蔑人不成 然后用手指着念念 我宝妹自小于我一块长大 我们同近同出十几年 更是同年同月龙凤双生 说完他大步向前 眼光逼试着苏林燕 我看你是试了一只神兽 伤心过度已然疯癫 才在此大放倔词 满口无言 周围人顿时发出一片哄笑声 令苏林燕十分难堪 他指着庄贤骂道 渔民大胆 庄贤冷哼一声 少在五周摆你万寿国地基的威风 已当五周是什么地方 你是尊贵的地基 难不成我们这些人就都是渔民 就你高高在上 俯视众生 庄贤的话一句接着一句 每一句都是重鸡 狠狠地抽在苏林燕的脸上 孟小七何尔够听的目瞪口呆 这完全颠覆了他们对庄贤的看法 这个平时看起来这么柔弱的一个人 此刻未维护念念经变得如此厉害 不仅敢叹道 没想到 读书人骂人还真不一样哈 旁边的人一片欢呼 说得好 就是啊 渔民 咱们天意洲可不信这套 在这儿可没什么地基 圣山宗虽然是天意洲最大的宗门 却也控制不了每一个人的组 但圣山宗的帐老费都会气炸 觉得这些人一点都不给圣山宗面子 他心里当然还是向着苏林燕的 一双阴沉的眼就落到了英念身上 燕儿是我们圣山宗的弟子 我们自然信他 你说你不是魔族云念 你拿什么证明你的身份 可有身份牌 苏林燕立刻向发了风样教导 长老 这女人根本不会有身份牌 见种有本事你拿身份牌出来 这是所有 人的目光都落在英念身上 念念一脸淡然 啼笑若不笑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便如你们所愿 然后便将手伸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可忽然他停住了 英念盯着苏林燕露出一个诡异的笑 那笑向地狱的鬼魂在笑仰 令人不寒而栗 可若是你叫我涛 我便涛 那我的脸往哪放 英念一声高于一声 直到最后眼神一鸣 冷笑道 难不成你以为自己说的话 便是绝对的真理了 你圣山宗势力大 又是万寿国的地基便可以仗势欺人了 苏林燕高高地扬起了眉 脸上有浓浓的狂喜 觉得这件种肯定拿不出有利的证据 得意地笑着说道 我看你是心虚了 你今天要是拿不出来 你便是魔族余孽 人人得而诛之 地基这女人是有多毒 大庭广众之下竟要抽念念的血 以验证她身体有魔元素 证明念念就是魔族人 让众人与她为敌 就在刚刚地基要置英念于死地 逼迫念念拿出身份牌 还指责她是魔族余孽 耳垢再也忍不住 她可不像庄贤那样说话文雅 仗红着脸对苏林燕大骂道 住口 你这个嘴巴臭脑子脏的蠢女人 魔族已消失多年 你见过 你如何知晓魔是好还是坏 便是人 也有好坏之分 坏人便比坏魔高贵了 英念拿着身份牌的手猛地遁住 她心里一挤 原本以为师兄他们只是相信她不是魔族的 却没想到 他们也在担心她是魔族的 言语之中竟然不敢将话说死了 孟小七看英念的脸色 像是明白了什么 悄悄地挨过来 小师妹 你放心 师姐相信你是个好的 只要你本心为善 无论你是什么我们都能容你 英念心里一阵感激 师兄师姐竟能如此真心待我 英念对小七坦然地笑了笑 没事的 师姐 放心吧 她如今虽还不能告诉他们事情 但她也不会拖累巨人族 随后英念向前走去 小七害怕她会吃亏 想拦着她 只见念念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直接将身份牌拿出 亮于众人面前 苏林燕 你可看好吗 苏林燕不仅大惊失色 感觉都快要窒息 难道这次她又失丧 原以为念念是拿不出身份牌的 然后脑子一转又想出一条足迹 不可能 你这身份牌一定是假的 然后又对着长老说道 长老 他身上有魔元素 抽他的心头血 便可查他体内到底有没有魔元素 而他这句话只引得师兄耳垢勃然大怒 你欺人太甚 然后他猛的一跺脚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无数裂缝顺着他脚下蔓延 众人看见耳垢浑身迅速膨胀 一个足足有五人那么高的巨人 英念抬眼看着 发现耳垢师兄那小小的眼睛 竟然随着身体的膨胀还是那么小 你圣山宗欺我巨人足无人吗 耳垢重重一脚跺地 地灵近巅峰的实力 顿时让在场无数人心生畏惧 胖婶子眼睛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年纪轻轻便如此厉害 这天赋 比起圣山宗的大弟子也不差多少 不过他说完就悄悄地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目光落在英念的身上 看这姑娘之前的反应 应该就是赤鬼谷要询的人 那赏金语气大家一起拿 不如他一个人拿更好 趁着大家不注意 他悄悄地往告示那儿走 他要去找赤鬼谷的人 告诉他们英念在这 圣山宗长老面色十分难看 你这是在向我圣山宗挑衅吗 他是天灵近强者 抬手就要强牙耳垢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凭空乍响 震得在场所有人肺腑都痛了 都给我住手 圣山宗宗主圣红黑着脸 出现在众人面前 质问长老道 发生了什么事 那长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向宗主讲了一遍 然后用手指着英念的方向 愤怒地说道 都是这丫头挑起来的事 宗主宁可不能放过他 圣红却没有如他所想的那样 直接动手 他皱紧了眉头看向英念四人 想起巨人族要来交换弟子学习的事 于是问道 你们是巨人族的 耳垢挡在自己的师弟师妹们面前 不卑不亢的声音响亮地打道 正是 想进入圣山宗可谓是一波三折 不但要厌念念的身份证 他要取他的心尖尖的喜 而正在这时圣山宗宗主来了 一听念念他们是巨人族的 圣红不仅在心底暗骂了一声 就知道那老乞丐的弟子 根本不是擅长 竟给他找麻烦 他的宝贝女儿被欺负 说什么都不肯去巨人族 所以圣山宗的弟子还没出发 然后他一脸严肃地向英念伸出手了 身份牌给我看看 英念笑着直接将身份牌丢了过去 神情里半分对圣红的畏惧都没有 圣红见着黄毛丫头 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 结果身份牌 心里有些不韵 哼 本宗主形势还轮不到你过问 圣红仔细检查了下牌子 然后不紧不慢地吐出一句 身份牌无误 随后又警惕地看了看英念和装显 两人自称兄妹 但却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 并质疑道 不过你和你哥哥长得并不像 英念不急不慌地笑了笑 男人与女人相貌天差的别 容纵胎自然也不例外 怎么 还是说宗主您想娶我心头血验证 旁边围观看热闹的人群都忍不住扎舌 咋可能吗 娶了心头血天赋就毁了 这不是让人断送一声吗 苏灵燕却在众人看傻子一样的目光中兴奋不已 对 宗主娶她的心头血 这件种肯定 不等她说完 圣红脸色猛地一尘 放肆 我在这儿 长老在这儿 有你说话的份吗 苏灵燕顿时被吼得哑口无言 脸色一阵惨白 这段时间圣山宗上下的重视 让她有些飘飘然了 圣红也觉得这弟子是被捧得太过分了 若是苏灵燕有双神兽 她必定给予极高的重视 单神兽圣红其实并没有觉得太过惊艳 能和仙仙平起平坐 但这五周也不是没有别的天才 若是苏灵燕乖一些 她自然得足排场 可这人怎么不分场合 旁边的长老不仅提醒道 燕儿不得无礼 有小神镜强者坐靠山 巨人足为后盾 你想娶她心头血 简直是痴人说梦 圣红缓缓吐出一口气 不用你的心头血 但既然大家心底存了疑惑 还是说清楚比较好 对吧 圣红才不想管阴念和苏灵燕之间有什么过激 她只要确认阴念的身份 阴念也不是那么傻 怨人百步的 于是她狡黠地笑了笑 若是没有 你肯让你的宝贝弟子和我道歉吗 圣红眯起眼睛 这个自然是看她自己 你也可以选择现在回去 不敬我圣山宗我自然不会为难你 接着她阴沉着脸教训阴念道 和别人谈条件之前 先看看你是有相应的实力再说 明白了吗 耳垢看向阴念不免有些担心 小师妹 若是不愿意我们便不进去 没想阴念却一脸淡然地笑了笑 不必 师兄 我怕什么呢 她心里在想着 为了魔剑封印 圣山宗我一定要紧 谁又能知道我临摹一体 可随心自由切换 阴念直接咬破了自己的手指 血液凝聚成形 为字正清白 还请圣宗主查验 然后她手中的那颗血珠 向圣红飞了过去 大家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死死地盯着圣红的表情变化 圣红凝神静气 用灵力检视着那颗血珠的唇部 片刻 她平静地对阴念他们说道 欢迎你们来到圣山宗 能化成人形的神兽是有多厉害 百变甚至都没有变身 直接将金龙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就在刚刚苏灵燕 不敢置信地捂住了嘴巴 不可能啊 你这个剑种不可能是庄贤的妹妹 难道这世上真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庄贤一听上前互助阴念 不仅勃然大怒 地基 我不知道你与那个和我妹妹长得相似的人 到底有什么过节 但你一口一个剑种 怕是也不好吧 这就是你身边一国地基的教养吗 周围的人也都有点看不过眼了 连连点头 就是啊 粗鄙不堪啊 原来地基不过如此啊 苏灵燕这才猛的脸色一白 实在是因为看见阴念 吓得她什么都忘记了 她竟然都没有维持住自己那高高在上 飘渺如仙的模样 孟小七举起自己巨大的流星锤 吻声道 你是不是该给我们念念道歉 我们念念也没招你惹你 你上来便是一顿为难 孟小七讨厌死这个地基了 恨不得把她狠揍一顿 苏灵燕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要她道歉那不是打她自己的脸庞 我堂堂地基怎么能给她道歉 旁边一群圣山宗的弟子也随声附和道 谁知道你那是不是假冒的身份派 更何况我们只是想仔细验证一下 你是不是魔族人 何必咄咄逼人 就是都已经证明清白了 凭什么还要我们道歉 苏灵燕得意地笑了笑 在这么多弟子的支持中 又重新挺起了自己的胸膛 苏灵燕满脸不息 我是不可能和你道歉的 她一想到不能喊这些人愚民就浑身不舒服 但这里已经不再是万寿国了 暂时只能忍一忍 英念冷地直盯着她 那眼光有种要杀人的感觉 她今天也绝对不可能轻轻放过人 搏动了一下手指 往前踏出一步正要说谎 一道声音抢先英念一步发出 百便已率先往前一步 抬手直指苏灵燕肩膀上那只所谓的龙兽 你敢与我猎阵兽斗吗 兽与兽 人与人 只要双方同意皆可猎阵兽斗 上了那斗场 只要自己不认输 便能一直打下去 只要不死 打残都行 随着一声吼叫 苏灵燕肩膀上那只灵兽 也冲着百便咆哮起来 神兽血脉绒不得挑衅 苏灵燕自信满满 有何不敢 还没人能比得过我的金龙 随后那只神兽当场就对着百便扑杀了过来 百便轻笑了一声 来得好 单手猛地落在地上 一道蓝光炸开 灵兽死斗的阵法不堪 一个巨大的光阵顿时就将两兽给笼罩住 苏灵燕吃惊地看着百便 他不免有些担心起来 不由地叫出一句 金龙 他心里直犯敌 这小孩竟是灵兽 化形不是神人兽才能做到的事情吗 即便他的金龙是神兽 也做不到了 围观的人也是吓了一条 那 那难不成也是神兽 可苏灵燕的神兽也不是人形啊 但苏灵燕对自己的神兽 有着绝对的自信 见状他对他的神兽发出一道指令 金龙 撕了他 他想着即使是神兽也不可能有他的金龙厉害 在大家议论纷纷的目光中 金龙的身躯逐渐地长大 百便还是那副样子 他甚至没有变出实体 金龙咆哮着冲着百便杀过去 百便那只小小白白的手 猛地抵住了猛冲过来的金龙脑袋 轰得一声巨响 金龙浑身抽搐 嘴巴里不断有鲜血蔓延出来 百便直接抓住了金龙的尾巴 将他整个如同一条不听话的藤条一样 一下又一下地抽打着金龙 然后用手抬起神兽 甩出树杖远 法阵外的人也是看得惊心动魄 苏灵燕也从颤抖 他为之骄傲的神兽竟然毫无反击之力 百便这个虫兽真是太聪明了 拿金娇的命像要携 逼着苏灵燕向念念道歉 就在刚刚摆遍一把摁住了那金龙的脑袋 在一片血色之中缓缓抬头 金龙浑身抽搐 嘴巴里不断有鲜血蔓延出来 百便看向了苏灵燕 缓缓道 若是不想我弄踩你的灵兽 你道歉 对承受了你十八年折磨的 我最爱的主人道歉 他要他低下那颗令人厌恶的脑袋 然后付出代价 苏灵燕脸色一片惨白 周围所有人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 这怎么可能 那小孩的本体是什么 神兽 尔沟也露出了惊讶的眼神 从刚才摆遍劣症开始 他就一直保持着惊掉了下巴的样子 直到看见了摆遍将金龙被按在地上 暴揍了之后 才猛地回神来 他憨憨挠头道 我还以为这俩孩子是小师妹的孩子呢 孟小七翻了个白眼 你傻呀 小师妹才多大点 尔沟就是典型的满脑子 除了修炼这事 别的是一概不入而不走心的那种人 他举起手高呼着 摆遍 冲 是个难受就要用难受的方式解决 孟小七觉得这大块头真是没救了 苏灵燕浑身发冷 不愿意接受自己辛苦孵化出来的神兽 被轻易打败的现实 不可能 金龙 金龙他不止这点实力 一定是你耍诈 我的金龙可是神兽 神兽怎么会输 一定是你做了手脚 他指向了阴念 神情猙獰地说 你用了什么下流手段把我的金龙变成这样了 百遍冷笑了一声 那双稚嫩的眼睛里露出浓浓的嘲讽 呵呵 凭这也是神兽 先不提神兽也分三九等 这家伙出壳却不能化成人形 头上长脚附下生脚 他这话一出 圣山宗的长老包括宗主都齐齐变了脸色 这话是什么意思 百遍继续说道 充其量只是一条血脉不纯的小胶而已 百遍的声音响彻寂静又空旷的场地 带着生来的尊贵的傲气 再说了 但是龙 在我面前也要低头 你就算化龙又如何 话音落下 他又一脚狠狠地踹在了金龙 不对 是金娇的头上 哟 这怎么晕了 灵兽自己不认输 那我便可以一直打 打破他的兽源 打断他的筋骨 金娇哀嚎了一声 正要低头认输 却不料百遍一拳砸在金娇的尾巴上 顿时鲜血似箭 百遍眼神凶狠 最后问你一遍 你低 不低头 道不道歉 苏灵燕浑身发抖 脸色苍白摇摇欲坠 圣山宗的人脸色也十分难看 圣红健壮黑着脸刚要说话 一直没出声的英念 猛地看向了圣红道 圣红宗主 你方才同我说不到同样的等级 便没有讲条件的必要对吗 那如今他们兽与兽可是对等了 我与苏灵燕实力可是对等 你贸然插手不好吧 转而英念挑眉笑了笑 当然了 若是圣红宗主当真不顾身份插手晚辈之间的事情 我也会让百遍收手的 圣红被这两句话堵得浑身难受 他冷吃一声道 那按你如此说 你师父可是不要脸 孟小气和尔共面面相去 然后两人齐声道 对啊 我们师父就是不要脸 你和我们师父一样吗 圣红嘴角狠狠一抽 他要面子得很 自然做不出老乞丐那副骨样子 不仅冷哼一声 真当是有歧视必有歧途 苏灵燕终于向念念道歉了 念念也迎来了扬眉吐气的一天 就在刚刚金娇被百遍控制 逼迫苏灵燕向主人道歉 圣红也是爱莫能助 他看向苏灵燕深吸了一口气 有些为难地说 苏灵燕 你的灵兽若是没了 你便不再是我圣山宗的弟子 道歉吧 金娇至少是圣兽的等级 虽然不是神兽 可也是个好毛子 就算苏灵燕输了 他也不打算赶走苏灵燕 必定苏灵燕是地基 苏灵燕又怒又觉得羞耻 看着周围人打量他的目光 就仿佛在看一个笑话一般 可他的金娇若是废了 那他和母后的心血就真的废了 他急得眼泪都出来 但就是说不出来道歉的话 小七是个心知口快的女子 见着苏灵燕啰啰嗦嗦 有些不耐烦地上前呵斥道 你什么你 少装可怜啊 本就是你冤枉我家念念 现在我们念念也以自证清白 道个歉有那么难吗 苏灵燕浑身发抖 把头掉向一边 眼睛也不看阴念 不服气地从牙缝里半天 才挤出一句话 对不起 旁边都看得出来 这并不是真心道歧 道相是说的气话 就在这时只听到咔嚓一声脆响 金娇的尾巴骨又被百变一脚踩断 金娇发出一声惨叫 百变怒视着苏灵燕 面朝我主人 这就是你道歉的态度吗 不低头 不弯腰 百变放出阵阵威压 凶猛地咆哮着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好好道歉 再这么敷衍了事 我便啃碎他的肌骨 让他一辈子植不起躯体 苏灵燕一听这话被震惊倒 像是被人掐住了咽喉 人也摇摇欲坠 快要晕倒 若是他的神兽没了 那他也会感同身兽不会好过 他可怜巴巴的 看向周围的圣山宗弟子 眼里满是求助 圣山宗的弟子们 完全已经被百变得威视 可神兽不是神兽的事实给惊住了 还没缓过来呢 但现在这种情况 他们想帮也帮不了啊 英恋面无表情地看着苏灵燕 对于将他抽筋巴布 处处为难他的女人 没有丝毫的怜悯 他知道这女人本性是坏到了 而此时 苏灵燕孤立无援 没办法只能压下 翻涌上来的兴气和血气 形势所逼他只能低下他那高傲的头 心里虽然骂了英恋不下上千上万次 但还是得把这道歉的戏码演出了 只见他对着英恋缓缓弯腰 低下头不看他 纹身抖入筛坑 喉咙里像是 被插了无数针一样难受 对 对不起 没有人比英恋更有资格听这三个字 苏灵燕啊苏灵燕 残身之痛 挖身之痛 挖骨之伤 十几年的仇恨又怎是一句对不起就能结束的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英恋开始并没有表态 而是让他弯着腰一直保持这个动作很久 然后他才弯唇一笑 拉起苏灵燕的手 没关系的 谁还没犯点错呀 英恋笑得得体又温柔 让周围看戏的人心里那口气就松了 最终还是和解了呀 也是 不和解还能干吗 人家已经是圣山宗弟子了 小七搞笑似的拍了拍手 是啊是啊 以后都在圣山宗里生活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这关系可不能太僵硬 圣山宗的弟子们脸色也好看了一些 圣红揉了揉眉心 他只想让这件令他头痛的事情快移过去 但这时金娇还被百变控制着 于是圣红便上前劝说道 这位姑娘 燕儿已经道歉了 可否让你的灵兽打开兽阵 放出金娇 念念笑着对百变挥了挥手 眼里满是赞赏 百变 开针放了金娇吧 百变对着主人露出会心的笑容 然后立马收了阵法放出金娇 圣红只觉得今天这样一闹疼 真是把他圣山宗的脸都给丢光了 苏林燕正俯身抱着金娇 但这话像针刺一样传给了他耳朵 他屁都不敢放一个 圣红对众人说道 行了 都进去吧 而也就是在无人关注的这一刻 阴念走进苏林燕身边 他贴近苏林燕的耳边 轻轻地道 反正我也不会原谅你 永远都不会 苏林燕顿石器的目瞪口袋 只觉一股气血向上翻涌 最终怒急攻心 挖得吐出一口鲜血来 十几年的血海深仇 又岂是一句对不起能一笔勾销的 阴念表示他永远都不会原谅害他的仇人 苏林燕急火攻心 气得吐息 被圣山宗的弟子们搀扶着 那弟子们还怒视了夏阴念 圣山宗的弟子们自阴念在圣山宗的门口救了那孩子 就注定这些弟子不会喜欢他 孟小气揽着阴念的肩膀 带着他绕过那些满眼恨意的弟子 直接进了圣山宗的大门 自那大门进去的时候 英念直觉的身上 好似被无形的一阵波动给扫一下 果然这大门还真是个挺厉害的法器 可惜只能挡人临近之下的那些普通人 这不就是空威风吗 而在圣山宗的门外 那个一直藏在人群里的小男孩 悄悄地从拐角里探出了自己的脑袋 哎呦怎么办了 他歪着头 两只眼睛可怜巴巴地盯着圣山宗的大门 他身边那两个好强啊 一定不会愿意我跟过去的 小孩突然灵机一动 我变成圆形再进去不就行了吗 我圆形又不惹人注意 那头破门也拦不住 他躲在角落里确定周围没人了 才摇身一变 一只小小的紫壳蜗牛 竟然出现在了地面上 这蜗牛也就小拳头那么大 长相倒是和普通的小蜗牛差不多 只是那蜗牛壳上 却有着繁复的金色纹路 看起来很是妖异 而这纹路也注定 不能将它当成一只普通的蜗牛灵兽来对待 蜗兽一族是很弱的 但是它是特别的 它生下来就和别的窝不一样 它自信自己是可以打动阴念 让它收自己喂齐约兽的 只有灵兽才能感觉到 阴念身上散发出来的吸引力 天赋越好的灵兽越能感受到 有这样一个主人一起修炼 它的实力一定会一日千里 然后 这只紫壳蜗牛晃动着两只触角 气宇轩昂地向圣山宗的门口爬去 飞快地爬出一根头发色的距离 在圣山宗内 圣山宗的弟子们给阴念他们拿来了三套弟子衣服 英念不解地看了看 负责接待他们的那个长老 有些不耐烦地表示 在圣山宗就得穿他们的弟子服 英念嫌弃地瞄了瞄着 看起来呆板得很的弟子服 他根本就不想穿 于是说道 第一 我不是你们的弟子 第二 这衣服太丑了 还不如我自己的衣服 而供上前拍了拍自己的胸肌 表示穿这个不好锻炼肌肉 而且有些像娘们 那长老脸色一沉正要说话 圣红皱了皱眉 行了 随他们去 不穿也好 免得到时候你们犯了错 还要我圣山宗当恶名 孟小气冷笑着讥讽道 呵 你们圣山宗还有什么美名而不成 圣山宗的弟子们 觉得英念他们太狂妄了 既然篱下还这么嚣张 对他们一脸嫌恶 盯着辣骂和百变在窃窃私语 没想到这女人也是玉兽师 那个小女孩也是神兽 要我说呀 玉兽师还不如咱们修灵体的 但凡灵兽不在的 咱们一拳头就能把她砸死 他们想着有机会了和英念对战 到时候把她抓起来打一顿一抱雪齿 有个弟子眼睛一亮 于是向长老提议 近圣山宗应该要测实力 对了测实力就可以和英念对战了 好教训英念 那长老也是心领神会 看着英念道 你也看见了 这是我们圣山宗的规矩 念念的实力到底是有多强 一拳就将测试灵力的石牌揍成了渣 直让在场的人快惊掉了下 就在刚刚圣山宗的弟子 是怎么看英念都不顺眼 想了解下英念的实力 这样好对付他吗 万寿国的异寿师一般都没有灵力 若是有也是天赋很差的 圣山宗的大长老一脸不耐烦地问他 你身上是有灵力的吗 英念看着圣山宗的这一帮弟子 不怀好意的样子 他们的意图念念已猜到几分 但还是谦虚地表示 有一点灵力 那白师弟立刻吃笑了一声 一点 这么狂的人都不敢把话说满了 白师弟那见兮兮的样子 让人恨不得打他一拳 现在知道要测灵体等级了 耸了是吧 英念有神兽这一点 让他们妒忌到眼红 也更恨他到处出风头 再加上英念是大家认定的敌人 他们圣山宗的弟子 被这女人欺负几次了 测灵体的石牌被长老拿了出来 他以为念念只有一点能力 所以拿了最次的一块 然后对着念念说道 你过来 用尽全力往这一击 便能浮现出你的灵体等级了 大家都默认英念 没有多大的灵体实力 拉拉在英念身后抱着自己的小胳膊 不以为然地冷笑着 这一群傻子 想让我主人出丑 我主人怎么能用常理来横盘 英念转动了一下手腕 他小腹内的灵力白猪 兴奋地抖动了起来 英念只想要调动 十分之一的灵力 一死一下就行了 可谁知道 白猪太兴奋了 灵力就和控制不住 一样猛地扩散了出来 念念收拾不及 一拳已狠狠地落在那石牌上 轰得一声巨响 石碑竟然断了 石碑碎块四溅而开 飞向在场的圣山宗的弟子们 圣山宗的弟子不免大惊失色 他们也是压根就没想到 他们看不上眼的念念 竟然实力这么强 念念也很无奈地 摊开双手表示 不好意思 没控制好力道 圣山宗的长老 不可置信地看着念念 这 这怎么可能呢 居然是人灵敬 英念还准备陪着试排 必定东西被他打毁了 看着那长老淡淡地说道 石碑多少灵精 他身上还是有点灵精的 老妖婆的私库里有许多 魔物们又不用吸收灵力 用不上 英念想拿多少拿多少 长老神情难堪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们圣山宗 还会缺一块石碑 旁边的圣山宗弟子 脸色不好看 喂 为什么不早说你是人灵敬 你是不义的吧 耳垢看不过眼 顿时就怒了 我小师妹都说了要陪 怎么还巴巴都不停 你也没问我们小师妹啊 要是只要问问你们就信 又何必非要我小师妹 当着你们的面测一遍 丁念皱眉 还测不测了 胡测就带我们去住的地方 长老咬牙说道 测 他倒是要看看 这人到底是不是 是真的人灵敬 虽然实力已经摆在这儿了 但长老和众位弟子们 不到最后一刻 是根本不愿意相信的 因为像周绍玉和风雪 还有他们圣山宗的圣仙仙 这些天分极好的 修灵世家的孩子 都没突破人灵敬的那层壁垒呢 很快一块更好的石碑被抬了上来 全场的目光灼热地盯在音念身上 圣红死死地盯着音念 心底的震惊 一点都不比其他的人省 可能吗 一个拥有神兽的玉兽师 自身的灵力天赋 竟然比五周这些修灵的世家孩子还要好 他可谓是天才中的天才 实力直接碾压那些同龄中天赋极好的人 念念向着上好的测试 灵力的石碑狠狠一击 他竟是二星人临近巅峰 就在刚刚念念将第一块测试的石碑机的粉碎 于是圣山宗又拿出一块上等的石碑再次进行测试 他们想看看念念的石碑到底有多强 因念一拳狠狠地打在了新的石碑上 这次他身上的灵力更兴奋了 打得这石碑都抖了抖 这也是多亏了他还是个尸体的时候 原心最天天用灵力瘟养他 使他灵力增长不少 一旁的耳垢得意地看着他的小师妹 表示等会儿小师妹的灵力测试出来 定会让这些自认不凡的圣山宗的人大开眼睛 不吓死他们才怪 只见刚才测试的石碑上 缓缓地多出了一颗星星 圣山宗的长老不仅十分震惊 像是任命般的轻叹 还真是一心人临近 这能怎么说 只能说气死人的丫头 看起来年纪轻轻 但这实力还真的碾压了 五周天赋极好的天才们 那修灵世家的孩子风寻周少玉 简直和因念不能比 不得不承认他这实力强盗离补 正在这时 弟子中有人像发现了新大陆 不仅惊呼了一声 等等 还有呢 我不其然 在那一颗明亮的星星下面 竟然又有一颗星星在缓缓凝聚成形 这星星越来越明亮 甚至都不是暗淡无光的那种 这阵明音念如今的实力 已经到了二星巅峰 突破三星指日可待 长老十分震惊 这是二星人临近 圣红心里也是一颤 心里不仅有些极度起那老乞丐来 真是太可惜了 天赋这么好的人 怎么就成了那老乞丐的徒弟 这是踩了什么狗屎运 反观他圣山踪 好不容易以为自己收了个绝顶天才 可刚才苏灵燕还没进宗门就出了大丑 一只不是神兽的兽也差点丢了 让圣山踪也是很没面子 而且苏灵燕看起来还风风颠颠的 在圣红心里也是大打折扣 念念环顾了下四周 看着那些弟子们被震惊到的神情 念念不仅倾笑了一声 诸位可满意了 长老憋着头挥挥手 行了 带他们去休息的地方 心里还是有些不服 这些影视家族出来的孩子 怎么就天赋好的这么气人呢 与此同时 在五周的赤鬼谷中 大长老急匆匆地冲进了圆心岁的修炼室 少主 人找着了 在天一周 据说和圣山踪对上了 圆心岁一听到这消息 心里一阵狂喜 猛地睁开了眼睛看向大长老 他眼底光滑凝聚涌动 像是切开黑夜的碎星 大长老只对上他的眼睛 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 他总觉得少主身上的血脉压制更浓了 光是这么看着 便让他不自觉地想要匍匐跪下 圆心岁连忙起身 速度极快地往外面走 亮起空间阵 现在就过去 一个看起来年纪和孟小七差不多的女弟子走过来 他瞥了阴念一眼 神情僵硬地道 跟我走吧 给你们安排弟子房 住的问题解决了 那就还有吃的问题 作为领队的耳朵不仅问道 对了 这位师妹 我们的饮食怎么办 那女弟子本就看念念他们不顺眼 认为念念他们在这白吃白喝 有些不耐烦地说 吃饭是在大食堂一块吃 弟子们是免费吃 你们 宗祖说了 你们也免费了 孟小七看了一眼他的神情 像是有毒心术样 好像看透了这个女弟子的心 不仅吃笑出声 别以为我们是欠了你们了 你们圣山宗的人不也要去我们巨人族吗 女弟子也是一惊 顿时被喷得哑口无言 话音刚落 正好他们路过了圣仙仙的房间 圣仙仙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我不去 我不去什么巨人族 念念被实力强大的圣红薇压压制 使她无法动态 只能认其欺负 就在刚刚因念他们正要去住处 刚好路过圣仙仙的房间 只听到圣仙仙的声音传来 我要去抓那个欺负我的女人 我一定要报这个仇 正在这时之下的一生 在念念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那门被人推开了 念念和戴着帽子的圣仙仙来了个面对面 下一刻 圣仙仙那张脸从愤怒变为精俊 最后是完全凑成一个包子的女区 她压得没想到会和拔了她头发的女人狭路相逢 而念念开始也是吓了一跳 随后她定了定神 不好意思地笑着挥手向圣仙仙打起了招 圣仙仙下意识地抱住自己的头往后腿 圣红听到宝贝女儿的呼唤立刻走出来 圣仙仙连忙跑上去 惊恐地依偎在圣红的怀里 爹爹 爹爹她来了 就是她拔的我的头发 圣红顿时脸色一变 怎么这女人老是闹事 还闹到她女儿头上了 她一边安慰着仙仙 表示会为她做主 一边看向对面的阴念 她阴冷的目光只让人不寒而立 询问她女儿的头发是不是阴念做的 念念顿觉气氛紧张地令人窒息 但她也不是个怕时的 圣气凌人地讲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表示是圣仙仙仙不问缘由 差点放跑了几个人人得而诛之的休闲师 而且圣仙仙一道见光 差点砍到她身上 惹怒了巨人族长辈 才出手教训了圣仙仙 圣红脸色因为太过愤怒都变了形 她的宝贝女儿还没人敢动过 她压根就不信念念所讲 她的女儿修为不如阴念 她又如何伤得了她 念念也是不卑不亢 呵 怎么 按宗主你的意思 我还要站着挨打不成 更何况你女儿出口伤人 我该忍 圣红哪里肯听 她又打不伤你 你这人空有天赋 没有半分气度 只见这时一直憋着火的圣红周身灵力凝聚 梦小七气不过刚要开口 圣红这时却释放出阵阵威压 直接压在阴念他们身上 小七只觉整个人无法动弹 刚想开口的话也被压了下去 而念念只觉得胸口心血一阵翻腰 血腥味直冲上来 圣红阴沉着脸表示 她知道念念天赋极好 背后的巨人族很强 但太心高气傲 他们圣山宗也并不惧怕什么 圣红阳骑手 对着阴念的脑袋释放出阵阵威压 还表示她并不会要念念的命 念念也可以留在圣山宗学习 但要让念念吃点苦头 凭了她宝贝女儿的怒气 耳垢看着早已气红了眼 但这圣红是小神镜强者 实在太强大了 耳垢想冲上去护住小师妹 但现在却无法动弹 要是伤了她小师妹 他们的师父是绝对不会放过圣山宗的 下一刻圣红的手猛地对着阴念落下 那就让你师父和我站上三天三夜又如何 真当我圣山宗怕了不成 阴念眼神凶狠地盯着她 心里对实力的渴望再次张牙舞爪 从她身体里爬了出来 现在她太弱了 弱到只能认别人随意欺负 不必讲道理 实力强的人要你死 便可定下无数人的结局 圣红冷笑着 你便记住这次教训 你要知道 有些人你是惹不得的 手正要狠狠落到阴念的头顶上 要是真落到念念的头顶 对念念造成的伤害真无法想象 而正在这时圣红的头顶忽然响起一阵炸气 本来还笼罩在天空中的红色的云风然炸开 全都往四面八方退去 刺眼的光芒顿时扎得人眼睛生疼 接着一个巨大的光阵出现在圣山宗的上空 圣红脸色不仅大变 赤鬼虎的空间阵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念念的保护神终于现身 原心碎凝聚无数的光阵 向欺负念念的圣红猛攻过去 打得圣红狼狈不堪 就在刚刚圣红为了替女儿报答毛之仇 将阴念摁在地上随意欺负 在她的头顶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光阵 圣红不仅脸色大变 这是空间阵 是鬼谷的空间阵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阴念下意识地抬起头 光阵上逐渐出现了一个深意 看着那道熟悉的深意 阴念心里一阵狂喜 不自觉地喊出了那人的名字 原心碎 但却忘记了自己身上有小神经强者的压制 说了这三个字后 她没压住涌动的气血 直接吐出一口淤血来 这一口淤血吐出来之后 阴念身上竟然还诡异地轻松了一些 她惊奇地看着自己吐出来的那口血 总感觉有些不对 她兜兜里 大山爷爷送她的东西又开始发烫了 难不成是那东西起了保护作用 圣红也不知道这吃鬼捕的人 弄这么大阵势到她这是想干什么的 面色严肃地拱了拱手 便自爆加门道 在下圣山宗中主圣红 不知格下来 而顶上的原心碎并不理睬她 她已经看见了阴念 看见了她被人压制着 还吐出了一口刺眼的血 脸色阴沉地可怕 瞬间在她周身布下了无数的阵法 阵法在瞬间就凝聚而成 下一刻灵力光束如同风了一样 猛地对着圣红就攻了过来 招招致命 圣山宗的长老们齐齐向圣红冲了过来 圣红闪避的狼狈 这人的阵法凝聚的速度 强度 完全打破了他们对阵法师的固有认知 圣红的肩膀上 腿上都被打中 气得不行刚想开骂 却发现就在刚才转瞬之间 脑袋上又多了十几个光阵 光阵里正在散发着恐怖的波动 圣红顿时头皮发麻 她其实不怕受伤 毕竟她的实力还是在 刚才就是被打了的措手不及 只是阵法师最大的一个特点辨识 无差别攻击 而圣山宗的弟子们无法抵挡 这些大阵要是落下 圣山宗要成为一片狼藉的废墟了 圣红无奈只能压着怒火 大声问道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欺我圣山宗 但话音刚落 圣红就看见圆心碎落到了地面上 圆心碎一抬手 直接碎了圣红的灵力威压 阴念他们骤然一松 圆心碎上前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搂住念念 看到念念受伤 眼里满是心疼 随后眼底又闪过一片阴沉 这圣山宗真是吃了雄心抱自胆 竟敢动他的人 他抬起手 抹掉了阴念唇边的一抹血井 声音很轻 却透着灵力的沙人 念念 已流血了 阴念来到五周之后 这是第一次碰到熟悉的人 心中静不由自主的 生出由熟悉而引出的委屈感 他试着开口 却发现一开口呼吸都气得发抖 被人家想摁在地上便摁在地上 想打便打 他虽然一声不吭不服输 但终归是在意的 圆心碎连忙扶着他的头安慰他 并且习惯地将人抱了过来 他哄着他 要多耐心有多耐心 你别害怕 没事了 别害怕 念念 我帮你 圆心碎神色冰冷地看着圣红 甚至还带着几分从深处滋生出来的残忍 是你动的手 圣红立刻解释道 我并没有想杀 下一刻 圆心碎一抬手 无数光阵开始凝聚成形 琪琪向圣红一个人攻了过去 圆心碎想打就打 根本就没想过要听他什么解释 谁让他伤了他的最爱 这个宠妻狂魔差点将圣山宗移为平地 圣山宗的弟子们早就被长老地疏散到了大门口 白钱正正地看着天空上的大战 浑身发寒 这宗门是招惹谁了 来世竟如此凶猛 也不知道他们圣山宗是否能扛过此劫 而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了灵兽的四名声 白钱下意识地回头一看 远在天际的一角 他竟然看见他们白家的天马 正拼了马命地对着这边狂飞过来 天马们兴奋得鼻鼓都张大 他们要找的人就在眼前了 白钱心里不由的一阵狂喜 以为是白家来住圣山宗了 他对着天马们狂奔过去 天马们缓缓从天空降下 然后一脚蹬在了白钱的脸上 随后对着他那张满是吃惊的脸 光为一个充满了水生的屁 这挡路的小子是谁家的 这么不懂事 白钱被这个见面里差点熏晕 他下意识地捂住嘴巴 顿时脸都被气绿了 弯着腰就开始大吐 还不断地用自己的手指抠着嗓子眼 天马们满是傲气地瞥了他一眼 这人咋还吐上了吗 大天马翻了个大白眼 这小孩真不讨人喜欢 大家抖抖肩膀上的羽翼 又开始激动起来 他们要找的香喷喷的 未来主人就在里面了 圣山宗的内部 正打得热火朝天 元心碎的阵法正针对圣红齐发 长老和圣红周边形成了一个保护圈 正在抵御元心碎的攻击 只听得咔嚓一声脆响 圣红将传信于一百年岁 长老们顶住 我已传唤五位太上长老 圣山宗的树到山峰上 那些一直在闭关的老妖怪们 终于醒了过来 出现在圣山宗的上空 圣红连忙上前求助 各位长老 具体事情原有等会再说 现在圣山宗正遭逢大难 请长老们相助 随后无数恐怖的气势 沉沉压向元心碎 树人合力之下 大阵轰然碎裂 圣红得意地冷笑道 破了女阵 那双冷漠的眼里 透出几分讥讽 元心碎将念念护在身后 只见她的手轻轻一捏 下一刻那些碎裂的光阵碎片 直接在半空中炸开 将圣山宗那些房子 炸了个底朝天 圣红看着一片狼藉的圣山宗 眼眶发红 呕出一口鲜血来 诸位长老助我诛杀此人 正在这时 一只苍老的手 就摁在了她的肩膀上 圣红冷静下来 那老者脸上爬满了皱纹 头发枯白 见到这人 所有的圣山宗弟子们 齐齐一惊 他们猛地对着这老人形弟子里 见过老宗主 所有人脸上都是狂喜的神情 都没想到他们的老宗主 竟然还活着 而且就藏身于圣山宗内 庇护着他们 老宗主如今都要到小神境巅峰了吧 圣红被气得红了眼 师父 您为何拦着我 老人不说话 只是目光沉沉地盯着对面的元心碎 元心碎面无表情地和他对视着 老人不紧不慢地说道 这位小友你既然带来了不少人 赤鬼谷的大长老笑着说 哈哈 这藏天阵还是逃不过老宗主的眼睛啊 老宗主果然比毛头小子靠谱 老宗主继续说道 还有那位藏在暗处的巨人族朋友 也现身吧 我年纪大了 就不一个一个去找了 另一道声音带着英念熟悉的调调 一边搓着自己脖子上的你一边现身 非非 你个老不死的竟然还活着 你说你早点出来 不就没这事了吗 老宗主一双眼睛都有些浑浊了 但在场谁都不敢小瞧他 哼 我要是再不出来 我这圣山宗怕是就没了 圣仙先横步奖里中遭惩罚 老宗主一拳就将他震飞出去 就在刚刚几大高手云集圣山宗 圣山宗的老宗主说他再不出来 圣山宗就要被打没了 老乞丐拍掉手上的你狗 黑黑的笑道 哪儿的话 我这么平和奖里的一个人 怎么会动不动就打打杀杀呢 孟小七看见老乞丐眼睛一亮 兴奋地喊道 师父 老乞丐顿时脸上笑成了一朵花 乖徒弟别怕别怕 师父其实一路都跟着你了 师父这就给你报仇 垂抱他们 圣山宗的人不仅一脸愕然 这老乞丐咋说话像放屁样 老宗主看了他一眼 转向圣洪 让圣洪把事情的经过讲给他听 一个巨人组 一个赤鬼谷 纵然是圣山宗再怎么强也吃不消 老宗主脸上看不出喜悦 但他的存在也确实震慑着老乞丐和赤鬼谷大长老他们 在老宗主面前 圣洪只能暂时先压下怒 他将自己的女儿推出来 让圣仙仙讲讲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就是有意要让女儿在老宗主面前露个脸了 可圣仙仙哪见过这种小神经强者大乱斗的情况 他的两条腿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打仗 这会被老宗主盯着 压力直接将他整个人都要压垮 圣仙仙脸色煞白 语无伦次 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圣洪看着心里也有些着急 在一旁安慰道 仙儿别怕 如实说来 有师公给你做主 圣仙仙指着阴念翻来覆去的只说了两句话 好 他欺负我 师公你要为我报仇啊 圣洪看着老宗主有些不耐烦 一脸尴尬 阴念不想因为这事耗时间 他还急着去藏书阁找解开封印的方法 索性上前一步将事情娓娓道来 老宗主 事情是因为我和这位姑娘的恩怨而起 我说吧 阴念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讲一遍 老宗主严肃地看向圣仙仙 所言可属实 你不仅不问缘由差一点放跑的休闲师 还差点误伤了别人 即使被这样一位顶级强者盯着 圣仙仙还是没有忍住 可 可他们拔光了我的头发 他还还手了呀 老宗主一听就有些不高兴了 这明显是他们圣山宗的领飞 这不当面给这娇小姐点惩罚是说不过去的 下一刻 老宗主抬手 圣仙仙猛地被打飞了出去 重重地砸在了墙壁上 圣红面色大变 连忙过去扶起自经女 旁边的弟子们都看傻 圣红惊诧地看着老宗主 这师父竟然帮着外人 打压自家人 但他并不敢说什么 老宗主活到这份上 只会看形式定结果 而不是一味地冲动天邦 圣仙仙在外不便是非 形式冲动任性 被罚在宗内禁足一个月 这时圣仙仙气得浑身发抖 刚想说点什么 连忙被圣红制止 老宗主垂眸看着阴念询问道 小姑娘 这样你还满意吗 阴念抿了抿唇 他也不想真的 现在就和圣山宗变成死敌 毕竟他还想进藏树阁找东西 连忙向老宗主拱手作医 满意了 前辈大义 能明断是非 我能有什么不满 老宗主看着这个小丫头 如此懂事连连点头 老乞丐在一旁 骄傲地呵呵笑着 赤鬼谷长老看 圆心碎脸色并不好 因为他的念念被欺负了 下一刻 老宗主那双浑浊的眼睛 突然就变得清晰起来 他扫向辣辣和百变 又看向阴念 辣辣和百变 在那一瞬觉得自己肯定被看穿了 但是看起来那老宗主并没有恶意 这个实力无比强大的爵士美男 竟是念念的小情郎 对念念呵护有加 赢得了老乞丐的赞赏 就在刚刚老宗主解决了几大势力的纷争 一下就看出了辣辣和百变的渊身 对阴念这个伶牙俐齿的丫头 也生出了几分喜爱 老宗主那张满是皱纹的脸铺展开来 不仅感慨道 顶好的天赋 绝佳的星星 丫头要不是你背靠着两个势力 我定要不择手段将你抢到我圣山踪来 老乞丐一听有人要抢他的乖徒弟 顿时就急了 黑老东西你这是想打架是不是 原心碎眼底有光滑涌动 这是又要一言不合就开阵 惊得阴念一把摁住他的手 轻声主护着 别打了 再打就不好收场了 原心碎搞不好真的会当场给人家投上来一下 今天已经打够了 不能再打了 真的要血拼 原心碎这边也得死人 原心碎反手握住了英念的手 低下头看了看他 眸光就又柔和下来 他乖乖地表示什么都听念念的 英念安抚下原心碎 抬眼看向老宗主 有些抱歉地说道 感谢老宗主的抬爱 只是他与圣山踪无缘 配不上 老宗主一听 这小丫头明显是心底对他们圣山踪有什么不满的地方 看来想那只小徒弟在门下也急不得了 老宗主虽然爱财 但也不会硬抢 然后无奈地叹了叹气 罢了 你得安心在圣山踪留下 圣山踪与你们巨人族的约定依然有效 人家老宗主还是满讲道理 又很和气 明念也不会再拉这个脸 心平气和地点了点头 红石对力量的渴求再一次迫切起来 有实力的人 才能靠着三言两语就稳定一触即发的行事 老宗主又看向圣红 脸上显然有几分不满之色 这圣红处理事情还真是欠途 还得好好地教训一下 于是十分严肃地说道 圣红 我将圣山踪交给你 是信任你 可别让我们圣山踪的弟子 实力不足 蛮横有余 明白了吗 圣红听的也是微微一阵 惭愧地低下那高傲的头 老宗主扫视了下完事不恭的老乞丐 然后又看了看赤鬼谷的人 却在下一刻脸色骤然一变 巅峰微压倾泻而出 声音响彻整个宗门 既然这件事情已经解决了 那么圣山踪禁止外人入内 请出去 处理完前因后果 老宗主脸上才开始显露真正的怒气 既然下了竹客令 老乞丐也不好再留在这 这必定是人家的地盘 挑了草莓 万分不舍地看向阴念 小徒弟 师父先回去 你要是在这儿住得不舒服就回家了 老乞丐又看向圆心碎 这小伙子对小徒弟百般呵护 看起来也不错 不仅满意地笑了笑 但还是不敢确定地问念念 不过这个就是你的小郎君啊 天赋模样都还可以 也愿意护着你 师父给他打个计格分吧 应念一听顿时羞红了脸 连连摆手否认 圆心碎他看都不看满脸怒容的老宗主一眼 但是对这个念念叫师父的人 还是非常给面子赏了两眼 他以前一直被封印在石棺中 哪里会知道小郎君是什么意思 露出不解的神情 老乞丐见圆心碎眼底浮现出特别清晰的不解 不仅在心里暗笑 看来这是个榆木疙瘩 还得他点画点画 于是他搞笑般地伸出了两根手指头 互相对了对在弯了弯 就是相好呗 圆心碎这才明白过呢 有些不好意思地羞红了脸 一旁的阴念看着这有点不正经的师父 感觉特别无奈 哎呀 师父 都说了我们不是了 他的小情郎竟然当众说给他脱过衣服 他急于变国却越描越黑 老乞丐对圆心碎十分欣赏 要撮合两人 念念无奈地看着老乞丐说 师父你别乱教人家 他还什么事情都不懂 老乞丐倒不高兴了 我哪里有乱教 小情郎不就是这样的吗 平常陪聊吃饭 晚上熄灯暖床 一旁的圆心碎立马想到了 和念念相处的无数个白天黑夜 那他应该就是小情郎啊 并表示他得念念暖床了好多次 英念一听他在大庭广众下这样说 小脸顿时红得像猪肝 急着说那不一样 圆心碎一脸的单纯 像不安适适的海底 连忙反驳道 哪里不一样 你要我脱衣服我也脱了呀 念念连忙用手去捂圆心碎的嘴了 他咋还知道睡觉要脱衣服呢 这下自己真是跳进黄河也喜不清了 老乞丐见着两人身越描越黑 他都听不下去了呀 连忙白手做出打坠的动作 行了行了 谁乐意听你们小两口说这个 为师先走了 老乞丐说完就脚底一抹楼溜了 真是来去如风 随心所欲 原心碎好不容易找到念念 他不想再和他分开 于是说道 念念 你和我一起走 念念还要在圣山中找出解除魔剑封印的方法 他怎么可能一无所迫跟圆心碎走 他向圆心碎表明自己要留在这 圆心碎一听念念不想跟他走 就急了 为什么 你不和我一起走 他说完又看了看四周 这一次他的眼底又浮现出切切实实的杀意 这个地方 有这么让你喜欢的吗 是鬼谷的大长老看着他的少主脸色很难看 心里一挤 猛地反应过来 怕少主会惹事 连忙提醒道 少主 这个咱们先出去再说吧 同时他又给念念使了识眼色 让念念送他们出去 念念立马心领神会 他也还有些话不方便在这说 然后他又看了看小妻 让师姐他们先去住的地方等 他去送送人就回 随后他拉着圆心碎就往外走 辣辣和百变在后面立刻跟上 两个仔仔对圆心碎满是敌意 这臭男人对 他们主人又扯又爆 太讨厌了 圣红眼见着大闹圣山宗的人要离开 有些不甘心地看着老宗主 师父 难不成咱们就轻轻放过了这事 老宗主的目光还落在阴念身上 那喜爱之情易于言表 多优秀的孩子啊 可惜不是他圣山宗的人 然后老宗主又看了看自己这个曾经最得意的弟子 眼底飞快地闪过一抹失望 圣红 你是一宗之主 要比别人更理智 更讲理大气 我圣山宗虽不是谁都可气的 可这么多年 你好像弄错了一点 别人不可气咱 咱们就可以欺辱别人了吗 若是你只有这样的气度 圣山宗迟早要完 这满宗的弟子 也会被你叫 圣红被这师父劈得哑口无言 他不顺着这师父点 只怕这宗主之位都难保了 只见老宗主脸阴沉沉的 他从这之后不会急着闭关了 要看看圣山宗这些年到底发展得如何 老宗主一直在闭关 对弟子们如今的实力也不了解 所以他让圣红去准备弟子大赛 要考察考察弟子们如今的实力 圣山宗能发展至今 和老宗主是有脱不开的关系的 老宗主出来 圣山宗变还是老宗主说了算 所有的护宗长老们都齐齐点头 有人问道 那 那大赛的奖励今年该定什么呢 老宗主皱着眉思索了片刻 表示奖励是给最终的圣者 开放两日的藏书阁 他的亲和力实在太强了 天马们只见过他一眼就迷上了他 跨越千山万水也要找到他 明年拉着圆心碎走到了没人的地方 他向圆心碎解释 他不是喜欢这儿才待在这儿的 他想进这里的藏书阁里查些很重要的东西 而且他也有自己的事情 不可能一直和他在一起的 明年怕圆心碎误解他俩的关系 于是索性和圆心碎挑明了 我很感谢你今天来救我 圆睡睡 我往后肯定会回报你的 我在心里已经把你当朋友了 圆心碎一听着明显是和他划清了界限 便有些不高兴了 他生气地俯开了一念抓着他的手 冷声道 你是我的偶娃娃 谁要做你的朋友了 刚才那老乞乃说的话他可全都记住了 他只想做念念的小郎君 和念念一直在一起不分开 念念见说不通 顿时急得满面通红 这人睡睡啥都不懂 静听那师父瞎扯了 急得无奈地跳脚 你别听我师父瞎说 这都什么和什么呀 大长老听的那叫一个冷汗直冒 趁着圆心碎沉默不语的时候 连忙出来解围 小心翼翼地说 少主 念姑娘在圣山宗是有正事要办的 念姑娘办好了正事 我们再从长记忆如何 圆心碎冷眼看着他 大长老连忙低下了头 圆心碎强压着内心的不悦 但又觉得大长老说得很在理 于是默不作声 算是同意了吧 念念看着他像是答应 总算松了一口气 于是带着两人往外面走 圆心碎 你要是有事你也可以自己去办事 不用天天 他其实想说不用天天光把心思用到他身上 话都没说完 一头天马就冲到了他身后面的往前一滚 念念差点没站稳 转头一看不仅让他大吃一惊 这不是白家的天马吗 怎么跑着来了 拉拉和百变健壮连忙一起跑过来 天马那张马脸顿时露出了惊疼的神情 两排大牙不断地上下磕洞发抖 百变一只手抱住了天马的脖子 拉拉则抓着他的后腿 主人你别慌 这小马我们两个会教育好 再放出来的 你放心去玩吧 主人 两人难得的意见一致 两个小小的人合力将天马直接举了起来 天马不断地前后谈谈 可半点用都没有 念念也是疑惑 这白家的天马为何会跑到这来找他 百变告诉主人 是天马想和他主人 定契约 但他们资质太差了 离圣寿都远 怎么和他的主人定契 因念无奈 光百变和拉拉两个小家伙他养着都挺累的 一言不合就打了天崩地里 更何况再来一群马 他哪有那么多精力应付 这时只见白钱一脸崩溃痛哭流涕地跑了过来 白钱身上还带着一股怪味 因念下意识地就皱起了眉头 这人是掉进粪坑里面了 白钱有些抓狂的对念念教导 庄英念你个无耻小人 你对我白家天马做了什么 因为用的是庄家的身份牌 所以圣山宗的人默认他叫庄英念 白钱话才吼完 拉拉和百变就已经松开了拉着天马的手 瞬间来到那白钱的面前啪啪两个大耳光 拉拉火气十足 我看你这人是记吃不记打 百变在一旁也阴沉着小脸说道 是你家的马 还不快快牵走 一直纠缠我家主人是什么企图 白钱捂着自己肿得像包子的脸 他白家天马生性骄傲 怎么可能会围着英念打转 他一抬头 就看到他不想看到的一幕 只见那些天马围在英念身边转了转了 极其轻热地讨好 那尾巴啪啪啪啪甩得比人家的看门狗还勤快 天马们看着白钱气气吃鼻 他们又没和白家定气 那地方不就是一个白吃白喝的地方吗 白家给他们好吃好喝的供着 他们偶尔为白家所用 白家人还会取他们的血拿去做药吗 可讨厌了 他们看到念念就想跟着他 于是趁机踹了白家 他们要做香喷喷主人的瘦瘦 拉拉一看这些天马要抢他的主人 气就不打一出来 让天马们都走开 怕主人不会收他们的 天马们委屈地看着英念 英念无奈地举起手 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对这些天马的吸引力竟然这么大 他连连摆手 表示他有拉拉和百变就已经足够了 并劝天马们回去 爵士美男英列族之后变得异常的残忍 毫不留情斩杀了几个背叛者 就在刚刚念念看着这么多天马 他无从安置 只好劝天马们离开 但天马们都想跟着英念 天马们久久不愿离去 乖巧的百变和拉拉看主人有事 连忙接手管理天马 他们让天马们排好队 准备一只一只的驯化 然后非常老成的挥挥手 主人你去玩吧 这里仔仔解决 英念不放心地叮嘱两个仔子 让他们别欺负人家 劝走了就行 不许动手 谁动手了谁晚上没饭吃 两个仔仔连连点头 英念无奈地扯着原心碎走 他总觉得原心碎转头盯着那些天马的表情 像是在衡量要不要宰了他们吃肉 大长老不愧是速度派 很快就找到了合适居住的地方 落脚点就在圣山宗附近 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院子 念念怕原心碎不让他走 便像红小孩一样粉到 原睡睡 你乖 等我明天有空了出来找你玩 大长老也在一旁劝着 他们在天意周也是有分骨的 正巧有些事情需要少主处理一下 他们是不是先处理事情 就是怕原心碎放心不下英念 所以才住在这儿 也是因为这儿离圣山踪近 英念灵走笑了笑 你都是谷主了 好好干活呀 我先回去了 原心碎恋恋恋不舍地目送这英念离开 他眼底那点起初找到英念的欣喜 正在一点点的消融 只剩下一地的冰冷 大长老不禁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 对着外面吩咐道 把人带进来 只见几个微微缩缩的男人被带了进来 一跪下就瑟瑟发抖 他们一进来就开始怦怦地磕头 大长老 我们真的是鬼迷心窍狼 我们没有要背叛吃鬼谷的意思 是 是那些势力花言巧语 他们 话还没说完 只见几道光影掠过 鲜血四溅 这几人早已倒在了血泊之中 大长老也是一惊 他觉得这几人虽然和别的势力联系 但必定是跟着出生入死很多年的老人 就是看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 不必斩杀 费了他们的修为便可以 原心碎一听 这是大长老对他有意见 突然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 这笑和对着阴念的时候不一样 充满了让人打寒的残忍 若不是知道他们是老人 现在躺在地上的 可就不是两具完整的尸体那么简单 阴念不在 他好似直接换了一个人 在一片血色中抬眼 直接钉向大长老 颈部筋脉浮现 里面血脉涌动 压制直接落在了大长老身上 压得他冷汗连连 痛苦不已 原心碎若有所思 眼神很利 你知道我族是如何被灭的吗 虽然我当时年纪小 却也知道 是除了内奸与那些贼人里 因外 过了我族的防护大阵 那些人 残忍地收集我族族人的血液 连婴还都不放过 你可知他们为什么需要献族人 因为献族得天独后 气韵绝佳 当年五周大陆灵力即将匮乏 开启逆天阵法 才可重新打破天道引入灵气 可那需以我族大量血液为引 大长老听的瞳孔发展 他 他只知道自己被灭走了 却不知道为何 因为当时他不在场 原心碎眼底透着彻骨的寒意 手掌无数灵力凝聚 如今这五周漂浮的每一丝灵力 都是族人的血肉 是族人的悲鸣 你竟还要看什么情面 对于那些背叛者 有些是我听你的劝 不代表你可以做我的主 明白了吗 直到这一刻 大长老才真切地感受到 原心碎的冷漠与残忍 难怪少主燕武除了阴念之外 五周的每一个人 不是说他在阴念面前笑 他就是一个好说话的人了 大长老也是第一次 听到这么详细的灭族原因 历史之间心底不知 是对那些贼人的厌恶更深一些 还是对原心碎的畏惧更多一些 他竟浑身发起斗来 他们回去的时候便发现现族全灭 这些年也一直在找灭族的那些主 如今确认的主谋有五周轰家 上官家 生徒家和吴家 他们都以为原心碎当时年纪小 不知道这些事情 如今看来 倒是未必 他也该仔细问一问的 可他下意识地以为少主当年只是一个幼童 觉得他应该不记得也不知道 就在这时原心碎冷哼一声 可不止这几家 这些高高在上的天马们竟然看上了念念 他们为了留下来将尊于贵 还把自己变成了小马居 就在刚刚原心碎斩杀了几个背叛者 他为何会变得如此冷血和残忍 原来他们献族人灭族 就是族中有内奸和贼人互相勾结导致的 五周的几大势力都是他们的灭族仇人 忽然原心碎笑了笑 如同地狱爬出来的恶 五周最受拥戴的势力是同管整个五周的扶神塔 因为他们在五周危难之时立下了大功 说到这里 大长老的面色逐渐阴沉了下来 他像是明白了什么 呵 竟是杀了我族所有人的大功 不由得气得浑身发抖 他把所有的一切都联系起来想了想 难怪当年立下大功 他们却三间其口 大家只知道本来要酷竭的灵力突然又回来 纷纷感谢他们 大长老胸口血气翻涌 竟然是杀了现族人的所有大功 这回他才终于了解了事情的真相 原心碎缓缓输了一口气 他们要一家一家的报酬 要先帮念念想办法破掉白头山那边的封印 原心碎又看了看那几个背叛者 我刚才处理的那几人 缩使他们背叛赤鬼谷的势力是哪几个 大长老立刻从怀里拿出了一份名单 都在这儿了 也是比较大的势力 想让他们偷我们赤鬼谷的阵法图 赤鬼谷里阵法是可用的阵法图是五周最多的 也难怪招人惦记 原心碎盯着这些势力的名单笑了笑 好 那就先收点利息 然后直接起身往外面走 念念不在 原心碎觉得很无聊 想去看看那几个名单上的事例 英念从小院子里出来就飞快地往圣山东的方向赶去 他跑得太快 没注意到路过一个小拐角的时候 旁边正有一只努力地窝窝朝他这边爬来 窝窝泪得满头大喊 但还是格外激动 因为他离好闻的味道越来越近了 不一会果然看到了他的女神 终于找到你了 他努力缩小了自己的身躯 将拳头大小的身躯缩成了指头那般大 羞的一下缩成了一个圆球 咕咚咕咚地对着英念的脚旁滚过去 太快了太快了 他滚得晕头转向 终于落到他脚旁 窝窝立刻缠着他的裙脚将自己的小壳给遮起 然后努力将自己的灵兽气息压制到最低 以免被人发现 英念完全不知道自己被这么个小东西里拉上 脚步不停地回到了圣山宗 结果到了门口 他本以为那些天马都已经被拉拉他们训走了 没想尽看到了 十几只矮蹲蹲胖不哭的和小狗一样大小的马局 不仅惊诧不已 拉拉 百变 你们没让他们走吗 百变和拉拉连连转过身一脸无奈地看向主人 拉拉捕着脸 我们说了呀 但他们说自己可以变小 不占地方 这甜蜜的负担让英念脑腾死 小马局们仰起头看着他 背上的小翅膀巴达巴达地小 像与尾巴拍在地面上一样 大家蹭着英念的脚 表示他们不想走 英念看着可爱的小马局 也陷入了迷茫 有些不知所措 百变看着主人一脸为难的样子 拉着英念的手 表示他和拉拉商量过了 主人可以先不牵起 出去的时候还能让这些马驼着 小马局们连连点头 表示自己愿意当英念的做起 英念倒吸了一口凉气 算了 你们先跟我进来 放在外面 只不定被哪位强者强行掳走牵起了 小马们快乐地跟上 这十年在英念裙脚的窝窝黑黑地笑 窝窝也进去了 圣山宗的弟子们是有多恶毒 打不过就完英的 竟将念念房间吃得用的全部毁坏掉 就在刚刚英念收了赖上他的小马鞠 然后七弯八拐地找到了分给自己的弟子房 他打开房间门 脸色却骤然一沉 百变见主人脸色不好看 连忙问主人 发生了什么事 而当他们定睛看向房间内部 发现里面竟是一片狼藉 里面的所有东西 吃得用的 竟然全都被人用剪子给划烂了 辣辣脾气最薄 看着满屋子的狼藉气恼不已 想要到旁边去问问清楚 然后立马向外面冲去 英念赶忙拉住了他 让他别冲动行事 他的目光冰冷地落在这满屋子破东西上 他知道就是去问别人 也是没用的 因为这里都不是自己的人 师兄师姐他们肯定被分到别的地方了 英念出去左右看了看 果然 孟小七他们的房间都在别的地方 被分得远远的了 哟 这是怎么了 一道声音传来 隔壁屋子的一个女弟子走出来 盯着英念眼中都是幸灾乐祸的神情 莫不是你的灵兽 把我们圣山宗好好准备的东西都给弄换 旁边一个男弟子讥笑着 我看就是 别的御寿师的灵兽都好了 偏偏他养的要打要杀的 真没叫养 辣辣气的浑身发抖 眼神一变身上火焰灼灼烧起 看来这两人是欠揍 那两个弟子也被吓了一条 这小孩果然也是灵兽 看其实力波动应该也只是一只出源兽 出源兽就能变成人形的是神兽 那女弟子仗着这是他们的地盘 并没有因为辣辣是神兽而惧怕 一脸骄傲 怎么 难不成你还要打我们不成 那我可告诉你 李主人已经如今是住在我圣山宗 就要遵守我圣山宗规矩 圣山宗内境打斗 唯令者管你是谁都要把你驱逐回家 是啊 英念是强 但这次他们又没动手 英念要是敢随意打他们 那按照圣山宗这边的规矩 则是直接要被驱逐出去 他们恨不得英念赶紧滚出去 藏在英念裙脚的窝窝 两只小触角碰在了一块 他气愤地往前摊 这两个人等他们睡了之后 他要去好好拜访一下这两位 周围越来越多的圣山宗弟子们走出来了 他们仗着英念不能随意在宗内动手 便纷纷露出嘲笑和快意的神情 早点过 我们圣山宗不欢迎你 哪有人弄破他的东西 不是他那些没教养的灵兽自己咬破的吗 他们奇奇哄笑出声 脸上竟是得意的神情 明的完不过他们还不能完音的 大家摆明了是想要看好戏 而且料定了英念有一生竟没地方发 百遍握紧了英念的手 主人我们去告诉老宗主 整个圣山宗 也就那老宗主能让他看得顺眼一些了 英念自知若是自己随便动手 那他真就如了他们的意义 任务没完成就要被赶出去了 他却突然诡异地笑了笑 目光对上这些人 表示不必了 他自有别的办法 随后碰得一声将门给关上 那些弟子们亮英念也不敢轻举妄动 在外边笑得更狂妄了 男小鬼 耸如老鼠 我就知道 这女人也就嘴皮子厉害 离开了那些个护着她的男人 她什么用都没有 什么话难听 他们便讲什么 真以为有点天赋 便能让我们都心服口服了 人品败坏宛如泼妇的女人 谁能喜欢 拉拉在里面听得满脸通红 差点忍不住要冲出去 百变才摁住了她 强压心中的怒火 目光微微闪动 等主人的指示 英念完全无视了那些话 先从兜里掏出了大山爷爷 送给她的东西 一只红色的木头 做出来的木箱 英念眼神一亮 这是群宫类法器 是她可以用的中等法器 阵法师为什么能让同等级的人畏惧 便是因为一样的攻击 别人只能对准一个地方 而阵法师可以对准一片地方 而群宫法器也是一样的 能让人临近使用的中等法器 本来就少 群宫类就更少了 英念爱不释手地捧着大山爷爷给的东西 然后便将东西藏了起来 等以后慢慢用 下一刻 那紧闭的房间门被猛地打开 弟子们笑声一片 天马们恢复了正常的大小 每一只杯上都拖着那些被划花的东西 一样一样都被搬运了住 那些弟子们在一旁哄笑出声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这是在干嘛 那女弟子笑道 哟 这是出来扔东西啊 告诉你不准扔 这是我们圣山踪赏你的 知道了吗 你要是不用这坡被子 你便等着光身子睡吧 他们笑得放死张婆 几于一口恶气终于出来了 他们能不笑 英念的目光扫过他们所有人 突然露出了一个可怕的笑容 你们都是新弟子吧 我看你们甚至没一个人超过九重灵体的 眼见一把巨斧要落到念念的脑袋上 神兽拉拉火力全开 将持巨斧的实力强大的圣山踪弟子 打得口吐鲜血 圣山踪的弟子们想将念念赶出去 变着法子整念念 念念一开始并没有动手 但不代表他要平白受人欺负 他看这些应该都是新弟子 没有一个超过九重灵体 其实他只是想确定这些弟子 有没有实力和他对战 新弟子们神情十分猖狂 他们虽然实力不强 但宗内有规定不能打斗 所以他们觉得念念也不敢拿他们怎么样 英念不光不忙拉着百变和拉拉就往外走 他们要去弟子站立排行榜 打不成这些人 那么念念就要换一种法子对付他们 新弟子们也是一愣一惑不已 他去看那排行榜做什么 圣山踪的弟子榜上清楚地写了 所有弟子的排名和站立 也是为了激励大家不断地往上走 排位越高的弟子便能获得越多的资源 英念的目光从最底下往上找 忽然他眼神一顿 找到了 新弟子们看得一头雾水 还不知道英念打的什么算盘的时候 就看见英念深吸一口气 猛的一颗 圣山踪 二星人临近弟子张马 英念与你列阵对战 应否 宗内不能打架 那他便列阵腰战 这些若姬同他实力差距太大没反腰战 没关系 这不还有若姬们的师兄师姐吗 夹带着林立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圣山踪 新弟子们的脸色逐渐精彩了起来 这个女人也太没有自知自明了 竟然挑战他们的师兄 他们等着看好戏呢 修修修术到破风声响起 正在附近修炼是修炼的二等弟子 都走出来 其中来得最快的就是一个长得高高大大 有着方正国自脸的弟子 一脸不屑地看着念念 有些不可置信地问道 我便是张马 是你要与我腰战 在他身后 不少人临近的二等弟子都来了 在圣山踪 弟子等级是这样划分的 刚进来的新弟子便是三等弟子 到了人临近的就是二等弟子 达到的临近的就是一等弟子 至于天临近 那边已经不能称之为弟子 直升为圣山踪长老 因面竖起两根手指 天马们便想收到命令般 将那些被划破了的东西 全都丢在了这些人面前 张马不屑地看了看地上的这些烂东西 眼中露出一丝惊讶的神情 但之后像是明白了什么 只见他脸色一沉 原本该充满正气的脸型 此事刻不得好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这是我们的人划破的 谁知道是不是你自己弄破的嫁户给他们的 这圣山踪的二等弟子不知道是真传还是有恃无果 静 不打自招了 英念轻蔑地笑了笑 我可还什么都没说 你们可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放心 我没有那个闲心来一个个抓犯人 随后他抽出一条长边法器 这条长边名为盘蛇 是他用的最顺手的一件法器 盘蛇轻轻一甩 尾端坚硬地往前一只一利 竟然变成了一柄黑色的长剑 长剑直指那张马 你们谁都不认也没事 我就问你 猎阵对战 敢吗 谁都不认 那英念就一个个地打上去 但凡是能够到邀约条件的 一个都不放 张莽并没有将念念放在眼里 区区一个小丫头也敢和他对战 还不知道怎么死的 他立刻挺直击被说 来 应战 张莽怒吼了一声 地饼巨斧出现在他手上 他将灵力凝聚在巨斧之上 随时准备出击 这时有个弟子轻声骂道 去他娘的 这人是个御寿师 张莽 一小心那个女兽 这个弟子守宗门的时候 早就见识过那灵兽 将师兄打的鼻青脸肿 张莽怒吼了一声 就像念念这边冲了过来 眼看那巨斧就要落在 阴念的脑袋上 念念却没有一点反应 可下一刻 一只嫩白的小手 就直接接住了那大斧头 原来是辣辣 看起来十分轻松 他兴奋地笑了笑 终于轮到他出场了 他憋了好久了 只见辣辣怒喝一声 无数的血液从身上爆发出来 顷刻间凝聚成了一个巨大的拳头 重重一拳砸在了那张莽的脑袋上 咚咚咚 伴着这可怕的声音 那张莽口吐鲜血被击飞了出去 辣辣憋了一肚子气 终于在这一刻得到释放 这张莽联合这些弟子 用下作手做欺负了他子 那他今天就要烧掉他所有的毛 神兽辣辣竟然迷上了拔毛 是要拔光圣山宗弟子张莽所有的毛 他这段时间也是憋坏了 再加上上次圣仙仙的事情 他现在仿佛对把毛友特别的爱好 血炎在张莽身上灼烧 专门挑头发 衣服 甚至连夜毛都没放过 弟子们惊呼了一声 张莽竟然裹着一个烂扑插 站在那对站台上 身上不只是伤痕累累 还一根毛都没了 辣辣一个猛冲 一脚踹在张莽的胸口 伴随着可怕的轰轰的声音炸开 血缝一足 除了能焚尽万物的火之外 还有就是那一身 比其他灵兽都要大的力量 那些实力最差的新弟子们 齐齐咽了一口口水 这这怕是要打死人了吧 也就是在这时 英念眼神凶狠地看向这些新弟子 我再问你们一次 我的这些东西 是谁捡烂的 那些弟子们没有一个敢站出来的 他们怕挨打呀 英念冷笑一声 呵 很好 敢做不敢当 唠肿出圣山 英念神情平静地继续看弟子排行榜 他眼神在上面搜索了一番 瞄准了一个名字 圣山宗二等弟子下想 英念想与你列阵对战 英讽 声音传遍整个圣山宗 那些新弟子们看着这样的英念 身体轻轻地发起倒来 甚至脸上都有几分回忆 英念等了一会儿 下辖都没有露面 英念不仅嘲讽道 呵 这样都不敢 我是二星他也是二星 倒是我欺负他了 是我高估了你们圣山宗弟子的血血 可现场还是一片寂静 他的眼神直接越过那些二星的人 甚至越过了三星的人 直接来到了五星上 英念轻轻一笑 他看上了一个名字 五星人临近 最好的弟子王胜 他要挑战级别 比他高出许多的王胜 他发出挑战书 二星人临近御兽是英念 不带任何灵兽 要王胜列阵对战 二星打五星 而且御兽是不带灵兽 所有人都觉得 英念可能是疯了 因为自己的灵兽 太过厉害脑子不正常了 英念故意挑衅道 怎么 就算这样你们这边的人也不敢应答 一道破风声在耳旁乍响 一个面色难看的男人出现在英念的身边 脸上带着一股杀意 来人正是那个叫做王胜的 你是想要找死 他个子高大 红上而下屁腻地看着英念 你不带灵兽与我打 若是死了我可不管 英念文言便故意道 这样吗 那我带上灵兽和你打吧 我们公平点 王胜那屁腻的样子 顿时就变得扭曲了起来 带上灵兽 他那两只灵兽看起来都是神兽 哪怕只是出元兽的等级 也至少堪比五星人灵敬 带上那两个灵兽 那不是要他的命吗 正在 这时 英念手上的盘蛇长剑 顿时又化成长鞭 啪的一声甩在地上 他看了看那王胜的脸色 就知道这人有点胆怯 不敢上场 于是表示他不带灵兽 就自己打 拉拉插腰狂笑 哈哈哈哈 二星让五星 不要脸 这下圣山宗的脸 真是都被丢尽了 主人绝对不会做 没有把握硬场墙的事情 他们相信他 王胜一听不带那灵兽 他的脸色顿时 就从抽搐变为了自信 他同样用的是长剑 圣山宗弟子们 基本都用长剑类法器 只见他周身灵力有限 很快便凝聚成一个灵力铠甲 铠甲覆盖在身上 只露出了一双眼睛 带着猙獰的笑 这个狂丫头 他今日非要将他的手脚 都打断不可 念念挥舞着长颠 啪啪作响 声音响彻整个圣山宗 只见他凝聚灵力 灵力如同火焰一般 将他全身覆盖 形成了一个铠甲 将他的血肉之躯完美的包裹 王胜挥舞着长剑 向念念猛刺过来 眼看就要刺中念念的身体 大家脸上都露出了紧张的神情 那剑直直地 从英念的身体里透了过去 王胜也同意说 不敢置信地道 残影 你竟然修炼了提升速度的功法 这个女人简直不要命了 竟然挑战比她级别高得多的人 只见一把长剑正要刺中念念 念念却运用神行步出现几个幻影 轻松躲过去 就在这时 孟小气也从人群里挤了过来 见到了英念那飞速的一声 立刻大声叫好 他让念念好好用师父 交给他的神行步 打穿这个王八蛋的壳子 然后他还一边嘲笑着圣山宗 五星打二星可笑至极 就算圣山宗赢了 他也看不起他们 耳垢什么话都没说 眼中的鄙夷和孟小气是如出一辙 孟小气骄傲地连连拍手光呼 他的师妹给他们巨人足正脸了 王胜羞愤恼怒至极 手上长剑舞动 突然就出现了数百个剑影 这些剑影齐发 齐齐地向英念刺了过去 这次英念倒是没躲了 只见他手上的法器往上一抖 那鞭子竟然像活了一样 一分为十 十分为百 化成一条条蛇影只咬过去 瞬间就咬住了那些剑尖 王胜不仅惊呼了一声 中等法器 你竟然有人灵静能用的中等法器 要知道中等法器可是极其稀有的存在 在他们宗门也只有一个圣仙仙有 可这还没完 下一刻英念的另一只手上便出现了红色的木霄 这是大山爷爷送他的那只 木霄长得七星怪状 仿佛一棵扭曲盘绕的大树 纵横交错的根部全都蜷缩在一起 英念拿在手上的时候 那些根部还哗啦啦地抖了一下 圣山宗的弟子们脸上的神情越发精彩了起来 个个都张开了嘴巴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又是一件中等法器 这女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她竟然有两件中等法器 如此败家巨人族也不管管她 王胜也是震惊不如 看来这小丫头真不能小瞧了 于是她又挥舞着长剑 加大灵力的输出 无数利剑再次向念念飞了过来 下一刻她灌入灵力 吹响了木霄 可这木霄竟然疯进阴念的灵力 念念不仅头貌虚汗 好强大的法器 竟需要如此多的灵力催动 那王胜正一脚迈出 以非常凶狠无敌的姿态 网音念这边刺了过来 可销声已出 王胜竟然动作越来越慢 连同她说话声音一起 被放慢了数倍 圣山宗的弟子们也是惊诧不已 他们哪里见过这种阵势 没想到这法器这么厉害 竟能控制人的速度 这时就连一旁的喇喇和百变 都有些目瞪口呆 主人这个法器好强大 竟然能让对方的动作迟缓到这一步 帅气的冲刺像被卡住了一样 速度被放慢了十倍不止 大家就眼睁睁看着王胜冲了过去 脸上神情争鸣 那只手缓缓地伸出 那只脚缓缓地踢出 一点点地放慢 真是太滑稽了 而就是在这时 音念却动了 有了神行度加持 他的速度不仅没有受到影响 反而是还提高了 只听得砰的一声 音念一拳一拳地坐在王胜的身上 王胜的台甲上不断地传来闷响 他还是被打得呕出了一口血 但他仍然凝笑着 等你 延迟结束 我便 反杀你 轻而易举 那目霄吞了音念太多灵力 此时他也并不好受 可音念眼神坚毅 他那十八年什么苦没吃过 音念再一次凝聚灵力 灵力输出得更猛 灵珠都跟着他狠狠一颤 他脑海中想起了老妖女 不断折磨历练他那三个月 老妖婆常说 你想要比别人都强 就要超越自己 拿命去拼 修炼就是不断地去搏杀 不断地突破极限 撑到最后 赢得便是你 只见音念这时灵力输出越来越多 气势却越来越凶 节节攀升 他力吼一声 给我过 轰的一声 周围的灵力全都开始沸腾 像是一个大飓风一样 围绕着音念呼啸盘旋 直升上空 成山宗弟子们这次是真的 下巴都要惊掉了 突破了 战斗中突破了 一代窝神终于有机会上场 一种无形的强大的精神控制直击苏灵燕 让他在一瞬间就变成了傻子 音念和等级比自己高的王胜对战 只见念念庞大的灵力漩涡 终于在空中成形 像一个巨大的龙卷 下一刻音念一顿弄击 王胜的台甲被灵力暴涨的音念一拳打碎 这人还想打断他的手机 今天倒要看看是谁打断谁的 音念看着躺在地上痛苦挣扎着的王胜 裹着嘴边的血 露出了胜利者的笑容 这五星人灵静还以为是必杀他二星的 却不想被反杀掉 他的笑容令王胜感到恐惧 手脚上传来剧痛 王胜喊得撕心裂肺 延迟光圈已经结束 他浑身发抖地想要站起来 音念最近在二星巅峰卡住了 无法向上突破 所以只有越界杀强才能进阶 他的修炼方式就是 战斗战斗在战斗 杀出一片血路 杀出灯顶的可能 眼见王胜又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完全没了先前的狂傲之气 无数的灵力往音念身上涌来 他一脚将王胜踢得飞了出去 外面的弟子连来接他一下都不敢 在西边角落 一个细小的龙卷也盘旋着上来 圣山宗的弟子们一看 惊讶道 那不是苏灵燕的房间吗 看那波动 应该是突破人灵境了 灵燕因沉着连往那边看去 是的 苏灵燕突破了 他身上还带着地后 给他宁炼出来的灵力精血 也就是地后的心头血 没办法 如今白家祠堂毁了 母女两个拿不到加速修炼的灵燕了 地后生怕自己女儿受欺负 反正自己的实力也不会再尽 不如全力培养女儿 舍了自己的心头血 让女儿吃 强行提升她的灵力 这不 在被应念一个刺激后 苏灵燕直接吞了剩下的心头血 实力直接到了一心人灵境 看着那小小龙卷 苏灵燕有了一种屁腻天下的快感 如今他苏灵燕也不比应念差了 他一定要超过应念那件人 在他的小龙卷旁边 一个大了整整三倍的粗大灵力龙卷 呼啸着向这边靠了过来 而那龙卷的主人是英灵 苏灵燕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双眼顿时就变得一片血红 他本想炫耀一下 这下直接被英灵比了下去 为什么这女人也在突破 而且比她的大这么多 他想不通啊 苏灵燕指着英灵力声道 你一定是服用了天才地方 强行提升了实力 英灵远远地看着她 仿佛在看一个笑话般 苏灵燕气得浑身发颤 瞬间苏灵燕拿着一个中等法器 手上领导猛地散发出惊人的波动 马上就要炸了 猛地对着英灵就冲了过来 英灵虽然是晋级了 但刚才身体元气受损严重 应该是要休息的状态 英灵并不当回事 正要反攻 一直藏在她裙脚里的窝窝缓缓的 看出了一颗头 她可是一代窝神 终于有出场的机会了 她要向英灵证实自己的实力 窝窝出脚一动 一种无形的精神控制直击苏灵燕 这时的苏灵燕像是得了异症一样 突然就停住了脚步 她双眼呆滞 被窝窝控制着 英灵看着面前的苏灵燕 感觉这太不可思议 而下一刻 苏灵燕一把拉开了自己的衣服 将马上就要爆炸的灵包 往自己的怀里一塞 然后仿佛一个傻瓜孩一样 自己给自己鼓了个掌 流着口水笑着说 苏灵燕最棒 我炸我自己 那藏在她胸口的法器 发出巨大的光亮 英灵看得愣在了原地 那圣山宗的弟子们不仅惊涂 她疯了呀 这女人真成了天大的傻子 她竟要自己炸死自己 就在刚刚 英恋因遭人暗算 又不能动手打人 只能采用挑战的办法 找出那些欺负她的人 她准备一级级的挑战 打遍圣山宗救出真凶 就在她挑战同级的圣山宗弟子时 不带她出手 拉拉就将那弟子本平 随后她又越级挑战 打败高级别的弟子 她的修为也得到突破 苏灵燕眼见她比自己厉害 气不过要用法器炸死念念 而这时躲在念念裙角的窝窝 竟使苏灵燕一瞬间变成了傻子 她要自己炸死自己 圣山宗的弟子们想去阻止 但是还是迟了一步 就在这时 藏在苏灵燕怀里养伤的金娇 尾巴却忽然卷起了那法器 然后从苏灵燕怀里飞了出去 那法器随着娇荣的身体 发出异常强烈的波动 那光芒直刺人的眼球 伴随着一声可怕的剧情 金娇转眼被炸得鲜血淋漓 尾巴直接被炸飞了出去 瘫到地上嗷呜了一声 直接隐恨西北 由于受到爆炸的波及 苏灵燕也被余波震倒 她的半块面具掉到了地上 露出了那恐怖的半边里 这不仅让救她的圣山宗弟子们吓了一跳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貌美的弟子竟是个丑八怪 感觉都被她骗了 其中一个弟子提一先去救人 而这时阴面却拦在了他们面前 真凶都没揪出来 这样完 念念还没打过瘾 还要继续打 百变和拉拉在一旁 这回也乐呵了起 战意这么浓 他们的手也痒痒的 都还没过足瘾 圣山宗的弟子这次是真的怂了 个个都像缩头乌龟一样 其中一个弟子愤愤不平 要求将这事翻篇 还说阴念都打了这么多人 气也应该出够了 还非要将他们都整一遍 念念一听气不胆一出来 他们欺负人在先 还有理了不成 这次不给他们点教训 以后只怕麻烦是还在后面 只见他舞动手中的鞭子 那鞭子在地上喷喷喷喷 圣山宗的弟子都被吓得魂不附体 事情本是他们挑的 现在他们不想打 哪有那么容易 拉拉在一旁兴奋地叫着 下一个是谁 哈哈哈哈 快上啊 我们等你们来车轮呢 先前圣山宗的弟子仗的人多 打算车轮战打死念念 拉拉可把这车轮两字记得清清楚楚 一人两手实力都报表 一个个地打 也不知道谁在车轮谁 眼见圣山宗的弟子们像哑了一样 念念脸色一沉 他又要去排行榜直接找人挑战 圣山宗的弟子们顿时急眼 终于有人忍不住 一脚就踹在了一个新弟子的屁股上 一群小混蛋 谁干的事情谁负责 众弟子纷纷要求做了坏事的人出来任长 他们可不想平白无故背着黑锅 先前很嚣张的女弟子默不作声 一看就心中有 另一个弟子怀疑道 是不是圣仙仙做的 难不成为了他的错 竟要连累这么多人 真正的真凶浮出了水面 还是他们的人自己供出来 闭旁的阴念这回心里舒服多了 在圣山宗的宗祠内 圣仙仙正在被罚跪 他心里对阴念恨得咬牙切齿 还想着要找阴念扳回这一局 而正在这时 一个手持木棍的长者用力戳了戳他的后背 力声道 身体指点 圣仙仙不仅痛地发出一声惊叫 念念的实力直接碾压圣山宗弟子 逼得他们交出真凶 刚刚还有人质疑是不是圣仙仙 然而圣仙仙一直在四堂面壁思过 大门都出不忍 正在这时几个面如死灰的新弟子 自觉地站了出来 表示不是圣仙仙做的 阴念故意摸了摸耳朵 让他们大声点 那几个新弟子们各个面红耳饰 这事他们躲都躲不过去了 还能怎么着 只能老老实实地出来承担了 然后低声向念念道起歉来 暗算念念的真凶总算浮出水面 孟小七是个直性子 当场就想揍这群人 没想到所有圣山宗的新弟子都参与了 这回连圣山宗的师兄师姐们都惊诧不已 心里直骂 这群小王八蛋 真是会捣蛋 还连累了他们 阴念这回早就觉察到老宗主的行踪 老宗主其实已在暗处观望许久 看过戏的老宗主沉着脸现身 他看了看阴念 又生出了几分喜爱之情 他真想将这灵敏的丫头抢到圣山宗 给他当弟子 然后他眼神灵力扫视了一下 那群惹是生非的新弟子 他也没想到他闭关之后 圣山宗的弟子竟被教育成这样 干出如此不堪的事 而这时他也对现在的宗主圣逢又多了几分不满 弟子们也是被老宗主忽然出现下了一条 他们压根没想到做的一场好戏 竟被老宗主看得一清二楚 这下真是完蛋了 个个都耸得不行 随后老宗主不好意思地看了看阴念 满脸歉意地表示 会重新给他安排弟子房 让他放心得住 老宗主转头对着新弟子眼色一横 只看得新弟子们毛补损难 也不知道老宗主会如何惩罚他们 这圣山宗也就老宗主是个民事理 阴念也是肃然起敬 他准备先行告退 这里老宗主自会主持公道 小七和尔沟他们也都会心地笑了笑 转身就要离开 正在这时身后传来老宗主的声音 他盛情邀请念念参加弟子大赛 新弟子一拼不仅大吃一惊 他们是怕了这阴念了 参加大赛那不诱的打人了 有个不怕死的弟子表示 他阴念只是一个外人 这种比赛他不应该参与 此话一出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老宗主一掌就劈了过来 只将他劈飞了出去 这弟子竟质疑老宗主的决定 真是不懂规矩 老宗主这回心里越发质疑圣红管教能力 在场的弟子们吓得身子瑟瑟发抖 二等弟子们都对新弟子们露出鄙视之色 这些人真是不长眼 老宗主在圣山宗是神一般的存在 竟还敢质疑老宗主的决定 宁愿心里对弟子大会那是很有兴趣的 也想借着这事找出解开魔剑封印的办法 于是询问参加弟子大会可有什么奖励 这弟子大赛因面要和所有人临近弟子拼杀 也算是当了圣山宗的弟子们的陪练了 没有好处他怎么可能参加 他就是想进来藏书阁呢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即使可能会付出血的代价 他也无所畏惧 奖励这个事 老宗主早就考虑过 让赢了的弟子进他们的圣山宗宝库藏书阁学习 若是因面赢了 就可以进去了 因面心里不仅一喜 他进长书阁的愿望终于要如愿了 但他还想趁此机会多要点什么 随后控制了下那狂喜的心情 下一刻 说出了让老宗主都十分震惊的话 那不够 一代窝神凭借自己能控制精神的实力 终于被香喷喷的主人收入囊中 话说这弟子赛就是一个肉搏的过程 因面也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于是他和老宗主卖起了关子 表示奖励还不够 老宗主听了都有些怒了 必定还没有人像念念这样和他谈条件的 念念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害怕 他摆明自己参加弟子赛对圣山宗的好处 现在他是圣山宗弟子集体讨伐的队性 为了击败他 他们一定会一改往日的颓丧之风 努力地修炼 对圣山宗来说是有莫大的好处 而藏书阁对他来说并没有多大用处 希望能给点更实际的东西 必定他也非常辛苦 因面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和老宗主讨价还价 老宗主却并未生气 小丫头他是越看越喜欢的 说的还头头是道 他看了一会阴念便开怀大笑起来 没想到你这小丫头骗子挺会算的呀 好 我再给你和你的灵兽 单独在我圣山宗安排三个修炼室 如何 这修炼室 可是弟子们都要排队抢的 而老宗主竟然就直接豪爽地点三个 念念这回心里的愿望都达成了 他还能有什么意见 心里一阵狂喜 还是和老宗主这样的聪明人说话心情好了 念念去了给他准备的弟子房中 这房子比之前的要大上很多 环境很好 而且用品更齐全 一进门 拉拉和百变笑着的脸就垮了下来 显然有些不高兴 百变连忙把门关上 念念都还在诧异这两仔到底怎么回事呢 下一刻两仔同事出掌 狠狠地对着英念的裙脚拍去 窝窝立刻从裙脚上面滚下来 在地上滚来滚去竟变成了一个小胖童 看着和百变他们一般打 只见他抱着头戴着步枪 呜呜 不要打我呀 英念下意识地问 你是神兽 这男孩怎么看着眼熟 他想起来了 这不是之前他从圣山租门口就下来的男孩吗 拉拉插着小蛮腰 他看着男孩急不顺眼 又和他来抢主人了 小醋惊气愤得很 不是神兽我主人 一只小便衣而已 我一巴掌就能拍碎他的壳壳 百变解释道 主人 这是一只便衣兽 然后他又转向那地上的窝窝问道 刚才那苏林燕那事是你做的吧 窝窝点了点头 怯生生地看了一念一眼 谁让他想欺负我主人呢 拉拉一听胸得不得了 这小崽子真是太会耍心机了 怎么乱认住 他想揍他几拳 然后把那窝窝往屋外扭 表示有他们在主人身边就够了 百变这回却拦在他们前面 目光盖着几分探究地看着窝窝 你的本体很弱 但是你刚才怎么能控制得住苏林燕 窝窝一听有些小激动 两根小出脚顿时就从额头上冒了出来 表示那是他的天赋技能 精神控制 可以短暂控制实力和他差不多的人的神智 百变觉得他这个能力倒是不错 可以派上用场 类似于精神控制的攻击实在是太恐怖了 简直让人防不胜防 因为弟子大赛 肯定有一些修炼到巅峰的弟子 而他们不知道窝窝的存在 而这刚好当成一张未知的底牌 英恋看了窝窝一眼 你想跟着我 窝窝疯狂点头 窝窝卖力地推荐起自己来 我跟了您之后 您就是我族的贵客了 我父亲是窝兽族的组长 我族其他窝虽然实力差了点 但我们消息很准 我们遍布整个五周 还有就是我们是灵兽族里数量最多的 您收了我绝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念念看着面前可爱的窝窝 能控制精神力实在是不错 权衡利弊后 他决定收下它 随后英念变量出了一个巨大的阵 这是一颗奇特的种子 竟能治愈人的伤口 念念五脏六腑受损严重 但却被大山爷爷给的种子治愈了 念念是个有实力的异兽师 异兽师的兽员可以孕养这些灵兽 能提升灵兽的天赋和潜力 兽员越成熟对灵兽带来的帮助就越大 这也是灵兽为什么都想跟念念的原因 因念伸手从空间灵宝里拿出了千奇 这些东西他平常都是常备着的 来吧 定契约 直接念念脚下一个巨大的阵法闪现 呜呜迫不及待地冲进了阵法中 快呀快呀 赶紧让我成为你的兽兽吧 又来一个来抢主人的爱 喇喇这小醋惊心里极不舒服 这是都怪百变 要不是百变极力向主人游说 主人也不会心软 喇喇不高兴地拍了拍百变的头 百变一脚就踹了回去 喇喇一个猎蟹差点摔倒 百变黑着脸 表示他不劝主人 主人也不会收下他的 他并不能左右主人的思想 两个载气鼓鼓的你不理我 我不理你 背对着背 看起来英念对他们极其温柔 但是却是非常有主见的人 他从不会轻易被别人左右 念念背后的白色风云散发出温暖的光芒 将窝窝笼罩进去 那光芒竟变成了一根根细长的线 连接在两人身上 再消失于无形 契约很顺利地成立了 虽然念念的兽元对窝窝的影响 不会像辣辣和百变那么大 但是窝窝身上的灵力流动都变快 提升了至少三倍 现在都是三倍了 等以后主人的实力增长 那还鸟的 窝窝兴奋地手舞足蹈 幸福之情易于言表 以英念目前的实力来看 只能签订三只灵兽 再多他体内凤圆也撑不住 兽元有五色白黄成红紫 颜色越深变代表那位御兽师的兽元越成熟 他能牵的兽越多 而且给兽们带来的好处越大 正在这时念念猛地吐出一口鲜血来 刚才一连窜的挑战 再加上那疯狂吞淋漓的木枭 念念就是钢铁链的身子骨也受不住了 他的三个小乖乖下的脸都变了色 琪琪围了上去 扶住了他 窝窝立刻就用精神力扫射了一遍主人的身体 这一扫射整只窝都惊呆了 他心疼地眼翻泪花 他的主人五脏六腑都严重受损 竟然还能忍这么久 辣辣和百变紧张得不行 小家伙们顿时乱了手脚 音念用灵力瘟养着自己的废人 所以表面上根本看不出半分痛苦的样子 也就是因为这样 辣辣和百变才一点都没发现 念念抚摸 这小家伙们的头 怕他们担心 连连表示自己没事的 窝窝失望地看着自己的手 若他是治疗剂的灵兽 就可以帮主人疗伤了 音念的三只仔仔大眼瞪小眼 忽看了一眼 他们三个 分别是强攻系 强攻系 精神系强攻系 就是没有治疗系 念念见三个仔可爱的模样 不仅扑斥一笑 只是这一笑 又扯到了自己的伤口 伴随着一阵剧烈的咳嗽 就在这时 念念口袋里那颗种子 却突然发光发烫 一阵暖流突然顺着音念的身体 开始游走全身 他猛地瞪大了眼睛 一股绿色的温和光芒 正飞快地游穿在他的身体里 将那些破碎的五脏伤口 治愈了七八层 音念不仅下了一大条 直接将那种子掏了出来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却发现那颗种子 竟劈啪一下裂砍 一片碧绿色的小叶子 就从那种子里钻了出来 而那两片叶子竟迅速长大 眨眼间竟长成了一株苗苗 那根须竟能行走自如 没想到小苗苗 竟是妖草兽里最厉害的妖黄草 是神一般的存在 可以治愈一切伤痛 那苗苗小娃娃 用娇嫩的根须走了两步之后 忽然扑通一声 倒在了音念的面前 哎哟 撞动小苗了 一道稚嫩的女生 从那小苗的身上传出 音念大吃一惊 这应是妖草兽吧 三个仔仔也是不可置信地 瞪大了双眼 这小东西竟然还能说话 只见那小娃娃 冲得他们摆了摆叶子 插着小男腰 你们两个不要靠近我 我很脆弱的 然后只见小娃娃双眼放光 满脸自信地介绍她 还有我是妖黄草 才不是那普普通通的妖草兽 音念觉得这小东西 说话口气到不小 便故意伸出一指头 将她直接戳翻 结果这萌萌的小东西 竟然蹦了三次还没爬起来 生气地大叫道 大胆小鬼 竟然对妖黄草如此无礼 等我起身我定要你好看 音念感觉可笑又可气 这小东西虽得头小 但脾气却很大 还有模有样的 小苗好不容易爬了起来 她愤怒地举着叶片 向着音念飞哭过去 自以为很暴力的 狠狠在音念的手上 拍了一巴掌 啪的一声 那绿色的暖流又灌入了音念的身体里 伤势好得更快 小苗还以为把念念打趴 自以为很厉害得意地笑了笑 怎么样 怕了吧 音念想得大山爷爷给她的这玩意也太傻了吧 拉拉看着苗苗搞笑的模样 眼泪都笑出来 哈哈哈哈 这苗真傻 而百变则是另有打算 一把抓住了小苗娃娃 这个正好抓起来 给主人疗伤 然后又笑着看了看念念 主人明觉得呢 念念想起百变开始孵化出来的时候 也是这样软萌萌的 音念示意先把这东西放下 但妖草黄又是什么呢 小苗见这人有点孤陋寡闻 便气鼓鼓地解释道 就是妖草兽里面最厉害 音念总结道 行吧 那就还是妖草兽 那你和大山爷爷是什么关系 小苗两天叶子摇摇摆摆若有所思 表示大山爷爷是他的守护人 但是爷爷年纪大了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长出来 所以就给他换了个守护人 然后他又口气狂妄地说道 少女 你可是被我小苗挑中的女人 你要为此感到荣幸 我告诉你哦 我每天都要吸取清晨最早的那一抹阳光 深夜的露水 最干净的土壤和精纯的灵力 这样我才能快快长大 到时候你伺候得我高兴 我说不定会 没等他继续说完 念念见这小东西如此自大无语 他想整整这个小东西 于是就打了个响指 对辣辣说 把这小东西给我丢出去 辣辣立刻露出了招牌式的小恶魔笑容 小苗两片精神的叶子立刻缩在了一起 强撑着快哭了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在外面会死得呜呜 他不是战斗戏的妖草兽啊 没有攻击力 在外面会很危险 因念贴了他一眼 冷冷到 再不说实话 我就把你送回大山爷爷那里去 小苗两片叶子都别下去了 看着没精打采的 其实是他看念念实力强 所以他跟大山爷说要跟着念念的 他没有攻击力 得跟着强者才能活下去 他看念念身边兽太多了 才那样说 想让念念更珍惜他一点 治疗系的妖草兽 虽然小苗自称是妖黄草 但因念觉得无所谓 都一样 他收兽兽全看能力 妖草兽眼泪汪汪的 带着祈求的声音 那你说不说我啊 我好饿啊 我出生到现在我还没吃一顿饭啊 念念成了最大的赢家 兽兽们都跟着他跑 先是傲娇的天马们主动投怀送抱 接着又是二代窝神靠能控制精神实力 成了他的灵兽 这回又是治愈系的妖黄草 妖黄草娃娃眼泪汪汪的 祈求着念念留下他 一哭 那叶子上就哗啦啦的 往外面冒着白色的露水 呼得一下跳上桌子 桌上有一水杯 小家伙将那露水连忙用杯子接住 还带着哭腔说道 这可是好东西啊 呜呜 得接起来 呜呜 念念和三个仔子都看呆住了 念念看着小家伙萌萌的样子 顿时起了怜悯之心 只见那小家伙哭着哭着 叶子就缓缓变干了 念念怕他给自己哭干死过去 连忙给他倒了一杯茶 小家伙看着这茶水不仅两眼放光 他现在都快渴死了 小家伙迫不及待地使出 吃奶的力气捧起那杯水 就呼呼地喝起来 念念一脸爱怜地看着 这个可爱的小家伙 心想好歹人家帮自己疗伤 刚才好像是有点太凶了 于是问道 你吃什么 小家伙这会喝饱了 打了个嗝儿 一听要有吃的 高兴地笑了起来 吃混了凌厉的土壤 念念吩咐百变 从外面挖点土壤进来 百变乖乖地拿着小铲铲连连答应 不一会 百变就挖了一大棚土 回来递给念念 念念再办了点自己的灵力进去 这样吗 小家伙高兴地手舞足蹈 他把自己整个小身子都埋进土里 吃得可香了 脸上都笑成了一朵花 念念看着辣辣他们 小宰咱们应该也饿 就煮点东西给他们吃 他又掏出了让孟小七 看见能气死的高等法器锅 又从自己的空间里 一样样地往外搬着野灵兽的肉 还有一些蔬菜水骨 全都一起炖了 念念想着还得备点吃的 要不有时会饿肚子呢 于是嘱咐宰们 空间里的食材也不够了 明天早上地去附近的山林里 打一些野灵兽来 三只宰宰乖乖地同时点头 锅里的这点肉还不够他们色牙缝的 宰宰们都接过了自己的筷子 屋子里暖融融的 大家围坐在一张桌子上 等肉刚刚一熟 百变和辣辣这两个细筋又杠上 两个仔又差点干起架来 英念伸出了筷子 正要加最后一块肉 旁边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带着浓浓的困惑 为什么你们都在抢了 这声音正是圆心碎 但英念还是吓了一跳 手上筷子都没拿稳 他转头看向圆心碎 英念瞪大了眼睛 你是怎么进来的 圆心碎歪着头 理所当然地表示 他想进来就进来 念念也是很疑惑 这圣山宗的门可不好进 而且有实力强大的老公主 没想到这家伙进这里像金兹家一样 哪想圆心碎却表示 那老东西这会儿正在杀猪 随后又用手指着那玻璃 你们为什么要抢着吃啊 念念笑着加了一块肉地给他 抢着吃得更香啊 你尝尝 然后不由分说的一把 塞进了圆心碎嘴巴里 怎么样 是不是从我这里抢下的肉更香了 圆心碎指示他的眼神 薄唇跟着咬合的动作一张一盒 露出里面雪白的背屎 他咽下 舌尖舔了舔烟红的唇角 然后露出一个射魂的笑 这些弟子们痛苦地顶着巨大的石头 稍不留神只怕会被压成渣渣 念念正和仔仔们吃着肉肉 圆心碎却神不知鬼不觉地懒 还被念念亲热地投喂肉肉 吃得津津有味 并露出一个射人心魄的笑 好吃 念念瞬间被这笑给融化 小脸顿时一红 这人也笑得太好看了吧 差点被他这笑给迷了眼 然后使劲地晃了晃小脑袋 连忙转开话题 不过你刚才说的杀猪是怎么回事 圣山宗还养猪了 刚才圆睡睡进来的时候 说老宗主正在杀猪呢 念念就感觉很奇怪 圆心碎很自然地一只手 揽住了阴念的肩膀 是啊 养了一群 我带你去看 下一刻只见他的脚下 亮起一个巨大的光阵 短距离内的移动 圆心碎瞬息就能做到 一眨眼的公主阴念就来到了屋顶上 而屋顶下面那一块空地上 阴念看见了所谓的杀猪 那群想弄他的弟子们 每一个人都扛着一块巨大的石头 死死支撑着举过自己的头顶 老宗主站在他们面前 眼神冷立高 蹲 弟子们齐齐蹲下 石头沉沉压下 让他们发出痛苦的鬼哭狼嚎声 老宗主骂道 一个两个 修炼不努力 想的都是什么下三滥的玩意儿 弟子们又齐刷刷地听着指令站起来 如此反复 老宗主就是要让弟子们记住这个教训 圆心碎指着这群人 看 不就是养了一群猪 杀猪石猪哼哼吗 阴念听着感觉怪怪的 这人是不是偷跑去看别人杀猪 无奈地表示 你没事的时候别跑出去乱看 也别学了之后乱套用 下一刻就听见老宗主问 一个两个在圣山中懒散度日 扯虎皮耍威风 我问你们 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弟子们互相对视了一眼 谁料 下一刻大家仿佛心有灵犀的怒吼 目标 打倒阴念 阴念挑眉 他成了这些人的目标了 真有意思 阴念弯唇 忍不住握了握自己的手掌 圆心碎感觉下面这些人真可笑 还想打他的念念 找死 他不仅转过头 向着念念露出一个特别干净的笑 要我帮你吗 阴念盯着他的眼睛 已经读到了危险的信息 下意识地就打了个寒战 圆睡睡不会是想把他们都干掉吧 阴念摁住蠢蠢欲动的圆心碎 表示不用 随后他眼底也燃起了熊熊战意 他不怕成为他们的目标 目标是用来追逐的 他会一辈子都是他们的目标的 会成为他们穷其一生达不到的目标 圆心碎一脸天真的问道 他们扛着石头干什么 应念给什么都不懂的圆睡睡解释道 训练肉体强度 肉体强了 防御力会提高 而且他们吸收灵力的速度也会变快 平常吸收灵力不是要入定很久才能越来越快吗 灵力特别难吸收 但是在身体紧绷到特定程度的时候 他就会自发地开始吸收灵力 速度就 话都没说完 就看见几颗灵力猪猪 自己在空气里凝聚成形 然后热情地朝着圆心碎的身体里又过去 被圆心碎嫌弃的一把拍开 几颗灵力猪猪当场裂开 一般的人要入定很久才能吸收灵力 但圆睡睡却是特定 灵力都跟着他跑 圆睡睡看念念不说话 感觉很疑惑 他还想听念念唠当了 念念只觉刚刚有种被打脸的感觉 不想说了 嘴巴累 天马们竟每只驮着三块巨石 直接把圣山宗的弟子们给比了下去 原来圆心碎说的杀猪 竟然是圣山宗的弟子受城华顶大石头 圣山宗的弟子们把打倒意念作为了他们的目标 这也让念念燃起了斗志 弟子们费力地顶着比他们人还要大上几倍的石头 忽然发现天边有几排石头向这边飞了过 那石头和弟子们扛着的差不多大 但人家竟然是一口气 扛着三块叠加的大石头 有人不仅惊呼 这是天 天马 就是跟着阴念屁股后面转的那些天马 下一刻天马们整齐有序 排成了一条队伍 他们开始绕着大广场哼哧哼哧地跑着圈圈 显然他们就是要让这些蠢货们见识下 他们扛着这么多的大石头还能跑起来呢 圣山宗的弟子们这下受到了不少的刺激 他们还想打倒阴念 可现在竟然还比不过人家的这些马 想打倒阴念那不是痴人说梦 下一刻弟子们忍着身体的酸痛 但斗志昂扬 个个像打了鸡血一样的要求加练呢 老宗主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抽嘴紧 所以这算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你说好事吧 人家只把阴念当成目标 这目标也真是让人无言以对 坏事吧 这些人的斗志兜起来 比之前那玩下三乱手段的怂样子好多了 老宗主心底纠结了两下 然后一摊手 算了吧 有个目标总比没有目标好 富崽子就是平常太险了 缺乏锻炼 果然多教训一下 让他们肉体上感受到疲惫了 精神上就不会出毛病了 圣洪看见这场面也是吃惊不醒 这是 怎么回事 老宗主说道 一开始是我要求的 但现在是他们自己要努力的 圣洪都不敢相信弟子们竟然会这么自觉 老宗主与众心肠地说道 圣洪啊 这些弟子之所以变成欺软怕婴的样子 就是因为你太溺爱他们 疼爱弟子可以 护短也可以 但你不能完全失去原则 所幸这些弟子还不是完全失去血性 只要有正直的长辈 教导他们明示令 约束他们不好的行为 便还是能救回来 圣山宗与弟子 是相辅相成 逆容俱容 圣洪被说得低下了头 眼神慧安不知在想什么 过了好久 他才艰难地点了点头 而此刻 屋顶上的阴念智慧又有了新的打算 他让原心碎先回去 他要去山里转转 阴念心想 他们使劲拼 不会玩命拼 圣山宗外面有一座非常大的山脉 名为望天山 里面有很多野灵兽 而此刻却爆发出了一阵野灵兽哀嚎的声音 一只巨大的黑豹兽 浑身是血的羊躺在地面 上 只见阴念这事也浑身都是血 右手扭曲成了一个诡异的弧度 辣辣和百变不仅心疼地上前劝头 主人 你休息一下 这已经是今天第三只出圆镜的野灵兽了 要不先谢谢吧 念念疲惫地笑了笑 表示自己没事 小苗从阴念的口袋里钻出来 难怪念念会这么拼 就是因为有小苗在 温和的治愈灵力源源不断地灌入阴念的身体里 那只受伤的手在缓缓愈合 小苗给他做完最后一次治疗 瘫在他身上 提醒念念不要再继续 小苗今天也干了 要好好休息一下 不然你的手再受一次伤你就真的要费 念念将那黑豹的尾巴抓在了手上 准备晚上给小家伙们加餐呢 妖皇草小苗可真是神医在世 念念受重伤却在瞬间被治愈 就在刚刚念念成了圣山宗弟子奋斗的目标 这也激发了念念的斗志 他跑到山里与野灵兽搏斗提升实力 身受重伤 被妖皇草小苗治愈 刚想用野灵兽回去加餐 往回走的时候 却突然浑身一颤 空气里的魔元素逐渐的凝聚成形 一颗颗的黑色小魔珠迫不及待地往他身上钻过来 一时之间英念的身体都要被撑爆了 小苗乐地在地上蹦来蹦去 念念要突破了 苗苗高兴地围着英念转了两圈 我就知道 念念身上是有魔元素的 让我觉得特别清静 要是以后英念变强了 可能就轮不到他来献殷勤了 但是现在英念还只是一个人临近 正好小苗还可以派上用场 也不会嫌弃他 小苗兴奋不已 神魔一体 他小苗还真是捡到宝了 窝窝好奇地看着小苗问 小苗 什么叫清静魔元素 原来妖草兽一族 其实在很早很早之前 远古时期便是和魔族交好 魔族实力强大而且直爽 很对妖草族的胃口 而窝窝听到的传闻是魔族凶残霸的 出现的地方就会生灵涂炭 小苗听到气愤的一下子快炸了 污蔑 这都是污蔑 我们的传承记忆绝对不会欺骗我们 为何传闻会那样说 就是因为魔族太强大了 当时人族势力不强 他们心生极度 所以他们踩扯这些 给魔族颇脏手 小苗气呼呼地说着 我讨厌那些道貌黯然的人 百变这回不敢放松警惕 他不住地向四周张望着 并适时地提醒着 别聊了 主人升级要成功了 要注意周围野灵兽出来偷袭 得保护好主人 大家觉得百变说得很有道理 立刻跟着警惕起来 将阴念团团围住 战斗果然是提升实力的最好手段 而且魔元素真的就是毒宠念念 拼了命地往阴念的身体里灌 终于 阴念浑身一颤 他皱紧眉头发出一声低音 比之前强横了数倍的气息 直接扫荡而出 魔元素们还挤破了头 一样地要进入他的身体里 阴念终于体会到了原心碎的烦恼 他一把推开那些要挤进来的魔元素 哪用得上这么多 今天已经够了 魔元素们失落地退开 还一步三回头的 恋恋不舍地离开 这可真是幸福的繁忙 不过阴念看了一眼 自己再度提升的实力 心中一阵欣喜 果然生死之间的缠斗 更能激发人的潜力 魔元素他平常只敢悄悄地修炼 不能被人发现 阴念想着得快点找到 解开魔剑封印的办法 只有老妖婆他们出来 有了和五周互相制衡的实力 才能肆无忌惮地修炼魔元素 阴念单手一挥 他们就一起离开了这片山脉 只是在他们离开之后不久 阴念站着的地方 那空间居然扭曲起来 下一刻就凭空出现了一道灰袍人影 灰袍人单手在空中一招 残存的魔元素气息迅速地钻进他的身体里 他声音嘶哑地飘散在空中 果然是魔族人 那魔族余孽 来天一周了呀 这魔族人被封印在魔剑里 竟然又跑出来了 灰袍人心里顿时来了兴致 随后露出一个诡异的笑 这可真有意思 这个女人简直不要命了 竟然用命与野灵兽相搏提升实力 圣山宗的弟子们都注意了 这些天音念都没出现在宗门里 还以为音念是看他们拼命修炼是怕 圣山宗的弟子们最近练的有些过 都有些飘飘然了 只是还没等他们高兴完 一直没有露面的音念终于回来 他一进大门 就让守门的弟子看傻眼 音念身上满身是血 他拖着一只巨大的黑豹兽 纵然兽已经死了 可惊人的灵力波动 足以证明这只灵兽生前的凶悍程度 音念一步步地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他往前走一步 衣服上就流淌下滴滴答答的鲜血 和一条孤单的血脚印 这不仅让人望而生畏 有人忍不住问了一句 音念 这是去干什么了 音念看了他一眼 神情平静地道 没做什么 和你们一样 日常修炼罢了 圣山宗的弟子这下可受了不少的刺激 等念念拖着那黑豹兽离开他们的视线 这些人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他是不要命了吧 哪有人是这样修炼的 念念这副惨烈的样子 红石也被正在悄悄观察着弟子 修炼情况的老宗主尽收眼底 老宗主感知比那些弟子可要敏锐多了 他早嗅到了治愈西腰草兽的气息 音念就是因为这个才不要命的修炼 这小丫头着实不简单 这份狠心和这份魄力 再加上独一无二的天子 这是难得的人才啊 老宗主羡慕那个老乞丐羡慕的眼睛都红了 若是他再年轻一些 能多活几年 肯定要拼了命的抢人 一旁的盛红也看见了音念 他已经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眉头皱得死紧 盯着音念的一双眼睛 浮现出担忧和几分阴狠 这人这么死命地练下去 搞不好弟子大赛真的就要被他拿下了 音念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他另一只手就将那黑豹兽的皮肉分离 准备加仓了 三只仔仔立刻就围了上来 看着有肉肉吃 口水都流下来了 小苗苗迫不及待地从音念的床底下 泼出了一大罐的露水 用这个炖 用这个炖着苗苗也能吃 音念蹲下身诧异地问道 你能喝肉汤吗 小苗激动地蹦搭着 你用露水煮我就能喝了呀 带有肉味的露水会更有音量 音念摸了摸苗苗的叶子 心想这苗能煮吗 摸着怪嫩的 小苗还不知道音念心里是什么想法 被摸得美滋滋地哼挤着 辣辣生火 百变洗肉 窝窝洗菜 三个宰哥斯奇指 音念可不像其他御寿师一样 将灵兽们当祖宗给供养起来 他将宰宰们当成一家人 大家便都是平等的 干活也平等 出圆兽的瘦肉那香味直窜进鼻子里 光是吸一吸都能感觉到 那一锅浓汤里的灵力 一锅的肉汤被一人三宰一秒 分得连一点汤汁都没了 汤都被苗苗吸干净了 这么大的一只野灵兽 宰宰们却还没吃尽兴 还觉得饿呢 辣辣首先鼓着脸说道 主人 我马上就要突破到中阶了 可是我还是好了 百变将筷子摆好立刻表示 他也要突破到中阶了 宰宰们需要吃野灵兽来补充营养 这样提升的会更快 音念看着宰宰们吃得余佑未尽的样子 他心里又开始蠢蠢欲动 眼里满是笑意 那我们就多去望天山山脉打一些猎物回来 这个实力无比强大的男人单纯的 镜像的小孩 在街上镜抢小孩的东西吃 念念经过河野灵兽搏斗后 身上的衣服这回也是破破烂烂的 他得去买几套衣服回来 孙父宰宰们先休息 随后音念带上了小苗这个治愈血包 小苗也喜欢蹭着音念 念念一出来的那点灵力用来瘟养她是正好 刚才音念吃了野灵兽的肉肉 这会正经历旺盛呢 根本就不想睡觉 踏着黑就往外面走 外面的夜市热闹非凡 并没有因为晚上人就省 音念到处转 他在寻找布甲铺 他买的不是普通衣服 而是有防御力的衣服 越好的衣服当然越贵 他身上的灵精还剩下很多 只是音念绕了两圈之后 竟然在一个小铺子前面看见了原心碎 他今日难得换了一身装扮 眉眼少了几分狠力 看起来有几分乖巧 走在哪里都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路人纷纷被他所吸引 他站在一个铺子前面 那铺子是个卖兵 铺主人是个便衣兵系的修灵师 但是他的天赋能力太弱了 导致这兵也没什么攻击力 但还是可以做点小生意 他正在练兵的时候 可能是原心碎盯得太紧 铺主人紧张地手一抖 那碎兵猛地炸开 无数的冰箫变成了 冰蓝色的雪花旋转开 落在原心碎的眼睫上 冰蓝色融化成一滴小小的水珠 温柔地坠在他的睫毛上 美得惊心动过 不远处的音念瞬间化成了小泥妹 看得都呆住了 竟然忘了要开口喊他 原心碎是他此生见过最好看的人了 不论男女 这回铺主人紧张地整个身子都在发抖 生怕会惹什么麻烦 连连道着歉 对不住 大人您没事吧 原心碎身上偶尔会泄出几分威压 这让铺主人意识到面前 这位绝对是不好惹的人 他抖着手端上一大碗的冰沙递给原心碎 作为赔礼 但原心碎却没接 一旁的铺主人儿子也在吃冰沙 而下一刻 原心碎进小孩碗里咬了一勺出来 小孩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原心碎尝了尝 吃完了立刻就皱起了没 不好吃 胖儿子一愣 随后哇哇哭了起来 呜呜 你是坏哥哥 你抢宝宝的吃的 原心碎一直记着念念说过 抢的东西才好吃 所以他才会去抢这胖儿子的碎冰 结果觉得被念念骗了 于是他又像胖小孩 强调着 你吃的这个不好吃 这只惹得那胖小孩哭得更凶了 部主人紧张地不断地坐着衣 准备再给原心碎送一份别的口味的 被原心碎拒绝 不要了 抢来的都不好吃 自己拿着肯定更不好吃了 念念说的 部主人听得有些云里雾里 不知所措 念念感觉很无语 连忙叫了声 原心碎 原心碎听见他的声音 转过身的时候露出了一个笑容 像是夜里只现一次的刹那芳华 念念走上前抱歉地和部主人说 我这朋友性格有些古怪 别介意 随后他从怀里掏出一颗灵精递给老板儿子 小朋友乖 别哭了 这个给你 部主人一看只是一整颗灵精 而他的兵不值这么多 连连摆手表示给多了 胖儿子只觉得这个好看 应是个好东西 单纯的一把接了过来 立刻破题微笑 连连道谢 谢谢漂亮姐姐 姐姐再见 别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他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 修炼所需要的灵力猪猪都只宠他一个人 念念已经很久没换衣服了 上街买衣服竟然碰到原心碎 一个大男人正在抢小孩子的东西吃 原心碎是把念念说抢的东西才好吃寄到心里了 念念知道原心碎理解有误 连忙拉着原心碎到一个人少的地方 面色严肃地说 我之前和你说的那些话都不是那个意思 抢不是让你去别人手上抢 就是大家一起吃才好吃 是这个意思知道了吗 原心碎神色漠然 一脸不在乎 他已经不想纠结这个事情 英面无语 感情还是他自己太较真了 然后念念又像是想到了什么 连忙提醒道 还有吃东西得给钱 知道吗 你有钱吗 英面觉得自己真是操碎了心 原心碎随后拿出了一个空间带 大方地说 你要吗 我送给你啊 他对念念是毫无保留的赠送 只要念念要的他都会给 英面自己都还有好多呢 他现在还不需要 让他自己收好 还一再嘱咐让原心碎 别再从别人那里抢东西 要是个普通人肯定早挨打 原心碎弯纯笑了笑 似乎是不认同英面后面这句话 而是点头说 不是抢来的好吃 是念念的好吃 只有你给我的好吃 原心碎笑得眼底细碎光芒绽放 英面见他这可爱的样子 差点没忍住要伸出手去揉原心碎 英面倾核了一声 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卖户假衣之类的吗 原心碎皱眉 不假衣 英面还真怕来一句 要那个做什么 有谁打你吗 好在原心碎是有些事情不懂 但关于战斗上的一些事情 他还是明白的 原心碎解决完了那几个 和赤鬼谷作对的势力之后 就一直无聊在周围乱逛乱看 自然知道天一周最好的护甲铺子在哪 原心碎带着他来到了一家名为监牢的地 前脚刚走进去 就看见了里面乌泱泱的一片人群 摆放护甲衣的柜台前面 一个穿着绿衣的男人 笑眉眉地看着人挤人的场面 大声说 不要紧 不要紧 人灵近护甲衣上二层 地灵近三层 天灵近四层 大家排好队 原心碎被这么多人挤着有些烦躁 英恋不仅心里捏了一把汗 耐心点吧 这可是人家的地盘 还是得守这里的规矩 正在这时突然听见旁边排着的队伍 有一群人在唠嗑 嗓门大得很 你们听说了吗 那历程经家 向天宗 那男人一口气爆出了几个势力的名字 他压低声音透露 这几个势力的领头人还有那些长老呢 都没了 旁边的人直接凑过去 惊讶不已 满脸疑惑 是谁干的 竟然这么狠 那前面透露信息的男人继续说道 你们肯定想不到 是赤鬼谷干的 而且赤鬼谷谷主出现了 那人信息知道的还挺全面的 大家都还没听说过赤鬼谷有谷主 听到说谷主出现了也是吓了一条 那些宗门负责人为什么会被杀 原来是那些势力策反了一些赤鬼谷的人 想拿到赤鬼谷的一些稀有正法 而谷主是绝世高手 可以轻而易举引动无数灵力 就是靠的这招 那些势力的人对他束手无策 旁边的人都觉得这男人在吹牛 他们都不敢相信有这么厉害的人 大家刚嘲笑出手 就看见面前凝出了几颗灵力珠 这些灵力珠蹦蹦跳跳的 嫌弃地避开疼 然后兴奋地涌进了一个男人的身体里 而这人正是原心碎 只见原心碎阴沉着脸 这些人叽叽喳喳地吵死了 众人看着眼前的一幕都差点惊掉了下巴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灰袍的男人 悄悄地走了进来 这是一件神奇的衣服 竟然可以自己认住 若得不到他的成人 就会重于千金 反之则会轻如红毛 原心碎带着念念来到了护甲 这是一个灰袍人也从外面闪了进来 灰袍人将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 完全看不清楚了 这灰袍人便是当日在望天山上 抓到了阴念走后一缕浮动的魔器的那人 灰袍人一脸鄙视地看着周围的人 他的视线在一道阴念和原心碎两人身上失顿了顿 真是倒霉 竟然在这里碰到了小神镜墙者 他顿时将自己的气息收敛了一些 混在人群里成了最不显眼的那个人 阴念扫视了一眼那些柜台上的护甲衣 底下的护甲衣都是出级的灵体实力穿的 他看不上 阴念想着得去二楼看看 前面排在二楼楼梯口的那些人群 看到他们上楼 就哗啦啦地让出了一条队伍 人家可是一晚上就灭掉了几个视力的吃鬼谷谷主 手段很独作是果决 可千万不能靠近 万一惹怒了人家 人家灭了他们也就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 上了二楼 便有了许多座位没有柜台了 那灰袍人也跟着上了二楼 他在最角落的座位坐下 看了原心碎一眼按道会起 怎么 他们也要买人临近的护甲衣 灰袍人压住身上所有的气息 仿佛要连呼吸都收拢住 咚咚咚 重重的堕地声响起 众人都兴奋地挺直了身子 想一探究竟 一会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 抱着一个沉甸甸的大盒子走出来 额头上都是汗 阴念也挺直了身子 眼神紧盯着那男人抱着的盒子 男人将盒子猛地放在桌子上 咚的一声 还好那桌子坚硬 不然早就被压垮了 而这时下面的人已经按捺不住 试探性地问道 今天有几件护甲衣啊 男人缓了口气 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表示指一件 底下顿时炸开了波 全都开始数兜里的灵精 这就一件的话 竞争得多激烈 他们身上的钱也不知道够不够 有人小心问道 是什么等级量 负责拍卖的男人突然对着众人笑了笑 缓缓吐出两个让所有人都肝胆俱颤的字 呵呵 几品 就算是同境界的护甲衣那也是有区别的 人临近的护甲衣 也分为上中下三品 其中最罕见的还有几品护甲衣 不过锻造是想要出一件几品 可能一千件 也只能出一件 这时下面有的人为自己带够了临近欣喜若狂 也有人垂胸顿足后悔度 还有吩咐下人回家去取临近的 那负责人听着他们这些抱怨 起两根手指 这几品护甲衣的锻造师说了 今日这一件几品 不谈临近 只谈两个字 众人悄悄地竖起了耳朵 屏住了呼吸 负责人缓缓地吐出两个字 随远 众人都疑惑不已 这是什么意思 负责人指了指刚才踩出来的深坑 那锻造师说了 这几品护甲衣有灵性 会自己选择主人 若是得不到护甲衣的承认 此甲会重于千金 无法战斗 反之 若甲衣认 就直接拿走 这便是缘分 阴念也不仅诧异不已 怪脾气的锻造师 怪脾气的护甲衣 要是他的话 他不可能不收灵精 被人占这么大便宜 而阴念不知道 此时在监楼最顶上 监楼楼主旁边正坐着一位身穿白衣 乌发如墨的男人 楼主笑道 叶大师 您今日可真是大方 有灵性的极品 你可是很难打造出来的 这么大一份力 是要便宜给谁啊 这男人盘腿坐着 眼睛也闭着 否定了楼主的说法 然后他猛地睁开眼睛 两眼放光 得便宜的人不是拿了我护甲衣的人 是我自己 装有千斤重的极品护甲衣的盒子 竟被黑袍人举了钱 难道黑袍人就是这护甲衣的主人吗 原来这极品护甲衣 是天下第一段造师打造出来 这护甲衣选了谁做主人 那这衣服就免费送给他 楼主疑惑不已那不是亏本吗 但叶大师却说 得便宜的是他自己 楼主眯起眼睛 有些不解地看着叶大师 可叶大师却不愿意再说了 随后楼主便给他倒了一杯茶 咱们也就继续喝茶吧 不过今日这名声都没打出去 指定引不来你要引的人 叶安笑了笑 还是保持着那副样子 他声音很平静 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没关系 多久我都能等 而在二楼拍卖会上 英恋看着那踊跃上前 争作第一的人们 搓了搓自己的鼻子 一旁的原心碎 看着念念没有任何行动 忍不住问道 念念不去吗 你不是想要吗 哪只音念并不急 而且还困倦地打了个哈欠 等他们都弄完呗 反正这东西随缘 急不得 虽然身体上不疲惫 但几天几夜没合眼 就靠修炼撑着了 还真是会犯困 小苗都缩在他肩膀的衣兜里睡觉了 拍卖师看向众人 谁先来 话音未落 底下一群人顿时踊跃地站了起 有一个离得近的人连忙跑上起 激动地说 我 我先来 他期待地将自己的手 放在了盒子上 网上一提 盒子竟然一动不动 众有千斤 那人失落不已 还不甘心地想再试试 却已经被轰下去了 下一个下一个 后面的人又兴冲冲地上 可毫不意外 全都不是 越来越多的人杀鱼而归 这让那些坚定信奉自己就是天选之子的人 逐渐地冷静了下来 他们不是天选之子 大家都是普通人 天赋一般 财力一般 这几品评什么选他们 想通了这一点 有人失落地垂下了头 却还是不甘心地继续坐在这里 他们不成 他们就想看到这屋子里所有人都不成 这样他们心里才舒服 不知不觉 这二层的人竟然都试了个遍 拍卖师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 喊了一声也没见人出来 正要将东西收起来 却见角落一个灰袍人缓缓地站起来了 我还没事 他声音嘶哑 站起来使大家明显一愣 那角落还有人呢 刚才都没发现 底下的人都投来鄙视的目光 看来又是一个自不量力的人 灰袍人担心地看了对拍卖无动于中的 袁心碎一眼 还好 他没有看过来 袁心碎这时正在看旁边的英念 英念等别人排队等睡着了 连日战斗的疲劳此刻尽数爆发 他一个没忍住就靠着袁心碎睡着了 袁心碎此刻正笑着 让英念睡在自己的腿上 这时台上负责拍卖的男人 朝着灰袍人招手 你来 灰袍人看着这盒子 也是很满意 极品护甲 用来给他的爱徒做生辰 贺里是最好不过 他的手落在了盒子上 试探性的一台 果然有千斤之重 但这对实力强大的灰袍人来说 顶多就是一块小石头的重量 他不动声色地 将这东西举了起来 而且是轻轻松松地举了起来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他们妒忌得都要眼睛出血了 他 他居然举起来了 而楼上的叶安刷的一下就睁开了眼睛 眼中似有风暴凝聚 极为激动 一旁的楼主也瞪大了眼睛 这就找到了 装有极品护甲衣的盒子 进自己来认主 直接朝念念飞地过来 就在刚刚众人都没能抬起盒子 灰袍人想将护甲衣占为己有 装出拿起盒子很轻的样子 将盒子举了起来 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 怎么可能 他们妒忌的眼睛都要出血了 灰袍人得意地笑着 哈哈 看来我便是这有缘人了 他装出这东西很轻的样子 做事就要拿了走 这么好的东西 拿回去就算他徒弟无法用 他也不许颠用 此等珍宝若是他弟子用不着 那便毁了也好 可一便就是在此刻骤手 那盒子竟然发出了嗡嗡的声音 他突然一个抖动 一个360度的空中旋转 狠狠一灯 灯开了这男人 又砰的一声落回了桌子上 他还离灰袍人的方向 裸远了一些距离 盒子虽然没有说话 但动作坚实满满的嫌弃 明显盒子不认灰袍人做主人 众人纷纷哄笑出声 没想到这盒子竟然这么有灵性 要自己选主人 楼上的叶安失望地闭上了眼睛 看来有缘人不是这么容易找到 楼主猛地大笑 叶安啊叶安 我说以你的聪慧 不该不明白 若是有地临近十里以上的人 拿着盒子简直轻而易举 我本来还等着你吃亏呢 没想到你早已料到这一点 正在这十台上的拍卖 是失望的摇摇头 好 那既然没有人要再试 那我便把这东西收回去了 不过他一想到 明日监楼都要被踏破的场景 便笑了笑 随后又像是想起了什么 对了诸位 监楼受圣山宗所托 来告知各位 三日后马上就要举行的 圣山宗弟子大赛 老宗主主持 请各位有空的 务必要赏个脸 传播消息这个 天一周当属监楼最快 楼主与那老宗主 是很好的忘年教 自然要帮着宣传一下 去的人多了 也能让那些弟子们 增加几分积极性 说完也不顾在场中 人各色的反应 他深吸一口气 准备抱着这盒子走 可盒子却又开始疯狂地抖动 发出嗡嗡的声响 一开始盒子就知道 要找的人是谁 盒子听主人叶安的话 可那个人竟然说盒子 是个怪盒子 盒子不高兴 打算晾一晾他 他左等右等 等的那个人竟然还在睡觉 盒子傲娇不住了 他显露出几分焦躁 最后像是下了决定 一样的静默一瞬 随后猛地正脱开男人的手 静止朝着阴念的方向 飞了过去 看着那盒子 要撞到熟睡的念念了 盒心碎皱着眉头一巴掌 就将他拍了出去 那盒子被拍在了地上 委屈地直打转 盒子也太难了 自己飞过来送上门了都不要 他都想哭了 盒心碎黑着脸 这东西要是撞念念脸上 人不就被撞醒了吗 不懂事的东西 可盒面还是被声音给吵醒了 他猛地直起身子 看见了那盒子蹭到了他腿上 盒面吓了一跳 下意识的一脚 就将这盒子给蹬开了 这什么玩意儿 盒子趴击一下又被踢了出去 而且这次飞得更远 直接就贴在了墙壁上 在场中人都看傻了 这么重的盒子 怎么就一下被这小姑娘给踢飞了 还有人甚至直接问 你 你就这么把他给踢出去了 盈念还不知道咋回事 盒子刚才都撞在身上 他不踢才怪 对啊 不然呢 过了一会 盈念猛地反应过来 这不是那个装着极品布假衣的盒子吗 他抬起头看着那拍卖师 你不是说他很重吗 踢坏了可不要怪我 拍卖师也是被刚才的一幕惊叨 怎么都没想到这小女子 竟是盒子要找的主人 楼上的叶安再一次睁开了眼睛 这一次他甚至是直接站了起来 他的视线透过那层层屏障 直接看见了底下的情景 还真在第一天就找到了 这么有缘 旁边楼主也不喝茶了 差一倒 老叶 这就是一个小姑娘啊 你紧张什么 念念就是极品护甲衣要找的主人 他穿上后坚固程度 瞬间提升了数倍 可笑的是 刚刚那装着护甲衣的盒子 还会发脾气 自己找到了他喜欢的主人 可还被那小主踢了一脚 生气的都不想理着小主人了 而在楼上的天下第一锻造师 叶安也激动不已 他终于等到他要等的人 楼主一脸疑忽 这有缘人也只是个小姑娘 没必要这么紧张的 叶安并没回答他 双眼紧紧地盯着楼下英念的脸 先楼楼主心里却一个咯噔 他看了一眼英念那张 堪称花蓉月貌的脸 又看了看自己这个成名已久 却从来不找女人的老朋友 他不会是春心萌动了吧 这哪是给傅甲一选主人呢 这是给自己选女人呢 先楼楼主又晃了晃脑袋 也不对啊 老叶不是这种人 那姑娘太小了 难不成老叶是想要个徒弟 感觉都不太对 都有可能 谁也猜不透叶安到底是个什么想法 为何要白送这么好的衣服 底下的英念已经在众人震惊的一片目光中 走到了那盒子旁边 盒子生气了 盒子还往旁边跳开了一步 英念看到这么有灵性的盒子 忍不住笑了 哎呀还有脾气啊 然后一把将盒子拖了回来 盒子这回气也消了 也没有再抵抗 英念轻松地就将盒子抱了起来 他看向男人问 这算是 我能拿走吗 这是拍卖师做不了主啊 于是拍卖师指着那盒子道 你别问我 你问他呀 英念刚要说点什么 那盒子竟然自己就打开了 瞬间里面的傅甲一竟自己飘了起来 闪闪发着金色的光芒 随后乖巧地落在了英念的手上 英念看着乖巧地躺在自己手上的那块人 觉得惊奇 这就是极品护甲衣 这东西要怎么穿 那衣服似乎是听明白了他的话 竟直接飘了起来 转眼间紧紧贴在了英念的身上 下一刻英念身上的衣裙就变了模样 火红色长裙直接变成了墨黑色长裙 长裙边缘还有金色的纹路贴边 看着霸气无双 衣服的坚固程度直接提升了十倍 英念自己伸手摸了摸 他甚至觉得这会儿要是再面对那头黑暴瘦 都不至于受伤了 好久能把他给耗死了 元心碎坐在一旁 端着茶喝了一口 仔细地打量了一眼英念 最后点头总结道 衣服好看 至于兼顾什么呢 元心碎觉得反正他一撕就能撕开 英念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事会落到自己头上 甚至觉得自己的运气是不是太好 灵兽喜欢他是因为有灵兽气和值 这户假衣为什么选择他 这个就给我吧 能穿走 英念再次确认 那拍卖师抬头看了一眼楼上 见楼上楼主他们没有反对的意思 便机械地点点头 是的 穿走吧 身边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还是觉得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可事实就是 这户假衣选择了这个小姑娘 英念转身刚要走 但又觉得这么有灵性的东西应该有特定的名字 于是问道 这户假衣叫什么名字 极拼总该有个名字吧 拍卖师也从户假衣选小姑娘做主人的震惊中 逐渐地缓了过来 涅槃 这是涅槃的主人希望的责主方式 你好好用 别剁了他的威灵 英念像是想起了什么 叫涅槃 那会不会和他的奉原有关系 英念还是觉得这衣服不要钱有些奇怪 于是问道 我能见见涅槃的主人吗 男人连连白白手 夜安大师从来不见生人 这件护假衣真是太神奇了 竟然变成了念念以前衣服的颜色 念念很想见一件打造这衣服的怪主人 而拍卖师连连拒绝 表示夜安大师从来不见生人 谁知道这话一出众人无比震惊 这竟然是五周第一段造诗夜安的作品 大家只觉得要气得晕过去 损失啊 这个夜安大师傲得很 听说上次五周周家家主特意为自己的孙子周少佑 去求一件人临近的护甲衣 都被夜安拒见了 英念见不到夜安虽有些失望 但也还算理解 高人嘛 没点脾气还能叫高人 念念失落地看着拍卖师 替我谢谢夜安大师 我一定会好好用涅盘的 英念这话说得很大声 他不确定那位大师是不是在这里 楼上的夜安紧紧地握住了自己的拳头 他眼睛死死地盯着下面的英念 眉间竟是激动的神采 间楼楼主忍不住问 你下去见见 夜安终于转头看了他一眼 不急 这时英念和袁心碎一起走出了间楼 袁心碎走在后面 只是走了两步 他像是突然反应过来 想起什么事情一般折了回去 英念有些吃惊地问 你要去哪 袁心碎递给拍卖师一颗灵精 来 给你 然后他冲着拍卖师笑了笑 念念说了 拿了别人的东西要给钱 拍卖师看着那孤零零的一颗灵精 抖着手感怒不改念 他在小瞧夜安大师的护甲医 袁心碎还认为自己做得很好 开心地笑着 念念都没看过他笑得这么开心过 感觉有些奇怪 你干什么 这么开心 袁心碎表示他刚刚附了一颗灵精 作为他们拿走这件护甲医的报酬 英念也是吃了一惊 他也想不出袁心碎会做这种幼稚的事 有些哭笑不得 一 一颗 袁心碎不以为然地说道 你之前也是附了一颗灵精呀 念念连忙转身跑向监楼 立刻从拍卖师手中拿回那一颗灵精 抱歉 他和你说笑的 随后念念连忙就拉着袁心碎走了 袁心碎这样做得罪人了也不知道 幸好他是小神经强者 不然他这样走在外面铁钉是要挨打的 念念感觉得到这护甲医就像做梦一样 还觉得这事不真实呢 他摸了摸自己黑色的裙边 金色纹路像是活了一样在他指下潺潺流动 分外漂亮 念念想着这时他是占了很大便 觉得欠了叶安一个人情 虽然他现在还很弱小 但等他足够强大的时候 总能帮上人家一点忙的 到时候一定要把人情给还了 而现在已经是深夜了 街上人比之前少了一点 英念和袁心碎慢悠悠地往回走 走着走着 那护甲医竟然变色了 念念不仅大吃一惊 这衣服也太省了 英念又突然看向袁心碎 问出了自己一直想问的问题 袁心碎 你这名谁给你起的呀 袁心碎在念念面前是置物不言的 于是表示是他娘亲娶的 英念点了点头 不知道该不该继续问下去 因为这名怎么说呢 心碎心碎 听着听 而念念的名字是老妖婆娶的 念 是娶自心心念念的念 是饱含了祝福意味的 他不知道 袁心碎的名字 又包含了什么意思在里面呢 袁心碎却神情平静地说 我刚生出来的时候体弱 快死了 是我阿爹去东海之境 与魔龙大战了几天几夜 取了魔龙的龙珠救活了我 但是他也被魔龙咬伤了 那魔龙的牙具毒无比 阿爹没有挺过去 所以死了 我阿爹本给我起的名字是元岁 说是希望我 岁恶岁恶 阿爹死后 我阿娘便在我的名字中间 加了个新字 那时候我很想 阿娘这么叫我 我也没问为什么 袁心碎一提到家人 就有些伤感 其实也还好 叫什么都无所谓 反正他们都不在了 袁心碎转而看着念念 眼里有光芒闪现 我喜欢你喊我的名字 念念 你多喊喊我吧 念念像红小孩一样笑着叫道 嗯 袁睡睡 男人的右手齐齐被阴念斩下来 顿时鲜血似箭 就在阴念和袁心碎 正在巷子里往回走着 却突然听见不远处 传来了一阵凝笑声 和小孩子尖锐的哭声 来把那小子的脸给我掰过来 让他看看不还钱的下场 哈哈哈哈 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 在夜空中回荡 音念心里一紧 往左右两边看了看 这巷子很深 周围竟然没有一个人 急忙拉着袁心碎 走 去看看 他们顺着声音的方向 往前走了一顿 音念就看见了一副 让人含毛利器的场景 在巷子里 是那家卖兵的铺子门口 两个男人正在左右 开工地踢着一个男人 音念定睛一看 正是卖兵铺的老板 浑身是伤得倒在血泼中 一个看起来像是更厉害的男人 正指挥着剩下的人 抓着一个孩子掰开他的眼睛 那男人指着孩子露出坏坏的响 看看你爹 飞得多欢快 哥哥们玩球呢 你来数数 我们一共踢了几下呀 孩子不仅吓得发出 撕心裂肺的哭声 眼泪大颗大颗的滚落下来 男人听着孩子的哭声 明显有些烦躁 不仅眼露凶光 狠狠掐住那孩子的脖梗 小东西哭得我烦死了 男人正要将自己的手 压在孩子脑袋上 杀掉那孩子 却发现了自己脚旁多了一个影子 那影子黑沉沉地立在他身边 在月色的扭曲下延伸到了他面前 男人缓缓抬起头 对上了站在不远处的阴念 他顿时松开了孩子 目光被阴念那张绝美的脸所吸引 这是打哪来的小美人了 那男人立马给周围人打了个响指 阴念被包围了起来 男人眼中荧光闪烁 这女人好啊 完完再杀了 则 今天可真是运气好 原心碎和阴念 两人身上的气息他一个都感觉不到 便觉得是两个弱鸡 他眼底闪动着恶意的光 别害怕哦 哥哥们只是在玩游戏 他欠了我们钱 欠债还命 天经地义 那男人轻飘地向阴念伸出手去 眼看就要摸到阴念的脸 下一刻 只见阴念眼里满是怒火 他实在是太生气了 一时之间竟然没有摁住自己身上的魔元素 一部分的魔元素 在灵力的包裹下 直接带着法器展出了权力一击 威力翻倍 那速度快的只让这男人觉得眼前光滑一声 然后那只伸出来的手竟然被阴念直接起根窃下 砰的一声 沉默地落在地上 鲜血似箭 阴念抹掉了箭在他脸上的血 声音冰冷道 狗倒道 我杀狗 天经地义 男人愤怒地大叫着 被切断的手血流如注 杀了他 给我杀了这个贱人 原心碎本来想动手 但看这几个人挺弱的 便打算留给念念练练手 于是问道 留给你练手 阴念点头 可言心碎却在这时候又转过身 看向了身后漆黑的巷子说 后面跟着的那个 出来吧别跟了 刚才阴念要被摸到的那一瞬间 他感受到了身后暴动的气息 话音落下 穿着白衣的叶安 缓缓从巷子后面的拐角走了出来 叶安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 连忙表示自己并没有乐意 念念也转头看了看这个叶安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这男人竟有种莫名的亲切感 疑惑地说道 这又是谁 原心碎挡在他前面 你别管 这人交给我 你去练手吧 那个被斩了一只手的男人 吃下了止血药 并把断手给接上了 他怒视着阴念他们 围住这娘们 包抄他 几个男人便拿着法器 就直接对着阴念扑杀了过来 念念直接拿出了木箫 放到嘴边一吹 销声比之前要更顺畅熟练 这四个男人同时浑身一阵 动作在他们惊骇的目光中 不受控制地变慢 连说话声都放慢了数倍 而这时阴念毫不犹豫的 拿起长剑就对着那领头的内人攻了过去 男人眼瞳猛地放大 一咬舌尖飙出了一口血 一个巨大的盾牌直接出现在了他面前 盾牌上出现了无数的粒子 这盾牌竟然没有受销声的影响 可见是一个很好的宝贝 当的一生 长剑斩在那盾牌上 盾牌竟然分毫不动 而与此同时 一股浓郁的恶臭 随着那男人咬舌吐血的动作后 直接弥漫了出来 叶安和英念齐齐面色一变 休邪师 念念拿着带有眼睛的伞挡住了男人的攻击 并斩下了男人的手机 就在刚刚男人弃腹卖兵负老板和小孩 还想调戏英念 被念念齐齐斩下右臂 那男人随后咬舌冒出一口鲜血 血里带着腐烂臭味 这应该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休邪师 英念脸上掠过一抹深深的厌恶 休邪师走的不是正统的修炼路子 和白家那些败类一样 以折磨别人 牺牲别人来增长的实力 只是白家那边用了阵法过滤 不至于像这些人一样 连血都是臭的 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萧生的实笑过去 但是英念却没有如愿杀了那领头的男人 这男人开始猖狂地大笑 小姑娘 这就是你的底牌不成 今天也可要教你长长生不如死的滋味了 英念身后的叶安突然拿出了一柄红色的伞 用这个 鲜红的伞面上还有两只硕大的眼睛 冲着英念眨了眨 英念不仅有些吃惊 这又是一件极品法器 英念并不肯伸手去接 他有最基本的戒心 叶安见英念十分警惕 便有些着急 我是涅槃的主人 你尽管用我的法器 我对你没有恶意 我认识英念 你不用担心我会害你 当他说出英念两个字的时候 英念心头已是狠狠一阵 老妖婆 这人知道魔族 内断了一臂的男人听到不仅浑身一颤 英念 曾经魔族的首领英念 原来你是那个魔族英念 去死吧 随后那男人便直接对着英念冲了过来 英念早就有准备 正要出手 就见那红伞自己挡在了念念的面前 哗来一声撑开 男人的法器根本穿不破红伞 红伞转瞬之间自己又收了钱 伞顶磁溜一下窜出闪烁着雷光的剑尖 这是难得的攻守一体的宝贝 念念有点想用这伞了 但想征求下元心碎的意见 便若有所思地看了元心碎一眼 元心碎立马心领神会 朝他点了点头 念念这才毫不犹豫地一把抓住了红伞三品 瞬间他的灵力猛地灌入法器之中 可就在阴面撑开的那一刻 他却看见那几个男人猛地往外面跑去 碰到这种极品法器 不跑难道等着受死 元心碎皱了皱眉 他一抬手 一个阵法就亮了出来 将那从其他角落四散而逃的另外三个人 直接用阵法压住 随后打了个响指 轰轰轰三声 三道爆炸声响 难闻刺鼻的恶臭 让元心碎一脸嫌弃地捂住了自己 叶安下意识地问 还有一个呢 元心碎不耐烦地看了他一眼 本想一巴掌把人扇出去的 但是想到念念还挺喜欢这个人做出来的东西就忍住了 那个如果不留给念念 他心中一口恶气不出 会睡不着觉的 元心碎瞥了他一眼 上前一步说 念念我带你追 话都还没说完 念前白光一闪 一只大天马已经到了阴念的面前 冲他不断地甩臀摆尾 上来呀上来呀 比速度小马还没怕过 还好啊 他出门来溜达溜达 看见了念念在和人打架 阴念立刻翻身上马 化成了一道流光窜了出去 速度极快 有了速度的加持 叶安都还没反应过来 三个呼吸之后 英念又回来了 他坐在天马的背上 扔下手上拎着的东西 咚的一声 是那人的首级 这人知道了他的身份 所以英念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他跑的 天马也算来得及时 英念摸了摸天马的脑袋 干得好 这时那孩子呆呆地抱着自己父亲的尸身 念念不仅问到你家里人了 小孩早已气不成声 姐姐 我父亲死了 我没有家人了 这些人是坏人 英念看着这满地的狼藉 从空间里拿出了一件衣服 披在了这孩子身上 一边安慰道 是 他们是坏人 不过坏人已经死了 孩子抖着手从怀里掏出一把碎金 哭着说 姐姐 这是父亲说要还给你的 这个灰袍人竟然只取了地上一滴血 就能提取死者生前的记忆 卖冰铺的老板惨死 孩子成了可怜的卜尔 还掏出一把碎金要给英念 我爹说 以后看到那位客人 一定要把多的钱还给那位客人 英念探着那把碎金愣住 碎金上还带着血 其实他都忘记了这个事情了 一颗灵精 对他来说真的是微不足道 可他没想到这孩子在这种时候还记着这个事 英念对于小孩父亲被杀还有些疑问 于是问道 他们为什么找你父亲 你知道这些人是什么人吗 休闲室一般都是一个群体 他们伪装成普通人混迹在人群中 寻到合适的对象就悄悄地下手 孩子紧抿着唇 眼泪还不住地往下掉 我父亲欠他们钱 可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英念皱着没看向了原心碎 想问这孩子该怎么办 还没等原心碎说话 一旁的叶安看出英念的顾虑 连忙往前一步说道 天一周有专门收容这些父母 被休闲室害死的无辜孩子的 我陪你将这孩子送过去 英念有心想问问英语的事情 叶安很清楚英念的想法 然后眼神复杂地看了一眼那孩子说 送完孩子我们再聊 放心 我肯定将你的疑惑 一五一十地解答清楚 这么大的孩子也是济世的 他听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倒是也不好 叶安对孩子十分耐心 先找个地方 让这孩子的父亲入土为安吧 就在几人离开之后不久 那个灰袍人脚步匆匆地 来到了这家铺子的门前 尸体早就被英念处理掉了 那独臂男人竟然是这老头的爱你 这老头想要拿涅槃 也是为了自己的爱你 地上还有一滩血迹未干透 灰袍人犹如枯爪的手 颤抖地摸在那滩血迹上 熟悉的气息让他猛地呕出一口血来 这血竟然比地上那滩还要恶臭十倍不止 灰袍人历声嘶吼 胡儿 是谁杀了你 为师定要让他受千刀万剐之痛 说着 这灰袍人直接咬破了自己的手指 将手掌覆盖在他土耳那滩血迹上 曲灵 只需要那死者身上的一点血 就可以见到死者生前的记忆 使用此法者也会大伤元气 会抛人恨得咬牙切齿 我倒是要看看 是谁有这个胆子 老者说完 眼前竟然缓缓浮现出了阴袍的脸 阴袍冷漠的一剑斩下 这时老者双眼不仅一片血红 竟然 竟然是他 我定要杀了你为我徒儿报仇 他的声音回响在巷子里 久久不能平息 这时 叶安已经带了阴袍和原心碎来到了目的地 阴袍看着那个学院 地 还挺大的 就是这 童院 叶安知道英恵对五周知之甚 便介绍道 童院在五周都有设立 这里的孩子接受恩惠长大了之后 会回报童院 要论起人才 这里没有灵天学院多 但要论起孩子的刻骨程度 这里可比灵天学院那帮孩子要强多了 小男孩好似一夜之间长大了很多 姐姐 我还能回去看我爹爹吗 英恵自己也是从小便没有了阿娘 便对这孩子格外耐心一些 他爱怜地摸了摸小男孩的头 当然可以 童院并不禁锢你的自由 你好好修炼 简宝对英恵明显有几分依赖 姐姐 我叫简宝 你住在哪里啊 我以后可以来找你吗 他眼中满是对新地方的恐惧 英恵笑了笑说 姐姐住在圣山中 叫英恵 你要是被人欺负了就来找我 念念得了天下第一段造尸的护甲医 还无缘无步多了个爹爹 就在刚刚念念他们来到了收容小孩子的童院 简宝一步三回头地被那童院的老师带进去 安顿好简宝 念念这才放下心来 叶安忽然意味深长地说 这地方你以后也可以来看看 圣山中那种地方 有血性的人不多 给你带来的帮助应该不大 童院就有不少狠角色 英恵看向面前的男人 眼神就没有刚才对着简宝石那么温柔了 这些往后再提 你和我说说看 你是怎么知道我阿娘的 可男人的脸色竟然在这一刻骤然变了 男人眼睛里密集地起了一片脑洞血丝 阿娘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说她是你的阿娘 她过于激动 导致身上的气息不稳地荡出 原心最警惕地一把拉过了英恵 冷眼看着这男人声音冰冷的道 你是不是想死 叶安肩膀骤然一垮 像是伤透了心一样 原来 原来她已经在魔剑寻到一中人了吗 男人脸上露出了痛苦至极的表情 英恵觉得她好像有点懂了 便声音冷静的道 是干娘 瞬间叶安的眼睛刷得一下明亮了 她猛地抬起了头 目光灼灼地盯着英恵 声音里带着惊喜 认得呀 你不是亲生的呀 英恵有些无语 叶安突然就爆发出了一阵洪亮的笑声 哈哈哈哈 这下就连原心碎都皱起了眉头 这人是脑子有病吗 原心碎拉着英恵的手 念念你离她原点 谁知道这病会不会传染 要是换个人这么说 叶安她早就黑了脸了 可这会儿从地狱到天堂的叶安 根本不在意别人说了什么 她大笑过后 那张素来冰冷的脸上 竟然浮现出了丝丝缕缕的红韵 那 那她既然是你认的阿娘的话 你 你其实也可以 喊我一声阿爹的 英恵一听当场就愣住了 她带着原心碎满脸警惕地往后退了三步 这年头还有人赶着上前让人认爹的 直觉告诉英恵 这人喜欢老妖婆 叶安见英恵一张脸上满是警惕惊恐 顿时就慌张地白白手 你别害怕 我真和你阿娘认识 不信我们现在回去魔剑 隔着封印你问问 英恵仔细打量起叶安 你到底是魔族还是人族 叶安表示 我自然是魔族 只是我是魔族里第一个灵魔体 就算是在五周 只要我藏得好就没人能发现 你也是灵魔体对吧 英恵眼瞳狠狠一缩 难怪 之前老妖婆一眼就断定了 她掉下魔剑之前在凤原重生之时 速成的特殊体质是灵魔体 叶安说 之前万寿国说出了魔族余孽的时候 我就去过找过你 可没找到 后来我回了一趟魔剑 找到影兽问了关于你的信息 我猜你可能是来五周了 我便拿出了一件 只有灵魔体才能用的极品护甲衣 想着放出消息 我这护甲衣只会选择灵魔体 英恵听了这么多 瞬间就抓整了最重要的话 影魔 你都见到影魔了 你为什么不去找我阿娘 还有 整个魔族都被封印了 怎么单单就你一个没被封印 上次用千里阴镜的时候 也没听阿娘说过这好人了 说起英女 叶安的脸刷得一下就红了 我 其实我被赶出魔族了 英女赶我出去的 所以魔族出事的时候 我没被封印进群 英女也不肯见我 所以我只能问穿出来的影魔 英恵立刻问 为什么 叶安的脸顿时就更红了 表示这是大人的事 小孩子不要问 若信不过他 可以去魔剑里问一下 英恵警惕心是很强的 他肯定是要去确认一下的 随后他要将红伞和涅槃一起还回去 话都还没说完 叶安竟然一溜烟地跑了 跑得飞快 只剩下声音传过来 你拿着用 我还有很多 我这些年都在找解开封印的方法 你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和我要 弟子大赛我一定来看你 这伞真是神了 竟然还会勾引人 而且还会影响触碰了他的人的心情 念念想归还法器 结果叶安一溜烟就跑了 念念拿着那红伞尴尬地立在半空中 红伞上的两只大眼睛盯着英念 英念也盯着他 大眼睛眨巴眨巴 冲着英念弯了起来 像是在讨好的笑 他一笑 这伞就红得更鲜艳了 在黑夜里就像是发光的大红灯梦一样 小苗气色 这年头一把伞都要勾引人了 他气得直接跳到了伞面上 一叶子拍了下去 不许笑 对谁笑呢 那伞像是听懂了 那双眼睛顿时就露出了哀伤的神情 刷啦一下 那红色的伞面竟然变成了漆黑的颜色 英念一脸惊奇 挥了挥这伞 结果一下没控制好灵力 攻击到了苗苗身上 英念顿时收容那灵力 可苗苗还是蹭到了一点边边 但是不至于伤到他 英念松了一口气 可下一刻 他却看见小苗整个无比悲伤的摊润下去 他蜷缩起来 整个人无精打采 我就是一颗废苗了呜呜 他竟然开始莫名地消沉 原心虽不免看了一眼这伞 诧异道 这法器倒是还像不错 伞龄的心情还会影响被碰到的人的心情 这恐怕是一件比涅盘还要极品的法器 英念看着那伞又慢慢变回了红色 英念看得叹为观止 极品法器果然不是普通法器能够比拟的 英念将颓废的小苗揣进了自己的兜里 若有所思地问道 你摆一个阵法要很久吧 原心虽立马想到念念是想和魔剑问问夜安的事 便问道 到魔剑吗 我自己倒是挺快的 戴上你的话 时间要久一点 可能会赶不上你的弟子大赛 英念其实很想回去看看他们 但是弟子大赛还是要参加的 没有什么比进入藏书阁找到解开封印的事情更重要 原心碎算了算时间 我帮你回去问问 我自己的花倒是挺快的 英念也不想老麻烦原心碎 可关于魔族的事情 他也不敢和别人说 要是我也能用阵法就好了 谁知道原心碎下一句话便是 能用啊 我教你学阵法就可以了 英念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你别逗了 阵法师这东西不是最要看天赋的吗 说是需要精神力才可以 我没感觉到我身上能运用精神力的 话音刚落 英念整个人直接被原心碎拉了过去 下一刻 两人额头相顶 原心碎蹭了蹭他的额头 有啊 精神力就在里面 这种亲密接触 只让英念害羞的小脸通红 精神力这东西 魔剑的大魔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测试 英念自己也没觉得自己精神力特别强大 就默认自己没有了 可原心碎却说他有精神力 英念摸了摸自己的脑门 你怎么发现的 在哪 原心碎拉开他的手 轻轻地绕过了他的眉心 点在了后脑的旁边 此处若是有一戏 便是用来储存精神力的地方 原心碎趁机还揉了揉英念的头发 我帮你梳头发的时候就知道了 像他这样程度的阵法师 是完全能查看出来一个人 是否在精神力上有潜能的 英念迫不及待地问 那我要怎么用 他想变强 只有变强了才能报自己的仇 才能护住他身边的家人 原心碎皱紧眉头 他的修炼都是水到渠成 他的精神力也是自然而然 睡了一觉就有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当时族中人说他是天赋异比 随后原心碎笑着对念念说 你也睡一觉吧 这些圣山宗弟子完全是鹦鹉学舌 念念睡觉想觉醒精神力 他们竟然也要睡觉 好学的念念想当阵法师 原心碎表示他可以像他一样 睡一觉试试 然后便从空间里掏出一根紫箱 睡觉的时候点上这个 英念高兴的结果 这么简单啊 谢谢你 原心碎还没忘记答应英念的事情吗 准备回一趟魔戒 你有什么话要我带给他们的吗 英念收好紫箱 神情无比认真道 你就帮我告诉他们 我一定会找到方法 就他们出来的 原心碎点头 这回天也跟着亮了起来 英念撑着红嗓和他道别 然后便匆匆地回到圣山宗 天还蒙蒙亮 圣山宗的弟子们都在操练 而且一个个脸上的表情都更发狠 看得老宗主无比满意 圣山宗的弟子 本就该这样充满血血 老宗主看到英念关心道 丫头 明早就要进行弟子大赛了 有把握吗 弟子们悄悄地看过来 心底酸得像是打翻了陈醋 老宗主就是喜欢英念 要是英念是圣山宗的弟子那还得了 英念笑了笑 面对着老宗主也不害怕 腰板挺得很直 把握吗自然是有的 不然我也不会答应 而且他有绝对不能输的理由 老宗主虽然话是这么说 眼底却都是欣赏 小丫头口气挺大 胆破不小 英念也挺喜欢这老宗主的 我要是胆破小 我也不会进你们圣山宗的大门了是不是 蠢弟子是蠢弟子 这不妨碍他敬佩这老宗主 这老宗主比他师父还适合当一宗之主 他师父那拳是靠了师兄师姐们自己懂事 一个两个嘴上胸 但是从来不出去真的仗势欺人 不然就师父那样的 怕是要宠坏不少人 英念这么想着 还往弟子堆里看了一眼 英念的这一眼 顿时就让那些弟子们更加癫狂了 大家都是憋着一口气和他比的 这次英念没有带着满身伤口回来 他们死死地盯着英念 想知道他下一步修炼什么 今天也有不少弟子组队往望天山山脉跑了 英念搞什么 他们就搞什么 一定不能比他差了 这时英念困倦地打了个哈欺 老宗主 没什么事那我就先回去了 英念正往住的地方走去 有人忍不住问道 英念 马上就要进行弟子大赛了 你接下来打算干什么 英念今天心情还算不错 知道魔族不止他一个人在外面 多少还是有些愉悦的 他难得的给了这些弟子一个好脸色 接下来 睡觉吧 弟子们手上的法器都差点没拿稳 一脸惊恶 我们明天可就要比赛了 英念贪手了 是啊我知道啊 就是因为要比赛了 所以我睡觉啊 他还不是为了觉醒了精神力 一旦觉醒了精神力 哪怕还不会弄阵法 等交手的时候趁对方不注意 还能联合窝窝一起用精神力干扰 多好 英念不想再搭理他们了 便禁止朝房间走去 三只小的早已在床上呼呼大睡 都还是幼崽 吃吃睡睡打打架 他们就能变强了 英念将三个仔拱到床里面 点燃那紫香 也按照原心最说的那样 躺床上直接睡觉去了 外面那些弟子们是彻底不行了 他们在外面累死累活地干 英念竟然去睡觉了 很快英念睡觉了这个消息 顿时就传遍了二等弟子们的耳朵 他们陷入了深深的疑惑 阴谋 一定是阴谋 难道我们想错了 大赛马上就要来了 即便我们练 也不会突破 倒不如好好地睡一觉 养精蓄锐是吗 有人听了这话直接拍手道 对啊 我们怎么没想到呢 英念真是狡猾太狡猾了 这人果然心机深沉 他们一边庆幸自己多问了一嘴 一边立刻收了手往自己的房间跟去 他们要睡觉 现在马上 这样明天才能有精神 以最饱满的状态迎战英念 原心虽是万年难遇的天才 只睡了一觉就觉醒了精神力 他却让念念也去睡一觉 念念做什么 圣山宗的弟子也要做什么 他们也要去睡觉了 看着弟子们一哄而散的老宗主一脸抽搐 这帮只会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做事的家伙 能不能有点自己的想法了 气得老宗主饭都吃不下 挣扎了好几次之后才勉强安定下自己的心神 老宗主安慰自己 算了算了 休息倒是也没错 也就一晚上的时间 行不成太大的差距的 他也只能这么想 不然要被这群人气死 而与此同时 正准备动身去魔剑的原心虽 正被大长老一把拉住 您 少主您说什么 大长老一脸的崩溃 您就把紫香直接给念姑娘 然后告诉他睡一觉就能觉醒精神力了 原心虽挥开他的手 皱眉说 有什么不对的吗 大长老捂着自己的头 当然不对了 少主 您是咱们现足万年难遇的天才 寻常人都是要隐相入体 光 光睡觉怎么行呢 您以为念姑娘是和你一样的天才吗 大长老及的直冒汉 少主啊 这不成啊 我们赶紧去找念姑娘啊 不然明天弟子赛 他精神力就用不了 原心虽面色不变 从容地画着阵子 他可以的 我的念念没有那么差劲 原心虽脚下已经有一个巨大的光阵成形 我要去魔剑一趟 如果明天来不及赶回来 你记得带人去看比赛 大长老连连答应 而此时 同在天一周的周家 周少玉正和自己的妹妹周少楼坐在屋顶看风景 周少玉皱了皱眉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之前你被圣仙仙欺负的是 周少玉撇了撇嘴 哥你和圣仙仙不是同样的实力吗 你去帮我打也未必能打得过 还不如人家姑娘呢 长得 喂 还实力强大 一下就帮我打回去了 周少玉眼中有敬佩的神情 看得周少玉这个魅控心里难受死了 周少玉有些不服气得到 什么一样的实力 不都是九重灵体 周少玉仿佛意识到什么一样 猛地瞪大了眼睛看着自己的哥哥 哥 你终于突破灵体了 晋升到人灵静了 周少玉得意地笑了笑 手上灵力涌现 比之前灵体的时候强横了十数倍 你现在还觉得你哥不能帮你教训那个圣仙仙吗 周少玉先目道 不愧是我哥 不过你还是比不过那个姑娘 我跟你说那姑娘绝了 他脚步都没动 就嗖嗖地把人给收拾了 周少玉明显有些不高兴 周少玉捧着脸失落的 可惜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 他真的长得好漂亮 周少玉不屑 等我以后有机会遇到 定要和他打一场 看他是不是真的有你说得那么强大 周少玉却肯定地说道 哥你肯定打不过他的 两兄妹站在房顶上远远地往圣山中那边看 怎么那边今日这么安静啊 这要是以往 那些弟子不都是临时抱佛脚的吗 赛前声势都弄得很大的呀 今天怎么黑漆漆的 才看了两眼 底下就传来了自家老爹 也就是周家家主的怒吼声 两个小王八蛋 还不给老子滚下来 家里祠堂的屋顶是你们俩能踩的吗 睡不着下来和老子练两把 周少玉和周少玉怯怯地看着老爹 周少玉摸了摸着要挨打的脑袋 完蛋了 又要被老爹当沙包了 念念只睡了一觉就觉醒了精神力 她的魂魄竟然可以离体 能看到房间里的一切 就在刚刚 念念点燃原心碎给的紫香 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紫香燃烧生出的烟雾正将音念团团围住 此时的她正处于一种水深火热的状态之中 痛 大脑像是要裂开了一样的痛 她挣扎着想要醒却醒不过了 几个小仔仔看着主人痛苦的样子 顿时急得皱紧了眉头 生怕他们亲爱的主人怎么样了 辣辣是个急性子 都要急哭了 旁边的窝窝连忙拍了拍 辣辣的肩膀安慰道 别急 这烟味有点奇怪 辣辣担心地说 可是都过去一刻钟了 主人怎么还没醒啊 而且主人看着很痛 她都想去掐灭那让主人痛苦的玩意儿 窝窝一边蹲在音念的旁边 一边蹭了点紫香酝养自己的精神力 她稀一点就抖一抖 这个真的是有好处的 这东西对精神力好 主人一定是想要觉醒精神力 我们再耐心等等吧 辣辣这才按耐住了自己的小手 音念正大汗淋漓地挣扎着 她眼睛没有睁开 可漆黑一片的视线 却缓缓地清晰了起来 她看见了一团凝白色的小漩涡 又像是一个看不见底的深坑 音念忍着痛心想 这就是镇法师的天学了吧 想法刚出 那仿佛要将她脑袋碾碎般的痛苦顿时没了 哗啦哗啦的水声 开始冲击着音念的大脑 那乳白色的小坑里 竟然有碧蓝色的水开始晃的 音念看见自己的这一小坑洞的水 陷入了沉思 这就是精神力 她以为精神力那是更加虚无缥缈的东西 没想到竟然是以水的形式出现 但是她很确定这玩意儿 就是储存在天学之中的精神力 因为哪怕不睁开眼睛 音念此刻也能看见房间里的情况 清晰地传入她的脑袋里 大概能看见一百米的范围 音念浑身的衣服都被汗打了透视 她笑眯眯地 凝聚出精神力在啦啦身上一推 啦啦被推的一个屁股蹲坐在了地上 转头看看这也没人了 啦啦以为是百变推的她 一脸凶残的转头对着百变握紧了小群群 百变顿时感觉到了危险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啦啦没好气地说 不是你弄倒的我还能是谁 音念没忍住 睁开眼睛笑得坐起身来 几个小仔仔见主人安然无恙地醒了过来 不仅喜出望外 主人你醒了 正在这时只见天空顶上 轰的一声巨响就落了下来 这雷还不偏不已 哗啦一下 击穿了音念的屋顶 直直地朝着她来 啦啦不仅惊出一身冷汗 主人 这是怎么回事 音念猛地从床上跳下来 她也不明白为何会有雷劈进来 那道雷精准地落在了她脚边 差一点就劈到她了 音念也惊得瞪大了眼睛 不是吧 我觉醒的精神力还要遭雷劈 圣山宗的弟子们这会儿都成了一个个傻瓜蛋了 他们睡了饱饱的一觉 起来就发现音念那房顶上面乌云笼罩 天地都变色了 还就变她那一小块 圣山宗的弟子们看得全都棱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 一个圣山宗的弟子幸灾乐祸地说道 音念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了 老天爷都要劈她呢 另一个像看笑话一样 讥讽道 哈哈哈哈 想必也是老天爷看不过眼了 要做她呢 念念觉醒了精神力竟然引来了紫色天雷 天雷竟追着念念跑 睡了一觉的圣山宗的弟子们都幸灾乐祸 看着念念的房间轰笑着 可这些人里 只有一个弟子阴沉这里 这弟子是圣山宗少有的 觉醒了精神力的弟子 只见他脸色有些难看的说道 都别笑了 大家笑容一僵 发现那弟子的手都在动 只有那弟子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 紫色雷霆 那是觉醒精神力引来的天雷 你们懂什么 旁边一个弟子并不认同他说的 可是觉醒精神力并不会引起天地变色呀 我也不是没看人觉醒过精神力 大家也都不是傻子 那个觉醒了精神力的弟子 这会羡慕的心都在低血 那是普通人 天赋一般 天赋上乘自然也是招不了雷的 弟子越说脸越苍白 他自己也是修炼精神力 他知道会出现这种异象是天赋异灵 从而引发了天度 要压一压那个人 只见那紫色雷霆一道紧跟着一道 追着阴念劈下来 阴念觉醒了精神力还没来得及高兴呢 就狼狈地开始东口西窜 他从东电跑到西点 轰的一下 紫色雷霆掀翻了大食堂的屋顶 圣山宗的弟子们这会儿是真笑不出来的 那雷为啥每次都擦着阴念的边边皮 还正好批到他们圣山宗的屋子呢 弟子们都快惊掉了下巴 感觉太奇怪了 这雷咋回事 光批咱们宗门里的屋子 一个弟子嘴角抽搐着 这 这该不会只是吓吓他吧 阴念可不知道这些 只觉得自己真是倒霉透顶了 也就是在这时 那些大小势力的代表们 都来参加这次的弟子赛了 兼欧楼主是第一个来的 他看见阴念就笑了 原来是这小家伙呀 那今天夜安保证要来了 其他势力的人盯着那紫色雷霆 盯的眼睛都要冒血了 满是羡慕地对老宗主说 老宗主 不得了啊 这位是你们圣山宗的弟子吧 这精神力真是太逆天了 你们圣山宗这波可是要超越五大家 老宗主此时却有些郁闷 他要是能有这样的弟子 怕是做梦都要笑出声 这不是他们的弟子啊 这荣耀和他圣山宗有屁点关系啊 老宗主憋得脸色通红 但还是咬着牙说 他不是我们圣山宗的 话音刚落 大家就听见了一阵骚动声 哎哟 这不是夜安大师吗 夜安脚下轻点 很快就越过人群 焦急地看着正被雷追着跑的英念 他满脸担心地喊 念念你快过来 爹爹帮你挡雷 英念也是被一声爹爹吓了一条 一分神 脚下一滑 差点摔到地上 这时众人也都一脸见了鬼的神情 他们看向夜安 那焦急的神情 就是活脱脱的慈父之情 先搂搂主嘴巴就没合上 呲 呲生女 原来是夜大师的爱女 但很快英念的怒吼声就传了过来 你是谁的爹 别胡说八道败坏我阿娘的名声 他名义上还是庄家的人呢 这都什么事啊 大家那脸顿时就皱在了一起 庄家怎么会 这完全是活脱脱的五周桃色八卦呀 正在这时周家人也到了 周少柔一眼就看到了他喜欢的姑娘 天 那不是那个漂亮姑娘吗 周少柔直接拨开人群激动地对着英念招手 嘿 漂亮姐姐看我 赤鬼谷几百号人猎出碧雷阵 将追着念念感的雷拳吸了进去 一场声势浩大的弟子大赛快要开始 随着一个巨大的光阵出现在大家的头顶 只见赤鬼谷大长老也带着人出现在圣山踪 他一眼就看见英念正被雷追着劈 他脑海里顿时就浮现出了原心碎那张脸 这有什么难呢 睡一觉的事而已 他没想到英念竟然也和少主一样都是个妖孽 睡一觉就觉醒了精神力 大长老正冷了瞬间之后立刻手一指 对赤鬼谷的人大喊 快 列阵避雷 这雷要是打英念身上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呀 众人就看见平常眼高于顶的这些阵法师 一个个殷勤地将英念围了起来 百人大阵哗啦一下就撑在了英念的头顶 一道又一道的落雷被那大阵给吸了进去 大家恍然大悟 原来是赤鬼谷呀 难怪 是擅长精神力的势力 而正在这时 老乞丐标致性的大笑声传了过来 一只巨大的脚落在了地面 地面竟被震出一个深坑 深坑周围的裂痕向四周蔓延开去 徒儿 乖徒儿 师父来看你了 大家齐齐扭头 就看见一个巨人咚咚咚地朝着这边跑过来 一边跑一边朝着英念招手 英念看见老乞丐往这边飞速跑来 忍不住眼睛一亮 在场的势力们都反应了过来 这 确实听说巨人族还存在于是 难道这姑娘是巨人族的呀 老总主黑着脸点了点头 不错 我圣山宗与巨人族的弟子 各自派出了几名弟子交换学习 老乞丐到了圣山宗之后就恢复了正常体型 看着天上的雷一叨叨地往英念身上劈 好在都被阵法给挡住了 老乞丐还对英念眨巴着眼睛调笑道 这是咋了 哈哈哈 徒弟啊 你做什么了 要被雷追着劈 老乞丐乐得直笑 英念感觉很无语 这肯定是个假师傅 好在雷也不是无止境的劈 后面的雷就变得越来越小 终于平静了下来之后 老宗主也不想大家再关注英念了 立刻振臂一挥 各位长老开始安排吧 准备弟子大赛 耳垢他们显然也是要参赛的 小师妹 这边 庄贤将英念拉到一旁 看了一眼夜安问 师妹 那人真是你爹爹 英念急忙摇头解释道 怎么可能 不是不是 他自个儿瞎扯的 这么说庄贤就放心了 毕竟英念的身份牌用的还是庄家的 英念正站在底下等着老宗主发号施令 就感觉到了旁边一道带着浓烈仇恨的目光 英念迎着着目光看去 对上了好久不见的苏灵燕的目光 英念竟然还和他打起了招呼 好久不见了 苏灵燕 这时的苏灵燕戴着面具 和圣山宗其他人也离得很远 自己一个人站在角落里 用阴毒的目光注视着英念 装显被苏灵燕的眼神盯的 浑身鸡皮疙瘩拳起来了 但看英念一点都不怕 不仅十分诧异 师妹 他那么看你你都不害怕吗 英念挑眉 左手拉着辣辣 右手牵着百遍 声音里透着笑 害怕 怎么会呢 看见他这么生龙活虎 我兴奋死了 而观战区的西边 白家人也看着英念 那就是白钱说的 勾引了咱们家添满的女人 白家大祖老神态看起来很差 家里天赋最好的白露死了之后 祖老们都有些一蹶不振 旁边人硬道 是的祖老 添满了账 必定要算在这女人头上 大祖老像是想起了什么 那东西给白钱了没 旁边的人表示已经给了 只要白钱运用得到 必定能让这女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而就在此时 无数的圣山宗长老奇奇发力 就在圣山宗的入口 三道巨大的大门被缓缓打开 山林深处 不断有受吼声传来 还有兴契和诗贤气息混杂在一起 老宗主站在一处屋顶 居高临下地看着众人 声音洪亮地宣布比赛规则 圣山宗弟子大赛 初始 将在我们圣山上进行 在圣山的树林上 绑了许多通关牌 每人至少要收集够十个通关牌 才算是过了出事 你们不管怎样取得都不可闹出人命 若是闹出人命了 那么伤人的人将由我 亲自惩治 他这话一出 无尽的威压就对着底下 每一个人沉沉压下 念念在弟子赛中 成了净千人的死对头 他们拼死也要困住念念 圣山宗老宗主公布了比赛规则 老宗主为了防止比赛闹出人命 释放出层层威压警告在场的人 无数新弟子实力不够了 直接跪了一地 而二等弟子都赤红着脸 只剩下几个实力在五星人临近之上 看起来面不感色 而这其中 英念的神情看起来最轻松 而这也让他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周少柔兴奋地握紧小拳拳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我说他很强的吧 周少玉看着英念那张 和他差不多年纪的脸 眼中是熊熊燃起的战役 不错 的确很厉害 好想和他打一架 英念自己也有些吃惊 当威压压下来的时候 他能感觉到天学里的精神力 直接在他身上形成了一层保护膜 将那些威压都给抵消掉 英念心里一阵欣喜 这精神力果然厉害 老宗主的威压 无法穿透这精神力的屏障 老宗主见英念果然和之前不一样了 在心底叹息了一声 可惜不是他的弟子了 红氏抬起了头说 三道大门 对应的是我们圣山三座山峰 灵体进入第一道 人灵进入第二道大门 地灵进入第三道大门 听见这话 这是尔垢和孟小七担心的看向庄贤 庄贤 你要自己一个人入第一道大门 没问题吗 尔垢和孟小七两人都是第三道大门 互相有个照应 但是庄贤只有自己 少不得被针对 庄贤笑了笑 我没事的 我对自己的实力有数 会见机行事的 随着一声圣山中弟子大赛正式开始 所有的弟子们都已经开始做好了准备 一个两个腿上都已经缠绕上了助跑的灵力 二等弟子还直接就将英念包围在了最中间 白钱这玩意儿竟然就在英念身边 英念 别想着强跑 我们这些人就算自己不通关 也是一定会钉死了你的 白钱冲着前面实力强横的二等弟子道 师兄师姐们 我们盯紧英念 孩子 就靠你们了 前方数千人齐齐回复 声势震天 都把这些看热闹的势力震了震 周家家主皱紧了眉头 圣山中这帮弟子 什么时候这么团结了 英念被家裹在中间 形成了千人对一的阵仗 周少柔看着这么多人要欺负他的小姐姐 不仅气得脸色通红 作弊 他们作弊 周少玉则满心激荡 不被人度视庸才 好样儿的 有小势力的人想要讨好老乞丐 这个 续人族的族长 您贵姓啊 老乞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家几个徒弟 都被针对了呀这架势 你叫我瞪起就行了 老乞丐看向老宗主 贵老东西 你这是光明正大的给你们圣山中的弟子放水吧 老宗主轻笑了一声 我们圣山中的弟子在 一向来都是这个流程 怎么 心里没底了 老乞丐不屑地呸了一口 放屁 你看我们念念的神情 那是心里没底的样子 老宗主不以为然地冷哼了一声 既然如此 那何必和我争执呢 拉拉一看又可以打架了 心里直痒痒了 不仅兴奋地握住了音念的手 主人 等会儿抓紧我 念念还不忘鼓励下拉拉 好 拉拉 看你的了 旁边圣山中的弟子们起起冷笑 呵 小东西要冲破我们的防御 怕是做梦 白钱对着众人大喝倒 拦住音笔 众弟子齐出掌 无数灵力齐齐喷涌而出 交织缠绕变成一个巨大的网 对着音面兜头就盖了下去 而也就是这时候 让所有人都忽略得拉拉 背后猛的一阵 一双巨大的血色翅膀伸展开来 每一根羽翼上的火焰竟然都成了金色 弟子大赛形成了千人对一的阵势 念念背进千人团团围住 拉拉背后猛的一阵 一双巨大的血色翅膀伸展开来 每一根羽翼上的火焰竟然都成了金色 念念拉着拉拉的手 拉拉穿插着那巨大灵力网的缝隙 直接飞升上空 化成一道流光猛的对着第二道门冲了进去 拉拉得意的大笑道 区区小网还想拦住我 苏灵燕看着那对翅膀 浑身发抖 那是 是她的血缝吗 是拉拉吗 苏灵燕也立刻对着那第二道大门冲了进去 该死的 耳垢身子猛的膨胀开来 哈哈 我小师妹就是厉害 小七 我们走 下一刻 大家就看见耳朵大笑着横冲直撞地往第三道门去 而最不让人看好的庄贤也是深吸了一口气 圣麒麟 一只巨大的麒麟兽 直接拖载着他撞飞弟子往第一道门冲去 大家又是一阵惊呼 圣兽 周家家主感慨道 巨人族果然肉身强横 不错 男子汉 就该一副当官万副莫开 今天这比赛可有意思了 随着弟子们纷纷涌入进去 老宗主猛地合掌 晃荡的水波逐渐地在他手上成行 下一刻变成了一面面淋漓镜 将所有考试的区域都展示在了大家面前 通关牌正零零碎碎地散落在各地 还有的已经被山中的野灵兽给摧毁了 有人忍不住扎舌 通关牌数量真少啊 就这点通关牌 加起来能让一千人过吗 肯定不能啊 抢夺过程中还会有破损啊 周家家主突然皱眉看向了老宗主 不过 怎么只有这些弟子 其他人呢 老宗主罕见地露出了一个神秘的笑容 我不懂你的意思 周家家主冷笑了一声 老家伙还和我打马虎眼 就圣山宗现在的这些货色 拿出来完全是丢人现眼了 打个女人还要团战 周家家主是很看不上这样的行为的 男子汉 就要一对一单挑 他目光灼灼地看向老宗主问道 圣山宗那些内门弟子 被你藏暖去了 老宗主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那些孩子接了些拥兵任务 对他们来说 弟子赛已经只是小打小闹了 若是能赶回来 就免出事直接打 赶不回来也算了 周家家主眯起眼睛 哼 那若是赶不回来 被那个叫做阴念的女人拿了第一 你们圣山宗的脸怕是要丢尽了 周少柔看着阴念被团团围住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这时灵力镜上显现出 白钱和苏灵念的身影 阴念 已跑不了了 带着数百个弟子将阴念团团围住了 蜡蜡落在阴念身边 嘲讽道 哟 来的人可真多 白钱手只摸着一颗滚圆的药 底气顿时十足地冲着阴 念叫喊道 能飞又怎么样 我们这里可有不少法器式弓箭的 阴念摸着蜡蜡和百变的头 蜡蜡百变 你们不是说 离突破还差一点吗 今天能让你们站得痛快 念念拿出那个红伞法器 灵力不断地涌入了伞中 他让蜡蜡和百变撑住半盏茶的时间 他准备单挑苏灵念 蜡蜡和百变连连答应 苏灵念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 你想妄图用两只灵兽拦住所有人 你怕是在做梦 百变才不和他废话 大喝了一声道 蜡蜡 我左你右 话音落下 蜡蜡身后于一猛的张大延伸 直接就将右边包抄过来的人全都拦了出去 那些包抄过来的弟子们必都避不开 周佳佳主演中金光大闪 那小女孩果然是灵兽 不 是神兽 在出源阶段化为人形的只有神兽才能办到 她的本体是什么 还有那小男孩 然后她像忽然醒悟过来一样 双神兽 她竟然有双神兽 整个五周史上可从未有过双神兽 那这两神兽的本体到底是什么呀 叶安和老乞丐看着场上的阴念 都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百变终于献出了神兽本体 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黑色长虫 虫身每一截都覆盖着坚硬的铠甲 就在刚刚 在弟子赛中 圣山踪进千个弟子竟要针对念念一个 念念决定单挑素林燕 百变和拉拉对付其他的人 两神兽眨眼间就击退了大部分人 素林燕见英念两神兽这么厉害 顿时感到了危机 立刻召唤出金娇 金娇仰天长笑 断掉的尾巴竟然已经好了 英燕手上红伞伞顶猛的炸开尖刺 惊人的灵力波动随之散发开来 英燕大喝一声 百变 听到主人呼喊的百变立刻心领神会 大声回应道 主人交给我 忽然一团巨大的黑雾猛的炸开 外面围观的众人紧张得不仅大惊失色 纷纷猜测着 神兽本体要出来了 是什么 是龙吗 可万万没想到 那巨大黑雾散开之后 他们竟然看见了一只巨大的黑色长虫 虫身黑亮 每一截都覆盖着坚硬的台颈 宛如最珍贵的宝石 每一截台甲上 还能看见无数的尖锐的独刺症 一点点的伸展出来 像猙獰的獠牙 无偿索命的勾 百变猛地爆喝了一声 那声音让在场所有弟子都捂住了耳朵 似龙鸣 又似牛猫 还夹杂着万寿气候 神兽血脉在体内燃烧 叫嚣着想要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 轰的一声 巨虫对着剩下左边的人猛地压了下去 整座山都跟着晃了晃 外面围观的人都傻眼 有人忍不住向老宗主求教 老宗主 这是神兽 这不是虫吧 老宗主神情有些凝重 物极必反 任何一个种族都有其最辉煌的时候 这虫兽到底是何物我也不认识 但观其样子 说不定是远古时期的血脉 一位长老却在这时候匆匆来报 老宗主 万寿国的那位帝后来 老宗主一听是个不请自来的人 心里顿时有些不悦 眼睛一瞪 什么玩意儿 只见一只巨大的蓝鸟 载着帝后缓缓地从天空落下 帝后看见老宗主是一愣 但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晚辈见过老宗主 今日是我燕儿第一次参加弟子大赛 我这个当娘亲的还是想来看一看 帝后看向了那一面面的灵静 下意识地道 我燕儿在哪呢 老宗主不耐烦地嘴角抽了抽 你女儿 老宗主话都才刚开了的口 帝后就看见了被那显眼的金娇缠绕的苏林燕 他脸上露出笑容 这孩子 怎么这时候就把金龙放出来 这对其他弟子岂不是太不公平 帝后脸上笑容正绚烂着呢 忽然那灵静前面紫金色光芒一闪 尖锐的法器竟然刺入了金娇的身体里 鲜血似尽 金娇猛地扭过头 去咬英念的身体 英念碧也不碧 只是偏过了头 金娇一口咬住了英念的胳膊 老乞丐脸色一变 不仅担心大叫道 念念 金娇咬着念念不松口 念念却不急不躁 英念猛地举起了手上的红伞 伞面变成了纯正的黑色 伞面发出的雷电直将金娇甩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 念念的衣服也变成了黑色 有人眼间 激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这是极品护甲衣 闭旁的叶安看着灵境里的英念 露出了一个从容的笑 就那条牙都没长全的小金娇 怎么咬得破 他送给念念的涅槃呢 念念被踢凤骨 被抛魔剑之仇 在这一日终于有报 念念有极品护甲衣访身 金娇怎么咬得破 红伞上的雷电一下 就把金娇击飞了出去 金娇痛苦地轰然倒地 此时他已完全耸了 整个身子蜷缩成一团 苏林燕看着金娇一败涂地 吓得不仅大惊失色 还想让金娇站起来去迎战 但金娇毫无反应 苏林燕眼见自己马上就要大火临头 此时不逃还等着被打 他转身就要逃之夭夭 可守在一旁的英念 怎么会给他这个机会 立马拦住了苏林燕的去路 凌空飞起一击 这一脚带着他所有的仇恨 重重地踹在了苏林燕的脑袋上 苏林燕被踢得顿时 吐出一口鲜血来 然后被那力道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正在外面看着的地后 这下不淡定了 不仅被这一幕吓得大惊失色 英恋今天可逮着机会了 他要好好地教训这个托他凤原的女人 只见他此时眼里全是杀意 一只脚朝着苏林燕的脊椎骨踩去 是这里吗 你的天生凤原 哼吗 毫无还手之力的苏林燕发出了一声惨叫 血沫顺着他的口鼻不断地移除 邻境里的英恋正被对着中 他冰冷的声音传了出来 真是稀奇啊 这天底下竟然还会有御寿师丢下灵兽自己跑的 在场的众人不仅十分诧异 连自己的灵兽都不管不顾的他们还真是省见 而此时的地后神情争鸣 脸都变得扭曲 想要冲进去把那个伤贪女儿的人抽筋巴布 老宗主见这地后要坏比赛规则 脸色十分难看 立刻下令 拦住他 地后此时火冒三丈 完全没有了先前的礼节 看老宗主都极其不顺应了 我的燕儿就要被那女人杀了 你是看不见吗 老宗主可不会让她胡作非为 不论是谁 只是不是致命伤 谁也不许出手干预 这时英念缓缓蹲下身 一把抓起苏灵燕的头发 眼神凶狠地看着苏灵燕 当年你对我做过的事情 如今自己体验起来 滋味怎么样 苏灵燕声音颤抖着 魔族 余孽 英念露出邪魅一笑 他将她一直想说的话尽数倾泻而出 你胡说什么呢 我身上可没有半点魔元素 倒是你有胆子承认是你挖走了我的风云吗 有胆子承认是你偷走了我的兽弹吗 英念笑着 眼底却一片冷漠冰霜 你说你看见我该走得远远的才是 怎么还会有胆子往我面前冲呢 英念右手的手指缓缓地顺着她的脊椎骨往下滑 滑一则 苏灵燕浑身的颤抖就加剧几分 临近前的地后看着女儿被打 早已恨得牙痒痒的 此时就想将那伤他女儿的贱人千刀万剐 也就是在这时 英念仿佛知道有人在盯着她一样 故意地回过头来 地后一下就认出了她 不仅激动地身子一抖 所有刚才压抑的气势在这一刻倾泻而出 剑种 是那个剑种 是鬼谷大长老一听 有人骂他们少主的爱人 像骂了他自己一样 顿时忍无可忍 无知蠢父 你管我们念姑娘叫什么 给念念诸葳的叶安和老乞丐也早已变了脸色 眼神凶狠地看着地后 又要教训地后的架势 老宗主不耐烦地看着地后 并发出警告 表示有什么恩怨 等比赛结束再说 若是现在要闹事 就请带着女儿滚出圣山踪 她实在厌烦了这母女两个 地后看着这些人一个个围乎因念的样子 浑身冰冷发寒 同时心底也有太多的疑问 是那个剑种 她没死 她还活着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怎么会有这么多靠山 念念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将偷她奉原的苏林念打得头破血流 弟子塞在战场上 只听得百变轰的一声 重重地落在了地面上 因念看出百变已有些累了 她毫不恋战 让百变和辣辣跟着她走 下一刻百变越变越小 变成了一个小甲壳虫 落到了念念的手上 辣辣带着主人从空飞起 瞬间突破圣山踪地子的包围圈 白钱大喝了一声 该死 弓箭手呢 弓箭手们对着辣辣七七射出凌厉剑 密集到根本无法躲开 藏在阴念一兜里的小苗 探出了一个脑袋担心的道 主人 小心啦 阴念缓缓闭上眼睛 让辣辣继续向前飞 不要回头 念念天学中的精神力晃动起来 他们的周身立马被一层透明的保护膜完全地包裹 任凭那些弓箭飞来 可一寸都射不尽 底下的弟子们不仅大惊 一般才觉醒精神力的人根本不会用 没想到念念第一天竟然就运用自如 完全是个天才啊 一个弟子望着念念飞远的方向 有些气馁的说 那现在怎么办呢 他会去哪 有弟子觉得英念肯定是去躲起来 那他们不如先去找通关牌 然后他又看了一眼不省人事的苏林念 不知道该如何安置地上的这个 那实力最强的弟子心里也有了打算 表示先不管地上的这个 等会长老们会将他送出去 并吩咐一队人去找英念 剩下五星人临近以上地和他一起去拿通关牌 白钱咬紧了一眼 他虽然也想通关出事 但还是最想弄死英念 一会他便带着五星以下的人去找英念去 此时的英念正带着辣辣和百变堵到了一个洞 辣辣有些担心拿不到通关牌 于是问道 主人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树上的通关牌已经差不多都被那些弟子给收完了 英念脸上竟没有丝毫担心的样子 轻松一想 收完了不要紧 可以抢别人的 谁叫他们要围堵他呢 那他也不会老老实实地让他们拿走通关牌 小苗一听要去抢东西 想想都挺有意思 顿时来的兴致 明明是个战武渣 但是论气打架他却最心思 拉拉忍不住摁了他一下 不懈地看着小苗 有你什么事 打架都是我们的事 英念发觉旁边有动静 立马转头扫视了一下四周 竟发现旁边有只抱着头哭的小灵兽 连忙安慰着 让小家伙别哭了 他们不会伤害他的 一个小家伙眼泪汪汪捏手捏脚地爬了出来 这是一只浑身毛茸茸的 肚子圆溜溜的地鼠兽 他的实力和三重灵体的修灵师差不多 英念看着小家伙委屈巴巴的样子 忍不住笑了 心热地朝着小家伙招着手 让小家伙过来他身边来 那金色光芒一闪 小地鼠的圆肚子就猛烈地收缩了起来 吓得一抖一抖 拉拉是个急性子 不高兴地哼了一声 过来啊 我们主人叫你呢 小家伙这才慌慌张张地地跑了出来 整个身子还是抖个不停 英念用手轻点了下小家伙的额头 让小家伙别担心 他们并不会伤害他 这小地鼠虽然是野灵兽 但本性却很善良 而且没有攻击性 随后念念从兜里掏出了一颗灵精地给小家伙 小家伙欢天喜地地接了过来 对英念也不害怕 英念看他这样子 又笑眯眯地给出去好几颗 小地鼠高兴地在原地蹦了三下 两只找找都要抱不下了 念念肩头地窝窝看主人这么大 有些不解 这小地鼠并没有战斗力 不知道主人为何对他这么好 英念并没有解释 只是让抱着灵精的小家伙 去把他其他的兄弟姐妹叫来 都来帮念念办事 这样可以拿到很多的灵精 别小看这小小的地鼠哦 但却是钻地打动的能手 还是帮念念拿通关牌的好帮手 念念拿出灵精 准备让小地鼠们帮他做事 小地鼠一看有灵精哪 两眼不仅放光 他挺了挺麦圆溜溜的肚子 对着英念点了点头 示意让英念在这里等他 下一刻 小地鼠身上的毛发猛地变得刚硬起来 只见他的小爪爪伸长开来 刷刷刷地猛地开始跑起土 一会就打了一个大洞出来 窝窝一脸一副 他们不知道主人到底打了什么算盘 现在这小地鼠都跑了 是不是不会回来了 英念累得打了个哈吉 并没有解释要小东西们干什么 只是表示他并不需要他们的战斗力 就算不回来也没什么损失 也就时刻灵精而已 忽然他旁边的地面猛地就破了 嘖嘖嘖嘖 无数的小地鼠从里面成群结队地跳了出来 小地鼠们睁着大大的眼睛一脸渴望地看着英念 纷纷伸出了自己的小爪爪 想要灵精呢 英念一脸惊讶 他也没想到竟有这么多小家伙来帮忙 而此刻 袁欣岁来到了魔剑外 给大魔们带来了念念的消息 念念是他们疼爱的小孙女 大魔们也非常的思念这个孙女 然后有兴趣地想知道念念的一切 袁欣岁 再和我们说说念念干了什么呗 袁欣岁也不能待太久 他还要去看念念呢 不仅皱了皱眉 我只是来问句话 我还要去看念念打比赛 那个叶安可以信任是吧 大魔们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只见袁欣岁脚下亮起一个巨大的光阵 对着那些大魔们说 想知道他做了什么 等封印破了之后 你们亲眼见见不是更好 大魔们一听这话言外之意 是解除封印有希望的意思 不仅棱住了 袁欣岁今天也算是极有耐心了 还多说了一句 念念为了能救你们出来 正在拼命 不管是灵境里 还是灵境外 所有人心中都是这同一个疑惑 因念去哪儿了 白钱已经完全放弃去找通关牌 因为通关牌已经被圣山宗 其他弟子取完了 为了防止弟子们争斗 所有的通关牌都交到了 实力最强的师兄苏木手上 因此所有弟子都会合在苏木这儿 白钱问苏木师兄 通关牌什么时候给我们了 苏木是人灵境巅峰强者 让他们来守着所有的通关牌 是最最安全的决定 苏木看着白钱 眼底满是蔑视 有些不耐烦的道 其什么 自然是解决掉因念之后 剩下的便各自凭各自的本事拿了 可这回因念又在哪 他们得找到因念啊 苏木命令到 十人一小组 分开去找 每一个小组都带两个会射箭的 警方因念从空中突围分散开来 苏木冰冷的目光凝视着所有人 声音极具震撼力 灵境外观战的其他人 也都灯圆了眼睛找着因念的踪迹 他们也有好意会没看到因念了 周少柔更是急得恨不得把脸贴灵境上 坚楼楼主突然大声喊 邓起族长 那是不是你们巨人族的孩子啊 他被围攻了 老乞丐这时脸色大变 他已经看到了 庄贤正处在危险之中 这四个孩子里 今天他最担心的就是庄贤那孩子了 他并不担心因念 因念鬼点子最多 别人怕是想欺负他都欺负不了 可庄贤不一样 他只有自己一个人 圣祁林也不是战斗派的 此刻庄贤已经满身世袭 被圣山宗的弟子们围在中间 弟子们全都阴沉着脸 脸上透着几分残忍的狠 别怪我们 谁让你是那个因念的哥哥呢 圣祁林将庄贤藏在自己的腹下 庄贤已经拿到九块通关牌了 再有一块就可以通过出世 他也不甘心就停在这儿 圣祁林身上的血肉被围攻的翻卷开 纵然他是圣兽 可他本就不是战斗戏 圣祁林最擅长的是治疗 更何况被成百上千的弟子们同时围攻 庄贤手贴在了祁林的肚皮上 他的右手已经被人折断了 祁林还在不断地散发着圣盲帮他疗伤 庄贤想让祁林退下去 阵法开启 祁林却吼叫了一声 他不愿意 他不会丢下自己的主人 掌控通关牌的弟子们眨眼间就消失得无以无踪 庄贤一人单打独斗身受重伤 圣祁林忠心护主不愿离开 圣山宗的弟子们看到这情景不禁冷漠地笑了笑 他们并没有打算就这样放过重伤的庄贤 随后弟子们气气出掌 无数的灵力攻击 密密麻麻地如同雨点一样砸落到了圣祁林身上 砸得他皮肉翻卷 圣祁林一声都不吭 将庄贤死死地护在自己身下 邻近外的人都沉默了 他们都有点看不惯圣山宗的弟子们的作法 这么多人打一个人 就是赢了也并不光彩 但是按规则来看也并没有多大问题 大家心情复杂 只能同情地看着庄贤 老乞丐和老宗主的脸色特别难看 一个弟子赛竟打成了生死战 尖楼楼主看着不愿服输的庄贤 不禁感叹道 这孩子心性倒是很坚韧了 是个好苗子 老宗主生气得连看都不想看了 直接脸色铁青地想要拂袖离开 在旁边的圣红立刻跟了上来 满脸疑惑 这他们都要打赢了 可老宗主为何会不高兴呢 老宗主气得心肝痛 直接转身问了周家的周绍玉 周绍玉 我问你 若是你周家对上阴念 你也打不过阴念 你会如何 周绍玉正看得带劲呢 下意识地表示 打不过也得试试 若真打不过就打不过 赢不自傲 输不丢人 下次赢回来就好了 老宗主指着林静里百人 针对庄贤的场景问道 那你会带着你所有周家人 一起攻击一个弱者吗 周绍玉脸上满是自信的绳子 这种比赛吗 说实话我不会 若是那样赢了 有什么意思 打不过就修炼 修炼好了下次再赶 老宗主这下才得出了 他想要的答案 目视着圣红 你听听 你现在明白了 我在气什么了吗 圣红还不知错在哪里 他始终觉得弟子们 这样做没什么问题 若是阴念真的赢了 那他们圣山宗脸面合存 老宗主一听就觉得 这事情不简单 他从一开始就觉得很奇怪了 这么多弟子 竟然这么有组织 有纪律地针对阴念他们 然后老宗主 忽然有点恍然大悟般 看着圣红眼里都要冒出缓 圣红 是你给他们出的主意吧 圣红脸上有一丝慌乱傻过 但还是牙强嘴硬 表示他这样做 也是为了圣山宗 原来英恋他们 被针对竟是圣红提前安排的 老宗主气得恨不得 甩圣红一耳光 圣红一副死猪 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反正大赛已经开始了 等比赛完了 他随师傅处置 圣红直视着老宗主 他认为骨气不能当饭吃 他们要的是瘾 而且团战本就在规则里 他圣山宗弟子 无论使用什么手段都不能输 老宗主气得脸红脖子粗了 刚要再串两井 脸处观战台上 忽然传来惊呼声 那些人怎么下去的 我不知道啊 邻境里什么都没险啊 老宗主朝着那邻境上看去 正好看见 几个圣山宗的人邻境巅峰强者 猛地掉进了裂开的地下 眨眼间就没了踪影 邻境里的苏目不仅大惊失色 怎么回事 而且地面一挥竟然又恢复了原样 苏目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 他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可下一刻就轮到他了 他觉得脚下一空 旁边的师弟师妹们一脸惊 师兄 还没来得及拉住苏目 苏目就没了踪影 而苏目却一下掉到了地底下 来了个狗肯尼 摔得人仰马斑 周围是一片滋滋滋的声音 待他抬头一看 竟然发现鹰面站在他的面前 旁边还有无数的毛茸茸的小东西们瞪着他 他马上明白了这是鹰面搞的鬼 转眼鹰面将无数的灵精泡撒给小家伙们 小家伙们兴高采烈地接着 这真有点像在过狂欢节 苏目也是被惊得目瞪口呆 这鹰面为了拿通关牌竟然使这种怪招 苏目怀揣着通关牌 转身就想走 拉拉立刻用手指勾住了他 待他转过头来 两个小家伙正笑嘻嘻地看着他 大哥哥 和我们一起来玩啊 念念用精神力控制着所有通关牌 这些通关牌被悬浮在半空中 苏目怀揣通关牌本想逃走 但一下就被拉拉拉住了 转眼鹰面一波精神攻击 就直接向苏目冲了过来 苏目根本抵挡不住 他只觉气血向上翻涌 一口鲜血从口腔里喷涌而出 念念准备让拉拉练练手 拉拉马上心领神会 不等苏目反应过来 拉拉的拳头如雨点般向苏目的脸揍了过去 苏目被揍得鼻青脸肿 口吐鲜血 还不服气 要鹰面有种就和他单挑 念念冷笑一声 那就当我没胆子吧 苏目气得吐息 鹰面拍了拍他的脑袋 劝说道 行了 快把你的通关牌都交出来 你的师弟们扛不住揍 都已经交代了 苏目浑身发抖 可就在此时 有一道声音传了过来 装鹰面 你再不出来 这边你搁的装弦就要带你受罪了 你多躲一刻 我们便掰断他的一根手指 躲两颗就两根 外面的声音太过猖狂 炙热的鹰面怒火中烧 只见他飞起一脚就向苏目踹去 苏目一下被踹翻在地 刚才的声音他也听到了 现在他并不惧怕鹰面 哼哼 你跑不了的 鹰面气得一脚踩在他脖梗处 他们拿装弦威胁他 那他也要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鹰面心里早已盘算好 他也开始威胁起苏目 表示他若在这将他杀了 长老们来不来地急救他 声音虽然很轻 却把苏目吓得浑身一颤 迎上鹰面那可怕的眼神 他知道这个人是认真的想要杀了他 他真的慌了 不 你不能杀我 鹰面的红伞剑尖抵着他的喉咙 也发出阵阵威胁 若不交出通关牌 就等着受死 此刻 在隔壁山头上 庄贤的嘴巴被人堵住 整个人被绑得结结实实地掉了起来 他的圣麒麟也被他强行收了回去 这些人只是想出气 没必要让圣麒麟跟着受皮肉之骨 弟子们露出不怀好意的笑 放心 不会弄死你们 你要怪就怪你那个妹妹 庄贤瞪视着他们 露出不懈的眼神 一个弟子抬手就对着 肚子粉狠一拳砸下 庄贤捶着头 脑子里已经一阵晕眩 鲜血不断地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 为首的几十个人见他要晕死过去 立刻一击 如果晕死过去了 那便算是失去了战力 就算是弃拳了 有人想出一个馊主意 快 掰断他的一根手指让他清醒一下 身后围着的一些人则是露出了犹豫的神情 出主意的那弟子见自己说的得不到支持 便飞起一脚像刚才的弟子踢去 这弟子实力挺弱的 没什么话语权 那领头的弟子露出猙獰的笑容 鸡笑道 哼 没有相应的实力 就别学人傲骨 他一边按压住庄贤的手指 想将庄贤的手指掰断 随之一道爆炸声响彻整个山 弟子们不仅大惊失色 你们快看了 那是什么东西 只见在隔壁的山头天空中 有无数的通关牌悬浮在上空 阴念也被拉拉带上了天空 他的精神力操控着这些通关牌 念念的精神力翻涌而出 朝着胁迫庄贤的圣山宗弟子们大叫道 听着他的声音响彻整个山头 在另一座山上的耳垢和小七也看到了念念 但再仔细看看 才发现好多通关牌竟然悬浮在空中 拉拉将通关牌烧掉一大半 圣山宗弟子们拿庄贤香药协力 念念控制所有通关牌 发出警告响彻整个山谷 你们敢碰庄贤一下 我就让你们圣山宗弟子付出十倍 百倍的代价 拉拉随之喷出无数的火苗 直接将通关牌烧掉一半 底下的弟子们不仅大惊失色 音念 你敢 没了这些通关牌那人临近这边 音念就直接胜了呀 直接念念怒目原睁 他表示他现在没有什么不敢的 就是把通关牌烧了也是在规则内 圣山宗弟子拿出弓箭就要朝念念射去 拉拉吐出一团团 将通关牌又烧掉了一些 在场外观看的老乞丐不仅得意的大笑起来 他这乖徒儿还真是鬼点子对 叶安也骄傲地笑了 他这干女儿他是越看越喜欢 不愧是从魔剑出来的 说话做事很符合魔族的风格 尖楼楼主看着叶安将念念当作自家了 都觉得叶安是自作多情 这下该轮到圣山宗那些弟子们慌了 领头的那新弟子想和念念谈条件 不仅对着音念大喊 我们放了装弦 你把那些通关牌给我师兄师姐他们 音念冷笑一声 闭开手 拉拉又操控着火苗吞掉了剩下这十分之一的通关牌 那弟子看着通关牌越来越少 气得眼睛里冲血 直接拔出了自己的常见对准了装弦的手 言语里满是威胁 音念 信不信我在你面前窃下他的手 音念面色阴沉 声音透着十足的冰冷 长了他的手 我看你是根本没弄清楚如今的状况 那新弟子这得直接棱住了 音念 是疯了不成 而这时的音念脸变得更可怕了 表示他并没有想拉这些通关牌来谈条件 话音落下 音念吹了一声口哨 轰轰轰 又是一声乍响 只听到一阵滋滋滋滋滋滋滋的声音 既有规律又喊耗子般整齐华一的声音响了起来 竟然有无数的小地鼠从地面钻了出来 他们轰轰轰地往上扑加叠起 最大的那几只地鼠王 还抓着之前被音念拖下地面 狠狠绑住的二等弟子们 他们被绑了得结结实实 无数的地鼠们爬满了他们的身躯 音念露出邪魅一笑 看见这些师兄师姐了吗 你动装嫌疑跟手指 我剁他们百人的手指 你剁装嫌疑之手 我便让他们百人都没有手 按你们所说的 反正都是在规则内 是不是 音念此话一出极具震撼力 他手里的底牌还多着呢 并没有想和那些弟子打伤啊 他命令他们必须放了装嫌 弟子们心里也只发虚 像被人掐住了咽喉 只见那个领头的弟子头貌虚寒 但还是最关心通关派 音念只觉得这人真可笑 这家伙竟然不关心师兄师姐们的死活 只担心那通关派 念念表示装嫌就是断了手脚 圣麒麟都能帮忙修复 而他的师兄师姐们就没这么好运了 那弟子发现自己退伍可退 脸上的神情都崩裂了 你敢 音念和外面的老乞丐竟然同时说道 有何不敢 哪里不敢 老乞丐也不是好惹的 神情顿时激动地向圣山宗发出警告 圣山宗的规则我们守了 但若是在规则内 你圣山宗还要包庇你们的弟子 那我巨人族就与你开战 这场比赛让场外的观众虚虚不已 圣山宗也颜面尽失 老宗主脸色十分难看 光是站在这里他都嫌弃丢人 等比赛结束他一个个来收拾 没想到圣山宗这些年在圣红的带领下 竟变成了这个鬼样子 一道声音突然出现在众人身后 若是巨人族开战 我吃鬼谷便一起 大家转身看去 眼中骤然绽放出惊艳的神采 圆心碎回来 他看着阴念所在的那块灵境 看向圣红 比起老乞丐 他神情更加平静 可越是平静就越是可怕 念念凭着仅剩的一张通关排成了最后的赢家 比赛结束却被白钱偷袭 念念坚强地后盾圆心碎这时也回来 若是有谁欺负念念 那么也是他们吃鬼谷的敌人 大长老一看圆心碎回来不仅喜出望外 圣山宗不守规则要包庇弟子胡作非为 那老乞丐和圆心碎就要与他们开战 当然也不会缺了叶安这个干爹 若是开战 我叶家可提供给赤鬼谷和巨人族所有的法系合护甲衣 叶安也是有自己的势力的 虽然不是战斗系的 可谁都不敢看清了他 这可是移动的武器库 正在这时 一只地鼠王录着尖尖的牙齿朝着苏木扑了过来 苏木神情已经崩溃了 快放了庄贤 他真的害怕 如果没了手脚 如果成了残缺的人 他不敢想 领头的新弟子为丧了一挥手 放了庄贤 庄贤被放了下来 而英念也挥了挥手 那数百人被小地鼠们直接丢在了地上 小地鼠们干完这一票就要打洞洞离开圣山了 免得圣山中秋后算账 英念抬手就撒下无数的灵精 就像是下了一场灵精雨 小地鼠们欣喜若狂地接着这些灵精 然后迅速地钻进了地下消失的无影无踪 外面的人看得忍不住瞪大了眼睛 小地鼠竟然还可以这样收买 而天空上 英念毫不犹豫地 直接将剩下所有的通关牌都给烧了 只剩下了自己的尸块 二等弟子们看着通关牌被烧了都傻眼了 拉拉将英念放了下来 英念脸上挂着圣利者的笑容 向圣山中的弟子一步步走了过来 如此他们 只有我一个人晋级了 是吧 还一边讥讽道 辛苦你们将所有的通关牌收集起来 我如今烧着 甚是方便 弟子们摇摇欲坠 满脸苍白 尤其是苏木 口吐鲜血 晕死了过去 英念倾笑 胜负已定 比赛结束了 守在各处的长老们都满脸的飞仓 圣山中千人对异还是输给了英念 而这时的白钱去暗地里 猛地吞下了那颗白甲给他准备的药丸 下一刻白钱身上气势暴涨 惊人的气势竟然直逼巅峰人临近 白钱身躯猛地膨胀了起 他一把拿过旁边的法器弓箭 猛地一箭射出 直对着毫无防备的英念射了过去 袁欣碎顿时脸色骤变 担心地看着念念 周少柔看见那长剑猛地对着英念的心口射去 不仅大声怒吼道 无耻 比赛都结束了 还偷袭 真的是太无耻了 百变和辣辣这时都离英念有一段距离 两人看到这危险的一幕 不仅大惊失色往这边飞速地赶过来 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躲在英念怀中的窝窝探出了他的触见 精神力屏障马上就要出来帮英念挡下这一击 可就在这时 又是一道剑带着无可匹敌之势 直接射中了白钱那一剑 白钱的那一剑直接被射成了两段 白钱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要笑来得快去得也快 他的身子顿时微米下去 短暂的力量是需要巨大的代价的 他看着竟然瞬间像是老了五岁 那一剑可是堪比人灵境巅峰 甚至是地灵境初期的 英念抬起头看向天空上 英寿 数千只出圆境的英寿出现在了大家的视线中 而立在最前面的 便是一位红衣女子 他手持长弓 冷漠地看向白钱和英念 没错刚才那一剑正是他射了 苏木脸上迸发出大喜的神情 是他们回来了 内门弟子们回来了 苏木朝着那红衣女子大声吼 师姐 袁杰师姐 内门的师兄们 这英念目中无人 岂我圣山踪啊 念念因为对战千人太过疲劳 直接晕了过去 苏木偷吃竟要使实力暴涨 趁机偷袭英念 向念念射出致命一剑 却被同门师姐一剑截断 苏木连忙上前向师姐投诉英念 要师姐袁杰替他们出头 袁杰脸上半分表情都没有 还没等苏木话说完 袁杰猛的一巴掌就抽在苏木的脸上 苏木的牙都被打碎了 直接从他的嘴巴里混着口水飞了出去 然后砰的一声如死猪一样 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上 来了个狗啃 苏木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 他也正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师姐怎么尽维护外人 只见袁杰怒怒言争 有种像要杀人的感觉 你叫苏木是吗 别再开口了 我圣山宗的脸都要被你丢光了 你们可真了不起 他们这些师兄师姐们 辛辛苦苦杀修协师 就是为了给圣山宗留个好名声 结果这下倒好 被苏木这些人使用龌龊手段 让圣山宗的名誉扫地 这次是圣山宗百年来最大的耻辱 白钱还不服气 上前还想争辩 袁杰眼神猛的一狠 那一刹那 因恋看见无数血气 从他身上翻滚而起 这圆杰 绝对是个狠角色 白钱也被这骤然而起的 凶悍之力震的浑身一动 还没反应过来 圆杰已经来到了他面前 不同于对苏木的一巴掌 他是直接动用了灵力 人灵境巅峰之间 差距也是天壤之别 圆杰狠狠一整 激在了白钱胸前 白钱一下就被击飞了出去 圆杰一边气愤地骂着 本事不济 是谁准你在比赛完后偷袭 又是谁给你的胆子 在比赛偷吃暴涨实力的金药 其他的弟子也是十分诧异 他们也在奇怪 刚才那一件怎么那么强呢 原来是白钱偷吃了金药的缘故 白钱顿时就慌张了起来 还死不承认 你胡说什么 我哪里有吃什么金药 你别以为自己是那门弟子 就血口喷人 白钱这家伙真是死到 临头还牙降嘴硬 圆杰冰冷的一挥手 带他走 是不是血口喷人 等让长老们一查便知 若是属实 综规处置 白钱这回顿时紧张的脸都变了形 他连忙亮出自己是白家人 这回又有个内门师兄一巴掌扇了过来 声音里充满了怒意 白家又如何 有这劲憋着多杀两个休闲事不是更好 叽叽歪歪的反思 圆杰转头看向阴念 眼里满是心上 你就是阴念 圆杰并不怕阴念 甚至非常感兴趣 他也是难得碰到一个这么强的对手 随后 他发出邀请 拿出你的看家本领和我打一架 要是对我胃口 你就是我的朋友 殷念童刚才一直都是强撑着 天学里的精神力已经完全的干涸 脑子像是要炸开一样的疼痛 身上的灵力也都被抽干了 他完全就是凭借着一口气撑着不让自己倒下 现在件事情解决了 那门弟子也不是那副不要脸的样子 他根本听不见圆杰说的是什么 眼前一黑 他就直挺挺的一头栽倒在地 喇喇和百变也慌了神 连连呼唤着 主人 主人 场外的圆心碎和老乞丐还有叶安 几乎是同时出生 念念 徒弟 闺女 只见圆心碎一抬手 在他脚下亮起一个巨大的光阵 转眼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圆心碎竟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来到了阴念的身边 一把将昏迷的念念抱在怀中 他轻轻靠住了阴念的额头 向念念输送着自己的灵力 连结关心地看着阴念 他还以为阴念不知道通 就是他在墙 千人大赛下来 也会吃不消的 然后他嘱咐圆心碎 带念念去内门专门的疗养室休养 会好的会计 这时的念念的周身都被圆心碎的灵力包裹着 随后他抱着念念跟着圆结而去 念念睡觉不但可以觉醒精神力 还可以晋级到更高层次 圆心碎抱着念念随圆结来到疗养室的门口 圆心碎里都不理圆结 静止抱着念念从圆结身边掠过 啪的一下就将圆结关在了门外 圆结半天没回过神来 圆心碎静静静地看着怀里还在沉沉睡着的阴念 他的念念紧皱眉头 看得出来很不舒服 额头滚烫 那是用光了精神力之后的地域痛楚 音念痛苦的整个人都蜷缩了起来 圆心碎声音极尽温柔 念念 你想吸收什么 就吸收吧 魔元素也没关系 有我在 念念似乎听到了一样 他终于忍不住放松了自己 呼啦啦的风声伴随着汹涌而起 狂欢着的魔元素一起 涌入音念的体内 魔元素争先恐吓地往音念的身体里灌入 音念要进击了 而就在此时 在离圣山宗很远的一处山头上 无数穿着黑色袍子的人汇聚在一起 对着灰袍人跪了下去 灰袍人只露出了丑陋的半张脸 脸上满是刻骨的恨意 伤我弟子之人 我已经查到 就是如今在圣山宗的音念 音念一觉就睡了三天三夜 喇喇和百变也日夜不停地守在床边 宅宅们看着音念醒了欣喜若狂 音念舒服地长叹一口气 睁开眼他就发现自己天血里干涸的精神力开始翻用 精神力竟然还变多了 音念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的手 还在疑惑自己怎么一下变成四星人灵静和四星人魔静了 他感觉自己的腿上咋这么沉呢 弟低头就发现不对 圆心碎竟然躺在他的腿上 音念顿时小脸一红 将圆心碎一把推开 你睡暖了 圆心碎滚到了地上 他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 只见他揉了揉醒松的眼睛 眼神还有一种懵懂感 那一闪而视的沙翼在看见音念的时候悄然地退去 圆心碎困倦的声音都哑了 念念你做什么 音念仗红着脸只问道 你怎么睡我身上啊 圆心碎有些不解 念念一直都是他的枕头 怎么念念会这么说 因此问道 我一直都睡你身上啊 我们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念念有太多的问题想问 他身上的忽然有了这么多的精神力是怎么回事 还有灵力和魔元素 难道是圆心碎帮了他 圆心碎就会傻傻地笑了起来 表示只要他在身边 只要睡一觉就能好起来 圆心碎这家伙天赋是真的强 和他在一起 念念觉得有满满的安全感 念念突然想起弟子赛的结果 对了 是我赢了吧 圆心碎摊开双手 眼尾都是笑意 告诉念念是他赢了 可以进去藏书阁了 他知道念念这么拼命 是想做什么的 念念满脸欣喜 这下好了 解除魔戒封印指日可待了 正开心着 外面就传来了一阵充满怒意的骂声 音念 给我滚出来 一听就是来者不善 圆心碎立马脸色大变 就要冲出去教训教训来人 却被音念一把拉住了 音念太熟悉这声音了 他脸上露出一抹讽刺的笑容 我知道这声音是谁的 是我的老熟人了 音念打开门的那一刻 就看见了地后一脸猙獰地站在门外 他刚要开骂 却看见音念身后的圆心碎 他太激动了 都忘记这建筑不知从哪里结交到了 这么厉害的人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地后找到音念 就忍不住地想要开骂 却发现音念身旁的圆心碎 顿时像痒的一样 圆心碎眼里阴云密布 满是杀意 地后立马拢住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再见音念 音念身边竟有这么多实力强大的维护 音念不耐烦地问道 地后你有事 地后白铃凑近音念耳边 生怕圆心碎听到 压低声音说 你是那个剑种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 你骗得了 别人骗不了我 他忽然发现了站在音念身边的辣辣 虽然容貌不同了 但辣辣的身形什么的都没变 辣辣被看得浑身发毛 不仅开口骂倒 看什么看丑八怪 地后已经认出 这就是当初他女儿丢失的那只血缝 然后伸出手就要来抓辣辣 刚冲了过来 连心碎充满灵力的一巴掌 就朝他拍了过来 直逼得他后退了百米才停住 只见地后这实气的胸腔里气血翻滚 咬牙切齿 一个下等女人生下来的下贱披子而已 攀上了赤鬼谷谷主就开始目中无人了 英念脸上布满冰霜 表示这是他的灵兽 就算查其约关系 这也是他的灵兽 地后现在难道是想抢夺别人的灵兽 英念上前一步 眼神森了 直逼向地后 还有 闭口一个剑中你在说谁 叶安也在这时候从后面走出来 刚才的话他都听到了 他不仅责问起地后 就是 你想做什么 老乞丐也来了 白灵顿时压力就大了起来 他强忍着心里的怒意 不敢再骂英念剑中 我叶安上次受伤到现在都还没醒 你明明受伤比叶而重 你是怎么醒过来的 英念冷笑 你要知道这个做什么 白灵理所当然地表示 自然是去救他的叶 英念不仅被这不知廉耻的人都笑了 地后现在心里窝了一肚子火 英念竟然还在笑 地后不仅火冒三丈 你笑什么 念念笑着向老乞丐他们挥挥手 师父 原心碎 你们在外边等我一会儿 我和这位了不起的地后要单独聊聊 老乞丐和叶安担心地看着英念 不行 太危险了 英念轻笑着 不会 他要是对我做什么 原心碎都不等英念说完 就打断了英念的话 那我就去拧断苏林燕的脖子 英念一愣 谁说他们原睡睡什么都不懂 该聪明的时候还是非常聪明的好吗 英念随手推开旁边修炼室的门 走吧 进去 白灵也不怕 关上修炼室的门后 白灵不仅凶向毕露 你就是那个剑主 对不对 你竟然 活下来了 当时就该将你错补杨晖而不是丢下魔剑 说起魔剑 白灵的眼睛一闪 像是悟到了什么 坚声道 一个魔族余孽 还敢在武装横行 英念轻轻一笑 不管是不是单独相处 他是怎么都不会承认自己魔族的身份 还没有到公开的时候 就要小心为上 魔族余孽我可担当不起 圣山宗圣红亲自查的 这脏水可不许泼在我身上 他又向地后表明 他确实就是那个被他们折磨了18年的孩子 地后白灵恨得咬牙切齿 你终于承认了 可真是祸害一千年 英念笑得冰冷 那笑只让人毛骨悚然 自古祸害多强大 多谢你的称赞 英念还是笑咪咪的 皮笑肉不笑的 白灵 如果你够聪明 就该带着你的女儿彻底消失在我眼前 不然 我真怕我哪天失控杀了你女儿 到时候你哭都没地方哭去 白灵却根本就不惧怕英念 因为他身后还有几大势力支撑 因此也向英念发出威胁 你敢 已不承认你是魔族余孽 我可清楚地知道 该是你忍气吞声地活下去 谁允许你这么和我枪声的 你个下贱东西 白灵冷笑 可下一刻 一颗魔元素却悄悄地来到了白灵身上 它实在是太小了 小到气上头的白灵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 英念见那颗魔元素嗷呜一口张大了嘴大 猛地咬住了白灵的耳朵 白灵尖叫一声 耳朵竟然被咬出了一个小缺口 鲜血直流 地后被灵力猪猪把耳朵都咬缺了一块 地后白灵正骂的奇迹 英念手中灵力猪猪凝聚 灵力猪猪猛地向地后咬了过去 白灵尖叫一声 耳朵竟然被咬得鲜血直流 白灵并没有发现什么 一只手连忙捂住血流不止的耳朵 但他还是猜测肯定是英念使得坏 疯子 你对我做了什么 英念笑得很开心 反正你的耳朵长了也白长 身为地后从不听底下民众的诉苦声 白灵怒目猿争 都想一巴掌拍死英念 可又畏惧在外面等着的圆心碎 英念脸上乌云密布 警告着地后 让他带着他的女 滚出他的视线 否则将不客气 这也是念念最后一次警告 英念声音很平静 但平静让人害怕 地后看着念念这些实力强大的靠山 只能强压怒 狼狈地咬着牙走了 叶安虽然不知道念念和地后的过节 但现在看这个了不起的地后急不顺眼 念念 其实要解决他不难 英念却并不想现在除掉地后 虽然除掉地后并不难 但是地后是不会乖乖束手就擒的 他若是要死 必定不会让念念好好活着 但是只要念念在藏书阁找到破解封印的方法 平衡打破 就可以将地后踹进万丈深渊 这时英念像是想起了什么 猛地一拍手掌 急急忙忙地朝着外面奔去 对了藏书阁 拉拉百遍 我们走 去藏书阁 刻不容缓 他就是为了这个才这么拼命的呀 英念一边往外面跑 还一边对着三个大靠山摆手 你们忙你们的去吧 我这边没事了 原心碎和叶安彼此对视了一眼 原心碎眼底一片冰冷 叶安看得出来原心碎喜欢他闺女 不仅冷吃了一声 这臭小子竟然觊觎他干女儿 英念往藏书阁走了一段之后 猛然发现 圣山宗竟然大变样了 如今在圣山宗里走动了 看他们的装束 竟然都是内门弟子 那外门弟子又去哪了 一道如泉水小溪般动听的声音传来 我还以为你还要躺很久 原来是内门弟子袁杰走了过来 英念对这个女人并没有很坏的感觉 不会 我恢复的一向来很坏 我什么时候能去藏书阁 原杰将法器一收 表示念念可以随时去 原杰看着念念急扩的样子 立刻前头带路 让念念跟着他走 一路上倒是碰到了不少外门弟子 他们正在埋头苦练 而监督着他们的 正是内门弟子 两个内门弟子手上还拿着一根长长的棍棒在一旁监督 抓紧点 不想被淘汰滚出圣山宗就给老子玩命练 丢人玩意儿 你们这样的上去打修鞋师那都是位子 英念感觉现在圣山宗真是大变样了 原杰笑了笑解释着 他们那门弟子是受了老宗主的命令 全部从外面回来的 准备帮助老宗主一起整顿整个宗门 原杰对圣红全无好感 原杰一边走一边垂谋道 圣山宗是老宗主和老宗主的师父 以及历代宗主们一手创办起来的 绝对不能让他毁在圣红的手上 然后原杰满脸歉意 这次的事情 抱歉了 从你过来开始 外门弟子就一直在为难你 英念不以为然地笑着 为难 算不上 对我造成了难处才叫为难 他们那点程度 还配不上 原杰一听就棱住了 随之便大笑起来 哈哈 说得对 就是不配 一群软脚瞎罢了 你真是太对我的胃口了 要不是我最近要留下在圣山宗帮忙 我一定带你上前线 在那里你这样的一定能成长的飞快 英念一愣 满脸疑惑地问道 前线 什么前线 没听说过呀 魔族人的翅膀竟然被悬挂在藏书阁的门头 那门弟子袁杰非常喜欢英念 他带着念念来到了藏书阁的位置 念念抬起头看去 下一刻不免惊呆了 映入眼帘的藏书阁修建得非常气盘 但是却笼罩在一个巨大的光照之中 而最吸引眼球的是在藏书阁的牌匾中间 竟然悬挂着一对巨大的黑色羽衣 英念想起英女背后的羽衣 和这个一模一样 英念不仅问道 那对翅膀是怎么回事 元杰下意识地抬头往上看了一眼 立马告诉英念 那个呀 是我们以前第一任宗主留下来的 英念又说出了自己疑惑 这是灵兽的翅膀 元杰看向那对羽衣连连否认 不是 是魔族的翅膀 具体的他也不知道 他听人说过这是初代魔王的翅膀 只是当时第一任宗主在创办起藏书阁之后 这东西就在那儿了 元杰又随口猜测道 可能是当时那位初代魔王 输给我们圣山宗的战利品吧 英念终于松了一口气 初代魔王 不是老妖婆的 如果是老妖婆的话 他无法想象这对翅膀是怎么从他身上 被硬生生地撕扯下来的 可就算是初代的 英念也十分抵触 魔族族人就是他的亲人 自己亲人的翅膀像是一件战利品一样 被别人悬挂在外面炫耀 这令他心底作呕 不仅从心头涌出一股无名牧民 但他表面上还是演示得很好 元杰见英念对着翅膀很感兴趣 又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东西挂着也没什么名头 反正魔族都被封印了 你能在里面待两天 灵术什么能学多少就学多少 且要记住贪多嚼不赖 两天的时间 能学一个灵术就是几天了 你可不能太贪心 导致什么都没有学到 元杰这话乍一听 好像是扣门的不想让英念学一样 但其实深究起来 是非常在理的 甚至可以说是善意地提醒的 英念不解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提醒我 元杰是真心喜欢念念 感觉念念很对他的胃口 很真诚地说道 我不是说了吗 我就看你顺眼 我教朋友看演员 才不管你是不是圣山宗的人 只要你别是修鞋 是那种挨牵刀的 我都愿意和你玩 看元杰行为举止也满是好奇 英念也对元杰生出几分好感 连连道谢 下一刻他就随元杰直接进去 当他穿过那层透明光照的时候 悬挂在上面的黑色羽翼 竟然颤动了一下 很轻微的颤动 如果不注意看的话 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但随着英念走进去 这份颤动也很快就停止 重新归于平静 念念和元杰走进藏书阁里面 还有两个手在里面 看起来昏昏欲睡的老头 虽然两个老头身上半点波动 都没散发出来 但看得出来这两人实力不输给圣红 圣山宗果然是大宗 敌运和实力都很高 其中一个老者睁眼看了一眼英念 你就是英念 进去吧 英念朝着两人点了点头 直接从两人中间走进去 元杰朝着两位老者 非常恭敬地行为一礼 左护法 右护法 弟子就先行倒退了 英念走进藏书阁 才发现这里是一个巨大的空间 不是宽度 而是这空间的深度 一个巨大的螺旋式往上延伸展开 抬眼往上看 几乎看不到头 各种灵术 奇谈和远古时期的记录 甚至灵兽百科全书都有 被分别按照种位整理好 整整齐齐地摆在各种书架上 拉拉挠着头 主人 好多呀 拉拉陪你一起找 这两天也不够用啊 好抠门那好抠门 苏灵燕这下脸丢大了 直接被赶出了圣山踪 念念仅仅只有两天的时间 要在这书海中找出解除封印的方法 可以说是比登天还难 拉拉和百变看着面前琳琅满目的书 不仅看呆了 只有两天时间却要找出破解磨印的方法 这怎么可能找得到 小家伙们不仅犯了仇 窝窝和小苗也从阴念的口袋里爬了出来 他们也想当主人的好帮手 窝窝这时变成了一个小偷 看着这么多书也傻眼了 可是这么多要怎么开始 时间无比宝贵 拉拉和百变已经立马行动了起来 小家伙们一拿起那些书瞬间就猛了 拉拉急得头冒虚汗 大虫子 你识字吗 百变正看得认真 被拉拉一打断 就有些怒了 闭嘴 不许问 我当然识字 他一本正经地看着书 其实已经把书都拿到 了都不知道 窝窝看着这么多书 瞅得不知从哪里下手 阴念已经完全沉入书籍的海洋众了 而此刻的阴念不知道 左右两个护法这时候正睁开了眼睛开始聊天 刚才那小丫头 就是巨人族那个 也不知道他会挑什么灵术 又护法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 表示他们藏书阁里好像还从来没有一个弟子 能拿到他们初代宗主的绝学 左护法不免嘲笑道 那东西你觉得咱们初代宗主还能留给外人 别傻了 我看你是老不拓 又护法冷静地思虑了一下 也觉得对 两人话音落下 外面就传来了女人一阵嘈杂声 又护法不免皱了皱眉头 怎么回事 什么人在那吵 当咱们圣山宗是卖菜的集市吗 这会儿正在闹腾的正式地后白灵 因为今天 老宗主正式宣布 要将白钱和地基苏林燕两人踹出 白灵死活不服老宗主的安排 我女儿凭什么离开 要离开也是因面那几个外人离开 你们圣山宗是不是里外不分 要是被赶出去 这还让他女儿以后怎么做人 一旁的圣红这些年没少说白家的好处和孝敬 他忍不住地帮着求情 不能让苏林燕走 他天赋不错 好生培养一定能 这圣山宗弟子都被圣红教得不成样子 老宗主都还没找他算账呢 现在老宗主里都不想理圣红 老宗主对这对喜欢挑逝的母女也是厌烦到了极致 无必多说 你只看见她的天赋 却没看见她的心性吗 这如今是我的宗门 我只是让你代为管理 老宗主越说越抑制不住心中的怒 怎么 你还要做我的主 圣红见老宗主 发火 不仅满脸冷汗 可以想到白家给她的孝敬 顿时硬着头皮道 但这两个孩子天赋 老宗主直接飞起一脚将她踹出去 这两人的所作所为早就足以被赶走千百次 老宗主活了一大把年纪了 看人也很准的 他知道地后这女人 是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 爱女心千蛮不讲理 这样的人留在他的宗门只会是祸害 他也不想多说 直接了当地挑明他的想法 白灵 我这是给你万寿活面子 你自己悄悄地把苏林燕带走 从此和我圣山宗再没有半点关系 苏林燕听到圣山宗要赶走她的消息 躲在地后身后有些摇摇欲坠 下一颗恨意覆盖了整个眼睛 这时的地后已气得口不择言了 明明已经退婚 却也还是将风巡搬出来想对老宗主施压 我燕尔可是五周风家风巡的未婚妻 你这是要挑战风家 老宗主根本不会受她的嫌妇 声音里充满了鄙视 风家 那就让他们来找我好吗 在我圣山宗还轮不到 你个女人对我大呼小叫 她身上释放出层层威压 震得地后猛地往后退了几步 白灵深吸了一口气 她深深地看了老宗主一眼 你会后悔的 燕儿 我们走 苏林燕满脸的屈辱 地后紧紧地抓着女儿的手 回头满眼阴毒地看了老宗主一眼 她一定会让这个老东西后悔的 一根有灵性的羽毛 竟然剧烈地抖动起来 并带念念进入了一个神秘的空间 苏林燕被赶出了圣山宗 而这时的英念正在急切地 寻找着自己需要的资料 这满墙的书 让她找得焦头烂额 只有仅仅两天时间 要从这么多书中找到 简直难如登天 恐怕再多十个她 两天之内也找不完 可就在这时 英念感觉到自己的空间法器里 竟然有个东西一直在震动 英念甚至感觉到 那东西要冲出来了一样 到底什么东西呢 她下意识地从空间法器里 掏出了那个震动的东西 原来是一根黑色的羽毛 英念愣了一下 忽然想起来 这不是她从老妖婆身上 拔下来的羽毛吗 怎么会突然有反应呢 可就在这时 这根羽毛竟然疯狂地 不受控制地抖动起来 英念大惊失色 绝对羽毛是疯了 而与此同时 整个藏书阁都开始震动起来 外面的左右护法 猛地惊诧地瞪大了双眼 又护法不仅脱口而出 这是初代的气息 两个护法一改 之前懒洋洋的样子 老眼瞪得溜圆 左护法十分肯定地说道 这却是咱们初代宗主的气息啊 可是刚才进去的是英念 右护法嘱咐左护法守在这 然后他猛地往外冲去 他要去请老宗主 老宗主第一时间 就感觉到了这边的动静 左护法刚冲出去 就看见老宗主已经来到门口了 老宗主一脸严肃 但却眼含稀奇 又满脸疑惑 他也不知初代留下的机遇 触发的契机是什么 初代宗主会给那位进去的弟子 什么东西呢 左右护法见老宗主 这一脸轻松的样子 左护法心头有些发产 今天就进去了一个人 老宗主让他说 他已经准备好了接受了 左护法表示那个人就是英念 老宗主不敢置信地问道 你说谁 他想要再次确认一遍 仿佛这样答案就会改变一样 左护法再次表示是英念 这刺激也太大了 老宗主差点背过气去 右护法连连扶住了摇摇欲坠的老宗主 右护法看着老宗主着急的样子 在一边安慰着 或许初代见到英念之后 不会给他也说不定 他毕竟不是咱们圣山宗的弟子 老宗主这回听了右护法的话 才又定了定心神 抱着侥幸心灵 对 初代一定不会那么糊涂的 而此刻那黑色的羽毛剧烈的震动 英念也陷入了一阵无法言说的难过眩晕之中 面前的场景全都变得扭曲了起来 过了一回英念再次睁开眼 竟发现周围都是强烈的白色光芒 一个巨大虚无的空间出现了 那双悬挂在藏书阁外面的黑色翅膀 竟然浮现在了这 虚无空间的上方 黑色的羽翼看着非常漂亮 如同黑曜石一样的纯黑 柔软的羽毛发亮 像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 就在英念看得有些吃傻的时候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声音 好看吗 英念回过神 猛地转过身来 你是谁 这里可是圣山宗的藏书阁 你和魔族又有什么关系 中年男子一身手 那悬挂着的羽毛缓缓地落下 说什么魔族 你自己不也是魔族人 这人竟然知道英念的底细 不免让英念紧张起来 男人笑了笑 让英念不要这么紧张 还让他拿出魔王的幸运 若没有幸运 他是进不了这个空间的 也不会见到这男人的一缕残魂 男人的目光扫过英念 纵然只是一缕残魂 但生前是大神镜的强者 只一眼就能将英念看穿的感觉 临摹一体 倒是个好苗子 念念见男人没有敌意 这回倒没那么紧张啊 前辈 不知道您和魔族的关系是 男人一听魔族 眼中立马流露出几分想要倾诉的神情 我和魔族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 英念这回并不信他说的 在心里骂了一句 骗鬼呢 没想到这男人好像听到了一样 脸上一片阴沉 怎么 你不信 你当我说的是空话 细分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英念直截了当地指出 他的确不信 若是真的亲密无间 这前辈也不会将魔族初代王的翅膀 割下来当成战利品悬挂在藏书阁呢 英念如愿拿到了初代宗主的绝学 就在刚刚英念来到神秘空间 遇到圣山宗初代宗主 男人表示自己和魔族的关系很亲密 英念是打死都不信这话 要是亲密 怎么会把魔族王的翅膀割下来 当战利品挂在门头炫耀 男人一正 有趣的空间稳住了 下一刻 男人眼睛翻滚出滔天怒意 否决了英念的说法 谁说这是我割的 这是他送予我的定情信物 并告诉英念魔族的魔王 百年会移换翅膀 他看起来有些气急败坏 表示他怎么都不会去割他的翅膀 这是换的 就和英念 会脱发一样的换 必百年换一次 这样一来 英念刚才就是误会着男人了 感觉好尴尬 那就是说眼前的这位是初代魔王的情夫了 英念半开玩笑地缓解这尴尬的气氛 前辈 我不脱发 像你们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才会脱发 我今年才18岁 男人一听着有点讽刺的话 更加火冒三丈 你才脱发 我当年可是五周第一美男 英念爱于对前辈的尊敬 他没有把心底的疑惑说出口 但是脸上却是明明白白地体现出一个意思 真正的五周第一美男 明明是圆睡睡 这男人虽然好看 但差了圆心 虽可不止一心淡点 这男人似乎听到了他的心声样 气得脸都扭曲起来 你这死丫头 真是太不讨人喜欢了 英念想着自己来这顿目的 于是大胆地问道 前辈 您既然留了残魂 必定是有事情的吧 是有什么东西要给我吗 他还殷勤地伸出了双手 男人现在正在气头上呢 表示没有 英念眼中的心芒没了 恢复了一开始那张死人脸 还让这初代宗主消失于天地间 因为他只有两天的时间 在这还有东西要找 时间很紧困 他心里暗想他家初代魔王这是什么眼光 还把自己脱下来的翅膀给了这个男人 这其实不是魔王给 是他偷的吧 英念转身破开那个虚无空间往外面走 走了没两步 脑袋上就被两本东西给砸了 砸得他头晕乎乎的 两本东西躺在他脚底下 一本是叫做眷室的成长型灵术 还有一本是叫做画师的成长型灵术 惊喜来得太忽然 英念不仅十分诧异 这都要给我 可能您不知道 我不是你们圣山宗的弟子 男人有些气急大化还有些傲气 我看着很傻呢 我能不知道你不是圣山宗弟子 男人虽然很想揪着英念狠狠地教训一头 让他知道知道自己是不脱发的 但是由于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只能抓紧时间挑重点说 这两个灵术是我的两大成灵绝集 这是我对 他的承诺 有朝一日若是魔族有后人来我圣山宗做客 被后来的魔王英允的 有信物的人就能进来拿走我的绝学 英念捧起了两本书 虽然满脑子都是有便宜不战王八蛋 但是英念想着自己也不是圣山宗的人 自个独战好像有些不地道 于是问道 这个需要我拿出去与圣山宗的弟子们共享是吗 谁知道惹来了男人一顿臭骂 都说了是绝学 圣山宗我自然有东西留给他们 只是宗门是宗门 个人是个人 这是我个人答应给出去的 也是我对他的承诺 英念也不知道当年这位和魔族那位到底是怎么个关系 魔族那位是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了 绝学传魔族后人都不传给自己宗门的 他抱着自己的爱吃盘腿坐了下来 不仅问道 死丫头你叫什么呀 得了人家两本绝学 英念也是有问必答 男人确实一愣 不仅问道 英念你母亲是谁 叫什么名字 英念拿出了自己藏在手里的黑色羽毛 生母已故 赐我姓名的母亲叫做英女 是魔族如今的王 这便是我阿娘身上的 我阿娘疼惜我 赐予我的羽毛 我也是靠着这个才能进来的 男人一抬手 那羽毛就向他飘了过来 看着那羽毛不仅陷入了沉思 想着两人你蒙我浓的时候 男人问道 你喜欢孩子吗 他怀里的女人表示自己虽然不喜欢孩子 但为了他可以要 男人满脸堆笑 表示若生下子就叫英男 若是女儿就叫英女 女人害羞地捶打着男人的胸口 英男 你能不能好好读点书 英女英男也会说得出口 男人也就是圣山宗初代宗主英男 他想起往事只觉胸口一阵疼痛 他没想到女人在与他决裂之时 竟然已经有了他们的孩子 这个男人本已死了千年万年 竟然见到了自己的外孙女 英雁莫名也多了一个外祖父 原来英女就是圣山宗初代宗主的女 初代宗主原是打算等战场未来 他就将圣山宗交给别人打理 然后他要去找他媳妇 入魔族也行 可他没能从战场上回来 就陨落了 只留下了一抹早就准备好的残魂 宗英在这藏书阁 等待着信物的触发 让他重见天日 他那癫狂悔恨的样子 让英雁下了一条 这男人竟然是在哭 英女他还好吧 英雁不仅疑惑不已 你和英女什么关系 男人一听这话 就知道英雁不是英女的亲生女儿 但想肯定一下自己的猜测 你不是英女的亲女儿 你说生母已经死了 那就是说你是他任的女儿 英雁隐约能感觉到 这男人与英女是很亲密的关系 英雁想了想 想出了实情 表示他不是阿娘亲生的 是阿娘对他有救命之恩 给他取了新的名字 男人的目光从英雁脸上扫视了一下 他也已经看出来了 面前的女孩并没有一点像他 如果是亲生的话 就是孙子被眉目间肯定多少都会有点他的影子 男人眼睛心红 像是想起了什么 对了 现如今魔族怎么样了 英雁神情凝重地告诉他 魔族被五周势力集体打压并被封印了起来 已经在五周消失很久 男人若有所思 嘲讽着 果然如此吗 容不下一个强盛的种族彻底崛起 就让他消失是吗 一群窝囊废 然后猛地抬头看向英雁 表示自己本是一个死了千年万年的人 本不该再管如今五周之事 可千不该万不该 他在意的人被封印了 那就是他的女儿 他那个至死都不知 也未曾抱过一次的女儿 如今竟然被封印在暗无天日的地方 他不允许 也不能容忍 他现在立马明白面前的小丫头 是来找破解封印之法 因面对眼前的男人有了几分亲切感 便从戒备转为了几分急切 前辈知道怎么破解了 男人随手打了个响指 然后这虚无空间尽数崩裂开 周围的空间扭曲起来 一瞬间他竟然回到了藏书阁内部 几个小仔仔一拥而上 拉拉都快急哭了 主人你去哪里了呀 呜呜 急死拉拉了 百变满眼警惕拦住了对面的一缕残魂 男人瞥了一眼这四个小家伙 不屑道 毛都没长齐的几个小仔子 百变顿时脸色一沉 你是谁 男人就朝着上方招了招手 碧本蓝色的书籍就从书架上落了下来 你自己找的话 别说两日 便是找上二十年 你也找不到这本 这上面记载了能破解市场 所有封印的方法 殷念惊喜不已 白头山那边的封印不是也可以破了吗 男人手托着那本宝典 提醒殷念先别高兴太子 要解开封印 还需要凑齐无数质宝 而有些质宝已经消失在五周 只存在于传说里 可能永远无法凑齐 即使这样 也要试试吗 殷念的目光坚定 表示只要有迹可寻 他都不会放弃 念念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前辈 所以您是我阿娘的父亲吗 从刚才的话 还有那一对一模一样的翅膀 殷念能猜得出来 男人连连夸他脑子转得真快 他想在自己消散之前 教会殷念自己的绝学 让念念抓紧时间学起来 殷念还想让殷女 见见自己的这个父亲 远不住问了一句 前辈 你就不能不消散吗 男人无奈地摊开双手 表示他只是一缕残魂 也不是完整的灵魂 除非能拿出养魂玉 但那是魔族镇族质宝 别人一般拿不到 可下一刻 殷念就从法器空间里 掏出一块玉来 是这个吗 男人惊喜地瞪大了双眼 这是养魂玉 殷念的外祖父化成 一缕青烟藏进了养魂玉里 念念现在的外祖父 只是一缕残魂 若没有养魂玉 就会消散于天地间 哪知下一刻 殷念却从法器空间里 掏出了一块玉 你满都看待了 这还真就是养魂玉啊 这是大萌萌给他 怕念念没了 倒是魂可以躲进去养养 殷念晃了晃养魂玉 让男人进去 男人抬起头 眼神复杂地看着 英念满是生机的样子 感激地点了点头 男人的身体 瞬间化成了一道青烟 直接钻进了内狱中 英念试探性地叫了一声 前辈 玉佩里的声音 顿时就变得中气十足了起来 一只手还从养魂玉里伸展出来 还在英念额头 弹了他一个脑瓜崩 叫什么前辈 叫我外祖父 英念摸了摸微疼的额头 他现在迫切地 想让英女见到自己的父亲 谁料英满的声音 反倒是沉了下来 表示现在不急 以后多的是机会 孩子从小他都没尽过 做父亲的责任 心里还是很愧疚 也害怕与他相见 不等英念反应 英满那别扭的骂声 就传了起来 总之赶紧修炼 我给你的灵术 想偷懒啊 英念也想快点变强 既然外祖父自己这么说了 他就打开了圈 是那本灵术盘腿 坐下来准备学习修炼 而那个破解封印的点击 则是被他藏进了空间里 等出去再看 趁着现在没人打扰 先把灵术给学了 英满及时指点着 你两个一起学 这两套灵术是一块发招的 英念将两本书摊开 英满在这时候适时的开口 宣誓是一套辅助类的灵术 可以用自身灵力 化成独特的领域 领域内你的速度力量会增幅 而对方的速度力量则会削弱 随着修炼的深入 领域会扩大 而画师是主攻性的灵术 攻击力会非常小 他是利用血与风阳光这些 来发出攻势的 英满不仅震惊不已 竟然还有抽取自然力来攻击的 英满讲得津津有味 血和雨若是没有 便可以利用招水术和凝血术来创造 这两个小灵术随处可见 这可是外祖父最得意的绝学 英满对新知识也是求之若可 自然是要好好学的 只见英满宁神静气 攀在地上的那两本书的内容 竟然化成了一道流光 钻进了英满的脑袋里 而最后那两本书净化成了一把清灰 真如英满说的那样 是一次性的 在藏书阁外面的圣山宗弟子们 也正抓耳挠腮地等着 都羡慕英满羡慕的眼睛貌 元杰皱了皱眉 赤则道 说话小心点 那可是初代宗主自己的绝学 逼死人家私人的东西爱给谁给谁 元杰就是内门的大姐大 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老宗主头痛得很 他总有一种不太妙的欲怨 他也害怕英满会拿到初代宗主的绝学 他不断地安慰着自己 初代一定不会那么做了 一定不会 而正在这时一个弟子来报 表示赤鬼谷的谷主让他们给一面带个话 说他有事先回去了 大概一天后才能回来 老宗主这回本来心里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还被赤鬼谷当传话筒越发的不高兴 而与此同时就在天异周外围 一群穿着黑袍的人全都已经准备好了站在门口 老祖 我们已经派人去骚扰了赤鬼谷本部 那个元心碎已经带着大长老烈了阵法回去了 站在最前面的老头发出猙獰的笑声 好 阵法师既然已经都走了 那咱们可以动手吗 这个灰袍人身上竟然长出了无数恐怖的骷髅人头 发出阵阵惨叫声 而这是修协师们正计划去攻打圣山踪 捉拿阴面 修协师的领袖灰袍人从怀中拿出了一个金色透明的碗 这碗周边散发出浓重的威压 看得出来这是一件非常厉害的法器 修协弟子们看到了不仅兴奋不已 老祖 居然要用这个一次性的神器了 这个东西能将一个限定的区域全都照起来 坚不可摧 哪怕是小神镜强者都轰固开 而他们就能在这个区域内 肆意地屠杀民众 取了他们的精血就能让自己变得更强 灰袍人要拿着这个法器去战斗 就是因为其他门派要将他们修协师一族铲除 他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其中的一个弟子表示 他们已经打探过了 极具威胁的阵法师们都不在 只有一个圣山踪的老怪物还需他们多加警惕 其他的都够不成威胁 这灰袍老头是小神镜里面的巅峰强者 也是极其厉害的人物 只见他冷笑了一声 拿着那碗往顶上一丢 下一刻只见那小碗在寝刻间迅速变大 红石那碗的边缘也变得越来越透明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透明的盖影 直接扣住了整个天翼洲的范围 而这时在藏书阁外面的圣山踪弟子 忽然发觉天色不该暗的时候竟然暗了下来 下意识地抬起头却被眼前的荧幕 惊得目瞪口呆 一个弟子面色大扁 连忙呼叫袁杰师姐 袁杰跟着抬起头看过去 发现整个天翼洲的上空 竟然被一个巨大的金色半透明光照笼罩住了 空气里还飘来了大量熟悉的腐烂气息 袁杰马上明白了什么 脸色猛的一变 大吼道 休闲师来袭 备战 袁杰直接对着自己带领的所有内门弟子 七声吼道 关门 点红烟 老宗主欣慰地看了一眼 已经有了大将之风雏形的袁杰 因念在藏书阁里应该是很安全 老宗主这个小神镜巅峰强者 终于在这一刻彻底发怒 哼 何方鼠辈 竟然赶来我天翼洲闹事 只见他冲天而起 轰的一声 老宗主小神镜巅峰的气息猛地冲开 周家家主也紧张地朝着老宗主的方向看去 老宗主的声音响彻整个圣山宗 大批休闲师来袭 天翼洲各大家族准备御敌 休闲师三个字就如五雷轰顶一样 这时街道上的人荒作一团 一时之间 整个天翼洲乱成了一锅粥 女人的尖叫声 老人绝望的哭声 和孩子的惨叫声顿事响起 也就是这一刻 无数的黑袍人从四面八方涌来 他们猙獰地笑着 猖狂地大开杀戒 那些普通的生命就如同楼一样 一时之间整个天翼洲变成了人间炼狱 老宗主看不了这些休闲师胡作非为 立马出掌要将这些休闲师斩杀 可灰袍人却直直地冲了过来拦住了他 老宗主这时还不知道这人是谁 灰袍人这时也不遮掩了 一把脱开自己的黑袍 那老头身上 竟然密密麻麻地长了无数真名形同骷髅的人头 并发出阵阵惨叫声 老宗主惊诧地看着这一幕 他已经认出了对面的人是斜签面 斜签面一台手 无数实力强横的休闲师浮现而出 斜签面发出阵阵威胁 要求交出杀了他爱徒的阴念 老宗主蔑视的猛的一口我呸 休闲师这种恶心人的玩意儿 是人人得而诛之 杀了你徒弟 武周任何一人听了都只不说一句杀得好 周家家主此刻也反应过来了 声音如隆隆滚雷乍响 哈哈哈哈骂得好 阴念杀得好 老子不仅不交出他 老子还要夸死他 臂旁的周少柔也愤愤不平 是要与休闲师抗争到底 斜签面眼底力气横生 抬手就是一掌 撕了你这小丫头的嘴 扒了你的衣服丢给我的弟子轮番享用时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你不能惹的人了 斜签面用法器碗将整个天翼周笼罩住 方便弟子们屠杀普通民众 这斜签面是出了名的鬼心眼多 他想将这场屠杀的怒火转移到阴念身上 好战的周少玉拿起法器就要与斜签面抬战 斜签面抬手对着周少玉就是一掌 可就在这时周家家主赢了上来 硬生生挡下这一掌 周少玉这个魅空要把小妹护在身后 要战斗由他战斗 周少柔决定听哥哥的去守住自己的家园 哥你小心 我会让护卫们护好咱们周家的大门 周少玉拿着长枪 心中顿时热血澎湃 战斗中突破才是绝佳的机会 他周少玉从不是闹肿 周少玉拎着长枪就带着一帮周家弟子冲了出去 袁杰鼓励着弟子 现在他们已经放出了讯号 若是其他四周的人看见 一定会前来支援 在这段时间可千万要撑住 有人眼尖地看着那些红烟 竟然升到了那层今晚的屏障上就被堵住了 再也无法出去 不行了 红烟出不去 这时有个弟子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表示整个天一周都被围住了 所有人都被困住了 天空顶上 老总主和邪千面厮杀了上百招 打得惊天动地 可大街上不少修鞋师在肆意地屠杀 当场吸人精血的 他们越杀越强 都杀红了眼 袁杰劲事态严重 紧急召集了所有的那门弟子 准备全部出去应战 他还探向了外门弟子 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所有到了人临近之上的外门弟子 来一半和我出去遇敌 剩下一半留守在宗门内 可下一刻 那些外门弟子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竟然都往后退 这也是出乎了袁杰的意料 他也没料到那些外门弟子 竟然在需要他们的时候打了退堂 这一刻 他的一颗心如坠冰叫 他没想到他们圣山中竟会有这样的损迫弟子 几个胆小的弟子当众 竟然被外面的厮杀生下的快要哭了 他们还想把阴念交出去 啪 一声催响 袁杰一巴掌就将刚才说话的人扇飞了出去 袁杰双眼赤红地盯着那人 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无奈 要是如果他杀了修协师的长辈 是不是也得把他交出去 袁杰如坠冰叫 他还以为 这些弟子是教导的回来的 却没想到 袁杰心底一阵酸胀 今日推出一个阴念 而那些还在战斗的千千万万的阴念 也要被推出去吗 袁杰这一次真的是失望透顶了 他不欲多说 振臂一挥道 谁与我出去杀敌 所有内门 弟子齐齐上前一步 没有迟疑 蓝眼战役 身后的外门弟子里 也有一些有血性的弟子 他们狠狠地朝着那些软弱弟子 瞪了一年 师姐 还有我们 袁杰这世不仅心里多了一些欣慰 圣山宗总算还有一些有血性的弟子 袁杰带着弟子们和修协师 直接厮杀在了一起 老宗主看着底下的弟子奋勇鸣敌 不仅十分欣慰 而此刻 已经彻底消化完两种灵术的阴念 猛地睁开了眼睛 一瞬间 灵力呼啸而止 连魔力也跟着变成了五星人魔体 阴满的声音从养魂欲中传了出来 藏书阁这结界是我生前不下的 放心 很安全 不会被别人发现你的魔体 外面的厮杀声也传到阴念这里 他准备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况 结果一走出结界阴念就惊呆了 他面色凝重地看着头顶上那硕大的罩子 他阻拦了源源不断往上冲的红烟 阴念不计前嫌 令小苗给划破过他辈子的圣山宗弟子治疗 就在刚刚念念将外祖父的绝学消化完 也突破到五星人临近了 等念念推开藏书阁的大门 他吃惊地发现 天地都变了色 整个圣山宗竟然被一个巨大的罩子给罩住 连信号烟雾都出不去 而这时身后传来了一道充满怒意的声音 阴念原来是几个圣山宗的外门弟子走了过来 怒气冲冲地用剑指着阴念 都怪你 是你把这些修鞋师引过来的 你滚出去 滚出我们圣山宗 阴念里都懒得理这些胡奖蛮缠的人 他在想难道是修鞋师来攻城了 外门弟子害怕的身子抖个不停 其中一个弟子声音颤抖 表示就是阴念杀了修鞋师的弟子 才引来修鞋师们来报复 害这么多人惨死 阴念应该以死谢罪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是那鞋签面帝徒儿呢 恨不得拍八百遍鞋签面帝马屁才好 而这时在养魂狱里的阴满都快气死了 他没想到他一手创办的圣山宗 现在的弟子竟是这个人母狗样 恨不得出来教训这几个家伙 他真的快起疯了 修鞋师这玩意儿 即便是在远古时期 也是人人得而诛之的 没听说过杀了修鞋师 还要把那人交出去的 阴念脸色一沉 表示他阴念 从未滥杀无辜 死在他手上的也都是该死之人 阴念早看穿了这几个败类 因为他们害怕恐惧 又想要给自己是懦夫的事事找理由开脱 就把罪名推到阴念身上 阴念不想和这些人多费口舌 转身带着仔仔们就往山外走 不用多想 师兄师姐他们一定也下去帮忙了 只是没想到阴念刚到门口 却听见了砰砰的撞门声 文文是声嘶力竭地吼着 兔仔子 都给我开门 师兄师姐们受伤了 守着门的外门弟子害怕得全跑了 阴念刚打开大门 一个浑身是伤的女弟子就冲了进来 看着就要摔倒 阴念上前一把将她稳稳接住了 女弟子一时震住 抬起头看见了阴念那张美到令人窒息的脸 阴念立马想到了小苗这个医生 心患医生 小苗 小苗听到主人呼唤 不情不愿地从阴念的袖口里钻了出来 她对圣山宗的人没有好感 便免为其难地说道 就这一次 随后小苗飞到半空中 对着那些受伤的弟子 发出阵阵治愈淋波 给在场中人稍微治疗了一下 大家惊奇地发现自己刚才在留学的地方竟然都止住了 他们感激地看着阴念 很快有些弟子想到刚才的门 既然被锁了进步来就愤愤不平 想教训那些守门的狗仔子 阴念 准备出去杀敌了 手上的红伞瞬间变成了愤怒的黑色 已经到了备战状态 她绕过这群人静止地往外面走去 刚才被她扶起来的那女孩子却突然红了眼眶 双手抱拳 看起来很愧疚的样子 对不起 那天你的被子 是我划破了 这女弟子是被阴念的善良所感化 她现在才知道以前的自己有多幼稚 身后的那些外门弟子一个个地站了出来 脸上满是内疚 像认罪一样地表示 他们也参与了 宁念并不想计较以前的事 她现在只想出去杀敌 并没有回答这些人 只是潇洒地举起了手 朝着众人挥了挥 她一步步往那炼狱走 背影却像是沾了血香的利刃 宁念一人大战成千上万的修协师 将修协师打得满地找牙 此刻一处街道上 周绍玉正被几个修协师围攻 看起来受了很重的伤 修协师露出猙獰的笑 他们想抓周绍玉去威胁周家家主 周绍玉满眼的不屑 嘿 什么东西也敢抓小爷 还要威胁我家那老东西 你们配吗 她身上忽然爆出刺眼的光芒 笑得坦荡潇洒 没有一丝害怕 她准备自爆炸死这些修协师 正在她要自爆而亡的时候 这时周家家主看到了这一幕 心里在低血 正准备下去营救周绍玉 斜牵面却疯狂地扑了过来 拦住了她的去路 两人厮杀在了一起 正在这时一团巨大的火焰从天而降 那巨大的冲击波阵 开了那些围着周绍玉的人 毕生稚嫩的笑声从天而降 带着火球猛地降落在周绍玉的身边 天空一声巨响 拉拉闪亮登场 拉拉准备大显伸手了 百变虫 看谁杀得多 百变不服气的道 哼 怕你不成 宁念看周绍玉这回也受伤了 嘱咐周绍玉赶紧回去休整一下 这里就交给她 念念撑着的那柄红散法器 现在已变成战士状态 变成了黑色 发出阵阵威压波动 周绍玉担心地看了看满街的休闲师 并提醒英念道 这条街马上要失手了 我们都得赶快撤退 英念发现这里好像没有超过 五星人临近的休闲师 下一刻 英念就带着百变和拉拉一步步地 朝着那些人走去 没有五星人临近的休闲师 那他就是无敌的了 杀这些个休闲师不在话下 转眼英念化成了一道流光 散面上刺出无数的尖锐的钩刺 光圈所到之处 血光四溅 英念竟然又强了许多 短短几个呼吸 眨眼间英念就解决掉了 十数个休闲师 他连呼吸都不带喘一下 周绍玉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这时候周家那些护卫 看着受伤的少爷也围了过来 少爷 咱们还是快些回去养伤 周绍玉看着英念一人在这 他怕他应付过来 还有些不放心 还想留下来帮他一把 这时他的屁股就被什么东西 轻轻咬了一口 周绍玉猛地一跳 天马们还拱了周绍玉一把 周绍玉这回像开了翘班 让我们骑 周家下人们也立马催促着周绍玉上马 天马们驮着周绍玉飞上了高空 掠过一条条街道 周绍玉的双眼还死死地盯着英念 他看见整条街道的休闲师 都开始围了过来 他们想要围攻他 周绍玉心中一紧 不好 英念有危险 而就在这时他发现隔壁街的元杰 已经带着人清理干净了 那条街上所有的休闲师 顿时像看到了救兵 元杰 快去帮英念 他被围攻了 杀得满身是血的元杰看了他一眼 立刻带着人往英念这条街道赶了过来 这时成千上万的休闲师 正向英念围了过来 养魂玉里的外祖父激动的声音响了起来 外孙女上 我的眷室和画室就是用来以一滴百 一定要把名头给我打响了 这几个人不算什么 要是有尸体 估摸着他也想出来真刀真枪的干者 地旁的百变和辣辣早安安安不住了 想要动手 英念却拦住了他们 这样的暴涨容易根基不稳 他需要用大量的战斗来稳住自己的根基 那些休闲师们仗着自己人多 对英念满是讥讽嘲笑 英念正要冲上去 而这时元杰就从另一条街道赶过来 连忙制止英念不要 可是英念的动作太快了 他只能看见英念的身形不断地在休闲师群里穿梭 一时之间满地都是休闲师的尸体 可就在这时 一个休闲师终于踢到了英念的腰 英念疼地蹲在了地上 该死的贱人 快趁他病 要他命 可就在这时 英念伸出了手 解开了扣在手腕上的东西 两坨巨大的铁环法器掉落在了地上 地上顿时出现无数道裂纹 可见这东西是有多重 英念一直带着这种东西在战斗 这东西现在成了阻力 所以脱下后英念轻松多了 英念笑着舔了舔唇脚 看向了那些冲过来的休闲师 还有132人 英念运用外祖父的绝学对付休闲师 休闲师的身体像被泼了硫酸一样 身体竟被俯饰成一滩血水 周绍玉差点自爆而亡 幸亏英念及时赶到 英念遭到休闲师的围攻 随着英念身体凌厉的奔涌 凌厉呼啸而出 直冲云霄 元杰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那是什么灵术 这是他从未看到过的灵术 英念盯着那些不怀好意的休闲师 露出一个视觉笑容 休闲师就要向英念扑过去 元杰这时带着人就要去给英念助阵 下一刻 他棱住了 那些休闲师四肢瞬间都被砍断了 尤其是下体他像一只大蠕虫一样 痛苦地在地上不断地打滚 英念静秒了一个五星人临近的休闲师 英念强大到令人掏目结舌 他简直是个怪物 强大的完全不正常 元杰身后的弟子忍不住吞咽了一口口水 你们看那些雪 那些雪是不会随着空气里的热度融化 可很快大家都发现 那些雪落在休闲师的身体上 竟然缓缓地腐蚀着他们的血肉 拍都拍不掉 休闲师发出阵阵惨叫声 呼救声 一个休闲师声嘶力竭地在地上打着滚 一片雪花落在了他的眼睛里 眼睛里顿时流出了血泪 即便是在远古时期都有着赫赫凶名的话时 在这一刻终于让所有人心惊胆战地意识到他的可怕之处 就在这时 周家家主好不容易甩开了那个凡人的小祖 他立刻向英念的方向冲来 小丫头我来助你 可周家家主定睛看去 他好似看见有一个强大的远古魂魄 正站在英念的身后 带着屁靡天下的霸气 可等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再次看过去的时候 却发现什么都没有了 难道一切都只是他的幻觉 就在这时耳边突然就响起了老宗主的尖叫声 老宗主用手指向英念 圈圈圈圈画画画 他这时激动地竟然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天杀的 他家老祖宗的绝学还是被英念滚了 老宗主这时的一股气不知往哪出 于是向灰袍老祖猛扑了过去 周家家主还想去帮老宗主助阵 英念见这里的大部分修学师一面 便收起了眷室和画师 直到最后身上的灵力已经完全没有了 圆杰几人走上来 眼神里还带着震惊之情 圆杰眼中闪烁着明亮的光 他脑瓜子好使 顿时就想到了之前在藏书阁的事情 一把上前握住了英念的双手 你你刚才那两个是灵术 是我圣山宗老祖给你的绝学 你满在英念的脑海中杂杂呼呼地说 是,快说 他们要是敢有意见 我就大半夜飘出去骂死这些不孝弟子 英念连连回答 是的 圆杰眼中流露出羡慕的神情 可以看得出来他并没有什么意见 即使他没有这么强大的灵术 他也会成为一个强大的人 英念的战力直线上升 对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好消息 圆杰开心完就又皱起了眉头 话说这两个灵术对你的消耗非常大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这附近最近的就是周家了 英念表示不需要 随后掏出了一把灵精 不断地吸取着灵精力精纯的灵力 而小苗则是在悄悄地给英念疗伤 他大步向前 我会继续的 你们受不住就去休息 圆杰面无表情地走在了英念的身边 而他身后的那门弟子也满身血气地跟着英念往前走 他们就像是一群剑了血的刀 终于组合在了一起 所向披靡 扒拉掉修协师尸体的衣服 穿在自己身上 这事也只有念念做得出来 念念学到初代宗主的绝学 圆杰羡慕不已 然后他提议英念去周家稍作休息 哪知英念却表示不必 他自己掏出一把灵精 从中吸取着灵力 帮助自己恢复体力 正在这时 几个修协师又杀了过来 英念和圆杰一起共同将这些修协师斩杀 竟然配合得十分默契 很快这条街上所有的修协师也被清理干净了 清理完的地方就由圆杰做下结界 暂时用来安置那些伤员 圆杰看着英念竟还在往前面走 不由地提醒道 英念 再往前面就是地灵精了 地灵精战场 你现在这状态太勉强 不是英宫 不要过去 圆杰感觉自己也撑不住 其一英念和他们一起在这修整一下 英念经这一提醒 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十分赞同地点了点头 是的 英宫确实不可取 一会圆杰和英念坐下来修整 表示等下他们两个人过去地灵精区域就可以了 他们俩对上帝灵精倒是还有一战之力 英念也表示赞同 过了一会 等圆杰再次睁开眼 差点把他的魂都吓没了 他竟然看见了英念刚才的地方成了一小座灵精山 完全不见英念的踪影 而这时辣辣和百变守在灵精山旁 辣辣感觉到圆杰的目光 他对圣山宗的弟子还是半点好感都没有 于是凶巴巴地道 看什么看 不许你看 百变笑呵呵地道 你乖一点 别吵到主人修炼 圆杰满脸一问 你们主人在里面 百变刚要说点什么 就看见那座灵精山正在一点点的被抽干灵力 化成了粉末 圣山宗一众弟子都惊呆了 他竟然拿灵精给自己恢复灵力 这也太奢侈了吧 那些灵精全都化成了粉末 英念的整个人就露了蠢 看得出来英念就已经补充好了灵力 他表示现在这情况 可不是节约的时候 而下一刻 英念自己走到了一些修学师的尸体附近 开始扒他们的衣服 一顿操作猛龙 圣山宗的弟子们不仅看得目瞪口呆 袁杰也被震惊住了 不知道英念想做什么 他们眼看着英念将别人的黑袍扒了下来 然后将灰袍披在自己身上 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英念还没来得及说明情况 身后就传来了脚步声 一群黑袍人从不远处奔来 英念猛地捂住了自己的肩膀 沙哑着声音冲的那些黑袍人说 救我 诸位 五周狗贼来是汹汹 杀光了我们的兄弟们 他声音沙哑难听 雌雄难辨 袁杰他们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见英念抬手指着自己 怒骂着 贱人 我修协师兄弟们来了 等会儿就将你先奸后杀 那领头的黑袍人看见满地的尸体 顿时大怒 还不忘记将英念这个假修协师护在身后 你速速去养伤 这里交给我们 说完目自欲裂地盯着袁杰怒道 这里的人都是你个贱人杀的 袁杰表示是他杀的 又如何 袁杰当然明白英念的想法 只不过忍不住为他捏一把汗 这人竟然如此大胆 想要趁机混进修协师总部 光是想想袁杰的后背就已经被冷汗打湿了 还做了捷径 那领头的黑袍人冷笑了一声 英念适当地开口 这里攻打太难 我们换地方 这些人受伤不清 毕时半会出过来 然后他适时地咳嗽了一声说 我恐怕要不行了 随后人就缓缓地朝着地面倒下 不好 领头的那人皱眉道 他受伤太重 快 还会去治疗 圣山宗的人就看着英念被抬起来 然后飞速地往修协师本不敢去 这三个几岁的娃娃好勇猛 手持比自己人还高的大刀 敌一着修协师的攻击 英念穿上死去修协师的衣服 假扮修协师准备打入修协师总部 他为了取信修协师 还把杀修协师的罪往袁杰身上推了推 修协师领头的马上身性不移 将他护在身后 满脸杀气地看着袁杰 圆杰当然知道英念的动机 为了配合英念演好这场戏 承认是他所谓 并结下结界 领头的那个修协师准备打破他的结界 英念为了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变心声一计 假扮受伤很严重 立马栽倒栽毙 就像个失去自理能力的大爷一样 被众人抬起来 往本部运去 英念藏在黑袍里观察着路线 他怀里的百变和辣辣都在 一点一点的弧度中差点睡到打寒 英满的冷笑一声 这修协师果然是有备而来 这么短的时间内都建立了一个总部 让英念觉得这一段舒适过渡的路 也不是那么孤单了 只是没想到路过某处的时候 英念看见了几个修协师 正围着一个几个孩子猙獰地笑着 这时只见童院的几个孩子 手上扛着比自己人还高的大刀 背对背抵御着那些来犯的修协师 一个男孩胆大的站在最前面 你们这些恶人 我才不夸你们呢 英念一听这声音好熟悉 难道是上次卖冰铺老板的儿子 减宝 当然 孩子们的抵御在那些修协师看来 就像是老鼠打大象一样可笑 有人一脚将减宝灯开 哈哈哈哈地放肆地大笑起来 狗东西 你们童院那群疯狗 怎么不出来护着你呢 旁边的几个修协师露出猙獰的笑 哈哈哈哈这几个小娃娃肉嫩 谁要试试 这不是恐吓的话 修协师是真的会杀了他们喝精血的 尤其是那些被灵力蕴养的人 杀人对他们来说 就是家常便饭 一个人抓起了减宝 抬手就要将他的脑袋拧下来 两个小女孩毫不畏死地 扑过去拿自己的大刀砍他 却没有半点用 他们眼中蓄满了泪水 喉咙里发出绝望的咆哮声 不许伤害简宝哥 因恋做出醒来的样子 虚弱地开口对那边的修协师说 且慢 几位师兄 我受了重伤 这几个小典型能否割爱 因恋生怕别人不同意 正打算用灵精换呢 却没想到那人并没拒绝 爽快甩手就准备将简宝 和那两个女同丢给了他 一边讥笑道 拿去拿去 哈哈你也太没用了吧 竟然被武装那帮废物打趴下了 好好补补吧 因为这里食材和大补之物遍地跑 修协师们根本不在意 小孩身上没有什么灵力 其实他们就是享受虐杀的快感 旁边的大哥还拿了绳子 帮他把三个小娃娃绑成了一串 兄弟 我帮你牵着 等回到本部了 你再吃 因恋假装十分感激 说着他又虚弱地躺下了 心想这大兄弟还挺贴心 那等会儿就少刺他一刀 喉咙歌声点免得他痛苦 嘿 简宝被吊在后面一路小跑 他脸上都是血乎乎 声音却锐利有利的 你们都会被杀死 你们这帮恶骨 我们五周的姐姐哥哥 叔叔伯伯们一定会将你们的脑袋拧下来 不会放过你们的 看得出来 红院的教育非常硬 短短时间内就让一个小扑包 变成了一个铁血蒸蒸小男子汉 比圣山宗那些软脚虾可有种多了 这颗惹怒了修协师 一个修协师杀意又起 呵 老子宁断你一只胳膊 拔了你的舌头先 他说着就要动手 旁边他抬着的音念却又一次挺起脊背 开始惊天动地地咳嗽起来 那修协师还非常好的拍了拍音念的背 你再撑会儿 咱们马上就要到本部了 音念抓住了他的手 多谢 真的多谢你 那男人顿时就忘记了要去弄死检宝的想法 音念续惊一场 还没缓过来 音满的声音就在他脑子里响起来 这玩意好 像我 养他 咱们养他 刚得知自己有个女儿的老父亲 父爱泛滥纸都止不住 冲着音念发出了想养减宝的请求 这些人七拐八拐的 一会就绕到一处隐秘的地下结借口 阵法 音念心底一惊 果然 修协师里也有精通阵法 看样子这还是个骤炎阵法 得说出固定的口令才能让这大阵打开 露出本部的入口 这样强大的阵法只有小神镜的阵法师才能布下 可音念并没有在天空的战场上 看见任何一个小神镜的阵法师强者 音念不由地猜测这人肯定藏在哪里 这个大阵的开门咒 他得想办法套出来才行 毕竟这种重要的咒语 可不是随便就能让人知道 必定是有专门的人负责 严家看管到时候会不会检查他的身份 就在音念胡思乱想的时候 一个大兄弟将自己的手贴在了阵法上 放大声音道 狗蛋开门 阵法轰轰轰地喷出了一串灼热的气 他打开了 音念被其他修协师搀扶着一路走了进去 这三个小孩子立马要成为休协师口中的典型 休协师总部大门竟有一个巨大的阵法 音念还以为是什么复杂的密码呢 结果一个狗蛋开门 就轻易地打开了大门 这么简单就开门也着实让音念吃惊不醒 他一路被人扶着往里面走去 旁边的人还不忘记扯上音念的三份小典型 男人打开一间休息室 还让音念过来 表示这里就是他们的伤员休息的地方 这里有重症轻症 音念恰到好处地又扑得一下喷出一口血 当然这是他偷藏的休协师的血 那血带着恶臭 这也是为了取得休协师的信任 旁边的休协师看着吐血的兄弟 不仅担心故意 音念假装奄奄一息地道 大哥 带我去重症伤员那儿吧 那里才是我的归宿 我怕是要不行了 男人立马皱眉否定道 不会的 等有了足够的精血你们都能恢复 音念这下总算明白了 原来只要有足够的精血 休协师就死不了 难缠也难缠在这里了 兵满严肃开口 这场战斗拖得越久 对天一周就越不利 因为这些休协师吸收了精血之后 会变得越来越强 音念何尝不知道 所以他要从内部想办法开始瓦解 音念如愿去了重症伤者们待着的地方 里面的地上果然怕了一群人 正在喘息中 有人临近有地临近 看得出来他们都伤得很重 掩掩一息 每人都期待地看着门口 等着别的休协师拿精血过来救他们 见这下带了三个小孩子过来 他们挣扎着要爬起来 那样子就插在脸上刻下开翻了三个字 快 把他的脖子拧开 有人迫不及待地伸出舌头在空气里舔了舔 我要喝 给我喝 我也要 无数的人爬了过来 简宝三人靠在一起 眼中有绝望的古惧 这时音念扑斥一笑 这一声笑不再是那沙哑难听的声音 仿佛清拳叮咚 一下子就吸引了简宝的注意力 室内光线非常的昏暗 音念怕简宝没人来 连忙拉下了黑袍 那张明燕的脸即便是在这样的光线里都绽放着惊人的美艳 尤其是他眉眼带煞灰剑叠血的样子 简宝再也忍不住了 惊喜地叫道 姐 姐姐 简宝眼睛一酸 畏惧和害怕 还有巨大的安心一下子 就化成了泪水从他的眼睛里冲了出来 可怜他也不过是一个才几岁的孩子 先前都是故作成熟 他也是一个需要大人呵护照顾的孩子 音念和那天一样 不带温情却让人安心地看了小家伙一眼 别哭 红伞刷了一声撑开 音念淡淡地笑了笑安慰姐宝道 看姐姐帮你报仇 下一刻火力全开 的音念化成了一道残影 这些奄奄一息的人 在他眼中和熟透了的烂瓜没有区别 一碰就碎 与此同时 天空上老宗主正和灰袍老祖对峙着 灰袍老祖挑衅地怪笑着 老东西 你的人可都死得差不多了 你就不心疼 老宗主强压下心中的不忍和心痛 脸上从容道 没关系 你的人死得更多 乃至灰袍老祖却哈哈大笑起来 我的人便是重伤了 剩下来的人只要能给足精血 便能重新战斗 你的人可以吗 老宗主脸色十分难看 修灵师伤口无法恢复 而修鞋师却可以 这就是病除了人性之后得到的力量 室内 音念收回了伞 一屋子躺着数百上千个散发着恶臭的尸体 笑出了一口小白牙 很好 死透了都 他看向了三个小家伙 给三人同样笼罩上了黑袍 你们就趴在这里 装死 等我出去把隔壁那边青伤的也都给干掉 我再来接你们 知道了吗 三个小家伙点点头 音念的出现给了他们三人无穷的勇气 他们不能给姐姐拖后腿 音念将三个小家伙安排在了最角落 还搞了尸体压在他们上面打掩护 自己披着黑袍装作正常人又悄悄地混了出去 念念将毒药放入装有精血的桶中 青伤修鞋师喝下后被一网打尽 念念打入修鞋师祖部 将重症式的修鞋师赶去见了阎王 然后他给三个小家伙笼罩上了黑袍 让简宝他们就藏在这里装死 等他出去干掉其余的 他再来接他们一起走 简宝感激地点点头 音念将三个小家伙安顿好了后 自己披着黑袍装作正常人又悄悄地混了出去 音念见有人提着一堆精血过来 音念心里一沉 但很快就平复下来 装着很热情地走了上去 很沉吧 我帮你一起 那人看起来还有些警惕不忘提醒他 你可不能偷吃 这都是要送给那些受了轻伤的伤患 等他们恢复了 还要再出去杀家处的 音念听着这话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活生生的人 在这些垃圾的口中 便是可以肆意虐杀领辱的家处 音念笑着一把接过那桶 保证道 放心吧 不会动一口的 那人这才放下心来 那你先送过去 我还要去给另外一些伤员送精血 音念看着那人走远后 确定周围无人的情况下 手腕轻轻一翻 一颗老毒物特制的毒药 就融进了那大桶鲜红的精血里 音念满眼冰冷地收回手 提着桶一步步地朝着青伤者修养师走去 弄死你们 而此刻 剩下的四周终于注意到了天异周的动静 五大家之一的吴家家主摇摇地看向天异周的方向 神情冰冷地道 这是修协老祖的扣天神器 完了 他脸色一白 修协师在进攻天异周 旁边人担忧地问道 家主 要去帮忙吗 吴家家主磨光一闪 露出几分挣扎 我们家最近弟子们在前线损失惨重 还是再看看吧 是鬼谷内 大长老看着那扣天弯 脸色大变 少主 念姑娘有难了 天异周 话都还没说完 面前人影刷了一闪 原心虽已经没影了 大长老也知道事态的严重性 他得率中弟子去救念姑娘 于是对着身后众人猛的一挥手 是鬼谷弟子 随我前去支援天异周 老总主摇头看向远处 他也期盼有救兵过来支援 但却只有满眼的失望 偌大的五周 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前来助阵吗 斜牵面见状不仅露出了一个充满坏坏的笑容 看看 这就是你们五周 还不如我们休息师团结 一群道貌黯然的伪君子 这句话让老总主气红了眼睛 却也没有办法反驳 而此刻的音念在休息室内 看着那些休息师 你帮我一下 我帮你一下的 不仅有些动容 总复 原本我以为 这群痴人精确的恶鬼内部也是一团乱马 却发现他们比外面那些正道的势力要团结 音念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传到音满的耳朵里 音满叹气道 休息师一向来如此 不然也不会从远古一直延续到现在了 外祖父拍了拍音念的肩膀 表示要起作用了 现在地上躺了满地 安静地死去的那些轻伤休息师 轻伤的人数量比起重伤的要多得多 接下来怎么办 百变的声音悄悄地响起来 我们要出去吗 当然是要出去的 可不是现在 音念头脑清晰 将黑袍裹紧了一些 撩开衣袖 气势汹汹地低头开始扒尸体 这些休息师可存了不少好东西 别浪费别浪费 拿出去给那些人休养也是很好的 摸了几个等级最高的 音念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嘀咕道 要不是时间不够 我肯定把他们都给扒干净了 一条底裤都不给留 他孙女刚才对着那些男人的裸体 还面不改色的样子 让他不由地深思 自己的小棉袄轻轻女儿 难不成你是这样的 腊腊喷出血缝火焰 将休闲室老巢给烧了 音念将轻伤休闲室放倒后 便在音满惊诧的目光中 蹲下身子开始扒休闲室的衣服 这些休闲室可存了不少好东西 音念可不想浪费了 若是时间充裕 他定把他们都给扒干净了 一条底裤都不给留 音满都看不下去了 女孩子家家的注意形象 念念让外祖父进去养魂玉 她哭去别的地方再添点热情 说完就让腊腊朝着室内放了一把火 血缝火焰熊熊燃烧 音满得意的狠 不愧是我的孙女 尽情地闹吧 等火势大到无法阻拦之后 音念才扯着嗓子大吼起来 来人了 起火了 快来人了 无数休闲师涌了过来开始灭 但这火却怎么都酷不灭 而音念就趁着这个时候 悄悄地溜到了重镇那边 将三个小肉团带了出来 四个人鬼鬼祟祟地往外面走 避开人群 一旦到没人的地方 音念就让辣辣喷口火 火势最终越来越大 地方狭小很快就成了连绵的火势 音念推着三个小团子 赶紧走 不然咱们就要变成叉烧了 小团子们使出了吃奶的劲儿 好不容易拱到了门口 才发现阵法没了 无数休闲师往外面奔逃 这火他们已经扑不灭了 音念跟着一起跑出去的时候 不小心被撞了一下 还被旁边的好心人扶了一把 小心了大兄弟 他手上还拿着一杯浑浊的精血 也不知道是抽了多少人的生命凝炼出来的 音念藏在黑袍里笑了笑 谢谢你大哥 下一刻 寒光闪烁而过 男人的脖子被音念割开 他对这些休闲师下手毫不留情 立场不同的战斗 不需要留任何的仁慈 随后音念将三个小肉团送回同院 刚到同院门口 发现里面一个女人正在发脾气 怎么会找不到 你们是怎么看着孩子的 一个人询问道 我们要不要再找找 刚才的那女人受了点伤 看着整个人无比焦躁 找什么找 自己有本事跑出去 就要自己承担后果 我可不想去找死 年轻男人脸色阴沉道 简宝他们带了门外很多伤员回来 他们很聪明 会多好的 女人脸上是讥讽的神情 那又怎样 三个屁大的孩子能帮什么忙 出去只会添乱 女人的声音冰冷无情 音念来的时候 听见的就是这些话 三个肉团脸色灯石沙白 简宝拽紧了音念的手 失落地低下了头 对不起他嘀嘀地道歉 眼睛里涌上酸胀的热气 旁边一个女孩抖着肩膀哭得很小声 我们也没想走那么远的 就是 救了一个之后 就想救下一个救着救着 就发现我们已经走远了 另一个小女孩也哭了 音念温柔地将几个小团子搂在怀中 不怪你们 你们都是勇敢的好孩子 那边的那个男弟子眼睛血红一片 够了 你可知道他们三个救了多少人 三人搬了三十人回来 每一次都正好躲过修鞋师的耳目 而那三十人里面 有你那唯一的亲人 正是因为你那个妹妹受伤 没能推开门 倒在了门口 他们才萌生出救人的念头 说得刚才的那女人脸一阵红一阵白 男人双眼是红 谁都能骂那三个孩子 你不能 女人像是脱离了一样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她捂着脸声嘶力竭地大哭起来 她不是要针对那三个孩子 她只是被压力压垮了 瞬间崩溃 坐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三个小肉团也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红院的弟子们齐齐一惊 回过头之后又哭又笑地忍不过来 钱宝 你们三个去了哪里了 吓死哥哥们了 一只人鱼族的美人鱼竟然看上了袁心碎 想让袁心碎做上门女婿 念念将简宝几个送回同院 刚才还在痛骂的女人听说三个小娃娃救了三十个人 不仅愧疚地一把抱住了三个孩子 痛哭失声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姐姐不是故意不去救你们的 简宝也嚎啕大哭起来 我们错了 我们不该出去不看路 走那么远的 他们围成了一团 呼声震天动地 见到这个情景 英念突然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不提生死 对比修学师 目睹自己亲人死亡的那一刻 是压力最大的时候 他们会在绝境中生出失去希望的绝望 这才是最致命的 他们需要一记强心针 能让所有人奋起的动力 简宝想起了英念 转身抬手一指 对了 是姐姐救了我们 但却发现 英念姐姐已经没有在这里了 旁边年纪大的弟子摸着简宝的头说 以后要好好地谢谢人家 简宝要记得别人的恩情 知道吗 简宝用力地点头 她记得的 两次都记得 以后一定会回报姐姐的 街道上到处都是压抑的气息 无数人在哭泣 鲜血的气味 让英念的嗅觉都要开始麻木 而看着这碗如炼狱一样的地方 英念咬牙做出了一个决定 拉拉 带我飞上天空 拉拉一惊 上空去那不就全都是天灵境的战场吗 主人现在的实力却很危险 但拉拉还是同意了 与此同时 巨人族的所有人都在往天一周前景 四座大山 轰隆隆地移动着 镇的大地都在颤抖 有人吐骂道 没想到咱们巨人族的出山首秀 竟然是因为休闲事 呸 真会气 对了师父呢 另一个弟子说道 师父去请别的在天一周附近的 影视家族出山了 估摸着很快就能赶来 老乞丐正在一处非常大的海岸上 只见他插着腰说道 你们就派几条鱼过去呗 人鱼族在远古时期那么强盛 如今还趴着区区休闲事 岸上正坐着一条白发长须的人鱼 耐人不耐烦地说道 少用激将法 我人鱼族现如今数量越来越少 而且根本不擅长在陆地战斗 老乞丐面色严肃了些 实在是天一周那边伤员太多了 需要人鱼一族的治愈力 而且五周那些大势力竟然袖手旁观 现在休闲事的士气倍胜 纯王齿寒的道理你应该懂 当休闲事在壮大 这世上可就没有世外桃源 人鱼婆婆一双幽蓝色的眼睛盯着老乞丐 还没出声 一道清零的声音在身后响了起来 婆婆 绵绵愿意带着一部分的族人前去相助 是一只年轻的人鱼趴在海岸上 他的鳞片在太阳下闪闪发亮 老乞丐见到他身上的 纯白腕络致的鳞片时 心头狠狠一阵 人鱼一族 鱼尾颜色越浅 发色越少 你胡闹 绵绵不可以去 人鱼婆婆顿时就怒了 你待在族中 都是被人护着长大了 何时才能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人 于绵绵轻叹了一口气 下一刻 目光却落在了老乞丐身上 但是 这位前辈 我有一个要求 老乞丐一愣 随后欣喜道 你说 我曾在水面上一次偶然机会 看见赤鬼谷谷主途经此地 于绵绵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红霞 若是我与人族出战 可否 可否让赤鬼谷的谷主做绵绵的腹血 巨人老乞丐扛着人鱼族的战士们去支援五周 就在刚刚老乞丐请人鱼族出战助五周一臂之力 但遭到人鱼族长老拒绝 但正在这时 却有一只美人鱼竟然说愿意带族人去相助 老乞丐一看美丽的人鱼天赋是最上诚的 但人鱼婆婆连忙阻止 胡闹 绵绵不可以去 美人鱼却有些任性 表示她待在族中 被人护着何时才能成为能独当一面的人鱼 然后鱼绵绵就提出了一个要求 一要原心碎上门做女续位条件 就可以带领人鱼族出战五周 老乞丐脸色一沉 有些不高兴地说 那你不用穷 基于谁不好 基于她小徒弟的人 再说了她也没法替别人做这种决定 人鱼婆婆大吃一惊 绵绵 不要胡闹 你什么时候有的心上人 鱼妹妹有些不好意思地羞红了脸 吞吞吐吐地说道 就 就前几次她路过的时候 看到她长得好看 我好想和她交配啊 她大胆地诉说着自己的满腔爱因 人鱼族就是这么一个炽热的种族 老乞丐都有些听不下去了 忍不住嘴角抽了抽 想到了原心碎那些淋漓的手段 发自内心的建议 我劝你早点打消这个念头 就你身上这二两肉 还不够心狠手辣的原心碎下酒的 鱼绵绵昂起脑袋执着地表示 不行 我还是要和你一起去 你不愿意帮我 我就自己上 人鱼婆婆浑身发颤 对这位小公主也感到很无语 人鱼婆婆第一次后悔封闭式教育这条人鱼少女 绵绵马上就要成年了 没想到竟对一个男人执念那么深 早知道应该多教她点东西 不要过于想当然 让她出去见见世面 顺便被那男人拒绝一下 也算是成长了吧 老乞丐大手一挥 行了 那咱们就一起走 反正她该说的都说了 这小人鱼要去碰壁也随她自己 人鱼婆婆满眼不舍地摸了摸鱼绵绵的头叮嘱道 也好 你注意安全 鱼绵绵眼里满是要见到心上人的期待 人鱼婆婆叫出了数千人鱼族的战士们 连带着鱼绵绵一起 在陆地上将自己尾巴上的水甩干净之后 变成了双腿站立着 人鱼婆婆叮嘱道 最多一天 一天之后若是缺水你们的腿就会变回鱼尾 还有 一定要护好绵绵知道了吗 众人纷纷答应着 脸上都是严峻的神情 只有小公主绵绵乐呵呵的不知道人间疾苦 还一路上东张西望的像是旅游一样 老乞丐便大身躯 扛着这些战士们一路急行 很快就到了天意州门口 师傅 巨人族的弟子们也到了 郑围在这巨大的光照外面不断地发动攻击 这玩意 而打不破 大山们也没闲着 强大的攻击波动一下下的攻击在巨大的罩子外面 师傅来 老乞丐身上肌肉寸寸暴涨 充满力量感的大吼的一声 给老子碎 咚的一声巨响 正在和携前面对战的老宗主听见了声音摇摇看了过来 一瞬间这看透了人心的老人顿时就热泪盈眶 他终于有底气 冲着底下还在奋战的人大喊 援军已到 早就疲惫不堪的人们顿时精神一震 援军来了 一瞬间就像是有了生的勇气 他们扛起了自己的法器 不要命地对着修鞋师斩过去 他们不像修鞋师 能生通活人的精血滋补自己的亏空 他们有的 只有最后不息的信念 支撑着他们 为了藏在他们背后的人 一次又一次地用自己的肉身去撞 去扛 人与小公主已经看待了 因面来了一个弯弓射大雕 一支支威力无比的弓箭法器指导修鞋师老巢 就在刚刚老乞丐扳到人鱼族救兵 很快就到了天异州门口 巨人族的弟子们正围在那巨大的光照 在外面不断地发动着攻击 那玩意儿竟然坚不可摧 怎么都打不破 弟子们远远看到了老乞丐走了过来 不仅喜出望外 老乞丐身上肌肉寸寸暴涨 充满力量感的大吼了一声 给老子碎 咚的一声巨响 轰隆隆的声音响彻整个天异州 这个声音也惊动了正在和谐前面对战的老公主 终于有人来支援他们了 老公主本来寒了的心 在这一瞬间竟被感动的热泪盈眶 底下的弟子们也都有了士气 都振作了起来 老公主冲着底下还在奋战的人大喊 早就疲惫不堪的人们顿时精神一阵 援军来了 一瞬间就像是有了生的勇气 他们扛起了自己的法器 不要命地对着修鞋师斩了过去 他们不像修鞋师 能生吞活人的精血滋补自己的亏空 他们有的 只有最后不惜的信念 支撑着他们 为了藏在他们背后的人 一次又一次地用自己的肉身去搏 人与小公主被眼前的一幕深深地震撼到 隔着一层透明的屏障 他看见了里面满地死尸 还有一个孩子坐在角落大哭 满脸恐惧地寻找着母亲 阿娘 阿娘 于眠眠不受控制地往后退了一步 这就是无情的战争吗 耳旁突然传来一道尖锐的吼声 师父 小师妹是不是疯了 于眠眠顺着声音看过去 老乞丐眼睛血红 他看到了爱图英念 念念这时一把扯下了黑袍 腾空而起 火红色的长裙在火焰裂风中飞舞 这是绽放在这一片灰暗天空唯一的深红 琢目又刺眼 人灵静 天空上那些休闲室都愣了一下 这女人找死吗 只见音念长出了一对火红色的羽翼 灵力凝聚 释放出阵阵威压 但很快 音念的手上就出现了一把巨大的弓箭 弓箭上绑着几件上等法器 他毫不犹豫地拉开弓弦 燃烧着灼灼战役 音念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你们的老巢 我收下了 而也就是这一刻 音念一松手 绑了数件上等法器的剑 直直地朝着某一处射去 哼 上等法器在音念的指引下 在接触到那块地皮的时候轰然炸开 他要的 是掀开那块隐藏着他们大本营的地皮 斜牵面身上所有的脸都开始尖叫起来 他是怎么知道的 他怎么知道那里的 尘土飞扬之中 地下老巢的火焰终于随着地皮的坍塌冲了上来 斜牵面听见了他弟子们声嘶力竭的哭喊声 还留在本部的弟子 被这古怪的火焰尽数吞没 只剩下他们肮脏的灵魂在嘶吼 但不出多久 就会连灵魂也一并被灼烧干净 底下还在奋战的所有人族都杀红了眼 老巢没了 哈哈哈哈冲啊 砍死这些龟孙儿 没了不解 我看你们怎么办 他们爆发出了比刚才还惊人的血气 无数休闲师被打得连连后退甚至被一刀毙 在这一刻 整个天异周都被这一场烈火和天空上的音念凝成了一股声 该死的剑丫头 斜牵面双眼赤红 不管不顾的就要对着音念冲杀过去 而此刻 他们两个的距离其实非常近的 师妹 徒弟 杀鸡已在眼前 绵绵差点尖叫出声 一道巨大的光束冲击就是在这时候 自上空落下 猛地击碎那坚硬的法器外壳 然后笼罩了斜牵面 强大的气息横扫整个天异中 原心碎霸气地使用一指弹弓 竟将斜牵面一只胳膊齐齐斩了下来 休邪师的被给老巢被音念一锅端了 整个老巢被熊熊大火给吞没了 休邪师弟子们声嘶力竭的呼救声哭喊声响成一片 无数的弟子被这古怪的火焰尽数吞没 只剩下他们肮脏的灵魂在嘶吼 底下还在奋战的所有人族都杀红了眼 老巢没了 哈哈哈哈冲啊 没了不及 我们赢定了 他们爆发出了比刚才还惊人的血气 无数休邪师被打得连连后退甚至被一刀毙灭 在这一刻 整个天翼周都被这一场烈火和天空上的音念鸣成了一股声 斜千面双眼示红 恨不得立刻将音念斩杀 然后他静止朝着音念冲杀了过去 而此刻 他们两个的距离其实非常近的 老乞丐他们不同的一惊 生怕音念会有什么闪失 斜千面不要命地向着音念发动着猛烈的攻击 正在这时一道巨大的光束自上空落下 轰的一声巨响 猛地击碎那坚硬的法器外壳 然后笼罩了斜千面 强大的气息横扫整个天翼周 音念被这强大的气息冲得直接飞了出去 拉拉费了吃奶的劲才将人抓住 没让音念从天空跌落下去 强大的光束轰隆隆地砸得不停 这时出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原来是圆心隧道 他眼神冰冷异常 对着斜千面摩拳擦掌 斜千面低惨叫声从那光束中传来 他的肉身在迅速地消融 圆心碎的双眼已经都成了幽暗的黑色 仿佛变成了一个从地狱爬出的恶魔 不免让人看了头皮发麻 大长老出现在音念的身边 念姑娘 和我走 少主给自己使用了加持阵法 那个副作用大而且时间不多 我们先避开 音念一边跑 一边忍不住回头去看圆心碎 光束中他末发被吹得四散飞舞 一直落下 斜千面低一只手就没了 圆心碎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主宰者 审判面前所有人的罪命 这时被拦在外面的人都冲了进来 冲啊 沙邦那些修邪师 修邪师们被杀得措手不及 斜千面忍着被挖肉的剧痛 眼见这边要溃败了 忍不住冲着所有人喊 退 可这个字刚喊了出来 本就庞大的四座大山手拉着手 一起堵在了唯一的出口中 而圆心碎抬手就是一个阻拦的大阵 将所有人都困住 他漆黑地眼弯了起来 圆心碎伸出自己修长的手 冲着他满是轻蔑地勾了勾自己 吟白如玉的手指 退 退哪去 来 继续 他烟红的唇一开一盒 比斜千面更像个失去理智的高贵疯子 底下的人也都杀疯了 那些失去了至亲的人 发出了痛极的咆哮 一个都不许跑 不许他们跑 想跑 问我们同意了吗 天一周不是你们想来就来 想跑就跑的 事已至此 只要不傻的人都能明白 这才不是斜千面说的 为了一个弟子引发的争端 要是真的为了阴面 什么时候围堵他都行 悄悄地不留痕迹 只不过是想要挑事 看他们人族互相怀疑 互相残杀 老巢都建在天一周了 那说大一个老巢 是一天都弄出来的 怕是早就弄了几年了 他们蛰伏在天一周 早就想吞了天一周 其他四周说不得也有这种老巢的存在 只是他们那边没有一面这样的神器存在 发现不了吧 远渔族第一时间手拉着手 开始放开治疗术 而巨人族也开始战斗 他们可比五周弟子生猛多了 本来平常就喜欢和自家人对练 现在杀得更欢了 渔绵绵来到了伤员最多的一条街上 入眼是满目地血 那一瞬间 什么男人什么交友己都被他丢到了脑后 在这种情况下 要是还能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就不是好鱼了 是缺心眼的鱼 人鱼小公主是只头脑黄黄的鱼啊 竟然又宜亲别恋喜欢上英念 还想和念念酱酱酿酿 鱼绵绵来到了伤员最多的一条街上 他的治愈术和其他的人鱼不一样 作为这一代血脉最纯净的人鱼 他放松了身体 双手交握张开了嘴 下一刻极有穿透力的声音就传遍了周围方圆白 天空中出现了五彩斑斓的泡泡 一颗颗地落入那些伤患的身上 血顿时就止住了 身体也迅速地恢复起来 休闲事件那些本来趴下的人竟然又站起来 不由地头皮发麻 人鱼足 不好 先杀人鱼足 几个离得最近的休闲事对着鱼绵棉就恶狠狠地冲了滚 鱼绵棉吓得浑身瑟瑟发抖 一个激动之下摔倒在地 双腿竟然瞬间变成了鱼尾 本来要跑的却没跑成功 还在原地啪啪啪啪地干甩着鱼尾着急 一个休闲举着刀就要朝鱼绵绵砍下来 鱼绵绵不由地尖叫了一声 绝望地抱住自己的脑袋 却没有想象中的痛 顺着缝隙看去 他看见了一脚红色 还有热血飞溅出来眼看着就要落在他漂亮的头发上 黑色的散面撑开 滴滴答答地砸下雨声 滴滴都没见到 鱼绵绵满脸眼泪地抬起头 这个娇气的人鱼小公主 见到了一张在战火中迷离地步行的脸 笔声开在岸边 他看见的任何一朵鲜花都要美丽 同时英念也在看这个娇气的 看起来比自己还小两岁的小人鱼 正在这时摆遍吃笑了一声 这只一看就是人鱼族血脉最纯净的小公主 人鱼族的小公主都娇气 看她 吓得尾巴都露出来了 拉拉更是毫不客气地笑道 羞羞脸 胆子好小 鱼绵绵羞愧地低下了头 她知道这个女人 刚才是她悬浮在半空之中 一举炸掉了对方的脑巢 然后她看中的赤鬼骨谷主也喜欢这女孩 和她比起来 她感觉自己真是差了不止一心半点 她一定会嘲笑自己 鱼绵绵失落的尾巴尖都垂了下来 无力地唾液在地上 洁白的鳞片上染了不少脏污的血 谁知道英念看了拉拉一眼 声音很轻地道 拉拉 第一次参战 能做到这样已经很厉害了 不要这么说 人鱼族的这位小公主 难道不比圣山宗那些美种的强 她只是缺乏战斗经验而已 英念看了一眼冲过来的修协师们 一把就将鱼绵绵从地上提溜了起来 抱在自己怀里 走辣辣 去同院 同院那边伤势很重 大概因为同院的孩子 平常杀修协师最狠 修协师也盯着他们的人杀 天空上 原心碎的加持阵法已经没了 被她削成一根人棍的鞋 前面被原心碎一脚踹给了老宗主 以收尾 原心碎压下冲上来的血腥味 老宗主不仅一愣 原心碎偏了她一眼仿佛在看一个傻子 她当然是要去顾着自己的念念 她可不是为了什么天下苍生来的 只是没想到顺着英念的气息找过去 却看见安全被放下的人鱼小公主 用自己的尾巴卷住了英念的身体蹭蹭 整根尾巴都红了 人鱼一种变心只需要七秒的神奇种族 她脸蛋红红 声音嫩嫩 对英念说 请你和我交配 一瞬间 英念以为自己幻听了 你说什么 英念不自觉地摸了摸耳朵 那条尾巴却越缠越紧 于绵绵都要被自己煮熟了 就就是 生小人鱼的那种 英念有一种想笑的感觉 我没有那能力 这条鱼变心只需要七秒 还要和念念生小鱼 差点被醋意大发的原心碎斩杀 原心碎将携迁面捆了的 接接事实交给老宗主处置 她自己要去保护她的念念 念念抱着人鱼公主就朝同院走去 于绵绵的尾巴缠着念念不放 她双颊飞红说出了令念念无比震惊的话 请 请你和我交配 念念都被说猛了 人鱼小公主解释着 就是 生小人鱼的那种 话都没说完 身后突然一道距离传来 于绵绵这整条鱼 直接被扯得啪的一声摔在了地上 掉了好几片鱼鳞 下一刻 于绵绵眼睛一酸 还没来得及哭呢 就对上了一张自己曾经日思夜想的脸 这时的原心碎已经举起了刀 要对着她的鱼尾巴冰冷地剁下去 鱼绵绵鱼不仅大惊失色 整条鱼都猛了 原睡睡 英念立刻制止 原心碎要剁下去的刀这才停在鱼尾巴上面 差一点点 就要人鱼分离了 整条鱼都被吓惨了 一动都不敢动 那张原来在她看来是世上最好看的脸 此刻都变成了那利刃一样的存在 英念赶紧走过去抱住了原心碎的手 原睡睡 你做什么呢 你现在还认得我吗 她还伸出手指在原心碎面前晃了晃 难不成那阵法的副作用是敌我不分 原心碎立马回过神来对着英念露出了一亩笑意 念念见原心碎还认得自己 终于松一口气 但原心碎一瞬间却又变了脸 她漆黑的毛子还未完全退去 此刻的眼瞳看起来比常人大一些 可这条鱼碰了你 念念 等我一会就好 我扒了她的皮 给你炖鱼汤 鱼棉棉下的双手抱住了自己的头 尾巴在地上无力地拍打着 不要口子 别过来 英念连忙上前劝说道 你胡说什么 她是来帮忙疗伤的 还有 人家是女孩 人家只是不懂 小公主能懂什么 别人救了她那是感激 感激和心动傻傻分不清 鱼棉棉咽了一口口水 她想说 等人鱼足成年的时候 还能选择一次性别的 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 她还是不说这句话了 到时候悄悄变成男孩子就好了 不就是小神镜吗 她好好地历练一下 终归能比得过这个臭男人的 初恋变成臭男人 只需要七秒钟的时间 小公主暗戳戳地 捏着自己的手指头下决心 她还年轻 加加油 总能把臭男人熬死的 到时候年老的圆心碎 自然不是鲜嫩可口的她的对手 见英念帮这条鱼说话 圆心碎眼神顿时更冷了 小公主 抱歉吓到你了吧 英念将人扶起来 小公主的腿也回来了 红院里很多伤员 拜托你了 小公主拍着自己的胸口 交给我 谈起治愈 这一刻倒是十分可靠 红院的一些伤员伤得 比英念想象中的还要重 甚至有人的肋骨都能看见 还拖着刀打算出去 先治疗 红院最大的弟子冷声道 圆军已道 我们能赢 当务之急是保住你们的命 说完她走向了英念 英念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大师兄 她五官非常好看 但看得出一直都在外面日晒雨淋的 皮肤有飞 顾面而来都是紧绷到极致的煞气 可惜的是脸上有一道 从眉骨纵横到唇角的巨大伤疤 将她的脸一分为二 能将小孩吓哭的那种 我叫童风 童风是童院院长的儿子 如今差不多在地灵境巅峰的实力 英念点头 你们院长了 人鱼小公主神奇的哭声 竟能治愈人的伤口 原心碎刚刚差点将人鱼剁成鱼丸 幸好被英念拦了下来 人鱼公主还想着成年 可以再选一次性别 到时再悄悄变成男孩子 追着小美人 念念将人鱼扶起来 小公主的腿也回来了 念念抱歉地说道 小公主吓到你了吧 童院里有很多伤员 拜托你了 小公主眼睛一亮 拍着自己的胸口打包票 谈起治愈 这一刻倒是十分可靠 童院的一些伤员伤得 比英念想象中的还要住 甚至有人的肋骨都能看见了 还拖着刀打算出去 正好和英念他们来了 个面对面的亲密接触 童院最大的弟子冷声道 你们先治疗 联军已到 我们能赢 当务之急是保住你们的命 说完他走向了英念 英念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大师兄 他五官非常好看 但看得出一直都在外面日晒雨淋的 皮肤有黑 露面而来都是紧绷到极致的煞旗 他和英念打着招呼 我叫童风 英念不仅问道 你们院长呢 还在外面战斗吗 若是受伤了可先回来治疗 我师父他们带了不少援军过来 可童风扯了扯嘴角 正要说点什么 熬得一阵哭声乍响 原来是小公主的声音 一边哭一边放出了很多很多的气彩泡泡 哇 旁边的小肉团一边拍手一边笑 这个姐姐哭了 但是姐姐好像力量很强大呀 英念不仅吃惊地瞪了瞪眼 内心感叹着 人鱼族真是一种神奇的种族 鱼绵绵惊觉自己这样让别人难受了 仗红了脸 对不起 我是故意哭的 哭了能放出更多的治疗泡泡 绝对不是被你吓的 太丢鱼了 童风继续向英念介绍着 我是童院长的儿子 也是现在童院的院长 英念看着这么年轻的院长不仅愣住 童风若有所思 我父亲在两年前在前线站死 那些原本在童院的老师们不愿意留下 都走了 我就是院长 剩下的弟子里 年纪大的就当孩子们的老师 英念心底生出几分配子 那你把伤员都召回来吧 童院的人他也在战圈里见过几次 那完全就是不要命的打法 可能因为心里藏着恨 不过你刚才说的前线 是什么 英念之前也听元杰说过 只不过元杰不愿意细说 童风顿了顿 才发现自己说漏嘴了 但是今天这个情况 他还在乎什么说不说漏嘴呢 你知道除了我们五周大陆之外 外面还有不少小世界吧 英念点头 五周自成一个小世界 而在五周之外 还有许许多多个小世界 只是具体是哪些 现在的英念还没有资格去了解 前线就是咱们这些小世界教会的地方 由福神塔控制着 外面那些小世界有的友善 有的凶残 小世界的居民不断地想要冲破前线的屏障 掠夺咱们五周地域 英念点头 原来如此 本来前线的存在是不可以告诉普通人的 英念十分诧异 难道是怕大家知道了恐慌 不是 谁料童风一口就否认了 是怕别人知道 去前线掠夺瓜分资源 他说这话 英念便明白了 前线是小世界教会处 天才地宝是不是很多 童风同意的点点头 这英念可真是敏锐 而且五周作为小世界中的一个 其实战力不算差 甚至在前线还算是比较游人有余的事吗 英念想去战火纷飞的前线 去拿破解魔族封印的四宝之一落诸果 前线有很多天才地宝 上前线就成了一种机遇 只能留给五周那些相对来说 比较大势力的弟子们前去 比如圣山宗 比如以前的童院 童风眼神一暗 如今童院没有小神镜强者坐镇 已经失去了去前线的资格 童风看着英念眼睛一亮 不过你是巨人族的弟子 现在巨人族出事了 你也可以去 在那边 只要你能活下来 实力就会得到飞长 童风觉得以英念的本事 他肯定是活得下来的 他的对手活不活得下来 那就不好说了 英念终于了解清楚了前线的事 还是感激地向童风作一道 多谢告知 童风见他好像还不是很想去的样子 便开口说 其实我是赞同有天赋的弟子去的 因为这两年五周战力减少得比较快 我们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游刃有余了 而且除了你自己能在前线 找到的战力品之外 还有福生塔的奖励 我听说下一次前线大战开启 杀敌最多的 就能得到福生塔奖励的洛诸果 那东西吃了可以连提三星 连提三星的诱惑 英念没封 英满封了 他在英念的脑海中大声四一刀 落诸果 孙女 一定要拿到 这是破解魔族封印的四宝之一啊 英念听了浑身一抖 真的吗 英满声音激动 自然 爷爷还能骗你不成 你一定要去 不用英满说 他也会去的 前线是吗 英念抬头看着天空 上面的战斗已经落到了尾声 休闲师们溃不成军 从心理上就已经都开始崩溃 反倒是五周人 越杀越凶猛 斜签面 拿命来 老宗主气势高涨 层层攀升 眼看着就要给予斜签面最后一击 斜签面身上只剩下一张脸了 那张脸发出了尖锐的咆哮 英念握紧了法器 下一刻 一个漆黑的阵法出现在斜签面身上 像一个巨大的黑洞 直接就将斜签面吸了进去 里面传来笑声 天一周 荡真有意思 英念身后 原心碎冷笑了一声 抬手就布下了一个巨大的阵法 这是一道声音传来 是鬼谷谷主 我知你厉害 一对一我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我要走 你拦不住 原心碎狠狠一窝 那黑色阵法竟然轰然碎开 那声音闷哼了一声 是受伤了 哈哈哈哈 下次再会把原心碎 那人咽下一口血 声音逐渐远去 下次再见 定灭一周 小神经巅峰的阵法是 老宗主眼神一寒 这种等级的人要跑 那还真的不好追 主要是他们现在都受伤了 不然几个小神经巅峰围堵 是能将人堵死 这人身上可半点邪气都没有 果然 五周巅峰强者里 竟然有邪牵面的内应吗 杀光剩下的修鞋师 老宗主眼神发寒 今日来了我天一周的 一个都别想走啊 剩下的修鞋师 已经是没了翅膀的鸟 再清理起来就快了 这一次天一周损失惨重 但修鞋师除了邪牵面之外 是全面 因面还去清扫了战场 他的红伞插入修鞋师的心 旁边的拉拉和百变突然同时一阵 主人 两人身上开始泛红 我们要突破了 高强度的战斗 这两个小家伙终于要突破到中阶出元兽了 百变和拉拉在战斗中突破到了中阶出元兽 百变变成了巨大的黑色猎空虫 而拉拉则变成了满身火焰的血风 修鞋师们被杀得溃不成军 反倒是五周人 越杀越凶猛 老宗主气势高涨 节节攀升 眼看着就要给予邪牵面致命一击 但邪牵面却被一个黑洞给吸了进去 元兴碎不下阵 将黑洞炸得粉碎 但那黑洞还是带着邪牵面给跑了 里面传来笑声 哈哈哈哈 下次再会把元兴碎 定灭一周 老宗主眼神一寒 五周巅峰强者里竟然有邪牵面的内应 老宗主发号施令 杀光剩下的修鞋师 清扫战场后 圣山宗的弟子们看了看满地的尸体 这一次天一周损失惨重 但修鞋师除了邪牵面之外 是全灭 英念红伞插入修鞋师的心脏 旁边的喇喇和百变突然同时一震 两人身上开始泛红 主人 我们要突破了 高强度的战斗 这两个小家伙终于要突破到中阶出元兽了 英念想着两神兽要露出原形 大街上太惹眼了 当机立断决定到隐蔽的山中去 元兴碎不放心地跟在英念身后 念念自己一个人进山 他是不放心的 山林里有不少野灵兽 发出嗷呜嗷呜的吼叫声 在这一刻辣辣和百变终于绷不住了 直接变出了原形 灵兽进阶是非常原始和野性的 除了大量的灵力之外 他们还要进食 而这一刻 英念终于看见了百变的原形 是一只巨大的黑虫 脑袋上的那两个包变得更大 像是要破壳而出 巨大的黑虫一口咬住了一只暴兽 咔嚓咔嚓的咀嚼声不绝于耳 辣辣这边则成了一只血色的凤凰 颜色更浓郁了 燃烧起来的火焰除了英念感受不到温度 周围的那些野灵兽 直接就变成了送上门来的叉烧 他比百变讲究心 还知道烤一烤再吃 英满诧异的声音响起来 血缝 猎空虫族 血缝英念倒是知道 只是这猎空虫族又是什么 像是知道他的疑惑一样 英满立刻解释说 这两个都是远古神兽 按理来说 早就该灭绝了才对 英念忍不住问 猎空虫族很厉害吗 虫兽是很弱的 他以为他的百变是变异兽呢 谁知道英满不高兴的道 你说什么呢 虫族可是最厉害的灵兽种族 猎空虫 那可是以龙为食 而血缝就更不用说了 寻常的凤凰恐怕他们一口就能吞八支 一个是地上暴君 一个是天空战神 英念完全不知道自己这两个小肉团这么厉害 但他还是要纠正 如今虫族是最弱的种族了 不过是一个循环罢了 英满泄出一丝笑意 现在猎 空虫重现 虫族可不会是垫底的 一个物种若是过于强大 就会被天道压制 让它们衰弱下去 而衰弱到一定的程度 这个种族就会引来一次转机 你的这只小猎空虫 就是转机 血缝一族如今也只剩下这一只了 怕是金凤火缝都要不值钱了 英满的声音里充满了幸灾乐祸的笑 英念可不管这 他一脸慈祥地看着自己的仔 什么背负种族 他的两个仔还是宝宝呢 他只要他们健健康康吃好喝好就好了 念念的两个仔仔 一个是地上暴君 一个是空中战神 这两个神兽本已是灭绝的种族 猎空虫是以龙为石 血缝就更厉害了 可以一口吞下八只普通凤凰 猎空虫从灭绝到再次出现 就是这个种族的一个转机 猎空虫和血缝现在都是极其稀有的存在 但念念可不管这些 他不希望他的仔仔背负太多 只要他们健健康康的就好 猎空虫的出现也震惊到一些前线的小世界 远在前线之外 一个占地面积最大的小世界里 一道浑厚的声音响了起来 一个庞然大物耸了耸自己的鼻子 闻到了空气里一丝躁动的灵兽气息 猎空血脉 那庞然大物动了动 整片大地都跟着颤抖起来 不可能啊 只有主人的后人 才能赋予出猎空血脉 主人明明无后 那猎空虫的气息又不见了 他疑惑地皱眉 声音断断续续地传了出来 主人消失数年 若真是小主人在那一定要找 主人找不到 就去找小主人 说着 他那只硕大的毒眼就明亮起来 下一刻 这巨兽仰起头 开始冲着天空发出吼叫声 声音传达万里 传遍这颗名为夜独星的小世界每个角落 周围的小兽也跟着一个个嫩嫩地嚎叫了起来 无数的灵兽脑海中都接受到了同一个想法 找到拥有猎空虫的人类 然后毫发无损地带回来 灵兽们沸腾了 他们觉得身上的血液在燃烧 而此刻 万界前线交汇处 正在休息的各个小世界的王者都皱起了眉头 夜独星是怎么了 他们看着那片躁动的世界之窗 每个小世界都有一个连通前线的世界窗 但凡是窗户亮着的那些 都是参战想要掠夺其他世界资源的 或者是被动接受战争的世界 但是世界窗挥着的 基本就是这个小世界已经负面了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小世界自己不参战 但是也因为这个小世界很强悍 强悍到他们即便去攻打 也不划算了 夜独星就是这样一个存在 里面全都是兽人一族 人族为什么叫他们做兽人而不是灵兽呢 因为在五洲这边的灵兽 只有神兽生出来才是人形 普通的灵兽一辈子都是灵兽 但是夜独星不一样 那边不论是什么等级的兽 都可以化成人 所以人族管他们叫做兽人一族 战力恐怖 肉体强大 如果同他们做对手的话 会很麻烦 而现在 从世界窗上就能感应得出 那边传来躁动的气息 一个个就和发了情的公狗 恨不得开满屏的孔雀一样 那股扑面而来的兴奋气息 透过世界窗都要拍打在小世界猪王的脸上了 五洲的王室扶神塔的至高神 这位至高神冷眼撇着世界窗 分析道 应该是兽人集体到了躁动期 不用了 位置都还没出口 他的脸就猛地扭曲了起来 猪王也跟着面色一变 啪哒一声 叶独星的世界窗亮起了鲜红色的灯光 红的刺目 叶独星 参战 天一周的战火已经平息了下来 老宗主倾点着大小势力的伤亡程度 袁杰痛心道 这其中 咱们圣山宗伤亡最多 老宗主眼里满是心疼难过 那些躲在山上的弟子现在何处 在 在宗门外面跪着 袁杰咬牙 这还不是最紧要的 只是他们竟然在弟子们出去战斗之后锁上了山门 要不是阴念在恐怕咱们死掉的人还要多 没有一个落脚处和休息的地方 恐怕连渊截这样的人都要撑不下来 我知道 出去看看吧 老宗主说不上是心痛还是什么 他对每一个弟子都给予厚望 却不是所有弟子都制作的 猎空虫的出现震惊了世界之窗 灵兽们是要找到猎空虫的小主人 同时也引起了个小世界领袖的关注 福神塔的至高神 认为是兽人集体到了躁动期 正在这时强悍的兽人族窗口竟然亮起 并发出了前线参战的指令 这次与休邪师大战 只有圣山宗伤亡最惨 老宗主想起了荡了逃兵的弟子 袁杰表示那些弟子都在山门外跪着 这次多亏了有因念在 要不会伤亡更多 老宗主强压着心中的怒火 静止朝外面走去 此刻圣山宗宗门外 那些先前逃跑的弟子都跪倒在地 痛哭流地 可怜巴巴地向老宗主祈求道 老宗主 不要赶我们走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我们只是年纪还小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阵仗 历史被吓到了呀老宗主 一个已经25岁的弟子 趴在地上咆哮的声嘶力竭 而有时过来找老宗主的18岁少女 一面恰巧从旁边路过 听见这话她觉得有些可笑 于是冲着那帮巨鹰吹了声口哨 来 小宝宝们 给姑奶奶让个路 圣山宗的弟子们 出了猙獰的目光 都怪你 是做勇者呀 英念一狡辩刚说话的弟子 给踹了出去 英念身上还带着未散的血气 他的速度 力量 早就在之前的对战中 变得更加凶狠和扎实 实力更是提升了一倍有余 现在要教训这些 都没见过血的小弟子 真的是太容易了 弟子们都被英念身上的 血沙气息震慑住 再也没有第二个人开口 英念轻笑了一声 废物 弟子们咬碎了牙 可那张牙舞爪的杀气 冲得他们不敢造词 一道带着几分欢快的声音响起来 英念 他们看见了平常对着 他们一点不留情的 那门弟子们冲了下来 这些那门弟子 刚才是怎么一人就一个 将他们从山上丢下来的 场景还历历在目 他们才是圣山宗的弟子啊 可这些人 现在却对着英念这么热情 圆杰揽住英念的肩膀 他喜欢有实力 有打破的人 经此一战之后 他就更喜欢了 走走 我们宗主早就在等着你了 圆杰一个眼神 都没分给这些被驱逐之人 什么玩意儿 不值得他浪费时间 英念道 我是来问前线的事情的 圆杰 早猜到了 我听说同院的人告诉你 走 我给你详细说说 随后圆杰带着英念 向一边走去 两人身影远去后 留下几个内门弟子 抽出了掌剑指向这些人 他们看着那些耸祸一脸嫌恶 现在滚出去吧 我们内门弟子和宗内长老用 鲜血护你们平安 也算是无愧于心了 你们走吧 不然 就算是入侵我圣 山宗 对敌该如何 想必你们给我清楚 说完不再管这些人 直接喝赤道 关上山门 圣山宗内部从今日开始 便要重新洗牌了 英念走在圣山宗里面 虽然人少了许多 但明显感觉这个宗门不同了 剔除掉那些不好的 大宗风范逐渐地显露出来 袁杰还不忘告诉英念道 我们宗主正在处置一些和圣逢勾连 给那些没用的家伙开后门的 说完还叹了一口气 至少需要赶走一半的人吧 英念不仅有些吃惊 他早就知道圣山宗高层也是有蛀虫的 不然这个宗门不至于败成这样 外面虚假繁荣 内里却空空 心意相信人的下场能有多惨 袁杰后被触目惊心地伤疤说明了一切 圣山宗的逃犯弟子要被赶出圣山宗 竟然怪罪到英念身上 英念一脚就教他做人 那些弟子害怕得再不敢造次 英念讨厌地看着这群懦夫 他来这里是想问前线的事的 袁杰热情地带着英念向宗门内走去 英念一路上发现圣山宗的弟子少了很多 看来老宗主是要纠正着圣山宗的歪风 袁杰表示他们圣山宗 可能要退出一宗医院一补 毕竟那些长老也都是强者 这些才是我们是圣山宗名面上的战斗力 英念点头 但是你们及时止损 以后还能重现辉煌 袁杰这事满脸自信道 我们剩下的弟子 拼了命都会扛起来的 还要再收一些心声 从头开始 虽然这个从头开始必定比之前要艰难了 狮子力量跟不上的话 声援也会受到影响 宗门的事情太复杂 袁杰也不想再讲 于是调转话题 前线你大概的了解过了吧 英念连连点头 就是几个世界的争斗 洪峰说过 世界窗就是连接前线的唯一入口 我们每一次都要从世界窗进入 世界窗一月开启一次 其他时间都是密闭着的 袁杰的脸色阴沉了一瞬 如果世界窗没有到规定的时间打开了 那就代表我们守在前线的人输了 别的小世界要和我们开战 那便是战火连天了 前线那边 除了你自己的队友 你谁都不能相信 袁杰提起前线 梅雨中有划不开的玉器 也不对 最好是连队友都不要相信 袁杰一边冷笑 一边解开了自己的衣服 你就相信自己的本命灵兽吧 那里的人还不如灵兽纯粹 袁杰的这顿操作 直让英念都快惊掉了下巴 袁杰那长长的刀疤 贯穿了他整个尖背 这就是相信别人的代价 这一刀直接让我从地灵境跌落到五星人灵境 差点命都保不住 原来袁杰早就已经是地灵境 只是受伤过重 跌了境界 这便是被一个队友伤的 我全心全意对待他 护着他 却差点毙命 资源被抢不说 那人还是个修协师 英念皱眉 修协师不是血液恶臭 袁杰面色古怪 是 但在前线 我们会尽量保证不受伤 洪通没告诉过你吗 前线环境恶劣 那边的日光是天然的赌场 如果伤口直接暴露在日光下 不出三个时辰就会腐烂 到时候伤上加伤 而且毒素会蔓延到你的神经 使你的动作变慢 英念精神一阵 前线果然艰难 连结心思一动 怎么样 到时候要不要和我组队 前线你肯定要去的吧 英念连连点头 破解魔剑封印的洛珠果在那 他肯定要去的 而且同风也说了 那边提升实力非常快 连结生怕英念不答应 非常有诚意的邀请道 和我组队 我这次进去救换队伍 他看中的是英念身边的战斗力 如果他没看错的话 百变和辣辣实力又强横了很多 英念还想看看情况 没有一口答应下 再看吧 对了 那边也是有小神经强者助阵的吧 连结十分肯定的道 那当然 我们圣山宗去了不少 长辈不去 小辈如何拿到名额 英念点头 手指却落在了那巨大触目 惊心的伤疤上 疼吗 这个男人为了向心爱的女人表真心 竟然当众脱起了衣服 连结因为轻易相信人 被人暗算 背后留下一道 触目惊心的伤疤 直接从地灵境跌落到五星人灵境 差点命都丢了 资源也被抢了 资源丰富的前线环境十分恶劣 日光就是天然赌场 伤口只要三个时辰就会腐烂 英念不仅心里一沉 前线果然艰难 连结特别喜欢有实力的英念 想和他一起组队前去 英念还不想贸然组队 下一颗英念的手指却落在了 元杰那巨大的伤疤上 而正在这时门外就传来了一道 满是寒霜的声音 你在摸什么 元心碎一脸阴沉 连眼神都变得可怕起来 正摸着人家裸背的英念 正裸着背的元杰 彼时之间 竟然都不知道哪个更尴尬一些 英念迅速地给元杰拉上衣服 两人吃惊地看着这个不速之客 元睡睡 以后记得要敲门 元杰也吃惊地问道 你怎么进来的 后来一想 元家是小神镜强者 还是最神出鬼没的阵法师 自然是想进来就进来了 元心碎目光冷嗖嗖的 并没有解释 他向着元杰步步紧逼 那吃人的眼神不紧吓得元杰后退了几步 英念一看元杰很危险 连忙过去一把拉住了元心碎 向元杰解释道 抱歉 他有很多事情都不太懂 我和他说说就好 英念把元心碎带到一处无人的地方 向元心碎解释道 我就是看看他的伤口 朋友之间很正常的 元心碎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然后做出了一个破天荒的动作 伸手开始解腰带 英念吓得一把摁住他的手 你干什么 随后他赶紧瞧了瞧四周 好在周围没有人 只有辣辣和百变睁着萌萌大的眼睛 看着他们两个 那元溜溜的眼睛看得英念心虚了 就好像自己带坏了一个纯真的孩子一样 元心碎一脸无辜地看着他 不是你说的吗 朋友之间很正常的 他大概是觉得不能理解又委屈得很 飞掌睫毛迪欲飞一般轻轻颤动了起来 底下一双眸似乎有一闪式的红芒 那我们比朋友亲近 我要拖得更多才行 英念皱了皱眉 感觉很无语 他是受伤了给我看的 而且他是女人我也是女人 能一样吗 元心碎抿了抿唇 像是玫瑰碰撞 让人忍不住想要去含一含他的唇角 这样的元心碎 英念总觉得他要遇到那种心机深沉 能拿捏得住他的人 恐怕会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他倒是自动忽略了 再三叮嘱道 记住 男人不可以在女人面前脱衣服 女人也是一样的 英念这事不由的开始 想念大长老 要有大长老在就不会闹这些乌龙事件 元心碎笑了笑 眼神纯真的狠 我不要 英念实在是气得狠 有些语无伦次 元心碎 你要是在女人面前脱一次衣服 我也在你面前脱一次 你碰他们一下 也得碰我一下 这样才算公平 男人女人都一样的 元心碎被念念这话逗得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觉得自己很有存在感 念念还是挺在乎他的 英念 你这是哪里来的歪理 英念无奈的服务 我们先回去 英念看了看时间 正好师父他们在掌心的落脚处 我也该想办法学正法 这样去前线也能有自保之力 像个小孩子的元心碎 看了几本老乞丐送的言情小说 竟然对英念产生了别样的情愫 元心碎单纯地以为关系清静就要脱衣服 把英念弄得哭笑不得 英念连忙制止元心碎的疯狂行为 元心碎一脸无辜有些不解 英念被他弄得头多大 英忙告诉他 男人不可以在女人面前脱衣服 元心碎却任性起来像个小孩子 我不要 英念实在没法 只好把自己也作为筹码来说 元心碎要是在女人面前脱一次 那他也要脱一次 但元心碎不是这套 他认为男人女人都一样 英念实在气得没法 你这是哪里来的歪理 他心里虽急 但想着这男人太单纯 现在和他是说不清楚 只好无奈地表示 先回去 英念想着这回正好师傅他们在找新的落脚处 他也该想办法学正法 这样去前线也能有自保之力 可他却忘了厉害的正法师就在他旁边 元心碎自告奋勇地表示 我教你啊 这时英念好像又想起了什么 你之前一直提的那个偶娃娃是什么东西 只有你们现足能用吗 元心碎点点头 类似于傀儡战斗 偶娃娃可以加持正法战力 会发挥出比原本还强三倍的实力 不知不觉被当成傀儡的英念 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所以 你当我是傀儡 元心碎看着他 脸色慢慢地红了 嗯 那是以前 现在我看了你师傅送给我的书都懂了 元心碎眼睫颤动 燕和唇两种颜色交织在他脸上 让人心神恍然 你和我娃娃不一样了 我们是另一种关系 英念见他脸色越来越红 心底缓缓声出了几分不妙 声音都带上了几分颤动 我师傅给你看了什么书 还没等元心碎回答 英念就已经拽着他一路 风驰电车地回去了 他要看看他那好师傅 又给了这傻小子什么好东西 他们来到元心碎房门前 英念迫不及待了 啪的一下一把 推开元心碎的房间门 就看见放在床边上的几本书 显然都已经拜读过 书页之间并不警示 互相留有距离 看得出来被翻阅过多次了 英念连忙走到床边 将那几本书拿了起来 他平住呼吸 仔细端向起来 这一看英念差点晕过去 做谦谦君子 娶小小娇妻 妻子若气你莫及 妙招看这里 他的好师傅可真有一套啊 英念气得脸都绿了 一把就将那几本书 全都砸在了地上 不知所措的元心碎 看着那些被砸在地上的书 露出了心痛的表情 比大长老当着他的面 被人揍得一拳出血还心痛呢 英念气得索性一把火 就将所有书烧成了灰 气愤地说道 这都什么玩意儿 老家伙带坏你 英念气得直接往巨人族的心腹底冲去 我找他算账去 留下看着灰烬的元心碎 他看着地面上的那些灰烬 慢慢地蹲下 修长地指尖抓住了一缕灰烬 却从他指尖散落飘出 元心碎有些痛苦地垂下了眸 肩膀塌了下去 大长老进来的时候 看见他这副样子 说话的声音都轻了不少 少主啊 您怎么了 元心碎嘀嘀嘀的声音响起 天一周有多少书店 大长老表示应该挺多的 元心碎站起身 面无表情地看着大长老 走吧 大长老 这真是个坑图的好师傅 送元心碎叫元心碎和念念谈恋爱 英念气得命令辣辣 将元心碎一把火给烧了 那些书瞬间化成灰烬 元心碎没想到英念这么反感 看着手上那些灰渣子 心痛得无法呼吸 他心爱的书没了呀 他得再去买回来 于是让大长老带他去书店 大长老还没了解清楚情况 一脸猛逼 不知道这少主为何突发起想要去找书 而此时的巨人族已找了一处非常好的风水宝地 四位山爷爷正好能将一座巨大的殿鱼给围起 里面的空间也足够大 够大家生活的 人鱼族选中了旁边的一个巨大湖泊 他们正在努力地堆泡泡圈地方 英念杀过去的时候 就看见巨人族旁边堆起了一墙壁的泡泡 十分可爱 英念还不忘记戳了一下 非常坚硬的泡泡 小公主一眼就发现了念念 她对念念颇有好感 脸上顿时笑开了花 爱 念念 然后高兴地冲英念吐出一个泡泡 那泡泡落在英念身上神清气爽 英念不仅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好想养一只人鱼 英念心思刚动 就被兜里的苗苗狠狠拍了一下子 你都有苗了 还想外面的鱼 你渣 小苗这是吃醋了 她不想让别人再来抢主人的爱 小公主趴在岸边 鱼尾在水里拍打出阵阵水花 笑嘻嘻地道 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 我和婆婆说过了 我们人鱼族也要入室 小公主见过真正的战场了 眼神看着都比之前更加坚毅 对来念念 你知道吗 天异周伤亡最少的势力是哪几家吗 小公主显然很八卦 是两个叫做万寿国和白家的势力哦 这两家很强大吗 英念猛地转头 万寿 白家 不可能 他们难不成比圣山宗和周家还扛得住 小人鱼一脸期待地说 那万寿国和白家 还拿到了几个前线的名额呢 我能拿到去前线的名额吗 我可是人铃镜巅峰强者 我的治疗术士族中最强大的 其实我昨天是八星来着 但是和你一起参加过战斗之后 我倒是成了九星 小人鱼笑容腼腆的道 伯伯也说了 多参加点战斗 对战斗力的提升刺激的是非常快的 英念同意地点点头 他倒是不否认这个说法 他都是在战斗中提升的 现在他就想去前线再去提升 再就是要拿打开魔剑封印的落珠骨 英念看着于绵绵有些不敢相信的问道 万寿国和白家能拿到前线名额 你确定吗 于绵绵边说边模仿着圣山宗弟子们的口吻 确定呀 是圣山宗那些人说的 还说白家一窝子耸 但是估摸着都是在家里蹲着不出门 所以才死亡率低的 这样的人去前线能干什么呀 送菜吗 英念心底存了疑惑 看来什么时候得回去看看 老几代这事从英念的身后走不出来 念念 你怎么还在外面玩呢 明天就要去前线 你正法学了吗 你不是说要学正法吗 英念心底一惊 明天 这么快 他都还没有准备呢 老乞丐表示给英念准备了点好东西 他带着和于眠眠暂时告别了的英念 走进巨人族 师兄们正在熟悉环境 这次咱们巨人族拿到了200个名额 你和孟小七 庄贤 耳垢师兄 还有一帮子师兄们一起去 要注意安全知道了吗 这爷爷的残魂就是个宝藏 手一挥就出现了很多英念需要的正法图 老乞丐告诉念念明天就要去前线 英念有些吃惊这也太快了 他还没准备呢 老乞丐在念念上前线前还要交代几句 于是带着英念向巨人族的所在地走去 师兄们正在熟悉环境 这次咱们巨人族拿到了200个名额 你和孟小七 庄贤 耳垢师兄 还有一帮子师兄们一起去 要注意安全知道了吗 英念笑着点点头 老乞丐一再叮嘱道 你耳垢师兄带队 你别乱跑 老乞丐紧盯着英念 才盯了三秒就破功了 算了 你肯定会乱跑的 别死了就成 英念也有些诧异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在师父心中竟然是这种形象了吗 不过前线更重要 落诸果胎一定要拿到手 首先得有更多自保的实力才行 老乞丐晃了晃脑袋 让原心碎来教你阵法 那小子去哪里了 平常不都黏着你的吗 英念正要开口说话 脑海里一满的声音突然炸开 声音大到让英念脑瓜子嗡嗡地想 阵法 我教你 我能教 英念也没想到爷爷会阵法 竟然有现成的师父 心里乐开了花 和爷爷交流起来 爷爷 您还是个阵法师呢 英门语气里满是自豪 那当然了 在我们那个时代 手上没点别的职业 那能当一宗宗主吗 然后语气里又带上几分嫌弃的道 现在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那叫原心碎的小子 我之前就看他很不爽了 这么年轻的人 能教好你吗 而且还是个现足的阵法 他们自己学起来倒是快 你这个外族人学起来很慢 学爷爷了 爷爷可以随时教你 什么臭男人 基于他家姑娘的都得死 英念若有所思 行 那就学爷爷的 然后他冲着老乞丐胡周一顿 师父 不用了 我已经有阵法图了 我自己可以学 冲着老乞丐摆了白手就溜走 英念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房间 外面有刻着他的名字 闻一关 就自动生成了一个结界 英念刚才和老乞丐是胡说的 他哪有什么阵法图 现在正犯愁呢 可我没有阵法图啊 英满也从养魂欲之中挑了出来 乃至他给了英念一个惊喜 你爷爷我岂会没有库存 英满随手一挥 就出现了许多的阵法图悬浮在英念周围 英满交代道 孙女咱们一个个学 一旁的英念此事看得目瞪口呆 下意识地抬手要给这么棒的爷爷鼓个掌 英满一脸虚伪却很受用地压了压自己半透明的手掌 看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我从圣山宗的藏书阁拿的呀 那地方我想拿什么书籍就拿 什么书籍 藏书阁里的书都是以前我开宗的时候 从四处抢来的 搜罗来的珍宝 不要有心理负担的用吧 这爷爷想的真多 英念想着有便宜不占白不占 爷爷你不用说这么多 我也不会有心理负担的 英满不由的笑 这后脸皮的属性倒是很像他爱的那个女人 那他的闺女是不是也这样的 而此刻正在藏书阁里查着书的左部法 正将一叠非常珍贵的阵法图收容到抽屉里 一边收容一边说 哎 老宗主也不问问英念 初代留下来的灵术能不能传给咱们 多可惜啊 他一边叹息着 一边转头一看 我阵法去哪呀 英念真是的奇才 连实力强大的阵法师都要花好久才能记下一个阵法 但英念一眨眼的功夫就将所有阵法全记住 并且可以轻松地画出来 就在刚刚 英念正想学阵法 哪之外祖父一下就变出很多的阵法图供念念学习 英念诧异不已 这个爷爷怎么一下变出这么多阵法图 英满得意地表示 这些书是他在藏书阁拿的 都是他以前当宗主抢来的 而此刻圣山宗的藏书阁 左护法正在藏书阁里查看那些收藏的宝典 一边收容一边叹息道 哎 老宗主也不问问英念 初代留下来的灵术能不能传给咱们 多可惜啊 他一边叹息着 一边转头一看 忽然发现以前放阵法图的那里空了 不经大吃一惊 他们天天守在这里 难道这阵法图这样脚飞走了 这可是他们圣山宗的宝典啊 左护法心里一阵慌乱 我阵法去哪了呀 圣山宗那边左护法的崩溃英念体验不到 他正被那一张张的阵法图给迷了眼睛 就像臭男人被小妖精勾了魂一样 英满还在谈侃而谈 像个老师给小孙女讲解着 阵法图是用精神力刻下的 天赋就算十分强大的阵法师 基本上也得花几天的时间才能记下一整个阵法 我对你的要求也不高 你在今天能记下第一个阵法图 就可以了 记阵法图不是个容易事 所以英满对英念的要求并不高 哪知道英念一脸淡然地说道 我记完了 英满这时还没反应过来吗 嗯不错 你记完了 我就知道你 等英满反应过来的时候 直接变成了哑口无言 他觉得这么快记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 什么 你记完了 他转身严肃地看着英念说 我知道你们年轻人都好面子 但这种事情不可以随便说 英满将阵法图放在一旁 很肯定地说真记完了 英满还是不肯相信英满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记住 直接骂倒 狂妄 英满无奈地弹弹手 我直接展示给你看吧 随后英满凝神尽情 抬手凝出一小丝丝的精神力 并且很快就画了一个三角阵图出来 那图竟然和刻在阵法图上的一模一样 英满也被震惊到了 这小孙女还真是天赋异禀 她沉默了许久才亲和了一生 嗯 我欣赏你的狂妄 英满搓了搓自己的灵 努力让自己保持住高人模样和可靠爷爷的形象 指点道 你现在学的是最基础的阵法 为三角阵法中的一种 阵脚越多的阵法便越难勾勒 人灵尽实力能勾勒到五角阵法就已经是极致 而我为你选的第一个阵法 名为微缩阵法 又名为锁阵法 专门用来偷袭 是所有三角阵法里最阴险的一个阵法 英满不仅鼓了鼓掌 好名 她小心翼翼地问道 哪个缺德会弄出来的这个阵法 只是从未听过 不知是哪位高人创了 英满自信地拉了拉自己的衣服 是你爷爷我 英满不仅心中一震 转又觉得有些想笑 奶奶 你当年是咋看上她的 英满吹了一口魂魄之气 看好了 一段场景就在英满脑海中浮现出来 是虚假的 但却是英满的战斗记忆 英满看见一个少年探头探脑 在地面上布置下一排的微缩阵法 然后又鬼鬼祟祟地藏了起来 这少年爷爷布个阵法还要撒泡尿 难怪会叫为所阵法 英满这个记忆天才瞬间 就将所有阵法全记住了 英满教她的第一个阵法 就是为所阵法 这名字有点讽刺 英满不仅笑了 万万没想到就是爷爷英满所创的 英满让小孙女看好了 随即有灵力在英满掌心凝聚 这灵力向英满飘来 念念不仅闭上了眼 脑海中出现了一个画面 月色映照的树林中 一个少年正蹲在地上 在地面上布置下一排的微缩阵法 然后就鬼鬼祟祟地藏了起来 这少年在月色下露出了一张脸 却是念念的爷爷 只不过现在的英满看起来 不过十七八岁的年纪 正是最年轻的时候 下一刻 神奇的一幕出现在英念的眼前 本来只会浮现在众人面前的阵法 竟然缓缓地缩小 缩成了一根弯弯的 形状略为有些猥琐的细针 一脑袋钻进了土里 还不忘记拱两下把自己埋住 这时有几个黑衣人正在追她 境界都差不多的 那小子就在前面 追 必须活捉她 身后那四人追得气势汹汹 可就在他们踏入藏着阵法的区域时 四灯弯弯针猛地冲了出来 阵法手拉手 把追捕的小狗子给围住了 他们成了一个笼子 开始呼啦啦地往那些人脸上喷 烧得他们身上的灵力照都破了 几个狗子被烧得发出痛苦的声音声 少年阴满这时冲了出来 看着那四个奄奄一息的人 然后得意地笑了 活捉我 你们再修炼个几百年吧 然后对着那几人还做出掏裤装的动作 宁宁好像知道爷爷要干什么 面上露出尴尬的神情 这时画面顿时就结束了 阴满脸上半点尴尬都没有 你爷爷我年少的时候就是这么英勇无畏 阴满感觉很无语 这爷爷有点小流氓啊 阴满信誓旦旦 这个阵法很适合你在外面对敌用 就适合咱们爷俩这种光明磊落的人 阴满说得脸不红心不跳的 然后给小孙女持续教训 知道我的阵法和别人的阵法最大的不同在哪吗 阴满不假思索地答道 嗯 你的更猥琐 阴满气得狠狠敲了一下阴满的脑袋 一片拳拳以爱之心压都压不住 错 是我的阵法更好控制 我的阵法不只是精神力 还混杂了一部分灵力 以灵力为思 控制他的形体和方位 懂了吗 阴满瞪大眼睛 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方法 阴满讲起他的阵法津津有味 我的阵法 只有精神力和灵力同样都是天才的人才能用 不然就会引起反噬 这也是为什么圣山宗那边的阵法是没法修炼 我留下的阵法 对原因他还忍不住捧一彩一 和你比 那就太废物了他们 留着也是浪费 我干脆全部都拿出来了 阴满已经能想到圣山宗那边 找不到阵法图惊慌失措的样子 不知为何有点想笑 阴满运用灵力一半 精神力一半 开始勾化 阴满又打了他一拳 乐啥呢 明天要是学不好 就别去前线了 送菜呢 话是这么说 但是阴满心里清楚 他当年自己钻研琢磨 也是花了五天时间才弄出来 阴满天赋比他好许多 也得三天才行 一天时间 怕是够呛 一旦开始花症了 阴满就并除了自己全部的想法 有阵法助阵 战斗力会高出一大截的 他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念念一把火烧了 圆心碎的言情小说 圆心碎却到书店里 看起了小黄书春宫图 就在刚刚爷爷阴满 要教念念画阵法 想考考念念 我的阵法与别人的阵法最大的区别在哪 没想到阴念脱口而出 你的更为所 这说法也太过讽刺了 阴满难堪地敲了敲念念的脑袋 错 他的阵法最大的特点就是能更好的控制 阵法的形体和方位 阴满也是第一次听说阵法还可以变换形体 而阴满的阵法只有精神力和灵力 同样都是天才的人才能用 不然就会引起不良的后果 一旦开始化阵 阴满就并除了自己全部的想法 十分专注地完全沉浸到阵法中去 压根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和刚才的一丝精神力勾画完全不一样 精神力正常输出了之后 他觉得就和开垫一块满是山石的地面一样艰难 更何况灵力和精神力压根不能很好地融合 一次失败 两次失败 十次 五十次 阴满经过无数次的尝试终于画出了阵法的轮角 阴满看了看阴满痛苦的神情 但又看看他画的阵法感觉很好 第一次尝试画阵的小菜鸟到这一步就应该被打击得差不多了 然后阴满该来找他这个爷爷好好地求安慰了 等会儿他就适当适当地教训一下他 然后好好安慰孙女 孤寡空巢了千万年的老人阴满跃跃欲试 两百次 四百次 阴满一直保持非常冷静的一个状态 甚至三角都已经能画出两角了 而刚才还在担心小孙女的阴满 此时正靠在旁边的凳子上呼呼大睡 另一边 在五桌的一家书店里 书店店长正瑟瑟发抖地缩在桌子上 是鬼谷的那位杀人不眨眼的补主 舅舅就在他店里看书 他能不懂吗 原心碎面无表情地翻阅着 指尖紧紧地捏着手上的纸张 好像要把那纸张揉烂一样 因为过于用力都泛白了 那俊俏唯美的脸上满是红霞飞 这得迷死多少小姑娘 原心碎看的还不是别的书 店主紧张地看了一眼他手上拿着的书 娘呀 那可是春宫啊 第二天一早 英满被人狠狠一巴掌拍在脸上 猛地惊醒睁开眼睛 面前是辣辣和窝窝两张萌萌大的脸 太野 您在干什么呀 辣辣揉了揉眼睛 不是教主人学阵法吗 你怎么还睡着了呢 英满好不亏心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我不是睡着 我只是闭上眼睛 摆边坐在他旁边的凳子上温柔提醒着 是不你擦擦口水 英满 觉得三个仔里面这个最坏 一肚子坏水 英满拨开三个仔 眼神却狠狠一抖 他猛地从位置上站起来 拉拉从他膝盖上扑通一声圆润地滚下 还压倒了他背后的小翅膀 可依满却没空落他 激动地看着面前已经完成了三脚阵法的小孙女 念念 你弄断 英满揉了一把自己肌肉都僵硬了的脸 然后轻笑了一声 不然是昏睡中的您吗 也没那么难 他打了个响指 阵法就变成了两根猥琐的弯针 还一扭一扭的 往地上哒哒哒地扎去 只是有一点 我怎么喷 英念还以为阵法会自动喷闹 此图可教你 英满这个老是兴奋不已 你牵引里面的灵力 你灵力如果是火属性的就能出现火性的攻击 别人难以企及的东西 他却在一眨眼就学成了 念念专注地练习画阵 英满在一旁呼呼大睡 忽然被人狠狠扇了一巴掌 原来是拉拉和百变 拉拉指责他失职教学走神 英满却睁眼说瞎话 表示他只是闭上了眼睛 百变取笑他嘴角有口水 这在声声戳穿了他的谎言 而正在这时英满激动地大叫一声 念念 而这时的念念已经完成了三角阵法 英满不可置信地问道 这是你弄的 英念揉了一把自己肌肉都僵硬了的脸 对爷爷这样问感到有些无语 不然是昏睡中的你吗 英念轻笑了一声 也没那么难 他打了个响指 阵法就变成了两根猥琐的弯针 还一扭一扭的 像一个小屁孩跳舞一样 往地上哒哒哒地扎曲 只是有一点 火怎么喷 英念还以为阵法会自动喷呢 英满兴奋地继续教学 你牵引里面的灵力 你灵力如果是火属性的 就能出现火性的攻击 英念想想又沉深感受了一下 阵法里的灵力在精神力的包裹下 变得非常的具有攻击力 红色就是火属性 蓝色就是谁属性 绿色木属性 紫色雷属性 棕色土属性 英念看着眼前炸开的彩虹 美轮美奂 好像什么颜色都有啊 纷乱地在他面前嚣张狂悟 他皱紧了眉头 也不知道对不对 想了想尝试着说 五彩斑斓的色 是什么属性 英满惊讶的顿时 就从自己的位置上跳了起来 怎么现在才和我说 英念一脸无辜的皱眉 我也是才知道有这种 是真的才知道 不然也不会拖到现在才来说了 然后又一再地强调 我是真没注意到 毕竟比起我灵兽气和直 还有精神力天赋等等 这个就显得有些平平无奇了 英满觉得这小孙女 有点小看她正法的意思 有些不高兴 虽然是自己的孙女 但还是很想打死她好吧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 说得我头都痛了 英满老大不乐意了 但是还是继续问道 五个颜色哪个颜色比较多 你以后修炼就侧重哪个属性 英念那时看了一会儿后 有些犹豫的道 都一样均匀 没有谁多谁少怎么办 英满再一次激动起来 真的 那你以后每个属性都能作为主属性 也就是说 每个属性的灵数 你都能发挥到最大的效果 英念看着阵法 尝试运转灵力 应该是吧 果然 每个属性的灵力招式都能切换自如 英满见状扎舌 她给自己设计的微缩阵法 没想到到英念手上 才发挥出了真正的实力 念念的阵法竟然超越了 外祖父这个原创 发出五彩缤纷的色彩 代表有五种属性 一般人只能修炼一种 但念念却能修炼五种 英满也没想到 她的微缩阵法在念念手上 竟被进一步发挥了实力 念念试了一下 五种属性竟可以切换自如 英满也有些扎舌 连她自己也没达到这个境界 英满努力让自己看起来 像是一个严格的老师 她让念念你多练练 因为念念现在画一个阵法 都要画很长时间 只能偷袭实用 不然等她上战场画完 早就歇菜了 英念对自己还是挺满意的 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 不解地看向英满说 爷爷 你这阵法不就是用来偷袭的吗 英满总觉得这偷袭 还是有些不光彩 也不想和这小辈多说 于是化身到养魂域里 连忙岔开话题 让英念抓紧时间休息了一下 毕竟马上就要出发去前线了 英念画阵法辛苦了一天睡得正香呢 正在做美梦呢 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咚咚咚 耳垢师兄那粗犷的声音传了进来 小师妹 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出发了 英念听到叫声从梦中惊醒 顿时神清气爽地从床上爬了起来 惊喜地发现天宫里的精神力池子已经一满了 她发现随着自己境界的提升 精神力也跟着提升了 而且已经是五星人灵精的阵法师了 英满又持续教学了 念念 你以后精神力和灵力还有魔元素 都要一起平衡地修炼 对了 你的魔元素不能光明正大的吸收吧 你得弄点可以隔绝外面窥探的结界类型法器才行 英满也担心英念这么好的魔力天赋被浪费了 她观察过英念的灵力天赋极高 魔元素更高 高到这些黑乎乎的珠子时不时地趁着英念不注意 飞蛾扑火般地往她身上冲 就像是担心自己孩子吃不饱的老妈子一样操心 且不求回报 英念觉得爷爷说得很对 她也赞同地点了点头 因为怕人知道它是魔剑里出来的 魔元素一直被压制着 都没有怎么修炼 但是她想着修炼又得有那个隔绝法器 然后犯起了愁 这么短的时间里 我去哪里搞来这种珍贵的法器 她一下跳下床 哗啦一下打开门准备出去想办法 却发现天下第一段造势 叶安站在了门外 手上还拿着一个小东西 惊人的灵力波动从里面传出来 叶安冲着英念微微一笑 闺女 爹爹来给你送法器了 叶安这爹爹可真来得及时 但英念沉默了许久 她担心爷爷英满会有什么不满呢 我不欺人 英满在她的脑海中发出了愤怒的慈父咆哮 什么爹 谁 的爹 你不是说你的爹爹是万寿国 那个一次面都没见着过的狗男人吗 英念拍了拍自己被震得嗡嗡作响的脑瓜子 连忙和爷爷解释着 不是的 是我阿娘的追求者 他自称是我爹爹 英满觉得这人脸皮真厚 更怒了 这人是看上我闺女了 这世上没有男人配得上我宝贝女儿 英满已经骂疯了 但英念不大理他 他好奇地看着叶安带过来的那法器 这是什么用的 叶安见宝贝女儿对他的法器特别感兴趣 慈祥的笑 帮你格局魔元素感知的 你去前线肯定很需要 不然你的魔元素得不到补充 不要和爹爹客气 你需要这个 别为了一时的硬气放弃能变强的途径 念念抱上了天下第一段造师的大腿是有多爽 英念的魔元素天赋极高 想修炼吸收魔元素 必须有隔绝外界窥探的法器 正在他一筹莫展之时 也不知道叶安是怎么就知道念念会需要法器的 竟捧着一个盒子出现了 他正式来给念念送隔绝法器的 叶安将盒子打开 慈祥的笑 里面是一对十分精致的红宝石耳环 不要和爹爹客气 你需要这个 英念并不是这种人了 为什么他们总觉得他不会收下呢 而且这正是他需要的东西呢 英念一脸开心的结果 心里早已乐开了花 那我就谢谢叶安叔叔 想当英念爹爹的叶安相当嫌弃这声叔叔 英念小心翼翼地将耳环戴上 那属于法器的威压就没有了 叶安还怕念念会有什么不放心的 表示不会被人查出来这是法器的 你放心带 英念感激地点点头 好的 我会尽快解开魔族封印的 这是他和叶安的共同目标 叶安愣了一下 感觉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他不愿意伤着孩子的心 只能点头说 要多少法器和爹爹说 爹爹都给你做 看 这就是念念抱上了金大腿的好处 英漫的声音又在英念的脑子里炸开 哟 没看出来这小子还挺贴心 但陪我闺女还差点 正在这时师姐跑了过来 师妹 快快 耳垢他们等不及了 那个老总组说 咱们天一周的人都去 师姐不由分说地拉着英念就往外面走 还不忘告诉念念 对了 还有个人要和咱们一起走 师父说让咱们代代他 话音刚落 刚走出门口的英念就看见了那个人 于眠眠激动的额头上都冒出了一片白白的鱼鳞 他看见念念不仅双眸发光 念念早上好啊 于眠眠上前亲热地拉着英念的手 非常努力地推销起自己 我和念念一起去 我很厉害的 我又能攻击人 又能给你疗伤 如果小公主这会儿是人鱼的样子的话 身后那条尾巴该高高地翘起来 霹里啪啦地乱甩一通了 英念想着小公主是治疗剂的 带上也是好处多多 再加上治愈剂的苗苗 会安全很多 英念觉得这小公主非常可爱 冲着小公主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这时师兄耳垢也来了 十分激动地说 就是前面了 赤鬼谷的人用阵法带我们一起去 你那个小郎君和咱们一道去呢 这次他亲自去前线压阵 我觉得多半是为了你 英念听着觉得有些怪异 诧异地抬眸看向 站在人群最前面的圆心碎 只是没想到 原来看见他还特别高兴的圆心碎 这次一对上他的目光 竟然眼眸 不自在地动了动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猛地扭过了头去 大长老诧异不已 一向对念念热情的谷主 这是怎么了 难道和念念闹别扭 陷于圆心碎的反常 英念主动伸手和他打招 圆心碎避开他的目光 神情有些紧绷 英念觉得更诧异 圆心碎这是生气了 可他有做什么 让圆心碎生气的事情吗 圆心碎现在真是 左脸写着脸 右脸写着墨 和之前那软萌的样子截然不同 英念走到了圆心碎面前 语气温和地说 怎么了 不舒服吗 实在是太反常了 反常到英念都开始反思 自己是不是对他关心不够了 平心而论 现在在场所有人领 他对圆心碎是最亲近的 毕竟认识得最久 圆心碎看过小黄叔脑子里 竟是脱衣服的内容 看到念念连忙害羞地 别过头不理他 念念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他自认和圆心碎关系很亲近 走到了圆心碎面前 语气温和地说 你要是有什么事 可以找我帮忙的 实在是太反常了 反常到英念都开始反思 自己是不是对他关心不够了 他们靠得很近 圆心碎对上念念的双眸 害羞地脸红到了果梗 他都能闻到英念身上好闻的香味 是花香 什么花 圆心碎甚至不敢深想 深入去想 就会不可控制地 想起书中看见的那些内容 声音沉沉地说 你记住你这句话 英念并不知道圆心碎内心的想法 拍了拍他的肩膀 嗯 放心 有什么事情我能帮的 我都会帮的 圆心碎漆黑的眼眸里 晕开雷雨 他突然变得沉默寡言 让英念十分不习惯 好在在常人多 圆结就不管这两人之间微妙的气氛 挤到了英念面前 就迫不及待地问 怎么样 想好了吗 合不合我阻断 见英念不为所动 圆结知道英念这是 放心不下巨人族 这一群师兄们 于是又做起念念的工作 你可以带着孟小七一起 咱们在前线是需要分等级的 一起行动的 英念不仅十分差异 怎么 那边还分境界 圆结郑重地拿出一份地图 那当然 前线的战场都是分割好区域的 你要知道 一个混乱的地方 没有秩序的话 是没办法长时间存在的 即使是杀戮 也有杀戮的秩序 白色区域是人灵境活动区域 黄色的灵境 黑色天灵境 圆结指向了其中各个区域里 供起来的一个个灰色的圈圈 像是一个立体的小山脉凸起 这就是前线的宝山 藏了许多的天才地宝 都是可以扫荡的 英念点点头 若有所思地说道 但这种宝山的话 一定能遇到很多别的小世界的人 对吧 圆结竖起大拇指赞许道 聪明啊 组队的人数太多了 目标太大容易被狙击 太少了又不能联合抗敌 所以一般五个人组队为最佳 孟小七 加上你那两个灵兽 咱们就差不多了 英念看了他一眼 你自己没有想带进来的人吗 平常合作的比较多的 英念算了算 他还能带一条鱼进来呢 谁知道圆结一下神情就尴尬了起 我没有我没有 英念看着圆结的样子 你这明显就是有啊 但是他不说 英念也不会过多追问说破 这时听见大长老催促地喊了一声 入阵 我们准备走了 英念拉着圆结站在了阵法上 念念看着脚下的阵法 是很复杂的十二角阵法 英念痴迷地盯着这阵法 什么时候他才能学十二角阵法呢 就在英念着这阵法看的时候 耳旁突然想起了一道声音 英念 等到了前线 就是你的死期了 英念拧眉 转过身的那一刻 整个光阵都亮了起来 念念在阵法中尽遭苏林念偷袭 向无尽的深渊坠去 英念准备上前线 入了大长老他们不好的十二角阵法 他看着脚下的巨大的光阵 这阵法非常的复杂 他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呢 此刻念念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 正有人想取念念的性命 当念念转过身的那一刻 整个光阵都亮了起来 面前被一片白光取代 下一刻天旋地转 一只手抓住了他的手 英念转过身 还以为是圆心碎 却对上了一双阴沉不满血丝的眼睛 那人狠狠地将英念往外面一推 大骂道 英念 去死吧 阵法上都是有站位的 乱动的话很可能会导致他无法到达阵法定地 英念整个人往旁边倒去 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狂乱了起来 下去的那一刻 英念认出了他面前的这个人 是那个该死的苏林燕 正得意地露出猙獰的笑声 这是一道长边像蛇一样向苏林燕爬了过来 啪的一下缠上了苏林燕的手腕 然后一道无形的力量将苏林燕一下就卷了下去 英念冷笑着 我正愁没法弄死你 你倒是自己凑上来了 这是精神戏 窝窝窝悄悄地探出头来 他想要施展下自己的实力 助主人一臂之力呢 随后窝窝向苏林燕发出了精神攻击 苏林燕张大嘴巴瞬间变得神志不清 失去了意识 下一刻 苏林燕和英念各自被传到了不同的地方 被卷走之前 英念似乎看见了原星碎变得惊恐的神奇 他慌忙地往他这边伸出了手 想拉住他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英念直觉的身体正在疯狂下坠 下一刻脑海中传来着针扎一样的痛感 英念从半空中落下 一会身体竟然停止了下坠 而且奇怪的是没有感觉到一点痛的 再仔细一看 原来是拉拉撑开了那巨大的翅膀护着他 当了他的肉店 拉拉在这主人奋力向前线飞去 他此时恨不得将偷袭主人的人碎尸万段 并且无比气愤又自责 主人 你没事吧 对不起主人 我刚才没注意到那女人竟然靠近过来 是我的失职 英念并没有责怪拉拉 并一边安慰道 不怪你 我也没注意到 不过他中了呜呜的精神攻击 神志没一个时辰清醒 不过来 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 其实万寿国和白家过来了我就知道会遇到他 本来打算想找机会挖了他偷走的凤原 但是让他诧异的是 如果苏灵艳靠近的话 以他的实力是能感应到的 但奇怪的是刚才却没有任何感应 难不成苏灵艳的实力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超过他了 英念不仅十分震惊 这才多长时间 凭苏灵艳的实力是绝不可能的呀 而正在英念想的入神的时候 就听见了一阵脚步声 他赶紧带着拉拉他们躲在了旁边一棵巨大古树的顶部 周围树木高大又茂密 都快挡住了所有阳光 底下看起来阴沉沉的如同夜晚一样 明明是白日 却透着阴沉 空气里都有血的气温 拉拉皱眉 小声说 主人可要小心些 英念低头 看着两个人从底下走过 那两人穿着瘦皮 身后各自拖叶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一看就不是五周人 两人似乎是逃命来的 身上还有很重的两道伤头 可爱的地鼠宝宝们捡到两个兽人 没想到这两人有前线最需要的灵粮 拉拉在这念念飞往前线 在一个树林里看到有两个兽人正在逃命 英念让拉拉带他追过去看看情况 只见其中的一人磕出一团血来 快 哥哥你先走 别管我了 他们马上就要追上来了 那个矮个子男人捂着被剖开的肚子 另一个人坚决不同意 不行 要死也是一起死 两人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英念不警惕这两人捏了一把汗 这两人要活不了了 不过英念也没莽撞地下去救人 一来这里是前线 不是交朋友的地方 不是一个族类 便是你死我活的地方 他得先确保自己能活下去才是 他不会烂好心 更何况他还不知道自己被投到哪个区域来了 就在那庞大的追杀群马上就要出现的时候 那两人的脚下露出了一个深坑 刺溜一下 两人瞬间被拉进了土里 下一刻土壤恢复原状 那两人像消失了一样 只是恢复之前 几个熟悉的小身影冲英念招了招手 原来是可爱的小地鼠 都是英念的小帮手呢 这是一群穿着黑衣的人气势汹汹地追了过来 这群人和那两个人的打扮竟然是一样的 身后也拖曳着长长的尾巴 那群身后长着肠尾的男人们到处扫尸了一圈 烦躁地跺了跺脚 那两人跑到哪里去了 血腥味在这里消失了 英念和拉拉静静地待在树上观察着这群人的动静 那群人并没有发现他们 找了一会没有任何收获 这群人只好不甘心地向前面找去 英念确定那些人走远了 小心地抱着拉拉从树上下来 他一下去 就看到地面的土壤就松软了起来 几颗毛茸茸的脑袋从土壤里钻了出来 往英念的脚旁拱了拱 地鼠仔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熟悉的气息 是金竹姐姐的气息啊 冲压鼠鼠们 很快英念就被他们一圈圈地围了起来 英念连忙从自己兜里掏出了一把零金 洒向了地鼠群来 先打个招 地鼠咱们喜欢这个打招呼的方式 等他们把零金抢完了 地鼠们来这里有三天了 然后开始栖栖发力 将那两个受伤了的人拱上来 一只地鼠向英念做个手势比划着 滋滋滋滋 窝窝给他翻一档 他们说这两人是多梁国的二皇子和三皇子 嫡系 追杀他们的人是大皇子的人 内斗 地鼠们救他们 是因为他们地鼠一脉的大巢学在多梁国 而且地鼠王是嫡皇后的朋友 窝窝一边翻译一边感慨 真是一段感天动地的人受种族情啊 英念皱着眉头 多梁 窝 这个国家听起来粮食就很多的样子 难怪会招地鼠一族喜欢 英念不想去管人家的家事 但还是问 小地鼠 武洲这边和多梁国关系怎么样 小地鼠滋滋地比划着 窝窝听了一阵回头惊讶地说 多梁国在前线的地位比较特殊 他们国的人没有战斗力 是不参与斗争的 但是种田超级厉害 前线这日光很毒 就算没有伤口 被晒久了也会对身体有影响 只有多梁国的灵粮能削弱这个影响 窝窝触脚对炮 激动道 多梁国是来前线卖粮食搭 念念惊讶不如 竟还有这种画风清奇的国家 没人去打他们 英念先跟着小地鼠们熟门熟路地钻进地道里 一边钻一边问 那边就是一个大肥羊啊 小地鼠们不懂太复杂的问题 只摇头 倒是阴满说 那边没打的价值 多梁国这地方我年轻的时候也知道 那地方的人性子裂得很 实力虽然不强 但绝对不接受自己成为奴隶 之前有人想要去攻打过 结果才攻下一城 抢下那些灵天还没来得及高兴了 那整个城池的人突然就和疯了一样 纷纷举刀自杀了 没想到这两人是两只小肥羊 有前线紧缺的粮食 多梁国盛产灵粮 是一个宝地 兵满对那地方还是比较了解 那边没打的价值 多梁国这地方我年轻的时候也知道 那地方的人性子裂得很 实力虽然不强 但绝对不接受自己成为奴隶 之前有人想要去攻打过 结果才攻下一城 抢下那些灵天还没来得及高兴呢 那整个城池的人突然就和疯了一样 纷纷举刀自杀了 英面一脸震惊 一个不留 英满肯定的 一个不留 绝不为奴 天天那边的灵天只有他们多梁国的人才能中 你说人死光了 这地方打下来有个屁的用 打下来还要人力物力 不划算 后面索性就没别的小世界去打了 只是强制要求他们把粮食拉出来贩卖 九成的收入都要贩卖 不然就强行攻打 英念点头 也就是换个霸道的方式抢占了 英满解释道 不算抢占 在前线这里粮食金贵 不过多梁国的车队很容易被抢 毕竟这前线乱得很 英念看向小地鼠们 鼠鼠们 你们能带我去武洲那边的据点吗 小地鼠们点点头 摆着小尾巴在前面摇摇摆摆的带路 他们还带上了那两位皇子 小苗摆了摆自己的叶子 他怕念念又要他耗费功力救人 悄悄地躲在英念耳旁碎碎念 念念啊 你可不要把我拿出去给他们疗伤哦 我的治疗术要留给你的 这里很危险 英念摁了摁小苗 放心吧 他还没那么烂好心 更何况这两人在地道里很安全 滋滋滋 对面那只大地鼠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一样 转过身冲对英念一顿比划 我这个翻译官连忙解释道 他们说 武洲据点前段时间得罪了多梁国的大皇子 大皇子那边压着粮食不给武洲人了 那边都快饿死了 英念疑惑不已 武洲难不成没有余粮 我们这次过来 只带了自己够吃的粮食 可没带多的 小地鼠神色凝重的又嘶嘶两声 窝窝继续翻译道 没有 武洲的粮仓被砸了 英念不仅在心里骂道 这群没用的东西 窝窝目光盯在了这两个人身上 开口提醒说 这边是要祭战功的 沙迪有战功 上礁珍宝有战功 这里战功可以用来换落诸国 英念目光温和地看向了那两个落难皇子 大皇子不对付 这不还有老二老三吗 英念眼珠子一转有了主意 黑黑地笑了 怎么能这么对伤患呢 来 让他们靠边躺下先 我不急着回去 呵呵 小苗一扭一扭地来到两人面前 拖着自己的大叶子有样学样 身为一棵治疗苗 就是要大起 要救伤患于水火之中 起开起开 苗要救人了 小地鼠们惊讶不已 啊 这就是复杂的人类吗 英念像是看出他们想的 冲他们弯唇一笑 这是陌生人之间公平的交易 就好像我给你们临经 你们带我出去一样 英念拍了拍这两个皇子的脸 声音清脆且坚定 你总不能要求世上 所有人都无缘无故对你好吧 尤其是在这种 除了自己人都是敌人的地方 那得多大脸吗 是不是 所有的粉丝宝宝们 念念在此祝大家新年快乐 感谢大家对念念 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 自念念掉出阵法不见了踪影 原心碎就有些失魂落魄 脸色难看得吓人 他抬脚就要往外面走 想去寻找念念 大长老连忙将人拦住 不可 小神静强者出去 会被围攻的 纵然是少主宁 被围攻也是有危险的 我们先进据点在商议 怎么去找念姑娘 大长老好说胆说 才勉强拦住了 要发疯的原心碎 只是没想到 一打开据点 就看见里面助手的人 都有气无力的 众人大吃一惊 远接走向前去问道 怎么了 被嫡袭 大长老上前一把抓起一个人 神情难看地问 中毒了 那人虚弱地摇摇头 论 黄黄吐出一个字 大长老眼皮狠狠一抽 你们的粮食呢 大长老不是第一次过来吗 知道在这鬼地方 没有灵粮是绝对不行的 多粮国的粮食 和普通的粮食不一样 被称为粮粮 逼起来的白衣不仅说道 不就是粮食没了吗 咱们这里最差的 也都是人灵禁了 几个月不吃饭都没问题 那喊饿的人 有气无力的道 你懂什么 要是想在这里活下去 需要新粮国的粮粮 否则都得等死 你们这次来肯定都有带粮食 那些都是你们 势力给你们准备的粮粮 一个饿的眼前 一片片发黑眼看 就要偶血的人 直接扑了过来 一把抓住 离得最近的余绵绵 把吃的先拿出来 你们不拿 我们就要饿死了 都拿出来 那些守着据点的人 饿得头晕眼花 早就顾不上这么多 这会竟然将过来的人 团团围了起来 众人一看这阵仗就急了 想起来自家长辈 的确是准备了 够自己吃的粮食 说一定要护好什么的 不过这也就一部分 比较重要的弟子有了 灵粮金贵 不是人人都有的 逼想到这里 他们就越发毛骨悚然 一群人立刻捂住了 自己的空间法器 一边后退一边 还立声呵斥 都是我们的灵粮 凭什么给你们 给了你们之后 我们吃什么 滚开 最后还是大长老看不下去 立声呵斥 外敌还没入侵 就内讧成一团 谁再打闹我就 把谁丢出去自生自灭 要不要试试看 这才让那些闹事的人 都安静下来 白家弟子死死地捂着灵粮 嚷嚷 来这里本就是 自己顾着自己的 我可没那么好心 牺牲自己就别人 我们的粮食 是我们自己的 给不给我们说了算 他们这三句话一下 就又将其他势力的人 带动了起来 蠢蠢欲动地想要跑 一道声音从据点深处透出来 洪亮有力 和这些饿肚子的人不同 想走 要走去哪里 一个身穿红色战袍的男人 从里面走出来 但他浑身上下的 肌肉如同铁块一样膨胀 看着小山斑堆在身上 冲击力十足 手拿双锤 眼如铜铃 名为窦丁 是常驻据点的三将之一 小神竟巅峰强者 称为窦将军 但别人都私底下 悄悄喊他窦丁将军 说就是这名字岂不好 才长得和窦丁似的 窦丁冷笑了一声 直接看着白家的弟子说 不想留粮食 行啊 那据点你们也别留下了 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这些将士都是立下死士手的 土地半步不离 和你们这群来了就走得可不一样 若是没有他们 你们觉得这会儿能平安地 站在这里 同我说这些屁话 大过年的有人却会被饿死 据点的守卫战士 要抢大长老他们的灵粮 守卫窦丁将军表示 不想留粮食的 都得从据点滚出去 这些将士都是立下死士 守着土地半步不离 和你们这群来了 就走得可不一样 若是没有他们 你们哪还能 能平安地站在这里 同我说这些屁话 话音落下 他身上气势猛然炸开 竟然直接就将这几个带头的弟子 掀飞了出去 大长老和原心 虽不仅皱了皱眉 但并没有说什么话 还想看下情况再说 豆丁骂完几个弟子 目光就落在了身后 一群恶的头昏眼花的战士身上 没有一点欲照 他突然伸出脚 猛地踹在了几个 扒拉着鱼绵绵 要粮食的将士身上 丢人现眼的东西 豆丁更怒 手上的两个重锤 都咚咚咚地 传出凌厉波动的声音 我说了多少遍 再饿再难受 都不能从女人和孩子手上 抢东西吃 你们这是要丢我的脸吗 玉绵绵揉着自己 被抓得红红的手 她连忙摆手 没事的没事的 我可以分一点吃的给他们 吃饱了我们才能一起对付敌人 不然光靠我们这群新人 肯定是不行的 小公主善良得很 再加上平常做的最多的 就是救死扶伤的事情 玉绵绵一直担心 英恵的安危 于是对豆丁说道 不过这位将军 你们吃了我的粮食 能不能帮我找一个人吗 玉绵绵焦急地说 我有个朋友在过来的时候 冲破了空间流 不知道现在被传送到哪里去了 她红了眼圈 你能带着人一起帮我找找吗 豆丁毫不留情地道 一个阵法上都站不稳的人 带着儿戏的态度上前线 这样的人不值得我浪费人力去找他 至于粮食 你们不给他 我们据点战士将不再急于你们庇护 见这些人还要废话 豆丁又一嗓子提前将人都给震住 你们以为我是你们势力的长辈吗 会捧着你们吗 便是你们各家助手在这里的长辈这会儿来了 在我面前都得给我乖乖听话 想要马儿跑 又不给马儿吃草 没有这样的道理 说完他一挥手 一群还有力气的战士就将众人围住了 伸出手拢着脸说 粮食 众人看向大长老 满满地不甘心 大长老面无表情地道 给吧 几个顾大局的弟子们提着自己的粮食 听话地将领粮给了将士们 他们倒是不吝啬这点领粮 豆丁的人如果都死 据点空了那他们必死无疑 甚至连世界窗都要被攻陷 周少玉悄悄地红了眼眶 这和他们想象之中的完全不一样 这不公平 大长老看了周少玉一眼 轻声说 在这种混乱的地方没有 什么公平不公平可说的 这里情况特殊 豆将军不是要欺负你们 等以后你们就明白了 大家擦了擦眼睛 并不认同大长老的话 他们觉得豆丁残暴无理 善斗的周少玉想着 等他们吃饱 再和他打一架 谁赢了就听谁的 豆丁盯着众人冷笑了一声 转身就要走 可就在他转身的那一刻 身上汗毛突然竖起 一只手悄无声息地握住了他的喉咙 横派的林立带着杀机将他整个人捧住 那力量渐渐收紧 豆丁被掐的气都喘不过来 他转过身 对上了原心碎一双阴冷的眼 分一部分人出来 去找念念 不是商议 他在命运 豆丁死死咬牙 并扛着林立的冲击 很声道 我说了那种正法位都站不稳 当前线是儿戏的女人 不值得我战士们担风险去救 原心碎为了找到他心爱的姑娘 差点将这个肌肉男掐死 豆丁被掐得双眼直冒火 心底却惊讶于原心碎的实力 这人绝对不比他弱 可他不会让自己手下的战士去冒险 他两个大铁锤咚咚咚地锤在一起 站一沸腾 要站就站 在这片地狱老子还真没怕过谁 眼看着要打起来 大长老只能硬着头皮再度开口劝说 少主 当务之急不是打架 我们先去找您姑娘 左右这些人进据点也安全了 交界处这样的地方 多一瞬都是多许多危险 原心碎阴沉着脸 他眸光直直地落在豆丁身上 连周围的一众弟子和将士 都感觉气氛紧张得吓人 最终 原心碎还是想先找到阴面 将豆丁放开 转身往外面走去 大长老在据点里挑了许多赤鬼骨 留在据点的人 确保人数够了才陪着原心碎一起出去 袁杰也冲着圣山宗的人招了招手 有经验的弟子同我一起出去 第一次来的人就不要出去了 先熟悉环境 免得白白丢了性命 这里可不是外面 别莽撞的就冲了出去 而够他们也着急 但被原杰劝住了 我知道你们心急 但是你们现在这样冲出去 不熟悉环境的情况下 保不准药折在外面 原杰看了那豆将军一眼 语气不变地说 豆将军 我知道你一心为了底下的战士着想 所思所想都是为了让据点更牢固 但是你之前有句话说得不对 原杰眼眸深深地道 英念没有看不起前线 也不是带着儿戏心态 他在过来的时候遭人暗算 被强行推出了阵法 豆丁这才意识到 是错怪那叫念念的姑娘了 垂在旁边的手猛地收紧 原杰继续说道 你在前线 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前段时间天一周被修协师包围 邪千念有备而来 英念以一己之力灭了对方的老巢 断了他们的后援 因此我们才能避免 更多的伤亡结束那场厮杀 这样一个汉不卫生死心思缜密的人 来了前线只会给您带来巨大的帮助 原杰拍了拍自己的依旧 声音响亮地说 您可以拦着您的士兵 觉得他不值得你们救 但希望刚才那样的话 请你收回去 原杰说完还狠狠地看了一眼 从万寿国来的那人 你们地基害我朋友的这笔账 等他回来我们慢慢算 万寿国的两人缩了缩肩膀 看着非常窝闹 也不知道怎么被选上来的 倒是白家人顿时就不高兴了 扯着嗓子说 地基是万寿国的 我们白家如今已经不是白领长家了 和我们有什么干系 原杰冷哼了一声 不搭理这些人 转身就往外面走 他才没空 搭理这些东西 就算万寿国和白家划清界限了 那苏灵燕好歹和白家人 还有点沾亲带故的血缘关系 也没见有一个人愿意出去找他 可见这人做人失败到了什么程度 这时一部分人虽然不愿意拿出粮食 但爱于斗丁的威士 只能不情不愿地掏了一点出来 快饿死的将士们看到粮食不仅两眼放光 灵粮兑上水 那些战士连忙将粮食直接煮了 煮得半熟不熟的 就已经忍不住拿勺子去咬了一勺 就着滚烫的温度拿去填自己的肚子 等终于有东西到位了 众人刚才那是心疯的样子才终于没了 有战士看向那斗将军说 将军你也快吃一点 你出去的次数多 还比我们吃的少 身子肯定会撑不住的 斗丁见他们要给他咬粥 顿时就骂人了 让你们先吃 磨磨唧唧那么多话 你们当本将军和你们一样 赶紧吃 吃完了去外面站岗 将士们一个个还饿得心里发慌吗 没忍住 就把那锅粥分完了 于绵绵担心地看了看那斗将军 这位斗将军 身体已经接近极限了 善良的于绵绵看了看自己的灵粮 又捞了一把准备给这位将军来着 谁知道他刚走过去 就看见了斗丁脖子上都是青筋浮现 一颗颗的汗珠将他的衣服打得透湿 走进了还能闻到浓郁的汗味 于绵绵震住了 人鱼族对人的身体有非常强的感知能力 走进了他发现 这位将军明明已经到了极限了 他身上每一寸肌肤都在叫嚣着难受 可他却不动如山 是为了省下一口给他手下的兵吃吗 于绵绵劝说的话还没出口 面前站得鼻挺的斗丁突然浑身一颤 睁大了眼睛鼻挺地道了下去 一群飞天神鼠来和新年 从土里直接飞了出来 斗丁为了让战士们多吃点 自己差点成了饿死鬼 战士们看着将军昏倒都顾不上吃饭了 纷纷要冲过来 快快拿饭过来 有人慌张地道 我就知道将军是强撑着的 是我们太不懂事了 有人掀开锅盖 结果声音干涩地道 没没了 一颗米都没了 都被大家舔干净了 战士们看向了身后那些人 不少人都低着头 捂着自己的法器后退 于绵绵看了看自己抓着的灵粮 活泼也没给他凑多少 毕竟人鱼族刚出事 掉步 他的话被再一次打断 脚下的土壤开始大面积地颤抖起来 于绵绵不仅大惊失色 这是怎么了 白家弟子离得最近 立刻就瞪大了眼睛 冲那些战士说 你们干什么吃的 这里不是你们的据点吗 快过来拦着呀 是不是外面那些东西要冲进来了 战士们并没有搭理他们 手上法器全都指向那一片土地 全员都紧张地看着地面上 那一块疯狂发抖的土地 下一刻 一颗毛茸茸的脑袋冒了出来 两颗三颗十数颗 滋滋滋 到站了 无数的小地鼠从那大地道里钻出来 众人瞪大了眼睛 不仅大惊 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 下一刻 从那土坑里甩出两个人来 正是多梁国皇子 战士们仔细看了看 惊呼出声 这看着尾巴是多梁国的人 为什么从据点的洞里爬出来了 敌人吗 快 猎阵 一群人慌慌张张的 直到底下银念的声音 慢吞吞地传出来 别害怕是自己人 孟小气他们已经听出声音来了 急忙过去拉银念伸出来的手 小师妹 有个战士没忍住 诧异地说 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 毫发无损地从交接地回来 他居然 他不可置信地指着阴念 你就自己一个人 阴念从那坑洞里爬出来的时候 没看见痘丁被盖在土层下面 壁脚下正正好踩在他脸上 合着湿润的泥巴 在他脸上结结实实地留下了一个斜印子 阴念还吓了一跳 这什么东西 战士们这才发现他们将军的模样 当即就心痛惨叫一声将军 快去把将军扶起来 一身土 脸上还有个大泥巴鞋子印记的将军被扶了起来 结果扶得太急 一个没注意 扑人起来的时候 痘丁内垂下来的脑袋 还重重地磕在了自己的大铁锤上 发出当的一声 宁宁盯盯着眼前的肌肉男左看右看 悄悄地冲着梦小七说 师姐 这颗矮痘盯着磕成模样 我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将军啊 是不是这些人弄错了 话才说完 本来还直挺挺倒的的人刷拉一下就坐直了 他神情凶悍 一声吼 娘的谁骂老子是矮痘丁 有本事来逼比身上的肌肉 晕过去都能被这三个自弃地醒过来 阴念当时眼睛一亮 冲过去就蹲在他面前了 没办法 痘丁人矮 做起来也得阴念蹲下才能平视他 痘丁将军 你是这里管事的部 听说你这里要计战功领奖 我给你们搞到粮食了 你给顾给我计战功 阴念除了战功 别的没的兴趣 也不关心这人说了他什么 所有他做事从来问心无愧 也犯不着去巴结这人 也不怕这人 周围所有人都被他这话给阵住了 白家弟子哈的一声嘲笑出声 现如今真是空口白牙就能放大话 说谎都不打草纸 灵粮你哪里去拿 别人都会饿死 阴念却手握大量灵粮 他想用灵粮计战功 周围所有人都被他这话给阵住了 白家弟子没忍住哈的一声嘲笑出声 现如今真是空口白牙就能放大话 说谎都不打草纸 你能有灵粮 你可知道灵粮多珍贵 难不成又想帮着这个所谓的将军抢我们的 白家的人真是阴风不散 灵粮这才注意 他缓缓从地上起身 冷眼笑了笑 白家的人 你们白家倒是比之前更大胆了 你们的苏灵燕回来了吗 一提到苏灵燕 白家人和万寿国的一下都噎住了 他们也不知道苏灵燕智慧在哪 见戳到他们的痛处了 灵粮顿时笑开了 那双眼睛弯起来 里面生了花般漂亮 没回来啊 也是 说不定已经死在前线哪个地方了吗 毕竟存了害人心的人 死了也不可惜 万寿国的人已经忍不住了 那眼神恨不得将念念杀了 你怎么如此恶毒 诅咒我们地基 他们往前刚迈出一步 一股巨大的力量冲了过来 整个人就像一个失控的皮球一样 猛地向着后方飞了出去 重重地砸在墙壁上 英念也没料到这会竟然出来帮他教训人 诧异了一瞬 回头看 窦丁将军正收回了手 他看起来还不太清醒 但眼中力气已经堆积得很厚 叽叽喳喳 信不信老子撕了你的嘴位外面的食人族 老子最看不上的就是对自己阵营的人挥刀子的人 你们那个什么地基最好活着回来 看我怎么收拾他 什么恶心玩意儿 说完又转头满眼期待地看向英念 这可能是他们的大救星 让他们可以摆脱饥饿之苦 小丫头 林良若是真的弄得来 你当然可以记战功 英念倾笑了一声 那就好 地鼠们宝宝们滋滋地配合得十分默契 立刻就将那多梁国的两个皇子抬了过来 见到这两人斗钉的眉头不紧皱了起来 你怎么还平白带了两张嘴过来 他嫌弃得很 我们这儿可没有余梁 英念面无表情地解释着 这是多梁国的二皇子和三皇子 我到这里的时候两人被人追杀 是地鼠们宝宝们救了他们两个 地鼠是我朋友 现在这两人伤得很重 等我治好他们 不得拿点报答 在场所有人听到英念说的的不紧面色都变了 白家人也跟着往前走了一步想看看这两人 但就在这一刻 英念抬起头 目光锐利地看向白家人 冷笑着说 不过嘛 人是我救的 也是我托了小地鼠带到我们据点来的 若是拿到灵粮 除了战功之外 我还有一个要求 窦丁目光火热 他早已认定面前的姑娘就是他们的救星 别说一个要求就十个要求只要合理 他都会考虑 英念斩钉截铁地说出自己的想法 白家人 万寿国的人 不要分他们一厘米 白家和万寿国的人脸红脖子粗地骂道 谁稀罕 不给就不给 你们也休想拿我们的灵粮 真当自己是蝶子菜了 窦丁不仅冷笑着 这些人方才还说自己没有灵粮 这回又说漏嘴了 窦丁捏着自己的两把大锤子站起身 声音洪亮如钟声 记住你们今天的话 我们据点拿到的灵粮 不会分你们一分一毫 白家人似乎眼中满是不信 万寿国那几个耸祸也一脸冷笑不以为人 小苗这个绝世神医闪亮登场 竟用口水替人治疗伤口 英念搞到灵粮要求窦丁给祭战功 还要求灵粮不能分给他的仇人 但那白家和万寿国的人却满脸不屑 分不到灵粮这些人却一脸不在乎 拉拉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两个地方的人是不是太过猖狂了 之前还没这么猖狂 英念也有这样的想法 他心想难道他们这是有什么依仗 不过当务之急是把地上的两个财神爷先就行了 窦丁这边的战士们需要大量灵粮 窦丁也是很着急 你不是说能救这两个人 赶紧的吧 英念不紧不慢地伸出了自己的手 他想要了解战功是怎么计的 窦丁想了想说 在前线 沙童等级的敌人 一颗人头为一分的战功 月星级 一颗人头为十分 月阶级 一百分 上缴自己获得的灵宝法器等等 也会按种类计分 要看你拿到灵粮的数量 你若是能拿到百斤 就算你一千分 英念仔细地算了算 笑着表示这个比例可以 实在是据点战士太多 便是百斤也没几天好撑的 还是半饱的状态 英念拍拍手呼叫道 苗苗 出来 下一刻一株妖草兽 就从他的袖口里探了出来 金光闪闪 苗苗闪亮登场 窦丁那双眼惊瞪的都要突出来了 他认得这小苗就是妖草兽 今天他算是大开眼界了 真没想到如今竟还有人能驯服妖草兽 他看向英念的眼神中又带上了几分震惊 驯服妖草兽的法子可只有远古大能采影 还有一些影视家族也有 比如巨人族 小苗比之前还高了一些 他也明白这一下的战功对英念来说非常重要 他挥了挥叶子 骄傲地说 都让开 苗苗要动真格的了 从来没见过妖草兽的众人 还非常听话地齐齐往后退了一步 小地鼠们围在一起害怕地抱着自己的脑袋 屁股对屁股挤成一团 小苗一扭一扭地向那两皇子走去 只见苗苗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狠狠地呸出一口 两滴晶莹的口水像露珠一样朝内重伤的两人飞去 然后不偏不倚地落入那两人口中 那两人气血顿时开始好转 纵然是主人英念都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还好他没伤到喝小苗口水的地步 眼泪他倒是喝过 那是不是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想到这里 英念的脸都忍不住绿了 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口水效果竟然比普通的治疗好多了 很快那两个男人就慢慢醒了过来 像在做梦一样一脸猛逼 两人一看见英念这个陌生人 就警惕地往后退了退 声音沙哑地问道 这是哪里 你是谁 英念看了两人 闭眼 我们是五周人 这是我们五周的据点 然后又招来一小地鼠说 是小地鼠们救了你们 小地鼠立刻摇摇头 爪子指了指英念 他们只是负责搬运 他们治疗不了伤口 救人的是念念 看见小地鼠 这两兄弟立刻就松了一口气 毕竟地鼠王和他们母后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们是真的将地鼠一族 当家人对待的 还给地鼠们一直在送灵粮 所以鼠仔们才能 在得不到灵精的情况下 还吃得这么胖嘟嘟的 见小地鼠们这样说 他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站起身联盲向英念道谢 是姑娘你救了我们吧 苗苗用口水治好了重伤的两财神银 财神也取出三百斤灵粮来感恩 两皇子被大皇子截杀 姓的地鼠和英念相救 英念没有鞠躬 表示是可爱的地鼠救了他们 地鼠们却谦让得滋滋地表示 是英念救了他们 地鼠是两皇子的朋友 对念念救他们深信不疑 连连感激地向英念道谢 两人也知道感恩回报 直接从法器中掏出了一个袋子 我们身上就只有三百斤灵粮 除了灵粮就没有别的了 都给姑娘名 表表谢意 英念接过那个袋子 不仅眼睛一亮 没想到这么轻易就得到了三百斤灵粮 嘿 这两人真是上道啊 不错不错 窦丁显然也是这么小 不善大的巴掌用力地拍在一个皇子的身上 差点没把人拍到地上去 窦丁眼里满是星星 二位皇子真是善良 比你们那贪心的大哥好多了 两人都黑了脸 却不是因为被拍 而是因为大皇子 如果不是遇到了念姑娘 恐怕这次我们两个都要被大哥那处生害了 一旁的英念不禁感叹一句 哎 果然最是薄情帝王家呀 二皇子想起大皇子不禁咬牙切齿 你们怕是没见过兄弟相残的事情吧 我大哥名为多摩 是我父皇的第一个儿子 却不是嫡系所出 我和弟弟也并没有因为他的出身看不起他 反倒是对大哥多有敬重 这些年也一直相处得好 却没想到他竟然想着我们与死地 旁边的人听着也忍不住跟着动容 师姐孟小七一向是个恩怨分明的人 她历声骂道 真是太可恶了 而这时候只有英念的表情格格不入 拿着三百斤铃粮 心里乐开花 嘴里还哼着小曲呢 孟小七靠不来小声问 小师妹 你不觉得他们可怜吗 英念愣了一下 笑容立马僵住 可怜的 孟小七正主 这小师妹明明在说谎 她对他们口述的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几分波澜 要么 是英念天生冷情 但这么久接触下来 她知道小师妹不是这样的人 难道小师妹经过得比这两个惨多了 这就好像两个富贵人家的孩子 对一个穷苦的吃不上饭的孩子说 你看我们穷的只能吃鲍鱼了 你说我们可怜不 那吃不上饭的孩子 说得出可怜吗 说不出 她甚至可能没法理解 孟小七顿时被自己猜测的 这个可能弄得整颗心都揪起来了 抬手一捞就抱着英念痛声说 小师妹 真是苦了你了 还在走神的英念 不只是孟小七 从刚才开始一直没出声的阴蛮 也想到了英念小时候的遭遇 难受地捏紧了拳头 半个字都不吭 英念还不知道这两人 怎么突然就这样了 见多莉红和多莉青去房间里休息养伤了 其他战士们也高兴地拿着吃的去煮了 英念转了一圈 突然发现少了许多人 袁心碎呢 袁姐也不在 她不是说要和我组队的吗 孟小七脸色一僵 才猛地一拍大嘴说 坏了 我忘记他们去找你了 英念一愣 下一刻脸色一变就往外面冲去 这事怎么现在才和我说 孟小七也跟着往外面走 我忘记了呀 你过来的阵仗这么大 一只脚刚迈出去 一群人面色就一变 地动山摇 晃得人头都晕了 这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袁心碎为了找念念到处捅马蜂窝 把隔壁邻居家给炸了 念念左顾右盼也没看到青狼袁心碎 原来袁心碎和袁姐因为担心念念出事 都没在据点 一起出去找念念去了 因为前线环境多变 处处都是危险 念念一听都急死了 顾不了许多连忙就往外面冲去 刚才念念过来的阵仗太大 小七都忘了讲了 她跟着念念刚要跑出据点 就感觉脚下一阵地动山摇 晃得人头都晕了 不仅面色大变 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大事了 据点内的众人不仅瞪大了双眼 嘴巴张得大大的 大家纷纷猜测着 这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了 英念他们抬眼往外面看去 就看见前面一座山帽上来一片的滚滚浓烟 是小神静交战后的痕迹 才刚啃了一口肝骨子的豆丁 瞪圆了眼睛走过来 不仅冒出一句 隔壁据点炸了 好端端的这是怎么了 都打得冒烟了 这是招惹谁了呀 这不是倒大霉了不是 英念一直挂念着原心碎 这时心底也生出了一个想法 这该不会是原心碎弄出来的吧 正在这时 只听了一阵嗖嗖嗖的声响 天空上就出现了许多道身影 是隔壁据点的那些天灵镜强者 被迫飞升上空 看那匆忙的驾驶 还狼狈的 他们气急败坏的道 疯子真是疯子 都说了我们这次抓回来的娘们里面有一个叫做英念的 我求你了你赶紧走行不行 听到这话 不 豆丁没忍住一口铃凉全都喷了出来 呆呆地转身仰头看着英念 诧异地问道 找你了 英念神情十分难看 看来真是有人在找他 那就是原心碎无疑了 这原心碎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混到隔壁据点去了 他得过去看看 他担心原心碎被那边的人给围攻了 英念警惕地看了豆丁一眼 原心碎可是为了找他闹出来了事情 但是这样说不定会给五周据点带来麻烦 他担心豆丁会不会因为这事情迁怒于他 可谁知道豆丁并不在意地放下碗 然后轻松地猛地插腰哈哈大笑起来 好好好 是你内心狼干的呀 奶奶的老子早就想收拾他们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上次几个据点的人联合起来 炸老子的粮仓也有他们的一份力 豆丁脸色通红 要乐疯了 这原心碎是帮他教训人了呀 他能不乐吗 随后他将手上最后一把干粮塞进嘴巴里 碗嘴包着干粮的他觉得肚子也不是那么饿了 力量也源源不断地从身体里涌出来 他一把 拎起自己的两把大锤 当当地重重震了两下之后 带着一群出来的战士们兴奋道 冲啊 干死他娘的 他一马当先冲了出去 哈哈哈哈哈哈 让我们去加入他们 身后的战士们也疯狂地跟着 人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孟小七吓了一跳 这就是咱们据点的作风吗 旁边几个圣山宗的人因为元杰不在 这里就只剩下一个阴念认识了 大家不自觉地就往阴念那边靠拢了过去 小声说 我之前就听元杰师姐他们说过 这句点有三位将军 其他两位将军不太露面 所以不清楚 但是这一位将军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 一开始我不信 现在 大家看着这一连串哈哈着奔出去的人 纷纷露出了担忧的神情 不是担忧窦丁和战士们的安危 是担忧他们这群人的未来 占便宜大王念念 又要在空无一人的隔壁据点减宝了 就在刚刚窦丁带着将士们冲了出去 孟小七和念念也跟了上去 想去熟悉一下环境 英念想起了小人鱼 对小七说道 好 你去叫其他人 我去找小人鱼 大家一起去 一会圣山宗其他弟子和周家就来了 于绵绵看到英念欣喜不已 习惯性翘了翘自己的尾巴 结果发现现在自己只有屁股 那就翘屁股嘛 一样的 就这样 一群人会成了一团 飞快地跟了上去 偏偏和之前战士们冲出去那气势汹汹的样子很不一样 这群人在英念的代理下 狗得狠 还留在据点的人缓缓地瞪大了眼睛 呦 这些人有点胆识啊 他们看见了什么 他们竟然看见了英念没有跟在战士们后面 而是带着这一大群人悄悄地挤进了战士们中间 然后一脸严肃地融入了他们 那地方最安全了他奶奶的 这不论前后左右哪里有人攻击过来 那不都有战士们冲在前头吗 两个守卫战士不仅有些意见 他们是不是拿我们的人当肉盾呢 好像有点狗 不确定 再看看 英念周围的人忍不住张红着脸怒吼着 英念摸了摸自己的病法 没办法 他们在这片战场上都是菜米 不得稳妥这点 他还笑眯眯地朝着旁边的战士说 战士大哥 我们都是柔弱的心人 谢谢你们呼着我们呀 等到了隔壁据点 那满地的狼狈 英念瞪大了双眼 这就是隔壁据点啊 然后听到有人禀告说 将军 大殿有发现 在双雄国据点大殿 英念才知道为什么 原心碎要端了这据点找他 他竟然在这据点的大殿上看见了 满地被捆绑住的女人 这些女人长得十分水利 但身上到处都是伤口 有成年了的 也有没有成年的 都饿得瘦骨鳞巡 一眼看去纵横交错的血肉 在伤口处粘连 触目惊心 他们眼神麻木 缩成一团 见英念他们来了 也没什么表情 就好像一块瘫在地上 只会呼吸的死肉一样 豆丁忍不住咬牙切齿 双雄国还是如此令人不齿 平常和咱们多有摩擦 杀了咱们不少人的账还没算 双雄国那地方 是个比较特殊的小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 只有男人有修炼的天赋 女人都没有修炼天赋 就成为他们讨好 大世界人的交易物 这些话听得小气眉头直走 什么 太可恶了 豆丁接着说道 不仅用自己国家的女人 还会专门去抓 别的小世界的女人 找机会背后偷袭 费了他们的修为 再将他们以高价卖出去 那些女人多是骁勇善战的 得罪过的那些人 很乐意花高价买回去折磨她们 说到这里 豆丁已经忍不住了 拎着锤子就要去干假 不行我要出去 多捶几个杂碎解解恨 英念这才明白 原心碎事看见了这些人 从外面抓了大批的女人回来 所以过来查的 他往四周看了看 并没发现原心碎 于是问道 你们看见原心碎了吗 小气连连摇摇头 他还觉得这里有点奇怪 咦 今天这据点都没什么人了 他们的主力南部成都出去了 这可便宜我们了 战士们拎着武器 都觉得寂寞 英念顿时宜开展 走 借一小队人去据点里面 英念往里面看了一眼 空空如也 这会儿那些人 肯定都被吸引到外面去了 据点里面空着 肯定有不少好东西 这可是前线了 多少天才地宝都在这里 英念内心火热 连脸上的笑容 都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英念在隔壁据点 像鬼子大扫荡 把所有东西席卷一空 在据点窦丁 抡起大锤早杀开了 正杀得起劲时 窦丁的身后忽然传来一声 窦将军 窦丁转头一看 原来是英念和孟小气走了过来 英念在窦丁耳边低语 窦丁不仅哈哈大笑起来 这主意不错 第一小队 跟我走 他们迅速凝集成了一个几十人的队伍 向据点内部走去 英念走到一处屋前 啪的一下打开门 脸上笑容顿时僵住了 除了几把椅子和桌凳 里面竟然空空如也 窦丁失望地说道 这双雄锅怎么这么穷 小七气得一脚灯碎了一看 就是他们老大做的那个座位 座位碎开之后 小七发现地下有个脑袋大的圆滚滚 红色玻璃球掉了出来 这玩意儿 小七下一刻伸出手将东西抱了起来 就带这么个东西回去 我很没成就感啊 而此时英念又有了主意 是啊 就拿这么个东西走 还不如直接把营地搬空呢 窦丁乐呵呵地向英念竖起了大拇指 姑娘你果然是个人才 弟兄们 动手 搬空这里气死他们 这样那些外出的主力军回来 看见肯定要气风 话音刚落 悄悄摸进来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下一刻 无数人就像是打通了人多二脉一样 朝着四面八方散开 没想到啊 对啊 还能这样啊 英念和小七马上行动起来 小七连铁锅都没有放过 搞笑地将铁锅顶在头上 由英念带领着 在双胸锅据点的搜刮就犹如蝗虫过境 寸草不生 直到最后 大到桌子凳子 小到一块破裤茶子 一点都不留给他们 英念收的东西是所有人里面最多的 接下来 该去粮仓了 来到了粮仓的大门处 窦丁用铁锤砸向大门的锁 但那大门的锁竟然纹丝不动 连那拳头大小的金锁都没有晃荡一下 仿佛在嘲笑这群愚蠢的凡人 窦丁觉得有些奇怪 这锁怎么也砸不烂了 就在英念打算再强行突破一次的时候 身后传来了怯生生的声音 恩人 英念转过身 发现是原先被绑着的一脸麻木的女人 英念刚才给他们松了绑 才发现大家竟然都没走 默默地跟在他们身后 女人红着脸开口说 我知道钥匙在哪里 英念一听不仅眼前一亮 英念觉得这女人是双雄国的人从外面掳来的 女人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 来到了粮仓大门口 她举起手指 在左边一块方格上敲了三下 又在右边一块方格上敲了四下 然后蹲下身子 在一块圆形花纹上 重重一摁 咔嚓一声 有东西从里面掉了出来 是个暗格 里面藏了一把金色的钥匙 女人捡起钥匙 双手拿着递给了英念 我看见过那些人取这钥匙 双雄国的男人都是空有蛮力 没有脑子的蠢东西 他们好几次弄丢了这个钥匙 干脆就弄了这个东西 免得再丢了重新做 她说得一板一眼 可眼神却很执着 左眼写着拿去 右眼写着赶紧 英念愣了一瞬 下一刻就接了过来 嘴上说着 那我就不客气 多谢 手上动作却俐落地开了门 女人 她原本还以为英念会推举一下 看来是她想多了 英念才不会推举 不要拦着人家报恩 原心碎一把抱住自己心爱的姑娘 一双咸猪手竟然在姑娘身上摸个不停 隔壁据点粮仓的锁怎么都砸不开 被念念他们解救的女人帮他们拿到了钥匙 英念拿到钥匙迫不及待地去开锁 只听得咔哒一声 那锁就被打开了 推开的大门一刹那 映入眼帘的是仓库里面堆满的粮食 足足有上千斤 还有数不尽的黄金珠宝 大家瞪大了双眼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呼声 哇 英念立刻拿出了她的法器 大手一挥 上千斤粮食就进了她的空间里 只是收完了铃粮 英念又将那些黄金元宝收入囊中 这次真是赚得个盆满钵满 豆丁将军拿着自己法器空间眼睛都笑成了一条缝 收获满满了 准备走吧 这时英念忽然想起了那些被捆来的女人们 她想着送佛地送到家 得把那些女人们给安排妥当 这样她才能放心 于是转头看向豆丁 豆将军 麻烦你派人把那些姑娘们都护送出去吧 豆丁连连答应 对 还有刚才那位帮我们找钥匙的 他们刚才光顾着装这些战利品 一时忘了那女人的存在 她只会四处看了看 却没看到那个女人的踪迹 那女人不但帮了她们 却没有一起来拿东西 念念不仅在心里对那女人多了几分钦佩之心 认为那女人没被抓之前肯定是为女中豪杰 他们几人收获满满的朝外走去 刚到了一处水岸边 远远地看见了有人在和留下的小神镜强者打架 那场面异常激烈 小七好像看到了圆心碎的身影 指着远处猜到 念念你看 那是圆心碎吧 旁边的英念知道圆心碎担心自己 该怎么让她注意到自己呢 英念心里很急 此时的圆心碎正和小神镜强者打得难省难分 她并没有注意到念念这边 小七忍不住拍了拍手 朝着圆心碎的方向叫道 喂 可能是距离太远 圆心碎那边并没有接收到这个信息 小七失望地说道 念念 她好像听不见 下一刻英念突然想到了一个方法 她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又死死压着身体里的魔元素 像是从汪洋中抽取一滴一样难 随后那魔元素像长了翅膀一样像圆心碎飞去 终于 那颗小小的魔元素出现在了圆心碎耳朵后面 魔元素接收到英念的指令 激动地一下撞在了圆心碎的耳垂上 圆心碎感觉到了魔元素的碰撞 愣了一下 直接抬起头 对上了站在远处朝着她一直招手的英念 圆心碎眸光一亮 她心爱的姑娘就在眼前了 她顾不上打架了 顿时就将被她掐着脖子的小神镜丢了出去 此刻的圆心碎心急如焚地直接朝着英念飞了过去 英念也远远地看到圆心碎朝她飞奔而来 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 激动地叫着圆睡睡 圆心碎下一刻稳稳地落在了英念的身前 念念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圆心碎猛地抱在了怀里 英念差点被扑倒在地上 她刚想说自己没事 就感觉有一冰凉的手放在了她的腰上轻轻抚摸着 英念猛了 下一刻那只手顺着她的衣巾滑了起来 落在她温暖的皮肤上 少女雪白的肌肤上顿时泛上一层精心的红 那手一路顺着腰要往上走 英念猛地推开了圆心碎 耳间和眼尾一片通红 说话都不完整 你干什么 男人一双手不自觉地在女人身上游荡 女人有一种眩晕要窒息的感觉 那一双不听话的手一直顺着女人的衣巾摸索着 最后竟然落在了她光滑雪白的肌肤上 念念还从没被一个大男人这样摸过 她浑身不禁一颤 猛地反应过来 连忙推开了一脸沉迷的圆心碎 耳间和眼尾一片通红 圆心碎一时甘大的不知所措 脸上也是潮红一片 她一看到念念就想起了小黄叔的内容 心底对念念有一种极深的渴望 她自觉刚才有些失礼 连连变了的理由 帮你检查伤口 英念脸都红到了脖梗 哪有这样检查伤口呢 这完全是吃豆腐啊 她连忙害羞地别过头去 不用 我没受伤 圆心碎见她这副激动的模样 一脸茫然 随后不知意识到了什么 整张脸更红了 念念和圆心碎都满脸通红 背对着对方 一旁的小气看着这对小情侣都忍不住想笑了 小气笑着打破了这种甘大的气氛 嗨嗨 我看到将军他们已经走了 不如我们也回去吧 英念和圆心碎才反应过来 连连答应 念念他们回到了据点去愣住了 前面被他们解救的女人 竟然在据点内 英念有些不解地问道 这些女人怎么在这里 一旁的小队长连连解释道 他们自己跟过来的 他们没法修炼 肯定没有好去处啊 女人们脸上都是惊恐的神情 他们没办法修炼 除非被卖给还有点良心的人 不然只能凄惨地死去 女人们见英念仿佛是主事人 立刻齐刷刷地就朝着英念跪下 可怜巴巴的样子让人心疼 恩人 你好人做到底吧 我们除了不能修炼 什么都能做 也不用凌凉 给一口普通的饭就好 其中一个女人抱着一个 几岁大的小孩子要求着 我们大人可以离开 只求你们能收留孩子们 他们蓬蓬地同时磕着头 磕得头泼血流 被一群女人围在中间的是 十几个看起来还很小的孩子 大大的眼睛里流露出惊恐的神情 双雄国竟然把这么小的孩子都带来了 送给那些变态的 实在恶毒 这一幕深深的震撼到了英念 心底不仅对那些恶人 又多了几分憎恨 要把这些人安置在这个据点 他还做不了主 还得找这里当家的窦丁将军 于是说道 抱歉 我没法做主这个事情 我一会儿可以去问问窦丁将军 英念朝里面走去 他打算修炼一下 却发现那高个女人跟在自己身后 英念发现后不仅问了一下 疑惑不已 你跟着我做什么 高个女人连忙开口解释着 我还能修炼 只是被他们用药 暂时封印住了灵力 英念挑眉 所以呢 你不是双雄国的人吗 那你可以回你的据点去不就好了 英念想到了那个钥匙的事情 我们俩清了 可女人却摇了摇头 她耸了耸自己的鼻子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英念 英念这才发现 她的眼睛是浅金色的 像猎豹的颜色 我是被放逐的流浪人 我没有据点可以回去 就在这时 白家的人刚好走出来了 听见这话顿时发出了嘲笑声 英念 你自己不要理 可别带着一个流浪人 来污了我们据点了 谁都知道流浪人 是在自己的世界犯了错 才被驱逐出来的 那都是最下三流的货色 威猛无敌的火凤仔仔拉拉又上场了 把白家几个乱嚼蛇根的人 直接给活埋了 原来帮英念拿了粮仓钥匙的女人 竟然是流浪人 白家人嘲讽流浪女人 是最垃圾的货色 有人一脸嫌弃地 朝着女人吐了吐口水 要赶流浪女人 不仅骂道 别脏了我们的地儿 像你们这种流浪人 直接死在交接处就好了 根本没有世界会艰难你们 女人抬起眼睛 死死地盯着说话的这些白家弟子 那双浅金色的毛子里透出沙气 英念悠闲地坐在凳子上 她倾笑了一声 心里已有了主意 不仅看向一旁的拉拉 聪明的拉拉立马心领神会 一个眼神就知道了主人的意图 下一刻拉拉猛地 朝着那嘴见的弟子飞了过去 二话不说 一脚就将那个八星人 临近的弟子拍进了地里 我主人说话的时候 有你插嘴的份 白家几个弟子受了辱 气氛不已红着眼睛 就要向英念扑过来 耳垢立刻带着人就围了上来 巨人族的两百人怎么也比白家人多 他们拦住了白家人的去路 耳垢气势汹汹地说 怎么 白家的狗崽子 要打架 耳垢满身血气 吓得白家人瑟瑟发抖 这时圣山宗的人也闻讯赶过来 站在了英念身后 于绵绵抬手一招 大家过来 保护念念 于人族也坚定挡在了英念前面 保护着英念 白家人见英念这么多帮手立马耸了 脸色顿时十分难看 很明显他们不是英念这一边的对手 而也就是在这时 一道带着几分阴柔的声音平缓地响起 早就听闻天一周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一人穿着雪白高贵的长袍 从据点后方走出来 一双眼睛目空衣切斑冷漠又高高在上 冷声质问道 你就是英念 男人站在了英念面前 英念满脸不屑地瞥了这男人一眼 行不更明做不改性 正是 不知怎么的 才第一个照面 他对这男人就没有半分好感 大概是因为 他那种除了我之外 都是垃圾的高贵眼神令人作误 男人眼神目空一切 高傲地说道 我是福神塔的八神子 等他说完 周围便响起了一片吸气声 福神塔的神子 我听说福神塔那边已经有人到了传说中的大神镜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目中无人的八神子挑剔地看了英念一眼 开口皆是顾名 流浪人 有什么资格迈进我们据点 还有 你为何一来就姿势挑衅 他看了一眼被拉拉打地晕过去的弟子 眼中皆是不赞同 还带着怒意 你这是要坏我据点的规矩 这人明显是要护着白家人 英念直接笑出了声 满脸的不屑 你的规则 据我所知 这据点是五周据点 你是五周的王不成 真是大言不惭 英念看着这位八神子 冷笑着说 想要护着白家这些狗就直说 装的什么乌龟王八大头算 一旁的八神子眼中聚起风暴 恨不得将英念碎尸万段 混账 你敢对福神塔的神子不敬重 白家人见自己这时有了帮手 顿时嚣张地怒骂道 英念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你知道福神塔在五周的地位吗 你知道自己现在还能修炼伦力 是拜谁所赐吗 正在这时一个人 轻轻挖住了英念的手 声音很轻 却带着浓重的杀意和讥讽 是拜谁所赐 白家人想置英念于死地 奈何英念的靠山太多 动不了英念的一根毛发 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五周最高统治福神塔的八神子 来护白家人了 有了福神塔的八神子撑腰 白家人顿时变得嚣张起来 和英念针锋相对 这时杀神元心碎默默地来到了念念身边 念念脸上泛起一抹红霞 眼里心里满是喜悦 元心碎眼里满是杀气 这不仅让白家人十分畏惧 吓得连连后退了几步 但白家弟子一想起出发 是白家祖老说的 放心去吧 福神塔的八神子 会照顾白家和万寿国的人 白家人顿时那点畏惧也就没了 脸上满是嚣张的神情 冷笑着看向英念说道 你现在用的灵力 当然是福神塔的诸位神子所赐 当年那场灵力枯竭的动荡 你们不会不知道吧 是鬼谷的人一听到这话 几乎要压不住自己满腔的杀意 脸上顿时乌云密布 这次竟然还敢提这事 大家气得咬牙切齿 差点一口气上不来 灵力 那是他们全族的气韵和血肉啊 为了获得灵力灭了他们全族人的血海深仇 还没找这些垃圾算账呢 白家那小弟子眼神之中 满满都是优越感 就是你们跪下磕头谢恩都来不及 哪里来得脸大言不惭的和福神塔的神子枪声 没皮没脸的东 最后一个字还没来得及说完 一个阵法直接就在这个弟子脚下亮起 这个弟子还来不及躲避 瞬间就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攻击 只见他口吐鲜血 整个人都变得扭曲 随便轰得一声巨响 那个弟子如同一个烂西瓜一样 然后就瘫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那白家弟子脚下还有一个没收起来的阵法 壁旁的白家人顿时快吓尿了 连忙向一旁的八神子求主 神子救命了 然后纷纷躲到了八神子的身后 而八神子并没有因为这个弟子死了而奋命 但是他觉得圆心碎非常不给他面子 不而脸色阴沉地盯着圆心碎问 小神镜巅峰的阵法是 你这是要与我扶神塔为敌 八神子依然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他一脸阴沉地看向阴面 你这样残暴又怂恿身边的人滥杀无辜 根本就没有资格住在我们五周的据点 八神子眼中杀一声而过 却因为圆心碎坐在阴面身边 还是有些忌惮不敢直接动手教训人 圆心碎看了一眼那个什么神子 眼中十分平静 可周围所有的灵力都开始肉眼可见地暴动起来 圆心碎声音里满是讥笑 畜生披上了 人皮便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神了 真是可笑至极 圆心碎垂眸 灵力在他周身运转 眼看要呼之欲出的杀象八神子 而这时一旁的阴面却伸出了手 死死地抓着圆心碎的手 圆心碎有些不解地转头看向他 不知道阴面想干什么 阴面此时感受到了圆心碎磅礴的杀意 但他觉得还不是出手的时候 于是压低声音向圆心碎赴耳过去 现在不能动手 欲望相争鱼翁得利 外面不少小世界的据点在虎视眈眈 我们去外面自己弄个据点 安置好了 再回来教训这些人 圆心碎看了阴面一眼 他眼中有对他的担忧 他是怕他在这里不管不顾地开战 折损在这里 八神子还在多多相逼 自己滚出去吧 别让我脏了手 他挥了挥手 无数战士从后方走出来 人数远超阴面和圆心碎的人 八神子遭唾沫星子洗脸 立马变成了一只疯狗要到处咬人了 圆心碎正要动手教训八神子 却被阴面拦住了 八神子带着无数的战士就要赶阴面滚出据点 让人吃惊的是这些战士竟然一个个都面色红润 精神抖擞 没有半点饿着的迹象 阴面大胆猜测 这八神子和窦丁肯定不是一路的 否则怎么可能一边的战士养得飙飞体壮 另一边的战士饿得却快死了呢 念头刚落下 外面的大门吱哑的一声就被推开了 窦丁的大笑声传了出来 小丫头 我听说你带着人把隔壁老巢给端了 可以啊 窦丁在看见八神子的时候面色猛的一将 见八神子带着人将一念一群人围着 窦丁的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 他对这个八神子没什么好感 他只知道谁敢欺负念姑娘那就是跟他过不去 此刻他只想冲上去揍人 王八 你什么意思 八神子没想到有人竟敢在这里骂他 恨得咬牙切齿 那高山神明的样子几乎要维持不下去 你胡乱喊的什么 窦丁根本就没把这什么神子放在眼里 都不想正眼看他 冷笑了一声 你本名王怕 又是什么八神子 咱们简单地说一下 不就是王八吗 八神子身后的士兵见首领被人拐着弯骂 顿时忍不住了 七七往前一步 身高震天 放肆 窦丁身后的士兵也不是吃素的 也都气势汹汹的七七上前一步 兵器堕的 指着那帮龟孙子道 想打架 气氛顿时变得剑拔弩张 那流浪女人觉得英念都是为了帮他 才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脸上露出难堪的神情 愧疚地对英念说 对不住 是我给你带来麻烦了 英念不在意地挥挥手 安慰道 和你没关系 这王八就是冲着我来的 八神子死死地瞪着英念 被英念骂得颜面扫地 气得像要把英念生吞活过样 袁心碎可不想惯着这些人 轻笑了一声 下一刻法阵直接不满整个剧底 八神子那队人被死死罩在了阵法中 赤鬼谷大长老看着 少主这干账的架势不仅头貌虚寒 他心里还是有些顾虑的 扶神塔的人对他们 宪族的法阵总是要敏感一些 少主万一打得激动了 把宪族独有的法阵 弄出来可就危险了 好在英念一直紧紧抓着 袁心碎的手 这才没让袁碎碎表演一个现场发疯 豆丁的目光在八神子和英念身上来来回回 终于眼睛一瞪 他顿时悟出了一件事 感觉这八神子完全是针对英念 于是他立声问道 你是对英念不爽 八神子脸色一松 这样不尊重扶神塔 留在这里是对我们整个扶神塔的蔑视 豆将军明白就好 一道精灵的口液 直接冲着尊贵的八神子飞了过去 那唾沫星子直接落在了八神子脸上 八神子差点气地背过气去 豆丁继笑道 我要是明白你的王八心里的想法 那我还是个正常人吗 少往你自己脸上贴金了 八神子这一下被彻底激怒 只见他身上的气势猛地炸开 暴怒让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直接对着豆丁就猛地攻杀了过去 来得正好 豆丁大笑着冲了上去 两人立刻到高空上打得天地变色 空间都仿佛要被他们撕裂开一样的凶残 豆丁将军和八神子展开殊死一战 打得天地都为之变色 英念看着这架势不免有些担心 豆丁将军好些天都没吃饭 刚才都没吃饱 就怕他体力不知会打不过 一旁的元心碎早已按捺不住 蠢蠢欲动地想要冲上去帮忙 英念猛地拉住了他 提醒道 你不能上去 现在还不是出手的时候 你献族的身份要小心些才是 英念听大帐老说起过一次 他早记载了心里 扶神塔是元心碎的大敌 而且扶神塔高手如云 他现在还帮不了什么忙 但也不能看着元心碎陷入危险的地步 英念握紧了元心碎的手 轻声温柔地劝说道 等我及其四宝 破了白头山羽魔剑的封印 已恢复了实力后 你想打谁便打谁 好不好 元心碎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念念地画像一股温泉样流进他的心里 这会连他心底翻滚的杀气都停了下来 他想起大帐老的话 少主 即便不破那封印 您恢复实力也就是时间的问题 元心碎想得到是他能修炼到那一步 就算割开九层的实力 也能重新再修炼上去 现在只能暂时忍耐一下 元心碎很乖巧地笑了笑 那笑简直让念念如沐春风 好 念念我等你 就在这时 英念听见了天空上传来一声闷哼 大片的血雨从天空落下 咚得一声巨响 一个重锤从天而降 在地面砸出一个深坑 英念顿时脸色大变 他也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逗将军要败了 旁边的小队长脸色十分难看 垂头丧气的咬牙红卓眼说 我们将军许久都没有吃饭了 之前吃了两把干的灵粮远远不够的 还和那双雄国的小神镜强者战斗过 都还没来得及休息一下 那把神子也就这时候 敢和我们将军一战了 英念和元心碎不免担心地抬头望去 半空中的窦丁将军浑身是血 伤痕累累触目惊心 他还怕元心碎会冲上去 于是冲对元心碎吼叫着 一小子不许上来 这是老子一对一的战斗 英念握紧了的手松开 他若有所思地看向了巨人族的人说 师兄们 我绝对不会待在这个据点 你们呢 耳垢一挥手连连响应道 走走走 这破据点老子还不稀罕吗 小师妹说的哪里话 你去哪 师兄们就去哪 于眠眠也站了出来 就是 谁稀罕 我和你们一起走 圣山宗的弟子们还在犹豫 他们也想跟着英念 但是元界师姐还没回来 就在这时 一道爽网的笑声传了过来 英念 我果真没有看错你 元界带着人回来了 看见英念先是眼睛一亮说 我就知道你不会死在外头的 你这丫头可嫌门得很 说完又皱着眉头 看向了天空上的战场 脸色一沉说 八神子这是又做的什么劲儿 英念挑眉 笑着问道 你猜回来 怎么就断定是那王八座 你刚来这里 你是不清楚那人的作风 元界看着八神子 眼中竟是贤雾的神情 这据点明面上是五周距点 其实除了窦丁将军之外 剩下两位将军都是扶神塔的人 一位八神子 还有一位九神子 名为谢景 也称作九将军 这两人率领的战士 是窦将军的十倍有余 这会儿你看不见他们在据点 是因为他们都出去了 八神子正要将窦丁打得魂飞魄散 一道光阵却阻在两人中间 元界十分讨厌这作妖的八神子 据点有三个主事的 两个都是扶神塔的 窦将军是真正的英雄 他手下的兵 不论出处 人人平等 而且他极为互短 英念也十分赞同这个说法 他也很欣赏这个窦将军 连连点头 这看得出来 元界一脸阴沉的道 但是扶神塔固满窦丁的存在已久 他们希望三位主事的将军 都是扶神塔的人 想完全掌控所有据点 可是碍于窦将军战功赫赫 他们没有合适的理由将他担出去 元界不仅神色凝重呢 抬头望了望天空中厮杀激烈的战场 难道现在扶神塔是终于忍不住了 闭旁的英念听见了这些话 他十分担心这窦丁将军 扶神塔就是要把窦丁给处置了 现在恶者的窦丁根本不是对手 抬起头对窦丁大声叫道 窦将军 歇战吧 我可以离开这个据点 英念想着离开了 那洛诸果就得想别的办法来拿了 窦丁一听 这英念是叫他逃走啊 他顿时觉得这丫头是有点看不起他 气得气血翻滚 他紧紧地握着剩下的那个重锤 朗声大叫道 小丫头 少管我 老子之前误会你一次 现在就要顾你一次 你少管我 这时的八神子脸色阴郁 眼里满是杀气 他纠准机会趁着窦丁将军分神 使出一掌重重地向窦丁将军拍了过去 只听砰的一声 一掌就重重地拍在窦丁的胸口 将人打得口吐鲜血 窦丁将军一时之间没有了招架之力 眼看生命都要危在旦夕 那一掌之力要是普通人去承受 早被打得魂飞魄萨 八神子眼神凶狠 一股要致人于死地的气势轰然而出 招式突然就变得更加 林立兄狠起来 去死吧 正在他蓄力待发之时 只听了东的一声 在他面前浮现出一个巨大的光阵 竟将八神子和窦丁生生隔离开来 窦丁将军才幸免于难 这次的阵法倒不是原心碎所为 而是一旁的大长老看不下去了 只见大长老黑着脸站了出来 是鬼谷的人也跟着站了出来 大长老虽然十分讨厌这八神子 但还是强忍路过上前好言劝道 八神子 适可而止 窦丁吐出了一口血 抬手好似仍不甘心地要往八神子身上吹 八神子反应极快 一个闪身就机灵地躲过去 然后直接一脚就踹向了虚弱的窦丁将军 窦丁虽然身受重伤 但他的手还没有闲着 倒下去的那刻还在八神子腰间虚捞了一把 然后脸上带着一丝诡异的笑容 应该是有所收获吧 转眼窦丁将军带着满身的伤痕 向地面重重地坠下去 然后直接砸在了阴念面前 阴念也看得心惊歹战 这窦丁将军明明受了很重的伤啊 可烟尘飞扬中 阴念却看见了窦丁那诡异的笑容 他不免有些疑惑 这窦丁将军他是在笑什么呢 窦丁当然不是无缘无故地笑的 他也不是白白地受伤的 只有窦丁自己心里清楚 他刚才趁乱摸走了八神子腰间的空间法器 里面正有阴念积蓄的 可以开启魔剑封印之一的落珠 窦丁被打得遍体鳞伤 却收获了天大的惊喜 谁能想到窦丁将军却偷到了阴念迫切需要的落珠 窦丁暗自笑了笑 然后迅速地将落珠窦给放入了自己的空间法器里 这落珠窦本是他去外面征战使得到的 想作为战士们的奖励品 谁曾想被扶身塔的抢去了 真是臭不要脸 正在这时阴念连忙将窦丁将军扶起来 他想叫于绵绵给窦丁治疗伤口 于绵绵听到阴念的呼唤连忙走过来 还没等阴念吩咐 绵绵就十分上道地说 放心 交给我们吧 然后窦丁被愚人族的人给围了钱 于绵绵净气 投出了无数治愈泡泡 那泡泡迅速进入窦丁将军的体内 伤口开始飞速地治愈 连带着内里肺腑都变得舒坦起来 窦丁精气神也好了许多 两眼放光 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群人鱼 治愈记得 太难得了 窦丁嘴巴张大 是人鱼族 人鱼族竟然还存活在这个世界 于绵绵笑着骄傲点点头 我们人鱼族可不是那么容易消亡的 窦丁不仅高兴地开怀大笑起来 有人鱼族这些神医在 那可是天大的好事 窦丁声音里满是喜悦 好好好 有你们在 前线就能少很多牺牲了 兵念确定窦丁没事了之后 说出了自己新的打算 窦将军 我带着我师兄他们去找别的落脚处 还没等他说完 就听见窦丁冷笑着说 我和你们一起走 这地方也真是越带越没劲 窦丁手下的士兵也立刻挥着手跟着说 我们也是 我们也要跟着将军走 多一个小神经强者 和窦丁手下带的兵内在弄一个小据点完全没问题 那些粮食现在可都在阴念的兜里 这些人都过去也能养得起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这些人也和阴念算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阴念眼神坚定地看向身后众人 声音朗朗毫不畏惧所谓的扶神塔 还有人要和我们一起走的吗 剩下那些人还有些迟疑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白家人讥笑道 省省吧 离开这个据点 你们这群人出去只怕就得死一半 还让我们也跟着你们这群白痴出去送死 他们断定跟着阴念他们就是死路一条 阴念也就是个区区五星人临近 还大放厥词 真够猖狂的 八神子和九神子两人对视了一眼 九神子还有些犹豫想挽留豆丁 八神子立马明白了他的意图 轻声说 九弟 你可不要放糊涂 只要那豆丁离开 五周据点便是真正落到我们手上了 九神子眼神微动 八神子语气加重了一些 别破坏了至高神大人的计划 九神子觉得八神 子说的很有道理 立刻点了点头 他看向四周 高高在上的姿态保持不变 声音传遍整个据点 若是有人想要跟着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一起离开 那就随便你去 扶神塔不会挽留你们 只是出去之后 你们就不再受扶神塔的庇护 生死自负 最后这四个字已经带了威胁和杀机 闭眨眼的功 无数气息往上冲 形成了各家的标志 有灵天学院的标志 吴家的标志 丰家的标志等等 临天学院留 吴家留 丰家留 一道道 一生生 都是留下 音念对此毫不在意 也不吃惊 人家在这里和扶神塔合作了这么多年 外面有危险 重重不肯和他们走在正常不过 道不同不相为谋 音念转身看向原心碎和豆丁 我们走 那流浪人脸上羞愧神情并未散去 但挣扎了一瞬后 像是想要赌一把一样 也闷不吭声地站起身 试图跟在音念身后 音念回头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阻止他跟上来 但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音念年纪轻轻俨然成了一个领袖 带着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跟着他离开据点 两位神子鸡笑着看着音念他们离开 他们认为外面危机四伏 离开据点就自寻死路 但忽然一道声音传来 顿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逗丁 一不讲道意 下一刻一个穿着战袍的女人就冲了滚 把旁边的人都吓了一跳 都在疑惑这人到底是谁 只见他身材高挑 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十分强大的气势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走起路来都盛起凌人 一看就是不好惹的主 这女人疯疯火火地扒开旁边的人冲了过来 一把上前拽住了豆丁 没好气地说 走也不叫我一声 你去哪 音念还没来得及弄清楚这女人是谁呢 就听见身后的周少渝 怯怯地喊了一声 娘 你慢点啊 原来这女人竟然是周家那个暴躁家主的老婆 周家夫人名为周妹 和她丈夫一个姓 脾气也和周家家主有过真而无不及 扶神塔的神子早对这夫人有所耳闻 但还是威胁道 周家夫人 你可想好了 走出了这道门 你可就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周妹根本就没将这神子放在眼里 自顾自地并不理睬那神子 她拍了拍豆丁的肩膀 走啊老豆 你看看 虽然炸了粮仓 人家的战士照样各个油光满面 你手底下的人却差点饿死 狗呆的地方咱们少呆 要被吃干抹净还要被扒皮抽 最后功劳全都是别人的 旁边的人都听出来了 这周夫人是在讽刺扶神塔那些人了 这天一周的人也真是太猖狂了 连扶神塔的人也敢骂 周妹话风一准 看向了英念 眼中流露出几分毫不掩饰的心声 一个斗丁一把年纪了 活得还没一个小姑娘洒脱 走 周妹是个实实在在的行动派 单手一挥周家的人就跟着她一起 跟着英念往外面走 英念一看她这又收了一批有实力的人 出来的都是天一周的人 除了天一周最大的周家和圣山宗之外 还有几个大势力的跟着周妹一起出来的 队伍也越来越庞大 英念带着大家笑呵呵地朝外面走去 他们连头都没回下 对这个据点大家没有半分留恋 出来的弟子们觉得这样很好 脸上洋溢欢快的笑容 出来也好 狗神塔那些目中无人的玩意儿 占着五周最好的资源 却不干人事 我们也忍了他们很久了 就是 现在我们只能自救 周妹这时忽然想起了什么烦心事 不仅皱着皱眉头说道 光顾着耍帅了 我们的灵梁怎么办呢 就在这时 两个混在人群中间的多梁国的两个王子站了出来 挥手笑着说 不用担心 灵梁我们来想办法 这两人是被英念救回来了 自然也跟着英念一起走 逗丁搞笑地上前一把搂住两个王子 你们也出来了 算是没白救你们 刚往前走了几步 面前一片狼藉 英念念色一变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窦丁猜测道 是我们刚刚扫荡过的双雄国据点吧 看来是双雄国那边的人应该要回来了 英念他们得赶紧走 有些麻烦是能避就避 现在的保存实力 英念想了想 虽然他这边小神境强者也不少 就怕那边人太多了 英念他们跑得快 没引起双雄国回归大队的注意 逃走之前 英念还听见了那边仿佛死了亲娘一样的喊声 是谁 到底是谁 连我的裤衩子都没有放过呀 畜生啊 英念他们将双雄国偷的裤衩子都没放过 人也早跑得没引了 双雄国的人此时已回到据点 他们的首领看着躺在地上早已死透的老三尸体 老大没忍住一拳重重的砸在了地上 将地面砸得四分五裂 正在这时有士兵匆匆跑过来 眼色十分难看 声音颤抖着说 老大 什么都没了 什么都半空了 我们的灵粮也被抢走了 本来是去弟弟悲痛欲绝的老大 此时只觉天炫的转 恶脑子一片空白 猛地往据点里面冲去 连老三的尸体都来不及收拾 他冲进去大殿 里面竟空空如也 自己平常一直坐的那个座位都不见踪影 嗡的一下 他像是被人迎面重重打了一拳 像得了失心疯 椅子没了 没了 老二文迅也匆忙赶过来 看着老大那失魂落魄的样子 连忙上前安慰道 不过是一把椅子而已 重新打造一把就是了 大哥你怎么这么难过 老大此时期的话都说不出来 勉强又艰难地点头 他不敢说 那里面有他私藏的一块万年灵髓玉 可以将修炼速度提升三倍的宝贝 比老三的命还要珍贵 他们三兄弟因为修炼的时候 基本上都在一起 这么好的东西 他想独吞就不方便拿出来 于是想了个办法 嵌在了自己的座位上 可谁想到竟然被撬走了 老大只觉得气血往自己的喉咙里翻涌冲上来 他双眼通红 去查 一定还有幸存的活口留着他 去查到底是谁杀了老三他们 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向了自己这次带回来的女人 其中被五花大绑丢在最前面的正是苏灵燕 他走过去 一把拉扯下苏灵燕咬着的布团 苏灵燕满脸的血 张口尖锐的怒骂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万寿国的地鸡 我们万寿国的人不会放过你的 老大此时心里的气还不知道往发呢 他冷笑了一声 地鸡 然后狠狠一脚踹在苏灵燕的心窝上 差点把苏灵燕踢得去见老祖宗 他正准备再补一脚之事 闭旁的老二谋光冰冷 眼神贪婪地打量着苏灵燕 见老大还要继续惩治着苏灵燕 连忙上前一把拉住了老大 大哥 可别打死了他 我看这件人还是个御寿师呢 他的灵兽可是一条金交 胜兽级别的 这样的女人待到拍卖场 肯定能卖到一个好价钱 苏灵燕害怕 都握紧了拳头 他一只手还断了 是被阴燕拉扯下来的时候被拉断的 想到阴燕 苏灵燕眼眸里带着刻骨的恨意 要不是阴燕 他也不会遇到这样倒霉的事 落到人贩子手里 都是阴燕的错 他最好是已经死了 否则他定要将它碎尸万段 老大看了苏灵燕一眼 行了 带着这批女人我们去鬼影拍卖场 先换点灵粮回来 没有灵粮 在前线根本就是寸步难行 老二间笑着一把抓住苏灵燕的头发 准备送到拍卖场去 另一边 一面带着人小心地穿梭在前线中 他遇到了不少团队 可那些都是三五人的小团队 看着他们这么多人 都躲得远远 现在得先找个地方弄据点 并念想着窦将军对这里熟悉 于是问道 知道有什么地方比较好弄据点吗 窦丁想了想 还真有个地方 不过那地方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危险 周妹凑过来问 什么地方 窦丁眨了眨眼睛 听说那地方现在是叶独心那些瘦人的地盘了 这个强势的大娘犯了花痴病 爱上了萌萌的美人鱼 一向强势的人在他面前都变得温柔似水 而这时的阴念带着人要自立门户 窦丁想到一个地方比较合适做据点 但听说那地方是叶独心那些瘦人的地盘了 阴念意识到这个叶独心肯定实力不俗 便询问道 叶独心 是不是很强 窦丁肯定地点了点头 很强 那边不管是男瘦人还是女瘦人都很强 窦丁不免又有些担心地叹了一口长气 说出了心里的疑惑 本来叶独心是不参与咱们前线之争的 这次不知道怎么办 就突然打开世界窗了 余绵绵一听不仅有些担心 还有点害怕 那边的人友善吗 不然咱们避开 周妹这时走了过来 一凡往日的强势 眼神变得如水般温柔 她紧盯着余绵绵 看得出来她非常喜欢萌萌的余绵绵 避不开的小人鱼 为了你们也不能放弃那个地方 那眼神看得旁边的阴念都有些不习惯 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余绵绵吓得直往阴念身后钻 原心却这时阴冷地瞥了一眼余绵绵 余绵绵才又不甘心地松开抓着阴念的袖子 她乖乖的声音软软细细地问道 为什么说是为了我们呀 刚说完 就看见对面周妹看她的眼神更热气 余绵绵身上的鳞片都要冒出来了 无主好吓人 这个嫂嫂也好吓人 呜呜 周少玉知道她娘又放花吃病了 头疼地捂住自己的额头 完了 我娘又来了 我娘吧 生了我和妹妹 我们两个的性格都像她和我爹 争强好动 她不喜欢 一念点点头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不像亲生父母像谁呢 周少玉一脸郁闷 看了她那个鱼绵绵 莫 她喜欢鱼绵绵那样的 娇嘀嘀 软呼呼还要心思干净单纯 一掐一汪水 周少玉心里酸得就和酿了老陈醋一样 还真是 灵秀的女孩 她遇到这么多 像鱼绵绵一样软呼呼又不讨人厌 还是第一次碰到 鱼绵绵不是懦弱 她在勇敢的时候很勇敢 但是平常看的就是萌 那边周妹声音简直叫一个温柔 小人鱼 你们人鱼族可是不能离水太久 但是这整个交战地狱 只有一条河流 是唯一的水源 水源附近的据点都已经被人占了 现在只剩下窦丁看中的那块地方 鱼绵绵感觉这大嫂还是挺关心她的 于是笑了笑 我们用木桶也可以 鱼绵绵不想拖累大家 就说 我们往空间法器里多装点水备用就行了 周妹心疼地说 那不行 那你的小尾巴多疼呀 听婶婶的 乖乖 周妹那大嗓门这么温柔下来 真是让人毛骨悚然 不等于绵绵说什么 鱼绵有了新的打算 那就去那边看看 不行我们再退 好在那地方虽然远 但是在场中人实力都不错 走了差不多半天就到 在前线 鱼绵打算瞒着自己预售师的身份 这样上战场的时候能达到出其不意的突袭效果 豆丁已经听见了哗啦啦的水声 用手指了指前方 就是这里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瀑布 水面就像是一块巨大的雪白断层 从天空上坠下来 落在下面的湖泊里砸出无数的水花和水雾 这地方很难找 因为刚才豆丁是带着他们剥开了大一片的藤蔓钻进来 才找到这么一个天然空旷的地方 旁边的豆丁却皱起了眉看着瀑布的另一端空地上 那里飘扬的黑色旗帜 糟了 那是夜独星的旗帜 他们果然来了这里 因面看向了夜独星的黑色旗帜 旗帜比其他的据点旗帜做的都大 唇黑打底 上面是一面威风凛凛的百兽图 现在怎么办 多利清两兄弟脸色都白了 他们伤还没好 再加上现在前线都是大皇子的人 只有跟着英念他们才能活 两人又没有战斗力 出去就是死 远接走到英念身边 看向那群从刚才开始就战战兢兢地生怕自己被丢掉的女人 周妹偷拿家中西式质宝 这质宝摇身一变成了有许多房子的大宅院 英念他们来到了夜独星的地盘 准备另起炉灶 元心碎抹了一把清澈见底的湖水 眼神中有光芒闪过 声音里透着霸气 就定在这里 搭据点 窦丁和周妹他们本来对在别人的地盘搭据点 还有些担心 没想到元心碎却发号指令了 毫无疑问 元心碎是他们这里实力最强 甚至他们都叹不到元心碎的 只是元心碎一向来不会发表意见的 也难得有主动开口的时候 英念也同一元心碎的观念 现在也找不到更合适的地方来做据点 只能暂时定在这里 先安定下来 等会儿如果那边据点有人过来 再想办法看怎么解决 周少欲累得一屁股蹲坐在了地上 太好了 我也走累了 先歇着吧 大家都口渴了 于是大家干脆就开始整顿起来 据点不好打 英念正在头疼呢 周妹这时从怀中掏出一个法器空间 直接丢向了一片空地 只见那法器迎风暴涨 竟然成了一座豪华气派的大院子 院子里有许多并排罗列着的房子 周少欲他认的这宝贝 这是他们家的传家之宝啊 他不仅惊叫了一声 娘 你怎么把爹的宝贝带出来了 这么一个移动的空间法器 必须是至宝了 周妹热情地带着大家就往里面走 要大家先进去休整 然后大家陆陆续续地变更了进去 英念最后看了一眼夜足心那边 那边的旗帜在烈烈飞舞 可据点里面却安静得很 英念还觉得有些奇怪 将一个东西递向英念 拿着 老子答应给你的战功是没法而计了 但是战功能兑换的最好的东西 老子必须得给你 英念愣了一下 并没有去接 这是什么东西 可豆丁这人性格好爽 不喜欢多费口舌 也怕英念推脱 于是静止将东西直接放在他手上 盛情难切 英念只好接收了 低头感受了一下法器里面 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这明显之前是有主的 被人强行将烙印给破开了 他的意识沉入空间法器里面 却看见了一株完好的珠红色果实 连着根絮一起 被养在一方土壤里面 那植株的叶子又长又细 交缠在一起就像是一朵盛开的花 而最顶端 挂着一颗拳头大小的果实 果实成红色 里面晶莹剔透 隐约可以看得清楚 阴满那惊讶的声音猛的在 英念脑海中乍响 落珠果 是落珠果呀 英念没想到就这样得到了 开启魔剑封印的至宝之一 猛地收起了法器 欣喜若狂 不可置信 都问道 真的吗爷爷 英满兴奋地说 我还能骗你 赶紧收好 非我说那窦丁脾气暴躁地上去 就和那王八打一场 明摆着不会赢的价做什么 原来是为了这玩意儿呢 英念走进院子里 找到了窦丁 激动地说 窦将军 这落 还没等英念说完 窦丁骗了英念一眼 给你的就是给你了 唧唧歪歪地干什么 咋的 你不想要就还给我 英念拿出了自己的空间法器 不是 我是想问 你不饿吗 不想要碗灵粮 窦将军 下次如果要给底下的人奖励 记得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我灵粮都没给你 你就把落珠博给我 你这样万一碰到一个不安好心的 会坑得你连底裤都没了 英念一边掏灵粮 一边轻叹了一口气 说到底还是我人好 你幸运 原心碎从那湖泊中一下 就拉出了一条满身雷光的独角鱼 那鱼张着血盆大口 向英念咬了过来 窦丁爽快地将落珠博给了英念 还以为英念叽叽歪歪地要推脱 英念还求之不得呢 他看着窦丁那搞笑的样子 就忍不住笑了 随即拿出了自己的空间法器 然后将那装有灵粮的空间法器递给窦丁 这窦丁将落珠博给他的时候 都没要求个交个等过 看来是特别信任他 幸好窦丁没看错人 要不被骗了都不知道 很快这个新据点就燃起了炊烟 跟着窦丁的战士们将厨房守得死死 之前光顾着大家还不觉得 这会放松了之后 饥饿和疲惫一起涌上来 几乎腿软得要站不住 英念这回想起要去找找原心碎 有些事情要找原心碎了解下 他刚踏进原心碎房间的时候 看见原心碎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 他心底不仅咯噔了一声 原心碎不会又再看那种不正经的书吧 英念怕那些书把原心碎带偏了 脸阴沉着立刻跑了过去 结果看见原心碎手上的是一本在正常不过的书 那是简术五周各大势力的书 桌子上还放着很多书乱七八糟的杂书 英念仔细地看了看 还有很多描述人性的 也有一些零售杂技 英念这回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见到英念过来 原心碎顿时两眼放光 冲着他露出那米死人的笑容 念念 过来 不知道为什么 英念觉得原心碎好像比起之前有区别了 那双原本由天真和暴力参合的眼睛 以前是很好辨认他的情绪的 可现在英念看着原心碎就觉得他眼底像是笼了一层海面雾 将底下的碎冰遮掩得如同万丈域内的沉船一般 深不见底 原心碎见英念一直盯着自己 不仅有些不自财 不由地问 怎么了 英念将心里刚才那些古怪的想法压了下来 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你刚才一直盯着那壶水看 是壶水有问题吗 原心碎将书放下 带着他往外面走 你跟我来 两人来到了那巨大的湖泊前 瀑布比刚才喷落下来的架势还猛烈些 英念深吸了一口气 那些水雾顺着进入他的肺腑 不知道是不是英念的错觉 他天宫里面的精神力池子都好像微微震站了一下 英念眼神一亮 看向原心碎说 我刚才还没发现 这里的水雾让我的精神力觉得很舒服 原心碎却说道 不是这里的水让你舒服 谁知道原心碎抬手一发 一只浑身冒着雷光的独角鱼 就从水中被原心碎扯了出来 那独角鱼被人从水中拉扯出来 看起来十分生气 立刻就朝着英念张开一张长满了尖牙的嘴巴撕咬过来 他身上还有许多蠕动的触角 触角噼里啪啦的攻击力十足 雷光缭绕 猛地对着英念劈了过来 英念拿出了红伞 一伞间直接戳死了这条鱼 这鱼怎么了 英念知道原心碎肯定不会无缘无故地给他看这一顿 英念露出嫌弃的表情 这鱼长得真是太丑了 丑得仿佛是癞蛤蟆和八爪鱼的结合体 可下一刻 原心碎将那玩意儿捡了起来 对英念说 念念 张嘴 吃吧 英念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那丑得实在令人没有食欲的东西就往他脸上对了一侧 英念没想到基本小黄叔还能让原心碎像换了的脑袋 说话办事竟然比以前可爱俏皮多了 原心碎要让念念吃那只带着雷电丑陋无比的鱼 英念一脸嫌弃的连连摆手拒绝 这东西能吃吗 原心碎看着念念那可爱的小默样不仅忍不住笑了 又向念念解释道 肯定能吃啊 这东西叫做独角雷鱼 是非常稀有的 对精神力有益 它们身上的银雷对我们的精神力有淬炼的作用 便是它们长期待着的活水 都能让你的天宫感觉舒适 这个湖泊里有很多这种雷鱼 虽然都是一些连出源兽都不到的等级 但是对你现在的天宫来说是大补之物 原心碎是真的很关心念念 它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给念念 说着就把那鱼递给念念 让念念多吃点 补补身体 只见那鱼张着血盆大口 露出尖尖的獠牙 念念一看就没有食欲 感觉这样怎么都吃不下去 辣辣对那鱼也一脸嫌恶 见那鱼这么丑又这么凶 于是忍不住捏紧了拳头 太丑了 主人 丑得我好想打它 我忍不住了 辣辣还是像以往那样冲动 一旁的摆变像的大哥哥一样 连忙敲了敲辣辣的小脑袋 别闹 不是说好了 避免被发现 我们要收敛气息的吗 我感知是十分灵敏的 能感知方圆数十公里内的 一切有生命的气息 这时他已经感觉到 前面的据点有很多强者 而且因为那边都是兽人 而且都是半童族 所以他们得把自己的气息收好 以免被人发现了 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原心碎这回抓鱼也抓上瘾了 一个抬手 成群结队的独角鱼 被从水里拉了出来 念念看着那丑得 让它能做噩梦的鱼 就是那鱼营养再好 叫他这样吃可吃不下 不仅想了想说道 出力下再吃吧 否则这样我真吃不下 念念说什么 原心碎都能理解并支持 他笑着点了点头 他这一笑 念念打亮他的目光里 又带上了几分深思 念念今天看他的眼神不一样了 而且有些奇怪 像是不认识他一样 怎么了 你今天怎么总这么看我 这次见面后 念念就感觉原心碎变了 但念念又说不上来 念念盯着他的眼睛 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我总觉得你哪里不一样 可能是我的错觉吧 原心碎正忙着 将那些雷鱼都收好 后面好弄给念念吃呢 他笑着说道 我没有哪里不一样 你拿着鱼丸吧 我去里面拿考架 念念接过鱼才猛地反应过来 这次原心碎说话 也明显不一样 还多了几分幽默感 拿着鱼丸 以前原心碎可不会 说这样的话 他的世界里 只有最简单的 两种对人的认知 他喜欢的人 和他想杀的人 念念不仅皱了皱眉 自言自语说 看几本没营养的书 还能有这么大的影响 音念耸了耸肩 算了 先收视鱼吧 光是拿着这些鱼 他都能感觉到 天公兴奋到颤抖 音念拿出一个小笔手 利落地将鱼身上 那眼睛的部分都给砍 没想到切开之后 露出里面白花花的肉 竟然散出一股草木清香来 让人食欲大开 这下就连本来在 碎碎念的辣辣都不逼逼叨叨 小心地从兜兜里 探出一个脑袋 眼巴巴地看着音念手上的肉 馋得都流了一滴的口水 书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吗 袁心碎看了几本书 竟和以前判若两人 袁心碎走进院子里 大长老正在等着他 大长老也感觉到 袁心碎变化很大 让人有些捉摸不透 因此他对袁心碎这个谷主 更加敬畏了 少主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派擅长搜寻的人 出去找苏林燕那女人了 袁心碎脸上没了刚才的笑容 面无表情地应了一声 一时的气氛都变得沉重起来 接过大长老递过来的茶 袁心碎那脸凸的一下 变得阴沉可怕 立声说道 我要活的 明白吗 大长老看着这么威严的袁心碎 都被吓了一跳 下一秒袁心碎的行为 更让他吓得发抖 袁心碎猛地将手上的茶杯 往地上一水 咔嚓一声 随着那杯子清脆的碎裂声 那完好的杯子瞬间碎成了渣渣 整个屋子都弥漫着袁心碎的威压 大长老苍白着脸连连点头 明白 一定抓火的 大长老甚至不敢对上袁心碎 那双幽黑的眼睛 袁心碎之所以变了 原因没有其他 还得从老乞丐给送了那些书开始说起 看了那些书 袁心碎在男女相处这块突然就开窍了 还对外面其他的书也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那些书也让他快速地明白一些 本来不明白的人情事故 却让大长老拧紧的心 少主他对这个世界的规则 制度 了解得越来越深了 那双眼睛也跟着越来越让人捉摸不清了 少主他正在快速地适应这个世界 然后 试图掌控这个世界 这就是大长老这几天最直观的想法 比如此刻的袁心碎坐在位置上 正认真的研究着前线的详细地图 他淡淡地 来了一句 五周现在已经基本被扶神塔给掌控住了 袁心碎的手指在地图上有走着 眼中有寒意渗透下沉 要弄死扶神塔那些人 光是赤鬼捕是不够的 前线的天才地宝也确实很多 据点还要再扩大五倍才行 他手指拳去起来 在地图上的一个位置扣了几下 很有领导者的风范 郑重地说道 要在这里扎根据点 就需要足够的灵粮 把多利青和多利红看紧了 过不了多久 那两人就该来主动找我们帮忙了 大长老静若寒蝉 但心里对袁心碎佩服的五体投地 觉得谷主分析得十分到位 太一个劲地顶投 以前的袁心碎就十分可怕了 因为他的狠拉手段 现在的袁心碎更让人捉摸不透 袁心碎又像想起了什么 对了 之前你给我找的兵法术很不错 再弄一些过来 有多少弄多少 大长老连连答应 袁心碎拿了调料就往外面走 鹰念还在外面等着他呢 此时的鹰念正架着火 在烤那项丑八怪的鱼 那鱼的被烤得发出阵阵香味 辣辣从衣袖里探出头 馋得流起了口水 而就在离湖泊有些远的地方 在一处灌木丛中 一处人影如洞 夫神塔那边跟来的探子 远远地看着据点的位置 冷哼了一声往外面走 把据点弄在了叶独心旁边 这些人可真是怕自己死得不够快 他急匆匆地往五周据点赶去 他要让八神子他们知道这边的位置 以后想办法来的一锅端草 结果走出没两步 就看见前面密密麻麻的 无数壮硕的身形从逆琳里走出来 他们身上都带着浓重的煞气和血腥味 一个领头的兽人鼻子喷吐热气 焦躁地甩了甩尾巴 该死了 这么多的小世界 要怎么找 没想到英念正是兽人苦苦寻找的公主 一大批兽人出现在丛林中 他们面向凶悍十分焦急地在寻找着什么 领头的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猎空一族最擅长的就是隐藏气息 很难找到 还有小主人的事到底真的假的 不愧是那位大人上了年纪 闻错了吧 正在这时 那个掌握了英念他们据点位置的探子走了出来 那人看起来贼眉鼠眼 一看就让人非常反感 探子笑眯眯地和他们打招呼 诸位是夜独心的人吧 你们怎么还在外面逛着呢 你们不知道吗 他语气越来越夸张 像个看别人笑话的小丑 你们据点的地盘 被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贱人给占领破坏了 那个授人立刻皱了皱眉 眼神露出一丝杀意 什么 那些人是不要命了吗 那探子还来不及高兴 就被狮兽人一把掐着脖子提了起来 狮兽人可是一心小神经的实力 提他就和提鸡仔似的 探子被掐得口吐白沫 连连祈求饶命 狮兽人将他随手就甩在了地上 对手下的人吩咐道 把他也拎回去 要是他说的是谎话的话 那领头人眼神凶狠地看着地上的那探子说道 直接杀了他 身后的狮人立刻就将这探子像垃圾一样拖着往前走 狮人族对自己的地盘看得非常重 如果真有那种不开眼地闯进了他们的地盘 那就是离死不远了 狮兽人眼中凶光一闪而过 本就因为找不到那裂空一族的气息 没法确定有没有小主人正反着呢 竟然还有人敢在这时候撞上来 真是不夸死 狮兽人大步向前走着 却突然像想到了什么一样 面色一沉说 不好 咱们据点还有几只幼崽兽 他们难不成是去偷我们的幼崽兽的兽员兽险的 其他兽人也跟着变得惊慌失措起来 要知道 他们兽人一族和灵兽一样 脑内都是有兽员的 取出来都可以助人修炼 兽邪也是大步 一想到幼兽们会遭遇的事情 他们的杀星顿时就起来 而此刻 在巨大的湖泊前面 鹰念正美滋滋地在烤雷鱼的肉 血白的鱼肉被烤得滋滋冒油 鹰念撕下一块香喷喷的鱼肉吃进嘴巴里 几乎是瞬间 天宫里的精神力就开始翻涌起来 舒适的鹰念瞬间抖了抖肩膀 效果真好 一旁的辣辣早已馋得口水滋溜 主人 目光看辣也要吃 鹰念正准备给闹着要吃的辣辣鱼肉的时候 逼脚却突然被什么东西撞了撞 鹰念下意识地低头观察 看见了三头雪白的狮兽冲他嗷嗷地叫 看得出这三头小狮兽被喂养得很好 圆滚滚地像磕球一样 张开嘴巴讨食的时候 露出粉红色的小舌头 特别可爱 他们绕着鹰念转圈圈 一双水润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鹰念手上的食物 不许给 辣辣的声音简直在鹰念的脑袋里要爆炸了 都是小三兽 绿茶兽 不许不许不许 这是主人给我们准备的食物 辣辣都要哭了 怎么到哪都有这种臭不要脸的小家伙 百变也可怜地说 主人 我们自己都不够吃呢 窝窝纠结地绕着触脚 与众心肠道 主人 不能给陌生的兽兽吃东西 小心他们赖上你 鹰念揉了揉额头 而就在这时 远远的 杀气腾腾的尸兽人带着人杀过来了 三只萌萌哒的小兽兽要来争宠了 缠上了鹰念这个小主人 辣辣和百变顿时醋意大发 恨不得将这几只突然冒出来的小东西赶走 生怕他们来夺主人的爱 窝窝也纠结地绕着触脚 与众心肠道 主人 不能给陌生的兽兽吃东西了 小心他们赖上你 鹰念为难地皱了皱眉 而就在这时 那些杀气腾腾的尸兽人 拖着那个探子杀过来了 隔得老远就看见 他们据点旁边多了一道上升的炊烟 那刚醒过来的探子激动得 像是要疯了一样的 看啊 我没骗你们了 快杀了他们 探子自觉一条小命保住 兽人组只觉得自己的脸皮被人踩踏 一定要一个不留地 将那些霸占他们地盘的人杀干净 施兽人这时擦了擦自己的眼睛定睛看去 他看见了什么 他的三个孩子 白滚滚的一团都赖在一个女人的脚旁 平常做天做的的三个小霸王 这会儿正嗷嗷的 奶声奶气朝着阴念叫唤着 还四脚朝天地冲着阴念露出了自己浑原的小肚皮 施兽人听出了他们叫喊声里的意思 漂亮姐姐 来摸我呀摸呀 施兽人看得目瞪口呆 他往前迈了两步 想看清楚那女人的模样 那探子还在拍拍拍地喊 是的 就是那个女人 那女人将一帮小神经的男人都迷得神魂颠倒 大人 这女人最该杀了 就在这时 听见了动静的阴念转过头来 阴念那张迷人的脸顿时展露在了施兽人面前 施兽人不仅浑身一颤 好像 简直太像了 太像那位了 探子想着这下那女人死定了 朝着阴念的方向咸污地吐出一口口水 真是贱人贱模样 快 话都没说完 前面的施兽人猛地扬起了巴掌 狠狠地甩在了探子的脸上 那力道太猛 啪的那探子的脑袋整个飞了出去 砸成一团血雾 炸开的血雾让阴念大吃一惊 顿时后退了紧 谁 那三只小兽兽也瞪大了眼睛 看着这血腥的场面 阴念警惕地看向施兽人那边 一颗星沉了下去 旁边圆杰听见了声音立刻跑了出来 见到施兽人的时候圆杰面色猛地一变 他来过前线几次 认得这些人 是隔壁剧点夜独星的兽人族回来了 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血腥味 这让阴念知道 面前这些人绝对不是什么善茶 三个小狮子还在试图用自己的肚子勾引阴念 闻到了自己父亲的气息 三只仔抬起头看了一眼 然后便浑身僵硬 不自在地将脑袋埋进了自己的爪爪里 真是瘦死现场啊 施兽人还没注意到小仔仔呢 还正正地盯着阴念 总感觉对着女人有种很熟悉的感觉 他低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像 太像了 简直就像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阴念远远地就看见那施兽人竟然在自言自语 也不知道这些人在盘算什么 阴念已感知到了危险的来临 他和袁杰往后退 小心些 那边的大狮子好像精神不太正常 保不准他会不会突然发狂 袁杰赞同地点点头 怎么了念念 袁心碎拿着调料从里面走出来 走进了就感觉到了那边难以掩盖的气息 袁心碎面色一变 站到了阴念面前 眼神凶狠地和施兽人对视着 夜独心的 袁心碎皱皱眉 他连忙护着念念 让念念站在他身后 施兽人见到阴念立马变成了一只舔狗 对念念这个小主子百般示好 袁心碎看到凶狠的兽人来了 立马护在了念念的前面 窦丁这时也赶过来 窦丁吃饱后觉得人精神多了 心情正好着 却感觉到了无数强横的气息正在靠近 他猜到肯定是夜独心的人回来了 当即脸色沉沉地走出来 他一眼就看见了施兽人旁边那具尸体 这是扶神塔的人 窦丁也同意说 拎个铁锤就赶到了念念身边 他一脸疑惑地问道 扶神塔的人怎么死了 是夜独心的人杀的 他满心警惕地看着面前这些兽人 紧紧地握着双锤准备随时迎战 施兽人正想打破这种僵局呢 将那探子的尸体拎了过来 窦丁一群人齐齐后退一步 难道这些人是杀了扶神塔的人来示威的 施兽人带着那探子的尸体 放到了音念他们的面前 用打死兽人一族也发不出的 那种娇弱的声音细声细气地告状说 这个人 他想挑拨我们的关系 被我一巴掌拍死了 说完还扯着自己的嘴唇露出了 一个自认为憨厚实则凶声恶煞的笑容 斗丁和原心碎都有些猛了 这就是凶残无比 杀人不眨眼的夜独心兽人族吗 怎么看着很忠厚朴实啊 音念看着那具尸体 面色复杂地问道 这人是扶神塔派来的吗 他开口说话的时候 神情灵动不似之前那么僵硬 施兽人看得都症着 这一灵动 更像了 就好像他们主人还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一样 施兽人一脸痴狂地紧盯着音念打量着 看得音念都有些不自在 一旁的原心碎也警惕地看着施兽人 施兽人激动地眼眶有些泛红 心里想着如果是主人的血脉 一定是御寿师 他试探着问道 你是御寿师吗 音念顿时面色有些苍白 觉得有些奇怪 音念眉梢一条 问这个做什么 其他人也都紧张了起来 音念御寿师的身份之兽人是怎么感觉出来的 音念没有把自己的寿源压制好吗 施兽人虽然长得狂野 音念没有直接否认 这摆明是默认了呀 施兽人这时变得更激动了 猛地往前一步 一下就抓住了音念的肩膀 能让我看看你的灵兽吗 只是才抓上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道猛地先飞了数丈远 原来是原心碎出手了 他怕这兽人会伤害他的念念 这时一旁的兽人们脸色骤变 是对 施兽人撞断了无数的巨数才勉强重新站起来 他眼带惊悸地看向原心碎 原本以为只是一只杂军 却没想到竟然还有这么强的人才 他又亮亮呛呛地走到音念旁边 他还有太多的话要对公主说呢 音念心里也有太多的疑惑 正好要问个清楚 请问你是怎么看出来我是御兽师的 他想的难道是自己掩盖得不够好 路出破绽了 他能被这个人认出来 那就还会被别的人认出来 施兽人强制性压下胸膛里翻滚的血气 眼里满是友好 我是兽人 对御兽师的感知更敏锐 他自己知道这回其实是瞎扯 实际是靠领辨认的 音念深吸了一口气 看不出有没有信了他的话 要看我的灵兽也可以 我能提一个要求吗 斗丁不仅紧张地咽了一口口水 和叶独星提要求 听说上一个提要求的人脑袋都搬家了 斗丁下意识地要阻止 喂 丫头你 谁要施兽人一脸笑容 一个要求够吗 要不再来几个 施兽人还在黑黑地笑 说呀 你快说呀 音念对着施兽人近乎是好般行为十分不解 浑身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给你看我的灵兽 我们的据点要放在你们旁边 你们没意见吧 施兽人声音都兴奋地尖锐了 没意见啊 怎么会有意见呢 我们叶独星是最热情好说话的 你们想挨着我们就挨着 我们没有任何意见 裂空族百变一出场气势横扫全场 裂空血脉的出现 让兽人们更加确信 音念就是他们的小主子 叶独星竟然十分欢迎音念的据点 建在他们的旁边 斗丁没想到叶独星是这么好商量 在前线 地盘就是生命啊 哪个势力愿意让出自己的地盘的 斗丁还在震惊中 这和他了解的叶独星完全不一样啊 音念也觉得这太不正常了 十分疑惑地问 斗丁将军 我总觉得对面那些兽人很古怪 会不会有诈 你说他们是不是想迷惑我 对面的好的过分 但音念又警惕的过分 据斗丁所了解 叶独星的兽人是说话算数的 只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执着地 要看音念的灵兽 有了斗丁将军的这句话 音念就放心了 但是他不打算叫所有的灵兽出来 叫得一只差不多了 呜是他留守的牌 辣辣脾气不好 还是叫百变出来比较稳妥 那就叫百变出来好了 而就在这时百变像是听到了主人的心声 自己也主动出声了 我来吧 主人 下一刻不用音念叫 百变直接从音念的口袋里飞了出去 然后来到了施兽人的面前 你想见我 百变抬起头来 尽管实力压制得很好 可受人们的感知能力十分灵敏 裂空一族的强悍气息 他们已感知到 随着百变抬起头的动作 顿时横扫全场 施兽人瞳孔未知一阵 不敢置信地齐齐往后退了一步 吼 吼吼吼 所有的兽人几乎是在同时 热泪盈眶 血脉喷张 开始历生兴奋地嘶吼起来 他们的声音响彻天机 施兽人领队在此时已激动地双眼通红 眼泪在眼眶里打断 老兽王说的没有错 裂空血脉真的出现了 自从那位大人当年离奇消失了之后 他们夜独星已经无诛好久了 是那位大人开创了夜独星 虽然找不到他了 但是他们找到了小主人 血脉传承是不会错的 只有那位大人的血脉 才能召唤出远古猎公血脉 施兽人想再次确认一下 面前的人是不是小主 盯着樱练的眼神变得更加狂热 你这小灵兽 很好 非常好 姑娘你家中双亲可还在啊 她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 樱练觉得这人问这么多肯定零有目的 脸色跟着沉下来 我娘亲早就去世了 受人们兴奋的表情一僵 娘亲死了 也就是说 那位大人喜欢的女人已经死了 毕竟都和人家生孩子了 那一定是喜欢的女人 施兽人小心翼翼地问 那 那你父亲呢 樱练突然笑了起来 他眼神有锋芒赏过 我的父亲 我从未见过他 一次都没有 所有的兽人们的脸都 相应了 他们惊讶地看着樱练 没 没见过 樱练想起这些还是有些伤感的 不过嘛 我倒是很期待见到他的那一天 兽人们脸上露出期待的目光 果然 还是想念自己爹爹的吧 紧跟着就听见樱练用近乎冰冷的声音说 见到他 然后杀了他 如果不是那个男人 就不会有他和他娘这样的悲剧发生 施兽人的一颗心 彻底地沉了下来 施兽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杀 杀了谁 小主人怨念这么深的吗 他主人之前是死暖去了 喂 为什么 施兽人声音都干涩了 我们兽人族的小兽人 还是 非常喜欢自己的父亲的 樱练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正常人谁不喜欢自己的父亲 樱练声音顿了顿 只是那个人 我的父亲 他从没有给我带来过幸福的感觉 只给我留下了无穷的灾祸和痛苦吧 樱练想要杀了从没见过面的父亲 他觉得这个父亲太不负责 让他和他的娘亲受尽了磨难 他对那个所谓的父亲 并没有爱 只有无穷无尽的恨 施兽人眼见小主子这么仇视自己的主子 不仅心里有些疑惑 不对啊 主人不是这样不负责任的人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但现在这种情况也不好 如实说 不行 得和小主人搞好关系 再慢慢弄明白当年发生了什么事 他主人不是这样的人 这中间肯定有误会 施兽人心思飞速转过 现在也不好和小主子相认 怕小主子不理他们 得先解开其中的误会 不得不说 施兽人看得粗魂 但是内心很细腻 把阴念的想法示意猜一个准 阴念的眼神顿时就变得危险起来 怎么 你认识他 那个据说闭关了的父亲 施兽人为了在小主子面前刷的好感 绷着脸说 这种人渣 我们怎么会认识呢 阴念也没想到施兽人也这么同情打脸 点了点头 这样是最好 施兽人悄悄地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大着胆子掏起近乎 哈哈 那什么 姑娘 我叫施大 你的名字叫什么呀 阴念很直爽地告知了他自己的名字 施兽人笑呵呵地疯狂吹跑了起来 好名字 真是好名字啊 凶狠无比的施兽人在阴念面前 竟变成了百般讨好的样子 这不仅让窦丁他们有些吃惊 窦丁眼见施兽人对他们这般友好 于是试探性地问道 那我们坐下来聊聊 施大憨厚地连连点头 施大转身又看着阴念身后的三只小狮子 转瞬间 兽人的原始凶狠的模样在施大脸上暴露无遗 立声吼道 你们跟上 丢不丢脸吗 赖着人家 转瞬施大又不好意思地对着阴念笑了笑 对不起小主 念姑娘 这三个是我的子 施大这反应还真快 发现说错话了立马圆了回来 阴念诧异地看了一眼三只毛团 真是看不出来啊 这三个萌萌竟然是施大的仔 施大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我家大仔性格比较像我 这三个小仔像他们妈妈 小主 念姑娘 到时候我带我媳妇来给你看看啊 音念觉得这狮兽人也太奇怪了 大家又不熟 为何这狮子见了他像见了亲人一样 于是拒绝道 这不必了吧 他为什么要看一头狮子的媳妇 音念又想想起了什么 突然上前一步 能和我详细地说一说 扶神塔的探子为什么过来的事情吗 听见这话 施大立马变得震惊了起来 我正好也想和你们说说那混账玩意儿的事情 音念其实不用听 猜也能猜到 不就是打听他们 落脚在哪 然后想要杀了他们吗 只是扶神塔的人就这么容不下 忤逆他们的人 那等他入境寻宝的时候 也可以放开手杀扶神塔的人了 就在这时 袁杰突然走过来 他扬了扬自己的肩膀 冲音念笑了笑 现在据点也安定了下来 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打一局啊 他还从来没有和音念对战过 现在安定下来了 战役也就灼烧上来了 音念动了动手指 好久不战心里也有些痒痒了 正好 我也觉得差不多该到熟悉战术 组队的时候了 人临近的区域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 要去寻一些能提升战力的宝贝了 狮兽人对小主子大献殷勤 音念觉得这个兽人的讨好 让他要起鸡皮疙瘩 一旁的袁杰觉得现在安定了下来 想和音念一起对战锻炼一下 一旁的余绵绵兴兴奋的第一个举手 我也去我也去 好战的周绍玉一听要打架就来了兴致 忍不住也举起手想跟上 但却被一旁的周妹给摁住 周妹演义恒十分严肃地说道 你现在实力太弱 跟着他们会很危险 他们可不会按部就班地寻宝 你就一条命 不能跟他们一块 会被折腾死 周绍玉虽然有些不甘心 但是又不得不承认 他的娘亲说的是对的 现在的他 实力的确和音念他们还相差甚于 音念和袁杰向外面走去 于绵绵也立刻高兴地跟了上去 袁杰并没有喊其他的人 他觉得拉上音念就已经够了 音念他们走了一段 就听到袁新岁正和大长老说着什么 少主 那女人的位置已经找到了 在拍卖场 双雄国的人想要拍卖她 音念也不知道这拍卖的到底是谁 这时的袁新岁倾笑了一声 知道了 袁新岁看向音念的方向 走 我们去拍卖场 看看那边的情况 顺便给念念带份礼物回来 袁新岁有他要办的事情 音念自然也有他要去的地方 前线区域无法共同 袁新岁是不能和他去同样的区域的 索性两人就分开行动了 而音念也希望自己在这边 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锻炼 音念和袁新岁找到了一处空旷的地方 准备过过招了解一下对方的攻击路数 而就在离他们很近的夜读新据典里 一个满头银发 脑袋上还顶着一对雪白的兽儿 十二三岁的俊美少年 站在树下轻蔑地看了看音念 他轻哼了一声 那就是父亲说的小主人 看起来也没多厉害 竟然是裂空血脉的主人 真是叫人难以置信 袁新岁摆开对战的架势 冲着音念朗声笑道 来 组队之前 让我看看你空间有多少本事 音念迅速从法器空间里抽出了那把红紫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做好迎战的准备 正在这时 人临近区域却发生了一声乍响 轰隆隆的声音响彻整个山 音念和袁杰立马呆住了 他们寻声望去 下一刻 一座巨大的 遮天蔽玉般的岛屿从地面冲出 往半空上徐徐升起 上面的碎石不断地从天空上坠落 轰隆隆的声音让人耳膜生疼 音念诧异不已 那是什么东西 而袁杰却瞪大了眼睛 眼底有一丝惊恐的光芒闪过 那是人灵圣地 空岛 空岛十年一出 前两年明明已经出过了 为什么会再出现 他声音动 隐隐发抖 并念眼中来了点兴趣 空岛很厉害 袁杰缓缓抬起手 放在了自己的胸口 声音甘肃无比 是 很厉害 里面宝物无数 可危机也无数 我当年 受了重伤 从地临近跌回人临近 他当年是被人阴了 如今回想起来都觉得难堪 便是因为上了空岛 慎重些 如果你不想去冒险 我也可以带你去别的地方 并念打断了他的话 平静的目光注视着袁杰 眼里没有丝毫畏惧 袁杰 你不会是怕了吧 怕了也没事 并念仰起头 两眼放光地注视着 那散发着惊人波动的空岛 我带你上去 一雪前池 一座有无数宝藏的岛屿拔地而起 但这座魔岛 却可以吸人血肉和魂魄 袁杰上次差点命丧在此 所以对空岛这地方还心有预计 空岛上宝物无数 但也是危机四伏 英念却很有兴趣 觉得有危险的地方 才更有挑战性 他还想带袁杰上去一雪前池 袁杰想起自己在空岛历险的经历 就不敢贸然行事 情绪低落地叹了一口气 见英念一脸跃跃欲试的样子 便忍不住再三劝说 你不懂 那边是真的非常残酷 宝物虽然好 但是命只有一条 英念文言奇怪地看向一只勇猛无敌的袁杰 袁杰 你可不是这样的会畏惧退缩的人 于绵绵也觉得袁杰这样很奇怪 赞同地点点头 看见这空岛厚 袁杰有些反常啊 眼见英念想去空岛心意已决 袁杰想拦也拦不住 只能无奈地跟着他们一起向空岛走去 一直悄悄待在夜读星据点大树下的那银发少年 也看见了天空上那悬挂得充满神秘色彩的空岛 他十分向往能去见识一下 他可爱的兽儿不仅晃了晃 心里打起了小算盘 父亲总不让我出去历练 明明我已经是出元寿巅峰了 差一点就能到中元寿 趁现在父亲被那边的人拖住了 我自己过去 他看着英念他们向着那空岛前进 于是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地跟在了英念他们身后 一路上 英念就看见了有不少的人都往空岛的方向赶去 各队人马都扛着自己据点的旗帜 英念这才意识到他们自己没有拿旗帜 他疑惑地向袁杰问道 为什么要拿着旗帜呢 话音一落下 袁杰就脸色大变 心里暗暗叫苦 于是有些沮丧地说道 我忘记了 空岛每次开启 不是我们想进就能进的 因为能进去的数量有限 所以各个世界商议好 每个世界只能送限定的数量进去 五周据点现在已经没有名额给我们了 照元杰这样说就是没有机会进去 英念却没当回事 他鬼主义多当 神色淡定地从空间法器里抬手抽出红伞 我们也不是五周据点的人了 没有旗帜 那现在就做一面旗帜 元杰觉得这英念胆子真大 竟然想临时做一个旗帜去糊弄 元杰去过一次空岛 对岛上的规矩还是很了解的 只见他脸色苍白 声音有些有气无力 那边的那些人不会买账的 空岛并不是那么好上的 说话间 一行人就已经到了空岛入口处 明明已经站了乌泱泱一群人 但是这些人却各自站着在一方 扛着旗帜圈出自己的势力范围 即便只是眼神交锋也充满了杀鸡 英念他们刚站顶 一道刺耳的声音就从身后传了过来 哟 这不是已经从我们据点带着流浪人出去的一面吗 你还没死吗 这是五周据点的人到了 共五个人 扛着一面五周旗帜走过来 元杰眼瞳狠狠一缩 这旗帜 你们竟然把旗帜都换成了扶神塔的标志 扶神塔这是想要完全主宰五周 要是没有我们扶神塔 五周早就完了 拿着旗帜的人吃笑说 不过一个旗帜而已 有何不可 倒是你们 怎么还有脸到这里来 明明连据点都没有了 明额都没有 还妄想过来分走入空岛的位置不扯 赶紧滚出去 英念的朋友在魔岛差点被人吠了 因此念念是要为朋友抱那血海深仇 不宜会各大势力都到了魔岛入口处 五周和扶神塔的人看着英念也要入空岛夺宝 于是杀气腾腾的霸道的要将英念赶走 离得近的人都听说英念收留了让所有人唾弃的流浪人 因此都七嘴八舌的议论纷纷 真的假的 竟然还有人会收留那些流浪人 那边是五周据点的人吧 五周可是大据点 总不会是骗人的 其中一个一惊一乍的说道 上次五周的人 我记得在空岛拿了最大的好处吧 他们那位小神子可厉害了 还拿到了空岛的精华 直接连升了三星啊 出身塔的人冷眼看着被所有人厌弃的英念和元姐 有些得意洋洋的嘲笑道 元姐你还真不长记性了 上一次被我们小神子打到奄奄一息 如今怎么还敢往上凑 你不会还幻想着我们小神子会喜欢你吧 那人越说越厉弥 说得元姐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十分难堪 哈哈哈哈 她上次不就是追着我们小神子 并要加入我们队伍的吗 这女人也真是厚脸皮 也难怪我们小神子看不上她了 没要她命都是给圣山宗的老宗主面子了 真是像条狗一样烦人的女人 元姐气得面色惨白 却哑口无言 人都有些摇摇欲坠 英念十分奇怪地看了元姐一眼 她没想到元姐会害怕那王八神子 真是无法理解 她必须肯定一件事 于是问道 你害怕空岛就是因为那个小神子 英念又神情淡漠地扫尸了一眼 那些刚才朝着元姐冷嘲热讽的弟子呢 她在搜索那个了不起的神子 她进来了吗 元姐痛苦地紧拧着唇摇了摇头 没有 她如今已经是地灵镜强者了 英念不以为然地冷笑一声 地灵镜啊 那也不错 只是我没想到 英念觉得有些可笑 那神子有什么了不起呢 她心目中的元姐竟然还能怕那种人 元姐沮丧地咬了咬牙 不管她平常表现得再怎么强势 轰倒那一次经历 是她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阴影 出身塔的人一看元姐那害怕的神情 不仅又轰笑出声 哈哈哈哈 英念你不会真以为元姐是个多了不起的人吧 圣山宗那群人被这样一个女人领导着 也难怪越来越不争气了 啊哈哈哈哈 出身塔的人肆意嘲笑着 英念歪着头疑惑地看着元姐 这不像你啊 元姐握紧双拳一正 脸阴沉觉得 你不懂 英念冲她善意地笑了笑 她很有兴趣地想会会那个什么神子 下一刻 她手中的红伞刷的一下撑开了 众人只见一道白光闪过 鲜红的伞面如血涌动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而英念脚下一圈白色光运悄悄地展开 英念脸阴沉沉地 眼带杀意 立声呵斥着 我只知道没人可以随意欺辱我的朋友 随后将那几个说话的附身塔弟子圈了进去 他们谁都没有发现 英满的声音带着凌铁杀意 在英念的脑中乍响 丫头 撕烂他们的嘴 疯的一声 英念以他们想象不到的速度飞掠了过来 那几个弟子夸张的笑容还在脸上 双眼瞪大滑稽的样子印在了英念的眼中 英念随即扬起了手 狠狠挥下 交叉双刀 那两人的嘴直接被声声撕开 毕时之间血雨飞溅 敢嘲笑英念朋友的人简直是找死 被英念把嘴巴都撕烂 英念觉得这还不解恨 随后用上了他的独门绝技宣誓画师 无数的飞雪落在了那几人的伤口处 飞快地腐蚀血肉 他们的脸上露出森森白 扶神塔的弟子终于反应了过来 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 画师 随后他们快速地躲闪开 前面那几个弟子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嚎叫声 浑身血肉正化作屡屡黑烟 那模样恐怖至极 英念并不会因为自己实力强大就恋战 他冷静地飞快地脱离了战圈 果不其然 他一离开 一直待在附近的八神子就出手了 就在英念刚才站立的地方 出现了无数的钢瓷 如果不是英念躲闪的吉时 恐怕就要被这钢瓷刺穿身体 八神子脸色阴沉的似地狱爬出的恶鬼 眼里满是杀气 只见他手中淋漓凝聚 立声吼道 献明放肆 竟敢出手伤我们的人 英念并不畏惧这个王八神子 拉拉这时正在英念的头顶盘旋着 随时准备带他飞上天空 这时的英念却没有理这个神子 反倒是转过头 轻笑着对元杰说道 谁还没断想起来就痛苦不堪地回应 怕什么 你刚才说我不懂是吗 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确实不懂 我只知道气如讽刺 那就撕了他们的嘴 谁背后插刀 那就要了谁的命 元杰不由地全身一颤 深深地感动之余 不免对英念生出几分敬佩之情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自己那么执着地想要和英念组对了 人人都说他心里强大 可他其实有一段挥之不去的阴影 但英念不一样 他从来不多说什么 复制的都是行动 是真正内心强大的人 元杰声音干涩 向英念连连道谢 英念不以为然地倾笑一声 谢我做什么 不管你在不在 扶身塔这些不入流的东西 我都是要揍的 英满的声音在他脑内不满地乍响 刀划浅了 念念你还是太善良 下手再狠点都没事 一帮猥琐祸色 也配在你面前指指点点 呵 要说护短 英念身边每个人都护短 英满尤其严重 大概是因为年纪大了 脾气也大 其他据点的人看着英念这利落的身手 脸上都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这人 当真只有五星人临近的实力 英念爆发的时候 他们是感觉到了灵力波动的 附近一些据点的小神镜强者 彼此对视了一眼 此女五星却堪比巅峰强者 手腕很辣 一言不合便动手 绝对不是心思手软的人 让这样的人进入空岛 对他们这些个势力的人来说 绝对不是好事 甚至会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大家彼此眼神对视了一下 就算以前是对头的人 这会儿眼中都有一个 共同的想法和目标 绝对 不能让这个凶残的女人进空岛 要么驱逐要么杀 一个离音念最近的小神镜强者 率先开口了 这哪里来的野丫头 是不知道空岛的规则吗 旁边立刻就有人跟着开口 刻意刁难说 你是哪个据点呢 没有据点的野丫头 莫非是流浪人不成 而且连旗帜也没有 据点也没有 则 小姑娘 你的胆子可真是大了 旁边几个据点的人蠢蠢欲动 杀意涌上他们的眼睛 像英念这样的人 还是趁早杀了好 英念往后退了两步 立声叫道 拉拉 起 英念准备让拉拉带着他们飞升上空 拉拉自从晋级之后 速度更快了 打是肯定打不过的 还会被打成肉饼 要跑的话 拉拉爆发一下还是可以的 一旁的八神子杀气腾腾地伸出了手 眼里满是蔑神 小小蝼蚁 也妄图挑战神威 他现在就要捏死着 只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 可就在这时 羞的一道破风声响起 一道旗帜猛地从天而降 直接穿透了八神子的手 深深地定在了阴念前面 飘扬的旗帜如同他的主人一样嚣张 上面的百兽头争鸣霸道 像是王者降临 带着领猎杀意 百兽旗帜 难道是叶独星的 威猛无比的失授人出来护主了 他只动了动手指头 八神子就差点领和饭 阴念正要被围攻 八神子却被叶独星的旗帜刺穿了手 鲜血淋漓 他捂着手一脸怨恨地看着阴念 一点都没有了先前的狂傲之气 八神子是想要发怒的 可一看到那百兽旗帜 他到底还是抿唇后退了一步 叶独星如今风头正盛 空岛开启之际 还是不一起冲突 其他人幸灾乐祸地瞪着阴念 这些人最在乎自己的地盘 你现在站在了夜独星的地盘上 你就等着被生死吧 扶神塔那些人笑得最猖狂 他们觉得这阴念横竖都是死 他们一脸轻松地看着阴念 仿佛阴念就是他们砧板上那条鱼 他们是人灵境巅峰对自己有绝对的自信 并没有发现阴念卷是灵术的可怕之处 阴满的声音突然在阴念脑中炸响 阴念 阴念不等他说完 就打断了他的话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见刚才还动手的阴念现在一片寂静 这几个扶神塔弟子更是觉得阴念怕了他们了 直老虎 一说就破 一声猛烈地带着磅礴怒气的嗜吼声传来 还不等阴念看清楚 就见一只巨大的雪白狮子落在了阴念面前 眼睛赤红地盯着那些势力的人咆哮着 阴念已感觉到这狮子对他并没恶意 而且还护在他身前 扶神塔的人看好戏一样讥笑道 狮王 这个无知的女人占了你看好的地盘 还不快杀了他 周围一群看热闹的人顿时哄笑出声 巨大的雪势缓缓地吐出了一口灼热的气 他只是一心小神镜 但是 兽人一足 开启狂暴血脉模式的时候 实力能翻上整整五倍 此刻他就算是撞上小神镜巅峰都不怕 下一刻 是兽人怒吼着一爪子压下 却不是压向阴念的 而是压向了那个可恶的八神子 八神子毫无防备 直接被抓破了胸膛甩制出去呕出一口血来 旁边的扶神塔的弟子连忙上前扶住重伤的八神子 大骂倒 混账 失大的声音带着狂躁的怒气 恶心的玩意 你算是什么东西 也可以在我想 在念姑娘面前指手画脚 下一刻 无数的兽人一族画成了原形 带着滚滚烟尘冲杀了进来 将那些挡路的大小势力全都撞了个人羊马帆 所有人都感觉到他们身上的凶煞之力 全都避之为恐不及 这时是大怒吼了一声 夜独星 想送几人进空岛 就送几人进空岛 你们谁敢有意见 众人静若寒蝉 早下的哑口无言 呆入目击 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 谁都不明白为什么夜独星 这些畜生会为英念这个野丫头出头 就在此时 轰隆一声巨响 轰岛入口开启 英念感激地看了师大一眼 连连道谢 师大那颗猙獰的狮子头 脸上立刻就浮现了大大的笑容 结结巴巴地说 不 不用谢 念姑娘你快进去吧 我们在外面守着你 等你出来 我们在一起找他们算组长 英念看着这个静呼谗媚的师大一眼 他不明白 师大为什么对他这么好 这十个大势力已经朝着空岛飞蹬而去 连杰看起来还有些犹豫 不仅问道 英念 我们真的要进去吗 英念笑了笑安慰道 别怕 跟着我 这话就像是一记重锤狠狠敲在圆杰的心坎上 敲碎了他所有的畏惧和不安 连杰深吸了一口气 露出一个笑 多谢你 下一刻他们直接化成了一道流光冲向那入口处 英念化身成杀神 将那些对他不怀好意的人统统斩杀 八神子被师大抓破了胸膛 他这才回过神 帮英念的是叶独心的兽人 他向师大发出威胁 你是疯了吗 竟然去帮那种野丫头 叶独心 要和我五周开战不成 师大根本没把这什么神子放在眼里 闭脸不屑 只要英念他愿意 开战又有何不可 别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 师大甚至都忍不住开始摩拳擦掌 九神子也被激怒了 神情难看地盯着师大 除神塔的那几个弟子进去了之后 就打起了馊主意 等会我们悄悄跟在英念身后 那个圆节寻宝可有一套 顶头弟子想起当年的事情 不由地露出一个笑容 和以前一样 等他找到宝 我们在半路截杀剪现成的就行 上次没能杀得了他 这次正好 连英念那个贱女人一块杀了 好好给我们神子出口气 冲进空岛的那一刻 英念就感觉有许多双眼睛盯着他们 他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于眠眠看起来兴奋极了 一进来就发现 空岛上的灵力竟然比外面还浓郁十倍不止 于眠眠也看出了英念的一样 他疑惑地问道 念念 你怎么了 英念觉得被人跟踪了 但还不能肯定 他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没什么 可能是我的错觉吧 他看着前方露出了恐怖的笑容 跟我走 先干正事 英念带着他们一起闪进了一处隐蔽的地方 随后 那几个跟踪的人就发现英念他们眨眼监禁不见了 这下他们跟丢了 开始到处寻找起来 其中一个人忽然大叫一声 谁 那人还没弄明白 英念就非常利落地来到了解决面前 他演绎满是杀意 拿着那法器红伞 向那领头的人直刺了过去 红伞的伞间狠狠刺入那幅深塔领头弟子的胸膛 鲜血的血液蹦践而出 层层站开如同盛放的腰花 竹神塔的弟子们都没有反应过来 一旁的元杰大吃一惊 他没料他们会被人跟踪 英念反应会这么神速 哗啦一下 英念脚下眷屎撑开 那领头人发出阵阵惨叫 身上的血肉开始腐烂 另一个弟子这才反应过来 猛地抓住了红伞 眼神凶狠地看着英念 你找死 英念居然动手 英念居然敢先朝着他们动手 真真是找死 他调动灵力 却怎么都调动不起 伏神塔的弟子们这一刻 才低头看向了脚下的光圈 这个被他们忽视的小光圈 此刻才终于让他们心神剧烈 英念冷笑一起 呵 进了我的地盘 还想全身而退 那弟子见大事不好 向着其他人猛吼一声 快逃啊 说实是哪是快 英念的伞尖直接刺了过来 那弟子猛地呕出一口鲜血 这时的英念俨然成了一个杀神 目光阴冷地让人感到可怕 周围还有源源不断 往空岛上跑进来的其他人 他们都震惊地看着英念 这 这女人疯了 竟然真的杀人了 元杰也被英念给深深震撼到了 他对待那些休闲师 从来都是利落斩杀 但是元杰这人 对待其他的人 就有些下不去手 至少没有英念这样杀法果断 英念 而这时的英念干脆利落地斩杀了 浮身他几个弟子 这可是人灵境巅峰啊 竟这么轻易地就死在了英念手里 英念抬引 里面的杀旗压抑了太久 此刻竟险竟让元杰觉得心惊肉跳 我什么 我不杀他们 难不成等着他们藏好了再来杀我吗 但凡是对我动了杀心的 世人 闭或者是休闲师 与我而言 没有任何差别 红伞散见滴滴答答的滑落鲜红的血液 砸在地面 英念回身看着元杰 冷冷的道 什么垃圾 都能绊住你的脚步不成 卷是一次不能支撑很久 英念眼神并没有半分动摇 再度对着剩下的几个弟子冲杀了过去 于绵绵脸色白了白 但很快就冲了上去 他得帮英念补充灵力才行 没想到英念竟然给自己的敌人送礼物来了 礼物竟是扶神塔弟子的人头 英念鼓励元杰不要被垃圾绊住了脚步 元杰想起了当年空岛不堪回首的经历 当年元杰在空岛上因为太相信人 被扶神塔的人偷袭重伤 那人站在一地血泊中眼神冷静的可怕 元杰 你和我不一样 你会绊住我的脚步 当时那人看他的眼神 犹如看一个各脚的垃圾 他成了他挥之不去的阴影 而英念却破开了这个阴影 是 他从不是垃圾 那个人渣才是 元杰终于提起法器 也杀了过去 这一次 他一定要将属于他的夺回来 而一处角落里 本就鬼鬼祟祟地跟着他们进来的银发少年 正偷偷地盯着他们 他才不是担心这个他父亲心心念念的小主人 他就是想看看这小主人有多彩 小少年一脸傲气地抖了抖自己脑袋上的耳朵 而在空岛的大门外 众多世界的小神镜强者各自占据着一席之地 盘腿静坐着等着自家的人凯旋而归 他们也是为了防止被偷袭 在外面接应 毕竟前线一直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 他们三三两两挨在一起 一边警惕周围的动静一边聊着 哎 你们说这次谁能拿到最珍贵的的精华 上次不是五周据点的拿到了吗 不过这次叶独星也来了 未必是五周了吧 有人冷笑了一声 言语中颇为看不起五周的意思 他眯起眼睛嫌弃说 五周那边的人 上次我弟子回来说 那个小神子拿到的精华的手段很不光彩 踩着女人拿到的 还故作清高 旁边一个人突然面色大变 那不是叶独星的那个女人吗 他手上提着什么东西 英恋英冷地笑着 他的红裙看起来更为艳丽 一旁的八神子冷了冷水 还在想这女人手里拎的什么呢 仔细一看 才发现竟然有浓浓血浆 从她那包裹滴落下来 八神子脸色一沉 还没来得及对英恋冷嘲热讽呢 就看见英恋单手一甩 几颗黑乎乎的东西就都头砸了过来 八神子抬手扶开 那几个圆滚滚的东西 在地面上滚了两圈之后 面朝八神子 露出了自己死前惊恐的模样 八神子眼瞳狠狠一颤 立马认出里面的人头是谁了 他近乎疯狂地嘶叫着 手艺 八神子只觉得气血翻涌 旁边那些小神镜的人也吓了一跳 惊恐万分 这些不都是刚进去的扶神塔弟子吗 怎么会 这才进去不到半炷香的时间 怎么会都死绝了 九神子也无比愤怒地赶了过来 见到自家人的惨状狠狠地看向英恋 妖女 你做了什么 英恋冷笑 勒一声 妖女 他似乎对于这个称呼还挺满意的 之前被叫做魔女 现在被叫妖女 他看着就这么不像好人 英恋冷眼看着这两位神子 就站在空岛路口处 做了什么 你们不是很清楚吗 不是你们说的吗 我就是个从根里坏掉的恶人 你们说的很对 英恋俨然像一个胜利者 嘲笑道 反正你们想杀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不如这次我主动出手 但是你们的弟子好像太没用了 英恋扭动手腕 声音森冷 让人不寒而栗 我都没怎么用尽 真不惊打 他故意笑了起来 这可怎么办了 你们送进来就这么点人 我一个没控制好 都死绝了呢 这话刺激的八神子立马像发了风一样 直接冲着英恋冲杀了过去 我杀了你 可英恋看他就和看傻子一样 直接身形一闪 整个人就闪进了空岛 空岛出现在哪个区域 便是以哪个区域的实力界限为界限 这次的空岛入口 不允许超过人灵镜实力的进去 也就是说八神子不能进去 九神子不仅脸色大变 吼了一声要去拦 可没拦住 圣怒下的八神子冲进去了 然后 空岛凝聚出一道巨大的光束 狠狠地将八神子给甩了出来 他整个人像是一个巨大的人形陀螺一样 在空中三百六十度旋转无数圈后 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八神子直接晕死了过去 师大直接爆笑出声 哈哈 活该 咚咚咚空岛里传来了终生 九神子眼神一缩 不好 要关闭入口了 话音一落 入口直接消失 再也没人能进去了 再出来也得五日后了 九神子不仅痛苦地皱了皱眉 他们扶身塔竟然这次连一个名额都没能捞到 都被阴眼杀光了 原心碎大闹拍卖场 想将念念的死敌苏黎念买来当礼物送给阴念 浮身塔的人在空岛还没发威 就被阴念杀光了 这次空岛夺宝与浮身塔是一点关系都没了 八神子恨阴念恨得咬牙切齿 他口中缓缓地重复着这两个字 阴念 像是要将阴念生吞活包了一般 师大看着八神子他们被小主子调戏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然后他从胸口处摸出一块雪白的玉佩 那玉佩中心有一块鲜红的石头 这石头上爬满了金色符文 符文猙獰缠绕 一眼看去充满了凶煞之感 师大看着这块白玉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白玉里藏了主人的一抹神石 只是自从主人消失之后 白玉就再也没有动静 好多数人说主人是死了 可师大怎么都不愿意相信 师大充满期望地看着那白玉 仿佛就像看到了主人一般 主人啊 你也别嫌弃小师啰嗦 实在是你这事做得太不地道 有了仔 咱们再怎么样 也不能不养仔 你看现在小主人多讨厌你啊 你要是还活着 听见我的话 就赶紧回来吧 师大说完 眼含稀奇地死死盯着那白玉 但那白玉没有一点反应 师大失望地将白玉往胸口一塞 可还是没有一点动静 只是师大没看见 塞进衣服里的白玉 散发出了一点微弱的光芒 但又转瞬即逝 师大揉了揉胸口 看了一眼已经封闭了的大门方向 总觉得刚才好像有什么熟悉的身影 一窜而过 同一时间 在前线的拍卖场里 几层楼乌泱泱地坐满了人 所有人都像是木庄子一样坐着 彼此之间也不交谈 活脱脱地像一尊尊雕像 每个人脸上还都多多少少有点伤痕 疤痕越多的人证明实力越强 反倒是面向完好的原心碎 坐在这样的场子里倒是成了个另类 非常扎眼了 旁边的人都不断地往他这边投来蔑视的目光 充满了敌意 大长老健壮不仅背脊有些发凉 他对着原心碎提醒道 这前线的拍卖场 要是没有小神经实力 都不敢进来 这是看少主您念生 想着等会儿有没有机会可以杀人夺宝呢 这种事情在前线可太常见了 有人前头拍卖下重要的东西 后头才出了拍卖场的门就被人给杀了 原心碎听了这话没烧都没动一下 一双漆黑的眼底沉着一片仿佛死寂的水 大可过来试试 他指尖落在旁边还冒着滚烫热气的茶水上 一层寒冰顿时凝聚茶水上 灵力泄出几分 巅峰微压顿时刺的 周围几个抬眼看他的人眼睛一痛 急忙捂住眼睛 可眼睛刺痛感并未消失 内心 人再也不敢看原心碎了 同时心里也充满了疑惑 这么强的小神经强者是哪个小世界里过来的 拍卖场的活动这时正式开始 一样样的东西都被摆了出来 有珍宝 有法器 有灵术 还有国人 什么都有 但拍卖场的活动进行了大半 苏灵燕的影子都没看见一个 原心碎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他看向那个去打探消息的赤鬼谷弟子说 你不是说苏灵燕要被丢上来拍卖 他人呢 那弟子不仅吓得身子发颤 额头上有大颗的汗珠渗出了 他也是狠 不 不知道啊 之前是有的 下一刻原心碎就直接站了起来 自顾自地朝着拍卖场深处走去 顿时就有人轻声嘲讽道 是 真是不要命了 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能随意进去 这拍卖场也是实力不俗的 能将拍卖场开在前线这种混乱的地方 还守住那么多宝贝 岂会没有能耐 原心碎他们走了没两步 拍卖场的主持人就亲自出来 周围人的眼睛刷了一下就亮了起来 看起不怕抬高的教导 打起来 教训他 拍卖场的老大不仅打亮起眼前的人 他看着原心碎 也是头痛得很 别人看不出原心碎恐怖之处 但是他能看得出 他生来对灵力的感知能力就比其他人强 虽然灵力没有凝聚成形 但是他能感觉到原心碎周围的灵力波动 比其他人的都要兴奋癫狂 没错 就是癫狂 这人是老天的亲儿子吧 他不怕原心碎 可也不想得罪他 拍卖场老大一改常态 变得十分谦逊有礼貌 阁下有合适 围观的众人都呆住了 这人要硬闯啊 这老大的脾气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好了 原心碎谈手用灵力宁出苏林燕的那张脸 见过这个人吗 不是说今天拍卖 拍卖场老大看到顿时就是一惊 这人在开拍之前就被人买走了呀 原心碎脸色顿时变得阴沉可怕 他并没有将这老板放在眼里 质问道 他被谁买走了 拍卖场老大亲和了一声 这个我不能说 我们拍卖场的规矩是如此 不然我这拍卖场也趁早别开了 原心碎刚想出钱买下心爱姑娘的死敌 结果却被告知苏林燕被别人买走了 拍卖场老板知道眼前的这个人不是好惹的 他眼看着场子都要被砸了 只好对着原心碎挤出一丝笑 心里却在骂娘 烦死了 这要是打起来 砸坏了他的拍卖场那就亏了 他想起那个把苏林燕带走的是个黑袍人 但他也确实不知道那人是谁啊 他也生怕面前的这个小神经强者 不管不顾的发疯找麻烦 好在原心碎并没有为难他 只是面色不渝地瞥了他一眼之后 就带着人走了 原心碎出了拍卖场就对大长老交代道 再让人找找 找到了就抓回来 在念念身边尤其要安置好人 别让他有机会可承 大长老一边点头一边心想 这谷主对心爱姑娘可珍惜心的 苏林燕这回赶往音念身边凑 这地方可没人护着苏林燕了 甚至是死了也赖不到谁身上 恐怕苏林燕一露面 音念还巴结不得了 而被两人惦记着的音念 此刻正以一种神奇的姿势 趴在地面上 耳朵贴着地面 像是在倾听着什么 苏林燕也是个勤奋好学的乖宝宝 有什么学什么 也跟着趴在地上 原杰不知道他们是在干嘛 一脸猛逼 音念轻轻叙了一声 是一小声点 音念神情严肃的低声说道 我怎么感觉地面有心跳声 而且我一走进这地方 就觉得浑身毛毛的 好像有很多人在盯着我看一样 你们没有感觉吗 原杰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没有啊 我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 能有什么感觉 音念再度贴着地面听了好一会儿 可惜那心跳声都没了 他都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 就在这时他怀中的苗苗突然蹦搭出来 小苗就像个探宝仪 能探知到方圆百里的宝贝 念念 正北方向百里处 有宝贝 小苗兴奋地扭动着自己的大叶子 还和我是童宗呢 对你很有好处的 快快 咱们去拿来 音念顿时顾不上去听什么心跳 兴奋不已 走 我带你们去找东西 他们动作神速 眨眼间便消失在了原地 而音念离开之后 有一波不怀好意的人就跟了过来 朝着音念离开的方向问 大皇子 我们真的要跟着那娘们 来人正是多梁国那个阴险毒辣的大皇子 他虽然没有战斗力 但可以拿灵梁和别的据点的人做交易 招了好几个人临近巅峰的人过来护着他 这大皇子像只狗一样绣了绣周围的空气 然后又耸了耸自己的鼻子 一脸坏笑地说 我那两个弟弟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还当已经是在外面了 没想到在这女人身上 闻到了那两人的气味 旁边几个人都诧异地看着这大皇子 这人莫不是长了个狗鼻子 这都能闻到啊 这大皇子心机颇深 而且心狠手辣 这女人刚才一进来就杀了那几个扶神塔的人 本事不行 大皇子眼睛一眯 跟在他们身后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抢光他们的东西后 再逼问出我那两个蠢弟弟的行踪 大皇子脸上露出自信非凡的笑容 到时候杀了那两个杂者 我就是多梁国未来的王 给你们几个据点 多供应铃粮 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在前线人人都需要铃粮 听说大皇子们给他们供铃粮 身后那些人顿时心动不已 一行人立刻就鬼鬼祟祟地跟了上去 而在他们离开之后 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行踪 正被躲在大树下的银发少年 全部看在眼里 只见他气愤地抖了兜耳朵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那女人太松懈了 她一边小心跟着一边在心底目骂道 要不是我跟来了 那傻女人就要被阴了 她还是跟去看看吧 免得这女人死了 她父亲嗷嗷大哭 真是不让人省心 要是没有她的话可怎么办才好 就这样 蝉 螳螂 和黄雀各走各的 阴念速度全开 一只手拉着鱼绵绵 鱼绵绵才勉强能跟上她 鱼绵绵不太擅长速度 不过鱼绵绵看着她拉着自己的手 脸蛋悄悄地红了 阴念不下微缩阵法 将跟踪她的小老鼠一网打尽 小苗这个探宝仪 不断地给阴念指明这方向 左边点 又又又 被阴念牵着 鱼绵绵不仅害羞地满面通红 阴念扫视了下四周 但发现这周围没有人 其他地方多多少少是有人搜索的 小苗沮丧地表示 等她再感应一下 他们总感觉这地方怪怪 圆节必定是来过一次前线 这地方看起来平静 其实却暗藏着杀鸡 阴念 小心鲜 天才地宝多的地方 大多有凶兽守护 阴念慎重地点点头 他警惕地捏紧自己的法器 不自觉地就将浑身的灵力 全都调动起来警惕着 而这时一颗魔元素 悄悄地撞着阴念的手指尖 阴念下意识地低头 看见那颗魔元素 扯着他的指尖 要让他往后看 还做出鬼鬼祟祟地走路的样子 阴念终于恍然大悟 有人跟着我 他轻声问 魔元素使劲地点头 然后又一挥手 身边又浮现出五个小魔元素 一起跟在他身后 阴念机智地理解了他的意思 你说有六个人在跟着我 魔元素高兴地亲了亲他的指尖 还给他鼓了鼓掌 然后砰的一声消失在原地 阴念看着阴念停了下来 奇怪的 阴念 你怎么突然停下了 阴念一脸淡然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没事 就是身后有六只小老鼠而已 阴念猛的头皮一炸 会过一来 我们被人跟踪了 阴念安抚地压住了他的手 别急 我们继续往前走 别打草惊蛇 阴漫已经迫不及待地 在阴念的脑海里炸过了 娘的 念念 弄死他们 哈哈哈哈 我教你的微缩阵法用起来 那东西就是这时候用的 让他们有来无回 阴念天宫之中的精神力 顿时翻涌起来 在这空岛里的灵力和魔力 都比外面充沛 一口气竟然一次性地 弄了三个微缩阵法出来 戏针直接刺入地心 不留痕迹 这一路一连弄了十个微缩阵法 阴念这才收手 阴念突然停了下来 对阴姐他们说 我有点累了 我们停下来歇息一下 阴姐有点搞不懂阴念 不是说后面有人跟着 还要停下来 但显然他们三人都以阴念为首 阴念说要听一定有他的理由 三人一屁股坐在了一棵大树下 身后大皇子五人顿时一惊 这就休息了 大皇子脸上露出了遗憾的神情 我还以为他们知道了哪里有好东西 跟着好东西去的 大皇子脸色阴沉沉的 感觉白跟了这一路了 阴念这女人居然 这种危险的地方闭眼睡觉 她更是不屑 所以说女人这种凶大无脑的东西 顶什么用 大皇子身后几人也赞同地点头 大皇子一脸坏笑地吩咐他 走 刘内长得最漂亮的你 剩下几个你们要杀还是玩随意 我先把那两个畜生杂种的下落 问出来再说 大皇子一声令响 那些早就准备好的打手 立刻就冲了出去 准备对着阴念他们发出强力一击 忽然 那几人一脚踩下 强力一击还没打出来呢 地下的阵法一个接一个的亮了 下一刻 雷光 火光全都交织在一起 跟过来的银发少年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不仅看得棱住 刚才的那些想杀阴念的人 还想逃走 但只觉脚被什么东西捆住了一样 下一刻 无尽火光之中 少年看见一道身影直接冲了进来 挤刀下去 那些人利落地倒下了 连结紧跟其后 难怪阵法师是所有团队组合里的香魔魔呢 跟着阵法师真是太轻松了 阴念受回红伞 下一刻一脚迈出 直接来到了大皇子面前 大皇子一张脸上才浮现出惊悚的神情 就被阴念一手刀给劈晕了 阴念差点将大皇子的裤叉子脱得都不剩 大皇子连连向阴念跪地求饶 跟踪阴念的人几乎全被灭掉 然后阴念威风凛凛地站在大皇子面前 大皇子吓得差点尿裤子 鱼绵绵杀起腾腾地问 这个不杀了吗 他现在是一条凶残的鱼 阴念自有他的打算 他一刀下去就将大皇子给劈晕了 阴念还得留着他 这皇子还有用吗 下一刻 阴念做的是差点让余绵绵惊掉下巴 他像是一个汉匪熟绵拉扯着大皇子的衣服 先扒了 看看他们身上有什么好东西 余绵绵倒觉得这样挺好玩的 顿时就笑着答应了 阴念他们三人在那皇子身上不断地翻着东西 脸上还有点嫌弃的表情 怎么东西这么少 穷酸 一会阴念他们弄来一大桶水 向大皇子身上泼去 大皇子秃得一下睁开眼睛 就看见旁边躺着几个已经断了气的 并且浑身赤裸的男人 大皇子脸色一白 低头一看 自己那条大红色的裤衩子尤其显眼 他抬起头惊恐地看着走过来的阴念 他猛地崩溃尖叫了一声 你不要过来 不许动我的裤衩子 这声音远远地传出去 就在不远处找寻宝贝的双胸国的人猛地一阵 老大 我觉得有点冷 领头的那人也觉得心里发毛 算了算了 咱们走快点 这地方邪门得很 他们顿时加快了前行的脚步 而大皇子那一道尖锐的叫声也震得阴念耳所疼 旁边阴念皱起了眉头 立刻一巴掌就拍在了大皇子的脑袋上 闭嘴 谁稀罕 大皇子一脑袋栽进了旁边渗透了同伴鲜血的泥地里 心里充满了恐惧感和羞耻胆 连连跪地求饶 饶了我吧 三位女壮士 和壮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阴念三人 闭脸冷漠地看着她 于眠眠却两眼放光 舔了舔自己的唇角 她看大皇子像看一只带宰的羔羊 这小点心看着细皮嫩肉的 嘻嘻 圆街感觉很无语 这条小鱼跟在阴念身后转悠久了 别的没学到 这副爱作弄人的凶样倒是学得快 大皇子以为于眠眠想把她怎么样了 吓得差点晕过去 三位 三位女壮士 你们想要什么 林良吗 大皇子眼泪鼻涕一起下来 刚才被打到的地方还在隐隐作痛 她这辈子就没吃过这样的苦头 林良我有的是 我爹是多梁国的王 你们应该知道的 一脸乞求地看着阴念说 等我日后成了多梁国的王 你们要多少林良还不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她越说越觉得这个条件能保住她的面 立刻就满眼放光地看向阴念 你听我说 我那两个弟弟 心思恶毒得很 你救了他们也不会感激你的 反倒是你帮我的话 我允诺你以后数不清的荣华富贵 她的屁话还没说完 阴念就已经掐着她的下巴给她灌了一瓶熬得很苦的药 大皇子被枪地猛咳了几下 双眼猛地突出 一边往外拼命地抠着自己的嗓子眼 差点把苦胆都猝出来 你给我喂了什么东西 哦 阴念笑了笑 毒药 这药还是老毒师给她带出来的呢 她手上还有许多的库存 大皇子浑身畏惧地发抖 太毒了 这妖女太毒了 心肠怎会如此恶毒 阴念在她面前蹲下 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 不过呢 也不是马上就会要了你的命 解药在我手上 吃了就能保你的命 怎么样 想活命吗 谁能想到只剩裤叉子的大皇子是个隐形富豪 金银财宝粮食无数 大皇子被阴念折磨得死去活来 他先是给大皇子灌下毒药 然后又从怀里拿出解药当影子 解药在我手上 吃了就能保你的命 怎么样 想活命吗 这一句话在大皇子听来简直宛如天籁 两眼放光 不假思索地说 你想 我想 阴念忍不住吃笑出声 读这东西真是方便 可惜了 当年老毒是一个劲地说他天赋异禀 要教他制毒来着 不过他当时一心想着提升实力 就没安排上 这次倒是派上了用场 以后这个制毒技术倒是要学学了 阴念指着大皇子立声命令者 你身上的这个空间法器先解开 这空间法器上的静置比较特殊 就算主人死了也依然不好破解 所以刚才阴念怎么在大皇子身上扒了 也没弄下来 大皇子为了活命 就差跪在他脚边了 等法器静置一解开 阴念就看见了里面满满当当的灵粮 至少有两千斤 还有很多野灵兽的肉 甚至有几块地灵兽的肉呢 于绵绵不仅惊叹道 果然 抢人家的比咱们自己慢慢摸索的快多了 元杰也是看得目瞪口呆 心里对阴念佩服的五体投地 对于绵绵的观点赞同的点了点头 这样的傻子要是多凑上来几个 咱们这一趟就报复了 说完他神情猛的一遍 完了 他竟然受了阴念的影响 开始有这种歪念了 他变了 元杰心头有些茫然 想他元杰 也曾是一个刚正不恶 一身正气的好女人 于绵绵像是猜到他在想什么一样 乐呵呵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 这是他们自找的 不是有那句话吗 道义有道 元杰还是有些不认同 道义有道不是这么用的 阴念冲着大皇子抬了抬下巴 指挥道 继续走吧 你来打头阵 大皇子顿时想死的心都有吧 这是要拿他当幼儿打头阵了 阴念突然面色一改 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等等 刚才说是六个人 为什么你身边加上你也就五个 阴念毫不犹豫地一脚踹在大皇子的胸口 将人摁在地上 冷笑道 呦 看不出来啊 你个蠢东西还知道藏一个人准备背后阴忍 大皇子挖得吐出一口鲜血来 他完全崩溃了 失口否认着 我没有啊 谁都没想到一项温柔的鱼绵绵 变成了一只凶悍的鱼 这时走过来对着大皇子就是一巴掌 还不说实话 信不信念念不给你解药了 让你毒发身亡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 我真没有 我的人都死了 太皇子生死利解 我的命都拽在你们手上了 我就算安排了又有什么用 英念冷笑一声 那可不一定 你大可以挟持我身边的人威胁我拿出解药 大皇子不仅脱跑而出 可你也不会换了 英念可没那么有耐心 好言好语地同这恶毒皇子说话 威胁什么 难不成你的命还能比我朋友的之前不成 这次连元节都怒 冲过去对着大皇子就是一拳 狗东西还敢挑过离间 快说 剩下的那个同党藏满了 大皇子都被揍晕了 脸顿时肿成了一个肉包子 而躲在树后面的银发少年 面色凝重地看向四周 竟然还有一人 他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 耳朵尖尖地竖起来 暗自心想 那多梁国的大皇子竟然如此狡猾 还悄悄地藏了一人在身后 是谁 竟连我都没察觉到 他乃是兽人一族中最出色的年轻一代 是谁 竟然躲过了他灵灵的无感 突然耳朵就被一只手给揪住了 银念的声音音测测地在他耳边响起来 是你啊 小东西 第六个人 他的耳尖被银念抓在手上 温热地感觉顿时就将敏感的耳朵尽数包裹住 你 你干什么 少年突然炸毛 一把打开银念的手 我 我还不是担心你才跟来的 我就是路过 银念挑眉 你和那家伙什么关系 银念手上的散尖毫不犹豫地指向了这少年的心脏 眼神冰了 不说实话我就杀了你 这个小尸兽的耳朵被银念揪住了 银念怀疑他就是那第六人 并且威胁小家伙不说实话就杀了他 少年不仅棱住了 被银念眼中那满眼的杀气给震慑住了 而这时被圆界控制着的大皇子立刻叫嚣道 我和他没关系 快 快咋了他 大皇子幸在乐祸 小样 敢跟在本皇子身后简陋 看着狠毒的妖女 不把你大血搭块 知道有人比他还要惨 大皇子立刻就躲起来了 甚至大胆地给银念提建议 把他的鼻子和耳朵都搁下来 这小东西一看就没安好心 银念不为所动 可就是这样 银发少年毛炸得更厉害 他耳朵扑哧扑哧地抖动着 眼圈缓缓地红了 你太讨厌了 银念拿着伞的手微微一歪 那冰冷的伞间拍了拍少年的头部 你卖萌也没有用 快说 从哪里来的 大有你不说我就捅死你的架势 少年红唇紧敏成一条直线 眼尾越来越红 最后见银念真的举起了红伞 才憋着一口气门声说 我是叶独心的 银念拿着伞的手一抖 他还是不敢相信 这会百变从银念的口袋里钻了出来 小声说 主人 他身上有那个大狮子的气息 是血脉相同的气息 银念这才相信少年是叶独心的 他俯身尴尬地看着他 你叫什么名字 少年刚才受了委屈 本来就是一直强忍着的 银念声音放柔了之后 他知道这会没有危险 声音哽咽地道 狮银 银念感觉自己刚才可能过分点 吓到这孩子了 他忍不住想安慰安慰小家伙 用手摸了摸小家伙的头 你自己悄悄溜进来的 你父亲知道吗 是因傲气地避开银念的手 他受的所有委屈这回都倾泻而出 你不要假惺惺地关心我 大皇子有些看不懂了 这不对啊 为什么一样是跟在后面图谋不轨的人 银念对他就这么好 银念的眼神变得十分柔和 盯着小家伙说道 你就和我们一起走吧 你父亲帮我很多 我还是能照顾照顾你的 你自己一个人在这里走太危险了 这里也确实是危机重重 诗盈觉得这是有点看不起他 于是反驳道 我已经是巅峰出原兽了 我比你强 真是出生牛毒不怕 银念听了这话就笑了 他笑起来的时候 精致的五官越发的明艳动员 你看看 那些被我弄死的人 临近巅峰到现在还失身热乎着 诗盈看着那些 比自己还强的人都倒下了 也不敢吱声了 银念确实比他想象中的厉害 很多 但是也比不上那位大人 差得远 诗盈这么想着 但却亦不亦趋地紧跟在 银念他们身后 那大皇子走在最前面 大皇子这明显是当炮灰的 有些不情不愿 这个 三位老大呀 这地方以我的经验来看 是没有什么宝贝的 正在这时 一道凶狠的兽吼声 仿佛要穿透耳膜一般 银念骤然面色大变 怎么回事 这威压 是小神镜的呀 在人灵镜的空岛上 为什么会有小神镜的存在 这不符合常理 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 最强最强也不会超过 地灵镜巅峰 不然上岛的这些人 岂不是都得死 难道小苗赶应到的宝贝 是小神镜在守护的 于绵绵也意识到了危险 地板拉住了银念 银念 我们先跑 大皇子早就被吓得面如死灰 银念皱了皱眉 天宫里的精神池 就像是疯了一样的颤抖 不对劲 我总觉得这地方有些不怪 这就不是他这个人灵 技能对付的 银念打算先保住大家的安全 还是先撤退放 这是一个小脑袋 顶着两处脚 从银念兜兜里钻了出来 说道 等等 你能看出哪只蜗牛 是我们的蜗神吗 人灵镜的空岛上 竟然有小神镜的气息 蜗蜗感知能力是最强的 它的小处脚抖了抖 主人 我觉得这里没有小神兽 蜗蜗往前一滚 跌落在了地上 然后它身躯开始越变越大 卯足了劲 将自己的精神力扩散了出去 精神力就像是一张无形的网 和这小神兽的气息交织在一起 空气里传来一声陌生的惊呼声 下一刻 那小神兽的气息竟然没了 就像是突然消失的海市蜃楼一样 取而代之的 是密林里一只巨大的蜗牛 竟然和蜗蜗长得一模一样 这只蜗牛缓缓地探出了一颗脑袋 它小心地往外面钻 猛然看到了和自己长得一样的蜗蜗 蜗蜗也被吓了一条 激动地浑身发抖 大喊 二叔 那大蜗牛也很激动 大大大侄子 两窝相见 激动地无以言表 他们急速地往前冲 想要给对方一个巨大的拥抱 然后各自爬出了一根头发色的距离 贴开这两只精神上难舍难分的两个窝族 英恋感觉有些无语 他索性弯腰将窝窝给提了起来 变人形 要不变人形 两只圆溜溜的东西 怕是下辈子都挨不到一起了 窝窝一顿 立刻化成了一个白胖的孩童 二叔 你也快变过来啊 那边的大蜗牛立刻变成了一个高大的人形 窝二叔长着一张憨厚的脸 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 两颊的肉团就往上面挤 把肉都挤没了 窝窝还高兴得很 立马上前扑入了窝二叔的怀里 下一刻 窝窝连忙拉着二叔的胳膊像念念紧似的 主人 我就感觉刚才那气息古怪的很 没有小神兽 是我二叔弄出来的幻境 只能用来唬唬人 这也是我们窝族到了灵元兽才会有的天赋技能 灵兽的等计划分分别是 出元兽 灵元兽 神元兽 小神兽和大神兽 命念有些疑惑不已 灵元兽对应的人类的地灵境 轰岛怎么没有限制你进来 连结忽然像开了翘斑 轰岛对人的限制更大 咱们的灵境的人不能进来 但是堪比地灵境初期的野灵兽 倒是可以进来的 只不过数量比咱们少多了 也算是为了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 窝二叔瞪着阴念 用手指了指念念 这是你的主人 他都有些不敢相信 他这个大侄子从小就是心理天高 现在竟然一脸骄傲说自己找了个主人 他这个主人难道有什么特别之处 谁知道窝窝反倒是警惕上了 生怕二叔来打主人的主意 二叔 你盯着窝主人干什么 你年纪大了 窝主人不会要你的 而且你资质平平 配不上 不合适不合适 阴念看了一眼四周 没了幻境干扰的地面 竟然缓缓生出许多的浓雾 想起了他们来此的目的 于是问道 窝二叔 要去就等以后吧 你在这里 也是因为感应到宝物了吧 毕竟阴念对小苗的感应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却没想到窝二叔一愣 瞪着他那双小眼睛问 傻 傻宝物 就这灵力细波鸟不拉屎的地方 还能有什么宝物 阴念一听沉默了许久 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窝二叔实诚地说 我在这里不过是因为这地方人少 我本来是不想进来的 我们窝族没有攻击力 我竟然是找死了 遇到你们可太好了 大侄子 你可一定要救救二叔 让二叔跟着你们一块走吧 不然我怕是要在这里变成窝串串了 窝窝满眼期待地看向阴念 阴念明白他的意识 点了点头 可以 你在布置一个幻境 把这里弄成一片荒芜的景象 这样就可以避免其他人对这里产生好奇 阴念他们的危险就可以减少几分 窝二叔连连答应下来 小苗迫不及待地拉着阴念往深处 念念 咱们往这边走 阴念沉着脸 提醒大家道 都小心些 有天才地宝的地方危险是一定不会少的 袁杰和于绵绵一脸赞同地点头 所有人的神经都崩到了极致 小苗闻着同类的气息 带着阴念来到了一处泥潭旁边 走到那泥潭旁边 就有一股恶臭起来 比腐烂成泥的肉还要臭 阴念刚才问点什么 就看见小苗直接狂笑着奔进了那臭水里 阴念透皮都要炸了 那若隐若现的臭味 更是浓烈地要将它整个人吞进去一样 小苗 干什么 快出来 阴念神情难看 还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危险呢 小苗这时却高兴成了一颗蜂鸟 往身上不断地涂抹着那臭臭的土 主人 放心吧 这是生生土 生生土是世界上对妖草兽最有益处的土壤了 这下面必定有重宝 我已经感应到了 还没成熟呢 等它成熟了咱们直接摘走 阴满的声音此刻在阴念的脑袋里响了起来 竟然是生生土 阴念立刻追问道 爷爷您知道这东西 阴满激动地答道 嗯 是好东西 生生土下面必定长着品质极高的天才地宝 小苗竟然在那臭气熏天的泥水里洒起欢烂 而天才地宝就长在这生生土下面 连同这周围灵力 都被生生土底下那东西给吸走了 阴念的警惕心又上来了 会有危险吗 阴满声音里罕见的充满了笑意 不会的 生生土不孕恶物 它底下孕育的都是没有攻击力的天才地宝 阴念索性在泥潭旁边坐了下来 既然小苗说天才地宝已经快长成了的话 那就等等吧 阴念不仅坐下了 还从自己的空间法器里拿出了一个大铁锅 还拿出了从大皇子身上抢过来的 凌凉和野零售的瘦肉 大皇子看着阴念的举动都傻眼 您 您要做什么 这可是危机四伏的前线 稍不留神就会丢掉小命 大皇子吓得瘫坐在了地上 阴念一个正眼都没看他 自顾自的生火煮起这些肉肉 反倒是于绵绵也帮阴念来煮饭了 阴念看着那大皇子的怂样道觉得有些可笑 煮饭吃啊 不过不会给你煮的 你别想太多 大皇子顿时有些瞠目结舌 这是给不给煮饭的问题吗 这是哪里 四处不满危机的空岛啊 你们 你们能不能尊重一下空岛 就连他的恐惧 都被阴念这突然起来的骚操作给冲散了不少 现在外面肯定为了的精华到处厮杀 的确 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血腥味 从四面八方被风吹了送过来 只是阴念转过身冷眼看了他一眼 外面厮杀关我什么事 你觉得我就这血腥味吃不下饭 旁边的于绵绵觉得大皇子这家伙太讨厌了 猛地抽出一把刀子呀 瞬间变成了一条凶鱼 大妖你再说就杀了你 给我们姐妹三个助性的凶残意味 大皇子被吓得有些语无伦次 不不不 不要 我闭嘴 不说了 阴念这时拦住了于绵绵 于绵绵有些不解地问道 念念 你留着他干什么呀 阴念冷吃了一生 这货还有利用价值吗 我打算拿这狗东西去换灵粮 多利青和多利红 应该会出高价买他的命 在前线可没有人情可疑 你企图人家回报恩情的就是啥 念念要拿他做生意 大铁锅里煮着灵粮 咕咚咕咚地冒着香气 念念拿着大勺子搅动着 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东西快长成了 生生土的恶臭竟然也缓缓地消失了 另一边 在外面凌厉充沛的地方 无数人厮杀成了一片 浓郁的血腥气息甚至比生生土还要令人作误 他们全都杀红了眼 地精华 是地精华 他跑到哪里去了 阎伸据点的 再拦着我们 我们就把你们剩下这几个小师妹都给砍死 呸 就凭你们 所有人都杀疯了 因为刚才他们感觉到了地精华爆发出来的气息 地精华是一颗形如人参 在地底下倒出乱窜的腰草 比变成腰草兽还差许多 比灵腰草珍惜 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宝贝 此时地上满地鲜血 将脚下的土壤染成了一片黑红色 天才地宝都还没找到 这些人就已经按捺不住 像疯狗一样开始打得你死我活了 而就在不远处 三个穿着长裙的女人戴着面纱 正在冷眼看着这一场厮杀 最前面的那个女人眼神冰了 淡漠得像一块万年不化的尖兵 他身后的女人不解地问道 这些人资质也实在太差了些 这次的空岛为什么要选在任林静 不是我说任林静真的就是小蝼蚁的实力 你到底在想什么 话音刚落 那领头女人抬手一压 质疑她的女人猛地往下一坠 气血翻滚呕出一口血来 领头女子脸上冷落冰霜 缓缓开口 谁给你的胆子 质疑我的决定 那受伤的女人捂着伤口 连连跪倒在地的道歧歉 对 对不起 洛雪首席 洛雪神情平淡 你既然知道我才是首席 就别自作聪明地开口 她看着底下为了地精华厮杀的那些弟子 她才懒得理那些人 缓缓闭上了眼睛 身形一闪 他人已经来到了地面 洛雪将手贴在了地底 砰砰砰底下的心跳声传了过来 还有一道苍老的声音 异常尊敬地在洛雪脑海中响了起来 主人 你有什么指示吗 阴念对朋友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一向耿直的圆节竟然开窍了 变得和阴念一样势不圆滑 洛雪将手紧紧地贴在了地面上 砰砰砰底下竟然传来了心跳声 还有一道苍老的声音 对洛雪异常尊敬 主人 你有什么指示吗 如果此时能有一个人听见这道声音的话 一定会吓得肝胆剧烈 这空岛竟然是活的 这被他们称为宝藏圣地的空岛竟然是活的 而且还喊一个神秘女人叫主人 有谁能成为空岛的主人 这要是说出去怕不是会被人当成傻 洛雪询问道 那个叫做圆节的女人在何处 是否还活着 她身后跟着两个女人听见这话 面色古怪的对视音 没想到首席还记着那女人 那次 也是首席唯一一次出手干预空岛上的事情 上次空岛开启时刻 洛雪因为特别看好圆节 所以为了圆节操控着地精华 并亲自将地精华送到了那个叫做圆节的女人手上 可那女人竟然为了一个男人 丧失了自己的心智 将地精华拱手让给了那个男人 然后圆节还被凤凰男所上 这地精华对洛雪他们来说 就和白菜地里的萝卜一样不值钱 就在当时他们气得要出手惩治那男人的时候 却被洛雪拦了下来 当时洛雪首席神色十分淡定 不必 打磨不欲之前 追骨之痛反倒是能让他变得更圆润坚硬 没想到 这次首席竟然还对那圆节念念不忘 空倒那苍老的声音又传了出来 再等 没有死 主人 是否要看他 洛雪毫不犹豫地打倒 看 他想看看圆节这次的表现怎样 忽然洛雪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灵力屏幕 屏幕里赫然出现了一个巨大 正在热气腾腾沸腾着的铁锅 洛雪脸上感到很疑惑 不知道这和圆节有什么关联 下一刻 一只素白的手咬了一些肉放进了自己的碗里 而那人正是洛雪希望看到的圆节 圆节一脸小心地将碗端给了一个穿着红衣 只露出一个背影的女 来 你先吃 然后圆节又乐呵呵地对着身边的鱼绵绵说 赶紧吃碗 我们拿完这边的宝贝 就去找地精华 不过地精华可能已经被人找着了 鱼绵绵不假思索地顺口问道 那我们去抢 圆节不仅吃了一惊 这温柔的小鱼也变得不按常理出牌了 他思索了一下 连怎么抢都想好吗 于是说道 这个也不是不行 咱们可以拿咱们的宝贝去勾引拿了地精华的人 等他们把持不住来抢劫我们 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反向抢劫了 洛雪脸上露出了惊恶的神情 他没想到一向形式光明磊落的圆节 竟然变成了一个会使用阴招的人 洛雪身后那两人也惊呆了 不是 这是圆节吗 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首席最欣赏的就是圆节那坚毅的性子 虽然在他们看来那有点不知变通 而且圆节以前还是个恋爱嘛 被男人迷住了双眼 洛雪受不了这个刺激 忍不住想马上找到圆节 看看是怎么回事 他直接抬脚就往圆节他们的方向走去 一边走一边说 我过去看看圆节 另外两人立刻热情地举手 我们也去 他们实在是太好奇了 另一边 英念终于喝上了热腾腾的肉汤 那生生土的恶臭也都消失了 小苗突然从泥里蹦搭了出 他高兴地带着念念就往前面跑 英念觉得小苗可能是发现了什么 于是紧随气后 生生土剧烈地震战了起来 一颗紫色的午夜草直接从地下钻了出来 钻出来的一瞬间 充沛的灵力竟然猛地往外面窜 刚赶过来的洛雪三人也面色大变 洛雪声音都变了 灵藤叶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谁种的 这颗比地精华还珍贵百倍 就算是洛雪本人 也只有一颗而已 身后两人羡慕的脸都要扭曲了 这就不该是投放在空岛上的东西啊 没错 空岛上的所有天才地宝的种子 全都是他们投放的 就是为了在这些人夺宝的过程中 能筛选出一些好苗子 这又是谁把灵藤叶的种子撒进来了 念念喜获天才地宝灵藤叶 那灵藤镜像活的一样缠绕在一面手腕上 瞬间镜变成了一个紫色手镯 这空岛的所有天才地宝的种子 全是洛雪它们撒的 可它们并没有种这灵藤叶 不知道生生土为什么会长出这种东西来 而这灵藤叶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 想当年洛雪用的颗比生生土 还要好千百倍的土 是颗费尽千辛万土 才破壳长出一颗 它们怎么也没想到在这平级的地方 灵藤叶竟然长得这么好 洛雪它们虽是空岛的主人 却不能干预空岛规则 只能眼睁睁看着灵藤叶落入阴念的手腕 洛雪神情十分难看 灵藤叶的灵力爆发会吸引很多人过来 那是非常危险的 它有些担心阴念不一定守得住 然而下一刻 它就看见阴念从兜里掏着什么 原来是叶安送给它的瓶壁膜元素的法器 阴念将法器向空中一抛 法器一照将灵力都封锁住了 洛雪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它怎么都没想到阴念还有这一招 阴念戳了戳那午夜植物 这什么东西 怎么看着丑不愣灯的 洛雪三人听到不景气地发抖 丑 这女人实在是太不识货 那灵藤叶仿佛也是察觉到了阴念话语中的鄙视感 她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下一刻 她浑身发抖起来 可能是受了刺激 灵藤叶为了证明自己不丑 竟长出了一小节哭疼 哪只阴念却敢叹疼 这枯疼看起来更丑 洛雪感觉很无语 灵藤叶 最重要的地方在疼不在业 一般来说 叶子出来之后还要再过两天 才会慢吞吞地长出一点疼 可现在呢 她竟然一口气全长出来了 洛雪刚看见灵藤竟然是紫色的时候 她更是差点忍不住对阴念把刀了 小苗一把就将灵藤给扯了下来 念念 你发了 竟然是紫色灵藤 洛雪心疼的表情一正 这幺草兽竟然认识灵藤叶 怎么可能呢 灵藤叶只存在于他们那里 这种小世界的人应当事件都没有见到过的 小苗将灵藤递给阴念 没想到那灵藤竟然像活了一样 直接缠绕在阴念的手腕上 下一刻就变化成了一个灵藤灼 尤其是交接的地方 竟然还多出了一颗紫色的像是金石一样的东西 这金石一出现 阴念就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力在被拉扯 小苗也激动地蹦搭起来 紫色灵藤是最高品质的 念念快用精神力打上精神烙印 等它在大典你就打不上了 打上烙印后念念就是这东西的主人了 英念文言立刻将一丝精神力沉入了紫藤灼中 可下一刻英念却被实实在在地震住 因为这东西竟然自成一个空间 而且是活的那种 可能是它还太小 或者英念自己的精神力太弱 所以里面的空间其实不大 英念发现有一块田地 而周围都是浓屋 他在田地旁边还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泉眼 泉眼中的青泉竟然看起来比生生苦还要滋养 英念忍不住取了一勺尝了一口 充沛的灵力直接在他嘴里炸开 英念激动地问爷爷英满道 爷爷 你见过这东西吗 英满也觉得很这东西很奇怪 没有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下一刻 英念看见自己的精神力飘荡在空中 缓缓地凝结成一个光团 这光团竟然还发出砰砰的心跳声 英念像想到了什么 这就是烙印 捡到宝了呀 英念就算没见过 也知道这东西绝对比那地精华值钱 地精华用一次就没有了 虽然用了可以连升三级 但这对英念来说其实诱惑不大 他靠自己也能突破小神境 但是这空间灵犬不一样 这是能永久用的 而且在这地方还能种一些天才地宝 不怕被人偷 种出来的效果肯定也好 里面的灵力也和空岛一样浓郁 以后他就可以天天在灵力这么浓郁的地方修炼了 英念越想越高兴 可天空上那个光团 却缓缓地和他的一丝精神力融合了 然后 在英念仿佛见了鬼一样的神情中 变成了一个白胖的小婴儿 这个小萌娃五官都没掌权 竟然追着英念认娘 英念自己也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往后退 可谁知道那光团里的小孩一直跟着念念 念念躲闪不及 那小团子一挨到英念 就疯狂地吸食着他身上的灵力 英念彻底慌了 使劲地一脚踹开那个团子 紧张地叫着 爷爷 爷爷 他吃我 英满也从狱里飘了出来 惊讶不已 这东西我也看不出是个什么玩意 纵然是他那阅历也不明白这诡异的东西从哪里来的 而此刻胡编 袁杰他们也急死了 那紫藤卓还戴在英念的手上 但是英念呆若目击 像是化了一般 于绵绵以为英念是中了什么邪 急得都快要哭了 这怎么办 念念怎么喊都不应声啊 连一旁的士淫都焦急地尾巴冒了出来 在身后烦躁地一甩一甩 这是小苗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正悠闲地蹲在英念肩膀上 努力安抚着大家 不要慌 念念是在和卓琳培养感情呢 躲在不远处看着的洛雪神情更郑重了几分 英念肩膀上的小苗吸引了她的所有目光 那小东西可真不简单 竟然还知道紫藤卓会有着力 下一刻 洛雪下意识地举起了自己的右手 她右手雪白的手腕上 一样挂着一个紫藤卓 要仔细地看才看得出来 她这紫色没有英念手腕上那紫色镯子颜色深且漂亮 洛雪晃了晃自己的紫藤卓 太紫 出来 很快一个穿着金色衣袍的少年就出现在洛雪的身边 少年浑身金光闪闪 想必她便是洛雪紫藤卓的卓琳了 洛雪当时给她取名太子实在是因为 当时才只是一个小肉团的她太过傲情 人家王子公主都没她难伺候 但能有什么办法呢 紫藤卓乃是绝世珍宝 她除了供着还能做什么 太子打个哈欣的责备道 洛雪 你叫我出来做什么 你这段时间都没有喂饱我 还不如让我睡觉呢 免得我一饿 卓子里面的空间都坍塌了 卓琳乃是紫藤卓的根本所在 卓琳要是饿了 那紫藤卓里面的灵力就会飞速地减少 甚至空间坍塌 里面种着的天才地堡都会被涂没 洛雪的紫藤卓就已经塌过好几次了 因为这家伙的胃口太大 相胃不保的狼 洛雪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阴面 我喊你出来 是让你看看别的卓琳 太子一脸的不可置信 卓琳 我便是这世上唯一的卓琳了 而且这种小地方怎么可能会有 等看见英念手腕上那笔卡环子的镯子时 已经滚到了舌尖的话一下子就说不出口了 怎么 怎么可能 太子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仿佛世界被重塑 这是怎么来的 你们用什么东西喂的种子 太子一改之前淡漠傲娇的样子 一把抓住了洛雪 焦急地说 你们莫不是用神仙土了 这得需要多少才能供养出来这么一刻 然后这家伙又像想到了什么 顾不顾 顾只是神仙土 你们一定还用了不吸水 可惜洛雪却指着英念脚下那一堆生生土 面无表情地说 看 就是那个 尊贵的从来都是想用最好的东西的态度 盯着那探已经失去了所有灵力的生生土 陷入了沉默 半晌后 他才像是不敢置信一样指着那黑乎乎的泥潭说 就 就这 他不能相信这个啃着泥巴的种子竟然比他强 这换成世界上任何一个灵物都接受不了 而正在这时英念却动了 英念终于从那个世界里挣脱了出来 急得像要想甩开什么东西 从原地蹦得高高地往外面跑 别跟着我 走开走开 于眠眠他们都惊呆了 以为英念受了什么刺激 而更让他们惊奇的是还在后面 一个紫色光团冲了出来 追着英念跑 他死死地扒着英念的大肚 拼命地吸食着英念身上的灵力 下一刻却被英念一脚蹬了出去 英念为了躲这个小家伙 绕着那个泥潭到处跑 那光团仿佛是吸垢了灵力一样 终于 砰砰两声 内光团里的小孩伸出了手脚 一下从内光团里跳了出来 撒着欢跑向了英念 但是他除了一张嘴巴之外 还什么五官都没有 他捏着自己的胖手手 委委屈屈地向英念叫着 娘亲 天不怕地不怕的英念 却被这小家伙的一声叫唤 给吓得差点摔倒 他一脸惊恐地转头看着这拙力 你别瞎叫 想碰瓷吗 小小年纪也不学点好的 英念竟然给小奶娃取名叫猪仔 把小奶娃气得伤心地直哭 紫藤卓灵晃化成小奶娃 追着英念叫娘亲 英念不仅被吓到了 他可不愿意接受来的莫名其妙的娃 洛雪在一旁看得都起疯了 他自己的灼灵和这个灼灵完全不能 洛雪呼吸都不顺畅了 毕把抓住旁边两个已经看傻了的女人抱怨的 一样是灼灵 为什么他的灼灵那么听话 一旁的太子看着那个不争气的灼灵 气得原地直剁脚 丢人 那个小肉团太给我们灼灵一脉丢人 他们一族就应该是高傲的 被人捧在手心里供养 不高兴了就踏了空间完了 英念一脸惊悚地看着这小不点 有一种想逃的感觉 小苗连忙拉扯着他的衣角使劲说 别跑了别跑 卓琳认你为主 嘿 认你为娘 也一样的 他融了你的精神力和凌厉而生 和从你肚子里爬出来的有什么区别 英念这才清楚了些 原来这东西是卓琳 紫藤卓是爵士珍宝 珍宝郁郁出一点奇奇怪怪的东西也不稀奇 英念勉强接受了这个说法 他平复了一下心情 蹲下身向小奶娃招手 你过来 卓琳听话的屁颠屁颠地就跑了过来 他一把就抱住了英念 整个人就紧紧地贴着英念 闭脸陶醉地说 娘亲 你身上好香啊 英念眼看着卓琳还要吸他的灵力和精神力 连忙捂住了小奶娃的嘴 你再吸我呢 我就要被你吸干了 这还真不是空话 英念的天宫已经在一阵阵地抽痛了 精神力池子一滴都没了 养孩子果然是从古至今最难的一个问题 太难养了 胃口太大了 卓琳将自己的胖手指塞进了自己的嘴巴里 含糊地说 可我饿 我好饿 小苗立刻再度钻了出来劝说道 不能让他饿的 会影响紫藤卓的进化 英念疑惑不已 这玩意儿还能进化 小苗看着英念那眼神就明白了他的想法 像个老师一样讲解着 紫藤卓里的空间是能进化的 这卓子融合了你的血肉身躯和灵魂 你越强 卓子里面的空间就越大 英念觉得很奇怪 小苗 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 这可是连爷爷都不知道的东西 小苗摊开叶子 做出无奈的样子 我也不知道啊 我的传承记忆里就有 还在不远处死死盯着胖卓琳的洛雪 也是奇怪的看着小苗 传承记忆里有紫藤卓 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妖草兽 不 它真的是妖草兽吗 洛雪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中 还有英念这个女人 围绕在她身边的都是一群什么东西 她目光落在骤然出现 想要和卓琳打架的喇喇身上 自从喇喇出现之后 洛雪敏感地发现空气里都多了一丝胶着的气息 那是血凤一族的气息 血凤即便是在他们的世界都是顶级的灵兽 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小世界 洛雪百思不得其解 这时卓琳迈着小短腿 亲热地巴拉着英念 娘亲 你给我起个名字吧 英念盯着她看了半场 这娃这么能吃 她脱口而出道 猪仔 见面好养活 英念一本正经地想要掩饰自己不擅长取名的尴尬 太子听到气得都快晕过去 她竟然要管一个比自己还有潜力的卓琳叫猪仔 真是气 奇耻大辱 好在卓琳不满意这个名字 张开嘴就要哭鼻子 英念有急了 不得不绞尽脑汁给她想的心名 那叫吞吞吧 英吞吞 吞吞的哭声一下子就收住了 欢天喜地地接受了这个名字 总之不叫猪仔 怎么都行 英念看着她 终于还是准备接受现实 自家的仔 还能委屈了她不成 英念从自己的空间里掏出了许多肉干 递给吞吞 你先吃着 洛雪看着英念递出来的那灵力 细薄到近乎于没有的肉干 心想 卓琳才不会吃这种东西 吞吞吃英念身上灵力 应该是因为她身上有什么特殊之处 但是这种肉干她才不会 吞吞一口咬住了肉干 鼓着脸开始嚼 因为没有五官 她张大的嘴巴 直接就将脑袋大的肉干一口整个吞了进去 吞吞的脸蛋都比之前大了一圈 嚼啊嚼的 还发出了恐怖的举嚼声 洛雪看得头皮发麻 这 这都能吃 无脸小奶娃本是大的不得了 可以准确定位到各种稀有的天才地宝 念念这又是剪刀宝了 并给她取名叫吞吞 吞吞看着娘亲还并不是很稀罕她 立刻就拉着娘亲英念狂献殷勤 娘亲 我除了能给你的空间提供灵力之外 我还有别的很大的用处 英念顿时来的兴趣 吞吞立刻高兴的手舞足蹈 吞吞知道哪里有天才地宝 吞吞对各种宝贝都非常敏感 她指着蹲在英念身上的苗苗 具有挑衅性的说道 我比这棵草还要全呢 天地灵物和血脉之高的灵兽 都会有自己的传承记忆 像辣辣和百变属于传承的战斗记忆 而吞吞 传随的是对各种宝贝的记忆 小苗顿时都气炸了 这玩意儿咋回事 还是她带着主人找到她的呢 怎么还来争宠 一时之间空气中都弥漫着醋味 小苗和吞吞两个都背对着对方 互不理睬 英念下意识地问 是地精华吗 进来的时候就听说地精华 是整个空岛最珍贵的东西了 谁料吞吞连连否认到 才不是那东西 吞吞不假思索地拉着英念 就往泥潭里面钻 来 我带你去找 英念看着那光秃秃的空底 诧异地问 这里还能有东西 同时她看了一眼 吞吞还没有五官的圆领 就像是一个大白葡萄上 按了一张嘴似的 看着肉憨憨的 她心想难道是因为吃得不够多 五官才生不出来的吗 英念在心底想 如果真的找到宝贝 得先让吞吞多吃点 至少得把五官掌权了吧 吞吞用手拍了拍地面 满脸自信地说道 宝贝在土底下呢 主人咱们挖下去 我就能带你找到了 而站在不远处的洛雪 看着吞吞给英念找到了宝贝 顿时心里不淡定了 洛雪转身看着太子 感觉自己像供祖宗一样的太子 像一个废物 她不仅则问道 吞吞那么小都能感应到好东西 你怎么就感应不到 太子今天真是受了大刺激了 她一脸的不可置信 那生生土底下能有什么好东西 太子怒道 难道我的感应能力 还不如她的刚出生的小家伙 而且 这整个空岛最好的东西 就是地精华了 太子有些不甘心地撇了撇嘴 还不忘记责备一下洛雪 你要是早点让我出来 我肯定第一时间就感应到紫藤卓 洛雪并没有生气 她轻叹了一句 就算你感应到又有什么用 上面的规矩就是 咱们绝对不能出手 干预空岛上的事情 即便是比英念还早见到 那她除了能早点干瞪眼还有什么用 洛雪却有更好奇的是 又是谁把紫藤卓的种子撒了下来 她面色凝重 纵然是再怎么粗心大意 她们也不可能连紫藤卓的种子都分不出来 因为 那种子可她娘的是发光的呀 应该不是她们撒错了种子 只有等她回去再好好查查 看那一日负责给空岛上撒种子的人是谁 而这时的英念早在地下打通了一个通道 碰到有石块堵了 只听彭的一声 她一拳就打开了前面那石块 念念这世以类的满身是泥了 她这时真的很想念她的 那些打地道最厉害的帮手小地鼠 于眠眠和元杰她们也跟在她身后 念念想再次确定下方位 问道 吞吞 你确定是这个方向没错 吞吞连忙用自己的小手 贴着没打开的弟弟感应了一下 是的 是的 继续往下砸 是好东西 比地精华好多了的东西 她饿得肚子都咕噜噜的 说着还狠狠咽了一口口水 而这时的于眠眠却好奇地看着元杰 问了一句 元杰 之前那个人说你和他们那个小绳子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呀 元杰面上虽并无表情 但内心却是激起了千层浪 那人是扶神塔最高绳的孩子 是真正的高富帅 还是和元杰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而谁又能知道元杰当初并不是圣山宗的弟子呢 元杰因为爱上一个不该爱的男人 被伤得体无完肤 明年要将那男人淹了为元杰出气 元杰将当初很难得到的地精华拱手让给了小绳子 而绳子是扶神塔制高绳的孩子 一生下来就地位纯高 明明实力一般 却从开始修炼起 就被称为小绳子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以他的天赋 一定能成为整个扶神塔年纪最小的小神镜强者 元杰说到这里 眼眸中闪过一抹刻骨的恨意 余眠眠皱眉 呼吸声都放轻了 明年阴沉着脸 一拳轰出之后嘲笑着 天之骄子啊 元杰肯定地打道 可不是 不仅是天之骄子 还是与我一同长大的青梅竹马 这话一说 英念一拳头差点给砸歪了 竹马背叛才诛心 元杰无奈地笑了笑 又接着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其实 我一开始也不是圣山宗的弟子 最早的时候 我是扶神塔那边收养的孩子 余眠眠皱起眉头 他讨厌扶神塔 但是 他并不讨厌元杰 元杰脸上露出屈辱的神情 更多的是刻骨的恨意和挥之不去的阴霾 当时 是我先拿到的地精华 余眠眠脸色一遍开始摩拳擦掌 他以为元杰的地精华是被小绳子给抢 元杰仗红着脸 露出羞耻的神情 不是 他说自己受了重伤 需要地精华 当时的我 很喜欢他 元杰至今回想起来都想给自己一个利落的大瓜子 元杰深吸了一口气 指甲将手掌心都捅过了 我将东西给了他之后 他却突然翻脸要杀了我 他不愿意相信地精华竟然选了我 极少数的情况下 地精华会自己得主 也是那一次 我差点死了 也看清了他从来都没看上过我 余眠眠听了一份甜音 不禁吐骂出声 这吃软饭的贱男人 抢了你的东西 还嫌弃你 有本事别用啊 就这种货色 还到处放言说你离不开他 我呸 什么东西 元杰想起那段不堪的往事 神情悲伤 他在奄奄一息之时从空岛逃了出去 是老宗主将他捡回了圣山宗 英恋现在已经将元杰看透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不过就是因为自己确实喜欢过 追逐过那么一个男人 让你觉得抬不起头了 元杰如遭雷劈 英恋这话一针见血 直说元杰心窝 他怎么知道 就像是内心最隐秘的一层被包开 情爱当真是要命 好好的一个女人说傻就傻 英恋面无表情地想着 对他而言 情爱定然是没有提升自己 可能活着更重要的 前半辈子都是那么艰难的过来 能活下来 还背了一声血海深仇的英恋 是绝对不会为了一个男人迷失了自我 英恋还想着为元杰出这口恶气呢 谁还没点愚蠢地过去 扶神塔 呵 到时候要将这男人管了还是烟了 都随你 这话说得元杰浑身舒服 于眠眠也凑了上来 到那时候你们回去报仇 可一定要带上我呀 于眠眠又看了看吞吞 不过吞吞 你真的没感应错吗 吞吞这回正在卖力地感应着 快了快了 就是这 然后吞吞突然惊叫一声 娘亲 快 快打着 我们到了 而此刻 洛雪他们正赶着路 这回太子却一反常态没有回空间 这时洛雪身后的女人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首席 其实依我看 阴念是不是也可以招揽过来 毕竟由咱们负责的 这一些前线区域里 都没有多少好苗子嘛 另一个女人也立刻凑了过来说 是的是的 我看阴念挺好的 比元杰好 但是元杰是首席看中要培养的人 他们憋了便没拿两人出来对比 只是说 阴念天资特别好 而且你没发现阴念的气韵 也不知道怎么的就特别好 吞吞找到了空岛的大心脏 这颗大心脏可是整个空岛的精华呀 洛雪的人都见识到了阴念的厉害 觉得阴念比元杰要强 所以都劝洛雪将阴念招过来 洛雪的脸色顿时彻底阴沉了下来 天资 气韵 你们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两个女人被呵斥得一愣 这才纷纷脸色煞白地反应过来 自己说了什么 我 首席我们不是那个意思 我们失言了 只是看阴念那孩子非常拼命 洛雪冷着脸质问道 拼命什么 她何时拼命了 我只看见她都是靠着天赋和身上的运气 拿到了顶好的资源 洛雪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虽然她也很爱采 看见阴念这样的也想招揽 但是却是有顾虑的 于是说道 我没有说阴念不好不够格被我们招揽 你们忘记了我们的招揽里面是什么吗 不收天资顶好却目下无尘之辈 不收气运顶好却不脚踏实地之辈 洛雪握了握拳 阴念很好 但她和我们招人的理念不符 洛雪身后的那两人只能无奈地叹息 放心 不会永远被压的 仙人们留下来的规则 是束缚 也是我们的骄傲 该遵守才是 洛雪这么想着 手掌贴在了地面上 和空岛之灵对起话来 空岛之灵能观察到空岛上的每一个人和每一寸地方 空岛之灵那苍老的声音悠哉悠哉地传感 主人 是有人拿到地精华了吗 要撤了吗 你选出了多少好苗子啊 洛雪是看中了几个人 还在他们身上打下了隐晦的标记 这个你就不用问了 帮我看看阴念他们到哪了 重点关注一下袁杰 袁杰的狠劲早在阴念没有出现之前 洛雪就已经知道了 只是一开始袁杰的恋爱脑让洛雪恨铁不成钢 但现在他整个人清醒了过来 洛雪就又心动 大心脏听话地开始探查 一会他声音里透出惊讶 是神 主人 他们就在我身边 话音刚落 下一刻大心脏就听见砰的一声 像是什么壁垒被凶残的家伙打爆了一样 泥土飞溅 大心脏吓得都不跳 洛雪还没反应过来他说了什么 就听见大心脏的声音 就像是被抹了脖子的鸡一样嗷叫唤起来 一巴成精了 而这时吞吞却成了个小泥人 指着前面兴奋地叫道 快 娘妻 她就是我要找的大宝贝 吞吞激动的嘴巴张得和脑袋那么大 说完这句话就火急火燎的 像饿了三天的猛兽一样扑了上去 而阴念和袁杰定睛看去 前面是一大块移动的精纯灵物 什么地精华 可眼前这颗蓝色的大心脏 比起来都弱爆了好吗 这颗大心脏才是整个空岛的精华呀 阴念也被眼前的庞然大物震惊到了 吞吞猛地扑上去 撕咬了起来 吃得一脸陶醉 眼见那颗大心脏要跑 阴念直接套了刀在他身上割下了一块肉 他没吃 他怕吃了之后忍不住进击吗 还不知道这大心脏有多少本事 不能在这时候进击 但是阴念还是手口并用地撕下了好多能量肉块 一旁的余绵绵和圆节也被这一幕给震惊到了 也学阴念一样扑了上去 除了被拖晕了放在一旁的大王 所有人都是行动如风 快如闪电 大心脏反应过来了之后 发现自己身上空了一大块 他成了空心了 大心脏一个暴哭 声音在洛雪身上炸醒 主人 尼巴金是我 洛雪一愣神 尼巴金是什么东西 而且还在吃他的空岛之灵 阴念一记得手 就拖着还撕下好大一块肉块的吞吞飞快的撤退 我不其然 下一刻大心脏就发怒了 整个空岛都颤抖起来 地面像是被什么人用强大的力量撕扯开来一样 大心脏一边哭嚎一边想要将空岛分成一块块的 银念爆喝一声 好 空岛之灵发疯了 洛雪看着这空岛上一副要天崩地裂的样子 顿时什么都顾不上了 五脸娃吃了空岛之心的灵肉 竟长出了标志的五官 银念他们将空岛之心挖成了空洞 空岛生气地发起飙来 整个空岛都颤抖起来 地面也是天崩地裂 洛雪也无比震惊 意料到空岛肯定是发生了大事 他连忙制止道 你别慌 先冷静下来 大心脏崩溃的扑声传了过来 我被咬空了 我是个空心的了 呜呜 我的能量啊 一火强爆啊 空岛之灵是温和的 又被洛雪压制着不可以主动攻击人 但失控状态下会造成很多自然灾害 也有很多人会因此丧命 而这不符合洛雪他们的规矩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这个前线点就要被彻底放弃了 洛雪都不顾不上心疼了 我知道了 我给你补 你缺少的这些灵力晶体 我给你补回去 这话很有效 刚才还在鬼哭狼嚎的大心脏顿时冷静了 空岛也不颤抖了 大心脏摸了摸自己的空心动动 平静地连连答应着 洛雪的心头在滴血啊 这得贴多少才能把大心脏给补回去啊 太子也气得不轻 都是他的口粮 他的 他自己吃都不够 还要分给这颗蠢心脏 干脆他一口吞了 太子眼瞳一阵 猛地想起来那个吞吞说 要去找比地精华更好的东西 他完全忘记了空岛之灵的存在 不会 不会是他们吧 太子艰难地咽了一口口水 洛雪忽然扭头 神情也跟着练了 不会吧 这回他是真的要吐血了 而此刻抢了宝贝疯狂奔跑的泥远族 找到了一处山洞之中 英念喘了喘气问道 刚才那东西到底是什么 吞吞这会以类地瘫倒在了地上 有气无力地打倒 不知道不知道 反正是一坨大肉 吞吞拍了拍自己的肚子 难得地打了个宝格 格 生活 就是要大鱼大肉 鱼绵绵兴兴地手舞足蹈 看着英念的眼神满是欣赏 我刚才还以为我要被闷死 在那地下通道里 还好 念念你眼积手快轰出了一条路 英念也心潮澎湃 他摸了摸吞吞的脑袋 将他脸上的泥巴弄下去之后 才发现吞吞竟然生出了完整的五官 高兴地叫道 吞吞长出眼睛了 果然吃饱了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吞吞竟然长着一双凤眼 小小年纪看起来就挺凶的模样 一口能吞下三大碗饭的凶悍气质 已经出路出行 英念忍不住抱起吞吞举高高 吞吞笑得嘴巴张得有脑袋大 吞吞长出眼睛了 哈哈 袁杰给英念他们讲解道 这种天才地宝第一次吃的时候效果最好 但是一口气吃下去 你的神魂怕是要承受不住 神魂承受不住血肉身躯就会崩溃 而这时的英念却将所有的肉都拿出来了 只要我神魂撑住了 吃多少都不成问题是吗 袁杰惊叉的手都在颤抖 原则上来说是这样 可你疯了吗 这也太多了 他看着英念手上那一大块脸盆大的肉 他害怕英念将那些肉一下吃了 这样强行吸收精准凌厉的过程是很痛苦的 英念倾笑了一声 袁杰 你又不是我 你怎知我撑不住 随后英念将这些肉链成了一颗小肉丸 他的大魔们还在等他变强 收集完所有的宝物回去解开封印 他还有自己的愁眉报 他不能等 慢慢来 我不行 我比你们都退无可退 然后他一口就将那肉完全都吞了下去 一口咽下 就感觉到澎湃的灵力在冲刷着他的身体和灵魂 砰砰砰三胜 英念的两只手的手掌竟然整个炸开了 血肉飞溅 直接让旁边帮着先手们的狮蝇傻了眼 他看见英念的脸色飞速的变白 辣辣 百变和窝窝 甚至小苗都出来了 他们面前也都各自放着所有的肉 有什么样的主人 就有什么样的灵兽 辣辣和百变是毫不犹豫的一口吞起肉肉来 英念为了快速提升自己吞下大量灵肉 被强大的灵力炸的血肉模糊 勇敢的辣辣和百变也毫不犹豫地吞下 两个小家伙立马口吐鲜血 血肉飞紧 真是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灵兽啊 一旁的窝窝也准备吃 他伸出手拿灵肉的时候 却被乌二叔一把拉住了 脸色苍白 眼里满是担忧 大侄子 你和他们这样的神兽不一样 你受不住的 窝窝可不想拖后腿 他要紧跟主人的脚步 主人做什么 他就要做什么 他不甘心地说 我怎么就不行了 我是我主人的契约灵兽 别的灵兽排着对我主人都没有 那那他们行的 我也行 窝窝看着乌二叔 擦了擦自己发红的眼角 二叔你知道吗 咱们自己要是都觉得自己 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虫子的话 咱们就真的只是一只小虫子了 说完 窝窝也不管那么多 直接就将整个肉团塞进了自己的嘴巴里 窝窝的精神力非常强大 他不知道的是 他将承受比辣喇他们更大的伤痛 因为精神力强大到敏感 所以他要感受到的痛苦 是辣喇他们的两倍 因面只觉得自己的灵魂 都被投进了一个巨大的绞肉场里 一点点地将他的神经拉扯出来 针尖顶着手指甲进去 一点点地挖开指尖的血肉 这种痛 用文字来形容太过浅薄了 比以前 再度受场吃过的所有苦都要痛 他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冒着鲜血 很快因面就成了一个血人 砰砰砰的声音不绝于耳 于眠眠心惊胆战地看着 因面身上一处又一处血肉被炸开 因面痛到极致 也没发出任何声音 于眠眠看他这样子 心疼的眼圈发红 大颗大颗的眼泪就滚了出来 他没事吧 我给他治疗 元杰一把摁住了于眠眠的手 不行 现在治疗好了 精神的效用就只能发挥一半 元杰一直觉得因面是个能人 但没想到因面能对自己狠到这一步 第二次服用的话 效果会打折扣 可因面就为了这第一次最好的效果 豁出命了吗 元杰看着这样的因面 自己也多了几分勇气 他深吸了一口气 也大口地吃起铃肉来 于眠眠也不甘落后咬着牙夹了一块 拼了 世盈坐在旁边看着因面 这一刻突然想起了自家老子的话 世盈 你是不是觉得像你老子 我认了个人足做主人 很丢人 我告诉你 如果有一天 你也遇到一个能让你成心低头的人 你就会明白你老子我的感受 那个人不一定是世上最强的 但一定会让你觉得 他会变成世界上最强的人 当时世盈还满脸不屑 傲气地说 那你说说 那种人是什么样子的 我可不能一眼认出那种人 世盈满是孩子气的话 却让诗大笑出声 一把摁住了他的头 等你真的遇到了那个人 你会感觉到刻在我们基因里的受血在燃烧 在沸腾 他一定比你狠 比你强 让你甘心沉浮 不自觉地追随 他们臣服于强者 殷念正狂吐鲜血 世盈被殷念这不怕死 勇敢的行为给折服了 他担心地看着殷念 殷念 你能活下来吗 他看着就只是一个 连骨头心肺都被炸穿了的烂肉而已 落雪几人让大心脏感应到了他的位置 赶过来看见的就是这么一幕 落雪愣住 他 身旁的太子懂的声音 他不要命 他这是死了吗 殷念已经栖息全无 可只有殷念自己才知道 他的神魂正在逐渐变得凝练 痛感达到一个极致后 他已经感觉不到痛 只是很困 很累 耳旁像是一个声音在蛊惑 睡吧 殷念 好孩子 世上苦难这么多 凭什么要你来扛 殷念已被炸成了一堆烂肉 随着一层层的突破 凤骨却涅盘重塑了殷念的肉身 落雪他们还以为殷念是死了 可只有殷念自己才知道 他的神魂正在重聚 此刻的殷念倔强地让头脑保持清醒 他痛苦地拉扯着自己的神魂 感觉到自己的实力正在一层层地攀升 一下就突破六星 七星 八星 而这是与殷念的期望远远不够的 殷念听见了自己的声音 我不是为了这三星才赌上自己的命的 殷念气势直冲 那团烂肉在此刻竟然散发出惊人的波动 小心 然后他突破了那层壁垒 今日 他要破那该死的地灵境 地灵境的气势从殷念身上冲开的同时 旁边仿佛是为了呼应他 于绵绵和元杰也接连突破 他们两个本来就是人灵境巅峰 这次能一举突破是在情理之中 但是他们都睁开了眼睛 看着殷念 完全顾不上感受自己突破的喜悦 元杰不可置信地看着殷念 殷念 他连升了五星 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 偏偏殷念他做到了 殷念完全顾不上去看这两人是什么反应 因为此刻他体内的两颗黑白珠子竟然缓缓交融 成了一个黑白交织的阴阳盘 殷念盯着这个盘傻眼了 偏偏这盘还盘得不情不愿呢 两边像是互相抵制着对方的存在 又不得不容纳对方 一直都安安静静的凤骨 竟然在他突破完地灵境之后 竟然源源不断地反馈出生气和浓郁的灵力给他 阴满的声音这是心疼的诈响 不破不立 或而后立 凤骨 是恩赐 也是诅咒 只有在你性命垂危的时候 凤骨才会涅槃重塑你的身体 一般人都是要千次万次地去死 才能换来涅槃重重 也只有殷念这样的疯子会拿自己的命去补 殷念浑身的血肉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重新回来 雪白的肌肤比之前还要细腻 血色火焰将他整个人都包裹住 于绵绵并不知道凤骨的事情 一脸猛 念念 这是怎么了 到底还是元杰懂得多些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这血色火焰 这是浴火重生 是万年都难得一出的天生凤骨 听闻只要万寿国出现天生凤骨 实力就会一跃而上 成为和五洲大势力媲美的存在 元杰这回想起了一件事 声音颤抖地说 可万寿国的天生凤骨 不是苏林燕吗 就在阴念的身体被不断修复的时候 在阴念所在的据点的外面 那群被阴念他们解救下来的女人们 拿着许多脏了的衣服和生活用具往外面走 他们边走边开心地聊着 走远些应该没有那种可惑的雷鱼 咱们把这些东西给洗了 一群本来已经被折磨得满脸灰败的人 此刻说说笑笑地往外面走 这些人对念念就他们都心存感激 咱们没用 帮不上什么忙 幸好念姑娘心善没有赶我们走 但凡是我们能干的事情 我们都要干了 走在最前面的流浪女人也神情恍惚 是啊 她没想到 音念竟然也没有赶她走 她感激地红了眼眶 那双麻木的眼睛第一次有了触动的神情 可就在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时候 忽然一变突爽 流浪女人是在场唯一一个能修炼的 当她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 为时已晚 她冲着身后想要报答音念的女人们大声喊 快跑啊 你们快跑啊 可太迟了 一道光阵将她们所有人都拥罩了进去 她们的惨叫声被包裹在其中 根本散不出去 要杀死一群手无腹肌之力的女 实在是太容易 鲜血从那被完全包裹住的光阵中流淌出来 里面的女人们还没反应过来到底怎么了 就发现自己的身躯被撕扯成一块一块 她们绝望地抬起头 这时有树道身影从旁边走出来 她们身上穿着扶神塔的服饰 闭脸平静地看着光阵里面挣扎扭曲的女人们 谁让你们与恶魔为我呢 你们的心灵已经脏了 就这样进化吧 英恋那样的人 不值得你们追捧 她迷惑了你们这群可怜的人 也该让她看看 什么是与我扶神塔作对的下场 那几人看着女人们一脸痛苦绝望的眼神 脸上略有几分松动 露出了一个淡淡的笑容 人和神 如何有资格能一针高下呢 这是神给你们渔民降下的惩罚 英恋的肉身被凤骨重塑 刚刚突破到一心地临近 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丢出了崩倒 那些流浪女人们被扶神塔的人围堵 顿时血流成河 很快扶神塔的人便发现英恋的人来了 警惕地立马撤得无影无踪 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所有流浪女人们都死了 只剩下一地小山般堆积在那儿的残骸 而等袁心碎带着人赶来的时候 那些扶神塔的人早就跑光了 看着这满地的残肢 袁心碎脸色迅速地阴产了下来 她可不是可怜地上这些人 只是这是她的念念带回来的 她认为就是这些人要杀药果 也只有她的念念才有这权利 别人是没有任何权利处置的 瞬间一股怒意涌上心头 袁心碎的眼里布满了冰霜 那些人是在捅我宣战了 大长老神情也十分难看 立马有了主意 我现在就去查是什么人做的 就在大长老离开的时候 袁心碎一把打碎了那个光阵 断肢都滚了下来 可下一刻她眉头一皱 被无数断肢层层包裹在中间的 竟然还有一个有着微弱气息的火人 那个流浪女人竟然没死 在满是危机的空岛内 英念终于恢复好了身体 顿时神清气爽 她猛地睁开了眼睛 惊喜地发现 自己已突破到一心地灵境 英念看着自己的手掌 感觉到浑身有一股澎湃汹涌的力量 袁姐满头大汗地看着英念 脸上却眉头紧皱 太好了 你终于醒了 一旁的余眠眠高兴地拍了拍手掌 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 英念诧异地问 你们怎么样 袁姐脸上阴云密布地告诉英念道 我们现在都是地灵境了 英念也发现了袁姐的异样 皱了皱眉 太好了 不过你们怎么看着都不太高兴 袁姐痛苦地如是相道道 因为我们是地灵境 所以已经不符合标准了 要被空岛丢出去了 英念还来不及细想 就看见凭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手掌 仿佛是为了报复英念肯她肉肉之仇 兜头对着英念他们猛砸了管 英念直觉地浑身上下 都被一股无法反抗的力量包裹住 动弹不得 骨头都被挤压出痛迷 然后眼前一花被重重地丢了出去 洛雪看着这几人被丢出去 慌乱之中下意识地抛出了一个 寻常人根本看不见的金色光球 光球落在了同样被拍的袁姐身上 谁都没有发现 倒是洛雪身边两人不淡定了 他们十分看好英念 于是向洛雪劝说道 首席 那个叫做英念的 这么好的鸟子 首席你要放过 洛雪眼眸深深地盯着英念他们消失的身影 垂在右边的手紧又松 松了又紧 最后神情冰冷地闭上了眼睛 只楠楠说了三个字 不合适 空岛外 不少人都眯着眼睛休息 也有不少人还在打赌 这次谁能拿到地精华掀出来 肯定是那几个打打据点的 很奇怪啊 明明五周据点那边的人一个都没了 怎么这些人还不走呢 等什么呢 有人听见这话就吃笑了一声 还能等什么 等那个杀人的小姑娘从里面出来 报仇呗 师大都在这里守着 这能报到仇 而且 还没到空岛消失的时间呢 他们在这儿等着也就是空号 话才说完 那人一脸无奈的表情还僵在脸上 空岛上响起了急促的钟声 他们从来没听过这样频率的钟声 就好像空岛在兴奋 兴奋地将什么东西从里面迫不及待地驱逐出来一样 袁欣岁终于见到了心爱的姑娘 激动地想要献上自己保留万年的初吻 空岛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光悬 在门外守着的众人不禁露出惊诧的神情 只听得扑扑扑扑几声 几个人像炮弹一样被吐了出来 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围观的人一脸惊悚地看向尘土飞扬的地面 尘土滚滚 模糊了大家的视线 这几个人被吐出来了 另一个问道 谁啊 哪个据点的 光悬满意地打了个格 又兴高采烈地关上了 空岛重新恢复一片寂静 而这时英念他们才恢复了神识 一屁股坐在地上 鱼面面正吐着满嘴的泥沙 呸呸呸 真倒霉 我怎么忘记了境界一遍 咱们就不符合规则了呢 听闻此言 英念只好无奈地笑了笑 师大带着兽兽们第一时间奔到了英念面前 无数的凶兽将英念他们团团围住 形成了一个保护圈 扶身塔的人冷笑着看着英念 看来空岛也知道害虫是不能待在里面的 英念淡然地拍了拍群脚上的尘土 文言冷笑了一声说 只不过是全员突破到了地灵境而已 扶身塔的人果然还是和之前一样见识短浅 此话一出 众人的脸色都变了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英念的人全都突破了地灵境 九神子就像是舌头被烫到了一般 那副高高在上的姿态顿时装不下去 一脸的不可置信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连升五星 尸大浑身的毛一炸 咆哮了一声 整座山都在抖动 怎么不可能 你想打架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九神子哪里受过这种气 脸都气绿了 别以为我真怕了你们夜独星 就凭你对上我还弱了些 更何况这女人可不是你们夜独星的人 然后她恶狠狠地盯着英念 似要将所受的气全部撒在英念身上 威胁英念道 你是想被五周赶出去吗 你信不信我让你在五周全无立足之地 英念不仅冷笑了一声 她根本就没把这个自高自大的人放在眼里 师大听了这话 眼睛顿时一亮 她倒希望小主子不去五周 和他们回夜独星呢 就在两边气氛剑拔弩张的时候 无数光阵亮起 光阵直接锁定的就是九神子 九神子都来不及躲闪 脸上满是惊恐的神情 这个出场还能有谁 英念看都不用看 就知道是圆心碎 小神镜巅峰的气势就不受控制地从身上扩散出来 无数剑光往四面八方散去 九神子已经用了自己最强的招式来打 可还是没用 九神子自知现在不是圆心碎的对手 拖着一路的血迹飞快地仓皇逃离 圆心碎没有去追她 因为对她来说 现在她最想做的事是见她的念念 她转身就向英念走过去 英念心里一阵狂喜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人就已经被她抱进了怀里 圆心碎心疼地说道 念念 你瘦了 英念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更摇草的身材 浴火素体会让身躯更接近完美的姿态 正常人看见英念的转变下意识都会惊叹 比如在旁边瞪着眼睛的尸大 什么瘦了 我觉得念姑娘更漂亮了呀 尸大憨憨挠头 这不是更好吗 圆心碎听了这话后眼里渗出杀气 转身看着尸大 她就是瘦 尸大被她眼中的杀气震倒 又想到她刚才一招直接带走了九神子一只手的事情 瘦人的野性直觉让她闭上了嘴巴 大概是在场唯一一个看见她百变了之后 还觉得不好的人呢 圆心碎已经放开了阴念 她脸色无比阴沉的一寸寸在阴念身上扫过 不仅瘦了 阴念身上还有浓重的血腥味 念念因为一身烂肉被重塑 身上还透着血腥味 圆心碎敏感的一下就闻到了念念身上的味道 紧张地问道 谁让你受伤了 阴念感觉自己的胳膊都要被圆心碎捏碎了 连连否认道 没有谁让我受伤了 是我实力提升了才会这样的 她直视着圆心碎那美得让人窒息的双眼 据点那边还好吗 阴念一问起这个 圆心碎就皱起了眉头 阴念一看就明白圆心碎的意思了 猜测据点那边多半是出事了 念念急切地问道 出什么事了 圆心碎说起死亡 眼中依然是刚出山时的淡漠 只是如今比之前更付了一层霜冻冷 有人死了 阴念脸色立马变得十分难看 谁 圆心碎不安地告诉她 是她带回来的那些女人 阴念立马冷静下来 眼里透出一股杀意 她现在只想快点查清楚这件事 走 回去 她大步往据点里走去 师大立刻也跟了上去 小主人的事就是她的事 跟了两步才发现一个小毛团 偷偷摸摸地跟在阴念身后 师大一下将那个小东西提了上来 生气得浑身都炸毛了 小兔崽子 你竟然跟着一起进去了 试银浑身一将 既然已经被发现了 她干脆就变成了人形 她实力也强盛了不少 个头长高了许多 人形竟然都成了十五六岁的样子 师大看见的时候愣住 没想到几天不见 她的玩儿究竟有了如此劲 不仅问道 你进阶到下阶灵元兽了 可是银身上流淌着她的血脉 他们一族的血脉有些特殊 全力爆发之下 应该不会逊色于人族的五星的灵境 甚至都可以和七八星帝灵境的强者搏命 师银进阶这么快 当然也是刚才抓紧时间吃了一块肉的 只是没银念那么凶猛 没什么太大的排斥反应 本就巅峰的她轻松突破 师银假装镇静地说道 大惊小怪什么 不是迟早的事情吗 师大对应念生出深深的敬意 不仅感叹道 只要跟着小主人 进阶就是迟早的事情 不愧是主人的血脉 对受人族的吸引只怕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时我二叔蹲在窝窝身边 悄悄问道 大侄子 我啥时候能走啊 窝窝挠了挠自己的脑壳 想了想悄悄地说 要不你先别走了 我主人好像很生气 估摸着等会要找人干假的 二叔你正好留下帮帮我们 而且我还想问问咱们族里的事情 然后应念一行人来到了据点 刚走进去就碰到了窦丁 窦丁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脸上同样浮现出被人敲了闷棍般的愤怒 应念 你已经知道了吧 窦丁憋着一口气说 还有一个人活下来 我带你去看看 在一处房间里 那流浪人双眼星红地捧着一堆衣服 这些衣服和那些断织一起盖在他身上 当时光阵发动之时 正好到了封印松动的时候 卡蒂临近巅峰的实力恢复了 这才侥幸留下一条命 而这些衣服 被盖在断织下面 没有引起那些人的注意 衣服都是应念他们的 也有士兵们的 流浪女人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从刚才开始就一直紧闭着嘴巴 谁问他都不开口 他谁都不信任 这一份不信任直到应念进来 才化成了通通双眼里滚落下来的眼泪 是谁 应念看着他 拨口而出的只有这两个字 没有多余的废话 也不需要废话浪费时间 流浪人顿时就懂了 知道应念会为他那些死去的姐妹报仇 流浪女人咬着牙 我给你画出来 这个世界他只信任应念 这个愿意带着他这个流浪人的女人 画完了之后 应念一看到那特殊的服饰立马就明白了 是扶神塔 原心碎手臂上竟长出了一条条奇怪的纹路 瞬间竟能画成无数条毒蛇向敌人发动攻击 流浪女人们遭到残杀 却将恩人的衣服死死地护在了身下 原来是扶神塔的人杀了流浪女人们 活着的流浪女人将放在旁边的那些衣服都拿了出来 交给那些士兵们 是你们的吧 还给你们 士兵们一下愣住了 流浪女人流着泪说道 是他们死前用自己的身体压住的 他还记得那些人死前将衣服抱进怀里的场景 他们觉得恩人们的衣服也好 锅碗也好 都比他们的命金贵 士兵们不仅都沉默了 脸上都是伤心难过的神情 应念眼里满是杀意 他将话放下 看向了流浪人 我现在要去松松惊骨 一起 流浪女人立马明白了应念的意思 立刻站起身来 也顾不上自己受伤的身体 要跟着阴念去 周妹有些担心地说道 我们刚帮你解开灵力封印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修养调息 阴念的看法却不一样 他最能理解流浪女人的想法 自己的仇如果不能自己报 那会是一件遗憾一生的事情 流浪人用力地点点头 阴念还不知道她的名字 于是问道 你叫什么 流浪人一边跟在阴念身后 一边答道 你叫我无名就好 逗丁几天没打架了 手也正痒痒 冷着脸说 念念 我和你们一起 我们已经修养好了 怎么说都不能闷不吭声地 任凭他们的挑衅 而阴念却扬起手拒绝了 我不和你们一起 给我带几个地灵境里 比较强的人就行了 我要进地灵境区域 阴念想着那个区域 有不少浮身塔的好苗子吧 呵 刚死了一批人灵境的好苗子 不如再送一批 让他们和家团圆可好 阴念记住了画像里那两个人 带着人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了地灵境的区域里 原心碎皱着眉思考了一瞬 到底还是没有阻拦他 只是派了一对地灵境巅峰的强者 跟在了阴念的身后 去保护阴念 原心碎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腕 上面浮现出密密麻麻的纹路 大长老看着这些纹路 不仅一脸震惊 少主 您您身上怎么会有网声纹 大长老的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一般 少主 您的实力不是被封印了九成吗 别人不知道这网声纹是什么 他们这些实力达到小神境的人 怎么会不知道 小神境之上还有大神境 而从小神境迈入大神境 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网声纹 当纹路弥漫全身成为了灵脉 会代替人的血肉筋脉 那时便是到了大神境 原心碎冷漠扭动手腕 你当我这段时间只是干坐着玩的 就算永远都拿不回那九成的实力又如何呢 原心碎弯起唇角 眸中一片冰冷 我照样会一日比一日强大 而到那时 原心碎看向了不远处浮身塔据点的方向 我们也动手吧 停地起了一阵风 将整个前线区域吹得躁动不安的 无数据点的人都自从自己的据点里走出来 呆呆地看着天空顶上喃喃自语 起了惯了 明明天色好着呢 据点里灵粮也够 空岛也还没到开启的时候 怎么我心里这么不安呢 地灵境区域和空岛不同 空岛生机勃勃 但地灵域就是一大片茫茫雪山 一迈不进来 所有人都觉得刺骨的寒冷 往他们的骨子里钻进来 好了 我尾巴都要被冻僵了 于眠眠剁了剁自己的脚 说话都打冷战 反倒是因念一动不动 似乎像是感觉不到这刺骨的寒冷一样 于眠眠惊讶地问道 念念 你不冷吗 一群可怜的女人遭赴神塔的人残杀 念念是要为女人们报仇雪恨 于是来到地灵境区域 这里一片冰天雪地 这鬼地方让大家的灵力都流动地吃缓了起来 袁杰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手腕上多了个东西 于眠眠冷地直缩肩膀 还变不住自己的一颗好奇心凑过去往他胳膊上看 袁杰擦了擦手腕却怎么都擦不掉 这是一块金色的东西 他也正奇怪不知道从满擦来 并且形状有些奇特 像是一朵小梅花 袁杰正还要说点什么 被音念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巴 嘘 前面有人 袁杰愣了一下 也顾不上去追究那金色印记是什么东西了 像四周瞄了瞄也没看见什么人了 这四周都是雪山 他们刚采出的脚印 都能在寝刻间被重新覆盖住 音念是从哪里判断出前面有人的 拉拉已发觉到了一样 小脑袋从音念的口袋里探了出来 前面有火 我感觉到了 前面的温度比这里的高多了 袁杰羡慕地看了音念一眼 真好 有个自动感应的在 音念指着前面说道 走 不能保证一次找到扶神塔的人 但总归有人知道扶神塔那些人的位置 音念的声音在飘扬而下的大雪里显得更加寒凉 在雪山洞口内 四五个五星地临近左右十里的男人围在一起 他们面前是一个刚升起来的小火堆 地临近区域实在是太冷了 几个男人的脸被动得轻 嘴上抱怨说 这次进来怎么点这么背呢 一点好东西都没找到 旁边的人也跟着抱怨着 早知道 还不如跟着他们去收拾音念带走的那帮贱人了 然后那男人眼中流露出轻烈的神情 那些女人也是 不求着我们扶神塔这样强大的距离 反而当着我们的面去了音念那边 另一个闭着眼睛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真是还不如咱们搁几个去 还能抓几个活的回来享受享受 那几个人过去 绝对直接弄死了 有人发出黑黑的猥琐笑声 眼中都是看得见的下流 则 双雄国的女人是出了名的人间游物 他两只手往前聚 做出一个脱手的动作 你们是不知道啊 男人脸上下流的笑容还未退去 一道寒光和他剩下的花一起 在火光前随着那木柴噼啪一声 炸开的火星在众人眼前盛开 见光直直地从他眼前垂直落下 切割开当堵 男人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身下 血流如注 他好似还没有反应过 剧痛和巨大的恐慌感堵住了他的喉咙 让他发不出半点声音 转头就看见了一张绝美清澄的脸 从他背后虚无的黑暗里缓缓探了出来 在火光的映照下含着笑 他的声音犹如催眠的闺语 轻声说 哦 不知道什么呀 说出来让我也知道知道 而下一颗阴念就拿出了红伞反气 刷的一下就刺向了那个男人 只听得扑斥一声 像是西瓜一样炸开 那男人胸口顿时一片血红 阴念手上一层灰色的光芒笼罩 正在散发出惊人的波动 他轻笑了一声 看向剩下的几人 抱歉 他叫得太大声 我一下就没忍住 吓到你们了吧 阴念半张脸上都是剑上的血珠印记 密密麻麻的和他心底的杀一样多 在微弱火光摇曳的洞穴里显得恐怖又妖艺 混乘 几人立刻抄起法器就对着阴念攻了过去 阴念红伞猛的撑开 灰色的光芒覆盖住整个伞 叮叮叮叮四声 四个人的攻击竟然被勉强抵挡了下来 有人惊恐地看着这根本穿不透的灰色光芒 心底的恐惧更上了一层 这是什么灵力 口吐脏水的浮身塔弟子 被阴念毫不留情地用伞间刺穿了心脏 其他几人一起向念念发动攻击 却被念念的红伞法器一下就挡住了 那几人惊恐地看着红伞上穿不透的灰色光芒 这是他们见都没见过的 心底的恐惧更上了一层 这是什么灵力 阴念不禁冷笑了一声 他当然不会告诉他们 自从他身体里出现了那个古怪的黑白盘之后 他体内的魔力竟然就和灵力合二为一了 成了一种无人拥有的强大的灰色能量 那四个浮身塔的人还想再次发动攻击 英念直接往后退去 大叫了一声 元杰 元杰和浮身塔的人有仇 得把这些人留给元杰了 元杰立马手持立剑向那几人冲了过来 去死吧渣子 那几人根本看不起元杰 不仅嘲笑起来 小小的二星帝灵境也敢猖狂 哪只英念身后就闪出了一串的帝灵境巅峰 浮身塔的人被迅速地包围了起来 英念站在身后 目光淡漠地看着这一幕 冷笑着说 很吃惊吗 是强凌弱 你多欺少 不是你们浮身塔的作风吗 我用你们的作风送你们上路 该感激我才是 说完英念掩露凶光 伸手一挥 其中有三人顿时被绞杀 伸手一出 最后死的还剩一个 那人背下的浑身瑟瑟发抖 脸色铁青 元杰收回自己带血的刀 心底说不出有多痛快 他的视线落在紧剩下的那人脸上 却突然笑了一声 还是熟人呢 王胜 王领队 元杰眼神冰冷 小绳子手下 天字第一号狗腿子 如今怎么不跟着他一起了 怎么 你被当成垃圾 被他丢掉了 元杰的长剑冰冷地 抵在了王胜的心口 王胜一下耸了 浑身发抖 看着元杰嘴唇之哆嗦 这女人竟然也回到地灵境实力了 他这才认出元杰 气势和以前完全判若两人 他现在只想保住这条小命 连连下跪求饶道 元杰 以前的事情是我不对 求你饶了我 小绳子才是你的仇人 当年要杀你的是他呀 他疯狂辩解着 冤有头债有主 你找他去啊 你杀我做什么 元杰的目光冷冷地扫过王胜 你跪我可就跪错了 元杰这时让开了路 露出了在他身后的阴念 我做不了主 这位才是做主的人 阴念目光冰冷地看着王胜 王胜呆呆地看着这个 带着奇怪的灰色凌厉 完颜冷漠的女人 他一脸不可置信 不可能 你只是一个一心地灵境 怎么能驱使这些地灵境巅峰的人 可不管他再怎么不相信 这就是事实 这些人就是为阴念马首是瞻 阴念拿出了流浪人画的图 将那画像摆在了王胜的面前 认得吗 男人很想活下去 一眼就认出了那些人 立刻点头道 认识认识 你别杀我 你和这几个人有仇 话说到一半 但转念一想这几个人 是去杀了那些女人的人 王胜缓缓抬起头 这才看清面前的人 声音哆嗦着说 是阴念 他当时并不在据点 没有见过阴念本人 但早有所闻 阴念笑着看着他 奖励你点东西的 下一刻 红伞一挥 王胜的右臂旗根断开 王胜腾得冷汗直冒 阴念的气势咄咄逼人 我问什么 你答什么 别讲我不想听的废话 明白了吗 王胜的脸色惨白 碰得浑身抽筋 还不忘记拼命点头 明白了 阴念问道 这几个人现在在哪里 什么实力的 王胜强忍着疼痛 生怕阴念生气 连连打倒 都 都是地灵境巅峰 这会儿也在这区域 我 我身上有感应牌 我们扶身塔弟子们用的 能感应到他们 冰念轻笑 你可真是懂事 死到有不死平了 这次的计划 是谁提的 冰念的红伞法器 直辞男人的裆部 当场就把男人给废了 顿时鲜血四剑 冰念必问那些 杀了流浪女人们的凶手在哪 王胜为了能够活命 只好出卖自己的道友 还自己主动招供了 他有感应牌 能感应到他们 冰念看着这家伙的怂样 不仅失笑出声 你可真是懂事 死到有不死平的 这次的计划 是谁提的 冰念想查出这幕后主使者 王胜痛得直抽气 老实交代道 是 是小神子 冰念早就料到了 他脸上面无表情 他还要了解下小神子的实力 这样才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于是问道 小神子如今什么等级 只见王胜竖起三根手指 声音颤抖着 三 三星天临静 王胜不仅在心里咒骂道 最好你们直接找上小神子 小神子和他们这些人可不一样 虽然是三星天临静 但实力堪比五星天临静 都是越级挑战 英念并没有多纠结这小神子的事情 只是伸出手去 你的感应牌呢 却把那几个人都喊过来 王胜一听这话吓了一跳 无限惊恐 没想到英念会想出这样很多的招数 这不是让他成为公敌吗 王胜唯唯诺诺地推迟道 怎么喊 他们平常眼高于顶的 不会听我的 英念早就想好了计谋 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你只要告诉他们 你在一处洞穴里找到了 能快速提升实力的质抛 但是里面有凶兽四面 你带来的人都死了 请求他们支援就好了 这简单 多容易的事情 是不是 英念脸上的笑容让王胜浑身发抖 眼前的这女人诡计多端地 让他觉得恐怖 王胜现在是砧板上的肉 虽然王胜不愿意 可王胜想活命 就只能听他的 就 就叫他们几个就好了是吧 王胜一只手去掏自己的牌子 可下一刻 却听见英念声音平稳地说 不 把所有在地临近区域的扶神塔地子 全都给我叫过来 此刻 前线外的一处虚无空间里 几道身影出现在前线交界处 其中一个走在后面的女人 态度十分恭敬地问 首席 这可是落雪那女人的招人地盘 咱们这么进去没问题吗 同样被称为首席的女人转过头来 轻轻眨了眨眼睛 她声音清冷 带着尊贵傲气 小心些就是了 若是传闻是真 这前线当真出了个了不得的好苗子 自然是值得我这一趟 女人气质高贵 眼里透着坚毅的光芒 她落雪没有眼光 不代表我没有 走 进去 女人挥手 起人的身影就消失在原处 王胜强忍着剧痛 咬着牙按照英念说的 给在地临近区域的所有人 都发了个求救讯息 然后她就被英念他们绑成了一个球塞在了角落 如果大皇子在这里的话 应该会和这个和他一样待遇的难兄抱头痛哭 但王胜心底还是存了几分期待 等我的师兄们来 你们就等死吧 王胜咽下一口血 英念站在洞口处 外面的飞雪已经停了下来 天色黑尘 是地灵区域的黑夜道 像一只吞天巨兽江光和暖 都一口蚕食后的冰冷又黑暗的世界 阵法都布置好了 赤鬼补的人恭敬地对英念低头说 念姑娘去休息 那些人应该没这么快 英念摆了摆手 表示不用 然后又转身布置下一层又一层的微缩阵法 她实力变得更加强大了之后 竟然心念一动就能同时布置十个微缩阵法 有一个宝藏爷爷是有多好 英念要什么就有什么 世上仅有的五角阵法图轻易地就得到了 英念脅迫王胜向扶神塔的弟子发出了讯号 要将他们全部引过来一网打尽 英念感觉现在的阵法偷袭是不错 但在地灵境里就感觉差点那么一点 扶神塔里面的强者必定很多 英念闭上眼睛 向英满求助道 爷爷 有没有杀伤力更强大的 适合我现在用的阵法 从他浴火重生之后 英满就显得尤为沉默 但孙女一召唤他就会出现 有的 我给你找找 对了 你拿灰色灵力再弄出来我看看 英念一抬手 刷了一下 一团灰色灵力出现在他的掌心 他抬手一分 拉扯出一黑一白两个不同的团子 分别是灵力和魔元素 英满终于来了点精神 惊喜地说道 好啊 能分能合 威力倍增 很不错 英念之前的遭遇可让英满这个爷爷心疼坏了 这闺女受了太多的苦 他要什么 英满这个爷爷只要有的都会给他 英念倾笑 要攻击力够强 手段够残忍的阵法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恨意和杀气 英满顿了顿 伸手一个阵法图就出现在了他的掌心 然后交给英念 给你 和微缩阵法搭配起来用 应该会很好用 英念看了一眼 惊奇地发现竟然是个五角阵图 之前的微缩阵法是最低级的三角阵图 五角吗 我试试 英念立刻拿着阵图就开始用灰色灵力勾勒 用灰灵力勾勒出来的阵法会比普通的阵法强大太多 英满不忘提醒一句 此阵名为梦魇阵 攻击力足够强 但很费精神力 以后尽量少用 知道了吗 英念挑眉 您就这么相信我这次就能将梦魇阵给用出来 英满没回答 英念一心二用 但并没有影响他勾勒阵法图 面前的梦魇阵已经勾勒出了三个角 他列阵的熟练度 再次上涨 时间一点点过去 英念一直在洞穴里一次又一次地勾勒这个阵法 王胜满眼不屑 灵阵磨枪 这女人是对自己有多自信 果然 英念勾勒的阵法一次又一次地裂 可王胜的神情却变得越来越惊恐 虽然阵法又裂开了 但是他化阵法的速度一次比一次快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却变得更好 比精神力天赋最强的小绳子还厉害得多 咔嚓一声 外面有人轻轻敲了敲墙壁 英念的手一顿 转身看着王胜诡异地笑了笑说 看来是你的师兄们来了呢 开心吗 王胜早被吓得浑身发抖 看着实力这么强大的英念 心里充满了绝望 英念看向了外面正往这边行进过来的一群人 活动了一下自己冷得发僵的指关节 看来今天的第一波客人上门了 夜色吞没掉了一切 黑沉沉的天空不知过去了多久 就在一波又一波的客人抵达山洞的时候 一行人也匆匆往山洞的方向 领头一个黑衣男人沉默往前走 脸上是冰冷的神情 王胜那喘祸 竟然告诉了所有人 他声音浸在寒风里 像是挂了一层冰渣子 都怪你们几个要去揭晓神子的那个任务 杀了那些没用的女人有什么好 平白让咱们来迟了 离那洞口的位置又远得很 希望那些闯祸别把宝物抢完了 他那张在所谓的愚民面前 从荣如佛陀的脸之后也关不住了 快走 身后有人伸长了脖子 看见前面竟然有摇曳的火光 还有灼灼晃动的人影 顿时脸上一起说 我们到了 英念带着自己的两头巨兽等待着客人的光临 他想用阵法好好招待这些不速之客呢 王胜将扶神塔弟子全部引进了山洞 有人发现前面似有人影晃动 就指着前面说 我们到了 就在前面 这人激动地向前面打招呼道 喂 你们这帮臭小子 下一刻 他们一行人高兴地迎了上去 宝物呢 拿到手了吗 他们几个冲上去 一巴掌拍在站在最前面 背对着他们的王胜背后 结果 啪的一声拍下去 王胜的上半身 就犹如崩塌的土壤一样 轰然一下倒在了地上 那几个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背惊得目瞪口呆 夜风吹来 他们浑身不仅被挤发了 借着微弱的光芒看见的身影 却是他们失地 只是 这些人都已经断了气 被绳子一个个地串起来 像是风干的腊肉一样 晃荡在风中 整齐排列 他们的衣衫被风吹得烈烈作响 散发出血腥气味 像一场无声的宣战 领头男人顿感事情不妙 猛地转过身 歇斯底里喊出一个字 跑 快跑 声音穿透了整个山洞的寂静 但很快 他们周围突然多了许多身影 将他们团团围住 他们顿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想跑却无处可逃 这时一道声音传来 你们来迟了 一个女人站在了最高处的山石上 天边的云似乎是被风吹得微微散开 竟然露出了一点点月光 一年里都难得一见的 地灵域的月光洒落在这女人身上 红石照亮了她背后 那两头身形巨大的恶兽 音念的目光落在这几人的脸上 虽然你们几个来迟了 但是我还是要说 欢迎光临 音念露出一个笑容 月色下笑叶如花 但是却让人毛骨悚然 下一刻 音念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上 那几人虽心里有些发虚 但知道只有拼死一战 才有些活命的几率 脸上露出满满的杀意 然后下意识地甩出了自己的最强杀招 向音念猛扑了过去 可那又怎么样 他们脚下无数光阵涌动 瞬间切割开他们的攻击 还没等音念出手 无数的地灵镜巅峰强者挤刀下去 那些人几乎是毫无抵抗的 被切开了咽喉 倒在了血泊之中 最后还留下两个活口 那两人早已吓破了 连连求饶 放过我们吧 而音念可没打算放过这些败类 他声音如清脆的泉水小戏般好听 但却又让人胆战心惊 要怪就怪你们站错了队 跟错了人 做错了事 而这时站在一旁的拉拉和百变 早已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拉拉跺了跺脚 这些人真是叽叽喳喳的 烦死了 百变悠悠开口 喂喂 主人还要试验新阵法吗 音念抬手 冲着几人笑了笑 说起来 还不算是完整的阵法呢 只是半成品而已 你们挺幸运的 是第一批试用者 一个灰色的五角阵法 在几人身下亮起 那两人露出惊恐的神情 他们早就失去了战斗力 这东西很强大 连结看着那阵法目光火热 比你之前那阵法还强大吧 可等了好久 也没等到爆破声 更没有引起多大的反 这些都让音念身边的人 脸上都露出几分不解的神情 连结皱眉 你这 阵法是不是没成功 话音刚落 那两个像蛆虫一样的 扶神塔弟子突然狂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了了了了 声音震天响 吓了众人一跳 我赢了 我赢了 其中一个人就像是疯了一样 他似乎是想要站起来 却站不起来 整个人拼命地往前蠕动 很快就诡异地盖在了另一个身上 音念的魔鬼阵法 可以控制人的心智 处在阵法中的人会互相厮杀 直到全部死完 念念的阵法比之前的更加强大 两个扶神塔弟子处在阵法中 忽然就像发了疯一样 连结诧异地看着这一切 问道 这是什么情况 念念 这是什么使人发疯的阵法吗 只见那两人像着了模样互相厮杀了起来 杀了人的那个忽然清醒过来 都不知道刚才做了什么 瞧着地上同伴尸体就慌了 你怎么了 是谁杀了你 然后这人竟然举起剑割向自己的咽喉 顿时鲜血刺剑 这一幕实在诡异精足 即便是圆杰和于绵绵 都被这一幕惊呆了 于绵绵脸色苍白 忍不住要叫出声 连忙捂住了嘴巴 这是怎么回事 于绵绵不仅惊恐地看向阴念 阴念却是冷静异常 这是梦魇阵 没有任何爆破也没有任何身体上的攻击 但却能操控人的心神 让他们永远都陷入不入轮回的梦魇中 发动时间很长 且要保证这些人踏入阵法后 在发动时间内都不得离开 不然我就会受到反噬 原来发动这个阵法阴念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圆杰吃惊地看向阴念 忍不住地问 那这个阵法岂不是很危险 阴念笑了笑没说话 他没告诉圆杰 这个阵法凶残之处不仅在折磨人的方式上 有一个更大的特点 一旦阵法发动 同境界内 被锁定的人只能中招 毁了阵也没有 阵法里面的人只能死 可以说这是个死阵 在离阴念他们不远处 几个女人正目不转睛地看着阴念的方向 那几个女人脸上难以掩饰激动的神情 有个女人兴奋地问道 你们看见了吗 灰色灵力 这小世界还有这样的灵力 首席 首席你还在等什么 我看他背后竟然有凤凰涅槃的力量 在不断地钻出来 这人怎么浑身都是宝 首席你 你不会是不满意吧 领头的那女人面无表情 只见他几倍挺的笔直 女人手上出现了一朵金色的莲花 在他手心里层层绽放 不是不满意 你们难道没发现吗 跟着他一起过来的人 别说死亡了 就连轻伤都没有的 明明那些弟子也都是实力非常强大的 竟然都不是他的对手 天才不难得 难得的是能统帅天才的王者 女人的目光落在圆界身上 也看见了他手腕上的精硬 旁边那个竟然是洛雪选中的人 站在后面的两个女人有些激动地说 也不知道是谁散出的消息 真是要感谢那个人 另一个女人讥笑道 洛雪真是傻了 也不知道是怎么当上他们那边的首席 那个叫首席的女人 有些怒了 闭嘴 你们也不想想 洛雪发现阴念才多久 消息就这么快传到了咱们耳朵里 而且以洛雪的实力 我们近来这么久 她怎么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 几人听了脸色骤然一点 首席 你的意思是 是洛雪散出来的消息 那领头女人手上的金脸已经完整绽放 她现在已看清了一件事 我原以为这天才是有水分 所以洛雪才看不上 可亲眼见到才确定 洛雪不是不要阴念 而是要不起 但又不甘心这颗好苗子就葬在这一块废土里 女人手上的金脸猛地对着阴念的方向暴射过去 她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这次 我称她洛雪的琴 她身上爆发出强盛的自信 他们不懂如何教导天才 只有我们能叫 金脸快速缩小 眼看着就要附上阴念的身躯 可下一刻 那一直关注着阵法的阴念却猛地躲开了 金脸扑了个空 怎么可能 解决面色骤变 她怎么感应得到我们的存在 阴念正在关注自己魔鬼阵法的效果 却被痴人的金脸花偷袭 金脸花差点砸在了阴念身上 背对着莲花的阴念却猛地躲开了 金脸竟然扑了个空 那几个女人面色骤变 他们没料到阴念能躲过金脸花 怎么可能 她怎么感应得到我们的存在 而这时阴念吃惊地看着那朵莲花 嫌弃地道 什么鬼东西 阴念拿着红伞法器伞 尖指指那些女人的方向 怒吼道 谁在那边 快滚出来 看她这凶狠的模样 那金脸花整朵花都惊呆了 当她意识到自己竟然被阴念嫌弃了的时候 她的花瓣顿时就凋零的凋零 闭合的闭合 她自闭 吞吞本来站在阴念身后的 看见这朵花她顿时眼睛一亮 馋得直流口水 娘亲呀 我可不可以吞了她呀 她看起来狠补的样子 金脸花顿时就发起抖来 阴念警惕地一把将吞吞拉了过来 你跟着你摆遍哥哥 陌生人给的东西别乱吃 小心吃坏肚子 这时那几个女人飞身来到了阴念面前 阴念抬眼看向了那些女人 联想到袁杰身上的那个梅花印记 于是问道 袁杰身上的梅花印记也是你们弄的 领头的女人上前一步 阴念吓得一惊 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的时间 女人的手就已经拉住了阴念的手 很遗憾 并不是 袁杰和于绵绵以为这女人要对付阴念 立马向阴念这边冲去 百变要扑上去撕扯开女人 但女人轻轻打了个响指 所有人都像是木桩子一样站在了原地 无法动态 百变咬牙切齿 但却被困在了原地 阴念被握住的手冰凉 你到底是谁 阴念的心被揪紧了 觉得这女人太邪门了 凭着实力恐怕得是小神镜 不 应该不是小神镜 这女人不费吹灰之力 就控制住了全场 这不仅让人心惊胆战 语言笑了笑 抬手将金莲召回 并对阴念说道 小狼仔 看你这眼神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杀了我吗 而下一刻她指尖落在阴念的手臂上 狠狠地将金莲压了进去 阴念眼睛顿时一片血红 但是却无力反抗 混账东西 她脑子嗡的一声 完了 身上被中东西了 她要被控制了 这东西可能会要了她的命 拉拉身上灼起血红火焰 竟然顶着这巨大的压力往前迈了一步 阴念身上出现了层层灰色灵力 她身上透出鲜血 语言似乎在近距离观察灰色灵力中 察觉到了几分特殊性 逆时心神一松 阴念竟然冲破了禁止 那金莲花像逃命式地迅速飞回到女人手中 阴念直接对着她声扑了过来 同时无数上等法器一股脑地拿了出来 炸 阴念的举动顿时将这女人吓了一条 女人眼瞳狠狠一缩 这狼仔子 不怕把自己炸死 轰的一声巨响 火光冲天 袁杰和余绵绵无比惊恐地看着这一起 以为阴念凶多吉少 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喊叫声 阴念 只是很快 那巨大的阴沉中竟然传出了一道笑声 没有了威压 元杰重获自由 看着阴沉方向喃喃说 怎么可能吧 小狼仔子胆子挺大的 阴沉散去 那女人竟然毫发无伤 阴念被她护在了手下 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了 想要拼我个重伤 真是勇气可嘉 只可惜你的保命一击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 女人抬手在阴念胳膊上摁耳 放心 这金莲对你百利而无遗憾 阴念差点自爆而亡 结果只是把对手炸成了爆炸头 阴念也被压趴在了地上 整个身子无法动弹 女人爱才若渴 想将阴念受入自己的麾下 于是将金莲强摁进阴念的胳膊里 并表示这金莲是可以大补的 阴念的几个小仔子排排并立 一样被压成了一坨球 适应的尾巴倔强地挺立着 干 她都还不是阴念的瘦 为什么会享受和阴念家瘦瘦同等的待遇 这女人到底长没长脑子 一痛乱压 阴念人虽然压趴在地上 但一点都不害怕 口气却还是那么硬 对你来说并不算什么 哼 你真该照照镜子 女人都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身边却传来了她同伴的几道爆笑声 手 手骑 你的头发 女人面色一变 抬手就伸出一面镜子 在水镜里 她看见了顶着一脑袋爆炸头 满脸黑漆漆看不清五官的人 女人也被镜中的自己吓了一跳 阴念不仅嘲笑道 这发型适合你 下次要做还可以来找我 免费 这下可惹怒了女人 她生气的一把将镜子朝阴念甩了过去 好 阴念 你好得很 阴念一个闪身就躲过去了 她身边的人对她不是喜欢的死去活来 就是对着她咬牙切齿 这是一股强大的压力向阴念袭来 压得她直往地上爬 吃了一嘴土 阴念还不如说得到 你等我以后变强 趴在地上的就是你 女人强行镇定下来 她一刻钟都不想在这多呆了 最后她还不忘在阴念屁股上踹了一下 她身后的女人们有些看不下去 连连提醒道 首席 你这动作可真是粗鲁 叫首席的女人转过头 恶狠狠地盯着身后的女人 那同伴吓得声声赶了口 但 但是很适合这小仔 这么翘的屁股 就是为了给咱踹的 以后等她来了咱们这儿 挨踹的日子还多着呢 为了不被当成出气筒 几人脸都不要了 声声掰转画风 女人这才不生气了 摸了一把脸 看向阴念说 好好用我给你的精英 你会喜欢的 趴在地上的阴念不禁冷笑一声 傻子才会喜欢 要不是她出不了声 这会儿肯定要呸他们一脸 谁要去你们那儿 正这么想着 但那几个女人走远 阴念肩膀上的压力骤然一松 她立刻跳了起来 吞吞也从地上爬了起来 一把抱住了阴念 我娘亲才不稀罕 虽然她骂得有些迟了 但阴念还是在心里点了点头 笑着摸了摸吞吞的头 不愧是我的仔 有志气 和她想法一致 她低头看着自己手臂上的莲花印记 这会儿却有心惊胆战的感觉涌上来 如果刚才那些人要杀她 她是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了 那几个女人 阴念沉着脸 看起来甚至不像是这些小世界的人 如果刚才要杀我们 我们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阴念又想起了袁杰手上的印记 于是向身边的袁杰问道 你的莲花印记有好好检查吗 袁杰将自己的印记撩了出来 看了看 老实地摇了摇头 没有 我以为是蹭上去的脏东西 阴念也将自己的印记伸向了袁杰 一对比 阴念才发现袁杰的印记虽然也是金色 但是却比她的暗沉许多 阴念这朵莲花印记 简直就要亮成天边最璀璨的一颗星 阴念想快点把这鬼东西去掉 于是说道 我们出去 我让袁心碎看看 这东西她有没有办法去除掉 对着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袁心碎比她了解的更多一些 离开冰川区域 阴念感觉整个人都像是被泡进了温泉里 一走出去 鱼绵绵就先愣了愣 你们看那边是什么 在天边的一角 有无数黑烟从不同的方位挣腾而上 像是连接天地的一条长长的黑色纽带 光阵中间的袁心碎俨然就是一个王者 他手轻轻一抬 无数的光阵落在两个王八神子的头上 两人疲于保命苦苦地支撑着 而阴念的身体里被种了金莲花 他想去找袁心碎看怎么把这股花莲根拔起 一走出去 就发现天边有无数的黑烟 无明脸色骤然一变 是B站烟 是大据点和小据点彻底撕破脸 这是爆发了大战后才会有的一种B站手段 无明继续解释道 周围那些小据点为了不被战斗波及 点燃B站烟 展示自己中立的姿态 这样交战的双方就不会去动他们 无明又想想起了什么 不仅看向阴念猜测道 难道是我们据点和浮身塔那边打起来了吗 阴念下意识地意识到 应该是袁心碎又和谁干起价来 想想袁心碎那性格 他不仅倾笑了一声 要是没打起来才奇怪 回去看看 旁边的士盈觉得这回自己有了用武之地 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突然就变成了一只巨大无比的狮子 我的速度比较快 我带你们回去 阴念他们陆续爬上士盈的后背 感激地说道 行 辛苦你了 辣辣和百变则是眉头一皱 觉得这狮子肯定是蓄谋已久 又要来抢主人的爱了 士盈带着阴念他们很快就回到了据点 周妹很远就看见了他们 惊呼道 你们回来了 阴念还来不及下来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其他人呢 原心碎呢 周妹想起原心碎他们都去干架了 却把他留在这里看门 他心里愤愤不平 恨得咬牙切齿 周妹将自己的手腕掰得咔咔作响 这会肯定正打得火热 为什么要留我看架呢 他话才说完 巨大的银白色狮子背后猛地生出雷电双翼 向着扶身塔的据点就飞了过去 周妹看着阴念他们远去的背影 不仅敢叹道 挨着孩子 你不休息一下吗 转眼阴念他们就没了影子 士盈的速度确实很快 比天马的速度快上了十倍 一炷香的时间 英念就看见了前面无数爆裂的灵力 和若隐若现的光阵 空气中 萌重的血腥微让英念心里顿时一紧 他有些急了 生怕袁心碎他们有什么事 轻拍了一下士盈的脖子催促道 快 士盈的速度竟然再度飙升 英念心里十分紧张 可离得越近 英念看得就越清楚 看清楚面前警务的那一刻 英念的嘴角下意识地抽了抽 轰战十分激烈 天空中不停地传来爆炸声 在战圈最中心 有一个灵力组合起来的王座漂浮着 那王座上 袁心碎震无视一样舒服地靠坐着 墨黑长发飞舞 他眼尾一片艳红 仿佛是被面前这尸山血海给印红的一般 迷离万分 他轻轻地一抬手屈指一弹 巨大的光阵就扑天盖地争先恐后地出现 光阵攻击的中心地带 是八神子和九神子 只见他们两人在苦苦地支撑着 那两个神子想要攻过 却被阵法轻轻松松地击吐 始终保持在了一个固定的距离 袁心碎打了个哈欠 转头眼角余光看见了飞尸背上的阴念 他激动地连连和阴念他们打着招 念念 过来 我给你看点好玩的 似乎是这句话刺激到了那两个神子 他们声嘶力竭地咆哮了起来 信源的 你准备好对战整个浮身堂吗 这高神不会放过你 袁心碎最讨厌听这些威胁自己的话 脸瞬间阴沉得可怕 一抬手又加了几个阵法 顿时让那两个神子更加器材 只能苦苦之称 阴念迫不及待地向袁心碎飞了过去 下一刻 袁心碎将阴念抱到了自己的座椅上 然后他伸出手 打了个响指 下一刻 一个巨大的光阵像一个牢笼一样照了下来 牢笼里 一个男人如同死狗一样被吊了起来 袁心碎弯了蜿蜒 这个好像是叫什么小神子吧 事情是他指使的 我想 你应该很高兴看见他 阴念看见被吊起来的这人是 眼瞳狠狠一缩 他想过自己要抓这个人必须得借助更强的力量 还为此交心过自己实力不足的事实 但没想到袁心碎会将这人捆了 以这种五花大绑的形式送到自己面前来 阴念喊了一声 袁杰 你来看看 是不是这个狗东西 袁心碎给阴念送了份大礼 没想到却是袁杰的仇人 阴念吃惊地看着那个囚犯 他想过自己要抓这个人必须得借助更强的力量 但还是觉得自己的实力不足 却没想到袁心碎竟轻易地抓到了这人 阴念向着袁杰喊了一声 袁杰 你来看看 是不是这个狗东西 被绑着的男人一听着侮辱他的话 恨得咬牙切齿 小绳子浑身是血的拼命挣扎着 阴念 你当真要为了一群被弱蝼蚁的垃圾和我附身塔作对吗 他死到临头了 还装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只是声音却在隐隐发抖 要是杀了我 我父亲绝对会同你不死不休 袁杰看着这个男人 一瞬间有种不认识他的感觉 不是说这个男人变了 而是他觉得这男人高傲自大的令他作偶 袁杰脸上一片厌恶 念念你 就是他 这张连我做梦都不会忘的 而小绳子仿佛这会儿才注意到袁杰这个人 他眼里满是蔑视 还以为袁杰是以前那个认他欺负的垃圾 并威胁袁杰道 是你 哼 既然是你的话 你还不赶紧劝劝你这个没脑子的朋友 你们当真是不想活了 他一句一句的怒骂 声音也越来越大 仿佛只要声音够大 他的底气就能跃足 音念看着这神情猙獰的小绳子 他眼中流露出几分失望 我还以为真的能看见一个绝世天才呢 外面将你吹嘘得那么高 我也还戴上了几分期待 音念画风一转 冷着脸道 但是你真是让我太失望了 那个被我炸了头毛的婆娘都比你有意思 一旁的原心碎剑念念对这人十分反感 他一抬起手 面无表情的就要压下去 没用的东西 连让念念感兴趣这一点小事都做不到 你没什么价值了 死了好了 小绳子顿时心底一凉 急得吐出一口血来 音念想着这是元杰的仇人 得留给元杰处置呢 急忙伸出手拦住了元心碎 等等 小绳子以为音念不敢杀他 顿时得意地笑了 怕了吧 我告诉你你现在放了我还来得及 他还觉得自己很牛逼呢 音念却看向了旁边的元杰 丢给元杰一把剑 你自己的仇 现在给你一个自己报仇的机会 报不报 元杰不仅愣住了 他还有一些茫然 音念看向了吴明 我想你如果不敢的话 吴明应该会乐意待劳 吴明立刻握住了长剑 盯着小绳子的眼神满是杀意 仿佛只要音念一声令响 他就会是音念手上最快的刀 元杰一把将长剑抢了过来 眼里浮现出满满的杀意 过来 下一刻他提着剑就向小绳子走了过去 小绳子身上的灵力 已经被元心碎全部封印住 压根对元杰够不成什么威胁 八绳子和九绳子顿等事情不妙 吓得嘴唇发抖 你敢 元杰 你敢 你想圣山宗所有人都为你陪葬吗 元杰再不是以前的元杰 他可不会被这句话给吓到 元杰面色阴沉的可怕 放心 若是到了那一步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会离开圣山宗的 元杰心里清楚 报不了这个仇 他就永远无法往前迈进 小绳子还以为元杰会舍不得杀他呢 结果这回被元杰身上散发出来的 狠力煞气给震慑到了 元杰 元杰你疯了 你不是 还没等他说完 尖刀毫不犹豫地一下就刺入了他的身体 顿时鲜血似箭 小绳子正正地看着插入自己胸口的长剑 不可置信地说 你不是喜欢我的吗 小绳子不敢相信这个曾经他不放在眼中的垃圾 竟然敢杀他 他此刻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恐惧 八绳子咆哮着 宁念 元杰一把抽出刀 鲜血剑开手刃仇人的那一刻 他觉得自己心脏上被压了这么多的大石头轰然碎裂 那种酸爽的感觉无法形容 他对着神子咆哮着 杀了这狗东西的是老娘 你怕我们念念要死啊 老娘叫元杰 回去告诉你们扶神塔的狗 人 老娘杀的 要找来找老娘 如此帅气 如此牛批 元杰自以为的高光时刻 可就在他说完之后 旁边的鱼绵绵抓着英念的袖子 小声说 啊 念念 你看元杰他飘了 他都敢对着小神镜巅峰嚷嚷了 英念看了元杰一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八神子和九神子虽然被困了 但他们觉得他们两个跑掉是没有问题的 算了 据点不要了 九神子和八神子对视了一眼 轻声说 我们先走 想办法从前线出去 我一定会让这些人付出代价 八神子一边吐着血一边点头 可话还没说完呢 天色骤然暗了下来 伴随着轰隆隆的声音 八神子和九神子带着几分不敢置信的目光 排头看着天空上 巨兽 无数的巨兽 比他们五周那边的灵兽普遍体型还大 摇牙更长 爪子更锋利向这边飞扑过来 八神子吓得浑身发抖 转身冲着英念咆哮 为什么 你们和叶独星到底做了什么勾当 为什么叶独星也要到我们两个据点的战斗里来插一脚 英念也猛着呢 甚至觉得叶独星那边对他的态度实在是殷勤的过分 他本就是一个非常小心的人 这么明显不对劲的情况下 他不多想不可能 正想着呢 冷不丁被八神子一吼 英念脾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 什么为什么 我还想知道为什么呢 成千上万的巨兽们来找他们的小公主吧 领头的巨大的银色狮子落了下来 眨眼间化成了人形 狮大看见英念羞涩的眼睛都笑成了一条缝 一旁的豆丁看着狮大那殷勤的样子 有些不解 这些强者都什么毛病 怎么老一脸羞涩的样子 总是围着英念这个才刚进入地灵境的人打转 英念敏锐地感觉到了什么 忽然一啪 就看见了角落里悄悄地想要走人的八神子和九神子 英念下意识地大喊 袁睡睡 他们要跑了 袁心碎刚要动手 却被一道声音阻止了 放着 让往自来 旁边的尸大速度竟然比原心碎还快 尸大燃烧血脉之力 实力直接飙升 一下就抓住了那两人 只听得咔咔一声 飞快地就拧断了两个人的脖子 八神子和九神子临死之际 怎么都想不明白 叶独星为什么要他们的命 他们死死地瞪大眼睛 像是没有一个答案就会死不瞑目一样 尸大比一地看着这两个人 用仅仅只有三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说 谁让你们动了我们叶独星唯一的小主人呢 都要护着的命根子 踏凭你们扶神塔都不够的 还往老子刀口上撞 尸大还提着两个人高兴地过来讨好小主人 他觉得音念有他们的血脉 应该会喜欢这样的战利品 念念 送给你 音念看着帮他的尸大也不好说什么 只好无奈地冲他点了点头说 谢谢你 下一秒音念就问道 那么 你对我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 音念实在是想不明白这些兽人为何这么喜欢他 总不能是看他特别投缘吧 殷勤的都有些过分了 尸大挠了挠头 脸上露出了几分尴尬的神情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有些语无伦次 是 是的 就是这样 音念看着尸大不愿意多说一句 突然浮现一个笑容 是吗 你现在不说我也强迫不了你们 毕竟夜独星强大 我又只是一个小小的地灵镜 尸大在心里想着 你迟早会变成小世界的治强者 但他并没有说出来 若讲出事情的前因后果 怕小主子一世还接受不了 音念看着尸大傻不冷灯的样子 也没再过问 即使他们不说 音念也有的是办法去打听出来原因 音念这时想起了更重要的一件事 他的金莲印记 于是问道 元睡睡 你帮我看看这个东西 音念撩起自己的手臂 露出上面的金莲花印记 元心碎面色一变 紧张地一把抓住了音念的手 这是什么 走 我们先进据点 我再帮你看 五周据点的附身塔视力被灭 音念等人又能重新回到这里 音念和元心碎进了房间 元心碎一直盯着那金色的莲花 看了许久 音念有些迫不及待的问道 怎么样 看出什么了没 本来还非常从容的印记 竟然开始微微发起抖 音念见元心碎不说话 叹了口气 这么说 你也不清楚这是什么呀 元心碎的手指仔细地在那朵莲花上揣摩 眼神变得越来越深 很肯定地说 这东西上 除了有精神烙印之外 还有非常复杂的空间构建体系 但对你的性命构不成威胁 元心碎冷湿了一声 眼中冷意不散 虽然是个好东西 元心碎有些不放心地说 下次我还是要和你一起 不然谁知道 下次再往他的念念身上印的东西是好还是坏 音念郑重点头 他还是太弱了 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本已死绝的尸体轰然炸开 竟有一个新的躯体从里面冒了出来 而此时念念和元心碎正在房里研究那朵金莲花 念念不明白这手腕上的金莲印记到底有什么用 元心碎让念念将精神力沉入进去试试 音念文言就盘腿坐下 凝神静气开始调动精神力 随后这朵小莲花竟然连接到了音念的精神力 有成麻花一样的身躯逐渐地舒展开 精神力和花瓣 丝丝缕缕地开始建立联系 音念脑海不仅抽筒起来 好像要被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样 脑子都要被炸砍 但念念并没有动 越来越多的精神丝开始拉扯着花瓣 就在音念研究这朵小花的时候 小神子他们的尸体被兽人们抛到了老远的地方 月光洒落在小神子的尸体上 只听嗡的一声 一个闪着绿光的东西飞向小神子的身体 然后一下就钻进了小神子的头部 过了好久之后 小神子的身体竟然缓缓地裂开 就像是金蝉脱鞘一般 一具一丝不挂的躯体从那幅室里冒了出来 小神子竟然重生了 接着小神子猛地咳嗽了几声 他满脸阴郁地捂住了自己的心口 眼里满是刻骨的恨意 幸好有父亲给我的保命符 该死的 这么珍贵的东西 竟然浪费在了那两个女人的身上 等着 等我回去将所有事情告诉给父亲 你们都洗干净脖子给我等着 他神情扭曲 挣扎着往前走了几步 身后却传来了沙沙的脚步声 小神子感觉有人跟踪自己 猛地一回头 谁 这是一个穿着黑袍 长得无比丑陋的老男人 带着一个被挖了眼睛面容可不得年轻女人 悄然站在他身后 那女人仅剩下的一只眼睛 目光粘稠恶心地落在他身上 想要把他生吞活泼一般 小神子下意识地露出了嫌弃的神情 好丑 女人似乎是被他这神情刺激到了 脸不顿时变得扭曲 他指着面前的小神子说 师父 我就要他的精血 一旁的老人不仅发出了猙獰的笑声 哈哈 放心吧叶儿 我带你过来 不就是为了取他的精血吗 带你实力提升 你想杀一百个一千个阴念都行 小神子盯着这诡异的两人 顿时感觉背脊发凉 吓得瑟瑟发抖 这真是刚逃出骨穴又入了狼窝 而在房间里的阴念 在精神力彻底用光之前 终于完全绑住了这朵莲花 嗡的一下 他眼前忽然炸开一道白光 一道柔和却不带丝毫感情起伏的声音 在耳旁响起 预备声 银念 无上神域 灵虚静 第一学院 欢迎你的到来 银念感到十分疑惑 什么无上神域 还有灵虚静是什么东西 还没想明白呢 面前就浮现出了一个巨大的光幕 光幕是一个大镜子 照亮了他如今的模样 请出示你的学生音 那声音依然没有起 银念想到原心却说这东西对他是无害的 就镇定了下来 他不相信给他种莲花的那个女人 但是他相信原心碎 银念掀开了自己的胳膊 露出上面的惊印 谁料那平稳的声音突然就不平稳了 滋滋两声 像是卡格了好久 才又重新想了起来 金色 莲花 印记 那边又顿了好一会儿 才继续说 好的 学生信息已收集完毕 请问可否要以真正容貌进入灵虚静 当然不 银念没想到竟然还能自己选择容貌 当然不了 傻子才用自己的容貌进去 银念面前浮现出了一张自己的脸 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很好 还可以变小吗 银念被名牌大学录取了 成了名校无上神谕的一名学生 而他手上的金莲印记就是学生牌 但银念不准备以自己真正容貌进入学校 然后大屏幕心领神会 竟浮现出了一张和银念一样的脸 银念感觉这个有点意思 不仅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镜中的自己竟然比现在的自己年纪小了好几岁 他十分满意 只见那个大屏幕一道强光亮起 并传出一道声音来 即将进入灵虚境 念念被强光刺激的眼睛都睁不开 灵虚境时间流逝与外界不同 但所得历练成果皆为真实 灵虚境十日 如外界一日 灵虚境一日可静一次 首席预备新生音念 请入镜 声音落下的那一刻 音念只觉得眼前一花 眼前的景物骤然起了变化 然后他便站在了一个十分气派的大门口 门上悬浮着巨大的金色巨石组成的字 并经看取灵虚境几个大字映入眼帘 音念刚进去就发现自己被一个光圈照了起来 而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光圈 光圈里 不断有像他一样的人骤然出现 有些人和他一样一脸迷茫 也有的人显然不是第一次来这里 神情非常自然 还有的三三两两勾肩搭背 对着他们这些新来的人指着说着什么 脸上皆是巨傲的神情 音念想看看爷爷 还有自己的灵兽进来没 就闭上眼睛感受了一下 却发现音朗和辣辣他们都没有进来 进来的 只有他的精神力 还有自己的空间法器这些道士都有 紫藤卓道士也在 但是卓琳吞吞也没进来 这里是第一学院 那几个给他打印记的女人就是第一学院的人了 所以他们去空岛是去招生的 只是没想到这个印记 竟然可以从精神力上连通另一个时空世界 音念眯起眼睛 他能确定一件事 这个无上神域 应该比他所在的小世界更强大 正在这时 几个看起来对这里十分熟悉的男人走了过来 领头的是一个扎着小辫子的男人 那男人冲着他们趾高气扬的大声发号是令导 预备新生 都站到我这里来 别都傻愣着 赶紧吧 不然踢你们出去 这时站在一旁的一个男人忍不住对着小辫子枪声道 这什么鬼地方我们都还不知道 你对谁指指点点呢 他身边的一群人气气应声 就是那些老生见怪不怪了 直接喷笑出声 新来的总是猖狂的 都是各个世界的天之骄子 呵 咱们当年不也这样 音念看着他们这些老生窃窃私语 发现这些人和自己这些预备生的身体不太一样 他们的身体凝实 应当是在这灵虚境中历练过多次 而他们这波预备生 身体是半虚幻的 也就是精神体 而那个小辫子先还在笑 这会脸却猛的一尘 这是什么地方 是能让你们脱胎换骨的地方 你们只在灵虚静待了这么一会 不妨看看你们的精神池如何 经这一提醒 在场的所有人都半信半疑地看了一眼自己的精神池 下一刻 音念猛的一惊 他的精神池里的精神力竟然比之前还要多 要知道精神力的增长极为困难 可现在却是增长得有些可怕 都把音念给吓到了 但小辫子看着这些心生的吃傻样 笑着说道 再看看你们的灵力珠子 音念心想自己并没有珠子 只有一个盘 待他沉神内饰 发现他的黑白盘比之前更活泼了 这个盘低溜溜地转 满满的能量都快溢出来 音念有些不可置信 他没想到连这个都占了这么多 这里真是个神奇的地方 刚才枪声的那人第一个笑出声 我精神力涨了 哈哈 我精神力涨了 小辫子也好像在为他们高兴 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 气氛非常和谐 可就在这时 小辫子猛地出手 一道光芒落下 哼的一声 那最先发出质疑的预备声 就在音念眼前 被轰成了灵力光底 所有人的笑容都僵在了脸上 而预备声的脑海里 都响起了他们静癌 是听见的那声音 必等预备声 王福 被驱逐出境 丧失进入第一学院的资格 哄出一位 胜于预备声位置 一 这声音此刻不再柔和 而是透着冰冷无情的残酷意味 所有人脸上都露出几分警惕和畏惧神情 这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预备声们在天才 面对这种挥手 就能让自己消失的人也满脸的畏惧 刚才那个叫王福的是死了吗 这里 为杀人 念念的魂魄来到了无上神域第一学院 他竟将自己的学生名赶成了王二口 在这里有个新来的学生却凭空消失了 其他的学生脸上都充满了畏惧 刚才那个叫王福的是死了吗 他被人杀了吗 他们不自觉地靠在了一起 预备声们开始抱团了 只有英念一个人站在外围 他皱着眉头在沉思 刚才那个 是一等预备声 难道这是对每个人潜力值的一个初等划分吗 英念有太多的疑问 他看了看那些抱团的预备声 想到那个给他种金莲花的女人的实力 英念不仅摇了摇头 你们这样根本没用 又打不过这里人 而且他们也不会杀人 要杀人的话 在给你们种下印记的时候早就杀了 刚才那个人只是精神力重新回去了而已 丧失了待在这宝地的资格罢了 英念是被强制招生进来的 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 但他不得不承认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地方 修炼速度更是与日俱增 那小辫子倒觉得英念有些特别 能看到事物的本质 他不仅对英念有了兴趣 眉起眼睛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看来这里面的人还不知道英念的名字 英念露出一个调皮的笑容 傻子才会报真名啊 反正他连容貌都换了 索性将名字也换一换 英念慢吞吞地 胆大包天地逗着小辫子说 免贵姓王 王家二狗 小辫子的脸顿时阴沉了下来 哪有女人叫这种名字的 难道这女人是在耍他 小辫子虽然心里有疑问 但并没有继续纠结英念的名字 只是轻轻回了一句 呵 行 然后他在虚空中一捞 一个标着王二狗的牌子就出现在了手上 他一把递给英念 行 你说你叫这个是吧 那你以后都用这个名字 英念这下猛圈了 他竟然被反将了义军 王二狗这名字放在他这个美女身上 他还是有些嫌弃的 但他总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脸 他在心里无奈的想着 耳垢师兄对不起 只有借你威名一用 小辫子见英念那张脸上精彩的神情 顿时就觉得一口气顺了 小辫子拿着名册继续念叨 下一个 预备生们顿时老老实实的往前走报自己的名字了 英念看了看自己的牌子 也无所谓了 反正不用自己的真名就行 英念第一次来这里 心里还是对这里充满了好奇 转身就往里面走去 逛逛吧 等小辫子登记完所有人的名字 长叔叔一口气 转头就开始对着预备生们驯化 你们一定好奇这是什么地方 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们 在你们各自的小世界突破到最高境界之后 方可来我无上神域 而我第一学院 乃是无上神域最高的学院 预备生并不代表真的进入了第一学院 往年 一百个也未必能有一个合格的 而合格的人中 又未必都能突破至你们小世界里的至高境界 下一刻 只见小辫子眼瞳狠狠一缩 声音也变得冰了 他对在场的预备生们发出了警告 在第一学院 都把你们身上的那股子莫名其妙的傲气收了 我们第一学院最不缺的就是天才 天才只是我们的入门标准罢了 小辫子一边加重语气 一边往音念那个方向看去 准备着重敲打敲打他 结果一看下了一跳 连个人影都没有 小辫子的神情立刻变得扭曲起来 王二 他实在喊不出那个烫嘴的名字 只好咆哮等 他人呢 其他预备生都摇了摇头 小辫子气得牙咯咯咯地等 好 好样的 他翻开了名册 想要看看他是什么等级的学生 结果翻开却发现 他娘的 名册上根本就没有王二狗这个名字 命念的魂魄在学校里到处乱窜 竟然闯进了男人洗澡的地方 先前他自顾自地在灵虚镜里晃荡着 这地方大概是第一学院里唯一能容纳灵体的地方 他看见了不少来来去去的老生 还有就是 他发现就算是预备生也是有不同等级的 因为这里的每个人腰间都挂着一块区分等级的腰牌 一年预备生 二年预备生等等 命念看了看自己的 只是一个单纯的预备生 这是一道清脆的女生从不远处传来 你是新来的吧 命念下意识地寻声望去 一个正啃着一串糖葫芦 长得胖乎乎的姑娘诧异地看着命念说 看你这精神体虚的 你怎么不去外面听训话 小辫子可能唠叨了 你不听你要被骂的 命念有些不解 他出来根本不懂这里的规矩 什么训话 没有训话呀 胖姑娘不仅感觉有些奇怪 是吗 小辫改姓了 命念目光在他身上认真地看了一眼 乖巧地叫道 仙女姐姐 这里有没有方便我们修炼的地方 我想修炼 胖姑娘那时听得那时没开眼笑 顾不上吃糖葫芦了 她笑着伸出双手 在英念的脸上轻轻拍着 哈哈哈哈 修炼是当然有的 在迷糊上 冒着水汽的那个就是了 英念都快被胖姑娘拍晕了 连忙陶冶势地抬脚往前面走 迷糊 是什么虎 她皱起眉 刚走出两步 就看见了一个巨大的湖泊 而湖泊上 有一座悬浮在水上的巨大房子 用一个个小隔间隔开 小窗户往外冒着腾腾水气 一边水雾缭绕仿佛人间仙境 英念感觉应该就是那里了 她急不可待地抬脚往里面走去 而刚才那啃着糖串的胖姑娘 正要对糖葫芦下口 突然像想起了什么 皱着眉头想了想说 啊 忘记说了 修炼室对面还有个男澡堂 算了 学妹应该能分辨出来吧 她正担心着 这时耳边就传来小辫子的声音 有没有 小辫子一边说一边气势汹汹地拎着名册杀了管 她眼角眉梢都在抽搐 她一把抓住胖姑娘的胳膊 目发冲关道 有没有看见一个长得一般 精神体还很虚地新来的预备生 是个女的 胖姑娘顿时想到了英念 不过不难看 看久了还挺可爱的 她一脸迷茫得到 好像是去迷糊了 小辫子闻言像一阵风一样 朝着迷糊的方向飞奔而去 胖姑娘皱着眉头 小辫子你给我等着 我要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做尊师重要 而此刻的英念来到了修炼室门口 她听见了房间里面传来阵阵男人的笑声 她不仅感觉有些奇怪 不由地皱了皱眉 第一学院的修炼室 氛围竟然如此松子 还没圣山宗内门弟子来得好 英念想去里面看看 于是伸手推开了那个房间 结果打开门 英念不仅惊呆了 一团团水器向英念扑面而来 热腾腾地灼烧着她的面 里面是哗啦啦的水声 无数没穿衣服的男人正泡在水里 这一推门只把他们吓了一条 谁啊谁啊 他们被水泥了眼睛 一下子还看不清楚门口站着的是谁 只看见了在水雾中发着碧绿光芒的腰排上 我二狗三字格外清晰 我二狗 他们压根没想到这名字会是女人的 一个男人以为是又有人来泡澡 有些不耐烦地大声地说道 要洗就赶紧进来一起洗 外面的冷风都钻进来 英念这才意识到自己是进了南澡堂了 感冒捂起了眼睛 声音里带着几分羞涩 还是不了 我近来喜不太合适 抱歉 我走错门了 男学长们一听是女人的声音 顿时脸色大变 发出阵阵惊叫声 而这时正往这边冲的小辫子吓了一跳 第一学院的南澡堂里 为何传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英念被他们的奸生大叫刺的耳朵生疼 小辫子神情扭曲地朝着他冲了滚 英念正打算开口解释一下 谁知道在里面洗澡的学长们因为情绪太过激动 身上灵力浮动 一个挥手带出了水珠 饱含着对英念来说非常恐怖的灵力 那水珠直接对着英念就飙升了过来 英念勇闯南澡堂 却被一颗小小的灵力珠给弄得灰飞烟灭 当当英念觉得这学校是修炼的好地方 想找修炼是去修炼 结果却误打误撞闯进了南澡堂 发现一群男人正在沐浴 念念羞涩地从南澡堂里跑了出来 正好撞上了神情扭曲的小辫子 英念正想解释点什么 澡堂里的学长们这回都惊慌地乱作一团 但是情绪太过激动 身上灵力浮动 一个挥手带出了水珠 饱含着对英念来说非常恐怖的灵力 那水珠直接对着英念就飞了过来 小辫子顿感不妙面色一遍 对着英念大声喝赤道 躲开 英念试图躲开 可已经来不及了 他想着还是算了 也就一颗别人沐浴过的水珠而已 可是那水珠击中英念的那一刻 它裂开了 是真的整个精神体裂开了 脑海里响起了声音 预备身亡二狗 精神体溃散 今日份进入灵虚境的机会已用完 通到明日方可再次开启 英念感觉还是很庆幸 就一颗水珠 幸好没有用自己的本名 真是丢人丢大了 他心底腾地灼烧起了战意 眸光发亮的最后看了那些学长们一眼 终有一天 他会变成这里最强大的人 而不是被他们随手甩出来的一颗水珠 就能赶回家的弱者 他的精神灵体猛地炸开 只留下了仿佛被人剥夺了真洁的学长 和一脸菜色的小辫子老师 小辫子老师咬着牙说 我还没训话呢 很好 非常好 王二 他又卡住了 救命啊 他真的喊不出那个吐气至极的名字 而第一学院的一间密闭修炼室中 身着水蓝色长裙 盘腿坐着一个闭目养神的女人 而正在这时另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兴奋地说道 星云首席 她已经来了 阮星云正是给英念种莲花的女人 她猛地抬起头来 清冷的眼眸里一片星星 她等的人终于来了 是吗 预备声中出现了金莲印记 是不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阮星云都能想象到那混乱的场面 因为自从她当上首席之后 就开始挑选自己的继任者 她可是整整五年 没有发过金莲印记了 学生们都对她这个印记是望眼欲穿 而每个学生身上的印记都是不同的 一等天赋是浅金色太阳印 二等天赋是银色月印 三等天赋是白色星星印记 和首席预备的金莲印只有一个 而这时阮清云旁边的女人笑了起来 是 是挺动荡的 她是来了 自称王家二狗子 阮清云惊讶地转过头 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上浮现出了几分疑惑神情 那个女人继续向首席报告着 她一来 就直接撬了预备声的驯化过程 没有展示自己的印记 大摇大摆溜进了灵须镜 然后涌闯南早堂 阮清云都快惊掉了下巴 她无法想象当时是多么的混乱 第一学院 这一天确实被英念弄得鸡飞躲跳 男学长们还惦记着她呢 那个叫王二狗的女人 什么时候再来 英念凭着一己之力 在第一天就让全校师生记住了她的名字 后窥狂魔 王二狗 有人觉得此等新人真乃其人 一定要看看到敌长什么样子 也有的咬牙切齿 准备等英念再过来了一起算长 比如被完全无视的小辫老师 于是 阮清云就看见 这个平常都只顾着疯狂修炼的第一学院的所有天才们 竟然都有了一个共同的想法 想见英念 被这么多人心心念念想着的英念 此刻正一脸阴郁 看起来有些不开心 辣辣好奇地问道 主人 你去哪了 好玩吗 英念和元杰的印记都能连通到另一个时空 他们的魂魄要在那里读书上学 英念被水珠给炸毁了现实 原心碎一看英念不高兴的样子 不仅猜测道 你在那个空间被人欺负了 英念觉得自己有点丢人 并没有说出实情 只是说就是产生了一点点小误会而已 他深吸了一口气 不仅感叹道 我还是太弱了 应该更努力地修炼才行 然后他闭上眼下意识的沉沉内饰 忽然英念惊恶地瞪大了双眼 不可置信地叫道 嗯 我突破了 就这么短的时间 在那边待了一会儿我就突破了 原心碎一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看来那个空间是一个灵力很充沛的地方 你本来就在一心地临近巅峰 被外物刺激一下 突破也是很正常的事 就算你没有进那个空间 最多一个月你也能自然突破 原心碎边说边将书和上 他没告诉英念的事 在英念的精神体去那个空间的时候 他怕念念会出什么事 于是也试图将自己的精神力侵入进去 不过没有成功 那边排斥太过强大的精神力 英念想起那地方就意犹未尽 眼眸发亮 能提早一个月都是好的 那地方 很不错呀 英念转念好像又想起了什么 走 我们出去看看 我得去惠惠夜读星的那些人了 英念刚走出去 就碰上了匆匆往他这边赶过来的原杰 原杰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激动地说 英念 我那朵梅花竟然连通着一个时空 英念自己必定也经历了一回 他以见怪不怪 是无上神域 英念想了想 原杰的印记是梅花 而她的是莲花 他们应该不是同一个学院 英念于是问道 你是什么学院 原杰听了一脸诧异 没想到英念竟然还知道学院 那他应该也去了那个时空 我的叫做逆风学院 但他感觉他的学院没有第一学院霸气 原杰面色顿时古怪了起来 原因没别的 因为他一进去 手腕上的金色梅花印记就掀起了轩然大波 说是首席预备什么的 一个老师抓着他满脸严肃地告诉他 既然是落学选择的人 就一定要争气啊 我们这次一定要打败第一学院 成为无上神域最优秀的学院 原杰冷了冷神 看了看英念手上的金莲 猜到英念肯定是第一学院的 于是问道 第一学院那边的人看见你应该很吃惊吧 原杰想象着那些人看到英念作为预备首席吃惊的画面 而英念无所谓的白白手 何止是吃惊 不过应该很快就会忘记我的 我又不会三番两次地往南澡堂冲 一旁的原杰听得一头雾水 而这时恰好师大走了过来 念念 你想去我们夜读星参观一下吗 英念奇怪地抬起头 看着师大 总感觉这兽人对他太过热情 我为什么要去你们夜读星 更何况我还不知道你们打了什么主意 师大想着小主人这个预寿师应该没有进行过二次觉醒的仪式 便迫不及待地解释道 其实是关于二次觉醒的事 比起普通预寿师的一次觉醒 二次觉醒的让契合制翻倍 是真的脱胎晃的 只是二次觉醒必须在一次觉醒后的一年内举行 不然就举行不了 师大生怕英念会拒绝 脑子里不断搜寻着能说服小主妇的语言 别的预寿师肯定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但我们夜读星的寿人都很喜欢你 欢迎你来我们夜读星举行二次觉醒的洗礼 英念总感觉很奇怪 这些人真是热情的有些古怪 他得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师大 没有人会对别人无缘无故的示好 虽然我的契合制很不错 但我没有自大到觉得以我现在的实力 能连你这样的强大兽人都会为我折服 下一句话只把师大问得都快惊掉了下巴 而且 我早就想问你了 既然你是兽人 那么你是否有签订契约的预寿师呢 我能见见他吗 第一学院通知英念该去上课了 但英念却想逃课 俨然成了一个调皮捣蛋的坏学生 师大热情地邀请英念去参加预寿师二次觉醒的洗礼 英念怀疑师大动机不纯 英念手腕转动 骨头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语气满是坚定和威胁 若是你不说实话 那我以后都不会再见你 师大一听脸色巨变 脑袋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冷汗 师大内心十分矛盾 挣扎了一会 还是咬咬牙说出了实情 委屈巴巴的小声说道 爷 我告诉你 念姑娘 其实你是我们的小主人 他第一次当着英念的面喊出这个称 顿时心口一松 一直压抑的情绪瞬间得到释放 激动地向英念冲了过去 小主人 你知道我们有多想这么喊你吗 英念有想过千百种回答 甚至想过这些小块头 是不是知道了他的凤云 基于他的凤云 可没想到得到的是 小主人三个字的回答 英念不可置信地连连后退 而这时原心碎却一个闪身 就来到了念念身边 他直接一个抬手 就把师大先飞了出去 英念觉得这些兽人 可能脑子有问题 乱认主人 他可不稀罕当什么小主子 于是连连否认道 我不是你们的小主人 而此时的师大被原心碎先飞后 正瘫坐在地上 脸上满是无奈的神情 英念压下眼底的诧异 停静地说 我的血脉来自五周万寿国皇室 我的天生凤云 只有皇室的血脉才能拥有 这是铁证 所以 我根本不是你们说的什么小主人 英念面无表情 我和你们的主人 也没有任何关系 师大却坚定地认为英念是小主子 看着小主子不愿认他们 猛地摇了摇头 不可能 然后师大似乎想起了什么 不仅猛地瞪大双眸 两眼放光地探向英念 猎天的召唤者 这也是血脉的证明 还有你的容貌和我主人 就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他们各吃几件 不仅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时 英念的脑袋里 响起了第一学院的那边的声音 第一学院预备生管理老师 已经为你开启 一日可敬二次的通道 管理老师邀请你 再次进入第一学院 是否要进入 英念这会儿正烦着呢 想都没想抬手就说 不敬 爱谁谁 烦着呢 规则不是一天敬一次吗 毛病兮兮 而在无上神域 一批人正等着看那位 满身霸气闯祸的学妹 而这时小辫子老师 手上连接空间的法器里 传出了让人炸舌的声音 对方拒绝了你的邀约 并对你发出了 发自内心的嘲讽 从来还没有一个学生 敢这么大胆地拒绝老师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第一学院顿时陷入了 一片死忌之中 小辫老师脸上的神情 立刻就猙獰起来 好 好样的 他气得头上的辫子 都要炸起来 在不远处看着的 阮青云见状眉头皱了起来 他身后是怒气冲冲的学长们 还有等着看好戏的一帮学姐们 一个穿红衣的学姐 想到这些男生们 被人偷看了就忍不住想笑 带着几分调谈语气说道 听说是个妹妹啊 那你们赚了呀 那些男生们怒目而逝 他们一定要一个说法 阮青云无奈地扶着额头 他也没想到 他新招的学生这么能闹头 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 阮青云严肃地 对所有学生保证道 没关系 等他多在我们学院待几次 就会明白我们第一学院的规矩是什么 像今天这样的闹剧 绝对不会发生第二次 被无数人惦记着的阴念 这会儿正和师大对持着 我肯定不是 阴念终于知道 叶独星为什么要向他大献殷勤了 原来他被认定是兽人族的小主子 但阴念觉得证据不足 不会轻易地接受 于是和师大陷入了僵局 阴念连连否认我肯定不是 师大坚定地摇头 你肯定是 他们身后的那些兽人们一致认定了阴念就是小主子 你就是我们的小主人 你就该和我们回叶独星 大家气嘴巴舌的 叶独星是你的 你有继承的权力 主人不在 我们现在没有主人了 大家越说越激动 恨不得现在就压着阴念去叶独星看看 顺便进行一个二次觉醒 坐在阴念身边的原星最猛的抬起眼 用冰冷的语气和强大的威压强行 让他们都闭上了嘴巴 一时之间气氛冷到了冰点 阴满气愤的声音在阴念的脑袋里炸响 什么阿猫阿狗都要盼亲戚 念念不许去 你是我们家的仔 你长到这么大都没管过你一下 让你在那鬼地方吃了这么多苦的男人 不要也罢 阴满是真的气 他的声音沉沉 像是在骂阴念的父亲 正在这时试大象是想起了什么 嘴里直犯嘀咕 得快点回去才行 星火花再过不久就要凋谢了 没有了星火花 怎么能进行二次觉醒呢 阴满一听到这话 不仅像打了鸡血一样 兴奋不已 马上改口道 去去去 念念你一定要去夜独星 哈哈哈哈这么好的地方 当然你是唯一的王啊 阴念听得一头雾水 这爷爷怎么一下就变凉了 不等阴念问出心中的疑惑 阴满就给阴念讲解道 星火花是解开封印的第二种宝物 和洛诸果一样难得 之前夜独星一直不曾入室 受人族又强大无人敢犯 所以大家自然就不知道星火花在夜独星 阴念一听星火花他一直想得到的东西 不仅两眼放光 他不敢想象自己竟然这么快就有第二种宝物的消息了 他脸上马上就堆积了笑容 闭脸热情地看向了师大 将师大看得热泪盈眶 我愿意去夜独星 只是还不等师大高兴 阴念试探地问道 但是我能摘一朵你们夜独星的星火花吗 我可以拿别的宝贝花 法器 灵术 要什么我都有 师大一听小主子要去夜独星不仅高兴地手舞足蹈 小主子要什么都会如数奉上 何况是小小的星火花 他双手一摊 星火花 当然可以 有什么不可以的 阴念没想到这家伙就这么爽快地答应了 连他都有点不好意思 他冷静地说道 不是的 我是万寿国皇室的 你们主人难不成是万寿国的王吗 闭关闭地仿佛死了的那个 他们核对了一下时间 师大说 不是的 我们主人虽然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他具体的身份 但是从那位万寿国的王出现的时间上来看是对不起来的 年纪也对不上 师大有些沮丧 但很快就振作了起来 只要去夜独星二次觉醒就知道 如果你是我们主人的血脉 我们会有证明的方法 阴念也同意地点点头 去了之后不仅能拿到新火花 还能证明他的身份 让这群心地纯善的受人死心 也挺好的 原心碎看着阴念 不放心地说道 我陪你一起去 反正这边离世界窗再次开启还有时间 阴念点了点头 此时阴念心里想着一件事 也是他一直想为阴心碎做的 他在不久要帮阴心碎把白头衫的封印拔开 阴心碎笑着伸出手指缠住了他的长发 寒若无人地把玩起来 旁边的原杰走了过来 念念 我就不和你去夜独星了 我想看看有没有办法能提前出去 我想回一趟宗门 原杰这次得罪了伏神塔 还是怕会连累宗门 所以准备回去退出宗门 阴念开口想要安慰两句 要退出宗门的原杰本就有些失落 但又想想起了什么 看向阴念眼里闪着一样的光芒 我以后就跟着你混了 行不 阴念一愣 随后笑着说出心里的疑惑 有什么不行的 不过世界窗不打开你怎么回去 旁边大长老站了出来 念姑娘 这件事情交给我吧 我们联手弄一个阵法 多的不敢说 强行打开 送一个人出去还是没问题的 原杰眼眸一亮 真的吗 那多谢了 看得出来原杰很怕圣山宗受到他的牵连 只想趁着现在伏神塔那边的人压根不知道消息 他自己提前退出圣山宗算了 原杰被圣仙仙偷袭 必把长剑直刺入他的胸口 就在刚刚原杰怕伏神塔报复圣山宗 要回圣山宗退出宗门 大长老表示可以送他出小世界 随后大长老大手一挥 很快一个巨大的光阵就出现在阴念的眼前 原杰立马站在光阵上 瞬移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一旁的阴念饶有兴趣地看着这阵法 他现在还不会这个 看到这个又激起了他的学习欲望 他求知若渴地转头看向原心碎 空间阵法 我什么时候可以学啊 原心碎露出那米死人的笑容 他对念念是没有抵抗力的 表示只要念念想学随时可以 而一旁的尸大已经迫不及待的兽化 变成了一头巨大无比的尸子 他眼里满是小主人 小主人 去夜独星选 我现在就托你去夜独星 这夜独星对念念可是真的好 先是可以去拿星火花 觉醒二次血脉 这回又可以去学正法 看来这夜独星是非去不可 念念想都没想 便爽快地答应了 过了没多久 原杰就直接来到了圣山宗的大门口 看着熟悉的大门 原杰心底有兴奋 也有惆怅 必定离开宗门很久 还是特别想念宗门里的师弟师妹们 他感觉上次站在这里 好像是很久以前了 他大不留心地朝里面走去 他一边还想着 不知道师弟师妹们 练功偷懒妹 走到内门门口时却愣住 下一刻 他双腿一轮 浑身冰凉 紧闭的内门门缝里 腥臭的血浆 壁层层地从宗门内流淌出来 原杰顿感不妙 不仅浑身发抖 这头他推了千百次的门 这一次他甚至不敢推开 血浆爬满了他的鞋子 将他的鞋子染成了红色 他双手颤抖着 艰难地推开的那道门 枝哑的一声脆响 那道门被打开了 原杰看到里面的场景 差点晕死过去 圣仙仙整个人倒在血泊中 他另一只手朝着门的方向 显然是想要开门 圣仙仙还留有一口气 他艰难地支起眼皮 声音虚弱地说道 原 原杰师姐 有 有内贼 他一只手紧紧抓住了原杰 眼中有灼灼烧起的仇恨光芒 天一周的对外防御 被破开了 原杰脸色大变 那你知道老宗主在哪 圣仙仙死死地抓着原杰的胳膊 他喉咙里发出了赫赫的声音 原杰师姐 然而他的视线越过原杰背后 像是看见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 原杰下意识地飞快地扭头 可下一刻 原杰只觉胸口一阵剧痛传爱 一把长剑刺穿了他的胸口 原杰吃惊地看着手握长剑的圣仙仙 圣仙仙脸上的虚弱已经都没有了 邪魅得的一笑 那一笑令人毛骨悚然 让所有人都尊敬了原杰师姐 死在我手上的滋味怎么样啊 原杰正正地看着他 双眼星红 他已经确定了一件事 问道 是你 背叛了圣山宗 圣仙仙毫不犹豫地一把抽出自己的长剑 他拿着那沾满鲜血的长剑 古怪地舔了舔上面的戏 脸上露出了陶醉的神情 是圣山宗先不要我和我父亲 我们不过是礼尚网了 我父亲是要做天一周的主宰者的 你就化成我的养分吗 大天才 圣仙仙的眼中那一份恶毒 原杰曾经在无数修邪师眼中看见过 圣仙仙已经变了 完完全全成了一名修邪师了 圣仙仙正准备要取出原杰的精血为自己所用时 可就在这一刻 一颗圆溜溜的蜗牛可从原杰怀中掉了出来 适应用尾巴将念念卷到了夜独星 夜独星却像的仙境一般把念念给迷住了 原杰回到圣山宗 整个圣山宗却是血流成河 而独有圣仙仙一人狗活 出乎意料的是圣仙仙成了修邪师 在原杰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用剑趁机刺穿了原杰的身体 然后举起剑就要取原杰的精血 眼看原杰小命不保 可就在那一刻 一颗圆溜溜的蜗牛壳从原杰怀中掉了出来 蜗牛的壳迅速地膨大 一会就成了一个巨兽 圣仙仙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他惊叫了一声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 只听嗖的一声 一窜粘稠的液体向圣仙仙喷射而来 圣仙仙来不及躲闪 那液体直射入他的双眼 他顿觉得双眼难受不已 视线也变得模糊 而这时的蜗牛已经化身成人形 乌二叔趁机立刻背起重伤的原杰往外面跑 他苦着一张脸 感觉自己太倒霉了 本来是怕我那大侄子挽留我 悄悄跟着原杰出来的 娘的 谁能想到刚出虎穴 又入狼窝呀 乌二叔走了一段路 将奄奄一息的圆杰放在一棵大树下 乌二叔拍着圆杰的脸 见圆杰没有任何动静 吓得他的眼泪都出来了 你不能死啊 你死了我咋和我大侄子的主人交代啊 我不会被切成一块块的肉片吧 乌二叔痛哭出声 而就在这时 一阵轰隆隆的声音传来 不仅把乌二叔吓了一条 只见不远处的地面轰然塌陷了一大方 滋滋滋 一颗颗小脑袋从族里冒了出来 这群留在天异周的地数 立刻冲着乌二叔热情的招手 快来啊 念念财神的朋友 就是我们的朋友 乌二叔像看到了救星一样 不容多想 乌二叔就毫不犹豫地抱起圆杰 他没有任何战斗力 等圣仙先反应过来 他们肯定活不了 还是先躲一躲吧 乌二叔立刻带着圆杰跳进了的鼠坑中 而另一边 并念一行人终于来到了夜独星的世界窗中 一旁的尸大激动地抖动着翅膀 小主人 等你二次觉醒成功 我们就跟着你一起去五周 我倒是要看看那个自称是你父亲的男人 是个什么鬼东西 必死关我也要把他给拉出来 而正在这时世界窗撕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 还没等英念反应过来 世音直接用尾巴卷着英念说 走 我带你进去 辣辣和百变两小崽子不仅促进大发 小三兽 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英念眼前一花 周围的空间都扭曲了起来 圆心碎紧随其后 念念脑袋一阵眩晕 不一会 就听到圆心碎说 念念 我们到了 这时念念的眼前不仅炸开一道白光 念念下意识地睁开了眼睛 她听见了一声闷哼 转头看见了世音的尾巴被人声声掰开 圆心碎一只手扶着念念肩膀 还冲她笑了笑 念念定睛看向前方 花香和笑声还有欢呼声冲击着她的听觉和视觉 眼前盛开着无数的鲜花 红的紫的白的 焦香缠绕 英念看得目瞪口呆 这些花竟然都有脸蓝大小 念念不仅惊叹不已 这还是花吗 她看见了脚旁有一颗紫色的大喇叭花 吃大家的小崽子回家之后非常兴奋 冲过去就要扒拉那大喇叭花 谁料喇叭花呜一口就将这小崽子半个脑袋给吞进去 伸出两根藤条啪啪啪地轻轻抽打着小崽子的肉屁 小崽子哀嚎了一声 四爪抓地地跑出来 委屈地缩回了英念身后 英念吃了一斤 是妖草兽 而这时正在花下嬉戏的兽人们 琦琦地向英念围了过来 朝着英念仔细地打量起来 这是小主人吗 英念终于来到了夜独星 身上的凤园静越长越大 三只契约瘦兽都显出了远古血脉 听说小主人来了 兽人们迫不及待地围了过来 这些兽人实力有高有低 智力也层次不齐 他们紧盯着英念的脸十分肯定 英念就是他们的小主人 其中一个站在最前面的猪鼻子老人 惊讶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抖着声音问 主 主人呢 你咋穿裙子了呢 英念感觉这人肯定认错人了 不仅皱了皱眉 一旁的尸大不仅哈哈大笑起来 自从英念进了夜独星的地盘之后 他就没停止过脸上的笑容 连心碎转头狠狠地瞪了尸大一眼 尸大连忙走向前来 朝着那猪鼻子老人大声解释道 老猪啊 这可是咱们的小主人 我上次出发之前才和你说过 咱们主人有后 有后懂不懂 有些耳聋的老猪瞪大了双眼 啥 你说啥 你要赖账 他伸出了自己的大蹄子 毫不心软的挥手就是一拳 尸大眼里满是惊恐 连忙摆摆手 哇呀 等一下了 而下一刻 实力强横的尸大竟然如一片风中的败流 直接飞了出去 在空中还翻了两圈 英念和元欣碎惊骇地看着这一幕 英念心里不仅惊叹道 这一拳的威力可真大 静一下把尸大打飞出去了 地旁的老猪还有些愤愤不平的道 你小子还欠我三万零金呢 别以为我年纪大了就记不住事情 拉拉 窝窝和百变同时挡在了英念面前 主人小心些 尸大被打飞 连带着几个小家伙也跟着紧张了起来 老猪盯着几个小家伙 轻轻地移了一声 他在三个小家伙身上目光转了一圈 最后落在了眼神凶狠的拉拉身上 老人不耐烦地说了一句 你这小家伙 拉拉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刺激 小神兽巅峰气息顿时呼之而出 浑身的毛都要炸开了 一双眸子顿时变成了血红色 而就在这时 凌云竟然也变得更加强大 拉拉和百变自从突破了后 人形便是七八岁的模样 如今凤云加持 拉拉身上的血脉之力 竟然在体内开始沸腾了起来 今天被老猪这么一次击 轰的一声 拉拉竟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血缝 迎着阳光腾空而起 这一幕只把在场的小兽人们给惊呆了 眼里满是畏惧惊恐的神情 一旁的猪鼻子老人 也被这圆补血脉震惊的浑身发颤 而同一时间 阴念只觉得身上仿佛多了奇妙的感觉 他的凤云缓缓胀大 他对自己契约的灵兽感应顿势更强烈了 原心碎剑撞弯了弯唇脚 提醒道 念念 行了 别吓唬他们了 下一刻阴念却满头大汗的说 我不是故意 我收不起来 他身上的灵力不受控制的往凤云的方向跑 盘旋在阴念头顶的凤凰虚影不仅没有消失 反倒是越发的凝食 百变和窝窝突然惊附了一声 主人 只听得轰轰两声 旁边的窝窝竟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蜗牛 百变也兽化成一只巨大的猎空虫 虚影比之前百变显出原形的时候还要凶悍上百倍 这也是晋级之后才有的样子 老猪滚着的眼睛瞪得老大 不仅惊呼出声 猎空血脉 远古血缝 而这时天空中有一个巨大的气团 待看清里面竟是一只平平无奇的大蜗牛 只是这气团 精神力变异这样的声势 这样的阵仗让老猪耸了耸鼻子 神情突然变得激动起来 那蜗牛竟还是精神力变异 地面开始颤抖 一朵朵星红花朵从地底深处钻了出来 猎念已经满头大汗 可他控制不住他自己 凤猿陷入了一种兴奋到癫狂的状态 这里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 猎念痛苦地捂住了自己的额头 他的凤猿像是想从身体里裂开钻出来来一样 一片混沌中 他听见了老猪兴奋的声音 星火花开 裂空血脉 是 是他回来了 猎念就是夜独星的小主子 他的凤猿被这里吸引着抖动异常 自猎念来到夜独星 星火花也不用一世自愿为猎念绽放 为猎念举行二次觉醒 猎念痛苦地捂住了自己的胸口 他的凤猿像是想从身体里裂开钻出来一样 一片迷茫中 他听见了老猪兴奋的声音 星火花开 裂空血脉 是 是他回来了 老猪的声音刚落下 一道笑得肆无忌惮的笑声传了过来 哈哈老猪 你可真是老糊涂 猪鼻子老猪寻声望去 身后一个穿着寻色长袍 身形魁梧的男人走了过来 他声音里带着嘲讽 这小姑娘如何能是我们主人 就算是反老还童也不可能变成了娇滴滴的小姐 猎念看着开在他脚下的花嘴 上面充沛的灵力让猎念忍不住伸出手 去俯弄那些花嘴 这是星火花 是解开魔剑封印的第二件宝物 猎念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折下一朵 可下一刻 无数的星火花反倒是朝着他的方向靠拢了过来 猎念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心里不仅有些慌乱 星火花上的力量源源不断地钻到他的身体里 然后被凤云贪婪地吞噬掉 他浑身的骨头又痛又痒 比之前落下魔剑的时候 猎盘重生时还要难受 猎念难受的浑身冷汗直冒 但还是咬着牙印撑着 而此时一只手却附上了他的脸颊 眩晕的猎念只觉得这手好温暖 而这十元心碎温柔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别怕 猎念 你要二次觉醒了 我在旁边帮你看着 别害怕 从那小小的万寿国开始 猎心碎一路支持着他走过来 有猎心碎在身旁 猎念此时心中安定了不少 不再抗拒那奇怪又陌生的能量 他盘腿坐了下来 闭目养神开始运转身体灵力 星火花竟然开始围绕着他层层绽放 猎心碎就站在猎念身边守护着他 那悬翼男人本来是一脸笑容地看着猎念 汲取花朵力量的 却被一脸惊恐地失大打断了 天玄 小主人这是怎么了 天玄已经确定念念就是小主 不仅高兴地大笑出声 你看不出来吗 星火花脆骨 这是二次觉醒啊 失大瞪大了双眼 惊诧不已 可我们还没给小主人举行一事 天玄朗声大笑 骂道 糊涂 他骂人都压不住自己内心的愉悦 他继续说道 你忘记这星火花是何无所化 失大一愣 随即内心一阵狂喜 他已猜出了几分 你是说 天玄眼中流出激动的神情 没错 我现在很肯定 主人没死 星火花只有我们夜独心才有 因为星火花是用主人庞大的精神力 和寿元力融合浇灌而成 更是融了主人一丝血脉之力 在他踏进这里的第一时间 星火花不用仪式便自愿绽放 惑不及待地为他进行二次觉醒 随后天玄看向了失大 吩咐道 把魂玉取出来 失大立刻从怀里去掏奈玉 果不其然 魂玉正在散发着淡淡的温热 天玄看着这块突然变得滚烫的玉 无奈地表示 你我都没有资格为他进行觉醒一事 只有他自己的身负才有资格 他们看向了被一颗巨大光解包裹住的阴面 只是明明魂欲滚烫 可主人此刻又在哪里呢 而此刻 因为二次觉醒的痛苦陷入一片昏沉的阴面 模模糊糊的像是跌入了一个虚幻的空间 抬眼就是一片黑曲曲 他耳旁响起一道轻笑声 醒了 阴面心底一惊 他看见了一个模糊的身影站在他面前 南边胖瘦 你是谁 阴面问得还算客气 可谁知 下一刻 那身影竟然一张嘴就口出狂言 我 我是你爹 念念终于见到了轻爹的魂魄 但他却对这爹恨之入 恨不得一剑杀了他 就在刚刚念念进行二次觉醒之时 跌入到一个虚幻的空间 抬眼就是一片黑曲曲 这时有个身影闪得出来 却自认识念念的轻爹 阴面可没有半分惊喜 只觉得这人说话太狂妄 念念顿时变了脸 警惕地一把抽出了红紫 冷笑一声 呵 狗贼找死 乃至面前的人影低笑了一声 声音里满是欣喜 不愧是我的种 这打人的姿势我也喜欢 音念生气的脸都变了形 拳头捏得阿吱嘎吱作响 下一刻 念念将眷室和画师同事发挥出来 对着面前的人影直接刺了过去 可没想到 攻击落在那人身上时 竟然直接穿透过去 却并没伤这男人半分 念念不仅一棱 诧异地看着这一切 那人却似乎被他的动作 逗得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好好好 打得极好 一边说着一边还给念念指导起来 只是刚才的出招不够灵力 该让我亲自教导你才是 音念见这人满口风化 又打不到实体 索性压下满腔的怒火 渐渐冷静了下来 他看向四周 发现这地方竟然是一个巨大的山洞 山洞内飞去去的 可山洞墙壁上结满了无数的晶石 看见这些晶石 音念眼神一亮 竟然全都是灵晶 大片大片 平常拇指大小的一颗灵晶 都能让普通人家省吃俭用的过一个月了 音念越看越心惊 他看着地面 连片生长的都是各种各样的价值连成的灵药 这里可真是个宝藏之地啊 男人见音念对这栋里的东西很感兴趣 避止不住内心的激动 你喜欢 等跌跌解了困从这里出去 这栋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 音念警惕的环顾四周 那身影又开口 声音带着笑说 你二次觉醒的星火花融了我的血脉之力 不用觉醒意识就能让星火花绽放 你就是我的孩子没有错 是他用尽了手段 借着那一块魂玉 将音念的一缕精神力拉到了如今他所在的地方 这也是困住他的牢笼 音念像得随时准备战斗的战士一样 握紧了拳头 眼里凶光毕露 你是万寿国的王 那人听见这话反倒是流露出几分不满 那废物也敢和我比肩 他正要再说两句 音念眸光冰冷地落在了他身上 眼中没有半点湿惊 更没有半分激动 他声音冰冷 就算你不是 那又如何 像是冰天雪地被冻住的弧面 我当然知道我有父亲 难不成我是石头缝里崩出来的不成 但我不在乎他是谁 我从生下来就没见过他 念念声音冰冷地像是在诉说别人的故事 我从前没有父亲 以后也不需要父亲 你要不是我父亲那上前还好一些 如果你是真的 刷了一下 音念手中灵力凝聚 刻骨的恨意涌上心头 随之脸色大变 声音冰冷 那我倒宁愿你死了 音念握紧了拳头 他恨那些伤害过他的人 更恨这个眼前抛弃了他和他母亲的人 夜独心的主人 多了不起啊 音念倒吸了一口气 轻笑着反问道 可真是奇怪了 你这么了不起的人 怎么会护不住自己的孩子和妻子呢 既然你认为万寿国的王室废物 那你怎么又让这么一个废物的妻子杀了你的妻子呢 音念的声音一声比一声很厉 还是说你觉得我的生母 他配不上做你的妻子呢 说到这一句 音念还是没忍住 声音颤抖了起来 男人听了这话沉默了许久 声音里充满了愧疚 道歉 我一开始并不知道你的存在 至于你的生母 男人似乎是纠结了一瞬 他看着那双和他堪称是一模一样的眼睛 很肯定地表示 死去的绝对不是你的生母 音念不敢相信地瞪大了双眼 怎么回事 音念的魂魄被拉到了另一个时空 在这里却见到了亲生父亲 念念对这个所谓的父亲只有刻骨的恨意 念念将母亲的死怪到男人头上 哪知男人却说出惊天动地的话 死去的一定不是你的生母 音念听了不仅大惊 什么意思 男人缓缓走了过来 伸出手爱连地摸了摸念念的脑袋 声音里充满了愧疚 你的身世比你想象之中的要复杂得多 但我确实愧对你 你的那位名义上的生女 为了你保护你而死 这笔仇你爹我来保 不用你一个小丫头费心 音念一脸嫌恶 他才不愿意这人碰她 因此想努力挣脱开她的手 但却怎么都摆脱不掉 音念气得痒牙切齿 凭什么他就能碰到她 而他却打不到她吗 男人却并未生气 还被音念傻傻的样子给逗笑了 我从来没说过我对你的亏欠不素责 你放心 等我从这个鬼地方出去之后 报完仇 他笑声里带着洒脱和十足的宠溺 到时候我的小祖宗 要我的命都行 他抬手 在音念开口要问自己绅士的具体情况时 一巴掌打在了音念的脑袋上 嗡的一声 音念看见自己的精神体开始溃散 只见男人背过身去 挥了挥手宠溺地说道 你在这里待得够久 我的小祖宗 出去玩吧 男人朗声笑着 那声音只把音念的耳窝震的脑袋嗡嗡作响 音念发觉自己的精神体要彻底溃散了 脑子里一片混乱 随之一阵眩晕 刷了一下 精神体就回到了念念的深距离 念念只觉得浑身舒坦至极 就像是泡在了温泉之中 来自血脉上的安抚让音念不自觉地就闭上了眼睛 陷入了不可控的生眠之中 而此刻 在老朱他们眼中 音念的实力正在一点点攀升 他背后的凤圆也在慢慢地凝食 老朱不仅惊叹道快觉醒了 师大愣愣地看着小主人 吃惊不已 小主人的二次觉醒为什么一点都不痛 不是越到后期越痛苦吗 天玄怜悯地看了师大一眼 主人自己轻圆的洗礼觉醒能一样吗 他们确定主人没死之后 心情大好 一个个脸上都露出笑容 而远在一处极寒之地的黑暗洞穴中 一个中年男人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看起来骄傲极了 我的小祖宗可长得真是漂亮 然后他直接起身向着洞穴深处走去 洞穴深处有一片巨大的冰冻湖泊 男人大笑几声 对着湖泊猛开去 你也出 出来 我今儿个见了我家小祖宗心情好 便勉强与你在大战三百回合 只听得哗啦一声 沉寂的湖泊底下 忽然水花似箭 一条金色巨龙从湖泊之中钻了出来 浑厚如雷的声音冲着那男人大喊 苏将 而另一边的圆心碎看着重新闭上眼睛的阴念 只是看见阴念的精神力竟然晃动了一下的时候 他眸中闪过一抹阴雨 有人拉了阴念的精神力 他视线转了一圈 最后落在了那发烫的玉佩上 袁心碎冲着师大伸出了手 玉佩给我 师大愣住 做什么 袁心碎面色不变 冷声说道 和某个人打个招呼 就在师大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袁心碎的一缕精神力已经以一种蛮横的姿态 直接顺着灵魂印记冲击了出去 洞穴中 正将湖水搅着天翻地覆的男人 敏锐地挑了草莓 呦 武周竟然还有精神力这么强的人 他低笑了一声 底下那巨兽也感受到了 他眸中光芒涌动 他心里正盘算着 搞不好能联合这个人一起制衡这男人呢 他兴奋的尾巴都在湖泊里摆来摆去 对着袁心碎发出了邀请 苏将 受死吧 来者何人 助我碾压苏将 我必有重心 袁心碎的魂魄强止性地钻进了师大的那块玉林 他要去会会另一时空的老丈人 而在另一个空间 湖泊中的巨龙正在和男人对视着 袁心碎不请自来 男人立马察觉到有外人闯进不仅十分诧异 那巨龙看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发出耀眼的光芒 还希望和来人合作铲除苏将 一片虚黑中 刷了一下 袁心碎立在了湖面之上 袁心碎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闪耀 顿时把这里的漆黑压抑一扫而空 那巨兽的金色瞳孔里清晰地映照出袁心碎那张盛世容颜 巨龙都不仅看得为之一阵 半天回不过神来 袁心碎扫视了一下四周 然后看向对面的苏将 发现苏将的眼睛与他的念念的眼睛互似 他心里已经明白了几分 下一刻他抬起了手 无数的精神力直接凝成十二角法阵 将这巨兽团团围了起来 光束如炮弹轰出 巨兽本就多的伤口 顿时被撕扯的血流如注 巨兽像条泥丘一样的跳动了起来 不仅大骂道 混账混账 你们人足果真没有一个好东西 苏将被那光阵刺眼的光芒刺的眼睛都睁不开 却看见了袁心碎一抬手 又是无数光阵 只是如今这光阵却指向了他 苏将转动手腕 根本就没把眼睛的人放在眼里 轻笑说 就凭你这临时凝出来呢 连本体都不在的精神体 想和我打 袁心碎面色不变 抬手已经溅在弦上 激笑道 你不过也只是一个被困住的小神经巅峰而已 有什么打不得呢 然后他一抬手阵法就轰了出去 整个洞穴都颤抖起来 落下来的石头还砸在倒霉的巨兽的脑袋上 一阵剧痛起来 他不仅痛骂出声 他娘的你们有话不能好好说 非要打打打 伤及无辜 袁心碎瞥了这具兽一眼 仿佛在打量一块死肉 他从来都是先动手 不会讲什么道理 这兽肉就是带不出去 不然念念肯定会喜欢 念念的大波也喜欢 烟尘逐渐散去 苏将脸色十分难看 没受伤也多了几分狼狈 就在他打算和袁心碎认真的过两招的时候 没想到袁心碎却开口问道 是你拉了念念的精神体 袁心碎眸色发了 声音里满是责备 你不知道他在二次觉醒吗 精神力若是受损后果不堪设想 你这是要害他 苏将同样阴沉着脸 没好气地说 看来你是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 我自己的亲女儿 我怎么会害他 如果不是借着新火花的血脉传承护着 他是肯定不敢生扯一念的精神力的 轻不轻的 不是身上沾了点血就算数了 袁心碎目光仿佛镀了一层冰水 让人觉得刺骨的痛 冷声说道 他虚拟使你不在 如今也不想你在 苏将被袁心碎这话彻底给激怒了 他的家务是可不需要一个外人插手 然后他一抬手 四方灵地将袁心碎的精神体完全困住 你只是个精神体 我稍认真些就能将你打得粉碎 你这是在捅我要武扬威 苏将心底冒出咕咚咕咚的酸泡 袁心碎的脸上并没有半分剧怕 我不是在捅你要武扬威 只是告诉你 如果我是你 但凡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会损伤到念念的 我就不会做 苏将脸色十分难看 半天都张不开嘴 这样说来他的确有点考虑不周 心里愧疚不已 袁心碎眼神冰冷地看着他 在心底冷笑了一声 这就想简现成的立刻当他念念的爹了 这个女婿和老丈人初次见面就要兵戎相见 老丈人用四方灵弼将袁心碎困住 袁心碎对这个从未养伯念念的老丈人嗤之以鼻 他对着老丈人生拉念念的精神体还耿耿于怀 这就想立刻当他念念的爹了 从一开始就消失不见的男人 这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袁心碎看着这四方的灵弼 脸上却没有半点畏惧之色 他冷笑了一声 看得出来他并没有把这老丈人的手段放在眼里 那巨兽捂着脑袋黑黑嘲笑着 苏将啊苏将 你若是全胜之石 他这样的你一根手指头就能碾碎 现如今还要被叫做人 羞不羞啊你 苏将眼神淡漠地看了巨兽一眼 这一眼充满了杀鸡 哪知一旁的袁心碎冷笑了一声 呵 我全胜之石 打他这样的 都不需要用手 巨兽不敢相信地瞪了瞪你 呵 好大的口气 苏将看得出来眼前的男人是特别在乎他女儿的 于是拜托道 我马上就能出去了 在我出去之前 帮我照顾好我女儿 袁心碎只觉得这话真好笑 一个从未出现过的爹就会知道关心女儿了 于是袁心碎冷言冷语地说道 邦尼 你暂且还没有这个资格 我自然会护他如我掌上明珠 也会助他成为天上月 袁心碎说完似乎是感应到外面有动静 整座山都在晃动 那张从近来开始就一直冷着的脸上 竟然浮现了几分笑容 念念觉醒完成了 袁心碎只会要赶紧出去见他的念念了 他甚至一句话都没有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刷拉一下就消失在了苏将的面前 比英念还走得潇洒 他走了之后 似乎将洞穴里唯一的亮色也带走了 洞穴重新垫得漆黑冰冷起来 巨兽冷哼了一声 抱着自己的尾巴躲在了角落 声音里满是嘲讽 你可真是好说话 人家都欺负到你头上来了 你如今也就是一个外强中干的货色 这话直接激怒了苏将 下一刻巨兽就被苏将一巴掌拍回了水中 老子高兴 巨兽冷哼了一声 他不就是仗着和念念亲吗 苏将嘴上不屑 心里其实酸死了 他现在心里迫切地想见他的女儿 想把所有的爱都补偿给他 大长虫 过来 弄死你我就能从这里出去 老子今天要和你打上500回合 巨兽的脸顿是黑了 我他娘的是龙 后面的话淹没在了苏将的拳头之中 此刻 叶独心内 莲心碎的精神体瞬间归位 他拖地睁开眼睛 看向了英念那个巨大的茧子 英念被包补在里面 如今这层巨大的茧子正在一层层脱落 天旋看着英念 眼神也跟着激动起来 他分析道 二次觉醒看的便是天赋能力 小主人的天赋只怕是不会逊色于主人 主人当年二次觉醒 便是连升了六星 拉拉听了不仅眼睛一亮 顾可置信地问道 六星 你说的是真的 之前英念才连升五星 大家都觉得十分不得了 没想到英念的老爹这么厉害 天旋心酸地看着正在蜕变的小主人 但是自然 二次觉醒便是彻底的脱胎晃 本该吃大骨头的 不过由我们主人护掌 小主人自然是 话都没说完 面前的茧子彻底的脱落 英念睁开了眼睛 他的凤原竟然从背后飘了出来 兽元离体不对 是传说中的凤原 天旋浑身一僵 这这怎么可能呢 凤原离体明明是天灵境之后才能做到的事情 看 小主人的凤原变成成色了 英念终于破解而出 他的凤原竟然从他身体分离了出来 一旁的天旋不仅大吃一惊 这这怎么可能呢 凤原离体明明是天灵境之后才能做到的事情 窝窝兴奋地指着那离体的凤原等 看 主人的凤原变成成色了 天旋瞪大双眸细细观察着凤原 是成色 但却没有完全变成成色 还差一点 英念的末发随风飞扬 一道花形的小印记贴在了英念的右眼眼尾之下 此时眼下生花 使英念更加美艳至极 英念睁开了双眼 红人竟然如同碎金成帘 这是到了地灵境巅峰 天旋简直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恭喜小主人 从一新地灵境长至地灵境巅峰 英念却并不满意 不够 还不够 他需要刺激 借着这次机会 一举突破到天灵境 整整18年 英念每一次涅槃重生 凤原都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如果这时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就突破得更快 于是英念握紧双手 眼中战意蓬发 来战 以战破镜 英念看向了在场的人 原心碎皱了皱眉 他还是有些顾忌 他和英念实力相差太悬殊 不能陪念念痛快的一战 而在场的兽人们吓得也是猛摇头 怎么能和小主人打 而且凤原一刺激 和英念同等级的灵兽已经全都趴下 怎么打 英念看着在场的人都不愿意和他打 他能理解 并没有很失望 英念上前一把抓住了原心碎的手 晃了晃自己手臂上的莲花印记 那我先去第一学院了 原心碎当然明白英念的意思 学院里 还有许多和他同等级甚至比他强大的人 那里是更好的修炼场 而在第一学院的比试台上 每个台子上都站着人 你一拳我一掌都在互相比试着 战意浓浓 英念上次来第一学院就声名大振 学院这边等了英念好久 都没等到人 渐渐的大家也都忘记了这号女中豪杰 各自去做自己的事情去了 谁料就是这时候 英念悄无声息的来了 英念扫视了一眼 那些和他一样的预备声都有对手了 只有最中间一个台子上 一个男人目中无人的笑着 没人来吗 怎么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他态度十分嚣张 之前也有五六个地临近巅峰 都被他打趴下了 英念拿着红散法器就朝男人这个台子冲了过来 英念的气势横扫全场 少废话 男人一看是个小姑娘 满眼的独屑 你一个小娘们 回去绣绣花就得了 随即他拿出了自己的法器 灵力注入内法器之中 法器发出耀眼的光芒 只听轰的一声 强大的气浪威压顿时在台上炸开 英念深吸一口气 他缓缓抬手 眷饰 眷饰已经不是以前那只有小小一个圈子的可怜灵朔 庞大的白圈竟然将周围八个地临近台子圈了进去 英念微微扬起头 庞大的灵力在他身体里如同潮水跟涌 话是 一阵寒一袭来 众人只觉得背脊发凉 满天竟然飘起了雪花 纷纷抬起头来 有些不敢相信的说道 怎么下雪吧 眨眼间那片片柔和的雪花竟然在顷刻间飞舞起来 形成一个巨大的龙卷 庞大的灰色灵力如同切割利刃 这巨大的雪龙卷竟然将八个台子都笼罩了进去 在场的预备声不仅惊呆了 疑惑不惹 这是什么灵数 大家再看向英念的那个台子 刚才的那个猖狂的男人早已趴了下来 英念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那男人一脚踹下了台 英念冷眼看着他 修炼不行 绣花也不行 真是废物一个 英念看向周围八个台子的鄙视者 他们也被波及到趴下了 他有些抱歉地说道 我不是很能控制自己的实力 他说得实话 可周围的人却觉得心头一片冰凉 感觉受到了七尺大耳 英念的一缕小小魂魄大闹第一学院鄙视台 打败了同级别实力强大的人 他心里燃烧着灼灼战役 一心想突破 必须越计挑战 英念静止地朝一个方向走去 脚步不停地往更深处走 周围看着这个傲慢的小妹妹不仅议论纷纷 你们看他 是要去哪里 英念里都不理他们 因为他现在浑身难受的根本听不见别人说话 可下一刻 大家面色骤变 因为英念正朝着天灵静底视台的方向走了过去 他要去天灵静台 越级挑战以前也不是没有 但是这个小妹妹在他们眼里太难了点 难免会受欺负啊 大家在心里都替英念捏了一把汗 果不其然 英念直接去了天灵台上 扛着红伞法器 气势全开 第一学院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吧 英念的这话直接像个炸药筒一样 炸向台下的每一个人 底下的天灵静预备声们有些犹犹豫豫的 终于一个三星天灵静的预备声出头了 我来 那人稳稳地落在了台上 整个地面不仅为之一阵 他眼神凶狠地看着英念 想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 而英念面上却没有半点畏惧之色 他刷了一下撑开红伞法器 兴奋至极 来得正好 三星正是他需要的 英念不必不躲赢了上去 大家都对这个所谓的妹妹很好奇 这小妹妹也就十几岁的样子 第一学院预备声里也是少有 也不知道首席从哪挖来的宝贝 他们心里也都担心起这个小妹妹 看脸大还很小啊 还是个妹妹 妹妹 你悠着点打 而这会在首席的住所内 首席阮青云正从另一女子口中得知了 那小妹妹大闹比试台的消息 不仅皱了皱眉 什么妹妹 阮青云身边的人试探性问道 弟子去看看 可能是别的负责人招进来的黑马吧 他们都没想过那是英念 毕竟英念在这里别称叫做王二狗 多么特别的名字 让人听过一次就不会忘了 阮青云可不是对什么人都关注的 他心里只记挂着那个令人头疼的英念 他捏了捏眉心 等英念到的时候再告诉我就行 而此刻的英念 整个人都仿佛泡在岩浆之中 毫不畏惧地一次又一次地冲了上去 他的凤云曾经只有自己垂死的时候才能焕发生机 而这次却在源源不断地提前给了修复伤口 英念一脸享受地大笑着朝着那人冲过去 再来 男人简直要喷出一口老血来 从一开始打到现在 男人的心态变化简直不要太明显 现在后悔不已 我为什么要出这个头啊 这个妹妹怕不是疯了吧 英念风味一样冲了过来 她只有还击了 英念一次又一次被她打趴下 好像打不死一样的小强 然后又站了起来 而且眼中光彩越来越明亮 台下的人看到这么不要命呢 不停大脚 疯子 英念眼神一鸣 出道了 下一刻 精神体竟然凝食了数倍 悬浮在半空 众人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看着英念身上扫荡出来的凌厉气势 惊讶到 突破了 天灵静 对面的男人见英念那一脸 真是越打越爽的神情 如今更是在战斗中一举突破 而她的精神体都快被打散了 而且她很痛 她一点都不享受 要是今天被打散了精神体 再要过来就要等明日 白白浪费了修炼的机会 于是男人立刻举起了手 我认输了 妹妹厉害 男人似乎对面前这个享受战斗的 其女子十分好奇 利落地认输之后 开口问 妹妹叫什么呀 妹妹英念却笑眯眯地看着她 名字不重要 男人打了个寒颤 为什么英念看着她的眼神 总让她有种 嗯 这块垫脚石还挺好踩的 有用 这样的错觉呢 只是不等她继续追问 英念就迫不及待地将精神力撤了 她消失了 走 走了 所有人都猛了 妹妹走了 有个预备生妹妹一来越接加越级三星的情况下 直接突破到天灵静的消息 非常迅速地传遍了整个学院 预备生们如临大敌 而那些学长听到消息倒是诧异 前有女预备生勇闯男澡堂 后有好战妹妹战中破镜 这一届的女孩子怎么都如此生猛 袁新岁对念念那是宠爱至极 不惜拿自己的血让念念的身体得到滋养 英念越级挑战实力强大的天灵静强者 自己终于得到突破 下一刻便从第一学院消失的无影无踪 一处房间内火光映照下的英念 精神体迅速归位 她猛地睁开眼睛 不仅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袁新岁竟然在玩弄面前的内朋友 她的指尖在火焰中来回穿梭 火焰还被她掐断了一截 讨好般地缠绕在她的手指上蹭来蹭去 她好似被天下万物喜爱 火光映照下的袁新岁那迷人的脸不仅更加灿烂 纵然已经和袁新岁很熟了 英念还是一时之间看得愣住 袁新岁似乎是感受到了她的目光 欣喜不已 回来了 她很快就走了过来 被火轰了半天也不见温暖地手落在了英念的额头上 顿时英念就觉得天宫中的精神力变得舒服起来 脸上也微微泛起红韵 袁新岁如是重负地说道 还好 精神体没受影响 英念才从美色恍惚中保持了一点点的清醒 勉强推开袁新岁的手 笑着说 不是你说的 去第一学院对我有利没有害吗 怎么还这么不放心 袁新岁脸上笑容收了收 她担心的可不是第一学院 她担心的英念的精神力被苏将强行拉走 会不会留下隐患 英念自己主动用精神力看她当然不担心 但是被强行扯出去的精神力 受损就是很寻常的事情 袁新岁可不想让念念冒着万分之一的威胁 想到这里 脸色必无可避的一尘在尘 英念感受了一下自己澎湃的精神力和灵力之后 倒是也跟着皱起了眉头 你说 那个男人真的是我父亲 袁新岁答非所问的说道 我只知道他叫苏将 英念一听到姓苏顿时就握紧了拳头 苏翔和苏林燕一样 也是姓苏 他笃定的苏将就是那个必死关的万寿国帝君 房间里的气氛顿时就冷了下来 一旁的袁新岁见念念神色凝重 连忙安慰她 别担心 你想认就认 不想认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勉强你 然后她又爱怜地摸了摸念念的头 有我在 什么都别怕 这回房间里的气氛顿时变得暧昧起来 念念不禁害羞地笑了笑 有袁新岁在身边她安心多了 袁新岁眼里满是对念念的关爱 休息会吧 你都没好好休息过 英念也不矫情 倒头就睡 睡前还问袁新岁 你呢 袁新岁又拿出一本书 看书呢 这是一本正法书 袁新岁便拿着书一直看到了后半夜 英念在陌生的地方 有熟悉的人坐在旁边 她也安心不少 睡得很甜很熟 袁新岁走到床前 打扬着念念许久 念念最近一直在修炼突破 身体明显有些虚弱 袁新岁缓缓抬手 手指上竟然渗出一滴鲜血 落在了英念的额间 这一滴血直接渗透进去 英念看起来倒是睡得更好了 反倒是袁新岁 脸色骤然苍白了下来 只是她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百变和辣辣窝在旁边睡觉 只有窝窝看见她做的事情 满眼镇惊忍不住要叫出声 袁新岁连忙用手势制止 凌厉地扫了窝窝一眼 不许喊 窝窝被吓了一跳 连忙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 只是心头震惊没有半点减少 她一直知道袁新岁对她主人很好 可没想到能好到这种地步 窝窝想到刚才那滴血 顿时浑身抖了抖 对英念百利而无一害 窝窝正在想呢 突然一个细小的光团 飞快地朝着她掠了管 这光团就发丝那么点 而且气息微弱的 比林立珠子还不如呢 根本不会有人在意 但窝窝脸色顿时就变了 这是他们窝窝独有的传信方式 窝窝实力低微 擅长精神力 也只能用来传递消息和施展幻境 实在鸡肋得很 这是谁给她传信了 连心碎偷偷用血滋养念念虚弱的身体 这些刚好被窝窝发现 窝窝都没见过一个人 对另一个人能好到 不惜伤自己身体的地步 正在震惊之余 一个光团向窝窝飘了过来 这是窝族独有的传信方式 沃尔书焦急的声音 从光团里断断续续地传了出来 布好了大侄子 圣山宗被灭了 连结受伤 天一周 话断断续续的 但这声音极大 一下就将熟睡中的音念给吵醒了 她猛地从床上弹坐了起来 脸色难看地问道 圣山宗出事了 一旁的圆心碎也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 不仅皱了皱眉 不只是圣山宗 可能天一周也是 音念顾不得多想 她得赶紧去看看怎么回事 然后就静止朝着外面走去 我们回去 师大他们听说音念要走 所有兽人都惊呆了 好不容易才找到小主人 他们不愿意和主人分离 天玄第一个站出来说道 我们和你一起回去 如果真是那扶神谈梦的 您就这么回去一定会有危险 音念有些犹犹豫豫的 意识难于决策 倒是圆心碎看了他们一眼 音念做出了决定 可以 一起 她不断时间要去寻一样重要的东西 到时候她不在音念身边 这些人跟着音念一起回去也好 虽然现在还不能完全信任这些人 但有他们跟在念念身边 总算是有些战力可以带她保护念念 这样圆心碎也放心一些 是迎见小主人要走急的直斗耳朵 一听说自己可以跟着 顿时就稳住了 只留下尾巴在后面欢快地甩来甩去 一行人一起跟着音念离开的夜独星 而这时在五周据点 闲来无事的窦丁正和周妹畅快地喝着酒 一口酒正要下毒 忽然她看见了天空中一道熟悉的身影 不仅惊呆了 酒也哽在了喉中 待看清原来是不用辣辣帮忙就能凌空的音念 随之惊的那一口酒猛地就从嘴巴里喷了出来 窦丁整个人都激动地抖动了起来 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周妹也傻眼了 几天不见音念竟然到了天灵纪 这突破的也太神速了吧 音念顾不上说明自己实力暴涨的原因 她迫切地说出来这的想法 现在能回去吗 天一周出事了 窦丁瞬间脸色苍白 上一次世界窗打开送了元杰出去 这次恐怕没那么顺 一旁的周妹更是担心周家是否遭遇不测 脸色十分难看 而此时原心碎也紧随念念来到了据点 她突然开口 我来开 周妹大惊 连忙劝导 袁少主 这可开不得玩笑 窦丁立刻产妹说 你怕是小瞧了世界窗的 原心碎并没有理睬他们 转身扶袖而去 然后原心碎在一处空地就开始施展灵力 那大片灵力像龙卷风一样 往世界窗的方向撑了起来 窦丁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小神镜巅峰 然后她又马上意识到自己说错了 不 这已经是半步大神镜了 周妹诧异地一回看看原心碎 一回又看看英念 这两人到底是做什么的 人家几年一个样 他俩一天一个样 半步大神镜 将世界窗暂时撑开是不成问题的 连英念都不知道 原心碎现在竟然这么强了 不等她多想 世界窗已经撑了起来 一定自若 窦将军 已留一部分人在据点助手 叶独星的人也留一部分 如果天一周的事情和浮身塔有关系 前线的据点就要稳稳抓住 周妹吓了一跳 试探着说道 这是要抢世界窗 英念看了她一眼 已不敢 原心碎实力暴涨 以一己之力将天称开了一个大口子 天上赫然出现了一个大门 周妹不仅吓了一跳 难道这是要抢世界窗 英念面不改色地问道 已不敢 周妹这女汉子差点被英念对得背过气去 现在的孩子说话真好气人 抢就抢呗 有什么 英念看向了旁边的多利青和多利红 英念这次有场硬仗要打 她还要多背点凌良 于是说道 大皇子已经交给你们了 凌良 不等她说完 多梁国的两个皇子还是知恩图报了 对英念这个大安人 他们是有求必应的 非常上道地说道 放心 凌良肯定是优先攻击你们的 就算浮身塔的人来了 我们也不会给她 英念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好 谢了 我们走吧 随后于绵绵 还有周妹 以及师大天玄和老朱一起跟着英念朝世界窗的大门飞去 越过了世界窗 英念一脚稳稳地踩到了地面上 这次明显感觉到了不同 天一周 像死一般的寂静 以前本来热闹的街道 竟然一个人影都没有 到处是一片狼藉衰败的景象 仿佛大战刚结束的样子 英念走出去好长一段路 好不容易才看见一个神情麻木的人 似乎朵朵藏藏地在装井水 英念想向这人打听点消息 于是问道 喂 请问 这人一听到声音不仅吓一跳 然后慌不择路地就要逃跑 辣辣飞快地去追那人 立声呵斥地 给我站住 辣辣眼几手快一下就将那人打了个正着 将那人向英念的方向脱去 好什么 街上的人呢 那人早被吓掉了魂 老老实实地声音颤抖着说 都 都死了 休闲室工程 这次没 没能守住 死了好多人 英念神色凝重地问道 圣山宗的人呢 还有周家呢 那人拼命地挣扎着 脸上满是惊恐的神情 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天我一睡醒 休闲室就杀进来了 太多了 他们人太多了 英念心里一直往下沉 他希望能听到点有价值的消息 继续追问道 那其他势力呢 其他势力难不成都被攻破了 那人迷迷糊糊忽然想起了什么 还有白家和万寿国没事 英念的眼神却瞬间阴沉了下来 又是白家和万寿国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呵 哪会有这么巧的事 白家和圣山宗能比 圣山宗都被攻破了 白家竟然没事 不知道这白家又做了什么坏事 英念想起那作恶多端的白家 不仅心里恨得牙痒痒的 他握紧了拳头 他得去白家了解下情况 于是带着众人直接转身 就朝白家的方向冲去 走 去白家 英念快速地往白家的方向飞略而去 路上经过了不少原本很熟悉的地方 但是如今放眼望去 满眼的萧桃 天灵镜以上的人都跟着英念一起 其他人则是先回巨人族那边看看情况 师大就在英念旁边秀了秀 真的一个人都没看到 奇了怪了 应该能闻到很浓郁的血腥味 这可是涂了一周的架势 英念纯敏得很紧 没有吱声 只是速度更快了 一路碾压飞跃 压出风暴声 不出一会儿 白家到了 不同于外面的萧桥 白家门外还干干净净的 一片很繁荣的景象 甚至有两个人抱着酒坛子说说笑笑 那帮人也真是倔啊 现在被赶出去了 丧家卷呵呵 那些休闲师都追出去了吧 幸好咱们投靠了扶神塔 你说圣山宗和周家 还有那些贱皮子是不是找死 英念带着人杀气腾腾地闯入白家 是要将白家搅个天翻地覆 圣山宗和周家被休闲师打败 却只有白家和万寿国没事 英念意识到这事情不简单 里面肯定有猫腻 便带领众人去白家一探究竟 当到白家门口就见两个守门的像没事人样 再有说有笑地喝着酒 幸好咱们投靠了扶神塔 你说圣山宗和周家是不是找死 敢和休闲师斗 另一个喝了一口酒也随声附喝倒 就是幸亏咱们地后和扶神塔关系好 你是没看到休闲师来的时候 嘖嘖 那些人叫得可真惨 那人一边说着 一边猥琐地眯起眼睛干了一杯 男人怎么都没意识到危险 正在一步步向他靠近 一道不易察觉的红光正割向他的咽喉 他只觉得脖子一凉 还来不及喊叫 一阵剧痛传来 顿时鲜血四溅 各血洒进他开了风的酒瓶里 旁边一起饮酒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还忍不住笑了起来 哈哈 喝酒就喝酒 咋还喝出血了 没用 砰的一声 被割喉的那男人猛地砸在了地上 血气和酒气混杂在一起 旁边刚才还在说笑的那人 吓得差点站立不稳 他呆呆地看向了天空之上 一群密密麻麻的人悬浮半空之中 一眼望去 竟然都是天灵静 手持红伞的女人站在最前面 眼神冰冷 整个人透出一种让人窒息的冷艳气质 他弯了弯唇 红伞缓缓撑开 而在白家内部 几个祖佬正笑眯眯的吃着上等的野灵兽肉 美滋滋的喝着酒 他们还不忘嘲讽一下打了败仗的圣山踪 没想到圣山踪那老东西也有这一天 呵呵 福生塔有什么不好的 不值得他们效忠 大祖佬看了说话的二祖佬一眼 都收一收得意的神情 咱们和地后的关系还没有彻底修复呢 二祖佬撇了撇嘴 咽下一口酒 那不是一开始不知道地后和福生塔那边 大家露出了意味深长又粘稠的笑容 不然他们怎么都不会为了白鹿去和地后决裂 大祖佬想起白鹿那个天才 就不仅叹了口气 白鹿可惜了呀 旁边一个祖佬拍了拍大祖佬的肩膀 有什么好可惜的 现在燕儿才是五周第一天才 大祖佬一听不仅两眼放光 也是 燕儿从前线回来之后倒向是有了奇遇 一口气突破了天灵境 天灵境啊 他们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 找遍整个五周 也找不出第二位燕儿这样的天才了吧 呵呵 正在他们得意忘形之际 只听了轰的一声巨响 外面突然传来一声爆炸声 大祖佬正要往嘴里得意地递过去的美景 此刻都散了出来 还直直地往他鼻孔里灌了进去 大祖佬狠狠拍了拍桌子 不仅大怒道 怎么回事 外面的人呢 话音刚落 就连他们所在的屋子的门都被人一脚踹飞了 门板直直飞过来 砸在大祖佬旁边 慌的一声四分五裂 目屑飞溅 擦着大祖佬的脑袋飞过去 大祖佬飞快地避开 等看清楚外面的场景时又是一愣 外头已经到了黄昏时分 一个身穿一身红色长裙的女人站在最前面 满眼都是利器 连本来柔和的光芒都变得风锐起来 大祖佬有一瞬间的冷神 但很快就反应了滚 你找死吧 你敢闯进我们白家 二祖佬如蛇一样的目光定在音念身上 赫赤道 你知道我们背后是谁吗 他越过音念看向他身后 遍地都是白家的人 全都宛如死狗一样趴在地上 生死不明 音念看着这几个熟悉的祖佬 明明也没过多久 却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 上一次见到这些祖佬 他还是需要借用白露的躯体 藏在别人的面皮下才能勉强 在这些人眼皮下存活的小姑娘 现如今 看着同样天临近的几个祖佬 音念满眼冷漠 他还没生气 跟着他一起来的师大和天玄已经黑透了脸 音念终于有机会抱着18年来的仇 将刀尖生生刺入了仇人的咽喉 就在刚刚音念带着人直接闯进了白家 眼见大祖佬骂小主人 师大和天玄黑着脸 将大祖佬和二祖佬摁在了桌面上 天玄的手都扣进了大祖佬的血肉里 大祖佬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 他哪受过这种欺质大辱 气得直翻白眼 不仅大声骂道 混账 我们乃是福生塔收归的势力 你们敢在白家撒野 不怕福生塔发怒吗 还有 我们白家的家主乃是万寿国帝后 知道帝后是谁吗 大祖佬仗着自己的背后势力 越说越觉得自己有恃无恐 地旁的英念顿时笑 那笑像冰冷的剑一样 只让人背井发凉 帝后是你们白家的家主 看来你们是不介意帝后杀了白露啊 大祖佬不仅大吃一惊 白露的事可没几个人知道 然后他忍不住面色惨白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白露是帝后杀了的 不知怎么的 大祖佬竟然觉得浑身发冷 他拼命想看清念前的女人的长相 却被摁着脑袋无法抬头 英念似乎是笑了一声 我怎么知道的 英念自从和附身塔彻底撕破了脸 现在又升到天灵境有了自保能力 他已经不怕暴露自己的身份了 英念走向大祖佬 他低下头 轻轻地用两个人才能听见的语气说 你猜啊 白祖佬 你还记得一年前 那个在万寿国皇室斗兽厂里的女孩吗 你们白家人养的灵兽 也没少吞那小女孩的肉 对吗 还想不起来吗 英念的声音像是带着魔力 让大祖佬的呼吸猛地顿住 经这一提醒 他努力地在脑子里搜索着 一张总是沾满血 手脚也时不时地不齐全 那小怪物的脸突然冲了出来 如此鲜明的浮现 大祖佬不仅浑身发抖 他已经意识到面前的女人就是那小怪物 但那怪物不是死了吗 他声音颤抖着问道 你怎么会 英念忽然大笑一声 他好像很久没有这样开怀大笑过 英念举起一把小短刀 眼里满是杀气地盯着大祖佬 以前18年 承蒙你们的照顾 现在到那个小女孩回报你们的时候 被天悬摁着的大祖佬就像是砧板上的肉 毫无反抗之力 强烈地求生欲充斥着他的整个神经 不 不要啊 而这是英念的短刀毫不犹豫的 直直搁进了大祖佬的喉咙 顿时鲜血四溅 大祖佬直直地朝地上道去 火梗触不住地向外喷着行 面目十分争明 他还想说点什么 可什么都说不出来 只瞪着那只死死突出的眼珠子 渐渐没了呼吸 报仇这件事情 英念已经想了十多年了 有朝一日 他必定会将刀尖刺入仇人的喉咙 包开他们那张虚伪至极的脸皮 英念露出了胜利者的笑容 如今 他做到了 剩下三个祖佬下的瞬间腿软 大祖佬都杀了 毫不给扶身谈面子 他们这些人还能有什么底气猖狂下去呢 二祖佬不甘心地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英念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在凳子上坐了下来 目光轻烈地扫尸了一眼二祖佬 现在这个情况 应该还轮不到你发问吧 下一刻 他像审犯人一样问了起来 天一周怎么回事 修协师和扶身塔又是怎么一回事 不好好说 你的脑袋就也别想要了 二祖佬害怕地加紧了大祖 他快要被吓疯了 只好乖乖地如实招来 那 那天 我们宋天一周优秀弟子们去了前线后 修协师突然又卷土重来 二祖佬说着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生怕一不留神 小命就没了 外面想要攻进来其实不容易 但是他们攻来的时候 天一周的对外防御结界不知怎地突然就被破了 英念垂眸看着二祖佬 这也不难猜 天一周有叛徒 而且是能接触到一周结界的叛徒 英念瞬息转动了无数想法 声音却十分冷静 然后呢 三祖佬生怕没有机会表现会被杀掉 连忙抢化道 然后 扶身塔的神子们都十分慈悲 愿意搭救我们 只要 只要愿意献出我们天一周的周星 就可以接纳我们天一周所有人 听到这里 英念已经冷笑出声了 周星 原来扶身塔狼子野心打的竟然是这个主意 师大一脸疑惑 周星这东西什么用 大长老站在英念的身边 红样脸色凝重地解释着 周星相当于天一周整片大陆的心脏 没有周星 天一周就会消失 大陆上也再也不会有灵力产生 英念已经意识到了一件事 然后他一把抓住那会被吓破胆的二祖佬 历生问道 所以是老宗主他们带着周星跑了 英念面对仇人毫不手软 将大祖佬直接割喉 休闲失血洗天一周 白家却安然无恙 原来是当了扶身塔的走狗 英念想知道圣山宗老宗主他们的下路 抓着二祖佬逼问 吓得二祖佬冷汗直冒 那个老宗主逃是逃了 但是逃走的时候受的伤势很严重 应该活不了 英念知道这白家绝对没干好事 脸色十分难看 天一周的人被血洗的时候 你们在干什么 二祖佬脸上有一闪而过的心虚 他们趁乱到处抢夺了不少宝物 但这是不能让面前的女人知道的 她立刻心慌地摆手 我们什么都没做呀 就自保了 英念点点头 放开了二祖佬 好似什么都没有在意 将事情都问得差不多了 抬脚就往外面走 二祖佬总算松了一口气 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 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看着天玄 能 能放了我们吗 天玄冲两人坏坏地笑了笑 露出了一口尖锐地和人族完全不一样的牙齿 下一刻 毫不留情地扭断了他们的脖子 英念站在门外 一批兽人立刻拖着无数的奇珍衣绑出来了 白家库房里的东西还真是多呢 原心碎站在英念的身旁 接下来去哪儿 英念倒是犹豫了一下 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办 于是说到先确定巨人族那边的情况 然后我想回一趟魔剑 天一周被血洗后 原心碎就一刻都不想离开念念 他立马开口道 我陪你一起回去 英念已经习惯了有原心碎陪在身边 他点了点头 这次要回魔剑 但封印还没解开 英念总觉得有些遗憾 要是我现在已经找齐那些破开结界的宝物就好了 不然我总觉得没脸回去 这时的英蛮想着可以见到女儿了 但却还是有很多顾虑 他适时地开了口 带着点忐忑和闷闷的语气说 崽 你别这么说 我更没脸回去 英念一脸的不以为然 谁是你的崽 他觉得这段时间听到的古怪称呼 真的是比之前18年加起来的多多 英念看向师大说 师大 你带人去这里休息一会儿 跟我一起回来 辛苦你了 师大觉得这小主人说话太客气 反而是没把他们受人当自己人 不仅有些不高兴 辛苦什么 小主人你太贱爱了 然后英念又向师兄和师姐交代道 我和袁心碎一起去巨人族那边探探情况就行 小七师姐 耳垢师兄 你们先在这里等我消息 外面保护器有休闲师 你们尽量和师大他们在一起 英念说完 手就被袁心碎抓住了 袁心碎抓得是那么自然 英念不仅心头一热 红着脸看了看袁心碎 接着两人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天旋看着小主人被带走了 急得忍不住破口大骂 我就知道那个袁心碎 没俺好心 拐带小主人 旁边的大长老忍不住地笑了笑 默默地轻哼了一声 我们少主和念姑娘可是自艰难的时期认识 两人之间的感情自然是非比寻常 袁心碎支撑着英念走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 英念被袁心碎拉着 他目光沉沉地盯着袁心碎 和他保证说 我一定会尽快找到剩下两样宝物了 袁睡睡 你信我 他能给袁心碎的帮助 实在太少了 因为他还太弱 总感觉欠了袁心碎很多 袁心碎一如既往的支持相信念念 英念只会总觉得不太得见 你等住 袁心碎看了他一眼 好 多久都等你 英念被他那双迷远的眼睛盯着 感觉呼吸都变得急促 脸颊飞红 然后他不好意思地轻咳了一声 巨人足道 袁心碎的速度是真的很快 两人在那偌大的院落里落了下来 英念顿时有种不妙的感觉 心跟着沉了下去 他满心期待地大叫道 师父 大山爷爷 二山爷爷 英念却没等来任何回音 在这空旷的院路 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英念看向了隔壁渔人族的居住地 渔人族也一个人都没有 英念失望至极 怎么回事 都去哪了 他看着脚下的土壤 发现地上到处都是血迹 一看就是爆发过大战的 英念眼圈都红了 如果他们都死了 英念不敢深想下去 但是他一定会让扶神塔所有的人 一起给他的朋友和家人们陪葬的 英念硬生生地不让眼泪流出来 他明白在这种时候哭哭啼啼的最是没用 反倒是浪费时间 他转身就朝外面走去 走 先回魔剑 我得取一些法器出来 英念和圆心碎没有磨蹭 直接往魔剑的方向去 不过疑惑地问拉拉和百变 你们两个见过魔剑吗 我只听说过 小苗蹭着自己的大叶子 他最近也长大了好多 看起来像是一棵小树苗的雏形了 苗苗也没去过魔剑 听也没听说过 百变贴了这几个小东西一眼 带着一点点优越感说 我见过 拉拉鼓着脸 我要不是被那只地鸡抢走吗 我也会见过的 小苗担心地问 那里的人好相处吗 百变摇了摇头 不好相处 很凶 而且很强 英念的魔元素实力暴涨 让天地都为之变色 英念看着那笼罩在一片迷雾的白头山 不仅敢看道 说来也挺有意思的 我刚从这里走出来的时候 人临近都不到呢 英念不仅好奇地问人心碎 你呢 越靠近自己家 英念的心情也跟着放松下来 魔剑就是他的家 给予他人生第一缕阳光和温暖的地方 让他重获新生 连心碎响了响 不知可否地达到 我抱着一个小姑娘 从这里走出去 算吗 英念顿时有种醋意涌上心头 有些不高兴的撇撇子 什么小姑娘啊 她没长腿啊还要拢 随后她意识到了什么 话音戛然而止 那个没长腿的女人 好像是她来着 英念她们还没走到结界口就停了下来 她竟然看见有人在结界口守着 那群人笼罩在迷雾中 大多是天灵镜 等英念看清楚了这些人身上的衣袍 她冰冷的声音在山中回荡 扶神塔的狗 扶神塔的人听到这声音后 不仅气得脸都绿了 一个个凶声恶煞的朝英念这边走了过来 人群中走出来一个长发女子 看起来像是领头的 天灵境巅峰的实力 她气势放出 试图对英念施压 不仅大声骂道 放肆 楼椅之辈 也敢侮辱我扶神塔 我们扶神塔一向来慈善大度 我们可以免除你对扶神塔的冒犯 只要你愿意告诉我们你来白头山的意图 下一刻 她手指向英念 毫不客气地说道 并交出你的舌头 英念看着面前猖狂至极的女人 虽然她现在想将这女人碎尸万段 但还是强压着心中的怒 轻烈地骂道 你算什么东西 我回我自己家 何须与你解释 女人仿佛听见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 不仅吃笑出声 你家 你把这鬼地方当家 我倒是谁 原来是个疯子 英念冷静地扫尸了一眼这些人 还好 人不多 就算她自己一个人在这里 她都不会害怕的 保命不成问题 更何况原心碎还在呢 英念强压怒 深吸了一口 原心碎像是猜到她要做什么一样 并不急着出手 懦默守候在英念身旁 英念闭上了眼睛 周围的空气开始震战 好像是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 天也渐渐地阴沉了下来 扶身塔的那女人看着突然变了的天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不仅大吃一惊 这是 旁边的扶身塔弟子也不仅看向阴沉沉的天空 礼物就像是被强大的气压给轰开 天空黑压压地沉了下来 有人不仅问道 是天鹰了吗 女人像是发现了什么 声音突然尖锐起来 手指着英念道 魔族 魔族余念 哗啦啦 英念的气势横扫全场 无数的魔元素瞬间覆盖了整个天空 它们像是沉睡的巨龙 密密麻麻地排列着 扶身塔的弟子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顿觉危机来临 魔元素 是魔族 是那个魔族妖女 妖女终于现身了 啦啦和百变新潮澎湃 回头看了看主人 两个小仔子心中燃起了熊熊帐 啦啦摩拳擦掌准备好好地打一架 女人不懈地看了一眼英念他们 手中灵力凝聚 对手下那些慌万的人说道 别慌 也就一个人而已 我还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一个一星天临静 能搅动什么水化 可她话音刚落下 那些魔元素就像受了刺激一样 疯狂地向她咬了过来 女人被咬了得措手不及 她急忙运转全身灵力 对抗这些小恶魔 她也是疑惑不已 这些东西为什么这么听那魔女的话 那些魔元素将浮身塔的弟子咬得血肉模糊 女人拼死抵抗 但赖和魔元素太多 还是被生生咬下一块肉来 啦啦和百变已经忍不住 今天就要酣畅淋漓地打一场 女人对英念恨之入骨 对着英念就刺了过去 贱人 真是找死 可下一刻 她脑子一阵抽痛 冲过去的攻势猛的一顿 是窝窝的精神攻击到了 窝窝力声道 趁现在 可英念根本不需要提醒 人已经杀到了这女人身边 散尖猛地刺入心脏 丁的一声 竟然刺不穿 这是天灵镜的极品不假衣 英念不仅心里一喜 呵 这是又有人送礼物来了 扶神塔的人嚣张至极 竟然要割下英念的舌头 英念回魔剑的家 竟然被扶神塔的人拦在了门口 领头的女人对英念发动攻击 英念一把散尖直刺她的心脏 但却发现这女人穿的是天灵镜不假衣 肩不可摧 英念眼中爆发出惊人的光芒 对面那女人已经反应过来了 迅速地和英念拉开了距离 而英念融合灰色灵力带着强力一击 将那女人击飞树米远 扶神塔的狗 有什么资格在我家门口汪汪叫 还要割我的舌头 女人被气得双眼通红 强捂着胸口 傲慢的口气却一点不敢 你敢在我面前叫嚣 你知道我是谁吗 魔元素在英念体内沸腾 这是英念第一次 在魔剑之外 毫无顾忌地动用自己的魔元素 她眼中魔气翻腾 连带着战斗力和力气一起飙折 下一刻英念手中灵力凝聚 我何必知道一个死人的名字 确实 英念一抬手 一个巨大的光团将女人整个笼罩了进去 女人只觉动弹不得 不仅面色大变 心乱如麻 怎么会 妖术 不对 这是灵力 你怎么会同时能用灵力和魔元素的 英念现在也不用藏着掖着自己的实力 她只觉得心里畅快了不少 冷笑了一声 我会的事情还多着呢 无数微缩阵法已经布下 将这个女人团团围了起来 仿佛布下天罗地网 下一刻英念拿出了自己最强的攻击 化石 瞬间漫天雪花飞舞 那女人被惊得目瞪口呆 一旁的圆心碎露出了骄傲又满意的目光 她的念念一天比一天强大 以后还会更加强大 圆心碎还是有些担心念念的身体 必定念念修炼突破耗费了太多的精力 身体一度很虚弱 不仅问道 感觉怎么样 英念类的额头全都是汗 但却咧嘴一笑 好极了 光团将女人整个笼罩住 炸开的一瞬 英念就急速后退 拉开距离 以免这女人反扑 很快硝烟散开 那女人一脸狼狈 她身上的血肉模糊 只是 没有伤及根本 她气得快疯了 好 好的很 你如果就这点本事的话 那你今天 必须得死在我手上了 英念转动了一下手腕 轻描淡写地说道 我不过拿你湿刀而已 英念脸上突然露出笑容 谁说接下来 还是我和你打 下一刻英念看了看原心碎 原心碎马上心领神会 往前一步 剩下的几个低心天 临近我不和你抢 这个女人就剩给我吧 我也得和俘身她 打个招呼才行 女人似乎是才发现 英念身后站着一个男人 英念这人竟然打完就退 还要换一个人 来对付重伤的她 这明显太不公平了 女人不停气地破口大骂 无耻 无耻见人 原心碎的目光 在她的大骂声中 逐渐阴沉了下 她缓缓地朝那女人走过去 女人气得恨不得撕碎英念 她正正地看着英念的方向 觉得不可思议 魔族余念 为什么会有人帮她 这男人难道看不出 这是魔族余念吗 女人还来不及反应 就有无数的光阵 向她飞了过去 女人的身体 在顷刻间轰然炸开 英念拿着红伞 踩着血肉冲进了战圈中 在这样的战争中 不需要仁慈 只分立场 英念对上的是 几个三星天临近强者 比她心急更强 那些人却因为英念的 很辣招式感到绝望 心急之下 一人慌忙地拿出了传信玉 想搬救兵 连忙对着那传信玉呼叫道 神子 我们 我们在白头山 而下一刻英念只动了一根手指 那男人只觉手上一头 那块玉镜从他手上飞了出去 飞到了英念的手上 传信玉里传来了 扶神塔那边的人焦急的声音 不就是让你们问问 那群魔族余念 愿不愿意和我们签订死器吗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英念弯纯 露出一个圣人的笑容 死器还有一个称呼 奴器 一旦签订了这个契约 那就是单方面的疆人的性命 全都交付在另一个人手上 那边还在骂 只要他们愿意签订死器 我们扶神塔就想办法 让他们从魔剑里出来 解开封印的四样质宝 我们已经找到了两样 英念只见微动 他说什么 扶神塔竟然也知道了解开封印的办法 只是他们找到的那两样 又是不是他缺失的那两样呢 英念借机杀了几个扶神塔弟子 竟然冒充是修协老祖第一大弟子所为 让扶神塔的人和修协师反目成仇 就在刚刚英念从通信域里 竟然得到解开魔剑封印至宝的消息 英念眸光爆发出灿烂的光芒 通信域的这边没有任何回音 另一头的人开始急躁起来 人哪 怎么不说话 英念眼光森冷地看着扶神塔弟子 红伞伞间爆发出惊人的波动 刺向了扶神塔的弟子 弟子们发出阵阵惨叫声 那叫声响彻整个山谷 通信域那头应该是听到了惨叫声 从通信域里传来尖锐的怒骂声 谁 是谁 竟然敢动我扶神塔弟子 你们怕是不想活了吧 那边好似是骚乱了起来 英念眸光微动 他的手叙叙压在玉牌上 小苗和窝窝一脸崇拜地看着主人 小苗悄悄地对窝窝说 主人这是要坦白自己的身份 暴打他们的脸吗 窝窝皱着眉头 应该是的 可下一刻 他们就听见了英念压的略微 有些低雅的声音 发出了宛如鬼魅一样的笑声 这声音让人浑身的汗毛都炸开 和英念平常的声音完全不一样 呵呵 问我是谁 行不更名做不敢信 而下一刻英念说出了惊呆众人的话 休闲老祖 斜牵面坐下第一大弟子事业 窝窝和小苗都被主人这一番骚操 做给惊的目瞪口呆 英念已经完全投入了进去 说的话能把另一头的人给活活气死 什么扶神塔 一群孤名钓鱼的假菩萨而已 就你们扶神塔这样的 给我们修邪师们提鞋都不配 英念像现在角色里无法自拔一样 还越说越激动 白头山是我们老祖看中的地盘 可我们老祖抢地盘 活腻了吗 信不信我们修邪师立刻冲向扶神塔 将你们一个个都吸成人干 对面的人呼吸声都变得急促起来 显然是被气得不轻 英念不等那边回话 直接一掌捏碎了那块玉 那玉瞬间碎成了渣渣 转过头 英念的几个仔一脸迷茫地看着自己 英念轻笑了一声 摸了摸窝窝的头 这叫霍水东影 窝窝只觉得主人这招真的是太高了 英念又看了一眼被自己捏碎的通灵欲 他顿时就一个机灵 对啊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联系人的 窝窝 你说过你是窝族的少族长对吧 你们窝族即便是在很远的地方 都可以通过精神力来传递消息的是吗 窝窝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对啊 窝窝也意识到自己和族人们可以做什么了 啊 我也可以用货水东影他 窝窝站在一处空旷的地方 立刻抬手 不同于窝儿叔和普通窝拼尽全力 才能凝出一丝的精神力 窝窝抬手就是千千万万的光丝 这些光丝往四面八方标射而去 窝窝笑着看向英念 这些光丝可以找到离我最近的所有窝族 应该很快就会有回信的 窝窝是窝族的少族长 对所有窝族都有非常高的掌控力和支配力 下一刻英念带着圆心碎 飞越过白头山 瞬间就来到了熟悉的魔剑旁 英念内心一阵狂喜 此刻隔着一道封印光闭 英念看见了站在光闭后面的魔族 所有人都站着 只是隔着这么一层封印 他们出过来 英念进不去 唯有英语懒洋洋的坐着 脸上带着那漫不惊心的笑 那张明艳的脸曾经在英念奄奄一息的时候 提着她的脖子将她泡在药池里 一边摁一边说 小宰主 便宜你 而现在 她还是那德行 冲着英念伸出了手指比了比高度 扬眉轻笑 小宰主 长高了呀 英念的一双眼睛在听见英语声音的时候 就不受控制的变得通红 老妖婆 英念一边往前走一边嘀咕 你倒是还那副死样子 英语眼神一变 伸出手似乎是想要习惯性地敲英念的头 手却碰到了封印的壁垒 她气得轻笑 有本事你进来 说的当然是气话 魔族所有人都高兴 甚至连带着看着英念背后的原心碎也跟着顺眼了起来 英语冷笑了一声 冲着原心碎跳了藏下巴 你带着什么东西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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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如多去杀几个老娘的仇家 英语忽然想起了英念离开的时候给英念交代的事 对了封家人你到底解决了没有 英语还是不敢那个抱脾气 一巴掌就拍碎了自己手旁的大石头 身后的魔怪们不淡定了 连连过来给英语锤背大线殷勤 迫不及待地帮着念念说好话 哪有这么快的 英语大人您别挤啊 咱们念念出去的时候还不到人临近呢 然后他们满眼期待地看向念念 念念你现在什么等级了 放出来给叔们看的 英念对他们自然是有求必应 立刻放出了自己的威压 所有魔物们都沸腾了 一张张脸顿时挤满了封印壁垒 脸上满是惊喜和骄傲的神情 不错 天灵境 魔镜也到了天魔境界了 好好好 真不愧是咱们魔族的孩子 所有人都为念念高兴 整个魔剑都回荡着他们的笑声 英念被笑声叨裹着 他不忘给魔怪们带来更加震惊的消息 对了 解开封印的四样东西我已经找到了两样 剩下的两样我也已经有头绪了 英女正正地看着他 人坐直了一些 有些不可置信的问道 你说什么 英念深吸了一口气 他拼死都会把他的家人们救出来的 我说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救你们出来 英念想起了自己的承诺 越说越激动 我离开魔剑知识保证过 我英念 骗谁都不会骗我至亲至爱的人 你们所有人就安心的 等我风风光光地接你们出去吧 魔物们咽了咽口水 那群魔物要么抬头 要么转身 肩膀微微发抖 谁能想到呢 这些大块头 外表长得穷凶恶极的 被五周人喊打喊杀的魔物们 会因为他的一番话红了眼睛 英女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只是破天荒的 冲得英念露出一个很淡很淡 几乎看不见的笑容 是吗 口气倒是不小 行 我等着那一天 英念本来是担心 五周巨变会不会对魔剑产生影响 看来有这封印在 也影响不到哪里去 对了 你们知道浮身塔要抢夺周星的事情吗 英女面色一变 比刚才严肃了许多 不知道 你说清楚点 英念就将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魔物们听得怒火中烧 恨不得将浮身塔的人碎尸万段 什么 想让我们牵死气 我呸 这些混账玩意儿也敢 英念握紧了拳头 此时他觉得自己就是这些魔怪们的依靠 并安慰道 放心吧 我一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然后又冷笑一声 算计到我们魔祖脑袋上来了 下一刻 都不用英念说 一堆的法器飞了出来 魔物们激进疯狂 法器够不够用 都拿去都拿去 弄死他们 一批法器送了出来 好在封印也不阻止他们送这些东西 念念减法器时忽然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自己的养魂玉里还养着一位大一对 随后 他将那养魂玉抛向英女 我还带了个人来了 隔着封印 养魂玉倒是很轻松地进去 一下就落在了英女的手中 英女有些不解地皱了皱眉 给我干什么 这东西是拿着给你防身的 不到万不得已 肉身溃烂 话都没说完 一个脑袋从养魂玉里钻了出来 冲着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声音都有些颤抖地叫道 而啊 英女面无表情地直接砸了手上的养魂玉 养魂玉倔强地在地上弹了弹 还好没有被砸破 英女不仅大发雷霆 什么鬼东西 小崽众你找死吗 从哪迁来的孤魂吓我 养魂玉里的孤魂终于见到从未磨面的女儿 但妇女相见却没有惊喜 只有惊吓 英女被这突然跑出来的爹给震惊到了 不仅大发雷霆 英念连忙解释道 那是你爹 英女从出生就没见过自己的爹 现在他感觉英念是在戏弄他 不仅暴怒道 那我还是你老娘呢 英念没得正惊地笑道 哎对 你终于承认了 英满的心里不知道有多惨忑呢 只是才说了两个字 就被自己的亲女儿丢到了一旁 幸好养魂玉没碎 倒是她的心跟着碎了一地 可是看见英女那张枯似自己的脸 英满的一颗慈腹心就汹涌澎湃而起 她声音颤抖的道 而啊 我真的是你爹 英女生气地抽出了自己的肠鞭 冷声道 在胡言乱语 信不信我杀了你 听到这话 原心碎看向了英女 英念第一次得知自己父亲的身份时 好像说的也是这句话 这怎么说呢 不愧是英女带出来的孩子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英女对那个不负责的爹没有爱之有恨 她心绪难平 她从出生起就没见过她的父亲 如今突然跑出来一个自称是她爹的人 她不仅觉得十分可笑 你是想被我打的这里残魂也消散掉不成 英满满心愧疚 说一千到一万的理由 没有陪伴孩子成长 就是对孩子的一种亏欠 孩子已经长大 这是已经既定的事实 用时间沉淀出来的伤害 远比突然冒出来的血缘要更深刻 英念是最明白这个道理的 英念笑着对英满说 你自己在这儿和我娘亲解释吧 我还有事要干呢 英满虽然担心英念 但英念素来不会吃亏 而且原心碎还跟着呢 她也想和自己女儿好好解释解释 于是挥挥手 快去吧快去吧 英女还想说话 英念就抢台词了 娘亲 你要怎么欺负你老子我管不着 但是我还要她指点我学正法了 你可别把人给我欺负没了哈 把英满留在这儿 英念还是有些不放心的 英满冲对英念投来感激的一眼 好孩子 也没白疼你一场 英念也只能做到这儿 这后面的也就只能看她外公自求多福 然后她拽着原心碎就准备走了 大魔们对英念这个小孙女满是不舍 还是不忘一再提醒道 小心歇压念念 破开封印的事情不及待 英念转身朝他们用力挥手 放心吧 等着我 只是和家人见一面而已 却能给人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 英念心中的信念更加坚定 她一定会解开魔剑封印的 这时一旁的窝窝突然激动地说 主人 我二叔来信了 我知道他们的方位 连结还死掉着一口气呢 窝窝面色一变 又收到了新的消息 不好了 他们说快被坏人给追上了 英念面色跟着一沉 在哪里 我们快用正法一动 连心碎心灵神会 立马揽住了念念的腰 一个阵法在他们脚下亮起 这时的我二叔正吃力地背着元杰 急得快要疯了 快呀快呀地鼠兄 我二叔带着奄奄一息的元杰 在地底下飞快地窜动着 可休闲师却追了管 轰得一声乍响 疲惫至极的小地鼠们 被从上方砸下来的 灵力全砸得四散逃开 我二叔和元杰被打了个正招 几个休闲师笑着说 哟 找到了 我就说 闻到了很香的血腥味呢 一个休闲师扶起奄奄一息的元杰 另一个上前抬起元杰的小下巴 仔细欣赏着眼前的猎物 不仅露出一脸猥琐的笑 这小娘们身上的血的味道可真不错 不过快死了 勉强也能算新鲜的 这是一休闲师发现了 趴在地上瑟瑟发抖的乌二叔 还有只蜗牛 那个还在打量元杰的休闲师说道 直接捏死了就完事了 在他们的眼里 蜗牛就是垃圾兽 所以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几个地灵境巅峰的休闲师 一个光阵伴随着窝窝兴奋的声音 精神力攻击现意不敢到 大侄子来了 那几个休闲师顿时就抱着脑袋嘶吼起来 什么人 宁愿为了挑起扶神塔和休闲师的战争 假冒扶神塔弟子将休闲师给杀了 还故意留下一人去给休闲师通风报信 乌二叔和元杰被休闲师逮个正着 休闲师正要杀乌二叔的时候 被突如其来的精神力给控制住 那几个休闲师顿时就抱着脑袋痛苦地嘶吼起来 他们勉强睁着心红的双眼 疼得跪倒在地 他们还没看清光阵 就看见两个穿着黑衣长袍的一男一女 站在了他们面前 帽都很大 看不清楚脸 那一男一女正是阴念和元心碎 这衣服自然是从上一波被阴念打死的倒霉鬼身上包下来 阴念装出扶神塔那些人惯有的姿态 傲慢至极 演得入怒三分 什么东西 也敢挡我扶神塔的路 扶神塔的视力不容小觑 那几个休闲师顿时一脸迷茫 看得出来是被阴念捕住了 阴念屁逆着他们 鸡笑出声 原来是几只阴沟里的臭老鼠啊 哼哼 几个休闲师竟然露出了惊异不定的神情 原来是你们 怎么 你们想多管闲事 这个女人可没有投靠你们 你想庇护她 另一个休闲师咬牙切齿地道 天一周一战 我们也算是井水不犯河水 你不怕我们的老祖同你们开战 果然 出神塔和休闲师这两个狗东西虽然没有过明面 可都在用另一种各自默认的方法 狼狈为奸 一个肆意杀人 一个趁火打劫 阴念顿时吃笑了一声 他想让休闲师和福神塔自相残杀 迫不及待地再次重申名号 我福神塔光辉万丈 还会怕你们几只臭老鼠的威胁 你们这些败类 呵呵 我们想杀便杀 我们尊贵的福神塔弟子 早就杀了不少休闲师了 毕竟你们手上宝物也不少 看着面前的女人如此嚣张 休闲师们被气得满脸通风 话都说不完整 阴念为了让戏眼的更响 一抬手 拿了一把福神塔弟子留下的法器 用单纯的灵力就冲杀了过去 杀而等 如图诸狗 几个地临近的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阴念手起刀路 杀了个酣畅淋漓 只是打死最后一个人的时候 阴念特意收了点力气 并没有置那人于死地 他想让那人去传话呢 所以让他保持在自以为伪装的 很好的假死场面 阴念目光落在那假死之人身上 顺口不周到 一群土鸡娃狗 不堪一击 哼 等我福神塔拿到周星 供出一个传说中的大神镜强者 便图了这群猪狗 真正成为这五周小世界的主宰者 结结结结 反派都是这么笑的吧 阴念觉得自己笑得这叫一个好 阴念最后还故意说了一句 都死了 走吧 说完 就一把扶起了袁杰 还有小弟鼠们和吴二叔 头也不回地和袁欣碎走了 等他们离开了好一会儿 地上假死的人才忍不住偶出了一口鲜血 眼里有刻骨的恨意 好 好的很 福神塔的人是吧 我记住了 必定会报给老祖的 然后这休闲室跌跌撞撞地跑了 等他跑了之后 阴念才从后方阴影处走出来 脸上扬起了一抹不易察觉的笑 快回去吧 我可爱的小毛驴 而这时小苗这个医生正在为袁杰治疗 过了一会儿 小苗泪得满头大汗 声音带着松了一口气的放松 主人 他的命算是保住了 阴念这才急忙转身 笑着抚摸着小苗的小脑袋 辛苦了 苗苗 休息一下吧 小苗浑身上下都干嘛 阴念立刻用灵力将小苗温养了起来 这时的袁杰静静地躺在地上 还没有苏醒 阴念仔细打量着袁杰身上的伤疤 不仅感叹道 你身上的伤疤可真是不少 然后他话锋一转 赶紧醒过来 我还想知道是谁弄的你 感动我的人 真是活泥歪了 阴念阴气森森地冷笑 小苗被灵力滋养了之后好了许多 要不是我这次长大了一些 还真就不回他 阴念欣慰地点点头 然后又看向乌二叔诚挚的道歉 乌二叔的两个触脚抖啊抖 不不不 不辛苦 应 应该的 天呐 这个杀人如切菜的大妖女同他道歉了 乌二叔有些晕乎乎的 这事他能放到他们族里吹一辈子 谁料话音刚落 一只手就猛地抓住了阴念的一袖 阴念向袁杰坦白了自己是魔族人的身份 虽然在袁杰的认知里魔族是万额不赦的 但袁杰还是欣然接受了 就在刚刚阴念从休闲师手中就回奄奄一息的袁杰 袁杰在小苗的精心治疗下 渐渐苏醒过来 他一只手猛地抓住了阴念的衣袖 阴念被吓了一跳 袁杰双眼心红 飞快地像是担心自己这是最后一口气一样 生怕自己说不完一言 几乎是用吼的方式冲着阴念喊 杀我的人是 圣仙仙 阴念缓缓握住了袁杰颤的手 感慨地说 看来你对刺伤你的圣仙仙 怨念深重啊 阴念这时像一个护短的慈母一样 放心吧傻孩子 乌尔叔就等你 他什么都看见了 什么都交代了 我还能不知道谁是叛徒 谁伤了你吗 袁杰在阴念的安抚下 激动的情绪终于平息了一些 艰难地点点头 阴念知道袁杰以为自己快不行了 不仅笑了 赶紧站起来 你的伤势算是勉强就回来了 咱们没时间坐下慢慢聊了 袁杰这才意识到 自己确实不再是奄奄一息的样子 伤口都在愈合 体力也恢复了不少 他猛地站起身来 感激地看着阴念 多谢 我欠你和乌尔叔一条命 阴念却像没事人一样 从容地白白手 那就欠着吧 说不定你以后欠着我的次数还要加呢 说完阴念静止地朝前走去 袁杰也一直跟在阴念身后 他看着周围浮现而起的迷雾 他不知道阴念智慧到底要去哪 疑惑地对阴念说 我想回圣山宗先看看 这好像不是去圣山宗的方向 阴念面无表情地说 嗯 我先带你去个地方 圆心碎看着阴念的背影 他是最了解阴念的 此时他也知道阴念想做什么 四样宝物已经有希望能凑齐 魔族出世在即 念念魔族人的身份势必会暴露 而阴念是绝对不允许 自己身边的人敌视魔族的 他这是在试探他呀 哪些人是值得做他真正的朋友 果不其然 魔剑封印之地越来越近 大魔们的身影和闹哄哄的声音 清晰地从魔剑里面传了出来 阴念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圆杰 他清楚地听见了自己紧张的心跳声 这终究还是要面对的 这是他第一次 主动和身边的人坦白自己的魔族身份 是否值得 就看这一则 到了魔剑的门口 圆杰果然面色骤变 一把就扯住了阴念往自己身后拖 脸色苍白 阴念 小心 前面是魔剑 不能再往里面走了 里面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族 五周人对魔族的成见是从小便有的 一代又一代 从海提时期就被耳提面灵 魔族是这世间罪恶的存在 这样的认知 这样的偏见 阴念又该如何打破 阴念突然笑了起来 抬手扶上圆杰的肩膀 对 前面是魔族 然后他在圆杰面前打了个响指 空气中出现了数颗魔元素的珠子 围着阴念就转动了起来 圆杰被惊得目瞪口呆 下意识地后退了几个 他震惊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他很难将阴念与万恶的魔族挂上钩 阴念念无表情地看着面色急速变换的圆杰 他要考验圆杰 并再次肯定了自己的身份 看见的是魔族 他们是魔族 我也是 如何 还觉得魔族是坏的 圆杰显然还没回过神来 嘴唇发抖 面色苍白 不可置信地说道 你竟然是魔族 不 不会的 你怎么 拉拉这急躁性子又上来了 焦急地想要上前说两句 可被窝窝一把抓住了手 别过去 我们什么都不用说 拉拉此时心里焦急万分 不说万一误会我们主人是坏人怎么办 窝窝知道现在这种情况 他们这些小仔子不便插手 于是立声说 他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们主人 如果他因为这件事情针对我们主人 那就不叫误会 那只是单纯的 本将仇报而已 乌尔叔好似这回才反应过来 整个窝都不好了 像是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哎呀呀 是魔族 魔族啊 圆杰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骤然出声 打断了乌尔叔的尖锐咆哮 他抬眼直视着阴念 每一个字都像是花费了极大的力气才说出来的 是又如何 就算你是 我也认了 他双眼通红却坚定 哪怕是有朝一日 死在你手上 那我也认了 英念缓缓闭上眼 他就知道 他眼光极好 是不会看走眼的 这时圆心碎走过来 抬头看向了天空 感叹道 如今五周分崩离析 各方势力争名逐利 正与邪谁又能分清 然后他又难得的正眼看了看圆杰 也不会后悔今日做出的选择 圆杰坚定地点点头 英念是魔族这个世界 他已经完全接受了 英念的挑拨离剑技进展顺利 福神塔和修协士被挑拨得反目成仇 随时将有一场大战 圆杰接受了自己朋友是魔族人的事实 并感慨道 我原以为 魔族都是坏的 如今看来也不尽然 因为英念一人 圆杰现在对魔族的印象完全改观 甚至开始怀疑魔族的坏名声是被人诬陷 毕竟魔族的坏话最早都是福神塔的人传出来 看到圆杰这样相信自己 英念只觉得这回心里特别舒坦 忍不住笑了 一旁的窝窝摸着自己的脑袋 突然激动地叫了一声 我的族人们都给我回信 窝窝仔细倾听的信息 脸上露出一个笑容 太好了 大家都找地方躲着了 英念和圆杰静静地倾听着 而下一刻窝窝脸色变了变 继续汇报着信息 但是圣山宗那边好像死伤惨重 出了一个叫圣红的叛徒 老宗主受了伤 但是不致命 听到这个坏消息 窝窝显然有些担心 声音都低了不少 还有一些内门弟子被圣仙仙扣住 威胁说 如果休闲是要打圣山宗 就把那些不听话的内门弟子抛出去 圆杰听了顿时神情变得十分难看 眼里有刻骨的恨意 恨不得马上飞回圣山宗 找那叛徒算长 他转身看向英念 准备征求下英念的意见 得去救他们 英念十分理解圆杰此刻的心情 同意地点点头 然后他看向了窝窝 心里不仅敢叹道 不愧是窝族 数量多而分不广 不仅哪里都有 而且探听消息也是一觉 这不就是行走的传心欲吗 英念顿时心里又有了主意 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怀好意的笑容 窝窝 你再给大家传一个消息 而此刻 在扶神塔殿内 七个神子正坐在大殿之上 像是在商议什么国家大事 七神子自听到扶神塔的弟子被杀的消息 感觉受了七尺大乳 早被气得七笑生烟 斜签面 还有那个斜签面坐下的第一女弟子 简直就是将我们扶神塔的威严放在地上 七神子看向了最高处 他不甘心地说道 是高神大人 难道我们就这么放任那些休闲师嚣张下去吗 我们可是扶神塔呀 大殿之上的那个至高神魁梧的身躯动了动 脸上戴着一个漆黑的面罩 看不清真容和神情 底下的神子们逐渐安静了下来 在他面前大气都不敢出 下一刻 至高神只轻轻地抬了抬脚 哗啦啦 无数形状各异的虫子 纷纷如潮水一样奔涌而出 是否真的如老气听见那般 虫兽们自会去验证 这密密麻麻的肉虫如动的场景 顿时就让在场的神子们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这是至高神豢养地用来探听消息的虫兽 至高神缓缓开口 威严的声音响彻整个大殿 等虫兽回来 再做定点 在修协师的老巢里 被阴念故意放过的那个修协师 正满眼恨意地趴在地上 老祖 老祖啊 扶神塔的贱人说咱们是猪狗不如啊老祖 兄弟们都死了 灰炮老祖盾时期的浑身发抖 我就知道 扶神塔也就是明面上不出面干预 竟然敢动我的弟子 找死 走 跟我一起出去 若是看见扶神塔的弟子 就吸干他们的精血 而此刻 天一周各处躲藏地中 每一个大大小小不愿屈服的势力头头面前 都占了一只的小小蜗牛 表明了是自己人的身份后 慢吞吞地将他们少族长话转述完 头头们听了不仅十分诧异 你说什么 让我们扮成扶神塔的人去偷袭修协师 或者扮成修协师去偷袭修协师 小蜗牛们继续传达着阴念的想法 但是阴念姑娘觉得修协师那帮人更好骗 所以主要还是装扶神塔杀修协师 头头们觉得这完全是个脑洞大开的好主意 眼里满是赞许 还可以这样啊 这不是探娘的兵法绝招吗 那啥玩意儿 挑拨离剑 左右逢源 这还真有点意思呢 头头们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精神抖擞地指向前方 走 全军出击 虫兽之王百变召唤天下所有虫族 来为鹰银探听消息 这高神豢养的虫子都因为血脉的召唤而受到了影响 这是在一处山谷之中 一个穿着扶神塔一袍的人 一把就将面前一个修协师的脑袋给摘了下来 他傲慢地轻笑着 呵 看见了没有 这就是和我扶神塔作对的下场 然后男人将那人头像扔垃圾一样随手一扔 而在一棵大树旁有一个被故意放过的修协师 看到了刚才的一幕不仅吓得浑身哆嗦 将想尖叫得嘴捂得严严实实 那一群扶神塔的人故意说道 走吧 刚才的那修协师看着他们消失了后 他才跌跌撞撞往自家老巢走去 他要赶紧回去将情况汇报给老祖 看着他走了之后 那些扶神塔弟子们才一仙一袍 原来刚才扶神塔的人是老乞丐他们假扮的 老乞丐笑嘻嘻的 嘻嘻嘻嘻 褚祸 走 咱们继续 找下一个信任 因为英恋的锦囊妙计 还有传递讯息的窝族 天一周的整个局势竟然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英恋他们在自家据点 也就是英恋抢来的前白家大厅里 师大皱着眉头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伍州比我想象中的大 我们带过来的人护着小主人绰绰有余 但是要查探消息就有些太少了 窝窝立刻说 我可以让窝族查探的 英恋点点头 若有所思地说道 窝族可以是可以 就是速度有些慢 这倒是一个问题 一旁的百变立马觉得自己有了用武之地 突然说 主人 我可以号令伍州所有的虫族 你需要他们帮你吗 远古血脉 食龙之虫 百变自然是可以号令所有虫族 只是虫族弱小 打架根本没有用 但是虫族队伍宠大 天上地下全都有 若是用来探听消息 那速度就快多了 英恋一听不仅两眼放光 真的 自然是要的 即使在弱小的种族也有自己的看家本领 重要的是要如何利用 百变说完就从位置上跳了下去 走到外面去传兴趣 英恋觉得自己之前一直是受思维限制 只想着如何拉拢更多的人来 却忘了自己是御寿师 灵兽本该是他的战友 用得上的时候就要用 各尽所能 在门口的百变缓缓地吸着气 腮帮子都鼓起来了 然后血脉威亚以他为中心散出去 他口中发出了奇异的鸣叫 变成无数的无线电波 一圈圈地往外面扫荡出去 人族和其他灵兽是感应不到了 这个只针对虫族 瞬间地面就开出了一个个的小洞 地下的推土虫一只只的钻了出来 湖面深处波大 一只只水卵虫往一面的方向汇聚而去 竹林 树林 哗啦啦 一群群的飞行虫族排列整齐 飞在了同一高度 受到了百变的召唤 几乎是遵从本能一般的 如利剑齐发 飙射了过去 所有的虫族都受到了影响 而那群背上打着浮神塔烙印的虫族 终于跋山射水 迈进了天翼洲的领地时 他们重去一阵 颤抖不已 啊 这个波动 是谁在召唤 他们不受控制地被这个波动影响 下意识地要听虫血脉的召唤 也不打听天翼洲的消息 迈开了爪子就对着百变的方向奔去 他们翻山越岭 终于 和浩浩荡荡的虫族大军们会合上了 虫族大军们按照自己的族群分类 一团团地友好前进 各大族群都发现了有一群虫族不一样 南方虫们发出质疑 这只背上打着奇怪烙印的虫子们是从哪里来的 姓甚名谁 生于哪个虫洞 报上名来啊 浮身塔虫们正在用自己微薄的意念抗拒着百变的召唤 作为至高神豢养的虫子 他们自觉自己和普通虫是不同的 要 要完成主人交代下来的任务 南方飞虫见这些身上有标记虫子不说话 开始骂起来 无视我呢 找打 可他们实在是太能闹了 浮身塔的虫子们受不了 纷纷朝着那些虫族发出了愤怒的和充满威胁性的咆哮 虫族大军们吓了一跳 下一刻勃然大怒 他娘的什么玩意儿 兄弟们给我上 拽起来 捆起来 给大王送去 那些浮身塔虫还没反应过来呢 沙包那么大的拳头就攻了过来 在据点大厅里 英念站了起来看醒世大 他对下一步的工作做出了安排 百变留下来等虫族集合 世大你带一半人跟我走 于眠眠也想出一份力 立刻跟了上来 我跟你一起去 给你们聊上 他们愚人族好像挺安全的 蜗牛说没多大事 所以于眠眠脸上没什么担忧的神情 英念同意地点点头 然后他看向了圆心碎 圆心碎脚下已经浮现了一个早就准备好的空间光阵 见英念看了过来 他轻笑一声 藏在眼尾那颗红质随着动作啄啄腰一起来 圆心碎对着英念伸出手 圣红竟然变成了扶神塔的走狗 帮着扶神塔镇压自家弟子 英念准备到圣山宗去看看情况 圆心碎早将顺一光阵准备好 圆心碎一把握住了英念的手 英念只绝缘心碎成心冰凉 握着的感觉就像是一块上好的冰愁 英念的脸色不仅微微泛起了红韵 感慨道 睡睡 你的手摸着好舒服 下一刻空间瞬间就变得扭曲起来 刷的一下 他们就已经来到大劫后圣山东门口 圆节不仅想起了上次受伤的事 还心有余悸 圣仙仙之前就在门口伏击的我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有没有人藏在门后准备伏击 英念和圆心碎对视了一眼 便静止朝大门口走去 他们看着那紧闭的大门 念念身上释放出阵阵威压 哼 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伏击都是苍白的 英念不由分说地飞起一脚 就朝大门踢去 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 大门直接被踢飞了出去 还破了一个大洞 圆节缓缓吐出一口气 天灵镜果真无比恐怖 他必须得快点追上英念才行 圆节急切地往里面走去 映入眼帘的是满地的尸体 圆节看着这些师兄弟 还有师妹师弟的尸体 眼睛又不争气地瞬间变得通红 圣仙仙 他怎能如此丧心病狂 圆节此时只想将圣仙鲜碎尸万段 他再也忍不住了 向着山顶一路狂奔而去 圆节一口气直接冲到了弟子广场上 他看见了什么 帝群内门弟子 像是猪狗一样被盗吊着 还有扶神塔的人手上都拿着鞭子 不断地抽打着被吊挂着的圣山宗弟子 这时的圣红正像一个扶神塔的人大献殷勤 神子 您放心 这些不识好歹的剑骨头肯定会臣服的 扶神塔的人狠狠地甩着鞭子 直打的那些弟子皮开肉绽 圣红也加入了进来 拉着鞭子抽打着内门弟子 凶神恶煞地骂道 你们到底服不服 一个内门弟子大笑道 嘿 扶神狗 想要我圣山宗内门臣服 做梦吧 我们老宗主一定会杀回来 杀你们个片甲不留 话才说完 圣红一掌就打在了这弟子的胸口 这弟子不仅发出阵阵痛苦的哀嚎声 圣红将一个走狗的样子演得淋漓尽致 义正言辞地指着他骂 放肆 怎么对尊贵的扶神塔弟子说话呢 下一刻 他像个狗腿子一样 跑到刚才的那个神子面前 做出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 呵呵 是神子 我们圣山宗很高兴 能成为扶神塔的附属势力了 别听他们胡说 而他们都没注意到 气得满眼血红的圆杰冲了过来 忍不住大骂道 无耻 圣仙仙看到满血复活的圆杰 顿时被惊到了 第一个尖叫起来 你怎么没死 圣仙仙怎么都想不通那一刀下去 圣仙仙受了致命伤 竟然还活着 圣仙仙震惊之余 看见圣仙背后空空荡荡的 并没有其他人 顿时就得意地笑了 呵呵 就你一个人 圣仙仙摆出一副 盛气凌人的样子 他根本就没把圣仙放在眼里 激笑道 英念呢 怕不是死在前线了吧 你有本事把英念叫出来啊 叫出来给你撑腰啊 哈哈哈哈 圣仙仙猖狂地笑着 忽然脸上一湿 有什么东西落在了他脸上 他下意识地一抹 什么东西 当圣仙仙抬起头打量四周时 却对上了一张猙獰的大狮子里 圣仙仙不仅吓得惊呼出声 而这时传来了 圣红声嘶力竭的声音 仙仙 快躲开 圣红目自欲裂地 要朝着圣仙仙冲过来 尸大一尾巴就拍在圣红身上 下一刻黑影一闪 圣仙仙面前多了一个人 英念一只手搭在了 圣仙仙的肩膀上 刹那间 圣仙仙只觉得 自己身上的灵力都凝固了 他一脸惊索 为什么 为什么他的灵力不能用呢 英念轻笑了一声 好久不见了 圣仙仙 你在等我吗 圣仙仙露出惊讶的神情 天 天灵境强者 这怎么可能 英念一只手 确确实实地撑在了圣仙仙的腰上 现在我出现了 你高兴了吗 来 小可爱 念姐姐给你演示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撑腰 他手掌灵力爆发 哼 圣仙仙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 他的腰被炸开了一个血洞 只是才发出一声 就被英念猛地捂住了嘴 嘘 英念笑了一声 别出声 用你的心来感受 这个撑腰如何呀 有资格入你圣仙仙的眼了 圣仙仙的眼泪伴随着剧痛恐惧一起流下 英念垂眸看着他 既然知道圆杰是我的人 还敢动我的人 你怕是活你完了吗 英念对待叛徒毫不留情 当着圣红的面将他的女儿给杀了 圣红发疯般要报复英念 却被圆心碎一掌锁猴 圣红和圣仙仙背叛了圣山宗 成了扶神塔的走狗 帮助扶神塔镇压那门弟子 想让圣山宗成为扶神塔的附属势力 英念一掌就将圣仙仙的腰炸出一个血肚 疼得圣仙仙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扶神塔的石神子立刻一声 放肆 谁敢动我们扶神塔庇护的人 说着他就要取英念这封女人的命 圣红惊慌失措地也朝这边冲了过来 师大一尾巴甩出来 发出震耳欲聋的嘶吼声 王者之气席卷全场 一第二 直接将石神子和圣红甩飞了出去 英念一把将圣仙仙像扔垃圾一样扔在了地上 他冷漠地看了看想冲过来的圣红 圣红看得心疼肚疼 然后英念一只脚直接踩在了圣仙仙的脑袋上 他不只要挑衅 还要让他们的小眼睛都看过来 当着他们的面弄死他们的人 英念目光冰冷 扶神塔罩着的人 他脚下缓缓用力 不好意思了 姐姐我呀 专杀扶神塔罩着的 圣红此事肝肠寸断 不要 别杀他 你要什么 我都可以答应你 石神子恨得咬牙切齿 你敢 英念可不吃这一套 他冷笑了一声 别的都好说 但是我最痛恨的就是背叛者 背后捅自家人刀子 在我这儿 必死 说完一脚狠狠踩下 血无炸裂 自己的女儿被人当着自己的面给杀了 圣红整个人都不好了 无力地趴在了地上 杀猪般地哀嚎着 谢谢 下一刻 他直接疯了 贱人 我要杀了你 他拼尽燃烧生命的代价 顿时气势暴涨 竟然直接挣脱了师大的束缚 对着英念就斩杀了过来 英念对小神经是没有什么办法 但他也不是一个人来的 原心碎眼里满是轻面 某已 只见他掌中灵力凝聚 那灵力向着圣红呼啸而去 如利爪一样掐住了圣红的咽喉 圣红整个人拼命挣扎 但四肢都在原心碎的掌控之中 英念面无表情 圣红 圣者为王 败者为寇而已 圣红心有不甘 嘴上却还在叫嚣着 英念你不得好死 圆心碎的手轻轻一握 只听得咔嚓一声 圣红两眼翻白 整个人像个纸片人一样被吊着 而此刻 圣山宗的老宗主正带着人拼了老命的往回 老宗主们风尘仆仆地赶到山脚的时候 听见的就是惨叫声 老宗主头皮一紧 糟了 他们已经很疲惫了 可这一刻还是被山上疑似弟子们的惨叫声 给刺激的头皮发麻 热血翻涌 又护发冷声道 大不了就和扶神塔的人拼了 一行人朝着圣山踪飞奔而来 结果一蹬顶 就看见大门被踹飞 他们来不及多想 静止地朝着广场而去 然后极具冲击力的一幕撞进他们的眼睛里 原心碎漠视着趴在地上的圣物 倒在一片血泊之中 而另一边师大已经撕咬住了那位高高在上的石神子 石神子就像是一块破布一样任凭师大样的 而这两人旁边站着一个冷笑不止的英念 英念仿佛很享受一般 嘴上不断地说 我就喜欢看你们这种人想弄死我 又弄不死我的样子 我更喜欢看我那些仇家死不明目的样子 都是仇家了 还想安心地死呢 都给我把眼睛睁着 出身塔的人和圣山踪的叛徒们都已经被控制住了 听见这话依然觉得怒急攻心 还不如一刀给他们一个了断更快 即便像老宗主这样活了这么多年 这会儿都有些缓不过神来 他们已经做好了厮杀的准备 更做好了全军覆没的准备 一句圣山内门无脑种的口号硬生生地卡在喉咙里 英念也看见了他们 他站直了一些 朝着大家云淡风轻的挥挥手 哦 来了呀 挺快的 诗人不涂骨头的魔鬼小萌娃吞吞终于现身 他将圣红的灵气给吸得干干净净 英念将扶神塔弟子全部控制住了 圣山踪老宗主都被震惊到了 老宗主其实都有些没反应过来 袁杰和那些被解饱的弟子们看到老宗主十分激动 连连向着老宗主坐一 老宗主看到他们安然无恙 内心还是十分惺喜 但面上还算是稳得住 活着就好 活着就是希望 然后老宗主走不来冲英念一撩一袍就要行大路 英念不仅被吓了一条 连练后退 老宗主 您这是干什么 袁杰他们正准备去扶老宗主 老宗主却推开他们 别扶我 是我应该做的 然后老宗主应是将这里给做错了 这次的事情多谢念姑娘出手援助 老宗主对着英念恭恭敬敬敬的座衣 眼里满是感激 这次事发是我圣山踪出的内鬼 才让这些人有可乘之机 但是念姑娘还是不计前嫌 帮了我们宗门 我们 英念还是十分尊敬老宗主这前辈的 他也早将自己和圣山宗外门不合的事放下了 于是说道 以前的事情 我已经说了 翻篇就是翻篇 不必再介怀 英念看到老宗主不仅想起了五周的心脏周星 他连忙问道 周星现在何处 老宗主对英念这个恩人是置无不言的 连忙说 周星在巨人族 也就是您师父那里 巨人族的实力保存的最完整 战斗力也强悍 和人鱼族还有周家一起 顾着周星 英念知道周星的下落 这回也放下心来 然后又算了算时间 那他们也应该快回来了 老宗主 你们赶紧带着会阵法的人 将天一周的防护大阵重新修补起来 然后让那些不愿意屈服扶神塔势力的人都集中过来 人少半步成事 老宗主觉得英念说得很对 频频点头 现在的英念真的令他刮目相看 一开始见到这孩子实力还很弱 但是他十分看好这孩子 觉得他并非持终之物 果然几天不见已经就成了天灵境强者 身后汇聚了一帮小神镜了 真是应了那句话 精灵启示池中物 一遇风云变成龙 英念眼中暗芒闪过 气势横扫全场 或有领袖风范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两件事 一是将修协师诛杀殆尽 二是将扶神塔的势力 以及他们的党与一举歼面 谁料英念的这个话出来 身后那群内门弟子们倒是有些犹豫了 有几个人说 修协师自然是要诛杀的 但是扶神塔那边的人也杀 会不会太过绝情 英念冷眼扫视了一下这些人 眼里满是轻裂和讥讽 说话之前 过过你们的脑子 如今是在开战 可不是在过家家 袁杰冷漠地看了一眼这几个弟子 他也发现了 一部分内门弟子似乎是忠诚过度 人是不坏 但有些过于心软了 于是立声说道 这是战争 战队之后的搏杀只分生死 战争里 除了朋友就是敌人 敌人的朋友也是敌人 那几个弟子被说得哑口无言 袁杰想起扶神塔的人就恨得咬牙切齿 扶神塔的人 前一刻还在杀宗门的弟子 这满地的残肢没看见 那些弟子都像个软柿子 少了一些血性 老宗主不仅有些惭愧 道歉念姑娘 是老夫教导无方 老宗主冷眼扫视了一下弟子 教训道 而等当即血仇 护卫自己的家园 吞吞这回已经忍不住了 拉着英念的衣袖说 主人别忙着教训这些人了 我能不能吸一口内人的灵气 嗅一口 英念看着饥渴难耐的娃 一脸慈祥地摸了摸吞吞的脑袋 想去就去吧 吞吞得到了主人的允许 下一刻 就来到了最虚弱的圣红面前 哈哈 小神镜 也就是勉强凑合吧 只见吞吞张开嘴巴 做出要饱餐一顿的动作 而圣红浑身抽搐 身上的灵力全都往着怪异的小女孩身上涌 过了一会 吞吞将圣红吸干之后 还拍了拍自己三分饱的肚子 别弄死了 羊羊 羊羊我可以继续吸 一旁的圣山宗众人都看得毛骨悚然 这又是什么妖术 为什么跟在英念身后的这些人都奇奇怪怪的 英念挑了挑眉 如果不是受伤状态 你现在能吸什么等级的人 吞吞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那吸不了的 我不太擅长战斗 他只是个能吃清晰的战武渣 英念摸了摸他的脑袋 没事 我把人打晕了为你 众人听着这话 不自觉地就打了个寒战 圣山宗这边的附宗大阵也及时打开了 可英念没有打算休息 他直接跨上了师大的背 老宗主吃惊道 你要去哪 英念脸上露出一个笑容 自然是去拔除那些投靠了扶神塔的当 英念气势汹汹地杀回了万寿国 万寿国的守卫们在寿人们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就在刚刚英念想去解决掉万寿国的党女 老宗主他们想同英念一起去 英念想着老宗主他们都负着伤 所以婉言拒绝了 不必 你们先休整恢复 日后自有出战机会 可就在这时 他在英念肩头的窝窝收到了窝族传来的精神思 窝窝听到里面传的内容后 气得咬牙切齿 不好了主人 我族传训 南下的虫族大军们途经万寿国 被帝后下令拦住了 还杀了不少幼虫 说像虫族这种卑贱的灵兽 活该被打死 师大气的毛发一根根都立了起来 万寿国 是从小禁锢了小主人的万寿国 坐在师大背上的英念不紧不慢地应了一声 是的呢 他脸上并无波澜 可越是这样的平静 却越是让众人心惊胆战 这预示着有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英念邪魅一笑 正好 我本来就想着 第一站该是万寿国呢 他养我一场 我该回去静静笑了 师大顿时心领神会 带着凶悍煞气化成衣到流光直冲天界而去 元杰也准备跟着一起走了 老宗主觉得英念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又和自家弟子元杰成了朋友 心里不仅十分欣慰 杰儿 你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啊 元杰灿了一笑 嗯 我也觉得是 他是打心眼里认定了英念 所以不管以后 英念做出了什么事情 他都会站在他这边的 师大的速度很快 再加上元心碎的阵法加持 没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万寿国城门口 看着熟悉的城门 以前在这里所受的屈辱 一幕幕在脑海里闪现 他不仅深吸了一口气 我回来了 滋滋 旁边突然响起了一声急促的叫声 英念转过身 看见几个熟悉的人 正拿着法器追杀着十几只落单的独角虫 他们背上都是斑斑点点的卡门 身后几个人冷笑 还敢跑 堕碎了为我的灵兽 多熟悉的台词啊 英念对他们可太熟悉了 斗兽场常课呀 他轻轻一抬手 凌厉光束直接将那几个嚣张的人给绑住 那几人吃惊地抬起头 心跳骤停 谁 是谁 英念从空中缓缓落下 像看见老熟人一样笑了笑 一年不见 大家倒是一点都没变啊 那几人对上了面前这张有几分熟悉的脸 不仅瞳孔放大 张大了嘴仿佛像见到鬼一样 见 见中 你是人是鬼 他们终于将面前这张脸 和斗兽场里那张脏兮兮的脸对上重合 英念背后 所有夜独心的兽人们都发出了难以抑制的愤怒嚎笑声 只要英念一声令下 他们就会将这几个傲慢无礼的垃圾给撕得粉碎 英念反倒是很开心地笑了起来 下一刻他释放出阵阵威压 你们还真是老样子 也好 这样杀起来才痛快 天灵静地磅礴威压将那几人压得东倒西歪 纷纷口吐鲜血 然后英念看向了那群虫子 英念笑着招了招手 过来吧 一群虫兽对英念有天然的喜爱 立刻准备过去 只是没想到猜走了两步 就感觉到了来自血脉上的威压 他们终于注意到了英念身边的百变 下意识地匍匐了下去 百变腻了他们一眼 转头对英念说 他们胆子想 主人就不必让他们贴身靠过来 丛族们其实很想靠过去 可看着重兽之王百变的样子 他们是真的不敢说出来 英念静止地朝着里面走去 挥了挥手分速道 行吧 把那几个人吊着 一起进去吧 大门口 守卫们几乎没有丝毫挣扎 就被已经点满了怒气值的兽人们一巴掌扇飞了 万寿国里的士兵们看见这一幕 纷纷惊叫后退 嫡妻 嫡妻 声音一道道顺着传进了皇宫之中 地后白灵正捧着一碗米鸡汤漫条斯里地喝着 听见惨叫时顿时一惊 出什么事了 一个奴婢上前答道 奴婢不知 白灵脸色顿时阴沉得可怕 一巴掌就拍向了这个奴婢 要你何用 一屋子战战兢兢的奴婢顿时跪下了 而这石门却被人从外面一脚就踹开了 声音也传了过来 我看其他人都没变 地后你倒是和之前派入两人呢 白灵被吓了一条 正正地看向门口 顷刻间对上了那张熟悉的脸 白灵的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 被阴念绑了的那些人看见白灵 就仿佛看见了救星一般 救救我们 姑姑 救救我们 这些人 原本就都是像白鹿一样 跟在苏灵燕身后跑的一些皇亲国妻 白灵正文过后 暴怒旋即涌上来 他目光阴沉地盯着阴念 你竟然没有死在前线 至高无上的王座变成了大变弃 小虫子们尽情地在上面撒着尿 象征最高权力的王座 却在鹰念眼里一文不值 鹰念率人攻陷了皇宫 然后直接杀到了帝后的房间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帝后看到鹰念像看到了鬼一样 在帝后还没反应过来 连心碎不动声色地上前一把 掐住了白灵的脖子 前线扶神塔的针对 你也知道 白灵被掐得拼命地咳嗽了起来 他眼睛里流淌出泪花 可下一刻 鹰念像是发现了什么 眼瞳一缩 拍了拍圆心碎的肩膀 等等 圆心碎松开手 鹰念走到了白灵身边 好奇地问道 你的境界怎么落到天灵镜了 白灵被放了 心里暗自窃喜 正想着如何反击 一把刀从他衣袖划了出来 他用刀抵着鹰念的脖子 顿时觉得自己占了上风 一脸的狂傲狠毒之气 见重你可真是没脑子 竟然让你的小情郎放了我 我纵然是天灵镜又如何 照样收拾你个低贱的货色 他用刀尖抵着鹰念的喉咙 并同时冲着旁边的人歇斯底里的大吼 给我准备阵法 要能直接移到扶神塔的阵法 快点 地后脸上带上了得意笑容 不然我就杀了这小剑主 可他一顿吼完 奇怪的是 师大他们却一动不动 连圆心碎脸上都没有露出紧张的神情 地后本觉得自己有了鹰念这颗妻子 自己逃出去应该是没问题的 哪知这些人却无动于衷 他的心头不仅咯噔了一下 力声威胁道 你们真要他死吗 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他 地后没有发现自己用力攥着的尖刀法器 竟然有几分颤抖 而这时鹰念却吃笑了一声 地后烦躁地打算先甩他一巴掌 只是那只手却被鹰念稳稳抓住 一股灰色灵力瞬间冲入地后的筋脉之中 让他浑身的筋脉都颤抖了起来 手不听使魂地松开 尖刀也从手中滑落 他惨叫了一声 尖刀落在了地上 不,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已经到了天灵境 地后满眼皆是金句 鹰念已经转过身一把掐住了地后的脖子 他声音冰了 你都能从小神镜跌到如今的半部天灵境 我怎么就不能了 来,现在和我说说看 你的境界是怎么跌落的 还有你为什么知道在前线的时候 浮身塔会针对我们的事情 地后虽然被掐得有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但是面上却是一脸鹰 嘿,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 即便落入鹰念的手上 他也依然觉得自己是高高在上的 鹰念朗笑出声 哈哈哈哈 好似看见了什么大笑话一样 地后见他这样子 只觉一阵寒意席卷全身 你想干什么 鹰念眼中有新红色的疯狂 他一把拧断了地后的胳膊 横得地后惨叫一声 但还是牙将嘴硬 贱人 贱人我要杀了你 鹰念一把将地后狠狠地甩在了地上 地后趴在地上无法动弹 无数护国长老被受人们制住 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嘴 见到鹰念的那一刻 还不知死活地怒骂着 你个出身不正的小畜生 你以为你杀回万寿国 我们就会拥戴你吗 卑贱的东西 我们就算宁愿去死 也不会拥戴你 这是一群淤腐恶毒的家伙 要死了都不知悔改 连心碎看了一眼那些 还在叫骂的护国长老 挥了挥手示意道 打断他们的膝盖 摁着他们的脑袋 让他们跪下磕头 护国长老们不紧大惊 纷纷怒吼道 是可杀不可辱 可没用 膝盖碎裂的声音 接二连三地响起 他们还在叫嚣 你们这些心肠胆毒的人 会遭报应的 可下一刻 他们却看见英念 大摇大摆地坐在了 万寿国的王位上 他们的脑袋被兽人们摁住 一下又一下地往地上磕 砰砰地磕出血 砸出一个个的血坑 尸大满眼力气 不知死活的东西 以为会让你们直接死 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英念坐在高高在上的王座上 他敲了敲王座的金颠 冷笑了一声说 这王座可真是令人作呕 与我而言还不如一条 最普通的木凳子舒服吗 这个王座充满了血腥之气 所以英念极其厌恶 他当着这些 将王座看成命根子的人的面 站了起来 朝着那些躲在一旁的虫族招了招手 小虫儿们 上去撒尿 虫族们没有犹豫 对着王座就飞了过去 他们优雅地抬起自己的屁股 哗啦啦啦 树道水声伴随着尿骚味 灌溉在了王座上 地后气地翻起了白眼浑身抽搐 嘴里还喃喃自语道 不会放过你的 大神子不会放过你的 英念挑眉 地后却已经晕了过去 他指了指旁边一个长老 你说 这女人是怎么和福神塔的神子搭上关系的 说不好 我就让人包了你的皮 但是能保证你神志清醒 那长老下的连嘴唇都在颤抖 但却一直不说话 旁边师大忍不住冷笑了一声 刷啦一下就削掉了他手背上的皮 他痛哭失声 和刚才一下就判若两人 啊 我说我说 地后搭上了大神子的线 甘愿用自己的一身灵力 成为大神子的肉体 地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竟然甘愿成为了福神塔大神子的肉体 英念眼中赏过一抹厌恶 呵 难怪 肉顶又称顶炉 用于采音补养 男女狗合时 男人会吸干女人的灵力 化为己用 和修协师用的是不同道弹童所求的法 这样就可以不用背负修协师的恶名 肉顶大多是被卖的女人 但像地后这样 一个小神镜强者 竟然毛遂自荐给另一个小神镜 真是跌破人的眼睛 难怪刚才看见地后的时候 英念发现他竟然退化了 没有了以前的气势 这时那长老抬起头 他的额头被刚才受人们 摁在地上磕的头破血流 这回终于清醒了起来 连连向英念祈求道 放过我们 我们愿意尊你为王 英念轻笑了一声 爽快地答道 好啊 长老的眼中掠过几分狂喜 在心里暗暗骂道 果然这件重是奔着王权来的 长老轻咳了一声 觉得自己这回有了谈条件的资格 又恢复了往日的傲慢 既是如此 那就松开我们 速速给我们拿上商药来 我们是护国长老 没有我们的拥戴 你这次继位 名不正言不顺 英念长长地吴了一声 要改朝换代的话 理应庆祝一下的 他俯身凑近那长老 那就来庆祝吧 长老愣了一下 一阵寒意袭上心头 这话是什么意思 可英念却已经抬起了头 冲着他笑出了一口森白牙齿 他也想让这些人体验体验 当初他所受的痛苦 随即吩咐道 来人 去把斗兽场给我清理出来 把诸位长老和咱们皇家的 亲戚小伴们 废去灵力 丢进斗兽场中热闹热闹 他都挨了挨脑袋 笑容尤其灿烂 通知所有万寿国国民 请他们前来观赏 要开宴会了 那长老被吓得面如死灰 连连后退却摔得一屁股 坐在了地上 英念忍不住轻笑了一声 苏林燕呢 这么大的喜事 他这个五周第一天才 怎么能缺席呢 旁边伺候地后的奴婢 动了动唇 看着狼狈的长老和弟后 他那双麻木的眼睛里 竟然闪过了一母快意 他朝着英念跪下去 语气里竟然带上了感激 苏林燕不在皇城里 英念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 无妨 我想让他现身 他今日就必须给我现身 奴女想了想 小心翼翼地对英念恭敬的道 需要奴婢们做什么吗 我们都是奴隶 不管谁做主人 对我们来说都没有差别 奴女越说越激动 眼里闪着泪花 如果皇宫中没有主人了 我们就会被二次发卖 大厅中所有的奴隶们都跪了下来 看见英念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他们知道英念很强 若靠上这棵大树 他们生活就有了着落 请 请姑娘不要将我们卖出去 请姑娘收留我们 他们神情苍白 英念的目光淡淡地落在这些奴隶身上 他从小就在这里长大 他知道皇宫里的奴隶有好也有坏 这些奴隶还得经过他的考验 看你们表现 长老一看女奴们要投诚 不仅破口大骂 你们这些下贱的奴隶 只是还没骂完 一股灰色灵力就席卷了他的全身 这是念念身后传来圆心碎的声音 念念 念念转过身 只见圆心碎坐在座椅上 对着英念露出那充满魅惑的笑 还有苏灵念你打算怎么收拾 英念怎么都不会忘了死对头苏灵念 他轻笑了一声 他苏灵念现在不是五周第一天才吗 五周第一天才 自然是要面子的 要怎么找出苏灵念 英念心里早有了盘算 下一刻 英念眸光发冷地挥手命令道 来人 把白灵吊起来 悬于皇宫大门之上 英念一字一句 声音响亮 霸气十足 招到四方 万寿国一主 他苏灵念要是想救母亲 就给我过来 奴隶们不敢不听从 甚至还带着几分雀跃和大仇得报的笑容 他们毫不怜惜地将人给拖了出去 英念一脚踹翻了王座 扫了一眼之困了他十八年的地方 眼眸微微变身 其实我不只是想要抓住苏灵念 你明白吗 英念看向圆心碎 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碰撞 像是冷厉的冰刃相互碰撞 又只有彼此才能懂得默契 圆心碎撑着脸 眼睫头下的阴影轻轻颤动 嗯 圆心碎只是英念的眼睛 你想把万寿国的王给找出来 是吗 地后白灵被挂在了城墙之上 英念准备把他当作幼儿 拧出苏灵念和万寿国的王 英念心里想得都难逃圆心碎的眼睛 英念轻笑了一声 我想看看 是多了不起的男人 自己的老婆都变成肉顶了 国家都破灭了 还能安安稳稳地在内逼死关 自现了那个自认识他父亲的男人之后 英念心底一直有一个疑惑 那个被困在山洞里的男人 和万寿国的王真的不是同一个人吗 这两人到底谁才是他的生父 如果不是同一个人 那么自己和万寿皇室又有什么关系 英念很想早点解开这个谜团 正想了入神 此时的圆心碎已看穿他的内心 念念 你会希望苏将是你的父亲吗 英念心情十分复杂 眼眸颤抖了起来 他鸣紧了唇 嘴硬道 我倒是希望我父亲已经死了 是因为不可抗力 才离开了我和我的生母 若是有别的理由 无异于会再一次伤到他 英念对上那双无比好看的眼睛 不仅心里一满 双颊飞红 英心碎紧握住念念的手 我们出去看看吧 客人们应该都到了 而就在英念和元心碎走出去的时候 英念并没发现自己手臂上的莲花印记 微微扭曲了一下 在第一学院灵虚境之中 有几人席地而作为成了一圈 英念大闹学院后就成了学院里的名人 但却很久没有出现 学院里还是有不少人惦记着他 有人悄悄地瞄了一眼阮青云 首席 英念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来怎么这儿了 他 他是不是把咱们给忘记了 阮青云旁边的小辫子老师顿时就炸毛了 怎么可能 他一个小世界的人 怎么可能在得到金色莲花印记之后 不想着天天往咱们这里跑吗 这可是无上神韵 是那些小世界的人拼了命 都想要修炼到大神境之后飞升的无上神韵 小辫子老师说得无比激动 霍霍横飞 他转头看了看旁边无动于衷的阮青云 他不能理解阮青云 为何要选英念这个没把学院放在眼里的人 我完全想不到他竟然是你选上的首席预备 青云 他是给你下了降头吗 阮青云是认定了英念是个好苗子 他不想过多的解释 所以里都没理小辫老师 小辫子渐软轻云无动于衷 便有些急了 院长 副院长 你们说说 他是不是脑瓜子科青了 才找了这么一个人来做学院首席预备 那个穿着粉色衣服微胖的女人 便是第一学院的院长 也是无上神韵里唯一一位女院长 看来是我们第一学院还不够吸引他 又或者 他因为什么事情被办住 副院长看了一眼小辫子 这人我也有所耳闻 妹妹是他 二狗也是他 好多人都讨厌二狗 所有人都喜欢妹妹 殊不知这就是同一个人 可真是有意思 小辫子一愣 拍了拍自己的脑门 冰恋两次进来的形象都太过于彪悍 小辫子不仅头皮发麻 以 以他那种性格的人 应该会四面树敌吧 阮青云挥了挥手 既然你们都这么好奇他的动向 不如现在看看 请客见一片巨大的水墓就出现在他们面前 里面正是万寿国那边的情景 阮青云提醒道 我们只看 不出手干预 也不算是坏了规矩 水墓撑开 哗啦啦 浓重的血腥味从里面传了出来 给人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瞬间他们的精神力竟然真的穿透水雾来到了万寿国 所过之处皆是一片凌乱 还有混杂在空气里的血腥味直冲脑门 小辫子不仅面色大变 心底竟然有了一些不安 战争 他一定是碰到麻烦了 他还活着吗 小辫子这回已经担心上一念了 就在这时 皇宫大门打开 一个浑身嘀嘀哒哒躺着血的女人被挂到了城墙上 第一学院的人立刻心头一惊 莫非 小辫子几乎是眼前一黑 指着那看不清面容的女人颤颤巍巍地说 难 难道那就是阴 阴 阴念 话才说完 就看见了一个穿着红色长裙长得无比美艳的女人出现了 站在墙壁上 他手持长鞭 狠狠对着那女人抽下去 那女人发出了一阵阵惨叫声 血滴滴答答地流出来 落在地上 阴念冷笑了一声 叫 且省省力气吧 等会儿还有的叫呢 对不起 他报仇就是奔着不死不休来的 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阴念脸上挂着凶悍的笑容 在场第一学院四人不仅震惊不已 阮清云指了指阴念的方向 干巴巴地说 看 那就是阴念 巨兽们怒骂苏灵念的声音传遍了整个五周大地 他们想帮主人把苏灵念这条蛇给引出来 阴念将地后吊挂在城墙之上 他用鞭子狠狠地抽打着地后 小鞭子老是看着水墓里这么强悍的王二狗给惊呆了 还别说 阴念比灵虚镜里那个捏出来的夹里 要漂亮得多了 眉烟又狠了 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 就连一向高冷的副院长清风都有些吃惊 清风摇了摇手上的折扇 并发都有些沉重的飞不动 不仅对阮清云的眼光感叹不已 清云呢 你找的这个手袭预备 很是生猛啊 唯一没有出生的阮情紧紧盯着阴念 他总结道 很辣对敌 内有底线 倒也没什么 但关键是为什么这孩子的这张脸看起来似曾相识呢 在哪里见过呢 偏偏又想不起来了 而此刻 阴念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围观了 那些国民们 已经纷纷涌了过来 满脸惶恐地对着阴念下跪 他们并不知道万寿国出什么事情了 只知道 好像万寿国变了天 换了新王 而对民众来说 只需要对新王臣服 只是眼看着地后被挂在城墙上 一些人还是心生恐惧 因为地后搭上了扶神塔 万寿国得到了扶神塔的庇护 而现在这样明显是会得罪扶神塔 那些人不免担心地窃窃私语道 新王这么做 不怕遭到扶神塔的报复吗 谁说不是啊 谁当王我都无所谓 但我们还能搭上扶神塔那边吗 还有咱们那位五周第一天才 苏灵燕 听说都是天灵镜了 对啊 得罪苏灵燕这样的天才 对这个新王也没有好处吧 刚说完 他们就听见了阵战声 大地好像都要裂开了一样 一群庞然大物遮天蔽日子袭来 领头的是一头银色巨师 还有无数巨大的灵兽 那些人被吓的声音都在颤抖 小 小神兽 巨兽们深吸了一口气 看向了阴念 阴念冲他们点了点头 巨兽们的声音就宛如惊雷一样 顿时轰隆隆地乍响 他们身躯庞大 嗓门自然也是极大 再加上自身实力的加持 就好像是降下神域一般 让人耳膜震痛出血 师大怒吼着 声音滚滚如惊雷 不孝女苏灵燕 不顾亲娘安危 宁当缩头乌龟 无耻女苏灵燕 偷开长姐凤女 霸占天生凤元 圆心碎看向阴念 评判道 气势不错 就是声音小了点 下一刻 只见圆心碎抬手一招 一个扩音的阵法加持 顿时 这声音传入了五周 每个人的耳朵里 苏灵燕 累累尸骨住白莲 苏灵燕 偷天换日狗都闲 这使圆心碎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 嗯 这就完美了 而这个声音也传到了圣山宗 圣山宗的老宗主 他们正在清扫节后的圣山宗 老宗主听到声音后抬起头 不仅赞叹道 后生可畏啊 巨人族的人也听到了那个骂声 纷纷跳上屋顶 往万寿博的方向看 老乞丐骄傲不已 不愧是我的徒儿 哈哈 而万寿博的人已经猛了 偷 偷来的 不会吧 就在他们疑惑之时 一只巨大的血缝 终于冲天而上 这只血缝 每个万寿博的人都看见过 在苏灵燕第一次觉醒的万寿博燕上 而现在这只血缝 显然毛发更亮 气势更强 它像是憋得太久了 仰天长眠 盘旋在阴念头顶 阴念抬了抬手 血缝低下了高傲的头 乖乖地臣服于阴念 这一刻 他终于能向全世界宣告 谁才是他真正的主人 谁 才是天生奉原 刚才的那叫骂声传得很远 而且 那些巨兽竟然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吼着 此刻的苏灵燕 本来是被封家人奉为上宾坐着的 封家之前是看不上他 甚至想要毁婚来着 可苏灵燕最近的名声实在是太响亮了 从前线出来了之后 说是有了奇遇 直接冲上了天灵境 一下令封家刮目相看 苏灵燕戴着面罩 只露出一半完好的脸 整个人像是一只脱胎晃骨的高傲小狂雀 我这次来 是来退婚的 这话终于说出来了 苏灵燕觉得浑身舒畅 风群坐在底下 整个人都难堪得像是着了火 你是什么东西 也敢退我的婚 兵燕要等的人终于要来了 仇人马上就要相见 这回死对头苏灵燕正忙着和风群退婚 风群顿绝颜面尽失 觉得这女人简直是不识好歹 怒骂道 不过是一次奇遇 你以为是自己的天赋 真的好到了哪里去吗 当我不知道你的凤云是 她差点就要脱口而出 苏灵燕卑劣的行为 苏灵燕气得脸色一变 直接凌空一巴掌摔在了风群脸上 将苏群直接扇飞了出去 苏灵燕现在有了修鞋师做后盾 加上自己实力暴涨 早就不把风家放在眼里了 她感受着自己体内澎湃的灵力 露出诡异的笑容 眼里满是傲慢 有你说话的法 而正在这时 一道道声音在苏灵燕耳边炸响 无耻女 小偷女 苏灵燕 一字一句 也传到了在场所有人的耳朵 风群和长老们都愣住了 随后苏群才清醒过来 是有人传音来骂苏灵燕的 她不仅吃笑出声 好啊 苏灵燕 你曾经做过的事情 如今终于全部暴露了吧 你这凤云是从别人身上拨下来的 风群要不是看苏灵燕有利用价值 早就不想要这苏灵燕了 于是诡辩道 我早就和帝后秘密退婚了 只是帝后求着我给你留一点颜面而已 真正要和我成婚的 应当是那位真正的天生凤云才对 毕竟当时定下的就是天生凤云 风家家主看着儿子被甩了一巴掌 心里怒气冲天 忍不住站了出来 正是如此 像你苏灵燕这样德行卑劣的女人 怎么配得上我的儿子 风家家主眼中闪过一亩算计 群儿 走 我们也去万寿国看看 你那真正的未婚妻想必已经九死一生地回来了 你作为未婚夫 也应该去看望一下 苏灵燕整个人说不出的阴郁 反倒是双眼赤红 她知道那声音肯定是阴念那见人搞的鬼 阴念 你敢动我娘亲 还大放厥词 颠倒黑白 今日我就要剥掉你这一身虚假的皮 她眼中恶意闪烁 来到无人处 向上放了一支烟 那烟烹的一声炸响 顿时化成五彩缤纷的盐子 那是召集休闲室的信号烟 苏灵燕自觉身后有休闲室坐后盾 不仅得意的很 呵 阴念 整个天一周都已经完蛋了 我倒是要看看 一个孤女 拿什么捅我都 休闲室们收到信号 就飞快地朝她的方向围了过来 领头的是一个挥袍老人 正是斜签面 苏灵燕一见到她 眼里就闪出一丝惊喜 连忙激动地凑过去 带着不满的情绪向斜签面打起了报告 老师您听见了吧 阴念那件女人果然从前线提早出来 那声音早就被斜签面听到了 斜签面脸色一沉 阴笑着 听他们说的 她才是天生凤云是吧 苏灵燕听了心里不仅一几 眼神有一瞬间的不自然 生怕斜签面不帮她了 苏灵燕撒起谎来 凤云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这个 老师 你相信我 我这个才是真的 她再三保证 但苏灵燕的谎话 怎么能逃过斜签面 这个老狐狸的眼睛 斜签面低笑了一声 苏灵燕还有利用价值 她并没有当面戳穿 于是说道 我就你这么一个天资卓绝的学生 不信你信什么 咱们修协一道的 从来就是随心所欲 谁抢来便是谁的 斜签面知道苏灵燕想回万寿国 于是挥了挥手就朝外面走去 走吧 我们是时候去天一周一趟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在斗兽场上 地后正被吊在城墙之上 音念就坐在最高位 在所有人的目光中 怡然自得地拿着一串葡萄啃着 某一刻 忽然音念察觉到了什么 她知道她要等的人来了 眼神一变 音念急笑道 苏灵燕 来都来了 何必藏头鹿尾呢 苏灵燕尖声高喊 金龙 下一刻 一只巨大的金龙 睁着血红的双眸出现了 不再是金骄 而是真正的金龙 音念看见这条金龙的时候 有几分诧异 她实在诧异这龙 为什么这么丑 龙脚歪歪扭扭不说 龙林还有地方起了浓血的炮 不再是一开始那副霸气逼人的模样 反倒像是从血池和粪坑的结合体里捞出来的一样 而苏灵燕已经将音念眼中的诧异 自动理解成了畏惧 你有血缝 我有金龙 你真当我怕了你不成 音念实在是被这龙给瞅到了 太过震惊 脚下一松竟然让苏灵燕正脱开来 去死吧 音念 她手上举起巨大的灵力漩涡 这漩涡是她最强的一招灵术 里面像是凝聚了数百张脸 猙獰地对着音念扑杀了拐 音念终于将苏灵燕引了出来 她要当众包开苏灵燕的皮肉 拿回被偷的凤骨 被尸兽人摁着的老臣们一听苏灵燕来了 就像看到了救星样 连忙呼救 地鸡 地鸡救救我们啊 音念想让这些人体会下她当初所受的痛苦 于是她打了个响指 来 丢下去 斗兽场已经完全打开 长老们被兽人们猛地投了进去 长老们发出了尖锐的鸡叫声 那些人不仅绝望地瘫倒在地上 斗兽场上无数的闸门打开 猛兽们咆哮着 看到了斗兽场上的猎物 不仅流着口水呲牙咧嘴地冲出来 朝着那些老臣们扑咬过去 那些老臣们被撕咬得惨叫连连 啊 不要啊 不要咬我呀 很快 斗兽场上顿时血红一片 音念在外面看得心里一阵畅快 乐不可知 笑声更让底下那些人觉得毛骨悚然 哈哈 真好玩 这时传来一道尖锐的怒骂声 剑种 那身影终于在此刻音念做尽坏事后 踏着月光来了 苏灵艳忍无可忍 发出阵阵威胁 你胆敢这么对我万寿国的长老 当真是活腻了 苏灵艳看到在音念周围盘旋的辣辣 心里不仅升起一股浓郁的酸味 颠倒黑白地说道 你当日偷走我的血缝 我看在姐妹情分上 已经既往不救 今日竟然被你倒打一耙 下一刻 苏灵艳的视线心痛地落在 被吊在城墙之上的地后身上 还有我的娘亲 她对音念恨得咬牙切齿 恨不得将音念碎尸万段 你一个婢女所生的人 有什么资格自称皇室正统 你就是这么对抚养你长大的母后的 今日 我就要替天行道 杀了你这皇室孽畜 底下那些本来还震惊于地基 是小偷的国民们 听到地基颠倒黑白的话 此刻又动摇起来 是 是这样吗 我还真以为地基不顾生母安危 当起了缩头乌龟 第一学院的几人眼神加深 软情看着音念 不免为音念担心起来 这孩子会怎么办呢 要知道 人越多越容易盲从 他要怎么证明自己清白 阮清云也觉得这是很难办 不仅担心地摇了摇头 难 口说无凭 音念是突然冒出来的 而苏林燕是一直都在这个国家的 果然 此刻底下的民众已经开始倒戈了 是啊 诬陷人要拿出证据来的 我相信地基不是那样的人 小地基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为人最为和善 怎么可能心肠那么呆 苏林燕看到这些维护他的民众 心里不仅一喜 嘴角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音念 你还有什么证据 尽管拿出来 你有本事污蔑我 就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你的清白才行 苏林燕只觉圣券在握 人音念有再多的嘴也说不清 摆出王者才有的架势 诸位民众不必害怕 我们万寿国背后是浮神塔 岂会任由他们嚣张 我才是万寿国的地基 才是众望所归 民心所向 苏林燕一口气说完 才觉得心口终于舒服一些了 音念慢吞吞地擦了一下自己的手背 轻笑一声 哼 谁说我要自证清白了 下一刻 他站了起来 红色衣裙贴着他的身躯 随着风的形状折出风锐的浓度 那长裙像是吸饱了血液 从他身上带过的风都带着血腥味 音念往前迈出一步 天灵静气势横扫全场 苏林燕 我本就清白 苏林燕在他站起来那一刻神情已经极度扭曲 你怎么可能是天灵静 不可能 他失态的尖叫声还没有停止 音念的人就已经来到了苏林燕面前 他整个人像个纸片人一样被音念一掌就扇飞了出去 天灵静的光芒直刺的苏林燕眼睛都睁不开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音念已经冲了过来 苏林燕 我要的从来都不是证明我的清白 你不明白吗 此时的苏林燕的咽喉被音念死死地掐住了 他一下就猛了 心里满是绝望 我明明变强了 可为什么 一转眼 他比我更强了 而这时的音念笑得无比邪魅 下一刻说出的话传到了所有人的耳朵里 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 我要的是享受当众抽回我凤原石那酣畅淋漓的感觉 苏林燕亮出自己最强邪术 他的灵力漩涡里惊现数万张人脸向音念扑杀了过去 从地狱归来的音念 再不是那个任人欺辱的小女孩 他诡计多端且出手狠辣 苏林燕在音念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眼见音念要当众将苏林燕皮肉包开拿回凤子 苏林燕被音念掐得差点窒息 用尽全身的力气坚声高喊 金龙 下一刻 一只浑身长满血泡的巨大金龙 睁着血红的双眸腾空而起 他不再是金胶 而是真正的金龙 音念看见这条金龙的时候不仅十分诧异 他平生还没见过这么丑的 而苏林燕已经将音念眼中的诧异自动理解成了畏惧 脸上献出得意之色 哈 你有血缝 我有金龙 你真当我怕了你不成 音念实在是被这龙被丑到了 不仅有些失神 脚下一松竟然让苏林燕正脱开来 去死吧 音念 苏林燕手上瞬间亮出一个巨大的灵力漩涡 这漩涡里面凝聚了数万张脸 猙獰地对着音念扑杀了过来 音念眯起眼睛 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苏林燕 我之前不明白你怎么就突然天灵静了 但是我现在明白了 你不是有奇遇 你已经是休息师了吧 被音念一语戳穿的苏林燕心底咯噔一声 他的神情肉眼可见的变得难看起来 天空中那夹带着人脸的漩涡和雪花漩涡 终于碰撞在了一起 没有僵持 没有不上不下的纠缠 雪花漩涡几乎是以直接碾压的姿态 将人脸漩涡迅速摧毁 苏林燕也被绞杀了进去 无数的雪花落在苏林燕身上 他歇斯底里的惨叫着 他万万没想到对付一个小小地临近的音念还能受伤 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苏林燕倒地的那一瞬间 带着浓浓恶臭的血液从他身体标示而出 漆黑的血液带着浓浓的脏臭气息 恶臭飘出十里之远 那些刚才还支持苏林燕的民众们被熏得捂起了口鼻 是修协师 地基成为修协师了 万寿国的臣民们都吓傻了 修协师三个字仿佛光是念念 都能给他们带来无上笔据 英燕笑得特别开心 只是那眼底却没有丝毫笑语 从别人身上掠夺能量的感觉怎么样 可惜啊 你成为修协师的时间还太短了 还没能完全融合吧 只见他手中凌厉凝聚 轻哼了一声 什么天灵静 英燕的手一把掐住了苏林燕的脖子 眼里竟是嘲讽 如此虚浮的气息 我一个人 一次就能杀十个 苏林燕艰难地用尽全身的力气吼叫道 杀 杀了他 金龙就像是一个失去了灵性的傀儡龙 僵硬地转动脖子后 张着血盆大口咆哮着向英燕扑了滚 底下的人不仅为英燕捏了一把汗 惊呼了一声 小心啊 英燕不慌不忙地叫道 宰宰们 该你们上场了 就在下一刻 一股庞大的精神力席卷而来 天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蜗牛虚像 第一学院的人看着水墓都吃了一惊 小辫子老是难掩激动的心情 是 是变异精神力型的灵兽 稀有程度堪比远古神兽 而且竟然已经是神源兽 金龙被这一波精神攻击弄得恍惚了一瞬 但就是这一瞬 却成了致命的瞬间 巨大的血缝腾空而起 一爪子就抓下了他的眼睛 而下一刻 一只巨大的猎空虫也赫然出现在面前 向着金龙扑咬过去 猎空虫凶狠地一下就咬住了龙的脖子 小辫子不仅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血 血缝 猎空 已经消失在世界上的远古血脉 怎么又回来了呢 巨大的猎空虫一口就咬断了金龙的脖子 一片血雨落下 金龙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腥臭的黑血顿时浸透了地下的土地 一颗苍翠的大树须影在三个兽仔背后撑开 无数绿色的光点将补足了用出去的灵力 英念冷眼看着半死不活的苏灵念问道 你还有什么手段 苏灵念朝着天空大吼 老师 老师救我 刚才那一招白脸漩涡 英念一看就是斜签面的灵术 曾经在大战的时候见到我 只见英念冷笑一声 老师 你是说斜签面吗 哈哈 小可怜 你的老师现在可顾不上救你了呢 英念向众人揭开了苏灵念入了邪教的真面目 要将作恶多端的苏灵念抽筋巴 他猛地将手刺入苏灵念的击鼓之中 将那颗凤原从苏灵念的身体里掏了出来 这一颗已经和苏灵念的血肉长在了一起 拔出来的时候还带着阵阵恶臭 英念嫌弃地看了凤原一眼 猛地一捏 脏了的东西 我不会再要了 凤原瞬间碎裂成渣 而此时的苏灵念已痛得无法呼吸 死亡的气息向他席卷而来 但他还不想死 他不断在脑子里搜索着有价值的东西 然后他一把抓住了英念的手 有气无力地说道 别 别杀我 你难道不想知道你亲生母亲在哪里吗 我可以告诉你 而此时的英念好像并不在意 只是轻轻地应了一声 苏灵念还以为自己说服了英念 有了一线生机 可下一刻却听见了英念低声轻笑 苏灵念 你可知 我们擅长精神力的人 有一灵术叫做搜恶魂 你的记忆 你的灵魂会告诉我的 本来我都忘记了 现在倒是想起来了 多谢你了 苏灵念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眼里满是绝望 不不不 我说 不要搜我的魂 你不是我父皇的孩子 我偷听到了 我在大神子口中偷听到了 英念眸光微动 哦 可我不信你说的呢 我还是搜魂吧 苏灵念害怕极了 迫不及待地想将自己知道的一切告诉英念 希望这样英念可以饶他一命 真的是大神子说的 他说你娘能成为至高神大人一块养料 也算是他没白 至高神强胜一分 你娘就会虚弱一分 他会这么说 就表明你娘肯定还没死 我就听见这一句 你信我 可英念并没有被他的话打动 手没有丝毫松开的意思 只倾笑了一声 嗯 我信你 下一刻 英念却变得无比温柔 带着无尽的和气 反正 我也不会那什么搜魂术 小傻瓜 骗你的呢 英念掌心灵力凝聚 手渐渐收紧 想要我给你活路 你也配 苏灵念张大了嘴 眼睛瞪得大大的 仿佛一直离了水的死鱼 随后 英念像扔垃圾一样将苏灵念狠狠地扔了下去 苏灵念重重地摔在他最厌恶的卑贱奴人们面前 倒在一片发出阵阵恶臭的血泊之中 奴人们再也不怕了 他们一拥而上 拿着刀向苏灵念的身体砍去 他们撕心裂肺地哭着 你还我女儿 你还我女儿 我杀了你 哈哈哈 死得好 死得好 我全家都被他杀了呀 我的孩子还那么小 他们哭泣着控诉苏灵念残忍暴虐的一生 苏灵念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 英念冷眼看着这一切 手刃仇敌 让他觉得胸口有一阵热意在翻 有什么东西要破头而出 原来是身体里的凤云变得更璀璨了 窝窝来到他身边 他眼中有惊喜的神情 主人 你的凤云 比之前更强大 我能感觉到有源源不断的能量 从你的身上反馈给我们 英念笑了笑 看向城墙上挂着的地后 凤云独一无二 如今 也算是真正独一无二 因为苏灵念死了 那颗凤云毕竟是从他身上挖出去的 只要那颗凤云消失了 那股力量自然也就回到了他的体内 忽然天空中传来了源心碎的声音 念念 似乎是带着云月的轻笑 动手 英念毫不迟疑 伸手就要从空间法器去掏他所需要的东西 随后他拿出了一把长长的弓箭 英念将长剑拉满弦 灵力注入其中 内剑对准了地后 叙事待发 英念高喊道 万寿国国君 再不出来 你先死女儿 后死七分 说话也不影响英念的动作 下一瞬 长剑破空而去 刚刚还昏昏沉沉的地后似有所感 抬起头幕后尖叫 英念 你会遭报应的 咻的一声 长剑直接穿透了他的喉咙 白领眼中的光芒逐渐散去 而万寿国国君却迟迟没有现身 英念终于手刃两个仇敌 作恶多端的地后被英念射杀在城墙之上 英念心口的大石头终于落地 心中无比地舒畅 随之英念从天而起 身上光束直冲云霄 凤原能量彻底饱满 这是又要突破了 他的实力再一次提升 一星 两星 小辫子老是看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他眼皮子直跳 之前不久才突破天灵镜吧 这人破镜升级怎么就和闹着玩一样 阮青云觉得自己太有眼光了 不仅得意地笑了笑 日积月累 后积勃发 心智坚定又天赋极高 只要有适当的时机 潜能就会强势爆发 喷发出无限的潜力来 英念不仅惊喜地握了握拳头 二星天灵镜 然后他直接升上高空 第一学院四人想看看怎么回事 也跟着一起升了上去 小辫子看清楚上空那硕大的几个阵法 阵法下面还有两队人在对峙着 小辫子老是立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惊讶地说 我说怎么不见修学师的人 原来都被小丫头的人拦下来了呀 原心最早就在修学师迈入万寿国领土的时候 修学师一进来直接被困住了 是鬼谷的人穿着扶神塔的衣袍 直接拦在了他们前面 斜签面一边吐血一边冲着 看不清真容的原心碎冷嘲 我倒是没想到 扶神塔竟然也成了这小姑娘的靠山了 这女人是给你们灌了迷魂汤吗 斜签面感觉到生命力的流逝 他慌了 是鬼谷中一个人装着扶神塔人的口气骂道 一群血脉肮脏的狗也敢和我扶神塔相提并论 不得不说这人的演技还真好 生性多疑的斜签面顿时被唬住了 他气得咬了咬牙 就是扶神塔没错了 这群狗东西 扶神塔殿内 一群神子看向至高神 至高神静默无语 他实在想不通一向听话的虫兽们 咋没有半点消息 为什么他的虫没有回来 至高神叹了叹气 老大 你带着大家先过去看看 虫没回来一定是出事了 一旁的大神子急忙站了起来 旁边二神子看着大神子的样子 不仅觉得十分好笑 挖苦刀 你这是急了 也是 你那个相好的也在呢 至高神打断火药为十足的两人 劝道 行了 别内斗 这一次一定要将周星带回来 别耽误了我们的大计划 若取得了周星 大神子就可以成为天下第一强者 下面的众神子纷纷作音应了一声 是 看着众人离去的背影 至高神此时脸阴沉得可怕 那个该死的女人 竟然断了我的灵路 害得我只能卡死在这最后一步上 下一刻 至高神从袖口中拿出了一个 保存的很好的浴盒 他看着那盒子不仅笑了 仿佛那盒子是活的一般 呵 没想到你和那家伙的孩子竟然还活着 不过没关系 他马上就要死了 到时候 我会将他的脑袋拧下来 然后去无上神域的时候 亲手送给你 至高神缓缓地打开浴盒 里面静静躺着的 竟然是一根细长的漆黑的肠尾 至高神刚才那暴虐的语气又诡异地温柔起来 这么久不见 你肯定更漂亮 没过多久 在万寿国边近处 大神子带着扶神塔的人就到了 然后他们向前面走去 周围一片寂静 这大大出乎大神子的意外 奇怪 不是说天异周的人都在逃亡吗 为什么在边境处反倒看不见什么人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他们迈进万寿国领土的那一刻 在边境处布置下胆印正法的元心碎就已经知道 修邪师们被折磨得溃不成军 邪迁面此时也已经奄奄一息 元心碎却笑了笑 拉着英念的手往后退 准备看一场好戏呢 于是他说道 好了 放他们走吧 师大他们打得正憨呢 师大一听要撤 有些意犹未尽 现在多好的机会 为什么要走 英念导演的一场好戏正在开罗 福神塔和修协师终于杀起来了 英念让人假冒福神塔弟子为追赌劫修协师 挑拨修协师和福神塔反目成仇 元心碎收到福神塔以来的讯息 连忙拉着念念就要撤腿 师大不明白地看向英念 英念和元心碎是两个心意相通的人 元心碎的想法英念问都不问就知道 英念对师大解释道 相信我 有大用 师大连连点头 虽然不知道是为啥 但他愿意相信小主人 师大他们不动声色地慢慢放开了包围 邪迁面奋力一击 灵力漩涡直接将刚才笼罩他们的光阵打开了 邪迁面有些不可置信 竟然打开了路 来不及多想 他兴奋地冲着自己带来的弟子们大吼一声 快走 比逃命 有谁比终日躲躲藏藏的修协师更擅长呢 英念拉着元心碎 脸上浮现出了意味深长的表情 走 修协师们一路逃窜 眼看着就要靠近边境区了 邪迁面这回才放松了一些 一阵眩晕 扑得吐出一口黑血 受伤的弟子们都在草地里稍作修整 邪迁面捂着疼痛的胸口 眼里竟是刻骨的恨意 此仇我邪迁面记下了 我必让扶神塔付出代价 人群中突然有人发现了一群扶神塔的人 那人声音里带着刻骨的仇恨和滔天的怨气一般 老祖 天杀的 扶神塔的人守在边境啊 那人气愤地跑到邪迁面跟前继续说道 老祖 他们玩弄我们 万寿国那边的扶神塔弟子早就知道外面有人围着 不是打算放了我们 是为了玩儿猫捉老鼠的游戏啊 老祖 而这时涂抹着修协师鲜血的阴念 非常熟练地带着袁心碎混进了修协师人群里 阴念瞬间细经上身嘶吼道 这群畜生竟敢将我们玩弄于鼓掌之中 老祖 头可断 血可流 可我们修协师的傲气不能丢啊 阴念已经情到深处 喊得声音都哑了 兄弟们 冲啊 为我们死去的家人们报仇 袁心碎看着卖力表演的阴念 都觉得有些无语 本来对扶神塔恨得咬牙切齿的修协师们经这一聊锅 此刻胸中一把木火烧起 大有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感觉 大家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吼叫 杀 随后抄气法气完命似的就对着扶神塔的人杀了过去 大神子还没反应过来 修协师们就刷得向他们飞了过来 冲在最前面的是斜前面 双眼血红 像疯了一样对着站在最前面的大神子杀了过去 斜前面一掌鸡飞出去 大神子大怒 面目都变得扭曲起来 他不明白修协师为什么要攻击他们 难道是和天一周勾结在一起吗 想到这大神子的眼睛顷刻就红了 他咬牙怒吼道 苏生塔弟子听令 斩杀修协师 一个不留 两边势力听了这句话 同时爆发出惊天怒吼 杀 而当他们相撞打得不可开交之时 冰恋拉着圆心碎 一个灵活地翻滚 修得一下 伸手矫健地滚落到旁边一块大石头后面 蠢蠢欲动想杀人的圆心碎 拍拍他的肩膀说 稳住稳住 咱们是看戏的 别上头 让傻子们去冲 圆心碎经这一提醒 心里顿时安定下来 他一把抓住了英念的手 询问道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英念黑黑笑了一声 这一笑让跟着他过来的第一学院四人瞬间回神 嗨 太无耻了 小辫子颤抖着手指向那一团混战的两个势力 咱 咱们的预备手机 就这么让两拨人干起来了 关键是他自己还狗耸狗耸地躲在大石头后面 阮情道嗜笑得很开心 咱们学院还从没出过这样的人了 第一学院 院封和他们的名字一样 简单地一看就能看清楚 顶天立地是第一 一根筋的银 小辫子指着阴念 可下一刻 却发现头皮一阵阵发麻 他下意识地转头看去 却正好对上了圆心碎的眼神 小辫子立刻说回手 心底咯噔一声 他 他能看见我们 擅长控制精神力的窝神又出手了 直接就控制了扶神塔守门人的思想 阴念和圆心碎便大摇大摆地 进入了扶神塔内部 就在刚刚阴念成功挑起了 扶神塔和休闲室的战争 一直在一旁看戏的小辫子 老是不淡定了 觉得阴念好阴险 便随口骂了一句 而下一刻便对上了圆心碎 那凶狠要吃人的眼神 小辫子被吓得一惊 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他能看见我们 旁边的副院长清风看过来的时候 恰好看到阴念激动地拉住了圆心碎海 圆睡睡 圆睡睡 快给我弄个阵法 清风看着这两人旁若无人的样子 觉得小辫子有些大惊小怪 他不仅笑了 看你被吓得 是被阴念骚出幻觉了吗 他怎么可能看得见咱们呢 小辫子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他刚才被吓得几倍上来 刺麻的感觉还没消退 不可能吗 可是刚刚他那眼神分明是看到我了 而另一边 大石头后的阴念 已经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 他想趁着扶身塔和休闲室混战 混进扶身塔内部去 于是迫不及待地催促道 快 给我弄一个去扶身塔的阵法 我要偷家 圆心碎永远不会拒绝阴念 随着阵法光芒一闪而过 两人就消失在了原地 第一学院的这几个人 看了一眼自己虚幻的身体 哎 这就到时间了 小辫子语气里 带着几分自己都没察觉到的依依不舍 院长 副院长 咱下次什么时候再来啊 小辫子还在眨巴着眼睛 满眼期待地看着他们 全然忘记了 应该是阴念去第一学院 而不是他们这些第一学院的领导们 来追着看一个预备生啊 清风看着小辫子那搞笑的模样 不仅笑了 让院长恢复一下灵力 我们再来 而这时的阴念和圆心碎 已经来到了扶身塔附近 阴念被这里一望无际 而又气派的建筑给震惊到了 这里就是扶身塔所在的天舞洲 天舞洲虽然排行在最后面 却比天一洲大了许多 圆心碎点头 声音清冷道 嗯 因为扶身塔在这里 圆心碎带着阴念在街上刚走了两步 就被一个喝高了的醉汉拦住了去路 那人看到阴念不仅发出吃笑声 哪里来的小娘子啊 看起来不像是我们五周的人了 然后那人一脸猥琐地伸出手 想去拉阴念 哈哈哈哈 小美人 过来陪也喝一杯 嘿嘿 而下一刻 圆心碎一脸阴沉地抓住了他那只贼手 只轻轻一般 那人就疼得踩叫连连 啊 手要断了 要断了 然后圆心碎冷漠地直接将那人摔了出去 他拉着阴念的手 自顾自地继续向前面走去 而刚才的那人却看到自己长满无数血泡的手 吓得魂都快没了 我的手 而下一刻只听得砰砰砰几声 那人嘴里和身上就炸开了无数的血污 街道上顿时骚乱了起来 死人了死人了 阴念和圆心碎静直来到了扶身塔大门口 守门的一排弟子立声喝斥道 来者何人 出示下令牌 正要上前来排查他们的身份 阴念肩膀上突然钻出一个小小的蜗牛 蜗牛挺起软白的身躯 主人 看我的 那些人只觉得脑子一震 随后眼前炸开了花白的光 窝窝清了清喉咙 完全控制了这些人的思想说 让我们进去 弟子们僵硬地转开了步子 乖乖地替他们开了门 阴念他们就这么轻易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扶身塔内部 阴念心酸地露了一把窝窝的脑袋 宝贝你可真厉害 窝窝一脸骄傲 那是光明正大的来我不行 又让窝窝控制住了一个人问 能解开魔族封印的宝贝在哪 至高神要扯出念念的魂魄 让他变成一个傻子 而圆心碎却单方面和念念做了精神共荣 任何人都伤害不了念念的精神体 窝窝的精神力控制了扶身塔守门人 阴念他们顺利地进入了扶身塔内部 进去后 窝窝又控制住了一个人问 能解开魔族封印的宝贝在哪 那人顿时猛啊 他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一脸麻木地道 宝物库房吧 不过那里戒备森严 等闲弟子根本进不去 正在阴念他们犯难的时候 乃至那男人随后 从自己的裤裆中掏出了一串钥匙 黑黑地笑着 等闲弟子进不去 可我不等闲 阴念也没想到随手一抓 就抓到了一个管理库房的弟子 窝窝又发号施令道 前面带路 那男人乖乖地点头 于是阴念和圆心碎 跟着这人往里面走去 阴念有些不可置信 真能这么顺利 扶神塔 当真这么容易就被我混进来了 阴念心里有些不放心 他瞄了瞄缘心碎 发现他脸上没有什么神情 阴念心里才稍微安定了一些 圆睡睡没说话 应该没问题吧 而就在扶神塔最顶上一层 在巨大王座上的男人 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的感知像蜘蛛网一样 遍布整个扶神塔 很快就感应到了一样的气息 这高神轻笑了一声 呵 有只小老鼠混进来了吗 他懒洋洋地靠着王座 就像是一个巨人 发现自己的庄园里 闯进了一只小蚂蚁一样的从容不破 他下意识地轻笑说 看我不把你精神提扯出来 然后他伸出了五指 嘘嘘按下 他的精神力如潮水一样 朝着还在一层楼的阴念涌了过去 阴念只觉得头皮一痛 他还没来得及防备 就有一股巨大又深不可测的力量 从他的天宫之中涌了出来 那力量是完全陌生的 阴念这么主 这股力量是从哪里来的 站在阴念肩头的窝窝却一脸淡定 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圆心碎 上次阴心碎给主人做了个精神护壳 主人的精神体便不能再轻易被扯出了 阴心碎也已察觉到了 这股来自外界强大的精神力 他不会让念念受到任何伤害 只见他周身灵力凝聚 精神体也随之飘向那个攻击念念的人 至高神眼前白光一闪 下一刻 庞大完全不属于他的精神力 源源不断地涌了过来 至高神没有做好准备 竟然呕出一口鲜来 一个虚幻的人隐顺着至高神的精神力 来到了他身边 立在空中冰冷地俯视着他 仿佛是高高在上的神 伏在半空中的是元心碎的精神体 就是你寄予我家念念的精神体 至高神看着这张陌生又年轻的脸 他不可置信地说道 不可能 你是谁 那小杂种身上为什么会有这种强者的精神功能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元心碎的精神体就一把掐住了他的咽喉 怒吼道 嘴巴放干净 还在一楼的阴念只觉得脑子一通 一下就恢复了神志 而面前的元心碎却不知什么时候 镜闭眼盘腿坐着 阴念不知怎么回事 连忙活叫道 连睡睡 窝窝立刻把刚才发生的事向阴念会报道 主人 这浮身他有强者发现你的踪迹了 刚才他攻击了你的精神力 想把你的精神体拉扯出所 你差点就变成傻子了 好在元心碎和你做了单方面的精神共荣 他大概是上去找那人干下去了 精神共荣 指的是两个人的精神力彻底地绑在一块 红身共死 一方遭受到攻击的时候 另一方就能感应到 如果一个死了 那另一个也不会活 元心碎比阴念强些 而无疑这种共荣元心碎是有些吃亏的 阴念不免有些感动和震惊 精神共荣 元心碎这是做好了和我同生共死的准备啊 阴念问窝窝道 那个人强吗 多少人 窝窝对精神力的感知比阴念灵敏 窝窝大汗淋漓 努力感知了一瞬后紧张地打道 很强 就他一个 阴念不免有些担心起来 元心碎能打得过吗 窝窝犹豫了一瞬 还是实话实说 不一定 拉拉和百变一听情况有些危急 一下就出来站在了阴念两边 拉拉一脸疑惑 主人 我们该怎么办 宝物我们还偷吗 百变说出自己的想法 要不咱们先去把东西拿了 元心碎很强的 阴念从来不相信世上存在什么不败的战神 他担心地握紧了拳头 再强也是会流血的 扶神塔不是没有比他更强的人 阴念轮起满是刺得大铁锤向至高神的肉身杂血 鸡蛋碎裂的声音顿时传了出来 这高神瞬间变成了太监 念念的精神体差点被人强指拉着出来 幸好有元心碎打造的防护照护身 元心碎灵魂出窍去找想伤害念念的人算账 而这回摆在念念面前有两个难题 要么丢下元心碎不管 先去拿宝物 要么去帮元心碎 如果错失了这次机会就不知道多久才能及其宝物了 说不定 这辈子都没机会了 魔剑的大家还在等着他去解救 而元心碎面对的是一个强者 搞不好会有生命威胁 此时的英念一时难于决策 额头上都渗透出了汗珠 英念看了一眼现在毫无攻击力的元心碎的肉身 他在心里暗暗下定了决心 他不会丢下元心碎不管 英念当机立断地拿出了一条绳子 下一刻 他直接将元心碎的身体绑在了自己身上 他不敢将元心碎一个人丢在这里 那样太危险了 英念口中顿时涌上一股血腥味 走 我们去帮元心碎 他背起元心碎就朝顶层窜去 各层都有很多巡逻的弟子 英念不忘轻声地对三个仔嘱咐道 我原以为扶神塔的人都倾巢而出了 但没想到这里最强的那个人还没出去 你们等会要小心 英念本以为扶神塔的人都出去了 所以才偷默默地过来 英念看似疯疯癫癫 行为古怪 但每一步 他都是算计好的 都踩在了点子上 英念一边说着 一边避开巡逻的弟子 悄悄地来到了顶层 这也多亏了呜呜用精神力干扰那些弟子 不久就到了一个门口 英念凝神 到了 下一刻他急忙推开门 果然 圆心碎用精神力将至高神的精神体拉扯出来了 两个精神体正打得不可开交 至高神的肉身就和圆心碎一样 毫无攻击力地躺在那王座上 英念带着仔仔们 偷偷默默地爬了进来 至高神和圆心碎杀得正酣畅淋漓 眼见圆心碎的精神体越来越薄弱 至高神发出愉悦的笑声 你虽然强大 可我总觉得你的精神力是残缺的 呵 这样下去你迟早耗死在我手上 圆心碎半点畏惧的神情都没有 只是眼尾一扫 他发现了已经来到了之高神肉身旁边的英念身上 他眼瞳狠狠一缩 他从没想过 英念会背着他的肉身找过来 他从来只知道 要护着自己的念念 念念帮他 确实不存在于他的脑海中的 可英念就是来了 圆心碎只觉心头一热 念念 念念连忙做出手势 示意圆心碎不要出声 下一刻 英念已经拿出了一把笔手 高高举起 狠狠地对着之高神的肉身扎了过去 叮的一声 那肉身竟然没有被刺破 英念不仅脸色大变 他的肉身为什么这么硬 他立刻施展了灵术 可灵力竟然从他的身体里穿透了过去 而之高神 已经缓缓转过了身 他看着英念 得意地冷笑道 愚蠢地砸肘 我的肉身早已刀枪不入 灵术更是对我没有任何伤害 呵 等我制住你这禽郎 再来好好折磨折磨你 他语气阴森 仿佛要嚼碎英念的骨头般 看不过眼的圆心碎顿时对之高神发起了攻击 英念沉着脸 看着圆心碎将制高神死死地拖住 他也明白了一笔 原来灵术攻击不行 只有用物理攻击了 他终于在大厅的角落 看见了一个长满了锐刺的大铁锤 他一路拖着大铁锤来了 制高神看见英念那笨拙的模样 不仅冷笑道 都说了没有用 可英念不为所动 高高举起了铁锤 刀枪不入 还打算折磨羞辱我 那让姐姐看看你是不是修炼了个精进 说完英念就对着他的那个地方 狠狠地砸了下去 啪 那锤子流行一下砸落 随后他的精神体开始如同静卵一样颤抖起来 下一刻竟然整个被直接吸了进去 他捂住了流血不止的裆部 那张素来高高在上的脸 此刻竟然扭曲得不成样子 小杂主 我要杀了你 只听得搭的一声 制高神那面具也掉落了下来 但英念看清制高神的脸不仅大惊 他怎么长得和苏将一模一样 但是制高神那张脸更渴薄些 骨头都瘦得突出来 看着就像是没吃饱饭一样 眼中没有半分清零正气 反倒是一片阴霾 灰灼难看 男人几乎想要扑上来拧断英念的脖子 而元心碎眼急手快地就将他一下踢开了 他双眼星红试图站起来 英念眯着眼睛 闭语双关地笑 别挣扎了 别看这个小孩人小 却能吞下一座山 英念将制高神砸成了二等残废 制高神气得要找英念抱着血海深仇 却被元心碎一掌掀翻在地 英念眯着眼睛 激笑道 别挣扎了 你以后也站不起来了 这高神跪倒在地 气得要晕绝过去 底下还在血流布置 元心碎牵着英念向外奔去 拿东西 休的一下 两人就消失在了原地 在一处空旷的地方两人停了下来 元心碎眼神复杂地看着英念 下次别这么做了 英念还没反应过来是咋回事 不仅一愣 元心碎认真的对他说 我不会打不过他 平白还脏了你的手 英念明白元心碎是不想让他冒险 他不仅皱了皱眉 调皮地说道 明明脏的是那大锤子 多好一大锤子呢 真是可惜了 哎 他们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英念拉着元心碎就朝前走去 我们赶紧去库房找东西吧 但走出没两步 耳边又传来了 之高神满是杀气的声音 有敌路轻浮神塔 浮神塔弟子长老听令 见敌 格杀勿论 话音落下的那一刻 英念感觉到之高神 把那散步得十分广的感知 瞬间沾附在了他的身上 他和元心碎两人 竟然原地闪闪发光起来 英念看着自己发光发热 不仅骂倒 老不要脸的 竟然搞这一招 这样发光 两人很快就会被人发现 英念满眼期待地看向元心碎 连睡睡 能压下这个光吗 元心碎带着英念 几乎在原地飞起来的速度 让英念整个人的脸 都被风压刮得变形 不行 这是他的感知 我们速战速决 无数的弟子 已经纷纷往他们这边靠拢了过来 对着他们的方向升扑了过来 长老们 在那里 站住 他们沿着英念他们去的方向紧追不放 不一会 英念和元心碎就来到了库房的大门口 元心碎让英念先进去 他在外面给他把风 英念不忘嘱咐一句 小心点 而正在这时 福神塔的弟子也向这边扑了过来 元心碎一脸杀起 来吧 那些弟子们玩命式地向元心碎扑杀了过来 而这时在库房的英念 看见了无数的珍宝 但满屋的珍宝 却让英念感到迷茫 而且时间十分紧迫 他娘的 这要找到什么时候去 英念故不得多想 连忙在库房里翻找起来 上上下下地找了一遍 却没有发现他要找的东西 他急得额头上都冒出了汗珠 英念动作飞快地 从自己空间法器里掏出一个玉琢 有些烦躁地自言自语地道 要是这法器会自己吞就好了 随后英念耳旁就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嘿 主人 是你在找我吗 主人 下一刻 吞吞就从英念带着的子童桌里钻了出来 冲着英念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我来吞 我来吞 吞吞好似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定位 英念看着吞吞那巨大的大口 这口能吞下一头牛 英念诧异 你想吃 不行 平常可以随便吃 但我想找的东西说不定就在这里 被你吃了那我真是要哭了 平常吞吞可以随便吃 但这次却不行 吞吞拍了拍自己的肚子 连忙解释道 不不不 我可以吞进去 但是不消化 等咱们回家之后 吞吞给你原模原样地呕出来 英念眼睛不仅一亮 完全没有什么恶心的感觉 能把东西带出去那才是对扶神塔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这时候矫情什么 英念恨不得抱着他狠狠地亲两口 你们都吞进去 一个都别留 吞吞果然没辜负自己给他起的名字 他缓缓地张开自己的大嘴巴 布满一碎的小娃娃张开如深渊般的大口 将巨型库房整个吞了进去 英念要在扶神塔库房里寻找解开魔剑封印的宝贝 看着满屋的宝贝 英念一筹莫展不知道从何找起 这时吞吞决定把这些宝物全部先存进肚子里 吞吞果然没辜负英念给他起的名字 他缓缓地张开那如深渊般的血盆大口 嗷吞一口 竟然将半个库房都吞了下去 又嗷吞一口 将剩下的一半也全部吞了进去 吞吞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 他感觉有些古怪 一脸疑惑 好奇怪呀 我的身体里肿着一株落珠谷 一颗星火花 剩下的两个宝贝不说比这两个灵力含量高 怎么也该不相上下才是 但为什么没有呢 吞吞还怕是自己的判断失误 开始疯狂地耸动自己的鼻子 让我感受一下 我明明感受到了两个和星火花差不多波动的宝贝 在哪呢 英念这回才猛地想起了一件事 他差点忘记了 吞吞是卓琳 是一只寻宝小猎犬 方圆百里的宝贝都逃不过他的鼻子 有这么一个宝贝在 还怕找不到要找的东西 吞吞认真的在库房里四处秀了秀 摸了摸 最终定在了某处墙壁上 吞吞已感受到了从墙壁缝隙里传出来的能量波动 他兴奋异常 用手指了指那地方 就是这里 这吞吞果然是寻宝好帮手 英念心里不仅一息 他抬起了手做出砸的动作 那就砸 此刻 至高神正一脸苍白地躺在床上 十几个灵仪一起围着他 他们脸色煞白 跪在地上身子抖个不停 这是一个扶身塔弟子慌慌张张地跑过来 不好了大人 他们闯进库房里去了 至高神眼神一立 什么 他猛地坐直了身子 但很快 下半身就传来撕裂般的痛楚 提醒着他 以后他就是一个废人了 巨大的惊恐覆盖住全身 竟然分不清是身体更痛还是心底更痛 他彻底地疯狂了 露出猙獰的笑 哈哈 他竟然敢去库房 吩咐下去 给我抓活的 这时他没有注意到 他枕头下的那个玉盒骤然颤抖了起来 玉盒上的封印因为他此刻的虚弱 被猛地震脱开 盒子被悄悄地顶开了一部分 那根黑色的肠尾慢吞吞地弹了一个尖端出来 四处观察 发现没人注意他 黑色尾巴刺溜一下 化成了一道针尖那么大的光芒 对着楼下一层楼库房的方向飞了过去 而此刻的英念已经砸开了一层又一层的墙壁 咚的一声 砸在了一扇很小的门上 一旁的吞吞激动地道 主人 就在里面 英念的手掌贴在了门上 他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 此刻竟然有热意直逼眼眶 他终于可以报答救了他的魔怪 吞吞担忧地道 里面可能有危险 英念自然知道难得的宝物肯定没有这么容易取到 危险是肯定有的 而英念却眼神坚定 毫不畏惧 就算可能会死 我也不会退缩 说着 他汇聚了全身的灵力 猛地去推那扇门 随着门被推开 带念念探亲里面的情景时 不仅惊呆了 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密室 密室里悬浮着两团灵 灵斧上 一棵金黄色的树 树枝上挂着一棵冉染如药日的果实 而另一边 是一棵银白色的树 树枝上挂着一棵弯如月的果实 英念猛地握住了拳头 是杨树 月树 英念立刻一声 吞吞 随时待命的吞吞 立刻张开了那张大嘴 来了 熬屋一下 速度极快地将两棵树吞了进去 这时生长着那两棵树的土壤里 竟然生出了一棵小小的 带着恶毒诅咒气息的蘑菇 英念顿感不妙 一把抓住了吞吞 好 可他速度虽快 那蘑菇的速度更快 在英念离开的那一刻 就猛地穿透了英念的所有防御 直直地进入了英念的身体 那黑色的长尾巴也到了 他在看见那颗蘑菇进去的时候 浑身的毛都炸开了 无声地尖叫了一声吼 一个猛子也冲入了英念的身体里 这个男人为了心爱的女人脱离危险 竟然甘愿做起了女人的挡箭牌 念念顺利拿到了日月树 解开魔剑封印的宝物已经聚齐 然而带着剧毒的蘑菇 瞬间钻进了念念的身体里 随着一条黑色肠尾也钻了进去 而这一切英念并没有半点察觉 他得赶紧离开这里去帮魔祖解开封印 然后兴奋地跑了出去 元心碎正在门外等着他 而地上躺着的全是扶身塔弟子的尸体 英念对着元心碎说道 走 元心碎看见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拿到东西了 他露出了一个笑容 而追到库房的扶身塔的那些长老们 看到了彻底空调还被砸了墙的库房 长老们心里满是绝望 声音颤抖着说 他把我们的宝物搬空了 是高神会杀了我们的 他们害怕至高神会置他们于死地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宝物追回来 一个长老红了眼睛 拦住他们 就算自爆也要拦住他们 所有人就像是疯了一样地向着英念他们追了过去 元心碎还没来得及弄高等阵法 看到那些追过来的人不仅皱了一下眉头 他立马意识到这么下去 这高神迟早会恢复杀过来的 到时候这高神带着扶身塔剩下的这些人 说不定还真能将他拖住 他倒是不害怕 但是他绝对不能让心爱的念念受伤 他得保护好念念 想到这里 元心碎将手放在英念的背后 轻轻推了他一把 去吧 你带着东西先走 解开封印已经迫在眉睫 等不了了 英念变了脸色 还是有些不放心让元心碎一个人去为他当挡箭牌 元心碎知道英念的顾虑 冲他笑了笑 你已经让这里唯一会对我产生威胁的人 暂时爬不起来了 我要脱身还是很容易的 去吧 念念 你救的不只是魔族 还有我 他抹黑掌发像是从夜色里捞出来的一样 我等你来救我 英念叹了一眼身后拼命扑上来的弟子 元睡睡说的对 这高神受伤了 这里没必要两个人都留下 他得赶紧把东西送回去 怕痴则会生变 该当机立断的时候 英念也从不犹豫 他走的时候不忘叮嘱元心碎 你小心 拉拉此时已经变成了火缝 英念立马跳上了拉拉的背 他立声命令道 拉拉 我们走 下一刻 拉拉化成了一团火球 在空中滑出一道残痕 飞快地对着天一周的方向飙射而去 追过来的长老们抬头看到英念跑了 不仅尖叫道 赶紧追 别给他跑了 然而下一刻 天空却骤然暗了下来 长老们顿觉有些奇怪 这天空怎么变得这般恐怖 没了英念在场 元心碎也就没有了任何顾虑 他一抬手 一个巨大的光阵将所有人都笼罩住 只见元心碎满脸阴沉 你们刚才不是一个个宁愿自暴都要拖住我吗 元心碎冲他们弯唇一笑 声音发了 我陪你们一直玩下去 可好 长老们只觉一股寒意涌上心头 连嘴唇都抖了起来 可他们也没有多余的人守了呀 出身塔顿时笼罩在了一片血色阴影之中 谁都没有注意 一个男人正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只见他挂着一块腰牌上课有阿喜二字 他眼中完全没有被操控的模糊感 看着元心碎杀了一个又一个的人 看着那个叫做英念的女人将东西成功地拿走 他反而笑了 内笑无比地诡异 呵 很好这女人做得比我想象之中的好多了 然后他的脸睛变得扭曲起来 他的声音也透出一股邪气 只是啊 怎么能这么容易让你拿到手呢 这样 我的计划还怎么能实现呢 眨眼间这个长相奇丑的男人竟放化成了另一个人 只见他银发屁肩 脸变得英俊异常 但声音极冷 魔族可以开 但英念必须死 下一刻 他化作一团黑雾消失在了原地 男人被人刺穿了眼睛 竟像个没事人一样 还像英念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拉拉在这念念以光一样的速度飞越千山万水 英念的脸被风刮得生疼 他已经行了好久的路 他摸了摸自己的尾锥骨 这一路上 他已经做了好几次这个动作 他总觉得自己的尾锥骨痒痒的 好像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一样 只是现在脑子里的事情太多太杂 英念有太多的疑问 至高神怎么会长着一张和苏将一模一样的脸 难道他们是孪生兄弟 苏将和这个至高神这两人 到底是什么关系 拉拉自从跟着英念一起升级 到了神渊兽等级之后 速度提升的就非常快 拉拉兴奋的声音传来 主人 我们已经出了天舞洲了 马上就能回家了 回家的感觉真好 英念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难以掩饰脸上愉悦的神情 这时轰得一声巨响 变故突生 这便过来得太快 英念还来不及反应 拉拉就已经惨叫了一声 胸口被贯穿了一个巨大的洞 凤血哗啦啦地洒落下来 落入地底 英念瞳孔狠狠一缩 惊叫出声 拉拉 拉拉宠大的身躯迅速向地面坠去 瞬间缩小并变出人形 拉拉脸色苍白口涂鲜血 只一瞬 他竟然就失去了战斗力 英念心疼地连忙抱住昏迷的拉拉 就在这时 一阵脚步声传来 英念定睛看去 一个白发男人站在了他面前 他歪着头 盯着英念露出一个宛如孩童般灿烂的笑容 第二次见面了 英念 英念看见这个人的第一眼 浑身血液就像是被冻结了起来 他十分诧异这人他明明没有见过 而且是第一次见面 这人很强 至少是半部大神境强者 男人看着他的眼神 就像是一只猫在看着一只必死无疑的老鼠 不不不 第二次 也是最后一次见了 这话说得很轻挑 但杀伤力极大 也预示着此时的英念非常危险 英念心里不仅咯噔一下 缓缓地后退 这男人果然是奔着他而来的 男人和他无冤无仇 只是为什么 男人却向英念已经伸出了手 做出索要的动作 来 把你拿到的东西交给我吧 交给我 我就放你走 他声音里像是掺了蜜糖一样黏糊 可英念不是傻子 也不允许别人将他当成傻子 英念扭动了一下自己光洁的手腕 红伞瞬间出现 呵 有本事 你就自己来拿 男人像是听见了天大的笑话一样 闭双眼睛削得弯起来 哈哈哈哈 你不会想着你的原心碎来救你吧 放心 我会速战速决的 他红色眼眸阴沉下来 不过在这之前 先解决掉你身边这几个爱事的东西 下一刻 他身影一闪 无比强大的灵力呼啸而出 攻向毫无防备的摆变 一掌就将摆变拍地趴到了地上 英念看着躺在地上的仔仔们 只觉心口一痛 不知仔仔们的生死 他大声呼叫 摆变辣辣 英念飞快地甩出红伞法器 眷视画师 以及无数的阵法从脚下钻了出来 灵力覆盖住整个红伞 伞面都染上了一层深深的颜色 叮的一声 那伞直接刺穿了男人的眼睛 他闷哼了一声 顿时血液四溅 英念知道自己赌对了 他对红伞法器呼叫道 不要去刺心脏 因为那里是刺不穿的 然而那男人脸上却露出诡异的笑容 语气没有半点波动 甚至就像是感觉不到痛 你很聪明 刺穿了我的一只眼睛 真棒 英念心疼地看了看躺在地上的仔仔 他有些自责自己没有保护好他们 害他们受伤 而面前的这个男人被刺穿了一只眼睛 反倒是一脸没事人的样子 则 真麻烦 弄好这只眼睛可得费我不少功夫 只这一句话就让英念心底遍体生寒 费不少功夫 就能治好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他没有胜算 但是 英念咬牙 抓着红伞猛地往前继续一次 那男人眼急手快一下就抓住了红伞 只听得咔嚓一声脆响 英念的红伞 竟然在男人的手中逐渐崩碎 男人露出争鸣的笑 好像是开玩笑般的语气说道 我有一点点生气了吗 英念不仅头皮发麻 下一刻 男人猛地一掌打在了英念的身上 那肩不可摧的护甲衣尽碎成了光点 英念胸口的肋骨全断 几根肋骨刺穿血肉 露出了森白的尖端 英念吐出一口血 倒在了地上 这该是剧痛难当 可英念脚尖在地面轻轻一点 无数法器漂浮在空中 砰砰砰 法器在男人身上金属炸开 一路开挂的英念快要死了 他平生遇到最强最恐怖的敌人 男人只动了动手指头 竟把最强神兽百变和拉拉打昏死过去 英念在他面前也不堪一击 男人要打死英念如同碾死一只小蚂蚁一样 英念被银发男打成重伤 还没等他喘息一下 那男人从烟尘中猛地伸出手掐住了英念的脖子 他竟像没事人一样 那双眼睛落在英念身上 如同零尺般 调皮的孩子 就该被处以急刑 挖掉眼睛 割掉手脚 他口中说着恶毒的话 下一句却将他的目的说了出来 放心吧 魔族的封印会由我亲手解开 我会成为魔族的恩人 然后他狠狠地将英念丢向一边 而你 我会告诉他们 你死在了五周人族的手上 原来这男人是想挑起魔族和五周的战争 可这时英念却笑了 笑得让那男人摸不着头脑 英念骂了一句 傻子 然后他强撑着站了起来 眼里有光芒闪过 魔族封印 已经要解开了 算时间 我的苗苗已经到了 男人不相信英念把他想要的东西给偷偷地送走了 他心里一阵难堪 感觉自己被英念耍了 不仅气得咬牙切齿 不可能 男人怒不可遏的一掌就挥向了英念 直打得英念口吐鲜血 肋骨也断了几根 英念身上的生命力正在流失 他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他想在死之前将心中的疑惑说出来 为什么说 你和我是第二次见面 男人诡异地笑了 一团黑雾顿时炸开 那男人竟变换出了另一张脸 英念不仅棱住了 这人他认识 是扶身塔管仓库的人 还把钥匙点了他们 英念当时拿宝物觉得太顺 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原来是被人算计了 他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不防管事竟这么强 那男人摊开手向英念逼近 你看 我说是第二次了 英念不停倒退几步 男人一下又上前掐住英念的喉咙 英念现在毫无法抗之力 男人像林小姬一样将英念提了起来 恶狠狠地问道 现在该轮到你了 告诉我 你的东西都去哪儿了 别想着拖延时间来欺骗我 英念是不会那么容易屈服的 他知道这男人成为魔族的恩人 好控制魔族 让魔族和五周自相残杀 英念被掐得快喘不过起来 整个人苍白得像是一张一戳就会破开的纸杖 蠢狂 就不告诉你 你不会有机会成为魔族的恩人的 见英念这样嘴硬 男人阴沉地连几近扭曲 你可真是不怕死 但你肯定怕痛 下一刻 男人将英念丢到一边 向着一个方向招了招手道 喂 过来 在数从中几个孩子正探头探脑地往这边看 孩子们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孩子们战战兢兢地走了出来 男人露出邪恶的笑容 这个女人是魔族愚孽 要是你们能让这个坏女人痛到叫出来 又不死 她叫一声 我就给你们一颗灵精 怎么样 小孩子们一听有灵精拿 顿时来了兴趣 娘亲说了魔族的人都是坏人 坏人就该被打死 灵精是好东西 爹爹和娘亲都很想要 几个小孩手持木棒向英念走了过去 英念是怎么都不会伤这些孩子们 她闭上眼睛准备默默承受这一切 忽然一阵脚步声传来 一道稚嫩的声音怒吼道 滚开 英念寻声望去 简宝正带着一群童愿的小孩冲了过来 顿时和那些小孩扭打在了一起 简宝上前护住英念 怒吼道 我不许你们欺负他 英念被怪物折磨得生不如死之时 却被一群几岁的小孩子护在了身前 简宝看到念念捂着胳膊痛苦不已 不仅问道 念念姐姐 你怎样了 阿西还在为刚才想到折磨英念的法子沾沾自喜 却被这忽然的变故打断了 不仅一冷 这女人 是魔族 你们可不要被她骗了 快到我身边来 我保护你们 简宝拿着法器挡在一念面前 念念姐姐是她的救命恩人 谁要欺负她的念念姐姐 她都不会放过 简宝寸步不让 怒吼道 滚开 而此刻 离魔剑不远的地方 小苗猛地抱着紫藤镯从泥土里刺溜一下钻了出来 她已经来到了白头山 她为了尽快赶过来 根须已经断了一半 叶子也扯烂了好几片 小苗满身泥巴跌跌撞撞地对着魔剑狂奔过去 一边狂奔 小苗的声音飘向了魔剑内 魔怪们顿时棱住了 什么声音 有大魔飞上了刀空 发现是念念养的那根草 他们飞快地来到封印交借口 英满站在最前面 发现小苗全身破破烂烂 狼狈不堪 就知道出事了 不仅问道 小苗 怎么了 念念呢 英满心里不仅有些自责 她就该跟着念念一起的 小苗抬手就抛出了四件宝物 没时间解释了 开封印 主人有危险 英满不问缘由就知道怎么做了 也幸好有她在 不然就算带东西来 也没人知道该怎么解开封印 女儿 娶你三滴精血来 所有魔物都后退 英满声音发抖 快 再快点 所有人都仿佛变成了一体 英女连连点头 毫不犹豫地挤出三滴血 她脸色阴沉得比整个种族被封印那天还要难看不少 英满还记得英念告诉过她 魔剑封印必须要和白头衫封印一起见 下一刻 只见英满双手合十 口中喃喃有词 饲养宝物飞快地融成了两束光 英满对着两束光发号十令道 去吧 两束光像是听懂了话一样 极具生命力羞的一声窜了出去 一道飞向白头衫的封印 一道飞向了魔剑的封印 轰轰 两声巨响 这两道白光各自在封印上撞出了巨大的火光 整个五周都颤抖了起来 空气里的魔元素开始沸腾 无数的魔元素 将天空堵得密密麻麻 白昼骤然变成飞夜 后不尽一丝光亮 这一次 是真的要迎接他们的王归来了 魔元素们欢呼着 他们疯狂乱窜 五周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他们对于魔族会食人血肉的传闻还是心有余悸 他们不仅双腿发乱 魔 魔元素 魔族要出来了 封印轰然破碎 魔族人双一阵 从魔剑深处飞了出来 首当其冲的是英女 冲天威压直通天际 英女整个人化成了一道光 小苗就蹲在她的肩膀上指路 小苗知道主人非常危险 急得满脸通红 快呀 再快点呀 而这时的村庄的树林里 孩子们被打得歪倒在了地上 阿西似乎很享受这种猫抓老鼠的游戏 并没有杀掉孩子们 他将脚踩在简宝的小小身板上 简宝发出痛苦的声音声 阿西对英念露出一个笑 这些孩子一个个死在你眼前 你一定会很心痛吧 他看着英念此刻痛苦的样子 竟笑得更加猖狂 哈哈哈哈 我这人就喜欢看别人心痛 阿西正要一脚踩下去 可下一刻 英念竟摸索到一把刀 他握紧那把刀对着面前的怪物 毫不犹豫地刺了过去 英念拼尽了全力 一刀插进了怪物的另一只眼睛 英念的身体里长出了一条尾巴 那尾巴瞬间变成了雅典奈女神 怪物男的眼睛被英念刺瞎 而他却笑了 下一刻 他一巴掌就打在了英念身上 英念上半身的骨头全都被拍碎了 他猛斗出了一口血来 英念拼尽全力扑过去一口咬住了这男人的小腿 将他的小腿生生咬下了一大块肉了 阿喜的周身灵力凝聚到手掌 将英念给提了起来 恶狠狠地说道 贱人 我要你死 他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 视线被剥夺是很难受的 英念怕孩子们会有危险 冲着那些孩子大喊道 你们大家快跑 快跑 趴在地上简宝看着他的念念姐姐被怪物控制 却无能为力 泪水都湿了眼眶 经英念这一提醒 孩子们没命似得狂奔逃命 在这个怪物男面前 他们都太弱想了 英念绝望地看着天空 他双眼泛红 他不甘心 他还不想死 可下一刻 他只感觉到周身魔元素暴动 这预示着风印开了 男人也同样感受到了 男人想控制魔族的计划彻底让英念给毁了 英念在他这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他要将英念碎尸万段 男人露出猙獰的神情 怒吼着 计划全乱了 全乱了 你以为魔族的人还能来得及赶过来吗 告诉你 来不及了 去死吧 贱女人 英念死死地瞪着他 他已经感觉到生命力的流失 难道这次是真的要死了吗 但转念想想 自己死了也值得 风印开了 原心碎的实力会恢复 他的家人们也自由了 可下一刻 英念的尾追捕地痛达到了一个鼎盛 磁溜一声 一根长长的 漆黑的尾巴钻了出来 一个巨大的 女人的虚影出现在了他身后 英念和男人在这虚影面前像一只小蚂蚁 女人伸出了手 拖住了英念的身躯 失去了意识的英念 只觉得浑身都像是被泡在了温水里 也像是落入了这世上 最温暖的一个怀抱里 同时 虚影一把捏住了阿喜的身体 他那张温婉如水的脸上 浮现出无比阴沉的杀意 他看了阿喜一眼 一字一顿 找 死 虚影像捏一个小玩具一样 将阿喜捏在了手里 阿喜的双眼已经修复成功 他盯着面前的女人看了两眼 面上并没有畏惧的神情 他突然露出了一个笑容 别这么看我 你这眼神 可真是吓人 不过一个分身投影而已 猖狂什么 男人秀了秀自己的鼻子 你身上的气息好古怪 你不是五周人吧 女人眉起眼睛 不管是不是五周人 杀你足够了 阿喜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杀我 恐怕不行 女人已经毫不迟疑地一把掐断了他的脖子 轰的一声 他的身体竟然炸开成为了光点 只听得那男人的声音传来 仿佛是情人般的低语 英恋小宝贝 我们下次再见 而下一刻 一个碎裂的小人偶掉到了地上 男人却已经消失不见了 女人眼瞳缩了缩 替死术 虚音冷哼了一声 将满身伤痕的英恋抱在了怀里 她脸上满是心疼 我可怜的海 简宝凑了过来 不仅有些疑惑大着胆子问 你是谁啊 女人笑了笑 身体变得更加虚幻了 女人用手指了指掩掩一息的英恋 这孩子的母亲 她艰难地伸出手 将英恋捧在了掌心 声音无限温柔 我的宝贝 是娘亲无能 让你受到了这么大的伤害 她的女儿才18岁 正是被人捧在手心里的年纪 是她这个当娘的无能 这回英恋身上竟冒出了无数个小萌 简宝下意识地看了看她的英恋姐姐一眼 立刻惊叫起来 念念姐姐 念念姐姐身上长蘑菇了 女人不仅大惊 这是寄生姑 这寄生姑会将宿主体内的生命力和血肉全吸走 当作自己的养分 念念不仅发出痛苦的声音声 疼 女人听到英恋那痛苦的叫声不仅心疼不已 想着绝不能任由这些寄生姑夺走念念 下一刻 女人周身淋漓凝聚 别怕 我的孩子 念念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 她在说什么 我娘清早就死了 你是谁啊 女人的虚影越来越淡 只见她额头都渗出了汗珠 她在心里暗暗发誓 即使她会死 她也要守护好自己的女儿 念念想了18年的母亲终于现身 但娘俩还没来得及 说上一句话就消失了 念念的身体变成了毒蘑菇的肥料 毒蘑菇疯狂地吸食着念念的血肉 她的母亲为了救她甘愿牺牲自己 下一刻便很快消失在空气中 那一节尾巴就出现了 比起之前缩水了许多 看起来也没有精神 可她还是快速地 卷住了那些正在吸取因念生命力的蘑菇 这是寄生姑 伴有强效的诅咒 无药可解 他们会从人体中长出来 吸走生命力和全部的血肉 当作自己的养分 这个人会变得越来越虚弱 但这条黑尾巴却缠住了那些寄生姑 尾巴缠住蘑菇的那一刻 顿时就像是肉贴在了 烧得滚红的石板上 发出了令人牙酸的滋滋声 简宝听到这声音都觉得疼 这尾巴都痛到蜷缩了 但她丝毫不退 甚至没让因念感觉到痛苦 一个个地将那些蘑菇给拔出了 等这些蘑菇被全部都拔出去的时候 这根尾巴完成使命式的 无力地掉在了地上 像是死了一样 看起来可怜极了 因念头痛欲裂 强撑着坐了起来 她扫尸了一下全场 发现那个怪物男和女人都消失了 而拉拉和百变好好地躺在地上 因念终于放下心来 天边的雷声越来越近 原来是苗苗带着满身杀气的英女赶过来 苗苗满心欢喜的一下 就跳到了因念的肩膀上 看着因念满身是伤 苗苗心疼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念念 你怎么这样了 你喝 你喝 苗苗放血给你喝 说着就撑开自己残破的叶子 要给因念治疗 因女颤抖着手将苗苗提了起来 洗开 然后她将因念抱了起来 她感受着因念的重量 这孩子 跌落下魔剑的那一天 她就知道这孩子很轻 提起来身上没二两肉 怎么现在更轻了呢 可想而知因念受了多少磨难 因女的手被轻筋抱起 愤怒让她一双眼睛完全变成了血红色 背后的魔一撑开 魔元素都变得狂暴起来 老魔物们也围了过来 看到伤痕累累的念念 也是愤怒不已 念念怎么伤成了这样 她娘的到底是谁干的 苗苗急切地向因女会报道 那个伤了念念的人跑了 你们往四处追追 还有 袁欣岁现在一个人挡着整个扶身塔 你们快去帮帮她 不然至高神喘过气来 她就麻烦了 英女看了看苗苗 让苗苗稳住念念的伤势 苗苗的声音嫩嫩的 坚定地说道 我死也会稳住的 英女看了看旁边的小孩子们 吩咐魔物们道 你们带着这群小脱油瓶和我走 在一处深山洞穴之中 一个处于黑暗中盘腿而坐的男人 猛地睁开了眼睛 她猛地吐出了一口血 整个人从石床上翻滚下来 痛得浑身抽搐 而她的两只眼睛 竟然缓缓地变得腐烂起来 血浆从眼球里滚落下来 这人正是阿西 她并不像是刚才在人前那种从容 替死术油很严重的反噬 她受的那些伤会一样出现在她身上 她居然笑了 喉咙发出难听的声音 呵呵呵 英念 你可真厉害 这一次的伤 怕是要养好久了 她强撑地从地面上站起来 旁边突然睁开了无数双眼睛 无数气息出现在这漆黑的洞穴之中 一道又一道孩童的声音带着几分焦急 阿西 阿西受伤了 我给阿西养伤 阿西吃了我吧 你够什么吃的 选我 我也能替阿西去死 阿西是我们这里最强大的 阿西不能死呢 都得死 五周的人都得死 都得死 然后我们拿到周星 这声音在洞穴中回荡 显得无比诡异 在神塔总部大门处 尸横遍野 看见天空沉沉压下的那一刻 原心碎就露出了笑容 是念念回去了吧 那我也该走了 原心碎一路往回赶 到了那个小村庄 发现地上好大一滩血 原心碎连忙蹲下身查看 他已经闻到了念念的气息 确定这些是念念的 他的心骤然沉了下来 他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连白头山那边都顾不得了 顺着阴念一路 嘀嘀大大流下的血迹就追了上去 到底是受了多重的伤 为什么一路都是血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女孩受诅咒 竟然变成了三岁小孩 而且什么人都不认识了 那相亲相爱的恋人又该怎么办 就在原心碎飞速地往回赶的时候 阴念已经被英女带回了天一周 此刻的魔剑外面 已经围了不少人 原杰带着圣山宗和巨人族过来了 他们在知道阴念是魔族人的时候 都有些猛了 随后原杰又一脸坚决地说 我是阴念旧的 你们要是信我 就和我一起走 要是不信我 也随你们 别和阴念做对 给他背后捅刀子就行 老启大一听顿是极了 他可不管阴念是什么族的 他只知道阴念是他的好徒儿 连接看着大家都接受了阴念的身份 不仅欣慰地点了点头 正在这时阴满的魂梯走了过来 喂 圣山宗老小虎 圣山宗老宗主一看是老祖宗来了 不仅第一个泪流满面 老 老宗主呢 然后老宗主竟然没忍住屋地哭了起来 阴满骂骂咧地道 没用的东西 毛都没长齐的小废物 哭什么哭 老乞丐打量了一下四周 却发现只有阴满一人 阴满和那群魔族呢 但下一刻 他们却看见阴满将伤痕累累的阴满抱下来的场景 此刻的阴满太脆弱了 像是一碰就要碎了 老乞丐心疼的顿时眼睛都红了 忍不住骂道 这是 这是哪个杀仙刀的干的 我要胡刮了他 于眠眠首先冲了过来 将所有的愚人族都带了过来 焦急地说 快放下来 我帮他治疗 可还没等他们用上呢 就看见阴满脑袋上突然冒出了一颗小小的蘑菇 下一刻 阴满浑身一颤 竟然在阴满手中 轰的一声 整个身子都缩小了 变成了短手短腿的小娃娃 原心碎一路急迟 看着一路上的血迹 一颗心坠坠不安的像是被人生生撕扯成几片 他回到天一周的时候 浑身的血腥味无比刺鼻 衣袍上还在滴滴答答地落着心 原心碎一把抓住一个魔怪急切地问道 念念的 他人呢 回来了吗 魔怪都快被吓哭了 他双眸心红地指了指里面 声音颤抖地说 在 在里面 你快去看看他吧 原心碎听着刚才那话就感觉像是去见最后一面 不仅心里一沉 念念不会有事的 不会的 下一刻 原心碎骤然撕裂空间直接砸开了大门 他害怕看见的会是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阴面 可没想到他见到的却是一个雪白的红衣小团子 阴面像个炸弹一样猛地撞过来 咚的一声闷响 将原心碎砸得退开了一步 原心碎此时正是杀鸡最盛的一刻 正要低头让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崽子滚远些 却对上了一张十分熟悉的脸 虽然缩水了很多 但这就是阴念的脸没有错呀 原心碎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不仅叫出声 念念 然后原心碎蹲下身去查看小念念 却发现念念的一只胳膊没了 原心碎心疼的心都在滴血 念念到有些蛮不在乎 许是被斗兽场的哪只妖兽给咬掉了 没事 过几天就找出来了 这是一大群人追了过来 一脸焦急的师大和天玄带着自己庞大的身躯 手上拿着一个波浪 还有各色各样的小玩具 眼里满是担心 小宝贝 别跑别跑 祖宗爱 你小心点别摔了 师大看着满身是血的原心碎一脸嫌弃 你干什么呢 快快把全是血的衣服换了 别熏着咱们的念念 原心碎想问念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会变成这样 而阴满马上心领神会 缓缓地解释道 念念这是中了寄生菇的诅咒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被压制住了 没吸取她的血肉养分 反倒是让念念回到了三岁模样 她现在谁都不记得 她看了看只会在地上蹦搭的一脸天真无邪的念念 接着说道 念念的手我已经帮她看过了 过两天就会长出来的 你也不要太担心了 阴满压住心底巨大的失落 而下一刻 才三岁的阴念毫不介意地伸出了手 主动抓住了原心碎 带着浓浓血腥味的披风 原心碎此时脑中一片空白 她茫然地看了看小念念 阴念对着其他人都是一脸警惕 却唯独对原心碎特别亲热 她拉着原心碎的一脚步放手 轻唤了一句 哥哥 三岁的独臂小娃娃不离所有人 血齿和曾经的恋人格外亲近 一旁的失大他们不仅有些不解 一样都是人 为什么原心碎的待遇却不一样呢 原心碎无比怜惜地一把将小念念抱了起来 你说怎么了 念念毫不在意地看着自己空荡荡的又哥伯说 没关系的 许是被斗兽场里的哪只兽给咬掉了 过两天就能找回来 这话让在场的人眼睛都红了 可见念念小时候是受了多少的磨难 念念现在只有三岁的记忆 闭脸好奇地看着原心碎问道 你和他们都是什么人呀 我记得我刚才还在斗兽场呢 苏林燕呢 地后呢 白鹿他们呢 他们都去哪了 而原心碎却再一次抱起了他 他声音阴沉 让人听了害怕 他们死了 可念念却没有丝毫畏惧的神情 念念不仅一惊 他瞪着那双卡兹兰的大眼睛 扑上扑扇得十分可爱 你说什么 死了 谁 谁杀的 然后原心碎没管一屋子的人 抱着念念就往外走 一边走一边温柔地说 一个女人 被一个又强大 又漂亮的女人给杀了 天亮了 屋外阳光普照 他带着英念来到了一片清澈的湖泊中 温柔地将英念手上的血清洗干净 英念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那你呢 你是什么人 原心碎有些愕然 我 原心碎在阳光下整个人都闪闪发光 他笑了 我是英念的人 英念皱起眉头 一脸好奇地问道 英念是一个女人吗 原心碎看着小念念有些哭笑不得 是啊 是我很喜欢的女人 英念晃了晃自己的小短腿 看着这男人漂亮的眉眼 还有温柔的笑 他心底竟然生出一点点的羡慕来 他长这么大 还没被人这么疼过呢 英女他们在后面看着 自从醒过来的英念缩水之后 就十分调皮不听话 而这回却在原心碎面前这么乖巧 这闺女竟然连他这个娘亲都不理 英女心里有些不爽 不仅冷哼了一声 她倒是会挑 小小年纪就知道奔着最好看的那个去 英女摸着自己的指尖 声音轻轻冷冷 看她清醒过来之后 我不一寸寸地扒了这小仔重的皮 竟然连娘都不认识了 英女又转头看了看英满 说起来 那个尾巴一样的东西又是从哪里来的 没办法 谁让英满是他们所有人之中 见识过最多稀奇古怪东西的人 英满听见自今女儿主动地和自己说话 心里内叫一个乐啊 英满立刻屁颠屁颠地就凑上去了 乖女儿 那尾巴我也看不透 气息很古怪 不过对念念肯定无害就是了 我怀疑诅咒被镇压住 和这根尾巴有关系 英女嘴上不信 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出现了 那个虚音女人的身形 不仅以后那女人是谁 英女看了一眼自己修长的手指 像是压抑了很久一样得到了释放 她不仅倾笑了一声 我们魔族也是被封印得太久 才会让这些人一个个都欺负到 咱们家人头上来 她又看了看见英满正义不义去地 跟着原心碎 英女更觉得烦了 满眼力气 太碍眼了 天异州那些势力在哪 让他们都来见我 来到了天异州 英女在天异州的势力面前 大摇大摆地坐了下来 她极度不满 暴躁就写在脸上 老宗主是坐在最前面的人 大气都不敢出一想 英女懒洋洋地瞄了一眼这些人 讥笑了一声 听说你们被追得很惨 现在无处可去 而这回偏偏就有头脑不清醒的人 以为自己能得很 呼的一下就站起身来 满脸屈辱地说 天异州就是我们的家 你们这群魔族 有什么资格说我们无处跑去 难不成你们还想夺取 我们的天异州不成 老宗主在心底叹息了一声 蠢祸呀 果不其然 下一刻英女打了一个响指 刚才那个不满的人 明明有一心小神劲的实力 却在眨眼间 砰的一声被炸成了一团血舞 英女笑容不变 如此 我有资格了吧 男人对只有三岁的恋人极尽宠爱 俨然成了三岁小娃娃的小跟班 魔族重出江湖 英女坐上了天异州的第一把胶椅 一出手就将质疑魔族的人炸成了渣渣 然而他却笑了 你们这些人可真有意思 以为我在同你们商议不成 他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 背后的羽翼收缩起来 你们该庆幸才是 你们的老祖宗没有参合到 封印魔族的事件中来 不然我可不会这么温柔地和你们说话 英女冲着老宗主挥了挥手 一副极不耐烦的样子 那个小屁孩 把周星拿过来 我知道周星在你那 其他人脸都僵硬了 在这里 岁数最大的老宗主 竟然被叫做小屁孩 须发皆白的老宗主抽了抽唇角 才犹豫一秒钟 他家老祖宗英满就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他俨然化成了处女狂魔 女儿说的话就是圣旨一样 他拍了拍老宗主的肩膀 小屁孩 让你给就给 正在这时 只听到外面轰隆一声乍响 英女猜到这是白头山裂开了 下一刻 英女跳下座椅下朝外面飞奔而去 原心碎动作还挺快的呀 屋子里这些人也都跟着出去 他们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冥冥之中好像有股非常恐怖的力量 在白头山上苏醒 这时穿着红衣的小团子 正大跨步地在地上溜达 而原心碎俨然成了小团子的小跟班 紧紧地跟着小团子 生怕小团子磕着碰着 在原心碎的身边有九个光团簇拥着他 他们急切地想要进入原心碎的身体里 每一个光团上散发出来的气势波动 都让在场的人不禁腿软 这些光团吃下任意一个 就可以变成这个世界最强大的人 原心碎似乎还有些嫌弃 他看了一眼这些光团 毫无疑问 吃下去之后 他就会变成这个世界最强大的人 然后直接被召唤到无上神域去 剥离了所有的小世界 去往更高的领域 可他现在不想抛下小念念一个人 一旁的英女看见这一幕 不仅有些嫉妒 对原心碎多了几分敌意 他恨不得原心碎赶紧走 觉得只要原心碎在 念念就不会和他这个娘亲亲热 他在心底默默地呸了一口 真会气 没想到他竟然知道吃下去 就会被强行押送到无上神域的事情 骗不走可怎么好 而这时原心碎却随手捞出一个光团 递给了英念 来 他就像是个无底线的男人 拿着玩儿吧 英念一脸猛地接过了光团 他脑袋上的蘑菇蹭地一下立了起来 他盯着光团缠地流起了口水 在场的众人不仅惊呆了 暴舔天窝 这么珍贵的东西竟然拿来玩 老宗主他们仔细地看了看小娃娃那张脸 你们看那个和英念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娃娃 难不成是原心碎和英念的女儿 大家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姑娘 越走近 越发确定这就是英念的女儿 老宗主他们一下对上了原心碎那阴沉的吓人的脸 不仅倒退几步 今是不同往日 他们现如今已经不是在天一周呼风唤雨的那些大势力了 老宗主不仅在心里盘算着 念念今年18岁 这小姑娘看着也就三岁 那也就是说15岁生下的 这样一算老宗主不仅被震惊到 15岁啊 原心碎还是人吗 原心碎完全是拐骗幼女啊 丁念本来是在玩球的 听见这话却神色莫名地看着原心碎 你是我爹爹吗 爱爹爹的小棉袄真的是太可爱了 他们却看见没有得到回答的英念 却猛地松开了球球 弯腰从尸大给他穿上的宝石小靴子里 蹭的一声抽出了一把刀 直指原心碎 声音冷冷地问 我问你呢 你是不是我爹 刚才还一脸凶向的原心碎 看见这些水果的小刀却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伸出手点了点英念的鼻尖 调皮 众人都看傻了 父 父慈女笑 哦不对 骨肉相残 英念却不依不饶 满是警惕和厌恶地往后退了一步 你就是这个万寿国的王 抛弃了我和娘亲 看着娘亲惨死 看着我被苏林燕折磨的烂人是不是 你若真是我爹的话 我是必杀你的 原心碎清楚地看见了小娃娃眼里的恨意 他不仅温柔地笑了 我不是 英念抿了抿唇 真的 原心碎扶住小念念的肩头 心言细语地连声哄道 到时候我陪你去找你那个坏爹爹 你要怎么出气都行 好吗 英念将小刀收起来 下一刻脸上却献出了 不是他这个年龄才有的成熟 不必 我自己的仇 我自己抱 你我萍水相逢 这样不好了 原心碎将念念抱了起来 举高高地逗着小念念 念念的小脸红嘟嘟地十分可爱 原心碎那眼里满是温柔 但是捧在手心含在嘴里都怕化了的感觉 他笑着说道 我们可不是萍水相逢 三岁的小娃娃竟然有恋人 还有一个未婚夫 都抢着要和他在一起 他用他三岁的智商和感知力 觉得对他好的没话说的美男 可能是想当他干爹 萌萌的他两只手指头戳了戳 犹犹豫豫地说道 你是不是想认我做干女儿 让我以后孝顺你 其实 也可以的 原心碎被弄得有些呼啸不得 脸色顿时就沉了下去 他害怕地用手轻轻捂住小念念的嘴巴 别说话了 你不可以做我女儿 英念一脸苦恼地甩了甩尾巴 为什么 英念先前还没注意到自己有条尾巴 顿时被吓了一条 看着自己飞飞的尾巴 紧张地抱紧原心碎道 尾巴 我长尾巴了 原心碎摸了摸他头顶上的小蘑菇 笑着说 不止呢 头上还有一颗蘑菇 英念有些接受不了 害怕的眼泪都出来了 动直物于一身 我 我身上怎么长了这些东西 他眼中有惊恐害怕 这神情倒是让原心碎一愣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念念如此害怕的模样 好在英念一直都是一个靠自己的仔 他没有迷失在这个绝美男人的拥抱中 反倒是捏紧了拳头 那看来我就是一个怪物了吧 他们都喊我小怪物 也是没说错的 原心碎听得莫名心口一痛 可见念念小时候是受了多少的欺辱 随后英念握了握自己的小拳拳 一脸汹汹的道 既然成了小怪物 那我肯定比之前更强 要是再有人欺负我 我就一口咬碎他们的头 怪物 就要有怪物的样子 正在这时外面传来了守门魔族的喊声 英女大人 万寿国那边来了的自称是念念未婚夫的臭男人 英女听得一阵 闭脸的寒意 好像那未婚夫已惹到他了 极其暴躁地问道 未婚夫 哪个 看得那暴信的魔怪的身子不由地抖了抖 说 说是五周风家 只听得咔嚓一声 英女一拳就将洞壁生生砸出一个洞来 五周风家 哼 我还没去找他们 他们倒主动送上门来了 英念不懂大家为什么都生气了 他不仅好奇地问道 未婚夫是什么东西 他得到了圆心碎冰朗的回答 未婚夫啊 是该死的东西 圆心碎将英念抱得更紧 生怕被人抢走了呀 走 念念跟着我去看点有意思 比如 怎么能让人的骨头和肉分离之后 还保持不死呢 你好不好奇 圆心碎笑眯眯地问 英念脸上却没有半分害怕的神情 完全不像三岁小娃娃该有的成熟 应该是他小时候这种事件多了 没有引起他特别的注意 他打量着面前的帅哥哥 歪着小脑袋问道 我不知道奇 但是我好奇你的名字 你叫什么 圆心碎青笑着晃了晃他脑袋上的小啾啾 他希望念念有一天能恢复记忆 你自己想 我的名字 我希望你能第一个想起来 小念念觉得这个男人真古怪 万寿博城门口 一个满脸俱傲的年轻男人身后跟着一群老男人 还有老女人 那女人一脸刻薄地想 让人探见就想一巴掌伤过去 听说真正的凤原女一念回来了 见到封家长辈为何不出来迎接 这是一道西光闪过 蹭得一下 那老女人的脑袋就被整个削了下来 蹬得一声砸落在地上 发出一声闷响 站在前面的风寻不仅吓了一跳 顿时红了眼睛 这是陪伴他从小长到大的乳女 竟然被人斩杀在他面前 风寻怒气冲天立马就要上前去理论 一下就被人给拉住了 一个老者劝说道 儿子 不可 为了一个奴隶 不知道 满城都是魔族的人 风寻去那不是找死 而且封家除了风寻 那些位高权重的人可真没将一个奶娘放在眼中 原心碎默然地收回手 切割完一个脑袋后仿佛踩死了一只蚂蚁一样的平静 还有闲心看向阴念说 好玩吗 哥哥教你 阴念摇头 他紧紧地盯着风寻 总觉得这人落在他身上的目光让他很不舒服 风寻也震惊啊 他是远远地见过阴念的容貌的 当场就惊为天人 太美了 和他实在是太配了 可这个小女孩莫不是阴念和这个野男人生出来的野孩子 三岁的小娃娃和未婚夫竟然被天道命书绑定 而且无法毁约必须生死相随 未婚夫风寻找上门来要抢人 只见一只魔爪虚影马上就要攻击风寻 这时一旁的长老连忙上前挡在了风寻的前面 伸出手制止 且慢 并发出阵阵威胁 你若是动了我们少主 那你们捧在手心里的那个念姑娘也活不了了 原心碎抱着小念念远远地看着 脸上满是杀意 英女扬起的手也僵住了 下一刻她脸上露出了一个不懈的笑容 她倒要看看这群无耻之徒到底要耍什么手段 哦 说说看 怎么就活不了了 要是说得不够好 我就把你的舌头连灯打出来了 英女不是开玩笑的 那些魔族也蠢蠢欲动 这长老生怕英女一个忍不住就开杀了 立刻打开了两个盒子 你们可知这是什么 这盒子里的两道文书竟然飘浮而起 长老见两道文书依然没有失效 觉得有了谈条件的资格 顿时松了一口气 脸上也带上了得意的笑容 变得不那么畏惧英女了 这可是至宝天道命书 定下了我们风寻和地基的婚约 英女听见天道命书四个字 顿时就变了脸色 她听说过这天道命书的厉害 长老脸上得意不减反增 用天道命书定下婚约的两人 便由一缕天道红线牵连捆绑 生死同行 绝无可能撕毁婚约 老宗主沉着脸 担忧地看了英年一眼说 这是你们风家和那死去的地基定下的婚约 和我们英年有什么关系 连结厌恶地看着这群无耻之徒 可别胡乱攀亲 找死了 就风寻这种癞蛤蟆 哪里配得上她家念念那么好的女人 长老露出了一个神秘的笑容 这天道命书是我风家作为主导 要毁婚也只能我风家同意主动破开才行 看着吧 此线必定连着英年 下一刻 天道命书在空中直接展开 天道命书上写着一行行的字 五周风家 风寻 与万寿国地基 天生奉原者 定下不灭婚约 生死与共 不离不弃 苏灵燕死了没关系 反正她的凤原没了 可这不是还有个天生凤原吗 这是一条看似脆弱实则坚不可摧的红线 自风寻身上迅速生出 猛地连到了英年的身上 风寻和长老们惊得眼睛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怎么成了一个三岁孩子 而原心碎的杀心 终于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 魔族瞬间就将风家人给围了起来 风家长老厚言无耻地说道 看见了没 这是真的 我没有再和你们说小 你们要是杀了我家公子 看究英年为什么变小的事情 因为周围这些人的满身煞气实在是太可怕了 下一刻 英女一个飞身 直接将那天道命书给抓在了手里 急得长老立刻阴沉着脸大喊 这天道命书 只能解开不能摧毁 英女没搭理她 英满迅速地来到了自家女儿面前 不可能啊 天道命书里的身份 若是有一个对不上我们念念 就不能契约 英满将书摊开 仔细地盯着这书上每一个字 纵然天生凤原对得上 那地鸡如何对得上 下一刻 英满一抬手 地鸡两个字就从天道命书上缓缓浮起 闪烁着金光 金光里蕴含着一丝天道之力 证明这两个字确实是没写错的 也就是说 英满这个身份是跑不了的 英满也百思不得其解 可英满身父不是叶独星背后的主人吗 地鸡只能是万寿国帝君的女儿才行 这一个帝君 一个叶独星主人 到底哪个才是英满的身份 若是叶独星的主人是英满身父的话 那这个地鸡的身份便说不通了呀 只有英满本人看着绑在自己身上这条线 他嫌弃地扯了扯那根线 乃声乃气地说道 这线不能剪掉吗 风寻文言立刻看了过来 他张口就说 自然是不能 话说你这鬼样子什么时候能恢复 我总不能娶一个三岁的小孩吧 还有你头上长得那是什么东西 而下一刻 无尽的威压就朝着他压了下去 连心碎抬手就是一个光阵 风寻口吐鲜血地趴在了地上 连心碎的脸阴沉得可怕 不能杀你 可我能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风寻的手掌出现在了空中 整个手掌像的吸盘一样 只把趴在地上的风寻整个吸了过去 这是一个身穿黑衣的男人出现在了城墙之上 风寻的脖梗贴着这个男人的手掌 顷刻间就能让他去死 来人面色苍白 像一个幽灵一般 风家人一下就认出了来人 这下靠山来了 脸上顿时露出得意的神情 智高神大人 这天书竟然可以要了阴念的命 阴念现在生不如死 智高神出现在了城墙之上 一把将风寻抓了过来 风寻被智高神控制在掌心里 他正想着用风寻来折磨阴念 风家那长老们一看有靠山了 瞬间就抖了起来 连连向智高神告状道 您快看看这些给脸不要脸的见乎 长老们又趾高气扬地 看向小念念臭不要脸的说道 你们恐怕不知道吧 我家公子新找的师父便是智高神大人 五周的最强者 五周智高神的弟子 许你 那是你的福气 风家长老就像是一只鼓着肚子的癞蛤蟆 满嘴恶臭还不自知 这时福神塔的人也匆匆赶了过来 刚刚经过一场恶战的大神子们一脸狼狈 见到智高神的那一颗脸上浮现出屈辱的神情 智高神大人 那修协师欺辱我等 邪前面那老鬼竟然选择自爆 二神子二弟他没了呀 智高神不仅心里一痛 他知道这些事都是阴念搞的鬼 眼里有刻骨的恨意 阴念 你可真是好手段 智高神的牙咬的哥哥作响 又装福神塔的人 又装修协师的人 再让我们互相残杀 世世的阴念 不仅心里有了一个十分恶毒的想法 不过 看你变成这样 魔族那些人应该很心疼你吧 要是你死了 或者被当众折辱 对他们来说才是罪诸心的吧 原心碎双眼星红 杀意达到了鼎盛 背后九个光球感受到他的怒 纷纷散发出无尽的威压来 可知高神半点畏惧都没有 现在好像阴念的命也在他手里 他甚至露出了一抹讽刺的笑容 怎么 一个活了几百年的白头山鱼孽老妖怪 还想用这个来压我 你敢用这些能量吗 你若是用了 你请客就会消失在五周 我倒是希望你别走 不然 你怎么能欣赏到心上人死在自己眼前的美妙结局呢 至高神被自备阴念废了后 整个人都已经像风了 他要的不仅仅是阴念和原心碎死 他要这两个人生不如死 单纯的死还太便宜他 至高神一把捏住了风寻的脖子 一脸坏笑道 用一个徒儿来换你们心肝宝贝的幸运 这可真是太值得了 风寻刚才还满脸红润的气色顿时变得苍白了起来 他也没料到这师父禁不顾他的生死 谁料阴念突然说话 他紧皱着眉头 看着对面的至高神 乃声乃气地说道 喂 你是谁啊 至高神的目光落在他头顶的诅咒姑上 又看了看他身后的尾巴 贱人 竟然这么快就去找自己女儿了 至高神不由的愿读更加重了 自然是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人 阴念微微皱眉 用他三岁的智商和感知力骂道 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是不是没长眼睛啊 他被原心碎抱着 冲着至高神伸出了一根手指头 第一 哥哥不是老妖怪 他长得这么好看 怎么可能会是老妖怪呢 所以我说你没长眼睛 至高神被骂得笼罩在黑袍里的脸猛地扭曲了起来 不仅怒骂道 你个小杂种 丁念又伸出了第二根手指头 第二 虽然不知道未婚夫是什么东西 但是你能不能快点把你那个徒儿带回去 他长得丑 我看了眼睛疼 这根红线我也不喜欢 至高神勃然大怒 狗杂种 这可由不得你不行 原心碎脸色一沉 刚要动手 就被阴念给压住了 他往外微微探出身子 阴念大大的眼睛里流露出了疑惑的神情 下一刻说出了让人惊掉下巴的话 其实从刚才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很想问了 你走路为什么夹着腿 是哪里不舒服吗 一句话顿时让至高神血脉膨胀 咬牙切齿 我看你是真的不怕死 我本意是折磨你 但你自己不想活了 那就去死吧 也免得我夜长梦多 至高神有风寻就可以控制阴念 他完全有恃无恐 想要好好地折磨阴念 他一把抓住了风寻 风寻开始浑身抽搐 那红线猛地拉紧 缠着阴念心口地也跟着旋转起来 阴念痛苦的呻吟 下一刻竟然呕出一滩血来 原心碎顿时脸色一变 念念 而一旁的阴女和阴蛮也是担心不已 老宗主脸色变得十分凝重 阴女大人 原谷主 这天到命书是真的会要了阴念的命 不能让阴念死啊 老宗主急死了 如果阴念没了 那时候人族 魔族 原心碎的人 这三方就没有一个调和的人了 他们还能凝成一股神吗 念念终于恢复了记忆 但身体却还是三岁小孩 看着至高神用天道命书折磨阴念 原心碎脸上闪过一抹狠绝之色 他就是豁出命去也要解救念念 他一把抓过了旁边一个光团 旁边赤鬼谷大长老一看就知道原心碎要干什么 不仅面色大变 连忙制止道 少主不可 用我族禁术你会死的 现族作为在远古时期就存在的古老种族 自然是有些看家本领的 只是动用就会危及性命 可原心碎决定做的事情 谁又能拦得住 眼见原心碎正要出手 而这时念念却一把按住了原心碎 下一刻阴念压低的声音说 原睡睡 三个字 就让原心碎瞬间冷静了下来 原心碎心里一阵惊喜闪过 念念 你想起来了 我先帮你把人杀了 阴念可不想让原心碎冒醒 快速地压低声音劝说道 别急 我有办法 听我的 照我说的做 至高神本来还担心原心碎真能破开这天道之法 结果却看见原心碎抱着好像受了惊吓的阴念 将这一张脸看着至高神 冷声问 你欲如何 至高神自觉拿住了原心碎他们的命脉 不仅冷笑出声 这是服软吗 下一刻 他一把提起风寻 像疯子一样得意地大笑起来 哈哈 我要如何 然后至高神一下就将风寻狠狠地丢在了地上 恶毒的言语脱口而出 我要你把阴念洗干净 送到我徒儿的床上 择日不如撞日 今日不妨就动防花烛吧 当然 你得坐在旁边 亲眼给我看 原心碎的眼底有腥红血色 他深吸了一口气 像是要将蓬勃而起的沙意咽下去一样 背对着至高神的阴念再一次开口 睡睡 答应他 他笃定地说 会没事的 睡睡 相信我 原心碎当然相信他 原心碎咽下口中的血腥味 也压下心底涌上来的无限沙意 向至高神打倒 可以 因你几人吃惊地看向了原心碎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阴念恢复了记忆 不可置信地说道 你是不是疯了 原心碎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我说 可以 念念绝对不能死 难道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这话顿时让在场中人差点发狂 的确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至高神见风群垂头丧气 还没从被师父当成棋子的打击中回过神来 至高神将风群一把拉了起来 连声哄道 乖徒儿 师父做戏给他们看罢了 我不会杀你的 不这么做 怎么震慑得住这些人 风群看了他一眼 脸色好看了许多 但还是有些嫌弃 阴念这小身板 至高神拍了拍风群的肩膀 劝说道 放心 这模样是诅咒蘑菇造成的 你可以它当成肉体 虽然身体变小了 那实力可是实打实的还在 风群一想到阴念天临近的实力 眉头也舒展开来 是啊 如果有阴念这样的肉体 那实力岂不是能突飞猛进 风群又恢复了往日的傲慢 眼中露出几分暗盲 还对阴念这边的人吩咐道 你们 还不快些把红仇挂起来 小爷今晚要是睡不舒坦 就带着你们的心肝宝贝一起死 阴念这边的人气得浑身发抖 但为了他们的小宝贝 此时也只能忍了 阴念浑身是血 闻着很臭 风群便一脸嫌弃地说 还不快抱去洗干净了 真会起 原心碎深深看了他一眼 抱着阴念走了 阴心碎带着阴念来到了一个房间 阴心碎刚开口 念念 就被阴念打断了 他握住阴心碎的手 阴念的记忆是在红线出现的那一刻就恢复了 他笑了笑说 你放心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我要查明为什么是地基 我的身父到底是谁 原心碎当然相信他的念念是可以的 如果说小蘑菇是代表的欲望 阅夺的恶 那红线就是捆绑 束缚的恶 都是无解的准状 但应该可以以毒攻毒 阴念擦了擦嘴角的血 声音冷力 小蘑菇 这破绳子试图在你面前控制我 你能忍 蘑菇抖了抖 他比刚才膨胀了一些 他生气了 他是这个小世界最强大的诅咒 和他抢肉身 简直是找死 阴念看着小蘑菇已经上到了 又接着烧了一把火 放心 比起这连接着男人的红线 我还是更愿意将养分借给你 这时阴念身后的尾巴好像有意见 不仅躁动了起来 阴念用手摁住 小蘑菇 我们握手言和一次如何 我可以给你力量 而你帮我解决掉这根红线如何 蘑菇的脑袋滴溜溜地转 他拿到了力量 就能压住那根尾巴了 还能解决掉这个红线 阴念的肉身就是他一个人的了 何乐而不为呢 男人和一只最丑最脏最臭的朱蒂结了姻缘 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入洞房 现在阴念的身上不但长有寄生菇 还有尾巴和红线 阴念准备好好地利用一下这个毒蘑菇 以毒攻毒 将这要命的红线解决掉 蘑菇也十分上道 激动地立刻膨胀了一份 向阴念传递了自己的想法 咕唧咕唧地说了一通后 阴念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他心里早有了主意 毁了红线 不 我不要你毁了他 我要你 把红线完整地拉出来 然后牵到皇宫深处粪池里养着的 最脏最丑最臭的那只猪身上 洞房花竹叶 我自然是要他风寻毕生难忘 阴念都为自己能想出这个办法 沾沾自喜 小蘑菇听了这话就开始发抖 似乎是特别钦佩阴念 感觉自己这个以恶为名的诅咒 都自愧不如 阴念抬手在小蘑菇的脑袋上 狠狠一拍 那么 合作愉快 算是和蘑菇定下了契约 这时尾巴不耐烦地 在身后甩来甩去 似乎是在不安 阴念看了一眼自己的尾巴 他能感觉到这尾巴上 有源源不断的能量 在往他身上送 只是他感觉这尾巴越来越虚弱 阴念缓缓闭上眼睛 身体的灵力主动 往小蘑菇身上涌过去 蘑菇贪婪地吸收着 阴念身上的力量 他在缓缓胀大 原心碎就站在一旁 担心地守着阴念 看着那越来越大的蘑菇 都要有阴念脑袋大 而这蘑菇又分裂出 无数的小蘑菇 小蘑菇从阴念身上拔出来 跳到了那根红线的面前 肉呼呼地可爱极了 就在此时阴念猛地睁开了眼睛 出现了一张黑曲曲的嘴 这嘴和他呆呆的身子十分不一样 张开嘴的那一刻 红线似乎是感觉到了 针对他而来的恶意 正要翻脚 却被膨胀了的小蘑菇 一口咬住了线头 那根红线被小蘑菇 利落地扯了出来 阴念猛地吐出一口血 原心碎紧张地不行 连声呼叫道 念念 阴念头顶的蘑菇 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声音 那分身小蘑菇咬着这一头的红线 就直直地飙了出去 穿过空旷的走道 来到了后院养畜生的地方 这是一个巨大的灵珠场 都是养起来为那些长老和皇室家的小祖宗灵兽们的 蘑菇刚跳上炸来 这些灵珠就一支支地往上拱着讨时 红线在蘑菇嘴里死死地挣扎 蘑菇听了音念的话 在众多猪猪中选了最丑最脏最臭的 双腿后登最有力的那只 将红线直接抛到了猪的身上 红线还想挣扎逃跑 独蘑菇将乌黑的诅咒能量 直接强行将红线盖住 红线死死地牵在了这只灵珠的身上 风旷压根就不知道这些变化 随着红线的牵扯 风旷只觉心口一痛 过了一会才好了一些 人也恢复了平静 风旷光是想想音念要成为他的肉顶 就已经激动地浑身站立 他大摇大摆地走在皇宫中 周围所有兽人 赤鬼谷 还有圣山宗那些人 他们实力都比现在的风旷强许多 可是却没有人感动风旷分毫 风旷得意地举起天道文书 此时已经把自己当成了皇宫的主人 他傲慢地说道 既然音念是你们的主子 那作为他以后的男人 我也就是你们的主子 你们若是让我不高兴吗 我便告知我师父 扒了你们这些畜生的皮 一片片剁碎喂狗 他的声音震天响 还带着十足的优越感 却不知道音念就站在离他 只有几步远的门后 音念不仅笑了 这风旷还是老德行 还记得当时在白头山上 我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 实在是可笑 他想着晚上就要看好戏 不仅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而这时风旷看见自己 胸口红线浮动着扯了扯 以为是音念等不及了 不仅傲慢地笑了 呵 女人 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却诚实得很 现在就如此激动了 而此刻 猪圈里 那养猪的奴隶将食物泼下去 嘴里不断地唠叨着 哎哎 别挤 别咬 别激动 说你呢 被牵了红线的那只灵猪 拱到了最前面 进食的过程中 不断地扯动着红线 而另一边的那小小红线 也紧紧地抓住了风旷的心脏 风旷不仅一脸坏笑地 拍了拍红线 既然如此激动 那晚上就伺候好我 我以后也会给你该有的体面呢 风旷皱着眉头 还有些许不满意 他可不喜欢幼头 也不知道音念什么时候 能变成大人 你想看一个男人 和一头母猪入洞房吗 独蘑菇将红线 牵到了一头母猪身上 风旷还不知道 自己的新娘变成了一头母猪 在所有人面前 装出一副大意的样子 音念想着 今天晚上的洞房花竹 肯定是风旷毕生难忘的 就坏坏地笑了 原心碎来到了念念身边 发现了蘑菇的异样 原心碎让念念别动 念念十分诧异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看见原心碎的手指 落在他头顶的蘑菇上 他冰冷地注视着蘑菇 你找死吗 蘑菇被吓得顿时一缩 音念抖了抖脑袋 这才注意到 这蘑菇竟然往外 喷出了不少包子 冰念还在疑惑 这是什么时 可这粉顺着他的鼻子 已经被吸进去了一点点 下一刻 冰念眼前竟然开始出现了幻象 他看见了自己 正坐在一个饭桌旁吃饭 旁边还有一个女人和男人 这两人的脸看不清 女人温柔地摸了摸念念的 小脑袋笑着说 哎呀念念 你怎么又把饭蹭到脸上了 还没等念念反应过来 男人就将他抱了起来 高高地举过头顶 今天晚上有花灯 爹爹带你去看花灯啊 此时的念念 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 但这幸福转瞬即逝 那两人竟离他越来越远 念念急得在后面一直追 不要走 念念会乖乖的 不要丢下念念 这时一只手伸到了音念的面前 一个声音响起 带着无尽诱惑般 这就是 我送你的一个全新的世界 只要你愿意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 念念有欲感 只要他握住了这只手 就能永远地留下 可下一刻念念却怒吼道 我愿一个鬼 说着音念一把抓住了那只屎 那手幻化成了一只大蘑菇 连环拳头就猛地砸了过去 找死 给我弄幻境 看我不把你切成一块块的 那蘑菇发出一阵阵的惨叫声 而眼前的幻境也纷然破碎 这回的音念正四脚朝天地躺着 两只手凶狠地抓住头顶的蘑菇 看样子念念是要将他 连同自己的头皮和脑袋撕扯下来 一旁的圆心碎下的手忙脚乱 松手念念 你的头发掉下来了 乖 快醒醒 音念顿时一个翻身坐了起来 气势汹汹地冲着蘑菇放狠话 让蘑菇抖了抖 我告诉你 我疯起来连我自己的脑袋都拔 我还拔不出你一颗小蘑菇了 一拳头给你垂成你 成年音念放狠话实在是无比有魅力 三岁的音念就像是一只炸了毛的小狮子 连心碎看着他可爱的样子不仅笑了 还一边给他顺毛 一边轻声哄道 好了好了 别生气 然后他一把将音念抱了起来 音念下意识地抱住了他的脖子 嗅到了他衣领里的香味 很好闻 音念有些沉醉 下意识地怒吸了两口 念念立刻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死屁不要脸的灯兔子 你身上好像 音念只觉自己有些失态 连忙跌过头去 生怕圆心碎看出来他这会红得像苹果的脸 圆心碎看着他这娇羞的模样不仅笑出了声 音念很快就调整了过来 他想到刚才的幻境 顿时就有了新的主意 喂 刚才那种粉再来点 然后一巴掌拍在了蘑菇的头上 蘑菇不仅动了动了 他这是碰到狠人了 音念恶狠狠地威胁蘑菇道 我可不怕疼 可音念这话还真没说错 他不怕疼 蘑菇却怕得很 从出生之后 作为天地孕育而出的祖宗 他就没吃过这样大的委屈 蘑菇最终还是忍着屈辱地给他喷了粉 但他还不知道音念要这玩意是干嘛的 男人骑在母猪的身上 要当众和这母猪洞房 毒蘑菇喷出的包子粉可以致人产生幻觉 音念想好好地利用一下 这时外面天也黑了 圆心碎抱着念念去见音女他们 音女看到音念没事了不仅喜出望外 音满也笑出了声 哈 他恐怕是没想到 给念念下的诅咒 反倒将另一个诅咒给破解了 下一刻 音满看向音女 脸上就露出了音侧侧的笑容 乖女儿 你带着人守着天一周 别让这群人跑了 到时候等看完这出精彩的戏 咱们将他们一举拿下 音女早就憋了一身的杀意了 还有你说 我早就安排好了 在音念的翘首一盼下 黑夜终于姗姗来迟 而婚宴也已经布置好了 除了几个很亲近的人 知道音念已经没有被红线控制 其他人都以为音念还被控制着 所以当风群一身红色昏复出来的时候 他们根本恨不得冲上去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风群自觉已经是男主人了 可以将所有的人踩在脚下 看着旁边敌视他的众人 不仅一脸傲慢 看什么看 再看我就当着你们的面 把你们的宝贝给办了 而至高神坐在最高位上 袁心碎一言不发地站在下面 看起来有些伤感 至高神看着袁心碎那失忆的样子 露出了畅快的笑容 袁心碎 音念 今天可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至高神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道 让音念出来 只见音念小团子慢慢地走了进来 脑袋上的蘑菇更大了 可这会儿谁都不会在意那颗蘑菇 反倒是冲着音念露出了悲怆的怒吼 小主人 念念 音念眨了眨眼睛 一派三岁赤儿的天真 风群一把拉住了音念的手 抱怨道 走得可真慢 快点 可下一刻 音念抖了抖袖子 一阵粉末直往风群的脸上扑过去 那粉末很细 风群完全没有注意到 毫无意识地将那些粉末给吸了进去 台上的至高神已经等不及了 见状双眼心红 满脸恶毒 拜堂就不必了 图儿 当着所有宾客的面 享受你的洞房花烛吧 而这时的风群却一动不动 至高神有些不耐烦地叫道 图儿 你还在等什么 风群却像没有听到一般 双眼赤红 至高神看着无动于衷的风群不仅大怒 另一边 只见一头大母猪正向的大唐狂奔而来 一群奴隶正在后面追赶着 哎呦 你咋往大堂跑 里面可是在办喜事 下一刻 风群终于动了 他抬起了头 双眼呆愣浑浊 他吸进去的粉刻比音念多多了 而且风群等就不是心智坚定的人 这份代表了欲望 欲望越强的人往往会失去理智 下一刻 风群眼前出现了幻想 他看见音念消失了 但很快他又出现了 不是三岁的模样 竟然是十八岁的模样 我没动人 他扬眉对风群露出了一个讽刺的笑 就凭你 我可看不上你 风群顿时怒了 他心里一道声音响起 这女人 胆敢和家里未来的男主人枪声 征服他 让他知道谁才是主人 去 在宾客面前 教训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 风群被撩拨的怒火在心里翻涌 风群心口的红线也跟着蠢蠢欲动的发烫 然后他像个疯子一样猛的就冲着音念扑了过去 他一下将它扑倒在了地上 就要去撕他的衣服 而在场的众人已经完全的屎化了 他们看见一只猪冲了进来 而风群却像着了魔一样 骑在了四脚朝天的猪的身上 还发出怪异的笑声 在场的人惊讶地看着这一切 他们都猛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地上的猪疯狂地挣扎着 风群狠狠地打了一拳头 满脸的猥琐 保湿点 女人 放心吧 我会让你很爽的 灵珠发出了愤怒的咆哮声 风群却无比深情地 带着男人的征服欲 狠狠地 对着灵珠带着满嘴粪扎 和菜叶的嘴巴深深地吻了下去 着了魔的男人看谁都是美女 将自己师父的裤子给脱掉了 就在刚刚风群把母猪 当成了自己的新娘 还要睡了母猪 至高神看着风群 近乎疯狂地举动 不仅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他颤抖着伸出手 半个字都说不出来 英恋看着自己导演的戏 忍不住想笑 做出一个可爱的鬼脸 圆心碎的嘴角 也浮现着一抹讽刺的笑容 至高神终于在这一场荒谬的闹剧中 反应了过来 气得浑身发抖 混账东西 你到底在干什么 风家那些长老了着实 被风群的疯狂的行为给吓到了 差点晕绝过去 必定风群是风家的独苗 他们顾步的脸面连声呼叫道 救少爷 快救少爷啊 下一刻 至高神出手了 对着风群伸出像吸盘一样的手掌 至高神神情阴郁 缓缓用力 你找死 可风群却只知道痴痴地笑着 他好像从未有这么畅快和酣畅淋漓过 陷入了一场不可阻挡的浪潮中 此刻的他根本感觉不到痛了 甚至会将面前的人都认作阴念 在他眼中 阴念正向他招手 妩媚地抛着眉眼 风群只觉血脉喷张 浑身颤抖 猛地伸出手拽下了至高神的裤裆 至高神只觉得屁股一凉 底下空空荡荡 是真的空空荡荡 这下在场的人都无比震惊 露出惊讶的神情 他们下意识地一拍脑袋 我终于知道他走路为什么要夹着头 下一刻 整个大厅都爆发出了一阵疯狂到极致的威压 至高神彻底疯了 风群被至高神一掌就震飞了出去 接下来整个房顶都被掀开了 屋内一片狼藉 轰隆的声音不绝于耳 风群完全是九死一生 被风家的长老拼了老命在余波中护住 晕死了过去 风家的人还将那猪给救了出来 扛在了肩头 那人满脸疑惑 长老 为什么要带着这头猪 扛着风群的长老有些生气地说 愚蠢 没见这红线吗 这还是猪吗 这 这怕是我们风家未来的女主人了 猪在人在 猪亡人亡 这猪的命算是和风群死死地绑在了一起 原心碎带着阴念 稳稳地将人抱上了天空之中 师大他们要去追风家的人 阴念却猛喝了一声 先不管他们 先制服服神塔的人 已经给自己穿好了裤子的至高神彻底发狂了 远处那些万寿国的人确认出来了 此刻悬浮在空中的人是谁 他们浑身发抖 高声喊出了他的名字 地帝君 苏圣地君 这 这是我们万寿国的帝君啊 他们欣喜若狂 如今见了帝君归来 他们瞬间就在这一场浩劫中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主心 他们纷纷顶礼膜拜 帝君 求您救救您的子民吧 老宗主也是满脸疑惑 怎么这万寿国的帝君成了服神塔的至高神了 宾恋看着这个有一半像自己父亲的人 满脸的不屑 无根神 你可真是厉害 将自己的女人送给自己的下属当肉饼 了不起 不如以后就叫你无根律头神如何 万寿国的民众们开始纷纷往至高神面前跑 却被一个法阵结界给困在了原地 无法动态 万寿国的人纷纷斥责阴念不该这样嘲笑自己父亲 也不该和魔族的人勾结在一起 他们一个个面色愤慨 要阴念解开他们的禁锢 他们恨不得喷阴念一脸的口水 他们倒是一片担心 阴念和原心碎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本来阴念他们是怕至高神发狂会伤人 才不得一个结界保护这些实力很弱的普通人 没想到这些人竟然不买他们的账 阴念看向原心碎 声音里满是嘲讽 听见了吗 原睡睡 他们说是禁锢呢 那就解开吧 原心碎一个抬手 那结界就没了 万寿国的人欣喜若狂的 拖家带口涌进来 他们一脸狂喜地冲着他们的帝君奔去 帝君 我们是你的子民啊 带我们去扶神塔吧 他们那无知又愚蠢的样子 让至高神本就要发狂的脸上更添了几分疯 他双眼赤红 该死 我好不容易才混进扶神塔 摸爬滚打才成为至高神 如今 如今全被你们这些渔民给毁了 扶神塔的神子 是有血脉限制的 他这样低贱的小国血脉 其实 是没有资格进扶神塔的 可现如今全被这些渔民给毁了 滔天的怒气直接爆发 至高神释放出层层威压 给我去死 全都给我去死 那些冲在最前面的民众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刺穿了身体 顿时鲜血四溅 后面的民众被吓傻了 他们无比惊恐地看着他们的帝君 至高神满脸的怒气 无知愚蠢 我怎么可能是你们的帝君 像你们这样信口开河的渐民 死不足惜 人的身体长出的蘑菇能吃吗 阴念的身上长出无数的蘑菇 而这些蘑菇是来吃他血肉的 至高神原来就是万寿国的帝君 万寿国的臣民戳穿了他的身份 此时的至高神恼羞成怒 像疯子一样 杀向万寿国的臣民 那些臣民们尖叫着往外跑 有几个离鹰念近的 他们看向悬在半空中的鹰念 连忙呼救道 救救我们 你不是如今万寿国的女帝吗 是我们错了 快些将这人赶出去吧 他们看见鹰念一动不动 还有些不耐烦 你愣着干什么呢 赤红的眼睛和扭曲的脸 混杂着求生的渴望 这副嘴脸让鹰念记了一辈子 我们是你的子民了 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屠露你的子民吗 鹰念对这些人生出了一些厌恶 他笑着眨了眨眼睛 抱歉了 我这人从来不会给背叛我的人 第二次机会 然后 抬手便将这几人震飞了出去 而这时的至高神已经发泄得差不多了 他深吸了两口气 看向了质疑他身份的扶神塔的那些人 你们别听这些愚民胡说 这小小一个三流国和我有什么关系 神子们在心中自然是破口大骂 也比这个小国之人 可现在 谁敢触半步大神镜的眉头 至高神大人 永远都是我们扶神塔的神明 大神子压着内心的忐忑不安 恭恭敬敬地对至高神 低下了自己的头颅 想想自己把至高神的妻子给睡了 就不仅冷汗直冒 谁不知道这人就是万寿国的帝君了 可为何他看着自己的妻子 成为我的肉顶却无动于衷吗 大神子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不仅浑身发抖 难道至高神知道当年我和帝后其实早就有一腿 原来帝后年轻时嫌弃他穷 选了万寿国的皇子 后来又来投奔他 他便让这个负了自己的女人 成为了自己的一只肉顶 他越深想就越觉得心惊胆战 生怕被绿的至高神会找他算账 大神子飞快地低下头 自以为遮掩得很好 原心碎抱着的阴念 却看见了他一闪而过的极端惊恐 阴念心想 大神子怕成这样 是怕至高神找他算自己被绿的事吗 可像至高神这样死要面子的人 肯定是宁愿自己夫人死 也不愿意被别的男人碰的 如果不是 那他在害怕什么呢 这人身上的秘密可真是多呀 阴念抬手 人已经自己悬浮在了半空之中 身后的尾巴跟着一晃一晃的 深深刺痛了对面至高神的眼睛 至高神阴沉着脸 一下就看见了那尾巴 不仅露火中烧 没叫养的小杂种 这东西 便是你从我手上偷去的吧 尾巴听见这话 顿时整根的毛都炸开了 阴念厌恶地看着至高神 眼里满是嘲讽 难道不是从我亲人身上取下来的东西吗 你个老东西 恬不知识的作风 倒是和苏林燕母女两个一模一样 阴念连想到那虚影 早已猜到这尾巴 应该是他亲娘留给他的东西 阴念一声令下 手指着至高神 将他围起了 天空 地面 便瞬间围满了人 可至高神脸上却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阴念 你不会觉得 我只准备了天道命书 这一样能治女死地的东西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摇摇伸出手 阴念头顶的蘑菇竟然跟着缓缓地立了起来 至高神满是威胁的声音传了过来 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阴念只觉得头顶一疼 那蘑菇竟然以非常蛮横霸道的姿态 在他身上一个又一个地冒出来 阴心碎大惊失色 阴念看见其他人也想朝着自己的方向扑过来 吓得他忽视了身上的剧痛 立刻喝赤道 别过来 至高神却露出了畅快的笑意 你以为诅咒姑只能靠吃你的灵力增长吗 你错了 作为他的栽种者 我的灵力他也能吃下去 阴女满脸杀气地朝着至高神的方向飞了过来 他和阴心碎两人对视一眼 一前一后地将至高神给围住 扶身塔的人眼眸一缩 二对一 而且都是半步大神经 看来这次至高神必死无疑啊 至高神冷笑了一声 朝着天空大喝一声 休邪老祖 你还在等什么 等我一死 你离死也就不远了 世人血肉的蘑菇你敢吃吗 这些蘑菇将念念折磨得生不如死 可下一刻却被念念吞进了肚子里 至高神被阴女和阴心碎围攻 眼看小命不保 他竟然呼叫休邪老祖来救援 天空中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 传遍整个皇宫 哈哈哈哈 至高神 没想到你还有向老夫求助的一日 我当鞋签面是谁杀死的呢 又当你扶身塔一向来 驱力避害一流 怎么会和我们休邪师宣战 如今看来 倒是都受了这小丫头的挑拨 一股杀意直指应念 小丫头 你可真厉害 一个小小的天灵镜 竟然将我们握在手掌心 翻来覆去地耍 这时空气中混杂着无数血腥味 如潮水一般涌 成千上万的休邪师出现在了天空上 他们猖狂地大笑着 嘻嘻嘻嘻 杀 杀光他们 领头的是一个瘦瘦小小 又慈眉善目的老头 光看外表 任凭谁也不会觉得 这个看起来非常和蔼的老人 竟然是休邪老祖邪万 这是老祖中最厉害的那一位 至高神看着援军一道 不仅欣喜不已 邪万 你果真没死 我只要那个叫做阴念的女人 剩下这些所有人 都可以给你们休邪师享用 如何 邪万看了看下面的那些人 像看见了无比美味的食物一样 不仅舔了舔嘴辣 那舌头竟然有正常人的三倍长 伸出来的时候好似裹了一层天然的血浆 血红色 让人心惊胆战 邪万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有什么不可以的 难得你扶神塔向我低头 飞飞飞 下一刻 邪万一挥手 孩子们 去吃饭吧 无数的休邪师向天一周各处冲去 老宗主一看大敌当前 提醒大家备战 不必手下留情 元杰将被蘑菇折腾了浑身是血的阴念 带进了旁边有元心碎阵法加持的房间中 元杰看着念念心疼不已 连连安慰等 念念 元心碎一定能杀死那只高神的 你放心 他一定会救你的 阴念疼得浑身无力 紧紧地咬着牙 他身上的尾巴一次又一次地将蘑菇摘下 可蘑菇得了至高神的支持 速度却越来越快 元杰看着这些不断疯涨的蘑菇 不免担心的声音发颤 没事的 元心碎会胜的 随见重伤重的英念抬起了手 他身上的血肉都被蘑菇撑开 提开肉绽 英念的手在元杰脸上轻轻戳了一下 元杰 我竟然不知道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也将全部的赌注与希望都压在别人身上了 元杰一愣 却看见英念一把抓住了自己右脸上冒出来的蘑菇 狠狠地往下一撕 血肉伴随着血浆一起飞溅 可英念却笑了 我永远不会将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 他们已经为我拼尽全力 我岂能什么都不做 光靠着别人来救我 那我才是真的要死在这玩意身上 英念看着被他握在手上却仍然挣扎着的蘑菇 对蘑菇发出阵阵威胁 你想吞了我 那你就看看 我们到底是谁吞了谁 他已经发了狠 在元杰一双赤红的眼睛里 猛地咬住了这蘑菇的脑袋 一口咽响 英念身上的蘑菇们竟然在同一瞬间发出了惨叫声 从来没有人敢声吞诅咒的 一向只有他们吃人 没有人会吃他们的分 英念一口吞响 只觉得腹中脚痛难当 但他却没有半点畏惧之色 你们汲取了至高神的灵力养分 可是从我身上离体的那一刻 你们也是我可以吞噬的养分 也可以成为我的食物不是吗 英念冷笑了一声 擦掉了唇盼边的血迹 他一脸的狠绝之色 异常疯狂地倒 既然如此 我也就不客气 你们身上的养分能量 如今是我的了 蘑菇们也被这话惊到了 疯狂地扎根在他的身体里 可英念的动作更快 他像是感觉不到痛楚一样 一把一把地将蘑菇从自己身上拉扯下来生吞 比起蘑菇 此刻的英念才更像是一个永存于世 无可阻挡的诅咒 蘑菇是唇恶之物 贪婪欲望让英念咽下的每一口 都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断肠之痛 袁杰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他万万没想到念念会吃这些带诅咒的蘑菇 蘑菇变得越来越弱了 英念吞食的速度却越来越快 他只觉浑身的灵力不断地暴涨 下一刻 无数的魔元素暴动起来 英念朗笑一声 我该当面谢谢他 一抬手那灵力直接将门窗冲开 至高神也被震惊到 英念仰起了手 当着至高神的面 将最后一颗长在自己心口的蘑菇拔了出来 这蘑菇竟然还在他的心口连着根须 这是蘑菇的本体 可英念却仿佛不知道痛 他反而笑得很畅快 无根绿头神 感谢你 给我送来的晋级小点心 至高神不可置信地看着英念 眼珠子都快掉出来 英念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 一口咬住了那争扎尖叫的蘑菇 念念吃下最强最恶的诅咒菇 身上却鼓起了无数的笼包 老宗主看着英念近乎疯狂的行为 被惊得目瞪口呆 浑身发抖地盯着英念说 你在吃天道 英念咽下最后一口还在挣扎的蘑菇 抬起了一张血肉模糊的脸 嘲讽道 他算个哪门子的天道 一道诅咒罢了 也敢蹭天道的边 英念一抬手就抹掉了嘴角的血迹 几道惊雷带着闪电在念念身边炸开 就算是真的天道 我就是吞了又如何 天道想让我死 那就撕了这天道 而这时魔元素已经开始在天空上不断地翻滚 休邪老祖被这惊雷弄得心惊肉跳 他冲着英念扑过去 并大声呵斥道 小儿猖狂 看我不娶你狗命 他也不知道为何 明明英念现在实力差他们许多 可就是看着心惊肉跳 一旁的英女直接挡在了休邪老祖的面前 英女抬起手 仿佛日月交替 天空猛个阴沉下来 他背后的羽翼徐续展开 像是一个巨大的牢笼一般 困住了休邪老祖 英女脸上满是杀气 你能过去便试试看 这时元杰跑到英念面前 他眼里满是担忧 他伸出手想制止英念 念念 别硬撑 你现在的身体怎么去升级 英念认定的是 即使是死也不会轻易改变的 他转身看了一眼元杰 神态从容道 你怎么知道我撑不住 而这时的至高神感觉自己的灵力 正往元心碎身体里端 至高神这下真的慌了 你在吞噬我的灵力 至高神一个谎神 被元心碎的阵法光刃猛地刺穿了肩膀 英念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平衡着身上的灵力和魔元素 自英念身上散发出的光束直刺的 元杰眼睛都睁不开 元杰不仅震惊不已 念 念念 英念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 可依然从他的眼睛里 看清楚了自己的身体 魔元素和灵力互相胶着 将他整个人的表皮都扭曲了起来 经脉补起了一个个巨大的血包 这个视觉冲击太大 元杰心里不仅一颤 被吓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念念 别继续了 你想死吗 英念的手脚终于扭曲了起来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英念被重重地摔在了地面上 此时念念已经血肉模糊 英念似乎是被痛晕过去了 他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忽然英念醒了过来 飞白圆盘疯狂吸收能量 变成了奇怪的形状 似乎是在等待一场彻彻底底的心声 至高神这回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他想让元心碎分心 为自己薄一线生机 元心碎 我还以为你有多爱你的小姑娘呢 元心碎比他想象中的还强大很多 而且这家伙周身该死的灵力光团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只往元心碎身体里钻 再这么下去他会灵力枯竭而死 至高神想着现在必须要扰乱元心碎的心声 你看看你的小姑娘 像条蠕虫一样 不心疼吗 他可马上就要死了 可没想到 换来的却是元心碎越来越猛的攻势 待他再一次被击穿身体之后 至高神忍不住怒吼 元心碎 你要眼看着英念死吗 元心碎面色冰冷的可怕 我的念念为什么要死 手上的招式却一招比一招凶狠 元心碎脸上露出一抹讥讽笑容 眼睫下覆盖的是一眼望不见的冰冷山川 你这样的人一生都不会明白了 一个男人 真心实意地为自己喜欢的人 感到骄傲和信任 是一种什么滋味 说完他对着至高神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势 而另一边 英女正在对付休闲老祖 他爽朗一笑 元心碎 说得好 我看你终于顺眼三分了 几道惊雷猛然乍响 顿时电闪雷鸣 英念身上的灵力猛地张开 连结怕英念会有威胁 无比焦急地劝道 不行 太多了 念念你吸收不了 至高神脸上露出疯狂笑意 我的灵力岂是白拿的 英念 贪心太足 可是会死的 可下一刻 那海啸般汹涌的灵力 竟然开始远远不断地往凤圆的方向 涅槃之力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海绵 飞快地将所有灵力全部吞满 一团火 将英念尽数包裹住 血肉重生 无数灵力和魔元素冲击着他的身体 二星天灵境 三星天灵境 六星天灵境 英念得到突飞猛进的突破晋级 这真是要感谢至高神慷慨的馈赠 睁开眼睛的英念缓缓地露出一抹真心实意的笑容 英念缓缓地站了起来 他向着那一处伤亡最重的天灵境战圈走去 施下剧毒的蘑菇的念念是有多厉害 他手指轻轻一动 竟让想杀他的修协师身上长满了细血乌 英念望向了天空 准备去找那些修协师借个衬手的法器来 想到这 他猛地冲向了天灵境战圈中 就如同杀入鱼群 一群天灵境巅峰的修协师直接拦住了英念 他们满身的杀气 他们看英念的眼神就如同看一只蚂蚁一样 来得好 你以为你如今靠着吸内至高神的血 变成六星天灵境就是我们的对手了 他们脸上带着轻蔑的笑容 身上散发出恶臭难当的气味 你的那些灵术我们也早就知道 眷室 画师 呵 只要拉开距离 你能如何 这是一个修协师直接抬起了手上的光刃 往英念的喉咙直刺而去 光刃对着英念的脖子切割了过去 轰的一声炸开了一道白光 那手持光刃的人正要放声狂笑着 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 可下一刻 一只完好的手从那光晕处伸了出来 打了一个清脆的响指 哦 那方才还在狂笑的男人张大的嘴巴里 突然生出了一颗巨大的蘑菇 他的手上 腿上 全都开始长密密麻麻的蘑菇 他像是被吸干了水分一样 猛的弯腰开始挖着自己的喉咙呕吐 下一刻 一只小手压在了他的头上 蘑菇们七七开始疯涨 怎么办呢 英念盯着这个面目全非的修协师 今天我不打算用眷室 也不打算用画师 让你们失望了吧 英念露出一个笑容 他顺手拿了这男人的法器 嗯 你的法器不错 我借用一下可好 话音刚落 不等男人说话 便一脚将那男人踹得飞了出去 英念冷漠地看着那男人 好 你不回答我 我便当你是默认了 对了 这一招是我自创的灵术 成长型灵术 我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贪结 男人身上的灵力不断地被蘑菇吸收成为养分 源源不断地供给到英念身上 不可控的小蘑菇是纯粹的 从一开始英念就没想着要收服他 但现在蘑菇却沉浮在英念的脚下 英念抬起手 一颗小蘑菇出现在了他手上 看 现在多可爱 英念的笑容让人脊背发凉 没了灵力的人 便是没了爪牙的老虎 比病猫还不如 那男人朝着其他修协师怒吼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还有 我快杀了他 这修协师嘴里长打了蘑菇 说话也是含糊不清 下一刻 修协师们纷纷对着英念飞扑过去 这一次竟然一起来了上百人 眼看着英念就要陷入危险之中 只听得天空一阵嘶吼声传来 巨大的血缝从天而降 向那些修协师猛呼了过去 此时一只巨大的猎空虫破头而出 出现在了英念脚下 他朝着英念激动地喊道 主人 我们来了 然后他将英念顶在了自己的头顶上 他们的伤随着英念再次吐 纵援反馈的能量不仅让他们的伤都好了 还连带着让他们的实力也增长了一大截 英念镇定自落的发号施令道 辣辣 开路 百变 去战场最中央 巨大的火风一挥翅膀 顿时天空火红一片 那些修协师顿时被熊熊大火包围 发出阵阵惨叫声 英念来到之高神身边 还冲他笑了笑 无根神大人 要不是你把诅咒不培育得这么好 我也创造不出贪结这样优秀的灵术 再一次真诚地感谢您啊 之高神被英念气的气血翻轨 这英念完全是他的宿敌 将他变成太监不说 又将他亲手培育的诅咒为自己所用 他简直要疯了 见人无知 你这蘑菇能取灵力又如何 只要在灵力枯竭之前杀了你便可以 雕虫小记还敢沾沾自喜 简直可笑 这时英念已经来到了战场中央 脸上的笑容尽失 哦 看来你们都不了解贪结灵术的可怕之处 念念将蘑菇炼成了可怕的灵术 蘑菇在修协师们身上疯涨 一个巨大的光圈出现在修协师和扶神塔的人的脚下 有人惊恐地大喊一声 是英念的卷士 快跑 这巨大的光圈将整个皇宫都圈了起来 还十分诡异地不断地往外延伸 眼看修协师们想跑 天一周的人开始拼尽全力准备去拦住他们 这时英念证缓缓闭上了眼睛 他准备让之高神和修协师领教下贪亲的可怕之处 此时他体内的黑白蘑菇扎根摇晃起来 而下一刻 卷士所在的范围里 所有修协师和扶神塔弟子身上都出现了无数的蘑菇 他们被吓得大惊失色 哎呀 什么东西 走开 快走开 无数精纯的灵力 源源不断地从他们身上流逝掉 英念站在百变巨大的头顶之上 气势越来越强 即便不能让你们瞬间致死 但也足够折磨一番了 贪结呀 那可是即便是英念本人 在察觉到这个灵术的恐怖之处时 都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可怕 英念看着底下背下的棱柱的人 霸气十足地说道 天一周的 别死 我要你们都活着 我会让你们都活着的 这话让在场所有人都精神一阵 疲惫的身躯好像再一次涌入了新的力量 英念瞳孔微微震展 源源不断的灵力快要将他的身体撑爆 行了 站吧 一个都不许死 话音落下 英念第一个冲了出去 锁过之处带出了一条血路 一看天一周的人都杀了过来 休闲师们彻底慌了 拼命地四散逃窜 好 跑出他的眷室 他们的实力被魔骨压制得很厉害 此时心里充满了恐惧 他真的是怪物吧 为什么他的这些招式都是范围这么大的 该死 他们一边咒骂 一边还要躲避着天一周这些人的攻击 场面完全颠倒了过来 天一周的人越战越猛 而休闲师们越来越虚弱 休闲老祖死死盯着英念 咬牙切齿道 得杀了这个人 一定得杀了这个人 不惜一切代价 旁边传来了一道吃笑声 吃笑的正是小辫子老师 这老东西倒是聪明 看出英念的潜在威胁 院长阮秦眼中露出诧异的神情 这孩子是怎么收服诅咒孤的 诅咒之力竟然能为他所用 不过这份诅咒之力还未完全化解 阮秦笑了笑 英念这孩子总能给他惊喜 小辫子老师看着底下的战场 不仅有些冒陌 王左 挨压在王左 打他腹部 他腹部是弱点了 小辫子老师忍不住飘到了英念的头顶 谁都看不见他 但他还是掩不住激动的心情指挥着 英念你眼珠子往哪儿粘了 呼 脑浆都给你打出来了 小心点啊衣服都脏了 哎 你个臭小子往哪儿来呢 真他妈欠销 英念快给我捏爆他的脑袋 阮秦看着小辫子一边对英念万分嫌弃 一边又只跟着英念叙叙叨叨 忍不住笑了 他笑着看向了阮青云 青云 你怎么看 可下一刻却发现阮青云正正地看着英念 阮秦愣住了 他还从未在阮青云身上看见过这样的神情 似乎是有几分欣慰 还有几分向往 英念刚才讲的话让他感触颇深 英念说一个都不能省 还要他们都活着 青云已经有许多年都不敢说这句话了 阮青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 就连旁边的副院长清风也跟着沉了脸 青云像想起了什么 院长 副院长 你们还记得我们上次学院大赛死了多少人吗 阮青一想起那段痛苦的回忆 不仅闭上了眼睛 怎么会不记得 那些鲜活又年轻的孩子 每次都是我亲自送他们上赛场 阮青云那张仿佛凝了冰雪的脸不带丝毫温度 武青 英念如果成为我们学院的首席 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 一个实力强大的首席的影响力的确是无法估量的 阮青看着镇定自若正在指挥战斗的英念 眼里充满了期待 要是首席是英念可能结果真的会不一样吧 一直没说话的清风突然开口说 那也得他先活下来 活着到我们无上神域才行 这些人的腰间为什么会挂着小孩子 而这些小孩子却不是他们亲生的 别看这些小孩子虽小却是威力十足 能以一抵百 阮青云看着威猛无比的爱徒 眼里竟是疼爱 英念到了大神境是不是就可以进无上神域了 阮青面色一变 他已经感觉到清云想为英念走后门了 清云 你在想什么 他眯起眼睛 十分严厉地呵斥道 我告诉你 你现在脑子里那些 想都别想 我们无上神域的人不可以插手底下小世界人的命运 这个你知道吧 若是被那些人抓到我们对下面的人施以援手 你是知道有多么严重的后果了 这边的动静直接将一心跟着英念的小辫子老是吸引过来 怎么了 怎么好好的吵起来了 清云呢 你又和你娘亲吵架了 阮青云 是阮青的亲生女儿 可这两人也是奇怪得很 却一点也不亲密 好像这两人没有任何关系 阮青云显然有些不高兴 阴沉着脸 有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不敢高攀院长 我们算哪门子的母女 清云说完 身形轰的一下便消散在了空中 小辫子老是望着清云远去的背影 不仅皱了皱眉 这孩子不会真要悄悄给英念破格给予一些便利吧 阮青脸上也浮现出担忧的神情 表示自己会叮紧一些 他的视线再一次落在英念的身上 叹了一口气 英念这孩子也不知道招来我第一学院 到底是好事还是在乎 心松拉着意犹未尽的小辫子 走了 再看下去 你那些学生该没人管教了 小辫子还有些依依不舍 但三人的身心很快就在空中散去 而这时的英念已经将天灵境战圈完全稳住了 这次收获泼风 英念得到了无数的法器 这得感谢那些修协士和扶神塔的人 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来 念姑娘 原来是赤鬼谷大长老带着人赶过来 他们每个县族人的腰上 都抱着一个小小的孩子 比正常孩子瘦小 眼神却滴溜溜地转 英念不仅瞪大了双眼 眼里充满了好奇 大长老连忙解释道 这是我们县族最强大的质宝 欧娃娃 大长老准备向念念展示下欧娃娃们 正在这时一个小娃娃就跳了下来 蹦蹦跳跳地对着前面的战局冲了过去 不像是去杀人的 像是去郊游的 英念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可欧娃娃不是傀儡娃娃吗 大长老笑了 不是的 念姑娘 我们县族的人 一辈子只能有一个欧娃娃 这个你知道吧 英念倒是听人睡睡提起过 但却还是有些孤陋广闻 一开始欧娃娃确实是傀儡木 我没有错 但是日复一日的 用县族人的精神力和心头血运养 出来的欧娃娃 会逐渐地有自己的意识 她死 主人便也死了 她在 主人的阵法便能发挥出三倍的实力 大长老摸了摸腰剑的小娃娃 县族从不认为欧娃娃是我们的傀儡 她是我们一族最亲密的家人 说我们便是当孩子养的 也没什么差别 说着大长老抱着可爱的小娃娃递给英念看 这是我家小雪宝 是个女孩子 小雪宝眨发着眼睛 腼腆地看着英念 她乃生乃气地道 姐姐漂亮 英念也冲她笑了笑 感觉这个宝宝很乖 大长老看见了英念的笑容 顿时欣慰地笑了 所以念姑娘 宁可千万别因为我们少主之前满口的哦娃娃娃娃娃 就觉得她羞辱您 外面的人总把我们的娃娃成为傀儡 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不是的 这是我们这一辈子都要一起支撑地走下去的家人 她想着这样说 英念肯定能理解了是不是 英念郑重点头 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 原睡睡一开始就想要当我爹了 大长老感觉很无语 看来英念理解错了 她刚还要在解释下 英念却不愿听了 一甩手道 行了大长老 我都明白 您别说了 英念非一般地跑了 独留下大长老在原地生着闷起 你不明白 你明白什么了明白 我们是当成孩子养 可我们家少主她是把你当心上人养的呀 这个攻击原心碎的超级大变态 竟然是原心碎的偶娃娃 大长老本想帮原心碎向念念表明心计 结果越描越黑 英念以为原睡睡是拿她当孩子养的 便有些不高兴 转而来到了战圈边缘给偶娃娃们开会 她神情严肃地道 你们知道 打战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其中看起来最灵动聪明的小雪宝 举着小手手说道 正面感 英念皱了皱眉 做出双手交叉的动作 错 大错特错 小雪宝错愕地吐了吐舌头 英念像个小老师一样开始认真的讲解起来 打战 最重要的是偷袭 何为偷 朵朵藏藏 鬼鬼祟祟 何为喜 出气不易 一招爆头 英念说得无比激动 好似在讲述天底下最正义最光明磊落的大事一样 旁边的偶娃娃听得一脸猛 一脸被颠覆了人生观的模样 战 战斗 是这样的吗 英念猛地转身 突然朝前一个卧倒 肚皮贴着地面 激动地伸腿 快快 孩子们 和我一起趴草丛堆里 刚才我出去闹了一波 他们筋疲力竭 我离开了正是他们最松懈的时候 这回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会偷袭 小娃娃们对英念佩服的五体投递 下一刻 英念飞快地融入到那一堆草丛里 前进的时候 那小屁股一扭一摆 像条前进的大青虫 这时弟子们正在休息中 弟子们抬头看向天空上的战圈 半步大神经的战斗可都是真刀真枪地干的 一个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大叫道 你看 那只高神要撑不住了 大家眼神一亮 只高神和休息老祖这两个半步大神经 今日总要斩杀一个吧 只要能斩杀掉一个 他们接下来的战局便轻松了呀 而此刻 就在离天一周不远处 阿喜的伤已经都好了 他遥遥看着两处最大的战圈 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只高神要死了 然后他又陷入了沉思 自言自语道 这可不行啊 让魔族独大 可不行呢 而他左右两边的肩膀上 坐着两个小娃娃 小娃娃都却胳膊断腿 双眼星红 也开嘴笑的时候 显得十分诡异和惊悚 他们开口 声音透着让人毛骨悚然的寒意 吸吸吸 撬开他们的头盖骨 都是坏人 一个都别放过 阿喜是对的 阿喜会帮忙的 阿喜摸了摸自己 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眼睛 那当然 小娃娃们摇头晃脑 阴念呢 看不见阴念 杀了他杀了他 阿喜不禁冷笑出声 杀了他 我可舍不得 又很快激动起来 喜欢喜欢 抢过来 关起来 大长老带着弟子们 一边观察着自家偶娃娃 跟着阴念认真学习偷袭的样子 一边笑着说道 说起来 咱们少主的偶娃娃 要是能赶上定期就好了 可惜了 大长老微微点了点头 摸着胡子 是啊 少主当时拿到偶娃娃的时候 可高兴了 还给起了名字 刻了名牌 我记得是叫阿喜吧 这时叮咚一声脆响传来 大长老猛地抬头望向天空 天空中出现一个像一把巨大的灰散样的东西 向这边飞了过来 原来是阿喜盖着无数个 露着诡异笑容的小娃娃 阿喜飞出一枕 披头盖脸地便向原心碎杀去 原心碎轻松避开 这高神不知道来人是谁 但觉得这人应该可以帮自己 便兴奋地冲着阿喜喊道 喂 过来 帮我解决原心碎 事成之后必有重赏 阿喜迎上他的目光 突然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给我赏 那你这辈子怕是都给不起了 没等至高神反应过来 无数阵法排山倒海般出现在至高神脑袋上 光束落下 打在至高神身上 让他痛哭出声 天一周的人都愣住 不知道这人到底是有势敌 可下一刻 原心碎正要去收拾至高神的时候 那光阵却又对着原心碎的方向攻击过来 阿喜笑眯眯的 这可不行哦 现在他还不能死 阿喜看向了至高神 冷声骂道 还不快歇滚 如果我后悔了 你今天可就得死在这里了 这个难以捉摸的男人突然看向了阴面 哟 小宝贝 第三次见面啊 哦娃娃都是被主人视为珍宝的 而原心碎却为了心上人要杀了自己的哦娃娃 上次把阴念打成重伤的男人又出现了 不但攻击了原心碎 还放走了至高神 原心碎凌厉的攻击朝着阿喜落下 猝不及防的阿喜躲避的有些狼狈 他故作轻松地摊开手说道 怎么 我说都不能说 咱们现足少主可真是互端得很 原心碎一眼就看到了对面男人腰上的牌子 上面赫然刻着一个熟悉的席字 原心碎脸上竟是诧异的神情 阿喜有些失落 脸顿时阴沉了下来 认不出我了 也是 你如今要什么有什么 认不出我也正常 他声音里满是怨气 但是我记得 我们都记得 这时有无数的小娃娃漂浮到了他的身旁 像阿喜的跟屁虫一样 纷纷开口 阿喜没有错 阿喜做的都是对的 小雪宝和我娃娃们一脸凝重地看着天空上那些小娃娃 他们闻到了那熟悉的气息 他们确定那些小娃娃是同类 但是那些娃娃们身上却充满血气和怨气 大长老露出惊诧的神情 声音都在颤抖 你们 你们怎么会 这些都是县族的偶娃娃 是那些死去的县族人的偶娃娃 可 可这些偶娃娃不是早就该 该消失在这个世间了吗 原心碎已经确定对面的男人就是自己的偶娃娃 他试探性地叫了一声 阿喜 阿喜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嗯 是我 是不是很好奇我为什么活下来 明明都没有和你定气 而这时原心碎的脚下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光阵 他冷漠地说道 不 我不好奇 地面开始颤抖起来 原心碎眼里满是杀意 之前差点杀了念念的是你 而这回英念正偷袭完一个天灵镜修协师 听见原心碎的话连忙打道 嗯 没错 就是他 原心碎手臂轻轻一挥 灵力呼啸盘旋在原心碎周身 既然是你 那就没必要说了 把嘴闭上 索性都是要死的 当年你刚被雕刻出来的时候 与我一同看的阵法 与我一同听的心 原心碎看向阿喜 虽然阿喜是他的偶娃娃 但他的那双眸中并无半分温情 只剩下万年不见的树立兵了 原心碎一边抬起了手 朝着阿喜的方向轻轻一压 我们的阵法同源 只是 你就这点出息 阿喜脚下的光阵在原心碎抬起手的那一刻 砰的一声 轰然碎裂 阿喜看着骤然碎裂的阵法 气得脸上的肌肉都变得扭曲起来 要知道阿喜也是原心碎用自己的心血喂养出来 原心碎以往也是将自己的偶娃娃视若珍宝的 但这回原心碎却这么狠 原心碎顺一出现在阿喜的身边 脸色冷的吓人 丢人现眼的东西 然后他一下就掐住了阿喜的脖子 下一刻原心碎将阿喜狠狠地砸进 离得最近的一座山脉中 原心碎这回堪称杀神 手轻轻一抬 空中便出现了无数的震 同时炸向了阿喜所在的整座山脉 原心碎缓缓揉着手挂 我知道你没死 好歹也是我曾经的偶娃娃 没那么弱 正在大家分神之时 一道焦急的声音突然响起来 不好 扶神塔的人跑了 是高神溜了 众人这才心底一惊 英语立马追了上去 可那些小人偶诡异地笑了起来 我们做的都是对的 随后那些小人偶便在英语身侧自爆 大长老看见这一幕 双眼炫火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下一刻一道流光冲向天际 是阿喜趁着这个空荡跑了 阿喜的声音却传了过来 小宝贝 咱们下次再见 下一句却更多地带着对英语的怨气 下次再见的时候 我可就要拧断你可爱的小脖子了 这个阿喜跑来搅红了这滩水 难道只是为了将至高神和休闲老祖放走 为什么 大长老捂住了自己一阵阵发痛的心口 这些人都是他们现足的仇人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世上最强悍的偶娃娃惹了大祸却消失了 但他的老巢却被英语追踪到 大长老捂着疼痛的胸口 他不明白阿喜为什么放走敌人 这么多年 阿喜藏得实在是太好了 这一次消失 如果他又再一次藏匿起来该怎么好 袁欣岁也觉得心口隐隐作痛 没想到自己的偶娃娃惹这么大的祸 英女气得双眼赤红 一群人正无计可施的时候 一个小小的身影猛着从一簇草丛里弹跳了出 英念拍了拍自己身上灰尘 转身看着身后这帮超级强者 刚刚我摸过来 把一颗小魔元素弹他身上 还有那些偶娃娃身上我也都藏了一颗 让他们跟着一起去老巢 再把位置抱给我 也真亏英念能想出这招 阿喜的老巢要暴露 英念插着小蛮腰 像个小老师一样 一本正经地教导起来 诸位 我说过那么多次了 战斗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偷袭啊 偷袭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英念 但心里却是对英念佩服的五体投地 英念挥了挥自己的小胳膊 弹跳到半空中 给大家下达命令道 走 现在咱们就找过去 他跃跃欲试地要追过去 却有人一把拉住了他的小胳膊 拉着他的正式英女 英女严肃地说道 你不准去 英念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一下愣住了 啊 凭啥 这可是我想到的办法 英女见着小仔终又不听他这个娘的话 不仅有些生气了 小豆丁 别不服气 你跟着去我们还得分出心神来顾着你 必大于力 英念还是不想放弃看热闹的机会 脑瓜子一转又有了主意 那 那魔元素是我弄出去的 他们听我的话 说完这话 英念想要证明自己一下 周身浮现出不少的魔元素 他们高高兴兴地在英念身边蹦跋着 英念还以为这下英女没法 哪成想英女突然笑了一声 那你让他们听我的不就行了 英女冲着这些魔元素们招了招手 魔元素却装作没看见 根本不理英女 下一刻只见英女脸色一沉 杀意浓浓 怒吼道 过来 英女是什么人 魔族老大呀 这些小团子们哪敢不从 他们吓得抖了抖小身子 犹豫了片刻 还是哆哆嗦嗦地靠过去了 英女露出胜利的笑容 这不就行了 英念有些哭笑不得 英念垂死挣扎道 那让大家也休息一日 魔元素之间互相都有感应 我们现在追过去 反倒是让阿喜那边起了疑心就不好了 英女转身看了看身后一群浴血带伤 精疲力竭的人们 觉得英念说得很有道理 于是对所有人下达指令道 那边休整一日吧 英女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没有任何人敢不满 英女看向老宗主和袁心碎问道 天一周玉敌大阵可还能修复 袁心碎看向了老宗主 我让赤鬼谷的人陪着你一起 将大阵修补好 重新开启老宗主双眼一亮 激动道 能修补好吗 大厂老觉得这是在质疑他们的能力 论起阵法 谁能比得过我们陷阻 英念也准备离开了 吩咐喇喇道 喇喇 我们走 英满看着英念的背影 担忧地说 我看她是还没有放弃 英女撇了撇嘴 不放弃又能怎么样 修炼最讲究的是稳扎稳打 英念这段时间一直在升级 她的身体还是有些吃不消的 英女是想让她休息休息 再说了 不到小神镜也确实不适合过去 反倒是爱手爱脚的 英女看着英念离开的方向 蛮唇笑了笑 难不成她还能在一夜之间直冲小神镜 别人求之不得的能量光球 原心碎却不想要 英念想继续参加大战 却因不是小神镜而被嫌弃 英满摇头 觉得英念一夜冲小神镜是不可能的事 毕竟英念太难了点 那样英念的根基都得废掉 完全是拔苗助长 英满扫尸了一圈人群 却没有发现原心碎的身影 旁边的尸大甩了甩自己的尾巴 刚才她看到原心碎自己进房间了 英满只觉得有些奇怪 这次原心碎竟然没有跟着英念一起 她想着原心碎可能是自己的偶娃娃 突然变成大活人的事情刺激到她了吧 而此刻被人关注着的原心碎 脸色煞白地在自己的房间 她痛苦地右手撑在桌面上 手上轻轻抱起 她迫不及待地撕开了自己的衣服 原心碎同得大汗淋漓 她的后背 九个光团已经没有一开始的平和温柔了 这会儿光团上都散发出几分不耐和焦急 都强硬地要往原心碎身上钻 一个个缩小了的光球 深深嵌入她背后的补血中 稍微移动就是撕心裂肺的疼痛 一旦这些光球进入体内 实力回归 原心碎就可能瞬间被无上神域直接带走 而她最怕的就是见不到念念 保护不了念念 算上阿喜 福神塔那边已经有三个半步大神径了 若是她走了 就怕这些人会对付念念 到时该怎么办 那些光球想进入原心碎的体内 却被原心碎勉强抵制住 可她如今体内的灵力根本压制不了太久 她身体里才不过十分之一的实力 怎么抗衡这九个光球 原心碎眯起了眼睛 眼底有滚滚力气 只要在尸堆里滚过一圈 就激出了心底无限的血气和怨气 只是现在的她 知道掩饰了而已 为了不吓到她的念念 原心碎走到了镜子前 抬手缓缓摸着自己的脸 将自己眼中的力气和狠辣尽数抹去 她又成了那个平静温和的圆睡睡 另一边的房间里 英念躺在床上气得垂胸顿足 她本是个心高气傲的人 竟会被人嫌弃实力差 她特别不服气 不带我 我实力太差了不带我 忽然英念又想起了什么 她一下来的精神从床上弹坐了起来 她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精灵印记 顿时毛色顿开 我好像还是个什么学院的预备生来着 去那边看看 那边有专门修炼的地方 英念想到这里 立刻就将精神力渗进去 这时传来一道声音 小崽子 还知道你是第一学院的学生吗 你怎么不干脆过了年再来呢 看吧你给能耐的 英念吓了一跳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呢 像极了那个鼓鼓怪怪的 小辫子老师的声音 应当不是吧 这声音骂完 又听见她喘了口气 用稍微平静了几分的语气说 欢迎进入第一学院林虚静 英念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眼前出现了那熟悉的林虚静的景象 正打算狗头狗脑地抖进去 却没想到她迈出第一步的时候 便出现了一道清晰的声音 英念 以至林虚静 英念十分诧异 以前进来的时候都没有这种提示音 是谁 是谁在她耳旁大声嗶嗶 旁边的人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甚至有几个学长还掏了掏自己的耳朵 不知道小辫子老师是发的什么疯 突然在大门口弄了这么个东西 谁过来都要说一声名字 有什么意义呢 英念向前走去 就听见一群学长正在议论纷纷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等那个叫做王二狗的来了 我一定让他好好喝上一壶 另外几个也在说 嘻嘻 我就是想看看那个妹妹 到时候拉妹妹入我们的视力 英念耳朵抖了抖 视力 她算是明白的一件事 就算是同一个学院 大家也都是分成一个个小视力点 英念对这些却并不在意 摇了摇头 正要往前走 却听见那速来指报一下名字的声音 竟然又响了起来 这一次 这声音里竟然带着几分不怀好意 首席预备声 英念 学院曾用名 王二狗 人送外号妹妹 以至林虚静 英念的脚步停在了原地 尴尬地向前看去 现场 本来十分嘈杂的大门口 顿时变得死一般的沉寂 只有风吹的声音和英念 额头上冷汗滴落下来的声音 人群中爆发出了一阵巨大的吼声 王二狗 妹妹 谁能想到高手如云的无上神域 预备首席竟是个小屁喊 英念本想偷偷地在无上神域练到小神境 结果却被大门口的喇叭暴露了行踪 这个最受全学院关注的风云人物一现身 就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里面顿时炸开了波 王二狗 妹妹这两个竟然是同一个人 我 我不信 有学姐勉强站直 妹妹是个特别光明磊落的人 怎么会是那种偷看人洗澡的人 上次被王二狗偷看洗澡 气疯的学长们已经拔出了剑 怒气冲冲地宣战 王二狗 在哪里 来站 英念咽了一口口水 她被包抄了 好在她现在是个三岁的小豆丁 还不容易被人发现 趁现在得赶紧溜 正在这时 小辫子老师带着几分笑的声音 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这一次 英念确定这声音是在笑 给予我们的预备首席 英念 最高的礼遇 赐予你 无上尊贵的光芒 最后这两个字喊的那叫一个响亮 话音刚落 一道金光落下 直照耀到英念头顶 大家纷纷看向光束的地方 他们从平时 变成了低头俯瞰 一个穿着红红的裙子 脑袋上扎着一个小花包的小姑娘 瞪着大眼睛 满脸诧异地看着他们 她就像是黑夜中最亮的那一盏灯 英念两颊的软肉就微微地鼓了起来 满脸的尴尬 嘿嘿 我就是英念 也是王二狗 当然 妹妹是你们自己喊的 和我没关系 英念紧张的两只小手指戳了戳 这是一个师姐跑了过来 蹲下身子摸了摸英念的头 这便是我们的预备首席了 王二狗 妹妹都是她 本名叫英念 英念的脸都黑了 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 一群学姐们觉得英念变得这么小 太不可思议了 有的问道 预备首席 给姐姐们说说 是谁给你的亏吃 怎么变这么小了 英念发现了 大家看着她的眼神多多少少有几分敌意 不是恶意的那种敌意 而是几分纯天然的战意和比较新 英念轻哼了一声 没吃亏 反倒是因祸得福了 有些好战分子已经等不住了 纷纷拔出剑来 那你实力还在吗 不如我们先打一架 可这会儿打架并不是英念的目的 对英念的实力提升有限 英念摆摆手拒绝道 不 我要去修炼室了 英念身后的尾巴跟着一甩一甩的 大家又有点不甘心 刚想找她算账 这时旁边一个人影却冲了过来 一把拉住了英念 念念 来来跟我走 我带你去 英念诧异了一瞬 她在第一学院根本不认识多少人 这人是怎么突然冲出来的 来人长着一张圆溜溜的脸蛋 冲着英念几眉弄眼的 是我呀 你不认识我了 英念立刻想起来了 这不就是她第一次过来的时候 遇到的那个拿着糖葫芦的 还喊过她仙女姐姐的那个女孩吗 要不是这个女人给她指路指错了 也不至于冲到南澡堂去了 下一刻 胖女孩便以闪电般的速度 将英念往自己腋下一夹 飞快地冲出人群 对不住啊 念念是我朋友 我有事情找她 我们先走了呀 英念一路被灌了一嘴的风 等到了空旷处 女孩才将英念放了下来 虽然这女孩上次害英念喘而过 但这回英念还是有些感激这女孩的 连连道谢道 谢谢你刚刚为我解回 请问您叫什么 女孩笑着露出一口小白牙 我叫宠乐 大家都叫我胖胖 英念仔细打量了面前的女孩 皱了皱没到 你不胖 顶多算是圆润可爱 只不过但凡修炼得很多人 大多身姿飘渺若先 对比起来 你便有些胖了 这话说耳得直哄的胖胖开心地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实成人 而下一句说出了她的目的 不过我可不是来帮你解围的 我是真的受人所托 找你有事 小奶娃娃是有多受欢迎 一到无上神域就被人抢走了 旁乐为了拉拢英念 冯怀中拿出了一颗晶莹剔透的绿色药丸 这可是我们无上神域里最好的商药丹 整个神域仅剩三颗 活死人肉白骨都不在话下 有人托我将这个送给你的 英念接过这绿色药丸 脑子里第一句话便是无视献殷勤 飞奸击到 警惕得她下意识地要还回去 旁乐却不接 她摆了白手 表示她只是来送东西的 要是退回来了 她就无法交差了 见英念仍然十分坚定地抗拒 旁乐才道出了事情 原来也不是平白无故地送东西 也是有所求的 英念觉得这才是正常的 所以心里平静了不少 她饶有兴致地想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旁乐那张圆润的脸蛋骤然严肃了起来 她说得很轻飘一样 没别的 带你上我们无上神域的那一天 一定要选择进我们第一学院 就只有这一个要求 除此之外 别无所求 英念倒觉得这不是什么难事 半钟没想到有人拉她入伙 还要送这么贵重的礼物贿赂她 她淡淡地问道 就这个 旁乐想都没想就说道 我们学院的院长副院长他们 都十分看好你 而且我们首席 如今实在是独目难知 说到后面 旁乐惊觉自己誓言 赶紧把嘴巴闭上 之所以送礼物原来就是看上了英念的实力 英念握着手上的丹药 她有凤原 其实用到这个的机会不多 但英念能感觉到 这丹药身上传来的勃勃生机 有了这东西 便是多了一条命 这份礼的重量还是很重的 英念却没有直接答复 因为她的肉身还在小世界 现在小世界战火连天 能不能活着也是未知 旁乐一看英念还是不为所动 便露出了一个神秘的笑容 所以除了这丹药之外 我受人之托 还要给你送一份机缘 你皆是不见 英念疑惑地抬头 什么意思 旁乐握了握拳头 看向了远方的山脉 我们第一学院的后山 有一处坟龙 那谷中栖息着一只巨龙老祖宗 是我第一学院的守护神兽 每隔一年 坟龙谷便会开启一次 巨龙老祖宗会吐出 久到蕴含精纯灵力的龙溪 若是吸收可毫无隐患地提升实力 英念现在算是明白他的意思了 那你们想放我这个预备生进去 哪知旁乐伸出了一根手指 在他面前摇了摇 不不不 你想太多了 你哪里值得我们光明正大的 为你破坏千百年的规矩 我们学院也是要面子的 英念顿时感觉特别尴尬 看来都是他自己想多了 旁乐看英念那失落的样子 连连蹲下身子 从衣袖中掏出一块红色令牌 笑着说 但是你别急 这不是还能偷偷进吗 旁乐举着令牌说道 不过是无绝对 只要你同意 上届后 一定选我们学院 那学院这边便会想办法 悄悄地送你进去 英念看着这令牌 倒是挺动心的 这世间 果然还是看天赋 凭实力的呀 有能力的人便是会多受一些优待 英念犯起了仇 他现在时间特别紧迫 大家都在小世界硬敌 而他却不能参加特别痛苦 只想提升下早点去参战 旁乐知道了他的顾虑 觉得那根本就不是问题 笑着挥了挥手 这个你放心 焚龙谷里的时间流速不比外界 古中一年 外界只有一日 轰隆隆 一阵巨响声传来 一座巨大的火焰山脉 从地底深处拔地而起 火焰浓浆江不断地 从山顶滚落下来 看着十分吓人 可整个学院的气氛 却瞬间燃爆 帮护声不断涌现 还有狂热的向往吼声 学生们纷纷朝着 那个巨大山脉冲去 焚龙谷开了 今天便是焚龙谷开的日子 去还是不去 我第一学院也不会抢逼人 英念在心底呸了一声 往他身上落下印记的时候 怎么没问他的想法 英念想一夜 升到小神镜的机会来了 焚龙谷就在这时开了 只要进去吸收龙溪 就能得到飞速提升 时间紧迫 旁乐见英念还没决定 是不是加入他们 他急得催促道 快些决定 要是不答应 那精炼印记就一并抹去 第一学院也不会抢逼人 英念不知道 别的学院是什么样子 可他此刻需要 这个历练的机会 他不想看着自己的家人 日日去危险的地方搏杀 自己却只能待在安全的地方 对付一些小兵 时间不容他多想 英念立马做出了决定 一把搏过了那令牌 笑着对庞乐说道 我去 庞乐一听英念答应了 两眼不紧放光 惊喜地忍不住 将手猛地拍在了英念的肩膀上 激动地摇晃着英念 好 有魄力 不愧是我顶上那人相信的人 我现在就带你过去 英念被这庞乐摇得两眼翻摆 他对庞乐说的顶上的人 不免有些好奇 你顶上的那人是谁 庞乐缩了缩脖子 感觉有些为难 这将来你会知道 现在不能说 反正你不能告诉别人 我们给你行开小门这个事情 会给他带来麻烦的 英念倒是无所谓 实力能增长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事不宜迟 庞乐带着英念便向焚龙骨冲去 而此时焚龙骨门口 有两个老师把守着 在他们面前围了无数的学院的学生 老师们气势沉沉地命令道 九人出列 随后就有九道身形出现在最前面 四女五男 个个都神情激动 守门的老师推开山门道 开山门 准备入内 西渔学生 坐 羞羞羞地破风声不断地响起 那九人剑一般地冲了进去 而敦守在旁边的庞乐和英念正悄悄地观察着这一切 庞乐瞅准了现在就是进去的最好时机 准备 趁现在速速溜进去 不要被人发现 英念点了点头 庞乐还不忘交代道 还有 因为你是我们额外加进去的 所以算是第十个人 可老祖宗只图九道龙溪 你得自己想办法让他喷你一口哈 一口就等了 英念没想到进去还有这么麻烦的事 不仅白了庞乐一眼 怎么不早说 庞乐顿时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嘿嘿 忘了 下一刻 不等英念反应过来 庞乐猛地将英念向山门的方向推了出去 伴随着一束耀眼的光 英念非一般地窜了进去 看着英念消失在眼前 庞乐顿时觉得大功告成 高高兴兴地拍了拍手掌 成了 完事 忽然他又像想起了什么 哎 我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情啊 是什么事情来着 庞乐这个吃货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糕点 一边困惑地将糕点塞进自己的嘴巴里 一边转动着自己不怎么精明的脑袋 嗯 算了吧 想不起来了 想必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他乐呵呵地走了 剩下这些学生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大门口 有一个学生终于反应了过来 你刚才看见了吗 另一个学生脸色都绿了 我又不是瞎 我怎么会没看见 这声音带着几分咆哮和无语 是谁给那个首席预备准备的令牌 学认识当我们是傻子还是瞎子 那么明亮的一束冲天光芒 从我们眼前移动过去 我们会看不见 那一束光一直跟着音念 所以很容易被觉察出来 而翩翩旁跃又是天生就少一根筋的 两人就这么 不管头顶那光直接冲了进去 已经入了谷的音念进了黑暗之地之后 才惊觉自己是被移动的大烛台 他往前迈了一步 却对上了前面九张陌生的脸 音念不好意思地打招呼道 嗯 大家好啊 一个见证的学长认出了音念 你你 你怎么在这里 你如何进来的 一条沉睡万年的巨龙 在看到音念的一颗顿时精神了起来 音念带着光束明目张胆地进了坟龙谷 那光束像个移动的竹台 很快便被人发现了 一个学姐看到音念是拿着令牌进来的 猜测应该是走了后门 心里不免有些意见 他一脸轻烈地看着音念 看你手上的令牌 是我们学院打算提前给予你一些支持了是吧 可这支持也太大了些 呵 真当老祖宗的龙溪是遍地生长的大白菜 任他挑选不成 于是劝道 萧青 说话别那么难听 他还只是个孩子 与此同时 在学院的会客厅里 阮琴正在招待一群不速之客 而那些人的身后 都有一条长长的黑色的细尾 阮琴温和地笑了笑 诸位远道而来 到我们第一学院有何指教 阮琴眼里满是戒备 毕竟现在站在他面前的 是无上神域里的三大古老宗族之一的 九伟宗 这次带着人前来的就是九伟宗 最难缠的一位女长老毛玉 毛玉开门见山地说道 毛玉被生了 毛玉笑了笑 对着自己旁边的一个姑娘招了招手 其中一个长着一双金童的高傲女人 走出来 她身后有两条尾巴 看得出来 很年轻 也就比一面大不了几岁 毛玉表示这是他们九伟宗天赋最好的孩子 然后像夏达命令一般的说道 送来给你们当首席预备 怎么样 虽然是一句询问 可毛玉语气里没有半分商量的意思 阮琴面对这样无理的要求 心里不仅咯噔了一下 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今天九伟宗来势汹汹啊 见阮琴不打话 毛玉长老脸上的神情请贺阴沉下来 你们第一学院这些年死掉的学生可是越来越多了 他挑剔的目光落在阮琴身上 阮琴院长 若是没有我们九伟宗的帮助 你们明年的学生至少再多死上一辈 你应当不会想要看见这一幕的吧 阮琴听了这半带威胁的话 慢慢地放下了手上的茶杯 眼眸深深 不见星光 阮琴的目光落在这些人的尾巴上 一晃一晃的 可明明都是同样的尾巴 看眼太多 毛玉仿佛觉得胜券在握 对着阮琴院长发出阵阵威胁 做个选择吧 阮琴院长 容学里 英念越往里面走越觉得热 而洞穴也不像一开始那么漆黑 反倒是透出一片深红来 英念走在这群人的中间 但肖青一边走一边懒洋洋地骂道 小崽子 我们这可不是照顾你 是怕你背后偷袭我们知道吗 正在这时 方撞那张憨厚的脸上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我们到了 英念不仅探出了小脑袋 一个女生问了一下 前面没有路了呀 可下一刻 英念却像发现了新大路一样 瞪大了眼睛 她小手指着上面说道 你们看头顶上 众人缓缓抬头 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哪里是没有路了 是前面那路 被一根小小的脚趾下给拦住了 里面有无数纵横交错的长长洞穴和各种通道 而一只巨大的红龙 趴在高高的山湾上 整个身子压住了无数的洞穴通道 而英念他们面前的通道就是这红龙放脚的地方 九个第一学院老生们已经满心敬仰地纷纷弯下了腰 给这老龙行了一个端端正正的师生礼 学生 见过龙祖宗 红龙听见声音 懒洋洋地撑开了自己的眼皮子 还有些不耐烦 这么快 就又到了一年了 红龙有些不愿意清醒过来 而方状早就有所了解了 便转身对大家说 龙祖宗是睡 并且脾气不好 每次清醒都要花个十天半个月的 我们耐心等待 切记不能惹怒了龙祖宗 英念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龙 不免心里有些感慨 这龙应当是年纪很大了 老人家都睡不醒 而他又联想到了圆睡睡 向圆睡睡爱 圆睡睡年纪很大嘛 而下一刻 红龙那懒洋洋的眼皮猛地撑开了一条细小的缝隙 好刺眼的光芒 那光芒直冲老龙那年迈脆弱的眼球 老龙顿时睡意全无 是什么东西在闪耀 老龙在定睛看了看 发现那光芒正是一个红衣小姑娘身上散发出来的 他睁着硕大的眼睛双眼血红地盯着英念 英念也盯着他 大眼瞪小眼 老龙见着小娃娃竟然完全不害怕他 起床气顿时又长了三倍 他极度暴躁地 缓缓张开了自己的血盆大口 谁能想到老龙的口气臭气熏天竟然是提升实力的法宝 沉睡万年的老龙竟被英念这小娃娃给惊醒 老龙见着小娃娃竟然完全不害怕他 他极度暴躁地嘶吼一声 张开了自己的血盆大口 英念怕着老龙是要吃人 脸盲戳了戳还弯着腰的方状 学长 学长 随着英念看见一股巨大的火焰直冲他们而来 英念下意识地转身就跑 可方状却笑了 哈哈哈哈 龙祖宗给我们吐龙溪了 然后方状激动地朝着火焰冲去 方状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像是九汗玉干露 娇羞又兴奋 他激动地大叫道 太多了 这次的龙溪真的太多了 是龙祖宗对我们的爱啊 连萧青都一脸兴奋地冲了上去 身后的学姐们立刻跟上 呜呼呜呼 好汤好爽 我感觉身上充满了力量 英念这才回过神 原来这玩意就是龙溪啊 英念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他得好好把握 他晃动地小身板 朝着火焰的方向跑去 并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来吧 让龙溪来得更猛烈些吧 英念想站到吸收龙溪最好的位置 随后他飞身向上 来到老龙的大嘴巴前 本来在家被吐着龙溪的老龙 却冲着英念打了一个嗝 吐了一小口气后 就紧紧地将嘴巴给闭上了 英念气得直跺脚 没想到这龙这么小且还偏心 竟然搞区别对待 老龙如动着巨大的身子 数了数 自己是喷了九道龙溪了 已经到了一年的量了 红龙被对英念转了个身 大尾巴啪地一下 打断了一个山脉 他盯着英念翻了一个白眼 并没有要给他龙溪的意思 只用鼻子扑的一下 喷出了一口浊气 英念连连平住呼吸 不仅皱了皱眉 这条龙是故意的 可为什么 英念都还没有好好地吸收到龙溪啊 他急忙掏出那个令牌 双手捧着令牌给老龙看 老祖宗 我也有名额的呀 老龙才不搭理他 眼睛一闭 准备再一次进入梦乡 离他最近的消青见状 不停失笑出声 省省吧 你知道为什么只有九个人能进来吗 因为龙祖宗一年最多就喷九次龙溪 你的毛都没长齐的小屁 还本就不该来这里凑热闹 赶紧走走走 旁边方壮也露出几分同情来 连连劝解英念 龙祖宗脾气便是如此 你不要顶撞 快回去吧 你先回去 等学长们出来给你带好事的 他长着一副下姑小孩子的模样 可其实方壮是最喜欢小孩子的 英念脸色沉沉地盯着这头不为所动的老龙 老龙已经开始抠脚打哈枪 看来不打算吐龙戏了 英念难道这趟要白来了 英念轻笑了一声 他已经有了主意 随后将领排往兜里一揣 既然如此 那么得罪了 龙祖宗 说完这话 英念整个人化成了一道流光直向老龙冲雪 众人都被吓了一跳 方壮一看英念是要强指性挑拨老龙吗 他担心地大叫道 不可 你根本破不开龙祖宗的一点皮脑 以前不是没人试图这么做 英念快回来 英念一下跳上了龙身 他却不是要去打老龙一掌激怒他 他的小手手修地一下从老龙的头皮刮过 右手猛地握拳挥出 紧紧攥着一根细长飘逸的龙发 猛地用力一拔 那龙发便被英念生生地从龙身给拔了起来 英念绕到老龙的身前 笑着摇了摇手上的龙发 没错 龙祖宗 你头上紧剩下的那根独苗 我给拔了 老龙愣愣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一片光秃秃 没了 全没了 老龙急得快要哭了 一瞬间 犹如巨石入海 水入滚油 老龙生气地张开血盆大口 饱含着愤怒的龙溪 直接将英念整个人都罩住了 三岁的小奶娃吸收龙溪后 瞬间变回了十八岁的大姑娘 老龙王不吐龙溪 机灵的英念就在龙身上拔毛 被惹怒的龙王不断地加倍地喷吐着龙溪 吸收龙溪后的英念惊奇地发现升级飞快 龙溪竟然还将他根基上的小臂端都被练凝食了 英念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老龙的眼神越发的静佩和感激 老龙深觉受辱 怒急开口又是一顿狂喷 英念陶醉地张开双臂 来吧 老祖宗 谷中的时间一日日地流逝 瞬间就过去数月 可对外界来说 也就过去了一盏茶的时间 会客厅里 九尾宗的毛玉手指不耐烦地一下又一下地在桌子上敲着 声音里带着威胁 考虑好了没有啊 院长 我们可不是闲人 非要陪你在这里混着 赶紧地给我们一个定论 今日便可宣布我宗青青成为你们的预备首席了 正好让学生们都过来见一见他 青青就是那两位女人的名字了 青青脸上满是青面 他其实根本看不上这种学院 这么多人 一起教学 能学到什么 他为什么要和这些普通人一起学 阮琴强压怒火深吸了一口气 像是下了什么重大决定一般 沉着脸道 那可能要让长老失望了 首席预备 我们早就有了人选 毛玉听了不经火冒三丈 他忍不住地拍了拍桌子 桌子瞬间四分五裂 那我倒是要看看是什么了不起的人 能担得起这首席预备的位置 他还命令起阮琴来 院长 去把他叫过来 也好让我开开眼吧 阮琴听了这么嚣张的话 不仅皱了皱眉 这些人当他们学院的学生是什么人 是随便想见就能见的 九伟宗在无上神域地位超然他承认 可第一学院难不成是尼捏的不成 还要听别人的吩咐 阮琴当要说什么 就听见一声地动山摇的声音 竟然是焚龙谷那边的动静 阮琴一脸惊诧的神情 以往都要进去几个时辰才能听见动静 怎么今天才一斩茶的时间就有动静 阮琴顿时步步的这群九伟宗的人了 立刻飞升而出 焚龙谷最上的 不断有滚滚浓烟冲天而起 阮琴不仅愣住了 今年 龙祖宗竟然喷出了这么多的龙锡吗 一旁的清风也皱了皱眉 往年也没有这么多的 难不成是出了什么变故 他和阮琴不仅对视了一眼 心里同事咯噔了一下 脑海中闪出了一个名字 难道是阴念 阮琴神情沉重地盯着焚龙谷 但愿不要惹出什么事 谷中的方状几人仗红了脸 他们得到的龙锡 是以前进来的那些人的树备 龙锡多 自然是早早地 就将自己能吸收的都吸收了 直到身体实在是撑不下了为止 可他们此刻脸上 都没什么高兴的神情 方状一脸紧张地 捏着拳头对着半空中狂吼 阴念 快 快把东西还给龙祖宗 你找死呢 一旁的萧青也急着劝道 听话 别捏着那根头发 天空上悬浮着九块令牌 已经成功晋级一星小神经的阴念 狼狈地在天空上弯弄着龙发 龙祖宗 这龙发您留着也没用啊 正在天空上一圈又一圈地狂奔 老龙一边追着他 一边狂喷龙溪 这些人完全闹不懂英念想做什么 英念咬着牙坚持着 他也有些吃不消了 于是劝道 龙祖宗 您省点力气 这会儿先别喷了吧 反正我现在也吃不下了 英念已经跑掉了半条老命 他终于忍不住了 朝着方状吼了一句 学长 这焚龙骨还不能开吗 方状级的额头上都渗出了汗珠 焚龙骨需要另拍才能开 你只要把头发给龙祖宗就行了 就可安安生生地等着开静止了呀 脑子一向灵光的几个师兄倒是眼睛一瞪 死死地盯着英念 颤抖着唇说 你该不会是想 而下一刻 天空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缝隙 英念大喝了一声 金骨开了 沉睡万年的巨龙一招苏醒就成了英念的根屁虫 龙祖宗不住地吐着龙溪 英念的小小身板终于抗不住 他冲着天空中那道裂缝直冲而去 被拔毛的龙祖宗还在气头上 紧随英念追了上去 英念还差点就被龙祖宗一爪子挠掉了半条命 英念冲出焚龙骨的那一刻 诅咒带来的影响彻底退去 外面的人全都看上了 他们只看见一个闪闪发光的大太阳冲了出来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他身后跟着的红龙啊 几乎是立刻 在场所有的第一学院学生 全都朝着英念的方向两手交叠于前 深深弯腰行礼 第一学院全体学生 龙银龙祖宗初 九尾宗的人也根根来看热闹了 英念出谷的那一瞬间正好被他们禁收眼底 轻轻震冷了一瞬 这是谁 随后不知怎么的 心中竟然涌现出一股极度的不喜来 这一份不喜就像是见到了天敌一样 浑身毛孔炸开 而这时的英念此刻顾不上别的 他想让第一学院的人一起吸吸龙吸 坐到雨露均沾 随后他朝着底下的人怒吼了一声 都给我抬头 还弯着腰的大家下意识地抬头 英念的声音急剧震慑力 集体盘坐 大家下意识地就盘腿坐了下来 等反应过来不仅脸色一红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听话 而且还是个预备声 可下一刻 英念却做出了让他们心惊胆战的举动 他拿着那一缕龙发 故意朝着龙祖宗笑道 看 龙祖宗 您的毒苗苗 归我 龙祖宗再也忍不住了 像风味一样怒吼一声 无数的龙吸喷吐出来 追着英念而去 而英念呢 直接扎进了学生堆里 龙吸就像是雨水一样 洒落在每个人的身上 每一个学生 都享受到了龙吸的灌溉 英念不仅笑了 第一学院为我破壳一次 我知你们不服 可你们觉得这一次的破壳 实吗 英念的声音响彻整个学院 阮青也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惊到了 他怎么都没想到英念竟把龙祖宗 直接带了出来 所有人都正正地看着英念 英念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愣着干什么 赶紧修炼变墙啊 三个字 让所有人心中都燃起了一把火 下一刻 马上就进入了修炼状态 九尾中长老毛玉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这女人是怎么回事 还有这龙 他眼中闪过一抹凝重 没想到这头老龙竟然还没有死 阮青远远地看着毛玉 他得意地笑容 这下英念算是让他扬眉吐气了 毛玉长老 你不是要看我们学院的首席预备吗 然后他冲着英念一指 那 便是我们首席预备 毛玉惊讶地顿时喉咙一梗 像是被一团巨大的棉花瞬间堵住了喉咙一样 阮青这时声音格外舒畅 长老要预备首席的位置 但你可知我们的首席预备的是个怎么样的人 第一 他要奇才无双 天之骄祖 第二 他要力压群生 降帅之才 第三 他要一言九鼎 哄定大使 第四 他要得到多助 众望所归 阮青轻烈地笑了一声 这四样 敢问你家清清 能占几样 这话便是直接打了九尾宗的脸 毛玉被气得浑身发抖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一双眼瞳瞬间冰冷地像要吃人 满脸的不服气 你怎么知道我们清清做不到 这人也不是一开始来就能做到这么多要求吗 阮院长 你这是根本没把我们九尾宗放在眼里 毛玉抬头看了看天空 突然记从心来 他的声音逐渐变得尖锐刺耳 这样吧 让我们清清与这个不知从哪个小世界 蹦出来的首席比一场 我们清清可不随意与人比试 已经给足了这丫头面子了 万年的老龙只对阴念情有独钟 臭气熏天的口气也只吐给阴念 九尾宗为了抢夺首席之位 竟提出让清清和阴念比试的办法 面对如此无理的要求 阮琴的脸顿时阴沉了下来 阴念是小世界来的 甚至还未正是踏入无上神域的修炼之徒 一旁的清风连忙走上前来 用手压了压阮琴的肩膀 笑盈盈 你要让清清和他打 恐怕不妥 这不是以大欺想吗 清风说的也是很在理的 必定阴念要小一些 毛玉和清清不仅面色一尘 清风心里早已有了主意 不如这样 既然今天龙祖宗出来 便让龙祖宗来选吧 只要龙祖宗愿意吐给清清姑娘一道龙溪 这首席预备的位置 便让阴念让出来给他又如何 毛玉是最不好馋的 清风笑着问清清道 清清姑娘觉得呢 清清年轻 又是被整个宗门的宠着长大的 心高气傲 顿时下巴一抬冷笑道 这有何难 你们的这条龙祖宗还会不喜欢我不成 毛玉听他这么说 倒是也不好再说什么 毛玉对清清也是很有自信的 压低声音嘱咐道 这老龙是实力强横 不可主动招惹 去吧 一到龙溪而已 毛玉与气里竟是轻蔑 哼 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野丫头 不会是你的对手呢 清清同意地点点头 开始往红龙那边靠过去 红龙刚才喷了太多的龙溪 有些累了 可阴念暂时算是休战 帝人一龙正在空中大大的喘着气 清清深吸了一口气 朝着老龙恭敬的鞠躬 龙前辈 话都没说完 老龙一尾巴就狠狠地拍在了他身上 将他整个人扫飞了出去 清清一个猎切差点摔倒 毛玉连忙上前扶住了他 他气不打一处来 你这老龙 你竟然敢 老龙愤怒地再一次咆哮 无数龙溪冲着音念再一次横走 音念没办法只能抬起屁股接着跑 太多了 已经吸收不了了 而清清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这一人一龙像在空中细细一般 抱歉了毛玉长老 我们龙祖宗脾气不好 也只对音念青睐有加 阮情看龙祖宗都愿意为了音念出谷 可能年纪大了 就喜欢年纪小的可爱孩子吧 有些龙溪落不到音念身上 就都落在了底下那些学生的身上 音念再也跑不动 他满意地笑了 这下所有人都有龙溪了 任务完成 音念调皮地竖起两根手指 放在脑袋上 朝着老龙几眉弄眼道 谢了 祖宗 今日辛苦您了 下次来我给你带我们魔族特质 素素生发高 我还忙着回去给我自己报仇 回见 说完 音念整个人直接散成了光点 所有人都被震惊到了 这是啥情况 从始至终 音念就没有往九伟宗那边看一眼 他眼中没有他们 毛玉气的脸都变了形 好啊 今日在第一学院遭受的这一切 我们一定如是回去禀告给宗主 他眼神很利地瞪了一眼不为所动的软情 轻轻 我们走 随之九伟宗的人化成几条流光消失在天际 轻松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轻叹了一口气 哎 咱们学院接下来可能要有一点小麻烦吧 软情则沉默不已 轻松像是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 神情立马变得严肃起来 不过音念的令牌是谁给他的 你可别去追究了 软情并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 直接往外走去 轻松吸了一口凉气 他猜测着 肯定是轻云那丫头 那丫头胆子怎么这么大 学院的修炼势力 唐乐已经来向软轻云交差了 丹药我已经给音念了 守戏您放心 软情云看了一眼外面那烈烈龙溪 笑了笑 我自然是放心的 他语气一点 不过 那令牌到底是谁给音念的 他怎么进了坟龙谷 唐乐一听就想逃 连忙装模作样道 啊 这便不知道了 守戏我先走了 我还没吃饭呢 软情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唐乐出了修炼室后便直接抬脚往后面跑 终于来到了一处屁镜之地 唐乐对着面前的人说 令牌已经按照您的分速送到了音念手上了 谁能想到音念一夜就升到了小神镜 都跟着连升了三级 音念将龙祖宗带出 整个学院的学生都跟着吃龙溪吃了个宝 这还得得益于音念有了令牌 原来音念能进坟龙谷的令牌是软情暗中安排的 唐乐已经来汇报了 软情满意地笑了 嗯 办得不错 唐乐想到九伟宗这次狼狈而归 不免有些担忧 不过 音念这丫头也太能闹腾 这下怎么收场呀 软情却不以为然 无碍 九伟宗的野心越来越大 可我学院势力却越来越弱 希望我的选择是对的 而在这一刻 音念的精神力终于回味 他一睁眼却惊奇地发现三个小家伙都缩成一团 靠坐在旁边的墙壁旁 身上有浅浅微光将它们彻底地包裹住 音念吓了一跳 你们这是怎么了 百变连有些扭曲地抬头 这话该是我们问你啊主人 你又干了什么呀 为什么我们又要晋级了 音念这才意识到 自己竟然一夜之间就成了小神镜 音念笑得星光灿烂 啊哈哈 我给忘记了 好事儿呀 然后还得养在自己领土空间里的苗苗 喂养了一大把的灵力 它的实力越发强大 给苗苗的灵力就越多越精纯 小苗扭动着自己的小身躯 冲音念说 念念 等我再长大一点 就能开第一束花了 到时候肯定能接脖子 小苗羞涩地用叶子捂住了自己的枝干 念念呼呼地说 等我生了第一颗果子 就给你吃好不好 音念忽然有一种要吃小孩的罪恶感 但又不好拒绝苗苗的好意 于是劝道 不着急 这个真的不着急 然后音念像是发现了什么 低头一看 他整被人猛然一惊 龙祖宗的那根长发赫然出现在他的手上 糟了 为什么老龙的毒苗被我给带出来了 那那地方的东西是能带出来的吗 既然那边的东西都可以带过来的话 音念脑中突然就出现了一个极好的想法 屋子里的烛果将他一张诡异的笑脸拉扯得无比阴森 不过先溜出去法器库里看看有没有什么趁手的法器 音念抹了抹自己的嘴角 悄悄打开门 小心翼翼地探出一颗脑袋 可这时同时却响起了两道推门声 音念发现庭院大门也被缓缓推开了 一颗脑袋和他一样 鬼鬼祟祟地从门后探了进来 那颗脑袋在看清楚音念的脸后 立刻惊喜地快要哭了 闺女 阿爹的好闺女 快 快来给阿爹开个锁 好家伙 那大门还被魔器锁着 只能开出一道缝 音念不仅诧一步一 夜 夜安 就是那个将红散和护甲衣赠给他的夜安 除了他之外 唯一一个魔灵双修的夜安 要不是夜安突然出现 音念差点就要忘记还有这么一个人了 夜安左部右盼 嘿嘿 我惹你阿娘生气了 他不许我踏入魔族的地盘 乖闺女快让我进去 音念看着这个不要脸的爹 这话你以前就和我说过 还有我可不是你闺女 他走过去将门给打开了 他有钥匙 只是 这整个皇宫都在英女的神石笼罩之下 要是英女真的不让他来的话 他哪里能进到庭院里 早在大门口徘徊的时候就被英女打包丢出去 音念想着自己还有事 于是说道 我要去法器库办点正事 才迈出这一步 就被人扯住了后领 去法器库能办什么正事 怕是去办坏事吧 夜安眼中流露几分笑语 你的法器和护甲衣都破了 音念顿时一阵恶然 诧异地转过头 您怎么知道 谁能想到龙祖宗的一根毛巾 是锻造法器的神品材料 音念偷东西的引诱上来了 刚准备去偷几样法器 却正好碰到了夜安 夜安却说他的衣服都破了 音念十分诧异 您怎么知道 论其法器 夜安才是这其中的行家 所以音念是逃不过夜安的法眼的 看你上次大战一直没用 估计就是破了 他的眼神全在音念手腕上的那根龙发上 疑惑地问道 你手上的神品材料哪里来的 音念心里不免有些诧异 他抬手看了看手臂上的那根很平常的毛 不以为然地说道 神 神品 这就是一根头发 看音念是完全不知道这毛发是多好的材料 夜安急得满脸通红 调皮 这怎么可能是头发 音念不想和他争辩 您爱信不信 夜安眼里满是狂热 算了算了 这从哪里拿来的也不重要 无必去什么法器库了 你是魔灵双修 整个五周 也就只有我能帮你造出来合适的法器 这龙法就是锻造法器最好的材料 夜安是天下第一锻造师 这点音念还是相信夜安的 于是音念将龙法递给了夜安 夜安迫不及待地去接 这个适合做成长鞭 应该还能多出来一些 再给你做点别的 夜安对于恋气一道那真是狂热 狂热的程度都能比得上 他对音女的琢琢爱影 此刻夜安爱不释手地摸着这根龙法 甚至还放在自己鼻子下陶醉地闻了一下 满脸激动 竟然真的是传说中的神品材料 哈哈哈哈 他深吸一口气 这芳香 气味好像有点奇怪 音念在心底还是对龙祖宗有些歉意的 他在心里默念 龙祖宗 等我下次带着生发灵夜去给您道歉 夜安顾不上他的碎碎面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去锻造法器了 那我先不去见你娘亲 我争取在天亮征战之前 帮你把法器感知出来 音念心里非常感激地点点头 谢谢 就在这时 音念旁边的房间突然发出了碰的一声轻响 音念冷了一下 那是圆心碎的房间 难道是出了什么事了 他连忙敲了敲圆心碎的房间门 圆睡睡 你还没睡吗 过了好一会儿 都没听见圆心碎的声音 音念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皱了皱眉 连睡睡这是怎么了 可下一刻 房间门缝里 却蔓延出一层细密粘稠的血浆 音念瞬间脸色大变 臂长推开了房门 连睡睡 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血腥味 可圆心碎却好好地站着 看不出有什么异样 他保持着一个半脱衣的姿势 他惊愕地转过身 他线长的手指还搭在自己宽松的衣领上 露出的大片白皙胸膛 他淡定地看着念念 问道 念念 怎么了 音念将视线从他敞开的衣服里努力地拔出来 他害羞地用手挡了挡自己的视线 这是怎么回事 你受伤了 音念说着上前一步 脚下的血浆粘在鞋底 刺鼻的气味让他浑身上下都难受 圆心碎反倒是先笑了 怎么可能 只是处理了一个赤鬼谷的叛徒而已 音念看着那满地的血空 脸顿时阴沉了下来 他觉得这是没这么简单 直觉告诉他 睡睡应该是有什么事 他疑惑地问道 可是这满地的鲜血 圆心碎若有所思地歪了歪头 他垂眸 睫毛就像是破茧的蝶一样 抖了抖 念念 你不信我 他眼睫压下 在夜色烛火的混合笼罩下 竟然透出几分带着天然玉的唇针来 他衣裳已经半开 如果你不信的话 要不要来警察一下 看看是不是我身上的血 无数颗圆球像泥丘一样拼命地往圆心碎血肉里钻 而圆心碎却在念念面前装作没事人一样 就在刚刚圆心碎正在脱衣服 念念却闯了进来 房间里气氛顿时变得暧昧起来 蓝色当前 念念只觉得一时口干舌燥 脸顿时红得像一个苹果 他的视线直勾勾落在圆心碎那发达的胸肌上无法离开 圆心碎拿过旁边一盘灵果 递到念念面前 打破了这尴尬的气氛 是吗 可偏偏这灵果还摆在他腰腹前 念念看着这水灵灵的灵果 念念刚说完就发觉自己失态了 连忙红着脸白手 有些语无伦次的道 不 我的意思是这股子 念念觉得越描越黑了 纵然他脸皮在后这会儿都待不下去 我走了 你好好休息 念念倾壳了一声 站起来往外面走 像是又想起了什么 走到一半又停了下来 一脸严肃地盯着圆心碎说 还有 你最近可不要再看那些不三不四的书了 就算看了也不许学 知道吗 圆心碎乖巧地答应 等念念离开之后 圆心碎倾壳了一声 露出血肉模糊的后背 那九颗圆珠嵌得更深了 血腥味刺鼻 顺着一袍嘀嘀哒哒地落在地面上 砸开一个个的血坑 圆心碎此刻脸色苍白 额头渗出痘大的汗珠 他忍着疼痛拿起药瓶 将里面的灵药往自己背上倒 滋滋的声音像是要将那一层腐烂的肉 从骨髓上刮下来一样 可圆心碎却满脸冷漠 看不出丝毫痛楚 念念走到了庭院外 一步三回头 他还是有些担心圆心碎 吞吞从子疼灼中爬了出来 变成肉拳头那么大蹲在阴念的肩膀上 安慰道 放心吧主人 圆心碎那么强 能出什么事情呢 谁知道阴念却看了他一眼 摇了摇头道 与气里满是无奈 天底下从来没有致强者 就不会出事的道理 再强的人 一个人也是不成的 吞吞似懂非懂 却又觉得不对 可圆心碎确实很强啊 比咱们都强了 吞吞挠了挠自己的头 闭脸纯真 我还是觉得主人你多心啊 英念无奈地笑了笑 他直觉告诉他 圆心碎有事瞒着自己 英念又看了看圆心碎房间的方向 因为他从来 什么都不和别人说 英念这一口气还未探完 就听见了嘻嘻琐琐的声音 他立马警惕起来 什么声音 吞吞下意识地说道 咱们过去看看吗 英念抬头看了一眼天空上的防护大阵 心想 这大阵已经修好了 如果是扶身塔那边的人又过来 不可能悄无声息地进来 应当不是他们 可这大半夜 这声音绝对不简单 这么想着 英念的脸色就沉下去几分 正是敏感的时候 他不由得多了几分紧张 来到外面的练兵场 隔着一道门缝 他竟然看见外面聚集了很多的人 有魔族的人 夜独星的人 还有天意周大大小小各方势力的人 大家拿着法器 很快就在英女面前排成了整齐的对立 英女站在最前面 他倾咳了一声 人都到齐了吗 底下的人严阵以待 齐齐打道 到齐了 英女点点头 失大 你去叫原心碎出来 也不知道在磨蹭什么 之前被英念抓出来的两颗磨元素 奄奄地蹲在英女的肩膀上 提不起劲 英女抬头看了看天色 快着点 不然等会儿英念就醒了 那小仔终于向来是不安分的 索性咱们赶紧走 连夜走 而这些话全被门缝里的英念听得一清二楚 英女看着沉沉夜色 呵 小仔总和我斗 话说我披风呢 你们把我披风弄哪去了 旁边一只手拿着一件鲜红的披风递过来 英女的声音猛地高了一个调 嗯 还算你有眼力 一抬头却对上了 递着披风过来的英念那双眼睛 一群人偷偷摸摸地 只想甩开三岁小姑娘 却不想小姑娘一夜静 变成了十八岁的样子 而实力也暴涨到小神镜 角落里的英念发现了这一切 英女对上递着披风过来的英念那双眼睛 她不仅一冷 没想到英念静一夜之间 就升到小神镜了 英女尴尬地 下意识地撑开翅膀就要跑 英念一把扑了过去 死死抱住了英女的腰 阿娘你要去哪 为什么打架不带我 英女抗拒地一把推开英念的头 滚远些小仔肿 我不是说了吗 你实力太差了 英念没想到自己升到小神镜 还是被嫌弃 不仅张了张嘴 正要说话 却发现她的房间里有光束冲传 英女和英念不仅目瞪口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三道小神兽气势顿时冲天而起 庞大的精神力覆盖住整个皇城 是窝窝的精神力 而天空上裂空虫和血缝的蓄影一闪而过 穿梭近九天云层之上 师大满脸欣喜地看向了英念 小主人 您的御寿实力已经到了堪比小神镜的程度了 地旁的英女一阵恍然 他这女儿也不知道咋的一夜竞变得这么强了 三个小家伙连忙跑向了英念 拉拉蹦蹦跳跳地说道 主人 我们成功突破了 英念十分欣慰 他的宰宰们又变强了 百遍知道小主人特别想去参战 连连向英女座衣侃求道 魔王大人 让我们主人去吧 他如今有这个实力了 英女抿了抿唇 刚要说点什么 正在这时身后的大门就被推开了 身上已经没有半点血腥味的原心碎走了过来 他身后跟着的是一帮赤鬼骨的人 他是来为他的念念撑腰的 念念想去 就让他去 他还有我 英女还是想让念念再加养身体 但现在也不好多说什么 他冷哼了一声 行 小仔肿如今给你撑腰的人多了 翅膀硬了 英女脸上露出一抹让人捉摸不定的笑容 不过嘛 你不能跟着原心碎 不是已经有小神进实力了吗 可下一刻却说出了让人惊掉下巴的话 便有你带天字队 能做到吗 英念一听不仅吓了一跳 这老妖婆又在憋什么话 那个天字队的人最怪异 可以说是最不好带的队 夜读星的人也纷纷不满啊 不行 我们小主人要在我们的保护下 英女直接打断了他们的话 神情十分严肃的道 我才是今日领队的人 我的安排便是最终的决定 然后她又目光灼灼地看向英念 小仔肿 你接受吗 英女以为可以下退英念 但却没想到英念十分坚定地说道 可以 老妖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 英女不再多说 双翼一阵气势直冲天空 走 准备出发 英念心里还是十分不服气 冲着老妖婆叫道 敢小瞧我 哼 等着吧 同在魔剑地位超然的老毒师来到了英女身边 笑眯眯地说 这就开始培养这孩子了 你啊 就是嘴硬心软 英女撇了撇嘴 谁培养他了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副蠢样子 老毒师一边挤兑一边看了一眼 身后师大和天玄他们一眼 笑着开口说 本来啊 我也挺担心的 现在愿意照着咱们念念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可是咱们很清楚 靠别人 终有一天会靠不住 最终强大的孩子是自己 确实现在夜独心的人愿意捧着英念 那可不是英念自己的实力征服的 而是给那个所谓的生父面子罢了 还有原心碎 一个男人爱女人时自然是山盟海事 可若是有朝一日不安 那不是说走就要走的 龙祖宗的一根毛发竟被打造成了价值上义的手镯 英念死皮赖脸的要跟着上战场 英女故意刁难英念 让英念当一个古怪队伍的领头 老毒师一边摸着下巴 叹了一口气 有些担心的说道 你就不能给念念找个好带点的队伍吗 天字队那边是些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哎 弄个好带的队慢慢来多好呀 英女就知道 她要是不狠一些 英念早晚被这些糟老头子和傻男人们给宠坏了 她这样也是为了好好锻炼英念一下 英念来到了天字队前方 这一队人只有百人 比其他队的人数至少要少上一半多 但英念一走到他们前面 便察觉出这些人的不同了 他们的眼神凑着不服气 不愿意被一个小丫头丛领的心字只差没写在脸上 这魔族的小公主 就躲到魔族中间去 即便有三只小神兽 也都是小神兽初七 带咱们 说笑呢 旁边的人纷纷附和着 就是就是 凭什么要把她派到我们这边 叶独星那边不是铁杆拥护她吗 去那边也行啊 英念算是看出来了 这一队啊 实力绝对不差 但性格有问题 并不怎么服从领头的人说的话 窝窝牵着英念的手 有些看不惯地骂了一句 都是些刺头啊 不服管教 英念却面色平静 不是不服管教 英念看向远处 若有所思的道 只是不服我爸 也正常 是我呀 我也不服 谁会愿意被一个看起来很嫩的后背压着呢 英念的手轻轻抚摸着窝窝的脑袋 有本事的人都有几分脾气 但他们的脾气都没有我爸 正在这时一道声音急急匆匆从后方传来 等等 念念 英念回头看去 原来是叶安来了 他手上拿着一条长长的金色长鞭 激动地叫道 神器 我做出了神器 带着你的神器在出发 这鞭子被他往上一抛 那金光竟然随着破开黑夜的朝阳晨光一起 冉冉升起 直指四周 英语眼神狠狠一缩 这法器的波动 比他从前见过的任何法器波动都要强 他不仅惊恶不已 这是什么 叶安温柔地看着他 表示这是神器 果然 这话落下的那一刻 英女的眼神肉眼可见地变得柔和起来 长鞭落到了英念的手上 被他握住的那一刻 英念就感觉到自己的灵力和魔元素都能很好地融入进去 英念没想到这鞭子竟然能接纳魔灵双属性 还真是为他量身打造了 长鞭缓缓缩小 变成了一个金色的手镯套在了他的手腕上 仔细看 这手镯竟然是一条小小的金色龙身 他咬住了自己的尾巴 将自己卷成一个手镯的模样 英念觉得有些奇怪 为什么是金色的龙 难不成龙祖宗身上那红皮是假的 叶安又拿出了一个红色的盒子 还有点多出来 我便给你做了别的 说完就将另一个盒子放在了英念的手上 英念打开盒子 里面数千条细如蛛丝的金色细丝缓缓地往上窜 英念的手落在这些细丝上 灵力和魔元素同时灌入 这些细丝就宛如有了生命一样快速地舞动起来 就和挥动自己的手臂一样自然顺畅 这又是另一个神器 英念看得不仅被震惊到 好精致啊 他心里还是十分感激叶安的 这叶安总是给他带来惊喜 巨人族的人健壮眼眸大亮 老乞丐笑着摸了摸自己的胡子 乖徒弟 咱们巨人族的两样看家本领 你只学了一样神行步 也用得极好 但是还有一样 老乞丐抬手一招 英念就看见无数细丝从他袖口里标射出来 之前没告诉你 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法器去教授你 然后他有细丝的手朝着旁边的巨石就是一场 威力十足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巨石被震飞了出去 老乞丐脸色肃然 用最少的灵力 最小的动静 造成致命的伤 这是我们巨人族的第二招绝学灵术 禅千丝 谁能想到这抛着眉眼的黑猪儿竟是男人的夫人 他一屁股就将男人压在了身下 巨人族的绝学禅千丝 宠徒狂魔老乞丐准备交给英念 他摸了摸胡须笑着说 乖徒儿 不着急 这一路上我慢慢教你 等到了地方 正好用这个来练练神 谁也没想到巨人族的绝学竟然是空丝 这一招正适合拿到了新神器金丝的英念 等所有人都聚集好后 英女双翼抖动 向所有人发号施令道 既然都准备好了 那便出发吧 英念坐在辣辣的背上 跟着大部队往魔元素指引的方向飞去 老毒师这事凑了过来 你这金丝便叫金丝了 也无妨 可你的鞭子得起个名字吧 英念认真思考了一下 觉得老毒师说的很有道理 这鞭子也是龙祖宗恩赐 于是说道 那就叫独龙鞭 英念握了握拳头 心里不仅感慨道 这可是我们龙祖宗的独苗啊 英念在辣辣背上向下看去 他不仅一棱 这不是去天五周的路吗 老毒师突然咧开嘴 黑黑笑了一声 不错 正是去五周的路 英念原以为这次是去找那个疯子阿喜的 却没想到魔族是另有打算 他不仅吃惊地看向老毒师 为什么不是要去找阿喜 英念脸色骤然一变 他想到了一个可能 老妖婆想做什么 不会吧 这英念就是聪明啊 老毒师不仅黑黑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就是你想的那样 英念迫不及待地抓住了辣辣背上的羽毛 真的 他果然是打算先杀一波就仇人 老毒师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根据魔元素所指的方向 正好途经四周 咱们便一个个来吧 当年将魔族封印住的那些势力 正好一路杀过去 英念听到这话心里顿时沸腾了起来 魔族终于获得了自由 被圈禁了这么久的他们 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见点醒了 英念冷笑了一声 第一个打谁 老毒师朝着旁边被捆着的一些人 拦了拇嘴 用手指了指 就那几个 英念转过身 这才发现被扛在飞行灵兽杯上的那些人 还有一只穿金带银的美丽猪猪 美丽猪猪看见了英念 抬了抬自己的猪蹄子 千娇百妹地和他打了个招呼 英念被惊得目瞪口呆 这不是风寻的夫人吗 英念天头一看 果然风寻还没死透 正被猪猪一屁股坐在了胸口上 旁边的几个大魔依看到英念那吃惊的样子 笑了笑说 不是你说的吗 这小子还不能死 风家少主 这么简单死了岂不是便宜他们了 英念点了点头 这倒是 就是他被打得没了人形 我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人是谁了 英念又扭头看了一眼旁边的圆心碎 从刚才出发后 圆心碎便一直跟在他身侧 闭着眼睛似乎是在修炼 一言不发 虽然圆心碎平常也是一言不发的 可今日英念总觉得他怪怪的 旁边老乞丐坐在一个毯子上 他撵了撵胡须 面丫头 看什么呢 快过来学控司 这一招可远攻可进攻 学了在大战中最好发挥 英念一听就来了精神 纵身一跃飞向老乞丐 他手上的金丝的坚韧度怕是十分高 毕竟是从无上神域龙祖宗身上拔下来的好东西 老乞丐手上的金丝在他手上舞动着 发出惊人的波动 老乞丐正式开始教学 金丝可刚可斗 刺 缠 脚有无数的攻击方式 英念才学了个大概 行了 这个其实没什么窍门 多多练习就融会贯通了 英念早在一开始学巨人族的神行部的时候 就吸收了巨人族的力量本源 学起来也是得心应手 老乞丐看着英念手上的金丝 不仅十分震惊 都是丝 咋看着这金丝这么骚包呢 好想也搞一套啊 就在英念拨弄金丝的时候 旁边老读师说了一句 快到了 老读越说越激动 天舞周 风家 念念 你记好 这可是你英女阿娘的头号大敌 英念看着底下逐渐出现的天舞周轮廓 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我一直记得很清楚 她看向身后的天字队众人 等会儿天字队 听我命令行事 天字队众人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互相对视几下 突然有一人笑着说 这就不必了吧 只是一个小小风家罢了 我们自己看着办呗 英念是世上千万年来难得的天才 却还是有人看不起她 师大一看小主人被欺负了 不仅气得浑身发抖 脾气暴躁的就要上来干假 只有英女 一双眼睛平静地落在英念身上 仿佛在说 你看吧 这强者的维护 并不能让你真正服众 现在你会怎么做 天字队的人显然不想给英女和原心碎面子 他们也都是小神经强者 他们看着英念轻烈地笑了 实在抱歉 我们也是一步一步打拼起来的 相互配合得也很好 并不需要领队 任谁听了这话可能都要火冒三丈 但英念却不急 而是神情淡淡地说 是吗 那就这样吧 你们自己看着办 你们自己做的决定 那便对自己负责到底吧 他从容地转身 一点生气的样子都没有 众人一猛 随后脸上露出了果然如此的神情 他们以为英念拿他们没辙 只能这样了 天字队的人不仅得意地笑了一声 我就知道 小公主能懂什么呢 这样最好 多谢念姑娘理解 大家就差把不服管三个字贴在脸上了 英念看起来像个软柿子一样任人拿捏 老乞丐都看不过眼 不仅皱了皱眉 果然让英念带队还是太勉强了吗 然而那些了解英念的大魔们却笑了 这小魔女突然变得这么平静 肯定又在编坏水 嘿嘿 这时候的英念啊 最不能去招惹 英念深吸了三口气 脸上还浮现出了笑容 到了 天空上巨大的魔兽发出了阵阵怒吼声 底下那些天舞桌的住民们都从自己的屋子里跑了出来 他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吃惊不想 天 天怎么黑了 是要下雨了吗 他们呆呆地往天空上看去 却看见了无比凶残的荧幕 天空上的阳光全都被大片大片的黑影压住 仔细看 那竟然是无数巨大的魔兽 灵兽 遮天蔽日 黑云鸭城搬起来 第一声尖叫就像是打开了什么开关一般 是魔族 毕时之间乱成了一锅粥 孩子的哭声 大人的尖叫声混杂成一片 他们的第一时间也不是拿起法器 而是虔诚地朝着扶神塔的方向跪拜下去 神呢 神明大人救救我们 冰念眼神冷漠地看着这一切 不仅感慨到 天舞洲的人啊 竟然都被扶神塔给养废了 他们就像是被扶神塔圈养的猪 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獠牙和满身的冲劲 膝带一软就想着别人救他们 英女的笑声伴随着风声 神 世上无神 便是有神 也不会顾念蝼蚁安危 自己的命 自己不保 等着谁来救 下一刻 英女抬起手 一道巨大的魔光直直地砸向了风家那巨大的府邸 风家小儿 姑奶奶前来搁你人头 还不速速出来 风家的防御阵轰然破碎 无数小神镜强者和天灵镜强者冲天而起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了英女面前 是一位小神镜巅峰强者 妖女气的 英女眼里满是沙翼 冷笑道 当年你风家初代家主 哄骗我那魔族小师妹 割了她的双翼 残塌躯体 封我魔族 当日我便说过 如若不死 必叫你风家 英女双眼血红 沙翼越来越浓 鸡犬不留 英恋听了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心里对风家的恨意不仅增加了几分 这小师妹可真够惨了 这是千万年都不会淡去的仇恨 老毒师神情紧绷 来到英恋身边 讲起了那段代写的回忆 小师妹她心底纯善 救了那封家伟君子一命 却被她坑骗 小师妹从小跟着你阿娘一起修炼 你阿娘多少次陷入生死之局 都是小师妹用自己的血肉 将她生生救回来 便是亲姐妹也不如他们 英恋心里不仅一颤 这样的救命之恩 造就的是比血脉还浓的亲情 那封家人神情十分难看 还有人时不时地望向浮身塔的方向 这是打算拖着等浮身塔人来 魔族人的翅膀要是毁了 就是真的魂飞魄散了 封家家主拿魔艺香药血 却被英恋用风寻将魔艺换下 魔族一紧风 英女第一个要找的就是封家 他要找封家将几万年的仇恨算一算 封家人自觉现在不是英女的对手 都指望浮身塔的人能来救他们 看他们的怂样 英女不仅吃笑出声 呵 纵然他们来了又如何 当我们如今怕了他们不成 封家家主面对如此强敌 不仅神经紧绷 像是想起了什么 突然道 且慢 你小师妹的东西 你不想要了吗 英女一听不仅当场棱在了原地 封家现在根本不会是英女他们的对手 尤其在英女集结了如此多小神经的情况下 那么只能用这一个方法 封家家主那张清白交加的脸上 浮现出几分阴狠神情 抬手一招 一对黑色双翼便来到了他手上 你们魔族的双翼 对你们来说意义很大吧 封家家主自觉现在有了谈条件的筹码 脸上浮现出一抹得意的疯狂 两手扯开那双翼 似乎一个用力就能让这双翼瞬间损毁 他向英女发出阵阵威胁 离开我们封家 不然 我就让你小师妹留下来的唯一一件遗物 在你们面前化成飞灰 老毒师眼瞳狠狠一缩 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 魔艺不能毁 魔艺便是类似人族的神魂 若是魔艺没了 那才真的是魂飞魄散 不如轮回 一旁的英念听了也不仅心里一阵 这可是他阿娘救命恩人的语义 他可不能眼睁睁地让恩人灰飞烟灭 风家家主看着魔族人那胆怯的样子 脸上终于有了点血色 退后 若是不想这双翼被捂 就给我退破 这玩意儿 风家本来只是拿来挂着药物扬威用的 没想到今日还能派上这么大的用场 英念的脸色已经十分难看了 他看了看灵兽背上的风巡 顿时有了主意 就在这时英念动了 他走到了风巡的旁边 养你多日 就用在此时了 英念弯下了腰 像灵小鸡一样一把提起了风巡 然后英念朝着那风家家主说道 喂 老鬼 风家家主面色一蒙 英念却笑了 看见了吗 你孙子 活着的 你想看你风家独苗在我手上变成飞灰吗 英念一只手提着风巡的头发 将他的头皮整个拉扯了起来 另一只手抽了风巡一巴掌 英念露出坏坏的笑 威胁人 别在我面前玩这套 他眼角余光扫了一眼 见大摩摩脸上的担忧神情 已经都极好的压了下来 然后他又晃了晃手上的人说 这会儿还是活着的 可你要是让我不高兴了 你孙子就得死了 风家家主气的手都在发抖 你难道不要这双翼了 英念这事恨不得当场就和魔族人划清界限 别拿那双翼威胁我 我他娘的是个人族知道吗 你觉得是这一对死掉的翅膀在我看来重要 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重要 英念眼中的耐心已经所剩无几了 只见他一只手上灵力凝聚 马上就要向风巡出手 怎么样啊 想好了没有 算了既然你想要段子绝孙 那我可就 风家家主再也憋不住 吓得急忙出声 好 好 你别动我孙儿 我和你挂 如何 英念皱了皱眉 这可不划算了 风家家主心中越发不安 你也不想和魔族翻脸对吧 英念视线在他身上凉嗖嗖地刮了两圈 这才轻轻一笑 行 就做了这次亏本的买卖 随后英念将风巡像扔垃圾一样一把扔了过去 风家家主连忙接住奄奄一息的风巡 风巡好打还是留了一口气在 而那双翼自然就落到了英念的手上 英念满意地笑了 哈哈 到手 风家少夫人黑母猪成了英念的坐骑 风巡的命被英念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而此时的风巡灵力被斐 浑身经脉进断 风家家主压下满腔的怒火 列阵 我们的人已经去扶神塔暴行了 英女一挥手 所有魔族大军瞬间列阵 英女不屑地说道 且看是扶神塔来救援快 还是我杀得快 战斗一触即发 就在这时 众人只听见了一声猪叫 英念正起着一头灵珠狂奔而来 风家的 都别动 这可是你们风家的少夫人了 天道命书的威力 想必你们清楚得很 下一刻 她扼住灵珠命运的驳梗 向风家发出阵阵威胁 现在 把你们身上所有的法器都给我交出来 不然我就弄死你风家独苗 猪死人死 风家人都傻眼了 风家家主感觉被英念耍了 气得双目赤红 你竟不信守承诺 还有我孙儿威胁我 我杀了你 她虽然嘴硬 但脚和手却是一动都不敢动 胸膛更是被弃得起伏不定 双眼向上翻白 看起来十分可怕 比威胁 谁都比不过英念 英念得意地笑了 一群蠢货 我们魔族从来行事就不讲章法 我说的话你也信啊 英念双手提着那猪儿的耳朵 冷笑道 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放过你孙子 找死的东西也可以在我魔族面前乱舞 英念一会恨不得和魔族撇清关系 一会又成了魔族了 风家人已经被弃得双眼穴后 看着他们这副模样 魔族人纷纷觉得痛快 先耍后杀 确实比一上来就抹人脖子更叫他们觉得痛快 而下一刻 英念直接一甩手 这灵珠便直直地从天空跌落下去 万丈高空 这猪儿不是要被摔个粉身碎骨 风家家主被吓得目瞪口呆 这可是与他孙子命运息息相关的灵珠 风家家主下意识地起身去护 也就是那一瞬间的分神 一柄长枪直接穿透风家家主的胸口 连带着心脏一枪挑出 英女一击得手 完全不费吹灰之力 便解决了风家掌权之力 英念不仅精神大震 并发号施令道 风家老家主已死 杀 此时不杀更待何时 身后的魔族大军早就已经叙事待法 一生令下 便如同洪流一样冲进了风家阵营之中 风家人被杀了得措手不及 顿时溃不成军 英女看见英念一动不动 感觉有些奇怪 你不下场 英念轻笑了一声 视线掠过底下一个个的战圈 别急啊 让我先看看天字队在哪里 英念的视线锁定在左下角那一处的战圈里 终于在最激烈的战圈里看见了天字队的人 英念笑着夸奖了一句 找到了 哎哟 可真努力啊 英念决定憋着发大招了 下一刻 英念两手合十 一个巨大的光圈出现在他脚下 眷士 眷士照住了二队 三队 四队 每一个不属于英念带领的队伍 都感觉眼前白光绽放 下一刻 他们面前的敌人的动作竟然缓了一倍 天 天神啊 早就知道英念有群攻灵术 可 可偏偏 这耀眼的白光 愣是一心淡点都没有分辨天字队的人 天字队的人还在奋战呢 突然就感觉旁边那些人都封了一样的喊英念的名字 念姑娘 多谢念姑娘 天字队的人这才发现了异样 扭头一看 好家伙 有英念帮忙的那些队伍里的人 简直有如神主 天字队的人都傻眼了 什么 这 这是他的灵术 这么强 近距离的感受 才能知道眷士的可怕之处 直接削弱了敌方所有人的实力 杀起来那才叫一个德心应手 天字队的人抬起头 对上了英念从容冷漠的眼睛 英念笑了笑 天字队的诸位各个骁勇善战 我再信任不过了 诚如诸位所言 自己说的话 要自己负责才好 是不是 你们便自己看着办吧 加油 念念的眷士有如神功 却唯独不帮自己的队伍 此刻有了英念的帮忙 被眷士罩着的队伍杀敌的速度 比天字队更快 他们心底对念念 生出无比的感激和敬佩 太爽了这也 这些人的动作 简直就是漏洞百出啊 缠千丝 谢谢念姑娘了 不然我刚才半只手 都要被削下来 英念的各种灵术 乃是几百家之长 对他来说 哪怕是最普通的一个灵术 对其他人来说 都是可以拿来当 镇家至宝的灵术 这时旁边有些人 注意到被冷落的天字队 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不仅疑惑地问道 念师妹 你就真的不管他们了 英念却不为所动 只是冷漠地笑了笑 不是说不用我管吗 他故意提高嗓门说道 人家厉害着呢 可以不顾领头人的命目 这么厉害的队员 自然要让他们露一手 毕竟是咱们的天字队 最优秀的队伍嘛 这一番话加枪带棒地说完 下一刻就看见 天字队带头奚落英念的 那几个人一个分神 都被砍了几刀 鲜血直流 一脸痛苦的样子 他们纯色苍白 下意识地就抬起头看了英念一眼 眷士 画师 还有英念手上无数的金丝 仿佛一手拿捏着阳光的神 天字队的人 现在才意识到 他们是多么的愚蠢 我们这是招惹了一个 怎样的天才啊 远远小看了这位小公主啊 其他的队伍 在英念的全盘指导下 紧紧有条 进退有度地战斗着 英念还不忘关心一举 受伤了 那该治疗一下 他随即命令神医小苗道 小苗 去治疗一下 现在终于轮到 等待已久的小苗 可以露一手了 小苗不仅欢呼雀跃 好的主人 随着话音落下 小苗便从他的肩膀上跳了下来 变成了半大的小树 小树微微摇晃 无数绿色的光点散落下去 那些光点竟然朝着每个队伍飞去 飞快地让那些受伤的人 都感觉好了许多 大家都愣住了 心里感激不尽 可大家注意到 天字队这回依然没有得到帮助 竟然还没有 这一刻 所有人看着英念那张面无表情的脸 心中不仅都有些震撼 还有一丝说不清到不明的敬畏金口 这个年纪可能连他们临头都没有的小姑娘 他们是再也不敢将她当成一个普通的小姑娘对待了 英女对此 并不干涉半分 既然将天字队交给英念了 不管是管得好 还是管得不好 那都是英念的事情 倒是旁边的老独是担忧地说 念念 这样下去 天字队会被针对 念念却一脸冷漠 无妨 就是要打碎他们那微不足道的骄傲 老独是能想到的事情 封家人也能想到 封家那老祖宗苦苦撑着天旋与诗大两人的加工 往下一瞥 就发现了被孤立的天字队 他红着眼睛冲着身后的封家人吼了 去打左下角那支队伍 找到突破口 就往福神塔那边跑 快 剩下的封家人一口气全都杀向了天字队 这边最是薄弱 只要跑出去就有薄露了 被这些人一冲 原本就各自为战的天字队队员们根本快撑不住 老独是一看情况十分危急 想要英念帮帮天字队 忍不住拉了拉英念的衣袖 念念 英念的眼神都没动一下 需要帮助 他们会开口的 如果心底的那份骄傲大于生命 那就成全他们吧 此时 天字队的好几个都受了重伤 他们已经精疲力竭 最早开始呛英念的那人环顾四周 脸上青筋伴随着爆红的皮肤 撑起可怖的蜿蜒曲线 他看了看四周快要撑不下去的兄弟 心里充满了羞耻感 他终于放下了那颗骄傲自大的心 忍不住大声求救到 念姑娘 求你管我们 怎样降服桀骜不驯的狼 英念自有一套 他用实力掌控整个战圈 让不服管教的天字队对他臣服 逼得被孤立的天字队向他求救 英念紧绷的神情终于一松 眼底泄露出几分效应 当真 英念不紧不慢地看向了呼救的天字队的人 这些桀骜不驯的狼 他们的自大已经被消磨殆尽 眼神满是期待地看着英念 这时趁他们分神之计 风家却是越杀越凶 大概是有了那么一个起头的人 其他人心里那口莫名的劲一下就松了 天字队的所有成员呼救声不绝于耳 念姑娘 请名管我们 念姑娘 请名管我们 下一刻 英念的手轻轻一挥 小苗德令便迅速从衣袖中钻了出来 全身散发出绿色光点 洁白的光圈在天字队脚下延伸开来 绿色的光点不要钱一样地涌入他们的身体里 他们不自觉地就发出了舒服的窥探 而他们的敌人脸色骤变 那些人像中了魔咒一样动作不仅慢了几拍 他们脸上满是恐惧和疑惑 身体为什么变得这么重 实力被压制得太厉害了 又是这个腰阵 大家快突破这里 而此时 天字队的人却觉得身心都舒坦了许多 不仅在心底都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爽啊 所有人都沉浸在这种被治愈的快乐之中 小苗见他们一个两个都像打了鸡血一般 不由地哼了一声 要不是我主人 让我早早地帮你们攒着我的能量轻路 这会儿没有这么多能云给你们了 明年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真的让他们去死 天字队的人不由得一愣 心里对英念是无比的敬佩和感激 可下一刻却听见英念笑着 朝那封家老祖宗说 老头 你是背着半个棺材眼神不好 才会觉得我们的天字队是突破恐怕 他朗声笑着 我告诉你 我们的天字队 是天意洲最强 最好的队伍 随后 英念全身散发出惊人的波动 白光向着底下倾泻而出 现在 我让你见识见识他们真正的威力 如何 天字队所属 速速归位 这时那白光有序地朝着各方凝成了阵图的形状 天字队精神一阵 不再各自为战 而是迅速地按照白光的提示 分成了小分队 聚集成为更加锋锐的刀 刺向敌人 而这时候 他们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别的队伍 在今日打得竟然格外轻松 封家老祖宗目自欲裂 不 你们怎么敢 你们怎么敢 封家老祖宗的声音仿佛气血一般 朝着天空大海 声音传遍五周每一个角落 吴家 灵天学院 福神塔 你们当真 要看魔族一个个地解决我们 然后霸占这五周吗 还不快来助我一臂之力 他的口鼻之中不断地有鲜血一出 站在他对面的尸大一掌 就将他击飞了出去 老东西 与我们战斗还敢信有他过 这是瞧不起我 还是瞧不起我们主人 封家老祖宗捂着疼痛不止的胸口 封家周围的天五周住民已经跑光了 魔族蓝室汹汹 这时没有一个势力赶出来帮忙 他们疯了才会出来 福神塔都没出来 为什么要我们先出去 等福神塔吧 可怜那封家老祖宗还在不断地嚎叫 吐槽之下无完卵 愚蠢啊 你们愚蠢啊 一条金色长边划破了天际 重重地抽在了已经被打得半死的封家老祖宗脸上 音念冷笑道 闭嘴 他手上的长边一下一下地甩动着 隐隐传出龙鸣声 别垂死挣扎了 封家老头 音念一步步走过去 独龙边缠绕在他身侧手臂上 一会儿就要舞动地扭一扭 早在天一周被修鞋式围攻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说着他又想封家老祖宗又甩出一鞭子 我会警惕连跟道团的几次 可却不会害怕被劈开担放的死柴 正在这时 封家老祖宗的身体逐渐膨胀起来 嘴里说着怨毒的话 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这是想和音念同归于尽啊 旁边天玄的手猛地就捅进了封家老祖的胸膛 天玄不仅冷笑道 呵呵 还想自爆 问过我没有 至高神用一支箱找到了音念奶奶的家 而他们却要除掉这个混血小孙女 封家老祖想和音念同归于尽 却被天玄一下掐住了咽喉 只听得咔嚓一声 封家老祖的脖子被声声凝断了 而音念却不打算就这么停 魔族的仇家还有很多 是时候有冤报冤 有仇报仇了 音念看向英女 下一家是谁 而这时在扶神塔的大厅中 逃回来的神子们脸色清白交织 至高神大人 我们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 他们满脸煞白地看着坐在最中间的至高神 现在魔族来势汹汹 他们势单力薄 得找个得力的帮手 那个突然出现的男人 是不是该和他联手才好 至高神此时却冷静异常 并不像他们那样慌张 不必找那个叫阿西的古怪男人 下一刻 至高神缓缓地从自己的空间法器里 拿出了一根细长的 被保存的很好的清香 至高神眼中闪过一抹疯狂 他疯狂地自语道 贱女人 你到现在都要护着你那个贱主 随后至高神便命令手下暂时离开 他自有安排 等那些人全部走了之后 他点燃了这根能联系 尚无上神域九伟宗的清香 我倒是要看看 那九伟宗 会不会按耐不住派人下来杀了这件组 这清香本是九伟宗物色人才实用的 在修炼之中遇到问题 便可随时连接到九伟宗打疑解婚 清香被点燃 烟雾缭绕间 至高神听见里面传来 一道略带几分高高在上的声音 何人通天问道 烟雾中凝出了一个人形 高高在上地屁逆着至高神 至高神却不敢有半点不满 他一撂一跑 朝着这身影无体投地的跪拜下去 脑袋砰砰地磕在地上 见过仙人 问仙人啊 而这个人形正是之前 去第一学院耍威风的毛玉长老 他看见了这个恨不得跪着 给自己舔鞋子的人 心中更觉得鄙夷逆味 却又见怪不怪 起来吧 你可遇到了什么问题 毛玉盘腿悬浮在空中 正眼都没给至高神一个 至高神面对九伟宗的人 全无平常的霸气和不可一世 他脸上因为讨好 浮现出了一条条可笑的褶子 不不 仙人 我并不是因为修炼碰到了问题 至高神眼中怨毒之色一闪而过 毛玉不仅一棱 至高神想起阴念那丫头 不仅额头青筋暴露 回禀仙人 是我们五周竟然出现了一个九伟宗的海 您 您知道这件事情吗 毛玉好像受了七尺大乳一样 朝天看的那双眼睛骤然一沉 声音冷利呵斥道 放肆 我九伟宗的血脉 怎么可能流落在那些荒凉的小世界 至高神急忙说 这是真的 当年贵宗的大小姐在五周 被一个叫做苏翔的男人欺骗 生下的那个孩子 还活着 这话一出 毛玉只觉得脑子嗡的一下 犹如被棒子狠狠地敲了一下 你说什么 至高神生怕毛玉不听他的离开 连忙说道 小人不敢欺瞒上仙 那个人叫阴念 他身上还有大小姐留下的一尾固体 你们派几个人来五周一看便可明了 毛玉的身影控制不住地开始剧烈地晃动起 九伟宗是不允许低剑的血脉狗活于世的 毛玉恶狠狠地说道 那剑种若是真的活着 而下一刻 毛玉的声音带着浓浓的怨毒 随着青烟的散去而彻底消失 只剩下刻骨的厌恶和恨意残留在空气中 至高神额上滴落下一滴汗 还好 成功了 喝 阴念 你便等着吧 这个男人为了保护心爱的女孩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所有人都没有发现他的一样 却唯独逃不过阴念的眼睛 阴念又要被人追杀了 至高神想着就暗自在心里窃喜 畅想着阴念被九尾宗的人戳磨至死 心头便觉得一阵快意 还有九尾宗 就且让你们再嚣张一段时间 他抚摸着自己磕肿了的额头 满脸独辣道 等我到大神境 上无上神域 定要你们为今日对我心内的举动付出代价 这一路上 主要都是阴念带着人在打 用实战提升是最好的方法 他的实力确实提得飞快 基础变得更稳固 阴念现在成了整个队伍最受欢迎的人 大家都抢着要他入队 念姑娘 等会儿来我们队吧 你刚才就只顾着天资队 都忘记给我们家眷室了 旁边队伍的人一发现有人要抢阴念 立刻就不高兴了 急上来嚷嚷 去去去你们排后头去 才第一次没被圈进去呢 我们可连这两次都只能跟在后面自己扛啊 说话的人一脸讨好般的看着阴念 念姑娘啊 你也别只顾着天资队啊 你的金丝能不能也往我们这边飞一飞 我们这边的敌人多傻呀 你一拉就一排脑袋 不好吗 打过几场后 所有人都明白了有阴念和没有阴念所产生的那个巨大的差别 阴念坐在石头上啃着吞吞上供的一颗灵骨 有一搭没一搭的印着 行吧 才说了两个字 天资队的人这会不淡定了 立刻黑着脸走了过来 都走开 哪凉快哪待着去 天资队的人红着一张老脸骂道 自己没领队了 跑来抢别人家的领队 他们没敢去看阴念的脸 但人人都能感受到阴念那似笑非笑的目光 落在自己的头上 阴念没管这边的小小争夺站 阴心碎呢 怎么又不见了 阴念迅速地跳下大石 向四周扫视了一遍 还是没有发现阴心碎的踪影 于是他走向阴女问道 老妖婆 看见阴心碎了吗 阴女不耐烦地白白手 我疯了 去看他 阴念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又走向了旁边的大长老 你们少主呢 大长老也愣了一下 我 我不曾注意 少主想去哪就去哪 也从不会和我们这些人说的 一听这话 阴念没头顿时皱得更深了 阴睡睡最近很反常啊 肯定是有事 想要找到阴心碎 阴念自有办法 他闭上眼睛 无数魔元素就浮现在空中 他能控制方圆百里内的魔元素 这些魔元素都会成为他的眼睛和耳朵 吸念的林子里一出空地上 阴心碎正敞开着衣服 嘴角流着鲜血 那九个能量光球已经嵌入到肌肉之中 阴心碎现在还不想走 他还得保护念念 他强制压制着这些光球 魔元素暴动起来的那一瞬间 阴心碎就注意到了 他知道他肯定被发现了 然后他迅速地将外衣穿上 面无表情又从容地开始给自己积腰带 他身上的血腥味越来越重 不换一下衣服怕是要被阴念发现 很快旁边就出现了脚步声 阴睡睡 阴念走过来关心地问道 你在这里干什么 阴心碎修长的手指不紧不慢地 给自己的腰带打了个口 轻描淡写道 没什么 我衣服脏了 沾了点血 换一件 阴念感觉阴心碎有事瞒着他 他狐疑地眯起眼睛 你真的没事 你最近到底有没有在睡觉 当然有 你在想什么呢 阴念还是眯着眼睛审视他 也就他了 在这种时候还能奋出心神去关心他的身体 发现他的异常之处 阴心碎在心底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脸上却出现了一开始遇到阴念的那种茫然天真的神情 还故意打了个呵欠 好吧 被你发现了 念念 其实是我有点困 跑出来偷懒的 18岁的小姑娘对上万岁的老男人柔情似水 连女人看了都不免心生嫉妒 9个能量光球嵌入阴心碎的肌肉 让圆心碎生不如死 他拼命压制这些能量进入身体 抛开九重灵力 只为守在念念的身边 阴念极其敏锐地察觉到圆心碎的异样 但圆心碎却向阴念撒谎了 自己只是困了 跑出来偷懒 阴念果然性了 但还是有些不放心 你身体不舒服吗 圆心碎甚至神色如常地压住了阴念的半边肩膀 他此时仿佛一朵柔弱的花 嗯 最近有点睡眠不足 你也知道 我很能睡 念念 累 他这样子 让阴念一下子就想起了 他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 那时候圆心碎也是什么都不懂 拽着他就往床上摁 一句念念 睡 让他差点心口窒息 下次别溜出来睡 阴念皱着眉 走吧 你躺到瘦背上去睡 辣辣的毛很软 比草地舒服 圆心碎看了阴念一眼 非常自然地将半个人都靠在了阴念的肩膀上 就在这时 前面大长老放心不下 追了过来 看见自家少主正依靠在阴念姑娘身上 心底顿时一个咯噔 他了解少主一般不会这样子 完了 少主他受伤了 可能还是重伤 大长老没有多想 就迫不及待地向阴念他们跑了过去 我来了少主 他是想扑上去扶住自家少主的 可下一刻 圆心碎就像是有感应一样 忽然睁开眼睛 他眼中利色一闪 大长老整个人就拔地而起 他整个人飞了起来 啪的一下就撞到了一棵大树上 阴念听见动静想转身 被圆心碎温柔地按住了肩膀不让他转身 他鼻尖贴着阴念的脸颊 轻声说 念念 我头晕 阴念顿时就想不起去看那个动静了 贴心地说 那我扶你回去睡一会儿吧 等他们两人磨磨蹭蹭地回到队伍里的时候 在场的人看见他们亲热的样子 顿时都惊呆了 看圆心碎的眼神都充满了敌意 大家都想要阴念的宠爱 可是圆心碎却轻而易举地得到了 失大气地浑身发抖 露出了尖尖的疗哑 恨不得当场咬死圆心碎 阴女口中的磨果汁更是差点喷出来 你你你 她的手抖得不成样子 盯着整个缠着阴念的圆心碎气的脸都绿了 阴满见自己闺女气的话都骂不出来 自然是非常贴心地帮她骂 臭不要脸 阴念皱着眉头说 别说了 她是真的很不舒服 她了解圆睡睡的 圆睡睡平常根本不是这个状态 只是其他人没有觉察出来罢了 他们都觉得圆睡睡很强不会有什么事 阴女看着阴念对圆睡睡照顾得无微不至 她不仅满眼嫌弃地冷哼了一声 这女儿对她都没这么温柔过 阴念整理开了拉拉背上一团软毛 来 你躺这儿 拉拉不情不愿地抖了抖 但还是被阴念压了下去 她双眼包着一抛眼泪 太惨了 主人有了眼男人之后 就不爱他们了 连心碎一脸虚弱地被阴念扶到拉拉背上 她还拉着阴念的手不肯放开 此时她的样子就像一个无助的小孩子 对念念满是依赖 念念你拉着我 我怕我睡熟了掉下去 这也是远心碎第一次提要求啊 还是这么虚弱和无助 并念感觉自己此时已成了远心碎唯一的依靠 她还哪有理由拒绝啊 行 咱们接下来去哪 闭着眼睛的远心碎缓缓开口 先去找阿喜 我也忍得够久了 并念的母亲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牢笼中 每天还要被抽取身上的血液供养九尾宗的人 无上神域九尾宗内 毛玉气急败坏地来到一处关押池中 她抽出长鞭就对着一个被铁链绑住的女人狠狠抽去 你说 你当年那个剑中 是真的胎死腹中了吗 中间被抽打的那人 身上只剩下了一根尾巴了 其余八尾 竟然全部锻炼 毛玉剑她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应 不仅冷笑道 呵 我的阿玉大小剑 这是吃惯了鞭子 如今啼后无比 打你都不知道痛了是吧 孟玉悦越是无动于衷 毛玉悦是生气 她使出全身的力气又抽出一鞭 重重地打在孟玉悦的身上 鞭子一抽 像是连同神魂也一起鞭打了一下 毛玉不仅嘲笑道 你还当自己是九尾宗那个高高在上 天赋第一的大小姐吗 可即便是这样 孟玉悦的脸上却没有半分动容 她抬起头 那一张脸正是当天在阴燕冰死的时候 出现过的那个人的脸 只是当时面对阴燕的时候 她是温柔如春风的 此时却只有浓浓的冷漠 和永远不为所动的骄傲 即便已经沦为阶下球 还是那样的冷艳动人 毛玉见她这样子变弃得牙痒痒 凭什么 凭什么你孟玉悦一出生便什么都有了 而我 因为你已至于无人问津 毛玉自认为自己是天才 但却因为这件人被忽视了 心底的恨意连绵不绝地涌上来 她掐住孟玉悦的脖梗 你在这里跟我装模作样也没有用 你的秘密我都知道了 孟玉悦神情苍白 却依然冷漠 毛玉一巴掌就甩在了孟玉悦的脸上 眼中怒火滔天 孟玉悦不给反应 她便更难受 孟玉悦 你实话和我说吧 你很后悔吧 要不是当年受伤跌落小世界 和那小世界的野男人好上了 便无了你身上纯净的血脉 还断了八尾 彻底成了一个不能修炼的废物 说不定你现在还是那个天上云月吧 九尾宗的女 生来便要承担一个不能逃避的责任 那就是生孩子 但只能和宗门里血脉纯正的男人生 可孟玉悦却和小世界的野男人相爱 并怀了孕 这是犯了十恶不赦的罪 而和也男人生的野主 他们九尾宗如何承认 九尾宗发疯是必然的 你后悔吧 后悔得快疯了对吧 哈哈哈哈 毛玉发出猖狂的笑声 孟玉悦的眼睫颤了颤 缓缓睁开眼睛 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那些穿透她全身的锁链 也跟着颤动了起来 那些骨髓会抽取出 她身上九尾一族制纯的血脉 她只剩下了一尾 可体内的血脉之力 却会源源不断地抽了又长 孟玉悦 你就是一个背叛了宗门的叛徒 一只下贱又自甘堕落的畜生 被野男人污了身子的脏东西 毛玉恶毒地唾骂着 恨不得把脏水全泼到孟玉悦身上 现在你的血脉之力 被抽取出来 不断地酝养我族中的小辈 也算是勉强能洗清你百分之一的罪 只是我很好奇啊 毛玉眯起眼睛 残忍的目光在孟玉悦的身上流连 当时宗门里的长老 只是想让你堕胎吧 你的八条尾巴是怎么断的 你那个剑种 又是怎么躲过长老们的探查 悄悄被你留了一命的 说呀 你是不是还想那个剑种长大了来救你 说呀 鞭子一下一下抽打着 发出啪啪的脆血 伴随着还有毛玉张狂的尖叫声 只是孟玉悦从一开始到现在 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她像是无视了面前的人 也不在意这些恶语和毒打 甚至在毛玉打构了 离开了之后 她脸上还露出了如是重负的笑容 对她来说什么都不重要 除了她的女儿 她声音甘雅轻声呼唤道 我的念念 娘的念念 唯有念念是支撑着她活下去的动力 她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拼了断掉八条尾巴留下的孩子 只是后悔 后悔自己不能陪在她身边 毛玉气冲冲地来到了门外 喝了好几口水才压下心底的怒意 气死我了 那见女人 竟然一声都不吭 毛玉似乎想起了什么 脸上露出阴险的笑容 不过吗 她转而朝着外面的人说 去 把清清叫来 清清其实是她的私生女 她的长女 是她悄悄生下的女儿 只是九伟宗的人并不清楚而已 清清推门走了进来 带着几分不情愿地说 怎么了娘亲 我还在修炼呢 毛玉满脸严肃 都和你说了 在宗门要喊我长老 毛玉眼见女儿不高兴 很快就破风 露出了几分恶意的笑容 清清 我要交代你去办一件事情 最强偶娃娃阿喜的老巢终于被找到 因念他们遭到偶娃娃们的围攻 而此时因念的母亲还被关在囚牢中 受尽折磨 毛玉准备让女儿清清去小世界找那个混血剑中 毛玉脸阴沉沉的 看起来十分可怕 孟玉岳的那个剑中 在下面的小世界有消息了 清清听说过那个野种早死了 但没想到竟然还活着 她不可置信地问道 真 真的 清清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她的眼中流露出几分和她娘如出一辙的狠毒 是那个从小就和您做对的那个剑女人的女儿 阿娘是想让我不惊动其他人 悄悄地去杀了她 毛玉点了点头 无上神域的规矩就是不能干预小世界 若是她直接撕开剑玉封印下去 必定会惊动其他人 到时候做对的那些势力 肯定会来找九伪宗的麻烦 毛玉看着自己最得意的女儿不仅两眼放光 但是你不一样 你带几个小姐妹 或者你自己去 找一个叫做苏圣的人 她手上有咱们的清香 应该很好找 她会带你去找那个剑主 毛玉又拍了拍青青的肩膀 她对青青的实力是相当有信心的 青青 虽然如今你在无上神域 还只是入门的实力 但是你知道 只要去到小世界 即便你的实力被压制 也有半部大神镜的实力 你别惊动其他人 悄悄地摸过去 杀了那女人 已决后患 同一时间 英恋她们已经来到了 天舞洲最边缘的一处深山之中 这里的树长得比普通的树都要高大 将阳光遮得一丝不剩 英恋看着旁边的魔元素 真的是这里吗 没走错吧 魔元素很肯定地点点头 肯定没错 我跟了一路呢 突然某一刻 魔元素就激动地颤抖了起来 它不断地在原地蹦跶 看见了吗 前面那个洞穴 英恋当然看见了 前面有一个黑漆漆的洞穴 里面还有诡异的波动 像是一个血腥炼狱 山洞里还不时地有笑声传出来 令人毛骨悚然 英女竟然破天荒地皱了皱眉 小心一些 这里面的气息让我觉得很诡异 经这一提醒 在场的人都变得警惕起来 拉拉他们是最敏感的 在第一时间就将英恋护了起来 窝窝藏白着一张脸 她的精神力恐怕是出了原心碎 在场最高的 主人 我觉得很不舒服 里面很闲门 你别进去 可来都来了 英恋又怎么会放弃 这些古怪的偶娃娃使敌人 早晚都有对上的一天 根本躲不过去的 窝窝也意识到自己说了废话 只好无奈地说道 好吧 那我们都小心一些 英恋点点头安慰道 别怕 我护着你们 可就在这时 一直都没出声的原心碎 却声音冷漠地说 我一个人进去 英恋大惊失色 虽然阿喜是原心碎的偶娃娃 可那偶娃娃吸收了日夜精华 变得十分强悍又毒辣 原心碎进来的身体 一直让她很担心 而原心碎却笑了 她还温柔地摸了摸英恋的脸 念念 我没有再和你开玩笑 这些偶娃娃不好对付 说着她便禁止往里面走去 我先进去 若是不行 你们再进来 英恋不放心地还想跟着进去 却被英女一把拉住了 别进去 英女眸光死死地盯着那山洞 让她先去探探底也好 我们要对她有信心 而这时从里面传来一道熟悉的笑声 嘻嘻 这可不行 我的小可爱不进去 那岂不是白费了我这么多年布下的心血 英女面色大变 周围飞来了无数的小人偶 而英恋面无表情地劈开两个小人偶后 突然肩膀一众 这时又传来阿喜的声音 进去吧 小可爱 英恋金黄低头 看见了自己脚下的阵法 这整个林子里都是阵法 现足是最擅长阵法 阿喜也不例外地学到家了 下一刻 英恋已经被送入了洞穴中 恍惚中 她还听见了英女惊慌失措的喊声 则 堂堂魔王 竟然还有这么失态的时候 等她从这个鬼洞穴中出去了 英恋将要被永生永世地困在梦境中 可下一刻英恋却醒了 她竟然长得和阿喜一样的恶灵小娃娃教她阵法 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 英女还来不及反应 英恋就被阿喜强制性绑进了洞中 她感觉像做梦一样 整个人都变得恍恍惚惚的 可下一刻 英恋的眼睛却越来越重 嗯 感觉好困啊 在彻底陷入沉睡之前 她听见了阿喜的笑声 哈哈 走进我的入梦阵 就好好睡一觉吧 英恋不仅大吃一惊 入梦阵 但此时她整个人已经不受控制 眼皮想睁都睁不开了 静一下扑倒在地上 沉沉睡了过去 阿喜得意的笑声传了过来 我们最擅长的 可不是应来 顺心而为 宫心才是上策 现在就让你试试千换梦境的厉害 这个阿喜也不是真的阿喜 只是一个小小的偶娃娃 可下一刻 英恋却突然醒了过来 原来她刚才是在装睡 只见她迅速地伸出了手 地板掐住了那个缩小版的阿喜 小娃娃拼命地挣扎着 发出了阵阵惨叫声 那张脸顿时扭曲起来 什么 你竟能破开我的千换梦境 英恋却冷笑道 宫心 凭你也配 窝窝瞪了那娃娃一眼 若非我精神力远高于境界 恐怕主人还睁着了你的道 英恋眼睛一瞪 若是阿喜她还真忌惮一些 小娃娃她怕什么 英恋掐着这小偶娃娃的脖子不松手 凶狠的道 你这个虚幻梦境是怎么搞出来的 给我说 教我 不教我 弄死你 那长着一双血红眼睛的偶娃娃 朝着英恋张开了大嘴 她死命地挣扎起来 坏女人 你是坏女人 英恋抬手就是一巴掌 盖在这偶娃娃的脑袋上 发出阵阵威胁 说 不然撕了你 再去撕了你的那些同伴们 娃娃红着眼睛拼命地挣扎着 呵呵 欺负阿喜的坏女人 这偶娃娃就是不开口 英恋也自有办法 她冷眼看向肩头上的窝窝 能控制她吗 窝窝两根触角得意地抖了抖 那当然 这小娃娃的实力不错 不过精神力比我还稍弱一些 而下一刻 窝窝看向那小娃娃 全身散发出惊人的灵力波动 那小娃娃像中了鞋一样 成了一个一动不动的呆头娃 英恋知道这娃娃已被控制 便将娃娃放在了地上 很快 那小娃娃就乖乖地在地面上开始画阵法图了 这竟然是个十二角阵子 算是五周小世界里 阵法中的顶级阵法图了 英恋不仅问道 过阵的方法吗 小娃娃呆板地说 没方法 是阿喜的自创阵法 入梦阵 没有方法 只能自己走出去 走不出去 就会永远留在梦境里 英恋点点头 英恋就对那被控制住的小娃娃说 你去旁边站着 碰到和你一样的红眼睛呕娃娃 就上去打他们 定生死的那种 明白了吗 不得不说英恋真是满肚子的坏水 小娃娃呆板地点点头 洞穴里阴暗潮湿 英恋接着往里面走 血腥味越来越浓 连睡睡被传到哪里去了 英恋小心翼翼地贴着洞穴往里面走 他越往里面走 就越能适应里面的黑色 面前的景象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英恋停下了脚步 拉住了还要往前走的辣辣 他示意都不要出声 里面隐隐传来了火光 那火光很微弱 却能看清楚里面的 被放置在阵法中央的人 是入梦阵 可主阵人正是阿喜 而每个阵法的肩脚上 都站着一个小小的血眼娃娃 小娃娃们像是在举行什么仪式一般 在阿喜的示意下 朝着中间的圆心碎重重地跪拜下去 英恋心里不仅咯动一下 不好 圆睡睡被困住了 他本是一个小小的木耳娃娃 却想要杀了自己的主人 英恋破了小娃娃的入梦阵 还向小娃娃白调了一个新阵法 而这时的圆心碎却处在危险之中 阿喜设了入梦阵 将圆心碎困在了阵法中央 而每个阵法的肩脚上的小娃娃 对着中央磕得头破血流 英恋感觉十分诡异 这是在干什么 一会阵法之上就狂风骤起 圆心碎的衣服在空中翻飞 一时之间凄凉的惨叫声骤然响起 好痛啊 我好痛啊 不要再扛我了 我的腿没了 阿娘 我的腿没了 我的肠子都被剿烂了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现足 我现足的孩子们啊 无数血雾从那些血眼娃娃的额头里挑了出来 空气里满是血腥味 让人感觉是进入了人间炼狱之中 那是真正的失衡变影 遍地都是残肢 那是现足被屠杀的场景 尖叫声 哭喊声 化成了历刃源源不断的往圆心碎身上钻 圆心碎皱起了眉头 脸上浮现出极度痛苦的神色 阿喜双眼血红 冷冷地看着圆心碎 我看你是忘记了当年族人们吃的那些苦 你忘记了不打紧 我会帮你重新记起来的 英念握紧了手上的毒龙边 眼中透出几分森寒杀意 准备随时出手 他心里已猜到几分 刚才那些屠杀的场景应该是圆睡睡的记忆 但很快 英念在那一片幻境中看见了一个小男孩 他脸上那颗红质 让英念一下就辨认出了这人的身份 是小时候的圆心碎 一个木偶娃娃从他腰间掉落下来 而那个偶娃娃正是阿喜 小睡睡跪倒在一个死人的身边 不住地啜其着 娘亲 看起来十分可怜和无助 旁边还有族人们正被人追杀 小睡睡看着这一切 恨得咬牙切齿 可当时的他太过弱小 英念看着幻境里的小睡睡 被族人拼尽了权力封印进了白头山之中 孩子 一定要报仇 你是我们族中最有天赋的孩子 你一定要活下去 这是族长最后对他说的一番话 这样的保全 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被关在白头山下的那些漫长岁月里 孤独 仇恨 甚至族人们的期许都压在圆心碎的身上 活着就成了一种折磨 而那些灭了宪族的人收集了精血肉 开启了大阵 本该枯竭的灵力 又重新多了起来 他们成了功臣 成了众人顶礼膜拜的神 而在这时一座高塔立了起来 命名为福神塔 还有一些人则是创了属于自己的大大小小的不同宗门 幻境里 灵力是有的 可现足那滔天怨气却经久不散 那些怨气缓缓钻进了 散落在地上的无数偶娃娃身上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终于 第一个偶娃娃睁开了眼睛 他双眼星红 只剩下了纯粹的恶河狠 他的腰间挂着一块小小的 刻着阿喜两个字的木牌 越来越多的偶娃娃睁开了眼睛 他们擦干了身上的血 嘴里喃喃地不断重复着 都得死 都去死 而此时的圆心碎还在梦中 这些记忆在折磨他 折磨得他脸上都露出了痛苦的神情 而这时阿喜的声音传了过来 有了一个女人之后 你便忘了族中的仇恨了吗 他缓缓地伸出了手 放在了圆心碎的脑袋上 只要轻轻一捏 圆心碎的脑子就会如同他所想的那样炸开 阿喜恶狠狠地说道 所有用了灵力的人都得死 一群吸血虫 吸着我们献族的血 肮脏又甜不知耻地活在这世上 阿喜的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 他们都得死 扶神塔 五周其他人 还有你那个小心肝阴念一事 圆心碎 我的主人 阿喜还嘲讽般地拍了拍圆心碎的脸 你啊 就是一个没用的懦夫 可下一刻 原本还一脸痛苦闭着眼睛的圆心碎 却猛地睁开了眼睛 一只手死死地掐住了阿喜的脖子 将阿喜整个人举了起来 圆心碎眼神冰冷 根本不像一个刚从噩梦中醒过来的人 阿喜拼命挣扎 满脸的不可置信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醒过来 从来没人能在我的入梦阵里醒过来过 可原心碎的灵力却死死地压在他身上 让他无法动弹 那些红眼娃娃们发出了尖锐的咆哮声 尖叫着要冲着圆心碎扑过去 他们张大自己的嘴巴 破口大骂着 啊 放开阿喜 叛徒 圆心碎是叛徒 懦夫 圆心碎是懦夫 木头做的千年的玩偶娃娃竟想杀光天下人 为献族陪葬 甚至连创造他的主人都不放股 灭族的痛苦让圆心碎生不如死 偶娃娃们却责备圆心碎是无能 阴念最能理解圆心碎的痛苦 他不允许这些偶娃娃们向圆心碎泼脏水 于是阴念甩起金色的长边带起气浪轰炸的声音 将这些张口便胡说的红眼娃娃全都打飞了出去 有些直接碎裂炸烂 这时被圆心碎死死掐住脖梗的阿喜 不可置信地看向阴念 你倒是比圆心碎更早从那炼狱里出来 你们做什么了 而圆心碎也没想到阴念会出现在这里 不仅大吃一惊 念念怎么在这里 阴念脸色阴沉得可怕 他指着阿喜骂道 口口声声说什么让所有人都陪葬 那怎么没见你弄翻了罪魁祸首富神塔 你站这装的大义领然 你才是最无耻的那个懦夫 阿喜能忍受辱骂和责打 却不能忍受别人质疑他那颗被仇恨和鲜血浇灌的心 他使劲地挣扎起来 圆心碎的手还牢牢地掐着他的脖子 阿喜仗红着脸 我就是要让他们这些大势力互相残杀 我要这五周 一个不胜的拳都为我陷阻陪葬 阿喜要的是沉沦 是共灭 圆心碎不仅皱了皱眉 一下就折断了阿喜的一双脚 将人直接丢在了地上 无尽灵力压制着阿喜无法动态 阿喜心神俱惨 不可能 都是半步大神经 为什么圆心碎这么强 圆心碎已经快压不住自己的实力了 阿喜抬眼就要往圆心碎背后看去 可刚抬眼 就被一鞭子狠狠地抽在了眼睛上 阿喜痛得惨叫出声 响彻整个洞穴 英念真是忍不了啊 他死死地瞪着阿喜 制衡 英念恨不得扒开他的脑子 看看里面是不是装了千年的事 我看你是个智障 你心有怨气我理解 看我们这些用灵力的人不爽我也理解 可真正的仇人呢 他们还在享受神明的待遇 你等他们自相残杀 可曾等到 你个白活了千年的老废物 要不是你个老废物阻挠 早在万寿博的时候 我们就把制高神和那帮神子都拿下了 说着英念忍不住 又一鞭子狠狠抽了过去 还在这里谈什么共鸣 修协师是不是也是你鼓到出来的东西 说起互相残杀 英念脑子里第一瞬浮现出来的 就是修协师这个存在 阿喜却执迷不悟地说道 他们吃我们献族的血肉 我就让他们人吃人 有什么错 英念的直觉很准 修协师吃人 就是这阿喜教的 他实在气得受不了了 可结果是扶神塔 因为拔除修协师有功 反倒是让其他人 更对他们深信不疑了 这是助长了扶神塔的势力 你能不能干点有用的事情 英念被气得插起小蛮腰 指着阿喜继续骂倒 成是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 我比你了解原心碎 原心碎不是懦夫 他从来都没忘记自己的仇恨 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原心碎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没说话 此时才转过身 看向了英念 刚才血眼娃娃们朝他怒吼的时候 其实有一瞬 他觉得是死去的族人们在骂他 为什么就你一个人活了下 为什么你不把所有人都杀光 为什么 他觉得窒息 一张嘴就像是被人捂住了一样 张不开 直到英念突然出现 他声音严肃 目光灼灼 原心碎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你不要在意这群恶意凝聚物 你的族人 一定从来都没有埋怨过你 这话像是拨开了云雾一般 原心碎忽然觉得呼吸顺畅多了 阿喜却不同意英念的话 你胡说 阿喜在地上呕出了一口血 英念 说实话 我还挺喜欢你的呢 可我没想到你这么不争气 既然拿下了万寿国 就该屠国 拿下了天舞粥 就要屠粥 没用的东西 就在这时 原心碎一脚踩在了阿喜的脑袋上 牙齿碰撞地面的时候 发出了木头磕碰的声音 在原心碎的强压之下 阿喜终于不像一个人了 他像是一块马上就要崩裂的木头 你们真以为我没有准备后手吗 阿喜的半张脸都变成了木头脸 带写的嘴角是一个僵硬的雕刻而成的弧度 让人无端地就觉得害怕 阿喜的笑声都变成了咯咯声 英念 你们的人在天舞洲闹出的动静 扶神塔 国族 还有消失了的县族 多精彩啊 你猜大家忘记了什么 英念不仅面色大变 你让那些修协士做了什么 他忽略了一个事情 那就是明明武洲如此动荡大乱 最能闹腾的修协士却没有动静 阿喜整个人往旁边艰难地滚蛋圈 他一脸满足地仰躺着 看着黑漆漆的山洞 要让他们死光 可不是只有让他们互相残杀这一种方法呀 现在 其余四周的周星应该都已经拿到了吧 阿喜露出了坏坏的笑 呵呵呵 没有周星的话 四周都会消失 只余下你们一周 到十五周之间不想站也得站 元心碎脸色一沉 又踏了他一脚 一团血雾在元心碎脚底散开 英念终于确定了阿喜对周星出手了 毕时脸色大变 糟了 睡睡 我先出去通知他们 元心碎血肉模糊的后背终于被英念发现 他为了留在英念身边抛开了九重灵力 一直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变气化成的偶娃娃阿喜作恶多端 被元心碎重罚 此时的他已献出木头的模样 脸上满是裂纹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已经到了冰死的边缘 他看着元心碎 装出一副可怜香颜里勤满了泪水 好疼啊 主人 我好疼啊 他缓缓地拽住了元心碎的一脚 哭泣着 我不是你的偶娃娃吗 你不心疼我吗 而元心碎却不为所动 一脸冷漠 别装了 你袖子里的法器滑出来 你不会以为 凭着那东西就能杀了我吧 刚才还在可怜哭泣的阿喜 瞬间就变了脸色 对 你猜对了 他高高地举起那法器 对元心碎咆哮着 我从见到你的第一面开始 就觉得你好恶心 恶心得我快吐了 他边说就拿着那法器 往元心碎身上投 元心碎身出手 猛地将阿喜压制在了地面上 阿喜整个人都嵌入了地底 他又开始见兮兮地笑起来 你要这么对你的偶娃娃吗 兮兮兮 元心碎眼神阴沉地可怕 闭嘴 你也配 哦娃娃 以献族人心血未养 共享性命 绝对信任的家人 而这样的家人 从一开始 我就没有拥有过 元心碎弯下腰 一把扯掉了阿喜 绑在腰间的牌子 他紧紧捏着这个牌子 眼里满是杀意 这个是我送给我的家人阿喜的 你不是 这回的阿喜 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木偶的模样 一个面目全非 胸口心脏出一团怨气的木偶 这团怨气是他的心脏 是他的大猫 元心碎瞬间捏碎了这团怨气 在怨气炸开的瞬间 里面生出了一个幻想 全氏族人们被杀石的场景 这一团怨气终于散开 彻底地消失在了世界上 元心碎伸出指尖触碰最后一缕怨气 冲着幻境里面所有族人 轻声说 对不起 就在这时 英恋进来了 他已经告知了英女他们 英女他们已经先走一步 去看护中心的地方 英恋觉得太讽刺了 罪魁祸首毫无悔意 元心碎却说对不起 英恋上前安慰道 睡睡 别太自责了 你已经尽力了 元心碎弯腰 将地上那个木偶也剪了起来 仔仔细细地擦掉他身上的脏泥 元心碎眼里闪过一抹伤感 他一直想拥有的家人 却迟迟没有出现 在听你说伤了你的那个人叫阿喜的时候 我其实就已经知道 他不是我的阿喜 而下一刻 元心碎眼里已经有了笑意 如果是我的阿喜 他肯定会很喜欢你 这话只让英恋红了眼眶 连睡睡却笑了 你哭什么 然后他轻轻抬手扶去念念眼角的泪痕 念念 我不是那个几岁的志童吗 我分得清谁是谁 英恋看着他 分得清不代表不难受 只是他向来面无表情 英恋深吸了一口气 元睡睡 我们可以一起再做一个阿喜的身躯 我们找一块最好的木头 雕刻得漂漂亮亮的 话都没说完 人就已经被元心碎抱在了怀里 他的声音在耳旁响起 像一阵温柔扶过他耳畔的凉风 我不是有你吗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你别离开我 元心碎嘴唇苍白 脸颊贴在了英恋的脸颊上 英恋一颗心像是被泡在了酸水里 手足无措 他下意识地抬手 想要安慰地拍一拍元心碎的几背 背后却是湿漉漉的 英恋觉得奇怪 抬手一看竟满手是血 这绝对不是那些怨气哦哇哇的血 他不仅尖叫起来 你背上为什么这么多血 他猛地动手开始发元心碎的衣服 他看着那血肉模糊的背 整个人都抖动起来 怎么会这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元心碎却故作轻松地说道 念念只是看着疼 其实不疼的 英恋现在终于知道元睡睡 为什么这段时间很怪眼 他不仅十分生气 你闭嘴 你要是不说清楚 瞒着我 那以后咱们再也不用见面了 元心碎却他是真的生气了 只能将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这九颗珠子其实本是我的九成灵力 我之所以能从白头山封印中出来 是因为我放弃了这九成灵力 所以我若吸收了九成灵力 就会离开五周去无上神域 英恋咬牙 用小拳拳捶了捶元心碎的胸口 你是傻子吗 他气得浑身发抖 又因为他竟然为了自己留下难过的满脸苍白 你给我上去 去无上神域 堂堂的相府千金从小被人拐走 每天被人放血供养他人 丞相爹爹寻找爱女十年却渺无音讯 痛苦地想要自杀之时 却意外得知爱女尚在人世的消息 发疯般地满城寻找爱女 而千金小姐正要被杀人灭谱 却被一个灵魂穿进了身体里 而这个灵魂正是能遇万鬼 活死人的玄灵家族继承人慕幽玉 只见慕幽玉掌心飞出一团烟雾 那红烟竟幻化成一道道人形 向那些来抓慕幽玉的护卫飞扑了过去 红烟抱住了一个护卫的后背 发出清脆又诡异的笑声 大兄弟 你看到我的脑袋了吗 而那护卫转身一看 竟是一个鬼影浮在自己的肩头 那鬼影们变化多端 一会儿变成青年獠牙的样子 一会儿又变成无头女尸的模样 部位们顿时被吓得屁滚尿流 发出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 慕幽玉一人行走在荒芜人烟的树林中 一团烟雾正如一只根屁虫一样的紧紧跟着他 作为玄灵世家的继承人 慕幽玉打小就有通灵的本事 这烟雾正是他无意中抓到的一只幽灵 没想到刚才还起了很大的作用 慕幽玉找了一处安静的地方 催动着体内的玄灵树 那烟雾得意的妖公道 嘻嘻 主人 我干得不错吧 而慕幽玉并没有说话 微微地闭上眼睛 他现在必须先用玄灵树修复伤口 否则还没逃出去就会一命呜呼 哪知这具身体却十分缠弱 无法凝聚体内气息 他只觉得胸口一阵剧痛 猛地一下吐出几口鲜血 直下的那烟雾哇哇哭了起来 慕幽玉强撑着身体准备离开之时 却发现不远处有眼泛绿光的灰狼 而灰狼的旁边站着一个男子 他抬眼向那男子看去 正对上了男人那双锋利阴险的 令人望而生微的眼神 时间一晃来到三年后 慕幽玉正躺在一根树干上乘凉 树枝被风吹得摇晃着 时不时透来几缕刺眼的光线 他用手遮了遮那光线 思绪却不由自主挑到了三年前 就在自己奄奄一息倒在血泊之中时 那个神秘男子竟扶起了他 可能看不惯他痛楚的样子 一抬手 一颗红色的药丸就送进了他嘴里 这丹药可帮你续命三日 能不能活 且看你自己的造化 等他稍稍回过神来 那男子已消失在视野里 他一直有一个疑惑 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救了我之后又去了哪里 而现在的慕幽玉却运用自己的玄灵之术 帮助了很多不孕不育的妇女 怀上了孩子 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神医 这时树下李嫂正捧着一堆吃的过来 慕姑娘 张伯的儿媳妇刚刚生了个大胖闺女 给你送了好些红鸡蛋还有喜糖过来 沾沾喜气 旁边的一只狗充目优越汪汪的狂吠着 目优越缩了缩身子 他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汉子 怕狗的毛病却是怎么都赶不掉 而正在这时 不远处来了一辆马车 马车上下来两个身影 陆妙玲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满是嫌弃的开口 爹 你是不是弄错了 这种穷乡屁养 怎么可能有神医 陆妙玲父女俩缓缓地向里面走去 看到了一个戴着面纱的年轻女子正坐在院子中 陆妙玲隐约觉得这个女子身形有些眼熟 但又觉得是自己想多了 她一脸傲慢地冲着目优越吼道 你是谁 让你们这儿的神医滚出来 目优越抬头一瞥 来人正是残害原主的仇人 她没好气地说道 我便是这里的大夫 上叔府的人若不是诚心求医 那就出去 只是被原心碎偷亲了一下 念念的小仔仔们却笑开了花 满脸通通地念念想找条地方钻进去 念念终于发现原心碎为了自己受了多大的苦 感动之余只觉得原心碎是个傻子 原心碎现在已经压不住那九个能量光球 灵力归位之时也就是她离开之时 她现在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她依依不舍地捧着念念的脸 眼神柔情似水 你现在就是要我留下我也留不下来了 原心碎低头将自己的脸贴近念念的脸 彼此都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呼吸 念念我等着你 因念拼命点头 眼里有泪花闪过 你在无上神域等着 我会好好修炼的 到时候尚无上神域 我肯定比你强 她眼中毫无开玩笑的成分 也不在乎自己的话有多不自量力 原睡睡你等着我 上无上神域后我护着你 英念心里想着 分开什么分开 她去学院的时候可以溜出去找她呀 只是刚想说这句话 抬起头就看见了原心碎那幽深的目光 下一刻 原心碎猛地低头拽过英念 将人搂在了怀里 生怕念念会跑一样 英念已经习惯了被原心碎这样搂着 还来不及反应 原心碎炙热地唇一下就贴了上去 英念只觉自己像出电了一样 想动也动不了 眼中流露出几分惊慌张 刚想说点什么 而这时的原心碎身上已经笼罩了一层白光 她紧紧地盯着英念被她亲得发红的唇角 眼底露出愉悦的光 英念 我等着你顾我的那一天 念念早已满面通红 少女的娇羞展露无遗 原心碎倾斧着念念的脸颊 她真一刻都舍不得离开念念 如果你胆敢拉着别的男人的手上无上神韵 或者让别的男人对你做这种事情 那我一定杀了她 这话透露着一个男人的霸气 也宣示了自己的主位 原心碎在彻底消失之前 她往英念怀中塞了一个木盒 下一刻她整个人便消失在流光里 英念下意识地伸手要去抓她 伸出去的手却抓了个空 只见空荡荡的触感让她明白 原心碎已经走了 五周太小 已经留不住她 英念呆呆地愣在原地 这木盒竟然是一体的 严丝合缝 英念试图打开 却怎么都打不开 英念只好作罢 算了 她能给我 总有一天是能打开的 估摸着是时间还没到 英念将木盒往自己怀里一揣 神情仍然有些不自然 她晃了晃脑子 正想当作无事发生一样 吞吞就从紫藤桌里钻了出来 盯着她说 亲了 英念修得连忙将她摁了回去 但下一刻 小苗又从英念的肩膀处钻了出来 肯定地点点头 嗯 亲了亲了 英念灯时脸色又疼得一下烧了起来 闭嘴 小苗笑嘻嘻地捂住了自己的质干 什么感觉啊主人 辣辣也笑眠眠地钻了出来 嗯 只有百变一脸不高兴 真是便宜了那小子 英念回想了一下 她其实太吃惊 都记不太清楚了 就只记得圆心碎的睫毛很长 唇很软 英念一愣 刷得一下就惊醒了过来 提醒自己道 我在想什么呢 她不太自在又欲盖弥彰的一巴掌 拍在拉拉的屁股上 叫你乱说话 拉拉被打得下意识地缩了缩屁屁 她这主人呢算是陷进去 英念深吸了两口气 走 我们先去找老妖婆他们 至于圆心碎为什么亲她 这时候要是再不知道 或者是像她一开始认为的那样是亲情的话 那她就不是迟钝了 是没脑子了 只是这一路上 她难免脑子里时不时地回想起 小崽子们在后面跟着 但看到念念的方向不对 百变瞪大了双眸 提醒道 主人 你走反了呀 英念只觉得尴尬不已 难道就被亲了一下 脑子都不清醒了 活了万年的男人竟爱上了自己的枕头 圆心碎那突如其来的亲吻 像暴风雨般地让英念措手不及 英念正心烦意乱的时候 大地突然就震战了起来 天崩地裂一般 将英念脑子里那点挥之不去的片段 也暂时压制了下去 喇喇反应迅速立刻开始变出原形 载着英念飞上了高空 大地正在崩塌 好似世界即将灭亡一般 而确实 整个小世界正在崩塌灭亡 英念脸色无比难看 她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是周星出了问题 周星可是五周小世界的心脏 阿西说的是真的 那些修学师真的拿到了周星 并且很有可能已经混了周星 按现在这崩塌的程度 怕是周星已经彻底被毁了 喇喇忽然开口 看见英女他们了 抓紧了主人 我们要加速了 下一刻 喇喇便追上了英女他们 英念从喇喇的背上下来 脸色凝重地向英女走了过去 是修学师 这些都是修学师做的 英女皱了皱眉头 往英念身后看了一眼 后露出了诧异的神情 原心碎人呢 英念一听原心碎的名字 就脸红了一下 说话也变得迟钝起来 英女不仅笑了一声 她是终于扛不住了 被无上神域给管了 英念还以为英女不知道 原心碎的秘密呢 这会十分诧异 你也知道她在忍着 英女不以为然地说道 我自然知道 见英念露出心疼的神情 心里立马不舒服起来 对原心碎一肚子一紧 只见她眼睛一瞪凶巴巴的 臭小子心里脏得很 这点小事忍着点怎么了 她自己要忍着的 我就随她忍着 你不许心疼 被她牵着鼻子走直到内 英女冷哼了一声 嘀咕着 万会在你面前装可怜 但我不知道她想的是什么 这要是以前 英念肯定会说你想多了 她只是一个单纯的圆碎碎 但这会儿英念却怎么也 说不出这个话 英念有些尴尬地 倾咳了一声看向四周 连忙岔开话题 一脸严肃地说 现在恐怕只剩下天一周是好 剩下四个周的人 都会往天一周的方向跑 下一刻 英念他们全速前进 不到半日 英念就已经能远远地 看见天一周的轮廓了 天一周的防御罩还好好的 就在英念刚要松一口气的时候 眼神最好的拉拉 她突然惊叫了一声 主人 你快看 好多人在攻击防护罩 果不其然 靠近了之后英念就听见了 如山崩海啸一般的呼喊声 打开 把防护罩打开 无数人拍打攻击着那防护罩 如果四周联合攻击防护罩的话 防护罩很快就会被打开 无数人哭着喊着 从远方圆圆不断地朝着这边赶来 就像是一群黑色的密鸭 将天光都遮挡地密布透风 而剩下四周越胎越快 无数海水自下往上喷涌上来 还伴随着海兽的尖锐声音 英女突然脸色一变 快 我们先进去 英念顺着英女的眼神看向远方 随后猛地头皮一麻 剩下四周的灵力竟然自发了 开始往幸存下来的天异周里涌进来了 那一刹那 英念觉得自己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天异周这一次 是真的成了那些四周强者眼中的肥肉 防护罩自然不会拦着英念他们 他们瞬间就进了防护罩 天异周众人已经又急又怕双眼赤红 这会儿见他们回来了 顿时就和找到了主星谷一般的冲队英女大喊 大人 大人这可怎么办啊 我们要 要不要打开防护罩 五周的心脏被毁 世界末日来临 大地都跟着天崩地裂 而唯独天异周有防护罩还安然无恙 所有人都想冲进去保命 这时候天空中电闪雷鸣 一大群修鞋师悬浮在半空 他们脸上露出了狂热的神情 像众邪一样对着天空就朝拜了下去 连接无上神域的封印马上就要打开 习祖说过 只要四周周星被毁 灵力就会冲击开封印 我们 我们就能去往更高的界鱼 是新生啊 他们已经完全疯了 他们根本不知道始祖阿喜的恶意 是要毁灭全世界 英念拿出了手上的木牌 这是原心碎走之前 连同木盒一起递给他的木牌 上面刻着的就是阿喜两个字 你们认得这是什么吧 英念举高了木牌 你们的习祖已经死了 别再妄想打开界鱼封印 他要是能打开 早就打开了 还需要你们来做这些事情 修学师们被英念戳破了幻想 直接慌作一批 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眸 我们习祖何等人物 怎么会死在你这黄毛丫头手上 不等英念说什么 底下那些人就已经等不及了 英念 灵天学院的人带着一帮学生站在最前面 学院的院长名字便叫灵天 他也是一位小神经巅峰强者 他皱着眉头威胁道 还不快先打开防护罩让我等进来 你是想看着这么多人去送死吗 见死不救 你的家中教养便是这样的 英念没什么表情地扯了扯唇角 还没说话 旁边的师大就忍不住哭在了英念身前 并朝灵天怒吼道 如今主持人是魔族魔王英女 你冲着我们小主人吼什么 在这天一周是我们的地盘 我们想开才能开 灵天听了气愤不已 却也不得不将目光移到了旁边的英女身上 他心里还是有些畏惧魔族 说话都变得客气起来 英魔王 可否将防护罩打开 让我等进去 魔族众人顿时失笑出声 刚才这老家伙还以老奈老 道德施压小女娃娃 这会碰到实力强的马上就变了 真是让人觉得可笑 再说天一周也容赖不下这么多人 近来了都会抢地盘 那才真成了人间炼狱 灵天剑魔族人都在笑他 顿时觉得自己被羞辱了 怒气冲天地说道 怎么 你们天一周还想独占一周 你们的良心被狗给吃了 他越说越激动 那看来 你们就是要眼睁睁看着我们去死了 英女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个不要脸面的人 感觉这人像个小丑 灵天剑魔族无动于衷 学生们道天一周不将咱们的命当命 一个娘们站着王位 明明是女人却丝毫没有女子该有的同理心 诸位 今日便有我们好好地教导他们做人如何 众人惊着一聊拨 琪琪呐喊道 好 攻天一周 杀狗妖女 这一刻 整个四周的心竟然都凝成了一股神 他们拿起法器就拼命地攻击起防护罩 明明知道天一周这边的实力很强 他们还是硬着头皮上了 因为不战 就是死 天一周的人看着这么多人都在攻击防护罩 不仅大惊失色 看样子 防护罩未必能顶得住啊 冰女脸色阴沉得可怕 眼中杀意沸腾起来 要战便战 不服便都杀了 冰女身后的魔忆瞬间展开 她自己的地盘还要被人来操控 她能不生气吗 冰女顿时就要冲出去 却被英念一把拉住了 阿娘 这会儿之高神还没出现 等会儿你出去之后 带着师大他们先将那些小神镜强者都拦住 剩下的 下一刻 英念眼中有光芒闪过 她笑了 笑给我 英女没好气地说 你飘了 想一打百万 你找死吗 英念讨好般地拍了拍英女身上的魔忆 露出坏坏地笑 就按我说的办 阿娘你还信不过我吗 英女最近不住英念这细皮笑脸的祈求 好 交给你了 英念是最有头脑 诡计最多的 交给她也不是不行 随后英女带着人便冲了出去 英念发下毒是要护五周的孩子们周全 若有违背就会遭受天打雷劈 临天学院的院长带着众人攻击天一周的防护罩 小神静之战一触即发 英念满眼冰了 声音响亮 是临天学院的吧 怎么 你临天学院和魔族有仇 就拖着大家一起下水 真是奇心可诛 你们在这里挑拨离间 还拦着大家的生路真是该死 那些小神静强者不免看向临天学院的人脸色都变了 他们的精神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崩溃的阶段 一点风吹草动就能让他们彻底失去理智 成为疯狂杀戮争取生机的机器 临天学院的人不仅大惊失色 别听这个妖女妖言惑众 其中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男人走向前来 他对英念说的生路十分感兴趣 你说的是真的 于绵绵和周少玉他们站在保护罩内 于绵绵担忧地看着英念的背影 念念该不会是想让他们自相残杀吧 周少玉面色紧绷 这能成功吗 谁也猜不透英念的真实想法 而就在这一刻 英念抬起手 冲着最前面一个被女人藏在身后的小孩子 温和地招了招手 过来 小孩一动不动 他人都吓傻了 眼中没有半点光彩 只浑身颤抖着抱着自己母亲的大腿 那母亲警惕地护着孩子 浑身颤抖着说 你到底想干什么 英念太能理解这些弱者的心情了 他十分友善地笑 我能干什么 冷静一些 别听灵天学院那些人的鬼话 英念猛地拔高了声音 诸位 不妨回头看看 等防护照破了 你们这些人 有多少能在天异州占据一席之地 众人咽了一口口水 下意识地往后看了一眼 一眼就让他们那心中烈焰顿时熄灭了一半了 人太多了 多得已经看不到镜头了 天异州根本容赖不下这么多人 尤其是那些人灵境和地灵境的人 他们就算冲进去了 也肯定会死 实力太弱 根本抢不到一席之地 更何况还有那些大家族的弟子和孩子们 他们有人护着 必定也要占据一席之地 众人震惊之余不仅一轮纷纷 英念见大部分人脸上的神情已经开始动摇 严肃地说道 安静 现在听我说的 分批进去 所有十岁以下的孩子不分实力 不论是家先进去 这些孩子才是我五周的希望 所以先保证孩子们活着 而此话一出 不光是天异州 就连其余四周的人都惊呆了 他们愣愣地看着英念 孩子 英念歪着头看着他们 不要吗 孩子正好戳在了已经为人父母的那些人的心肺上 他们这么害怕 也不光是为了自己 不就是因为脱家盖口吗 那些人方才如梦初醒 这年头 谁家还没一两个孩子呢 要 我儿子今年才八岁 我闺女 先让我闺女进去吧 场面顿时闹成了一团 玄冥宗的人仗着自己的势力强大 见前面的人不肯让出路 一把抽出了长剑要去砍那些党路的平民 都给老子让开 老子是玄冥宗的 我们玄冥宗的孩子先进去 剑民也配先进去 只是他们的手才抬起来 砰砰砰砰 四道血雾炸开 刚才那个凶残的人瞬间成了一道血雾 他旁边的孩子吓得尖叫着哭了起来 英念黑着脸站在前面 脚步一动都未动 滚 部长记性 我说了吧 不分实力 不论家事 我只要孩子们进来 你们 是听不懂我的话吗 那些几道前面的人被英念这一顿教训 立马规矩了起来 那些无势力归属地带着孩子的父母也呢 此时此刻 他们心中竟然生出了对英念的感激 也为先前的举动羞愧不已 他们身后的天灵镜强者们 负责将受了惊吓啼哭不止的孩子们接过来 孩子们害怕极了 尖叫着不要和自己的父母分开 人群里一道声音带着讥讽声传了出来 且慢 大家别听这个妖女的 妖女岂能真的为我们好 这就是想拿着孩子们当威胁你们的手段吧 众人一听这话 顿时心底一惊 而这时英念却已经举起了手 灵力覆盖了手指尖端 我英念 今天再次以天道之乏力士 若是孩子们不做对不起我英念和天一周众人的事情 我定在能力范围内护他们周全 若是有违誓言 就让我修为近毁 命亡深惨 最后四个字说的质地有生 这是天道誓约 若是违背 必定会遭受天道反噬 这下刚才还怀疑英念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他们对英念感激不尽 英念又扫视了一下人群 他目光落在灵天学院那些人身上 冷淡地说 对了 和我魔族有就愁的还有扶神塔 灵天学院 你们一个名额都没有 这么一算 空出来的位置还能再进一帮人呢 天一周遭到亿万报名围攻 英念却让他们心服口服 乖乖地听英念安排 孩子们先进了防护罩 外面的人顿时哭成一团 好像是生理死别一样 余绵绵一脸单纯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 有些不解地问道 念念为什么要让这些孩子进来 周遭玉虽然平时喜欢打架 但老瓜子还是灵活 他无奈地看了他一眼 分析道 一来 这些孩子修为有限 即使进来也不会造成多大困扰 其二 这些孩子进来了 外界那些难民就不会丧失理智发起暴动 其三 还没等周遭玉说完 就听见远处传来至高神经禄交加的声音 你们还在等什么 抬眼看去 是至高神带着扶神塔的人杀过来 至高神可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他就是要等这些难民和天翼洲自相残杀 然后他好坐收鱼翁之力 拿下整个天翼洲 可谁料防护罩并未攻破 至高神当场有种羞耻感 他冲着底下那些人怒吼道 一群废物 还不快快一起攻进去 都站在外面等死吗 至高神面色争鸣地对着身后的扶神塔众人挥手 攻进去 杀光里面的人 可出乎至高神意料之外 底下那些人竟拿着法器全部朝向了至高神 他们紧紧地围成一圈又一圈 滚 不许你们进攻天翼洲 不许你伤害我们的孩子 你们扶神塔同管五周 周星辈道都不知道 之前还和休闲师合作 你们才该死 滚出去 至高神被气得脸都绿了 眼睛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他不知道这些贱民为什么要站在阴念那边 周绍玉见状冷笑了一声 这就是其三 他们的孩子都在保护罩内 他们比我们更不想保护罩破 周绍玉一脸复杂地看着阴念的背影 心里不禁对阴念钦佩不已 原本我以为阴念会拿出名额让他们厮杀 却不曾想阴念选择了一条共赢的方法 多一些威胁性最小的孩子 总比赵子破了好 而外面那些人也被迫和他们绑在了一起 至高神气的脸都变得隐屈起来 混账东西 给我杀了这些贱民 两拨人瞬间就站在了一块 阴念也不会袖手旁观 他瞬间做出决定 我们快去帮忙 而阴女则是直接对着至高神杀去 阴念看见娘亲出战 不仅欣喜不已 连连举起小拳头赞道 娘亲威武 至高神心底一惊 后退束步 对着某处方向大吼一声 休邪老祖 还傻对着天空看什么 还不助我杀了这魔王 见到老祖因为阿西死了一脸呆呆的样子 至高神在心底暗骂了一句 又劝说道 过来帮我 我有办法让你去无上神域 阴念也见至高神又叫来了帮手 心里不仅一惊 不好 休邪老祖一听立刻来的兴致 此话当真 至高神得意地点点头 阴女拿着一柄长枪朝至高神直刺了过来 逆时之间风起云涌 天地变色 打得难舍难分 几个回合下来 至高神得意地笑了 看来原心虽不在这里了 魔王 纵然是你 一敌二怕事也吃不消吧 自从断了根之后 至高神的性格也变得敏曲起来 正好 我们扶神塔的奴夫们还没尝过 魔王你这样地位极高的女人了 阴女盯着她的下身看了一眼 看来你那里短了 舌头倒是长了 不爱 割了也就乖巧 那轻视嘲讽的眼神顿时让至高神彻底疯了 连和那老祖发狂一般对着阴女攻打了过去 阴念的父亲终于重见天日 他扛着巨龙直冲天际 至高神本想简陋天一周 却没想到所有人都站在了阴念一边 向扶神塔的人发动攻击 至高神连和那修邪老祖 发狂一般对着阴女攻打了过去 周绍玉和于绵绵不仅担忧地看着阴女 这回有实力的人都被拖住了 一对二 阴女迟早要吃不消的 而这回又有谁能去帮忙呢 周绍玉急得咬了咬牙 即便是小神镜 对上半部大神镜很可能会死的 就在这时 阴念却走了过来 他抬头看着被前后加工的阴女 手中扬起屋龙边 还有人 我在 周绍玉愣愣地看着阴念坚毅的侧面 他恍惚中想起来 阴念好像也才18岁 实力必定还是差一些 而这时一处逐渐开始崩塌的山洞中 苏将脚踩着已经奄奄一息的巨龙 巨龙眼中有惊恶和震惊 他吐着血 怎 怎么回事 周星破了 那洞穴的封印也解开了 巨龙奄奄一息 抬起了自己被打得猪头般的肿胀脸颊 眼中却露出了狂喜的神情 回光返照一般啪啪地拍打着自己的尾巴 看见了吧 周星被人从外面打破了 无上神域九伟宗那帮人将咱们两个封印在这里 当时就是指望着我能杀了你 不然两败俱伤也好 封印只有你和我死一个才能破 可他们没想到吧 这靠着周星施展下来的封印 竟然没了支撑他的周星 天不枉我 天不 狂笑地回光返照龙猛地尖叫了一声 脑袋被苏将重重一砸 顿时晕死了过去 苏将抹了一把自己的脸 心里一阵狂喜 周星真的没了 他缓缓站起身 将巨龙一把扛起 深吸了一口气 九伟宗 月儿 我终于要出去了 等着 都给我等着 苏将的声音很轻 却带着压抑了火山一般的痛苦颤抖 下一刻 整个山洞轰的一声展开 落入底下已经四分五裂冒出大片的海域中 苏将整个人拖着那具龙就直冲天际 而在天一周外围 英女一对二 身上的伤越来越多 看起来非常危险 英念正要扑上去时 周少玉却拉住了英念的手 板脸苍白 你也才刚到小神境 那修邪老祖虽然比不过英女和原心碎那样的致强者 可好歹也是堪比半部大神境 你你这样上去岂不是送死 英念已经将独龙鞭缠在了自己手臂上 她一把扶开了周少玉的手 放心 我不会忙着冲上去的 底下的魔物们着急地挖着自己的脑窍 谁能空出手 去帮帮魔王大人 他们压登都没想到英念 英念在他们眼里还是个小女孩 她是他们的宝贝孙女 不可以让她去冒险 英念深吸了一口气 她在后方挤挤挤挤浑浑身发抖的人群里弹腿坐起 让外面的人彻底看不见她 下一刻 无数小小的魔物 在那些小神境强者和天灵境强者的身上长了出来 英念将蘑菇控制得很小 每个人身上都只抽取一点点的灵力 大战震撼 谁都没有注意到自己身上 多出了这么一颗指甲带大小的魔物 只有周少玉 她看见辣辣和百变的身体就像是一颗巨大的血泡 越来越武 皮肤底下的青筋缓缓变红 冲血一样在他们身上爬出蜿蜒痕迹 看一眼都觉得身体哪里都痛 英念因为吸收了灵力 实力瞬间暴涨 双眼 六星巅峰 辣辣 百变 还有窝窝三个兽实力也跟着急速的飙涨 尽管放灵力过来 这才哪到哪 就这 小意思 下一刻 小蘑菇再次蔓延开 朝着源源不断往这边靠过来的那些扶身塔弟子身上栽种 这样下去 英念会被那些灵力称暴 周少玉不仅浑身发抖 别加了 你会死的 英念握紧了双拳 她整个耳朵已经肿了起来 完全听不见周少玉在说什么 英念整个人都像泡在了血色之中 她发了 坐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嘀吼声 不够 还不够 我只要一招的时间 只要帮阿娘拖延到一招的时间就够 这高神要吃了英念的尾巴 而这尾巴吃了就是要了英念母亲的一条命 英念的父亲因为周星被毁缺意外获救 两妇女终于又要相见了 魔王英女一人对两个高手非常危险 英念为了帮阿娘 决定拼死一搏 疯狂提升灵力 而正在这时一滴血却落在英念的脸上 英念抬起头 看见至高神将长剑整个贯穿了英女的胸口 甚至穿透了她的魔艺 至高神脸上露出猙獰的笑 哈哈哈哈 去死 英念来不及多想 整个人就从地面弹射而去 喇喇百遍窝窝三方启动 就是现在 英念大喝一声 压抑了这么久的怒意和恨意像是火山喷发一样 朝着天空上的至高神冲去 速度飙到了极致 只要一招 赌上所有的一招 底下所有人都愣住了 施大木刺欲猎 她的公主啊 这无疑是去送死啊 老毒师师声大喊 念念 别过去 可英念不过去谁过去 她不过去 英女就死了 英念带着三个兽 如同一个巨大的炮弹一样 狠狠地撞在了修邪老祖的身上 而毒龙边感受到了主人的怒意和战意 巨大的虚幻红龙夹带着英念所能输出的所有灵力 狠狠地撞在了修邪老祖的身上 修邪老祖喷出一口脏污的血 然后整个人飞了出去 而英念的身体终于因为过度吸收了太多的灵力 砰砰砰地炸裂开来 她像是一颗炸浪了的果子 无力地从空中掉落下去 近在咫尺的英女双眼瞬间血红 她尖声怒吼了一声 念念 她看着英念无比心疼 这孩子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却为了救她不惜牺牲自己 她为什么要受这种罪 滔天路易不断地在英女心理膨胀 无数灵片浮现在了她脸上 魔族血液在她皮下翻滚 瞬间爆发 没了休闲老祖的制衡 英女瞬间拔出了制高神插在她胸口的那一把长剑 一只手趁着制高神分神的时候 整只手直接贯穿了制高神的胸口 制高神拼尽全力将英女震开 她看着自己胸口的那巨大的血洞 连同整颗心脏都要碎掉 一股热血从她嘴里喷涌而出 她下意识地扭头就想要跑 可英女怎么会放过她 毕生怒吼 不管自己身上的那些伤口 猛地又朝着制高神扑杀了过去 休闲老祖也终于缓过来 她二话不说就朝着英女杀过来 制高神不能死 不然他们的优势就全都没了 可制高神的伤实在是太重了 只能一边站一边退 还不断地往外喷着鲜血 英女也没好到哪里去 可英女已经杀疯了 孩子的血 让她双眼赤红 英女的魔艺被休闲老祖斩下一半 而她自己的手也终于 彻底地插进了制高神的胸膛 你该死 制高神浑身抽搐了一下 整个人像是瞬间没了力气 直接从天空跌落下来 可下面的所有人都举起了自己的法器 杀了她 制高神恨得咬牙切齿 身体急速向下坠去 天空从天空中落下 好不容易才缓过一口气来 可变故就在此时发生 还没死透的制高神 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英念身后 她一只手死死掐住了英念的魔梗 另一手抓着英念身后的我妈 制高神得意地笑了 呵 可算带到你 她将那黑色尾巴猛地一扯 呲拉一声 连英念身上的一块皮也抢下来 哄得英念昏睡中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制高神一把将英念抛在了地上 死死地抓着黑色肠尾 见女人 你妄想用你的尾巴救你的女人 反正你有九条命 再去死一死也没什么 英念瞬间明白了什么 难道这尾巴是自己亲生母亲的 制高神一口咬住了那不断挣扎的黑色肠尾 就要狠狠咬下去 电光火石之间 英念怒吼一声 不行 一为底一命 英念可不想让自己的母亲替自己去死 而这会离得最近的一群人带着刻骨的恨意 不许你吃 不许你吃 吐出来 不许你吃 越来越多的人反应了过来 纷纷朝着制高神扑了过去 而制高神用了最后一点灵力 直接将那些扑过来的先飞了出去 英念的父亲终于赶来了 而制高神却向英念磕头求饶 就在制高神正在疯狂杀人的时候 一条巨大的龙尾 竟然从天而降 直接砸在了制高神的身上 这时一声怒吼从阉沉中传来 就凭你 也配动我夫人的东西 也敢伤我的女儿 烟尘缓缓散去后 英念才看见一个男人一手抓着龙脚 巨大的长龙被他用作了掌鞭 男人一只脚踩在制高神的胸膛 用力碾了碾 转过身对上了英念的眼睛 男人轻笑了一声 哎呦 我家闺女瞪人的样子真有劲 魔鬼们将英念引扶了起来 他们顿时都惊呆了 警惕地看着苏翔 闺女 这突然冒出来的是什么鬼东西 还叫我们家念念大闺女 英念将喉咙里涌上来的血给咽了下去 他已经认出对面的人 是你 苏翔眼睛一亮 将晕过去的龙丢在了旁边 我家宝贝认出爹爹来了呢 苏翔低下头 看着自己脚下的制高神 是这家伙吗 就是这家伙妄图染指你母亲留给你的尾巴 又欺负你的 差点我就来迟了 苏翔这才仔细打量起脚下的人 终于看清楚踩着的这人的面容 苏翔猛地笑了 哈 苏胜 竟然是你 可苏翔的双脚却踩得死死的 当年跟在我身后捡我不要的东西的 一只小臭虫 现在竟然敢来欺负我的夫人 我的闺女 说着 苏翔一脚狠狠地踏在了制高神那受伤的胸口 制高神盾十眼翻白眼 口吐鲜血 身体痛苦地扭动着 颤抖着声音连连求饶 啊 哥 哥 大哥我知道错了 我们可是亲兄弟啊 哥 你原谅我 苏翔目光寒凉地落在制高神的脸上 一只手死死掐住了制高神的脖梗 亲兄弟 自我有记忆以来 那好母亲就驱走我的一半气韵架一到你身上 就连你这张脸也因你那母亲的秘书 变得和我一模一样 苏翔将制高神一把提了起来 就连取的名字 都是给你取的声音 而我是翔 那好母亲多厌恶我 制高神被掐得快要断气 整张脸都变得扭曲 他艰难得到 你怎么会 知道这些事情 明明当年母亲只和我说过 苏翔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若要人不知除非锦莫为 我的好弟弟 抢走了我的天赋和气韵 还试图染指我的夫人 抢走父亲本来留给我的王位 你我本就不是亲兄弟 只是改了容貌装作亲兄弟 你抢的气韵不说 你那好女儿又抢我女儿的凤云 真是可笑 制高神受了致死的伤 这次是真的要死了 可众人万万没想到 苏将没让制高神死 他竟然拔下了旁边龙尾上的一片龙铃 那本晕着的长龙被一阵剧痛惊醒 苏将将那龙铃递到制高神的嘴边 一滴龙血滴了进去 制高神整个人都剧烈地抖动起来 眼睛也变得血红 看起来像恶鬼一样 阴念远远地看着 不仅敢叹道 实力强大到一定程度 是能掌控别人的生死的 便是你想死 对方都不会让你死 苏将就是 苏将眼神冰冷 无视了制高神眼中那卑微到极致的哀求神情 我允许你死了吧 说 你是怎么和无上神域的人联系上的 当年阿月留在五周和我在一起时 是不是你通风报信呢 你若不说 我就杀了你 再用龙血吊着你的一口气 再杀你 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制高神害怕得浑身冒汗 这疯子 他是怎么出来的 他不是被封印了吗 九伟宗的人不是说能封印一辈子的吗 还有那条龙 苏将一巴掌竟将制高神扇飞了出去 说不说 制高神现在真是求生不能求死无门 他捂着红肿的脸 又痛又怕 为了少受点罪只好乖乖地交代 我告诉你 我都告诉你 当时九伟宗不知道你和孟愉悦的事情 九伟宗还试图招揽你 你忘记了吗 是我拿了那根清香 是我对不起你 哥哥我知道错了 饶了我吧 求求你饶了我吧 感觉到苏将越来越冷漠的视线 制高神挣扎着转过身 朝着阴念一下又一下地磕头 饶了我吧 阴念姑娘 您 您大人有大量 让您父亲饶过我吧 我 我是叔叔啊 这个父亲竟然要自己的女儿杀了他 制高神竟是用了一绒术才会和阴念的父亲长得一模一样 还抢到了阴念父亲的王位 冲出封印的苏翔此刻将制高神折磨得生不如死 制高神连连向阴念磕头求饶 却被阴念嫌弃得毫不犹豫的一脚蹬开 苏翔看着办事果决的阴念不由得有些心疼 闺女从小肯定受尽了磨难 才会有着这么一颗坚毅的心 她多希望自己从没错过阴念的成长 希望阴念能和别的小姑娘一样 哪怕带着无脑的交情 她做父亲 也愿意宠着 那条黑色的尾巴已经回到了阴念的身上 阴念满脸苍白 可整个人就如同不折的长枪 带着灵力的锐气 她此刻只想弄清一件事 于是向制高神问道 我就一个问题 我问你 我生母在哪里 刚才已经绝望的制高神仿佛看到了活的希望 只要说了 就能放我走吗 我告诉你 正在制高神高兴之余 却忽然感觉脖子一凉 一股热血喷涌而出 她那充满希望的笑容永远凝固在了脸上 制高神眼前逐渐发黑 在彻底失去生机之前 她那双变得浑浊的眼睛 在天际的一角 看见了一丝破裂的光 那是 无上神域有人要打破一丝封印下来 太好了 阴念 苏翔 你们马上就要死了 可惜她是看不见了 她的生机彻底在眼中消失 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 阴念一下有些失落地棱在了原地 她还没问出生母的下落呢 苏翔看着阴念的神情 不仅温柔地笑了 我家宝贝闺女吓到了她 想知道你娘亲的事情 何必问这臭虫呢 苏翔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眼里满是怜爱 问爹爹啊 爹爹一定置无不言 言无不尽 阴念不仅警惕地往后退了一步 若说对怀胎十月拼命生了她的生母 阴念还有好奇和探寻的欲望 对这个忽然冒出来的父亲 她就寡淡许多了 苏翔并没有被打击到 她只觉得没进到父亲的责备羞愧难当 当年要不是我的失误 我就不会被封印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苏翔抬手一招 旁边那柄带血的长剑就落入了她的手中 在阴念惊恶的目光中 她将长剑塞进了阴念的手中 然后指尖抬起长剑的剑尖 顶在了自己的胸膛处 爹爹之前就说过了 等我出来 你要怎么出气都行 她单手握住了剑尖 眼神认真地盯着阴念 指着自己的心口 刺 往这刺 而下一刻 阴念却猛地将长剑丢到了一边 苏翔眼睛猛地一亮 只是还不等她说话 就听见阴念说 你说 是你的错 苏翔肯定地点了点头 阴念面色平静地可怕 这些事情 以后我再听你说 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 她看向了天空上阴念的战圈 比起生父 阴念确实是和阴念更亲 毕竟如果没有魔族 没有阴念 她早就死了 人的心是要时间雾热的 苏翔看着阴念就要冲上去 一把摁住了她 你坐着 休息 跌跌去 还没有等阴念说什么 苏翔扛着那昏昏沉沉的巨龙直冲天际 阴念很快察觉到了异常 她转头一看 来人扛着巨龙气势汹汹地朝她这边飞来 受了重伤的她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 这下得救了 然后整个人也从高空上坠落下来 阴念脸色大变 连忙朝着阴念坠落的地方跑去 沉睡万年的老龙一听到阴念的名字顿时就疯了 用那红色的巨尾到处乱打人 阴念受重伤从天空中掉了下来 阴念稳稳地接住了她 阴念猛地呕出一大口血 她的翅膀也变得破碎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养回来 要给阴念在这个突然冒出的店面前讨回公道 阴念都快死了还顾着阴念 阴念不仅心口猛地一酸 紧紧地抱着阴念疯狂点头 阴念哽咽着说道 我永远 永远都是您的海 阴念吃力地喘息着 文言却低笑出声 嘴里却骂道 滚蛋 你就是我捡来随便痒痒的 阴念这嘴硬心软的毛病是一点没的 阴念擦了一下眼角的泪水 心酸道 行 你随便痒痒 我可不是随便说说 你快闭嘴休息吧 老妖婆你现在这张受伤的脸看起来丑死了 可就在这时 天空上撕裂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 庞大的威压从里头倾泻下来 阴念疑惑地问道 那是什么 阴女吃力地抬头望去 脸色一沉 无上神域 为什么封印被撕裂开了一部分 阴念神情猛地变了 无上神域 他想起至高神说过他用清香 和上面一个叫做什么九尾宗的脸型 这个无上神域的人若真的撕毁规则 对付阴念的话 阴念可能会很危险 那裂缝越来越大 仿佛下一刻 就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要从里面钻出来一般 所有人都抬起了头 未知的永远都是最可怕 最让人觉得心惊胆战的 阴女强撑地站了起来 顾在了阴念身前 苏将握紧了手上的法器 也来到了阴念身边 就在整个五周都在屏息等待的时候 轻轻带着一群人来到了那撕开一条缝隙的封印口 一个身后长着一尾的女人问道 轻轻 你说孟渝越生下来的那个叫做阴念的野种 会不会继承了她的血脉资质 孟渝越可是他们九伟宗曾经拥有的唯一一个 九伟资质的女人 若是阴念有那血脉 可想而知 阴念就会被九伟宗老前辈们给处成公主 轻轻急言立色道 只要杀了他 那个野种有没有继承血脉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这件事绝不能让那些老顽固知道 我们可堵不起 身后一帮人脸色都十分凝重 显然是将这句话听进去了 轻轻露出了几分冷笑 当年孟渝越还没犯错的时候 说一句举全宗门之力培养她不过分吧 结果呢 身后那群人神情复杂地互相看了一眼 知道了 那就杀了他好了 反正也就野种一个 杀了他 正好孟渝越能更心甘情愿地给我们提供养量 大家会心得一笑 就好像讨论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轻轻正打算带着人下去了 就听见了从不远处传来的滚滚露雷般的吼声 九伟宗一群人吓坏 抬起头 看着天空上那只巨大的红龙 愤怒地在天空之中乱飞乱转乱叫 这是第一学院的那条老龙 这龙要不是有什么紧要的事 是几千年都不会出一次伤 九伟宗的人不停担心这条龙会攻击他们 轻轻却一脸淡然 目中乌龙的毛病一点没感 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条龙年纪大了早疯了 放心吧 我们是九伟宗的人 他才不敢动我们 而且你们看他只在空中撒欢 根本看不见我 轻轻毫不在意地从自己兜里 拿出了一个可以改变容貌的假面 总笑道 呵 戴上这个面具 我去小世界找阴面 就算杀了他 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无上神域这群蠢货也不会知道我是谁 到时候还能给阴面送一份大礼 众人顿时发出了阴厕厕的笑声 可他们没注意到的是 那红龙正正的圆溜溜的眼睛盯着他们 他们的对话又断断续续地传到老龙的耳朵里 这头龙疯了 给阴面送大礼什么的 老龙勃然大梦 说他有病 说他疯了 这群人还是阴面的朋友 不惜撕开结界裂缝也要跑下去给阴面送离 岂有此理 老龙的鼻子 眼睛 嘴巴同是气得喷火 轻轻正带着众人准备下去 一条红色的醋状肠尾重重地靠在了他的脸上 秃头老龙一屁股就将天上的裂口给堵住了 没想到是帮了阴面大忙 这样就阻断了九伟宗的攻击 让大战后的阴面他们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老龙以为轻轻适合阴面一伙 顿时发疯般将轻轻一伙人打得屁滚尿流 轻轻的同伴们发出了惊恐的喊叫声 快跑 这老龙发疯了 轻轻 快向毛玉长老求救 不用他们说 轻轻也已经一边跑一边捏爆了手上一个通信玉牌 轻轻在心底按骂了一声晦气 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老龙会突然对他们发起攻击 旁边有人惊慌失措地问道 轻轻 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们得先去解决了阴面 轻轻咬牙切齿地道 不是还有一处封印吗 这里有这条封龙 我们去另一个封印地 从那边下去 老龙他气急败坏地看着这条裂缝 好啊 想通过这地方下去给英念送礼 想都别想 老龙扑扑地朝着裂缝喷吐灵力 将裂缝加固起来 轻轻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出口变得越来越小 而此刻五周之境里 英念惊奇地发现天空中的那一道裂缝 缓缓地堵上了一个巨大的红色的龙屁股 英念这下心里一松 九伟宗也下不来了 外在威胁也不存在了 但他也不知道这老龙为啥帮他们 英女也发现了天空中的异样 疑惑地问道 刚刚是什么把那缝隙堵上了 英念神情复杂地道 啊 那个是我在无上神域的一个熟人 英女诧异地看着英念 她这闺女本事可真大 怎么哪都有她的熟人 英念不好意思地两根手指戳了戳 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英念突然放松下来 却猛地发现 休闲老祖给跑了 英女见状连忙安慰道 就只剩下她一个了 不要紧 剩下这些人成不了什么气候 见到英念带着几分怀疑的目光 英女敲了敲她的脑壳 啥仔种 老毒师笑眯眯地走过来分析着 这会儿休闲老祖跑了也未必是坏事 外面那些人需要咱们帮忙 就不会闹事 老毒师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意味深长地说 这一次大家都受了重伤 刚好可以趁这个机会休养下 英念明白了 只要还有休闲师这个潜在威胁在 五周的人就会团结一心 老毒师赞许地点点头 光得很 老毒师抹了一把脸 英女 你带着念念进去休息 我在这边顾着 没事 英念这回确实需要休息 而且她能隐隐感觉到 自己又游走在突破的边缘了 而天玄 师大他们则鬼扑狼嚎地 扑到了苏将的怀里 那么大只瘦了 此刻就像是小猫咪一样 蜷缩在苏将脚边 主人 你终于回来了 这些年你去哪里了呀 为什么我们都找不到你啊 苏将拍了拍两只瘦的大脑袋 怎么还和小孩子一样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英念提醒道 你的那一半气韵和天赋不收回来吗 苏将见闺女还这么为她作响 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收 你要爹爹收 爹爹马上就收 说着 苏将就来到了至高神身边 直接将至高神身上的尸身 给整个收了起来 见英念满脸疑惑地看着她 苏将立刻露出笑容 这不是说收就收的 这些都溶进了她的血肉里 需要慢慢提炼 英念无所谓地点点头 转身就扶着英女往里面走 老妖婆 你走稳当顶 英女没好气地说 注意你的措辞 消失的原心 虽在无上神域终于现身 实力已经全部回归 念念从生下来 就没见过自己的父母 更没得到父母的疼爱 念念的心中也满是怨恨 而现在凭空却冒出了一个父亲 要认回她这个女儿 当然不是简单的事 于是英女带着一帮魔族的人 坐在了大堂中 询问苏将当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苏将神情凝重了几分 眼里满是愧疚 原来英念的母亲 当年被九尾宗逼婚 才躲到了小世界里 然后和苏将在小世界里相识相爱 相爱的两个人并不在意 对方的身份 五周住得不舒服 万寿国那些杂事 又让英念的母亲觉得烦心 苏将便去寻找一个新的小世界 就找到了叶独星 师大忍不住地在旁边帮忙开口说 后来主人就成了我们叶独星的主人了 这插话也太不合适应 苏将不仅瞪了她一眼 然后又接着讲述那段往事 她找到叶独星 还没告诉英念的阿娘 就听说有一条 从无上神域重伤后跌落下来的龙族奄奄一息 而那龙全身是宝 龙血更是上等补品 英念的阿娘那段时间的脸色很难看 还是睡 整个人总是很苍白 所以苏将想拿那龙血来给英念的母亲补身体 苏将想到这 眼中满是愧疚和深深的痛迷 当时苏将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取那龙血 英念的母亲本想将怀上孩子的事讲出来 可苏将却一心想取那龙血 便没有听英念的母亲多讲 然后她就急匆匆地跑了 苏将想到这浑身都颤抖起来 痛苦地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 当时 其实你阿娘的肚子里已经有了你 她该是要同我说这个事情的 我连这个都不知道 我要是留下来听她说完多好 九尾宗的人以老龙为幼儿封印了我 然后又去找你阿娘 孩子 你别恨你阿娘 恨我吧 要不是我当时不听你阿娘说话 你阿娘身边就不会一个护着的人都没有 苏将死死地咬住了牙 牙齿之间已经有鲜红的血渗透出了 而英念则是缓缓握紧了双拳 一切的恨意在此刻烟消云散 而无上神域里 轻轻他们终于和毛玉集合 毛玉听说那老龙把吓到小世界的路给躲了 气得蹊跷生烟 走 这次我送你们过去 我就不信 还杀不了那个英念 他们来到了那封印地旁边 却脚步一顿 你们看 那封印之地上坐着的是个男人吗 男人末发扑散下来 最后一颗珠子完整地吸入体内 整个人看起来如腰斑俊美让人窒息 面前这男人看起来 比他们无上神域那位号称神域 第一公子的萧寻还好看许多 他们心底的警惕心一下就下去了一些 轻轻看得不仅惊为天人 更想以身相许 他惊讶地问道 那是谁啊 毛玉皱着眉头看着袁心碎 不耐烦地问道 你是谁 哪家的 袁心碎完全不理睬他们 他垂着头 看着自己的手掌 他的实力已经回来了 毛玉见他迟迟不回复 脾气蹭地一下就上来 喂 我们再和你说话 而袁心碎却一下就注意到了 毛玉他们身后的尾巴 这尾巴和念念身后那条狠像 难道这些人和念念的母亲有什么关联 念念的尾巴可是他母亲的 袁心碎声音冰朗地道 你们是什么人 轻轻抿唇 抢在毛玉开口之前 还算客气地对袁心碎说 我们是九尾宗的 你叫什么名字 说起九尾宗的时候 他眼中带着纯天然的傲气 甚至下巴都微微抬起 可惜袁心碎根本不吃他这一套 九尾宗是吗 男人从心口将自己的骨头 拉了一根出来 瞬间那骨头竟然变成了一把扇子 他拿着扇子不像个文弱书生 倒像个冷面杀手 生生拦住了无上神域最强宗门九尾宗的去路 轻轻自认为自己是万人泥 摆出一副优美的姿势 傲气十足地问道 我们是九尾宗的 你叫什么名字 可惜袁心碎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 九尾宗是吗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袁心碎看了一眼脚下的封印 他从五周来到无上神域 并没有到处乱走 而是非常随心的席地坐下 就开始吸收那九颗珠子 这些人来封印之地做什么 莫不是为了念念 轻轻旁边一个人走了出来 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你这人好没眼力劲 我们九尾宗是什么身份 做什么事情还需要和你报备 快点起开 袁心碎可不吃这一套 冰冷的目光扫过这群人 你们想去小世界 去做什么 轻轻还在一旁劝说道 你还是快点让开吧 免得受伤 毛雨已经失去了耐心 抬脚就要往他那边走 却被袁心碎抬手拦住了 是为了阴念 毛雨脚步一顿 眼中骤然便浮现出几分敌意 你是从五周来的 袁心碎一看他们就是来者不善 他觉得已经不用问了 袁心碎一抬手就是一个巨大的阵法 毛雨他们被罩在了阵法中 轰轰轰轰 无数攻击就从阵法中落下 袁心碎脸上还是半分表情都没有 冷漠的让人害怕 正好 试试看我在这无上神域算是什么等级 毛雨顿石气疯了 身后八条尾巴彻底炸开 杀了这男人 他认识阴念 和阴念是一伙的 轻轻看着举手投足间 就让毛雨不得不后退的男人 这样的男人竟然为了阴念那个野种 二话不说 直接朝他们九尾宗的人发动攻击 你不要命了是不是 你刚从五周过来 你认识阴念 轻轻被毛雨护着往后退 他一双眼中流露出自己都察觉不出的恶意狠 真是活见鬼 在哪都有人帮阴念 他不仅对阴念的恨意又多了几分 就为了那么一个野种 你知道自己现在得罪了谁吗 阴心碎那不带半分情绪的眼睛落在轻轻身上 看得轻轻浑身血液都被冻结住一般 阴心碎一步一步朝着他们走去 你们想对阴念做什么 想杀了阴念 还有 野种 他嘀嘀笑了一声 那双锤下的眼睛里像是有刀光凛冽 你的命是不想要了 毛雨接了他几招 已经感觉到自己不是他的对手 连忙捏碎了昂贵的瞬意空欲向九尾宗的长廊的球员 毛雨又冷笑着威胁阅心碎道 小子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突然冒出来的 可你就只有一个人 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 和我九尾宗作对 是你这辈子做出过 最愚蠢的决定 阴心碎看了一眼深厚的封印之地 缓缓地输出了一口气 他的念念 好像总是不怎么的老天喜欢 每次该到他休息一下的时候 老天仿佛总是看他不顺眼 要给他弄一些超出他能承担范围的事情 而下一刻 阴心碎右手落在自己的心口 狠狠一拉 一根银白的发光的细长骨从他体内被抽了出来 两指一转 这骨片片伸展 成了一柄骨扇 骨扇被他拿在手上 倒是趁得他不仅没有丝毫君子温气 反倒是觉得寒意逼人 老天不顾着我的念念 我来呼 大堂内 鹰恋正在房间里休养 拉拉他们站在鹰恋身边 窝窝满脸忧愁地看着鹰恋问道 主人 你要原谅你爹爹吗 百变拍了拍窝窝的肩膀 现在天一周这么乱 别问主人这样的问题 让他好好想想 这不是很快就能做好决定的事情 窝窝在旁边摇头晃脑 我觉得倒是可以接受试试 毕竟这是当年有心人设计的 我不介意多一个疼爱主人的人 窝窝一直都是理智的 而且善于权衡利弊 他们三只正讨论的热火朝天 鹰恋猛地站起来一拍桌子 三只兽都被吓得冷汗直冒 惊恐的瞪大双眼同时看向鹰恋 怎么了 主人你想好了呀 龙祖宗成了秃头后眼睛差点哭瞎 生发业终于有了着落 老毒师抵不住鹰恋的软磨硬炮 有一片茂密的森林 自从鹰恋莫名其妙有了爹之后 三个仔也跟着操碎了心 希望主人能接受那个爹 这样主人可以多一个人爱我 而鹰恋这回却另有打算 他摸了摸自己手臂上的莲花印记 我是在想 我的伤都好了 外面的情况也都暂时稳定了 我想去一趟无上神域 我就想去问问九伟宗的情况 顺便看看原新岁在那边 有没有闹出什么消息来 我会觉得主人有些奇怪 找到了轻爹却如此淡定 所以你爹爹的事情 是半点冲击不到你 鹰恋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他这回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生父在他的成长经历中 缺席了这么多年 要接受必定需要一个过程 我生父的是说 真的一点不介意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会好好考虑的 至少 没有一开始那么抵触了吧 知道这高神 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之后 我心里是高兴的 鹰恋朝着三肢笑了笑 但现在显然不是 培养妇女感情的时候不是吗 我想要快点变强 归根到底 他们一家悲剧的根源 便是不够强大 鹰恋转身就往外走 不过在去无上神域之前 我要先问老毒师拿一件东西 而下一刻 老毒师一听鹰恋说的 一口灵液全都喷了出来 鹰恋尴尬地笑了笑 老毒师抹了摸嘴角 看了一眼鹰恋的头发 你觉得让我这样的大能人 给你做一瓶生发液 合适吗 鹰恋强调了一遍 对方是很强大的红龙 普通生发的应该没有用 鹰恋不管老毒师答不答应 笑名利地摆摆手 辛苦您了 谁叫鹰恋是老毒师 最疼爱的人呢 老毒师无奈地在后边骂道 嘿 臭丫头 老毒师开始忙不迭地 轻点自己手上的所有灵药 我一大把年纪了 还要被这种古怪的要求为难 也是遭了大罪 鹰恋感觉自己身体已经好了 生发灵液制作又需要时间 干脆就想跑出去 好好战斗一次 说不定能突破两星 鹰恋正准备出去 哐当一声推开门 结果苏将却挡在了他前面 笑名利地大献殷勤道 出去 爹爹陪你 鹰恋刚想拒绝 老毒师的声音就在身后传来 让他跟你一起 不然我就不给你生发灵液 老毒师也是真心疼爱鹰恋 有这个大神镜跌跌护着鹰恋 他也就放心许多 老毒师的威胁鹰恋没有办法 只能让苏将跟在他身后 走到外面 鹰恋看见那些被他接进来的孩子们 全都坐在离解借口不远的地方 手上捧着食物正在吃 他们的父母一脸满足地 看着自家孩子吃饭 而鹰恋这时看着外面庞大的海域上 扶着无数的可以助人的一些移动法器 而那些四周的人都各自扎堆挤在自己的法器上 这些法器倒是都连接着天异周这边 源源不断地有灵力涌出去 保证他们的灵力不会铺结 这也暂时稳定住了人心 现在暂时不用担心灵力和猪的问题 大家也安心了下来 元杰走了过来对鹰恋说 你别担心 都会好起来的 鹰恋转过身 才发现元杰的实力比起之前 那简直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的进步 元杰举起了手上的胳膊 我不是也拿到了一个印记吗 有其余的可不止你一个 我之前也天天去无上神域 元杰爽朗地笑着 我现在已经是八星天临近了 很快就能突破小神迹 然后超运 你可要小心些了 鹰恋笑着冲他挑眉 行 虽然我觉得你做不到 元杰一看鹰恋就猜到是去干架的 不仅笑了笑 你打算出去打架吗 带我一个 鹰恋看着四周聚集在这里的人 心中却涌出了一个想法 压都压不下去 不 今天难得大家齐聚一堂 我想让他们看点东西 福神塔将数以万计的县族人虐杀 却成了所有人顶礼膜拜的神 鹰恋是要将这个局面扭转过来 鹰恋重现亿万县族人 集体遭虐杀的场景 死了的县族人 成了所有人修炼路上的养料 福神塔为了重获灵力 将县族灭族的事实 让所有人都震撼不已 鹰恋看着四周聚集在这里的人 他想让大家看点东西 元杰诧意不已 不知道鹰恋想干什么 下一刻 鹰恋已经来到了最中心的位置 诸位 知道我是谁吗 鹰恋声音夹带着灵力 传遍整个天翼洲 所有人都齐齐抬头看着鹰恋 他们都对鹰恋心存胆激 对鹰恋露出近乎讨好般的笑 当然知道 天翼洲的小公主吗 鹰恋脸色凝重 既然都认识我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想必大家都记得 在很久之前 五周也有过一次浩劫 灵力差一点就枯竭了 你们还记得吧 说起这个事情 大家的脸色都不好看 当时是福神塔解决了那次浩劫 是吧 那些顾念着福神塔恩情的人 皱着眉开口说 鹰恋姑娘 既然已经是以前的事情了 又何必再提呢 另一个也随声附和道 是啊鹰恋姑娘 你是不是怕我们因为这个 对福神塔的人下不了手了 哈哈哈哈放心吧 我们还不至于这么蠢 大家纷纷表决心 可鹰恋脸上的神情却越来越冷 功臣 他福神塔也配 大家七嘴八舌的声音骤然一顿 鹰恋这话明显是话中有话 鹰恋继续说道 你们都不知道那阿西是谁吧 那是远古时期 一个叫做县族的种族所独有的偶娃 当年灵力重新出现的事情 和福神塔到底有什么关系 剑将这些人的胃口掉得差不多了 明练直接抬手 用自己的精神力凝聚出了一片幻境 他要将从阿西口中听到的那件骇人的事情 告知每一个人 当他将场景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 他能感觉到周围的灵力都开始微微颤动起来 似乎是那些死去的县族人在悲悯 大长老看见场景里族人被虐杀的场面 心痛地忍不住双腿一软 跪下哭得不成人样 是浩劫啊 那场景里失衡便宜 堪称人间炼狱 看见的人都震惊不已 他们无法相信这么多年 从小到大的都顾念着的福神塔恩情竟然是假的 他们甚至想要揉一揉自己的眼睛 甚至还有那些本来觉得有点对不起福神塔的人手都发抖 这这怎么会 这是不是你颠出来的 你 你拿什么证据来证明 阴念就知道他们会这么问 他冷笑了一声 闭上眼睛开始吸收灵力 一颗颗灵力珠子开始围绕着阴念打转 此刻围绕着阴念的灵力珠子 都朝着那精神力光幕的方向涌而过去 光幕上出现了福神塔那些人的脸 他们愤怒地朝着那些人的脸上砸 撞 那深深的厌恶 在场每一个人都感觉出来了 这下 本来三分的相信也变成了九分的相信 当然 外面还有看阴念不爽 仍然想着怎么抢占天一周的人 你当我们傻了吗 有人冷哼了一声 如果这陷族的死成就了灵力 那为什么那些害死陷族的人仍然可以吸收灵力 他们拒绝不就好了 灵力珠子们仿佛是听懂了这句话 他们愤怒地朝着这人打转 可灵力珠子不如魔元素有攻击力 就和挠痒痒一样 那人烦了 抬手一挥 活不开 那几颗灵力珠子就那么被他吸收进去 他一愣 就听见阴念冰朗的道 你看 你那么让他们讨厌 不也是想吸收就能吸收吗 那人脸色清白交织 生死有灭 死了的陷族人成了我们所有人修炼路上的养料 不甘愤怒也没用 因为他们永远地成了五周不散的灵力 他们看着自己的仇人吸收自己的灵力茁壮成长 接受众人的朝拜 活成了高高在上的神明 大长老和县族众人早就已经泣不成声 感激地向阴念作医 阴念姑娘 多谢你 并不是他们软弱 他们若是站出来说 也没有人会愿意听 阴念安慰道 不用谢我 原心虽为我做了很多 我能为他做的事情 对比起来太微不足道了 大长老抹了抹眼角的泪水 要是少主知道 肯定会很高兴的 我还想着在死前能不能破个大神经 到时候去无上神域看看少主吗 阴念笑了笑安慰道 一定会的 原心碎遭最强宗门九伟宗围攻 阴念刚想去帮忙 却被结界拦住了去路 他该怎么才能帮到阴心碎呢 旁边一个带着欣喜的声音响起 念念 你要的生发灵液做好了 老毒是可真够神速的 没几秒就制出了生发液 全场所有目光瞬间又一次集中到阴念的头顶上 阴念原来年纪轻轻就秃了呀 大家刚才那翻江倒海的难受意味顿时冲淡了不少 都一言难尽地盯着阴念的头顶看 阴念下意识地臭着脸举起手 不是我 阴念接过那生发液 便忍着一口老血回到自己的房间 深吸了三口气 这东西我要怎么带过去呢 我现在还带不过去吧 算了 等我突破大神经的时候 再带去给老龙祖宗好了 阴念将精神力沉入印记之中 可能一直都没和原心碎分开过 这回竟然有点想那个咬了他一口的人了 等见到他 他要将整个五周都知道扶神塔的真面目的是告诉他 等阴念再次睁开眼睛 就来到了无上神域 一个机械的声音响了起来 阴念 欢迎你 阴念站在灵虚境门口 第一时间检查了一下自己有没有光 结果这次完全没有 不仅心情大好 连这里的空气都让他感觉格外清新 旁边一个路过的学姐注意到了他 咦 这人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眼熟啊 随意一瞥之后脸色大变 他一把抓过了阴念 刷拉一下掀开了自己的衣服 用自己的外套包住了阴念的头 我的天 妹妹 预备首席 二狗子 你怎么敢这么大摇大摆地站在这里 阴念惊恶地瞪大了双眼 被硬卡着脖子拉到了一处僻静之地 阴念想要掀开他的衣服 那学姐却拦住了他 别动 你是不知道 龙祖宗为了找你 连自己一直待着的焚龙骨都不回去了 阴念刚想要说点什么 学姐连连制止 嘘 我知道你很感激我 但是你真的得庆幸龙祖宗出去了没回来 感谢的话就不必说了 将那衣服一把抓下地给旁边的学姐 学姐 你的衣服有点嗖水沫 那学姐十分难看地低头纹了纹自己的外衣 还好吧 我也就沉迷修炼一个月没洗澡而已 怎么就嗖了 学姐非常不拘小节地摊了摊手 我们第一学院的女孩子修炼起来就是这样的 你以后就知道了 修炼起来昏天黑地的 哪有空折腾自己呢 行了 你小心点在学院 免得被祖宗抓到了 不然你这一头头发别想要了 见他要走 冰念立刻抓住了他的手腕 学姐 我能问你个事情吗 学姐立刻停住脚步 一脸猛逼 就是 你有听过原心碎这个人吗 冰念其实心里不带任何希望 毕竟原心碎才上来嘛 可谁料 学姐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他猛地沉下了脸 你一个五周来呢 怎么会知道原心碎 冰念一愣 感觉原心碎是有什么事 神情也跟着严肃了起来 学姐 麻烦你仔细和我说说 学姐神情变得难看起来 连连提醒着 妹妹 你可不能招惹那个叫做原心碎的 一来就直接霸占了连接下面小世界的一块封印之地 整日助手在那边不说 还惹上了九伟宗 九伟宗好多长老都杀过去 冰念脸上已经彻底失去了血色 和九伟宗干上了 能为什么 不就是为了他 原心碎那可遇到了大麻烦 他可不能袖手旁观 冰念顾不得多想 抬脚就要往外面跑 学姐吓了一跳 喂 妹妹 你是不能出去的 话才说完 冰念整个人就撞上了灵须境的结界中 慌的一声 冰念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上 他整个精神体差点溃散 痛得浑身进轮 那学姐连忙上前来扶 原来第一学院的学生不能随意离开学院 可一念这时为帮不上原心碎级的焦头烂额 我的睡睡会死的 我能为他做什么 我得为他做点什么才行 为了救你身边的人 你愿意抛下自尊下跪求救吗 一听说小情郎要被人抢了 念念疯了一样想冲出结界去抢回自己的男人 学姐不怪地看着他 怎么 你的熟人呢 你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了 念念 不过他受伤应该很重 有药的话肯定能好一些 念念眼神一动 他突然想到了自己上次拿到的令牌 谢谢你 学姐 他不顾自己快要溃散的精神体 赶紧往学院里面跑 他要去找院长 院长肯定有办法 念念才跑出几步 就撞到了一个人的身上 念念抬头一看正是阮情院长 念念像看到了救命稻草班 迫不及待地向院长求助他 我想求您帮我个忙 能帮我给一个人送点药吗 再帮我再句话 阮情一脸诧异 平时傲气十足的丫头竟还有求人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帮你 那你又能拿什么和我交换 斯 你这么傲气的人 我在你脸上还没看见过这样的神情吗 觉得挺新鲜的 阮情笑着眯起眼睛 看着依然和平时一样和蔼 而且 你能为他做到什么地步 我也挺好奇的 因念生怕原心碎会越来越危险 心里急得像猫抓一样 你想要我做什么呢 下跪吗 立誓约吗 还是要我以后回报第一学院 我现在就答应你条件的话 你现在就能给他送料救人吗 阮情吃惊地看着阮念 没想到阮念这么心高气傲 竟然还说要下跪 阮念生怕他会拒绝 不是想看到新鲜的东西吗 够新鲜吗 阮情一听似乎有了兴趣 他不仅笑了 我要你下跪 你就会下跪 为了那个叫做原心碎的男人 阮情似乎是觉得阮念说出的这话 让他太震惊了 他也想看看阮念到底会怎么做 他试探性地问道 阮念 你当真愿意 阮念的眼里有一闪而过的犹豫 但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撩开了自己的衣袍 就准备跪下去 阮情吃惊地一抬手 一股威压猛地压住了阮念的双膝 阮念想跪也跪不下去了 阮情有些震惊 其实他刚才都只是试试阮念 我是你的院长 哄你玩笑吧 我怎么会看着我的学生抛掉自尊 阮念深吸了一口气 若是他身边的人都就不了 要那自尊就是愚蠢 没什么能不能抛弃的 只看那个人知不知的而已 帮我救救他吧 阮念脸上没有半点屈辱感 只有一双真挚的眼睛 阮情过弄了一下旁边的花草 轻笑说 你担心他 放心吧 你家小情郎能打得很 反倒是九尾宗那边的人退让了呢 原心碎虽然实力强 但也免不了会受伤 阮念一把抓住阮情的手 可他会痛 他没有这里的药 借我一些药吧 我以后一定还你 阮情任他抓住手 另一只手折了一朵花 放在了阮念的手心里 我们预备首席都说了这句话 我怎么会不帮你呢 阮情觉得现在的阮念格外可爱 忍不住地笑了 你要是不救他 我反倒是要失望了 要 早就送过去 一旁的阮念不仅愣住 他怎么都没想到这院长会帮员薪水 阮情悠闲得交着花 在我看见你身上那条不属于你的尾巴时 我就知道你和九尾宗出不开的关系 孩子 希望你能明白 等你尚无上神域后 第一学院永远站在你这边 当然 你就当我这是提前笼络你 不只是你的人 还有你的心 阮情希望阮念作为预备首席 喜欢第一学院就像喜欢原心碎这个人一样 能豁出性命去保护 阮念垂头 缓缓点了点头 阮情将水壶放下 你不是说要我帮你带句话吗 阮念这个预备首席是有多受宠 连第一学院的最大的领导都要向他献阴情 阮念的小情郎遇到危险 阮念急得不行 乃至人家领导早有安排 阮情询问阮念想带什么话 结果阮念却缓慢又坚定地摇了摇头 不用了 他不会听的 原心碎哪怕遇到比自己强的人 也会豁出命去战 他实在是太了解了 阮情见阮念转身要走 好奇地问 去哪里 阮念感觉这次欠了第一学院的大人情了 他得赶快修炼到大神经 为第一学院出一把力 才能还上这个人情 此时阮念还没有把自己当作第一学院的人 阮情明显感觉到阮念在心 并没有完全接受预备首席的位置 阮念你喜欢第一学院吗 阮念转身冲着阮情露出一个非常漂亮的笑容 我很感激第一学院 阮情有去失落 现在阮念只是感激 而并不是非他不可的那种喜欢和归属感 阮情带着阮念往外面走 走吧 你现在是精神体 没法去看你的小情郎 不过倒是可以看点别的 阮情这个院长为了留住阮念这个人才也是花尽了心思 他急忙走在了阮念的前面 来吧 你会喜欢的 有阮情带着 阮念也就不是那么担心遇到暴怒的老祖宫了 阮情带着阮念来到了一处巨大的空地上 此刻这空地上站满了学生 他们所有人都抬起头 看着正中央一块巨大的石头 石头上覆盖着一层血膜 血膜就像是巨大的镜子 又像是一片明亮的窗 能清楚地透过这面窗看见另一个世界的情况 阮念刚想发问 一转身却发现阮情不见了 那个长得圆润的胖嘟嘟的姑娘又来了 他拍了拍阮念的肩膀 妹妹 是你啊 你也是来看咱们学院出赛的吗 阮念指着那块巨石面无表情地问 这是在干什么 如果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我就先去修炼室了 我赶时间 谁知道庞乐顿时沉了脸 这怎么就不是大神了 这是咱们第一学院最大的大神 你好好看着 下一刻 无数光芒就像是炸开的烟花一样 朝着四面八方从那血石里喷射而出 一道光在眼前炸开 下一刻 二十个人影赫然出现在阴念眼前 那血石里还传来了声音 带着山红海啸般疯狂的欢呼声一起 让我们欢迎新月学院 阴念擦了擦眼睛 这都是什么东西 庞乐在旁边激动到 开始了开始了 这血石只有咱们大学院才能有 学院大赛的比赛之地 便有两块这样的血石 要数位老师一起沟通天地 才能将那边的场景 通转到咱们这边 又是一道光束在阴念眼前炸开 一群人的虚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欢迎 北地学院 欢迎 双子学院 欢迎 天际学院 没有一个欢迎 就有无数欢呼声涌过来 只有第一学院一片寂静 他们知道 重头戏还没来 直到阴念面前站满了人影 阴念才听见和之前的响声 有所不同的诈响声 轰的一声 欢迎 去年的学院大赛银贯位学院 话音落下的那一刻 第一学院空地上 所有人都发出了长长的虚声 阴念诧异不已 这是哪个学院 为何大家都如此嫌弃无比 一大片人影出现 而站在最前面领队的那个人 让阴念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怎么是他 那人面色冰冷 头顶带着一个银色的小王冠 这不是给原阶下梅花印记那个人吗 旁乐看着阴念吃惊的样子 不仅问道 你认识他呀 他们是万年老二逆天学院 音念这个预备班长都没出场 却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确实将对世界的学院精英传送了过来 万年老二逆风学院落学也来了 的确迟迟没有亮相 音念刚想问什么 轰隆一声巨响 像是要将所有人都掀翻一样 音念忍不住捂住了耳朵 一旁的旁乐眼中有光芒闪烁 来了 音念觉得自己站在这里 有些格格不入 这时学院的喇叭又在高喊 让我们欢迎 无上神域 永远的金冠位 第一学院 最中间的位置 出现在二十个人影 软清云就站在最前面 在场的所有人的欢呼声 都统一成了一个人的名字 软清云 软清云 软清云带着人来到了最高位上 那是属于第一学院的位置 旁乐激动地拼令摇晃着音念的胳膊 要来了 要来了 独属于我们第一学院的仪式 而音念此刻浑然不觉自己被抓手了 他也被在场高涨的气氛给感染了 心中热血滚烫 就算旁观 也会被灼烧吸引 作为我们三千学院 首席里的王席 在开赛以前 你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 第一学院所有人都屏息一带 他们眼中有极度的兴奋 软清云目光从容地扫过全场 最终好似定格在了某一处 视线定格的那一刻 音念浑身仿佛被通了电击一般 他已经感觉到软清云那炽热的目光 正在看他 明明他和他之间相隔得那么远 但音念就是有这种感觉 软清云带着从容和自信笑了笑 今年就和以前一样了 拜托大家了 洗干净脖子等着吧 小废物们 话音落下的那一刻 尖叫声再一次响起 软清云在无上神域年轻人一辈中 当真是很有威名啊 可音念却不想露面出风头 却被软清云一下就发现了 不仅心跳有些加速 感觉会发生点什么 血实里又传来了声音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介绍一下学院的首席预备 第一学院 奉地上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移了过来 很自然地落在了音念身上 音念感觉浑身不自在 有种想逃的感觉 那边的声音带着浓浓的疑惑 今年 第一学院还是没有上预备首席吗 奇了怪了 其他学院这一次 可都将自己的预备首席带来了 软首席 你是还没有找到你的后任吗 那么 之前传言所说的 第一学院已经人才凋零的事情 是否属实呢 以往碰到这个问题 软清云总是直接跳过去 或者敷衍过去 可没想到 下一刻软清云笑着说 首席预备 我已经找到了 众人脸上的嘲讽和暗自得意的笑容 顿时都僵在了脸上 那为什么这次没带馆 是哪家的 传言是九尾宗的那位清清姑娘 是真的吗 那位清清姑娘今日为何没有来 软清云显然有些不高兴 插着小蛮腰皱眉道 什么清清 不是她 我选中的人吗 她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突然看向了旁边洛雪 是我们洛雪首席不敢收下的人了 洛雪 我还要多谢你 旁月激动得很 呦 这又是别扭上了 我们首席就是这样的 她明明对你满意的不得了 对洛雪也感激 还送了好多宝物过去 但是又会觉得 哎 你凭什么看不上英念 很矛盾吧 说到这旁了眼放金光 但这就是我们的首席 我最喜欢也是最尊敬的人 洛雪瞥了她一眼 轻笑一声 哼 我不要的人罢了 英念身边的学长们又愤怒了 至于其他学院的人都好奇死了 怎么又是洛雪又是软清云的 那人到底是谁 软清云面无表情 我们家的首席预备 我这次不带过来 是给你们其他首席预备 留一点露脸的机会 我记得这是其他学院的首席预备 第一次参加学院大赛吧 从出场就被我们家预备首席碾压 以后会有心理阴影的 其他学院的人不仅骂到狂妄至极 英念眼看着其他学院的人 脸上的笑容都没了 甚至已经燃烧起了灼灼战影 好啊 我都还没来无上神域呢 已经得罪了一条人了 英念扭动了一下自己的手腕 往修炼室的方向走 庞乐在后面跟着说 喂 你不看了 英念冲他笑了笑 不看了 反正我们不是一定会赢吗 原心虽对别人都冷漠至极 但只要一提英念的名字 就马上听话了 英念想着小情郎在努力修炼 自己也不能落后了 英念突然转过身 学姐 能帮我喂喂招吗 有人陪练才更容易突破 还没等庞乐点头 身后突然传来了一群人热情的声音 我来给你喂招 我也来 妹妹 怎么不叫我 英念笑了笑 他又想起了软情那句话 英念你喜欢第一学院吗 英念这时已能肯定自己是喜欢的 积极向上又有爱的学员谁不喜欢 封印之地处的一座高山之上 原心碎坐在山顶最高的那棵树上 将树顶的枝丫丫的弯曲起来 连带着清晨的露水一起滴答杂路 原心碎闭着眼 一动不动 好像外界的所有事都与他无关 树下第一学院的学生为难得挠着 你真的不要吗 这些可都是我们院长说要给你的药呢 见原心碎还是不为所动 那学生挠了挠头心里其实有些打住 行吧我就放这里了 哦对了我们院长说了 如果你不愿意用我们的药 那就拿回去给英念吧 反正你也不需要 话音落下的那一刻 药就全部消失了 原心碎猛地睁开眼睛 手上拿着那个小刺瓶 看向他说话的学生 要我收下了 你回去吧 那学生一脸诧异 原来院长说的是真的呀 如果他不要 那就提英念 提英念他肯定要 学生摇头晃脑感慨道 不愧是我们院长 料事如神 原心碎盯着这瓷白瓶 就像看到了念念一样 几日不见他已十分想念念念 另一边 被打回了老家的毛玉脸上 都是伤口 但好歹也将青青 他们都带回来 他愤怒地对着坐在高位上的 一群人说 那男人突然就要攻击我们 要不是我在的话 青青他们就回不来了 宗主 你也知道 青青可是我们九伟宗未来的希望 若是在外面出了点什么事 我们九伟宗未来的大气 谁来扛 毛玉越说越生气 眼瞳都收缩成了一条细长的竖线 看着十分怪异 一个头发花白的长老摸了摸自己的骨子 平安回来就好 至于那个人 我们都觉得他不是正常人 大概率是个疯子 而且那疯子的实力 你也看见了 三个长老同趣都没讨到好处 毛玉顿时就不愿意了 这是什么意思 是让我们将这委屈咽下去 我们九伟宗什么时候需要避让外人了 那长老显然不同意 十分严肃地说道 简直愚蠢至极 长老们一起过去倒是能杀了他 但是我们九伟宗会死多少长老 那长老猛地沉下了脸 倒是你们几个 没事去封印之地干什么 他只是随口一问 却没想到毛玉瞬间闭嘴了 就连青青他们几个小的 脸上的愤怒的神情也僵硬了几分 一看毛玉的神情就是有鬼 这长老的神情瞬间变了 趁热打体的道理 看来是真的有什么 去封印之地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毛玉看了一眼最顶上那银发男人 男人虽闭着眼睛 似对他们所说的内容半点不感兴趣 毛玉害怕再说下去要露线了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就是路过而已 哼 你不愿意帮我们讨回公道 还在这里谣言惑众 然后毛玉带着人愤然地就往外走 罢了 这笔账 我自己以后会算 青青 我们走 毛玉心头闪过恶毒的念头 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因念的存在 不然这帮老顽固肯定会去确认 因念身上的九尾血脉 如果他真的有 青青的地位就会不保 一定要阻止他来无上神谕 这个父亲抽取自己的天赋和气韵 想给自己的女儿 但女儿却不想要 因念让学长们卫招 自己也在修炼室里度过了昏天黑地的一天 简单来说 就是被学长学姐们打得爹都不认识了 因念被打得鼻青脸肿 但因念感觉收获颇风 上前对几个学长抱拳表示感谢 学长 多谢你们 我下次还找你们 因念还以为这些学长们应该非常喜欢给他卫招 乃至这些学长们是怕了因念了 只差在脸上写出不字了 连连摆手道 下次找别人吧 学长给你找更好的 他们个个都伤痕累累 样子狼狈至极 直到因念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修炼室 他们才松了一口气贴着墙缓缓滑下 疯了 以后我要是再来给因念卫招我就是傻子 他 他是什么呀 是打不倒的不倒翁吗 他为什么恢复得那么快 好累 为什么明明挨打的是他 累的却是我 因念完全不知道里面的学长们在说什么 他走出去的时候 却看见了惊人的一幕 阮青云一巴掌将三个外院的人拍飞了出去 旁温还站在原来的那个地方 并没注意看已成花脸的因念 眼里满是笑意 看看 我们学院只出了首席一个人呢 就已经过了初赛了 因念也有些震惊 看来这阮青云确实厉害 他看了两眼 不自觉地往血氏方向走了两步 但是很可惜 他的时间到了 精神力碰的一下溃散 等因念再次睁开眼睛 他已经回到了自己躺下的房间里 因念只感觉头昏昏沉沉的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一只大手抚上了他的额头 因念冷冷地问道 想干什么 一个巨大的炉子就摆在因念旁边 里面燃烧着熊熊烈火 两团气在烈火顶端随着火焰高低翻滚 正一手控火一手抓着因念脑袋瓜子的酥酱 露出了尴尬的笑容 闺女 你醒了呀 啊 爹爹就是 他疯狂地在脑子里找着为数不多的借口 最后猛地一拍脑袋 爹爹觉得你房间有点冷 给你升点火 温暖不温暖啊 被像颈喷一样滴落下来 好热呀 苏将脸上也满是汗珠 闭脸尴尬生怕得罪这乖女儿 啊 火力稍稍有点猛 这可能就是父爱的温度吧 因念深吸了一口气 压下马上就要涌上来的暴怒情绪 你到底想干什么 苏将轻轻叹了一口气 他看着那两团马上就要成形的气 十分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想把抽取出来的天赋和气韵都给你 因念的脸色顿时就沉下去了 他一下就站了起来 他不仅十分生气 我不要 你自己的东西你自己收回去 苏将都被吓得后退了几步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不知道如何是好 因念神情名重 而且你现在给我什么意思 你不想救我的生母了吗 因念停顿了一下 硬着声音说 他不是被抓回无上神域了吗 收回你的东西 你的实力会得到增长 你就能上无上神域 苏将一边操控着那团火 一边吐出三个字 我不行 好像是费了很大的劲才说出的话 那两团火还在不断地翻轨 我已经是大神镜了 只是被小世界的封印压制成半部大神镜而已 因念不仅十分诧异 那你为什么没有上去 你和原心碎一样 将实力分离出来了 苏将脸色十分难看 表示是他上不去 被困在这里了 就算突破了大神镜 也不能上无上神域 因念大惊失色 顾不上这滚烫的炉子 往前一步 为什么 苏将抬起头 迷茫地看着外面的天空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说不定是九尾宗弄的 呵 怕我这个他们原本看不上的穷小子 见种杀上去不成 感谢观看